李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住院部六楼608市 一个五官精致的女子躺在病床上 苍白的脸上挂着几分愧疚和心疼 看着病床边上一张俊逸脸上带着浓浓疲惫的少年 柔声说道 小宇 对不起 这几年是小姨的病拖累了你 让你受苦了 女子名叫沈月 是病床边少年陆宇的小姨 两人相依为命已经十年的时间了 日子虽然清平 但也算是简单幸福 只不过在三年前 她因为过度的劳累得了病 让她完全失去了劳动的能力 之后 家里的一切担子 也就落在了年仅15岁的陆宇身上 一边要照顾沈月 一边还要打好几份工 来维持自己高昂的医药费 这三年来 陆宇的辛苦 她都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只是 自己现在的身体 一点忙都帮不上 愧疚 心疼 时常如刀尖般刺痛着她的心 有时候 她真的很想用极端的方式 离开这个世界 也许那样 小宇只为她自己而活 没有自己这个负担 小宇会更轻松一些吧 可是一想到自己 也离开了 那这个世界上 就只剩下小宇一个人了 她再也没有亲人了 那该有多孤单啊 小姨 我一个大小伙子 受什么苦啊 你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这么多年 如果没有你 我早就饿死街头了 和你所受的苦比起来 我这点苦 根本就不算什么 再说 只要你的病能治好 就算是再多的苦 我也觉得是甜的 所以 你要尽快地好起来 到时候 一切就都好了 陆宇握着沈月 略显粗糙的手 语气温和地说道 因为常年的劳作 让沈月有着一双 和精致的五官 完全不匹配的手 嗯 我知道了 沈月点了点头 眼中满是精灵的泪花 看着坚毅的陆宇 她觉得自己 过去七年的付出 是值得的 只要自己的病能好 一切都会好的 小姨 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陆宇神色认真地看着沈月 什么事 看着突然变得认真的陆宇 沈月问道 我前几天报名 参加了50块钱 海岛求生的节目 参加那个节目 只要能够在海岛上 生存一个月 就能够获得100万的奖金 如果有了那100万 就一定能治好你的便 陆宇的脸色非常地认真 显然心中已经打定了主意 想要靠自己打零工 来凑足小姨的手术费 这显然是痴人说梦 几个月前 她突然在网上看见了 鲨鱼平台开始筹备的 50块钱海岛求生节目 这让她瞬间看到了希望 而且这档节目 除了有一些明星和主播 参与带动流量之外 鲨鱼平台 为了节目的热度和收视率 同样准备抽取一批素人选手参与 因为这样的做法 能够在最大程度的 调起普通人的积极性和参与感 而且奖励也是高的离谱 如果能够在荒岛上面 坚持一个月的时间 就能拿到100万的奖金 如果能够坚持三个月 就能拿到500万 如果坚持一年以上 然后获得最终优胜的话 能够拿到三个亿的巨额奖金 也正是因为 这高到离谱的奖励 也让所有人都趋之入伍 在报名刚刚开始的时候 在线报名人数 就达到了2000多万 关注度也是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 没有任何一档子真人秀节目 人气能够达到这种程度 更重要的是 50块钱海岛求生 还没有正式开始 生活贫瘠的陆宇 也选择了报名 因为这是他改变 生活现状的唯一途径了 只要能够在荒岛上待一个月 就能拿到100万 到时候 就能给小姨做手术了 而且就在昨天 节目组公布素人选手 幸运名单的时候 自己幸运地被抽中了 你要参加那个节目 不行 这绝对不可以 要在荒岛上生活一个月 谈何容易 而且 荒岛上说不定有可怕的野兽 我不允许你去冒险 听到陆宇的话之后 沈约立刻严厉地制止 50块钱海岛求生这档节目 在两个月前就开始筹备了 因为素人选手可以参与 和巨额奖金的原因 现在下国几乎没人不知道 沈约自然也不例外 虽然奖励确实非常的诱人 但是想要在荒岛上生存一个月 绝对没那么简单 最重要的是 他听说这个真人秀节目 有一定的危险性 在参与之前 要和节目组签署一份 意外免责协议书 他不允许陆宇 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 小姨 你听我说 我知道你的担心 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 只是靠打零工的话 我根本就错不起手术费 这对于我来说 是一次不能错过的机会 陆宇紧紧地攥着拳头 语气却很温柔 在这个现实的世界 没有高学历 没有好的背景 想要找一份好的工作 实在是太难了 五十万的手术费 他怕小姨坚持不了 可是 沈月柳眉紧促 心中更加的愧疚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病 他们现在应该很幸福 小语也肯定不会铤而走险 想去参加那个要命的节目 可同时他也知道 一个普通人 想要挣到五十万有多难 你就放心吧 小姨 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只要一旦有危险 会立刻放弃的 陆宇握着沈月的手 脸上挂着笑容承诺道 看着陆宇脸上那坚定的笑容 沈月也知道自己劝阻不了了 小语这孩子 从小就很执着 他认定的事情 就一定会去做 我知道我劝不了你 不过 如果你出现点意外的话 我一个人也活不下去 沈月神情十分严肃地 对着陆宇说道 支撑着他和病魔作斗争的 唯一动力 就是陆宇 如果陆宇出点什么意外的话 那他一个人 真的没什么好活的了 我知道 小姨 我不会有事的 听到沈月答应之后 陆宇脸上也是 轻松了不少 其实在她的心中 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就算是小姨 也从来都不知道 那就是她是一个穿越者 十年前 意外穿越到了 这个熟悉的平行世界 她现在所占据的这具身体 也叫陆宇 在她八岁的时候 父母就去世了 只留下小姨沈月 和她相依为命 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她 供她上学 尽其所能 给她最好的生活 直到三年前 并不让小姨 失去了劳动的能力 一下子 整个家庭的天都塌了 学习优异的陆宇 也只能选择退学 照顾小姨 四处打工 赚钱给小姨看病 十年的相处 在她心里 沈月已经成为了 她最亲最亲的亲人了 不生而养 那是永世难忘的恩情 所以无论如何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她都要治好小姨的病 丁 系统加载100% 至把荒野加载完成 新手大礼包已经发放 请宿主查收 而就在这时候 一道清脆的机械合成音 在脑海中响了起来 陆宇整个人猛的一棱 随后 脸上浮现了狂喜的神色 终于加载完成了 陆宇心中无比激动的暗道 十年前 自己穿越到这个平行世界的时候 和大部分的穿越者一样 觉醒了自己的金手指系统 一款名为 制霸荒野系统的金手指 只不过 加载的非常非常慢 加载卡载99% 已经整整三年了 还以为这玩意卡死了呢 整整十年的时间 今天终于加载完成了 这狗系统 加载的也太特么慢了吧 其实在知道系统的时候 他之前也尝试过去荒野求生 加快激活系统的进度 可是进度并没有任何的变化 还是那么慢 最后 也只能顺其自然 其实刚刚穿越过来的时候 他也想过 学习前世看过的那些小说中的穿越者 超级首歌 超级个电影 但是他发现 那边有的歌曲和电影等等文娱方面东西 这边都有 这个想法 也只能无奈打消了 立刻打开新手大礼包 激动之余 陆宇立刻在心中念叨了一声 以前也经常看穿越刘小说 所以对于系统并不陌生 和系统交流 只需要用心神交流就可以了 新手大礼包已打开 恭喜宿主获得 体质强化剂新号2 建筑手艺LV1 狩猎技巧LV1 恭喜宿主获得 现金30万 体质强化剂 可以大幅度地提升 使用者的各项身体机能 建筑手艺 可以让宿主在建筑方面更加的得心应手 狩猎技巧 宿主各方面的狩猎技术都会有不错的提升 系统的机械合成音 很快就在脑海中响了起来 听着系统的机械合成音 看着眼前的虚拟蓝色字幕 陆宇心中惊叹万分 这系统 不就是完全给自己量身打造的吗 难道十年前 系统就知道自己要参加荒野求生节目 身体强化剂 虽然能够提升身体的各项机能 这绝对是价值连城的灵丹妙药啊 至于建筑手艺和狩猎技巧 在荒野中也非常的好用 还有三十万的现金 完全可以解决她的燃眉之急 她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小姨的病情 虽然三十万还无法做手术 但是应该能维持较长一段时间的药疗了 太棒了 有了这样牛叉的系统 别说是坚持一个月 就算是坚持一年又有何难 陆宇心中无比激动地想到 小语 你没事吧 怎么身体抖得这么厉害 看着身体在颤抖的陆宇 一旁的沈月担忧地问道 听到了沈月的声音 陆宇赶紧回过神来 随后笑着摇了摇头 我没事小姨 系统和穿越这种事情 自然是不能告诉小姨的 虽然是她最亲近的人 但有些事情 有些东西 只能自己自己心里知道 小姨 看你也很累了 你好好休息一会 陆宇把沈月的被子盖好 随后走出了病房 到了缴费窗口 充了二十五万医药费 剩下的五万 留给小姨接下来的日常开销 反正在荒岛上 也不需要钱 根据沈月的主治医生所说 如果近期不做手术 只靠药物抑制病情的话 二十五万的医疗费 至少能支撑一年的时间 不得不说 第一人民医院医生的态度 还是不错的 收费也不是很离谱 毕竟小姨用的药 很多都是进口的 还有三天 所有被节目组抽中的幸运选手 就要去帝都集合了 不知道这身体强化剂 对小姨的病情有没有作用 陆宇开始思考了起来 既然这东西 能够提升身体的各项机能 那么 就算是对病情没什么作用 但至少能够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不过在这之前 自己必须要亲自试一下 以免发生危险 随后陆宇走到了卫生间 系统使用身体强化剂 在脑海中下达了指令 好的宿着 伴随着系统的机械合成音响起 刹那之间 一股撕心裂肺的疼痛感 蔓延全身 炙热撕裂般的疼痛 全身就像是针扎一样 汗水不断地从额头滑落 陆宇紧紧地咬着牙 没有发出一点点的声音 这三年的磨练 已经让他的心性 如钢铁一般坚韧 这样的疼痛 还不至于让他叫喊出来 这种疼痛感 足足持续了五分钟的时间 才慢慢开始减弱 这时 陆宇的每一寸肌肤 每一个毛孔之中 渗出了漆黑的污垢 身体强化剂 然后能够将身体中的污垢和杂质 全部排除出来 痛感一点点的消失之后 一股无比舒爽的感觉 蔓延全身 所有的疲惫一扫而空 身体中似乎充满了力量 好舒服 感觉力量变强了不少 而且身体也轻盈了许多 这就是身体强化剂的作用吗 感受着那股舒服的感觉 陆宇有些沉醉 身体强化剂使用成功 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 与此同时 一个蓝色的虚拟个人属性页面 也出现在了面前 姓名 陆宇 年龄 18 力量 10加 15 敏捷 10加 15 精神 8加 12 体质 8加 15 技能 建筑手艺LV1 狩猎技巧LV1 物品 身体强化剂 信号1 四维属性 很快就呈现在了陆宇的面前 前面的数字 现在就是他之前的基础属性 后面括号里面的 应该是使用身体强化剂 之后的增幅效果 总体来说 四维属性 整体翻了一倍多 还真是好东西啊 就是使用的时候 实在太痛苦了 那种疼痛 小姨现在的身体 怕是有点承受不住 陆宇自言自语地说道 虽然身体强化剂的效果 确实非常好 四维属性 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可是小姨现在的身体 实在是太虚弱了 刚才那样的疼痛感 可能很难支撑 她更担心的是 如果强行使用身体强化剂的话 疼痛感可能会引发 其他的并发症 到时候情况就麻烦了 要不 问问系统吧 系统 身体强化剂 可以给其他人使用吗 陆宇脑海中默念道 可以的宿主电子合成音 在脑海中响起 那 身体素质比较弱的人呢 陆宇继续问道 毕竟小姨现在的身体素质 确实很虚弱 如果使用者身体虚弱 不建议使用 身体强化剂能量太强 可能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 系统的电子合成音 很快就再次想了起来 得到了比较确切的答案之后 陆宇也是微微地皱了皱眉头 看来确实如自己所想那样 既然这样 算了 还是先不使用了 最终 陆宇只能打消了这个念头 时间一晃 两天很快过去 这两天的时间 陆宇仔细地了解了一下自己这个系统 总而言之 就是可以通过迁道 获得强大的荒野求生技能 进入求生地点之后 才会开始迁道计时 之前领取的新手大礼包 相当于首日迁道 所以上岛之后 第三天可以进行迁道 然后第七天 第十天 一个月 总之 这个系统简洁一懂 五个字概括 迁道就变强 一大早 陆宇退掉了自己的出租屋 然后给小姨买了很多水果和营养品 来到了医院 这两天 沈月的脸色汽血都恢复了很多 看样子 有钱真的能使鬼推磨 自己三天前 交了25万的医药费 估计是医院用了一些好的药物吧 小姨 今天感觉怎么样 陆宇坐到病床边的小板凳上 语气温柔地问道 这两天一 用了不少药 我感觉好多了 身上的力气 也恢复了不少 沈月也是脸上 挂着温柔的笑容说道 这两天 身体确实轻松了很多 那就好 小姨 一会我就要坐车去地多了 明天早上可能就要上岛 我离开之后 你要照顾好自己 等我回来 说到这里的时候 陆宇非常的兴奋 曾经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抱起砖头 就没办法陪你 放下砖头 就没办法养你 此时 陆宇确实有这种感悟 他也很想一直陪在小姨的身边 好好地照顾她 可如果那样的话 就没办法给小姨治病 生活就是这么草蛋 哎呀 你看你 又伤胆起来了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那就放心地去吧 我这两天 身体感觉好转了很多 完全可以照顾自己 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就有压力 如果坚持不下去 就赶紧退出 千万不能勉强 小姨 等你回来 说前半句话的时候 沈月脸上是挂着笑容的 但是说到后面的时候 表情又变得非常的不舍 陆宇这一去 肯定是会有危险的 就算是没什么威胁 也一定会吃很多的苦 但 她也只能心里祈祷 嗯 我会的小姨 好了 不说这些事了 我给你买的小米粥 赶紧趁热喝吧 早上十点的时候 陆宇把身上剩下的所有钱 留给了沈月 然后不舍得离开了医院 踏上了前往帝都的高铁 除了一套衣服 和一部手机之外 她什么都没有带 因为她知道 节目组肯定是不允许带多余的东西的 四个小时之后 终于来到了陌生的帝都 按照节目组给出的地址 陆宇也很快就找到了位置 把自己的身份证和名额截图 交给工作人员之后 顺利地进入了万事打体育场 在体育馆内 嘻嘻嚷嚷 现在已经有不少的选手过来了 而在体育馆最中心的位置 有一个巨大的舞台 四周的一些海报上面 全是赞助商之类的 在正上方的位置 50块钱海岛求生的横幅 格外亮眼 陆宇也是朝着四周看了看 此时已经看到了不少的明星和主播 这些人 显然也是受邀参加之列 毕竟除了素人选手之外 还有不少的明星和主播参加 因为这样 粉丝群可以带动流量 这也是真人秀节目的惯用手段之一 毕竟这些顶流明星和主播 他们都拥有着非常庞大的粉丝群 而选取素人选手的参与 主要是为了调动那些 普通观众的积极性和关注度 邓潮 吴京 李晨 黄雷 黄博 花花 菜篮球 吴三十 小月月 杨老板 热巴 夏雪 赵小谷 大洋哥和小洋哥 周阿姨 呆妈 莫子 看着那些经常活跃在荧幕和直播间的明星和主播 陆宇也是有些惊讶 他刚才所看到的这些 都是在娱乐圈和直播行业名气很大的选手 至少 他们的流量确实很足 虽然这些流量可能有好友坏 但这并不影响节目组 利用他们的流量很赚一笔 其中很多普通选手 开始主动找那些明星和主播聊天攀谈 毕竟这些明星中 有一些是老戏骨 有一些是顶流小鲜肉 还有一些是长相经验的娱乐圈小花蛋 这样面对面和明星互动的场面 很多人自然不想放过 陆宇则是安静地站在一个角落里 他很清楚自己来参加这次节目的目的 而且他也很清楚 就算和这些明星多说几句话 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所以没必要去溜须拍马 而且那也不是他的性格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转眼之间已经到了下午四点 所有的选手基本上全部到场 这次参加50块钱单挑荒野节目的选手 总共有200名 其中包括特末的20位明星选手 10个人气主播 还有170个素人选手 等会会进行抽签决定 两两一组进行组队 此时的体育馆内异常地喧闹 不知何时 主持人何久已经出现在了舞台之上 各位 请稍微地安静一下 何久看上去还是那么亲切 脸上带着职业化的笑容 声音经过麦克风在体育馆内响起 聊天的人也是瞬间安静了下来 齐刷刷地看向了舞台上的何久 各位幸运的选手 我知道能够成为这次节目的幸运 大家都很激动 不过请大家先按捺一下自己的激动 如果给大家粗略地讲解一下 这一次节目的规则和一些注意事项 看着众人已经完全安静了下来 何久继续说道 各位 相信大概的参赛规则 大家都已经知道的差不多了 首先 200个选手 两两一组进行组队 为了公平起见 接下来我们会采用抽签的方式 保证组队的绝对公平性 不管是明星 或者是各位顶流主播 又或者是素人选手 都有可能随机组队任何一个选手 与此同时 在开始组队的时候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也会开启 好了 现在大家开始排好队 开始进行抽签 所有人也是赶紧排成了两排 数字总共是一到一百 两排队 抽到相同数字的两人 将会成为一组 卧槽 开始了开始了 我家坤坤好帅啊 哎呦 你干嘛直接来团 还是走流程 楼上的小黑子 如果你再这样的话 我家哥阁下的蛋蛋 你一个也别想吃 请问 笑死我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我与阁下无冤无仇 为何一上来就要笑死我 哇 大秘密真美 真大 小谷还是那么美 要是能跟小谷组队荒野求生 我少活二十年也愿意啊 热巴 我的女神 周姐 我的哑巴新娘 啊 痛失三个亿 难受妈了 好羡慕那些素人选手啊 如果我能被选中的话 就算被老虎拍死 被野狼咬死 被狗熊约死都知道 楼上真尼马狼面 官方直播间开启的瞬间 直接有几百万人 如同蝗虫一般涌入直播间 现在这其中大部分人 都是来看他们爱斗的 弹幕一波接着一波 主办方看着 瞬间就涌入了几百万 在线观看人数 也是笑得合不拢嘴 刚开始就有几百万 在线观看人数 估计很快 人数就能突破一千万 这比他们想象中还要恐怖 看样子这档子节目 确实稳赚不亏 而且能赚很多 十几分钟之后 组队已经完成 陆宇的队友 居然是大美女热巴 这让陆宇也没想到 和热巴组队 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能够和这样的大美女组队 首先在求生的过程中 赏心悦目是肯定的 毕竟枯燥乏味的荒岛 有美女陪伴自然是不错的 但问题是 这些明星和流量主播 估计也就是露露脸 坚持不了几天 就会忍受不了 而选择放弃 毕竟他们过惯了奢侈的生活 想要天天吃野菜 忍受饥饿 估计很难做到 再者 他并不想轻视女性 但是在荒野求生中 女性发挥的作用 和男性确实没法比 虽然也有例外 但那种例外并不多 你好陆宇 我是热巴 很高兴这次能够和你组队 希望我们能合作愉快 热巴的脸上挂着甜甜的笑容 也是非常有礼貌地 对着陆宇打招呼 自己这个队友 还挺帅的嘛 而且看上去 有一种不同于同龄人的 坚毅和成熟 你好 合作愉快 陆宇也是笑着点头打招呼 虽然心里有其他的想法 但现在两人已经组队了 所以说话自然也要客气一些 而此时直播间热巴的粉丝 有点抓狂 卧槽 那男的是谁啊 居然有幸能够成为热巴女神的队友 是啊是啊 真是太幸运了 要是换成我就好了 好羡慕 极度使我今儿变形 那是什么东西 也有资格成为我家热巴的队友 楼上ZZ 还你家热巴 你认识人家吗 一只脑残狗 虽然我也很喜欢热巴 但是陆宇小哥哥也很帅啊 就是 不比那些浓妆艳母的娘炮强多了 确实 仔细看陆宇真的很好看 五官端正 棱角分明 而且很有阳刚之气 陆宇小哥哥好帅 粉了粉了 当然 这些评论和弹幕 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毕竟每个明星选手和主播的粉丝量 都是极其庞大的 完成组队之后 主持人何久 又简单地说了一些注意事项 这些事情 其实每个选手在来之前 都有所了解 毕竟这可关系到他们的自身安危 你能否拿到奖金 然后又签署了意外免责条约 大概的内容就是 如果在求生的过程中 遇到突发状况 导致受伤或者是死亡 节目组不会承担相应责任 至于这样的条款 他们是如何取得上面通过的 或许是金钱的威力吧 毕竟 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是永恒的真理 放在任何时候 都不过时 好了各位选手 组队已经完成 注意事项也差不多都了解了 那么接下来 就是比较重要的环节了 每组选手将会获得50块钱的启动资金 去购买自己的求生工具 大家可以随意地分配这50块钱 不过 有几个硬性条件 首先绝对不可以私自携带任何私人工具 第二绝对不可以投机取巧 明星和主播选手 不可以用自己的名气作弊 第三不能网购 不过你们一会手机会没收 所以这一点倒是不用担心 以上条件必须严格遵守 一旦发现违反规定 立刻取消参赛资格 何久说完之后 工作人员给每一组选手 都拿来了一个红包 里面是崭新的50块钱 这也就是所有人的启动资金 卧槽 只有50块钱呀 这能干什么 连个好一点的锅都买不了 是啊是啊 节目组也太小气了吧 这开局就是地狱式的难度 所有的选手也是哀声载道 50块钱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上 真的是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可能点个和黄闷鸡套餐外卖 都不止50块钱 拿这些钱购买工具 至少要在荒岛上 生存一个月的时间 这着实有点为难人了 不过 抱怨归抱怨 但也没有办法 如果条件太好的话 奖金也不可能那么高 节目组估计也是笃定 没有人能够用50块的启动资金 在荒岛上生存一年的时间 所以才会把最终的大奖设置到3亿那么高 开局只有50块钱吗 卧槽 这节目组够很 我喜欢 加1 50块钱 可以买一箱纯角工 腌制密质脑残酸菜方便面 哈哈 这下舒服了 50块钱 我看 谁能坚持一年 心里一下子平衡了许多 直播间的观众 此刻心情也好了很多 那种措施三亿大奖的遗憾 也消散了一些 好了 各位选手 那么现在大家散了吧 去购买各自的求生工具 明天早上7点 我们准时在这里集合 喝酒说完之后 在一片哀叹声中 所有的观众也纷纷离开 然后前往周围的超市或者商店 开始选购求生工具 走出万事打体育馆之后 热巴看着陆宇问道 陆宇 你以前有没有过荒野求生的经验啊 因为他自身 确实没什么荒野求生的经验 有过一些吧 不过不是很多 陆宇点了点头 笑着回答道 在前世 他就比较喜欢冒险 所以 也去过一些海岛 进行过简单的荒野求生 所以 经验还是有一点的 但并不多 真的 那真是太好了 能够和你组队 真是我的荣幸 可是我们现在只有50块钱 要买什么求生工具呢 热巴顿时一脸欣喜 不过看了看手里的红包之后 脸色又粘了下来 50块钱实在是太少了 去转转看看吧 如果没难度的话 奖金也不会那么高 对吧 陆宇看了看热巴 说道 如果有一两万的启动资金的话 那完全就是去旅游的 不是去荒野求生的 如果真是那种情况 节目组也不会那么脑残的 把奖金设定的那么高 嗯 你说的也对 我们去超市看看情况吧 热巴也认同的点了点头 不行 不能去超市 如果去超市购买的话 50块钱 估计一把刀都买不了 去找一处地摊看看吧 也许能买点东西 陆宇摇了摇头 他并没有准备去超市买东西 因为去超市的话 50块钱 可能连一把刀 或者一个锅都买不到 而想要荒野求生 刀和锅都是非常必要的求生工具 哦 好 热巴微微地愣了愣 赶紧点了点头 他本身就没什么荒野求生的经验 所以 自然要听陆宇的 找了一大圈 两人都没有找到摆地摊的 不过还好 最终找到了一个两元店 最终 两人在两元店 逃了一把砍刀 看上去有点秀气斑斑 最终25块钱拿下 还有一个稍微厚一点的不锈钢锅 其实在两元店 这种锅5块钱的也有 只不过一分钱一分货 5块钱一个的实在是太薄了 估计煮不了几次东西 就会被烧穿 仅仅是两样东西 就已经花完了45块钱 现在就只剩下5块钱了 走出两元店的时候 热巴满脸通红 显然 刚才陆宇刚才的砍价行为 让他感觉到有点尴尬 不过陆宇可不在意这些东西 他们只有50块钱 能省一块是一块 陆宇 真是看不出来啊 你还是砍价的高手 刚才一通乱砍 差点就砍到老板娘的大动脉了 我都看到老板娘有点急眼了 出门之后 热巴才笑着开口说道 说实话 在他没有成名之前 他也确实砍过价 也见识过砍价的 但没见过陆宇这么狠的 人家要50块的铁锅 他直接给10块 说实话这种价钱 一般男的根本就给不出来 毕竟很多男生都是大男子主义 把面子看得极其重要 尤其是在美女面前 就更加注重面子了 没办法 我的生活一直就是这样的 陆宇看了一眼热巴 随后淡淡地开口说道 这三年来 他真实地感受到了 什么叫人间疾苦 一块钱一包的盐 他都砍过架 更何 50块钱的东西 抱歉 我没有其他意思 看着陆宇的表情 热巴似乎意识到 刚才自己说错话了 或许50块钱 对于自己这样的明星来说 并不算什么 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 50块钱或许很多了 看陆宇一身廉价的运动服 就知道 他的家庭情况可能不太好 我知道 走吧 我们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陆宇自然也没有放在心上 这三年来 他所经历的嘲讽和鄙视 早就给他磨练出了 如钢铁般的星星 而且 他知道 热巴也绝对不是故意那么说的 自己刚才砍价的行为 对于一般人来说 确实够离谱 我们现在只剩下五块钱了 该买什么好呢 看着手里的五块钱 热巴觉得 好像什么都买不了 而且 他确实也不知道 荒野求生究竟要准备什么 大东西肯定是买不了了 买几包盐 再买个打火机吧 陆宇想了想 说道 虽然这两样东西 都不是必需品 因为生活的话 可以利用钻木取火的方法 不过那种方法耗食又费力 肯定不如打火机来的实在 至于盐 虽然海水也可以提炼出一些粗盐 不过粗盐中的硫化钠 氯化钙和氯化镁 很难去除 胃苦不说 而且这些东西吃多了 对身体是有害的 所以 先买两包盐 到时候再看情况吧 嗯 好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最后找了一个小卖部 买了两包盐一个打火机 五块钱就没有了 在离海市那种二三线城市 便宜一点的盐 只需要八毛钱 但是在帝都这边 最便宜的都需要两块 还好 打火机全国统一价 原本他还想买一些菜子的 为长期生存做准备 可五十块钱 实在是太不惊花了 好了 我们就准备这点东西吧 只要海岛上能找到食物 生存不成问题 买完东西之后 陆宇和热巴 回到了休息的酒店 这可能是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睡得最舒适的一晚了 一日一早 所有选手回到了体育馆 很多人都是挺着一对熊猫眼 很明显 他们昨天晚上并没有睡好 马上就要上岛了 我有点紧张 不知道今天我们能不能吃到食物 热巴有些紧张地说道 不好说 看运气吧 运气好的话 应该能找到 陆宇淡淡地回应了一声 系统之前奖励的狩猎技巧 其中包括钓鱼 捕鱼陷阱 还有一些其他的简单陷阱 如果岛上资源丰富一点的话 找到食物应该不成问题 各位 看大家的样子 昨天晚上好像睡得不太好啊 好了 都打起精神吧 想必大家都已经买好了 求生所需要的工具 我看有些人直接买了一箱子泡面 还有买瓜面的 都很不错 喝酒的声音再次响起 此时 虽然只是早上六点多 不过直播间 已经聚集了几百万在线观看人数 因为昨天选手购买工具的时候 并没有进行直播 所以 此时大家都很想看看 选手们五十块钱 到底能买到什么 卧槽 买了一箱泡面的 那俩老哥真是牛皮啊 我觉得 这是很明智的决定 勒紧裤腰带的话 说不定能坚持一个月 确实 一个月也有一百万的奖金 热巴他们 好像买了一把刀 一个锅 没有任何食物 这是打算长居 怕是一天都坚持不了啊 虽然我也是爱迪生 但是我觉得 热巴坚持不了多久 那个陆宇 看上去是个没什么用的小白脸 楼上的没听说过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抖凉吗 直播间弹幕一波 接着一波划过 在和久的宣布下 所有的选手 领到了一套冲锋衣 这是节目组特定的服装 还有一部卫星电话 在紧急情况之下 可以拨打卫星电话 进行求助 然后就是四个球形无人机 一看就是高科技产品 价格不菲 各位选手 这就是大家所有的 求生资源了 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 要立刻拨通卫星电话 附近的救援人员 会第一时间进行救助 虽然奖金确实很诱人 但是我们的生命安全 更加的重要 所以希望每一位选手 都能牢记我刚才说的这句话 好了 你们的冒险马上就要开始了 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有自己心仪的成绩 祝大家好运 和久这位老牌主持人 主持经验 自然也是相当的兴奋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让很多的选手心中 也颇为感动 接着所有的选手 离开万世打体育馆 然后前往目的地 巨型群岛悬月岛 期间也变换了 好几次的交通工具 先是大巴 然后是直升机 最后是快艇 总共20艘快艇 5组1艘快艇 陆宇和热巴是第三组 所以搭成的是1号快艇 除了他们两个之外 熟悉的面孔 还有吴京和李晨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两人抽到了一起 还有三组是素人选手 金哥 诚哥 你们两个也太幸运了吧 居然抽到了一起 强强联手啊 看样子 这次的终极大奖 非你们两个莫属了 热巴主动开口 跟两人说话 毕竟都是娱乐圈的人 而且 吴京现在可凭着几部高质量电影 已经稳稳地坐上了 国内票房第一人的位置 人气也是相当的火爆 而且 吴京的身体素质很好 还在特种部队待过一年多 所以 荒野求生的经验 自然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李晨 身为健身达人 实力自然也不弱 他们两个的组合 完全可以说是强强联手 哈哈 这可不一定啊 荒野求生 运气也很重要 如果能够一开始 占据资源富饶的有利位置 坚持下去的可能性 自然要高很多 如果投送的地点 没什么资源的话 其他的都是空谈 吴京笑了笑说道 一旁的陆宇 很认同吴京说的话 上岛的位置 确实很重要 如果一开始 就能投送到资源富饶的位置 那么就赢在了起跑线了 如果初始位置资源平级 那不算是拥有 再丰富的荒野求生经验和技巧 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毕竟在陆宇那个世界 就连荒野达人得严 开局三天恶九顿 都是常态 京哥 可别谦虚啊 这次我们一定能拿到第一的 听到吴京谦虚的话 一旁的李晨笑着说道 虽然听上去是一句玩笑话 但看得出来 这家伙很自信 而且还不着痕迹地 嗅了嗅自己的肌肉 陆宇只是淡淡地瞥了一眼 有时候肌肉 在荒岛上 可配不上太大的用场 热巴 和你搭档的这位帅哥 看上去挺冷静的啊 你们打算坚持多久 随后 李晨看了看陆宇问道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是看着陆宇这 弱不经风的模样 他觉得 可能连一天都坚持不了 我们自然也想坚持到最后啊 而且 陆宇拥有丰富的荒野求生经验 我对他有很大的信心 热巴同样看了谈陆宇 随后甜甜地笑着说道 还真是看不出来 陆宇兄弟 居然还有丰富的荒野求生经验 不过在荒野中 可是很危险的 有时候肌肉更管用 李晨有些轻蔑地说道 一个素人而已 得罪就得罪了吧 反正他也没放在眼里 热巴脸色微微地变了变 不过没有反驳 毕竟李晨在娱乐圈 也有着不错的背景 自己还真惹不起 这位肌肉老哥说得对 其实节目组应该允许 让老黄牛和大猩猩参赛的 毕竟 老黄牛和大猩猩的肌肉很不错 对吧 陆宇可不惯着这家伙 毕竟自己又不在娱乐圈混 而且又不靠他生活 凭什么要忍受他这种 阴阳怪气的嘲讽 果然 就在陆宇的声音落下之后 李晨的脸色变得相当难看 不过也并没有继续嘲讽 毕竟这艘船上 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 以及选手 如果和这样的一个 普通素人计较的话 觉得自己太没度量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两个小时之后 第一组选手登场 吴京和李晨是第二组 也相继登场 又过了十分钟之后 终于轮到了陆宇和热巴 热巴选手 陆宇选手 这就是你们登岛的初始位置 请两位拿上自己的工具 登岛吧 你们登岛之后 你们的三号直播间 也会跟着开启 希望你们可以坚持到最后 祝你们好运 工作人员非常的客气 陆宇和热巴也是 简单的道歉 随后拿着他们的工具 离开了快艇 嗡隆隆 伴随着引擎的轰鸣声 快艇很快就彻底地消失在了 两人的世界之中 四个球形无人机 就在两人的头顶和四周盘旋 一时间 似乎整个世界 都静静下来的一样 一望无际的大海 身后就是郁郁葱葱的 弱大岛屿 一种孤寂的感觉 从心底油然而生 不过还好 两个选手 至少可以有个半 如果把一个人 丢在这样的岛上 说实话真坚持不了多久 就算是拥有足够的食物 估计的感觉 也很快就能侵蚀一个人的心理防线 好美的环境啊 呼 好安静 看了看四周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之后 热巴闭着眼睛感叹了一声 陆宇思考的 却是接下来该如何生存 还有小姨不知道 今天有没有不舒服 而此时 在第三号直播间 直播间刚刚开始的时候 瞬间就涌入了几十万的粉丝 这些粉丝 基本上99%都是热巴的粉丝 毕竟第一直播间 到现在 也才上万人而已 而他们刚刚开始 在线观看人数 就达到了七十多万 这就是明星的热度和人气 卧槽 这就是求生的岛屿吗 好漂亮啊 蔚蓝的大海 翠绿的岛屿 每一帧都能作为平保啊 山没水美人更美 看着心情都好了 截图了 以后 就用这张图做平保了 直播画面好清晰啊 热巴姐姐好美 如果能让我和热巴 去这么美的地方求生 少活两天 我都愿意啊 楼上格局太小了 我两年都行 我两年半 暗藏玄机 哎哟 你干嘛 这尼玛都能开团 真是服了你们 这群老六 再说一遍 我加哥哥下的蛋 你们一颗都别想吃 扑哈哈 小黑子们快去第八直播间 鸡哥也开播了 热巴欣赏了 一下周围的景色之后 也是认真的 看着陆宇问道 陆宇 我们接下来 首先要干什么呀 之前我查过 关于荒野求生的一些资料 好像说上岛之后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庇护所 生活 水源还有食物 我们要先从哪样开始呢 在接到节目组的邀请之后 他也选择了认真对待 虽然他觉得自己 可能坚持不到最后 但至少也要坚持 一个月的时间吧 这对于自己来说 是一次非常不错的锻炼 因此 他也认真地查询了 一些关于荒野生存的知识 这生存四要素 自然也是知道的 看不出来啊 你居然还做了准备 听到热巴居然知道 荒野求生四要素 陆宇自然是有些惊讶 毕竟在他看来 这些明星和主播的参与 主要的目的就是拉高人气 然后就是为自己 赚取一些流量和片酬 估计没几个认真对待的 所以 听到热巴居然提前做了功课之后 确实有点意外 那是当然了 我可是要坚持到最后 拿到三亿大奖的 热巴也是自信满满地说道 不过看得出来 他是开玩笑的 毕竟这一次参加比赛的选手 大多数都太强了 就比如刚才见到的吴京和李晨 他们两个强强联手 肯定比自己和陆宇坚持得更久 还有一些隐藏的素人选手 估计也不乏一些高手 毕竟高手在民间 可不是空口白话 这么有志气啊 好 那我们就坚持到最后 看着一脸自信的热巴 陆宇也是笑了笑 如果能够坚持到最后 拿到三亿大奖 那自然是最好的 不仅可以把小姨的病治好 而且有三亿资产的话 这一辈子 估计也不用愁了 就你们两个花瓶组合 还想坚持到最后 是人说梦的吧 确实啊 一个小白脸 一个食指不沾阳春水的明星 能坚持一天 就算你们厉害了 那个陆宇 不要光喝酒 吃点砒霜啊 楼上你们这些柠檬精 也是够够的了 还不允许人家有梦想了 是啊 万一实现了呢 我很看好陆宇小哥哥 要加油哦 帅哥靓女的组合 运气不会太差的 热巴加油 就算是坚持一天 也是我们的骄傲 此时第三直播间 也是异常的热闹 在线观看人数 也是在短时间之内 达到了恐怖的一百万 而且还在城直线上升 至于其他的直播间 人数也是非常恐怖的 毕竟 50块钱海岛求生 这档节目 实在是太火爆了 几乎是全国皆知 而且很多人 都很期待节目的播出 这第一期节目 观看人数自然很多 尤其是 还有他们喜欢的爱斗参与 对了 你还没说我们 先要干什么呢 热巴继续问道 现在 现在时间还早 可是 他也知道搭建庇护所 并不容易 而且还要寻找 食物和水源 时间会过得很快 他曾经看过一些 国外的求生节目 有些选手 明明能力很强 可第一天 能够制作出庇护所 就很厉害了 开局了三天 更是常态 所以对于刚上岛的 他们来说 时间尤为重要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先找到水源 因为人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 可以生存 至少一周以上的时间 可是 在这种燥热的海岛之上 如果没有水源的话 一天就足以让我们脱水了 陆宇也是认真的回答道 水源 绝对是最重要的 首先要找到水源 然后才能确定 庇护所的位置 庇护所的位置 必须要靠近水源 这样可以方便取水 毕竟它的目标 我不仅仅是生存两三天 或者一周 而是要至少生存一个月 而且有了水源之后 烹煮食物也会更加的便利 毕竟也不能一直吃烧烤 嗯嗯 你说的对 我现在都已经感觉到 嗓子有点干了 热巴点了点头 岛上的气候 确实要更加的闷热一点 才上到几分钟的时间 就感觉喉咙已经有些干涩 如果一天喝不到水的话 估计真的坚持不住 而且一旦脱水的话 在这种荒岛上 可是非常危险的 那我们先上岛看看吧 陆宇说了一声之后 拿着砍刀走在了前面 因为荒野之中 到处都是毒蛇毒虫 而且这些小可爱 都是极其隐蔽的 万一要是被热巴 给踩到反咬一口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自己的话 身体至少被强化过 而且 以前也有一些荒野求生的经验 还有我去 这个陆宇看上去 是个没用的小白脸 没想到懂得还不少啊 我寻思着 这他妈不是常识吗 常识 是我孤陋寡闻了 虽然这确实是常识 但是有时候 在那种情况之下 很容易会失去正确的判断 不得不说 陆宇很冷静 我倒是觉得这个陆宇不错 至少没有一上来就舔明星 这点不错 是啊 你们没有去看 第二十二号直播间 一个退役拳王 正在疯狂的舔天使宝贝 有这事 我去瞅瞅 此时 所有的选手 已经全部登岛 刚开始的时候 看着优美的环境 蔚蓝的大海 翠绿的岛屿 似乎每个人都感觉到非常的兴奋 可是慢慢的 孤独感开始让他们感觉到 这个岛 好像没有刚开始那么漂亮了 不过 为了巨额的奖金 以及流量 他们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岛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正值中午 烈日当空 海岛上的气候 非常的闷热 尤其是进入茂密的丛林中之后 人身体中的水分 会蒸发的更快 此时的热巴 看上去嘴唇已经有些发白 而且 速度明显有点跟不上路语了 不过 或许跟他要强的性格有关 即便确实很累 不过 他并没有跟前面的陆宇说 他不想 给陆宇拖后腿 虽然热巴并没有说 但是陆宇自然也能感受得到 长时间在茂密的丛林中穿梭 体能和身体中的水分 消耗得会很快 就连他自己都感觉到喉咙中有些干涩 更何况是一个女孩子 随后转过头 看着满头大汗 嘴唇有些发白的热巴说道 累了吧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去找一些可以解渴的东西过来 说完之后 找出了一小块落脚的空地 出发的陆宇热巴赶紧开口说道 这茂密的荒岛之上 抬头望不见阳光 就算是大白天 心里也感觉到发毛 幸亏有陆宇陪着 不然他一个人的话 真不敢走 不会的 别担心 我马上回来 看着神色有些恍惚的热巴 陆宇笑着点了点头 女生都是比较胆小的 有些虽然看上去外表要强 但内心毕竟没那么强大 陆宇自然明白 说了一声之后 随后钻进了茂密的丛林之中 他确实没有走太远 因为如此茂密的丛林 很容易迷失方向 就算是经验丰富的求生者 这种地方也很容易迷失 更何况 自己的荒野求生经验虽然有 但不多 几分钟之后 热巴能够听到 哐哐哐的敲砍声 这种声音 也让他心里安定了一些 又是几分钟之后 陆宇扛着一些东西走了过来 这是什么啊 看着像树干和极刺一样的东西 热巴好奇地问道 难道这些树干 也可以吃吗 这是一些芭蕉树 和棕榈芯 里面所含的水分比较多 在荒野中如果找不到淡水的话 很多求生者 都会倚靠这些东西补充水分 放心吃吧 没事的 陆宇一边解释 一边用砍刀 将棕榈芯削好了地给热巴 还有一些芭蕉树 这就是棕榈芯啊 热巴拿起来尝了尝 没什么特殊的味道 有一点点色味 不过并不是很严重 里面的水分确实很足 嘎嘣脆 吃起来还不错 毕竟现在的它 确实有些饥渴 以前他也吃过 棕榈芯不过都是切成马蹄状的凉拌沙拉 那直接拿起来一根根地吃 还确实没吃过 哇 还有芭蕉芯 也富含水分 这个味道虽然一般 但也能够补充不少的水分 稍微吃一些 恢复一下体能 然后我们继续出发吧 把一根包的晶莹剔透的芭蕉芯 递给热巴之后 陆宇也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这些东西 对于求生者来说 也是能够救命的宝贝 好 好奇怪的味道啊 热巴咬了一口之后 感觉非常的奇怪 说不好吃吧 它又不苦不酸不臭 说好吃吧 也不香不甜 感觉就是 完全没有任何的味道 像是吃 没有煮熟的东西一样 而且还有一股 比较浓郁的芭蕉味道 说实话 确实有点不太好吃 而且 丝拉得跟那啥一样 有点奇怪 不过 有一点可以确定 那就是芭蕉芯里面的水分 确实很足 少吃几口 稍微补充一下 水分就行了 这种东西 吃多了的话 也不太好 陆宇吃了几口之后 便把剩余的给打包了起来 这种东西 应急的时候 解解可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吃得太多的话 确实不太好 啊 吃多了会中毒吗 热巴有些好奇地问道 中毒倒是不会 但是容易窜息 陆宇摇了摇头 随后一脸认真地回答道 听到窜息两个字 热巴一个机灵 赶紧扔掉了手中的芭蕉芯 说实话 这也是他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这荒郊野外的 根本就没什么厕所 就连手指也没有 如果窜息的话 还是相当麻烦的 噗哈哈 热巴刚才的表情 真是绝了 可爱中带点可怜 芭蕉芯在我们这里 一般都是喂猪的 我们这里也是 一般都是猪变蜜的时候 催变的 居然在和猪抢时 可怜热巴三分钟 卧槽 你们特么的别说了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热巴和陆宇 好像没有买手指 我很好奇 他们上完厕所之后 如何解决 石头树叶皆可使用 嗨嗨 有没有可能 护田 楼上你他们好恶心啊 嗨嗨 明远不说暗话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包揽这项重任 操 直播间真尼码人才被戳 而此时第三直播间 观看人数高达了150万 而且 整体的节奏 也还算是比较正常 虽然有人觉得 热巴和陆宇组队 陆宇可能捡了便宜 不过大部分人觉得 陆宇还是不错的 至少看得出来 他的心态不错 而且也有一些 荒野求生的经验 况且人也长得比较帅气 而此时 在鲨鱼平台总部 除了100个直播间之外 鲨鱼平台 还开启了一个点评直播间 邀请了四位 比较知名的人士 对这一次的节目 进行点评 歌后那鹰 影后张子怡 当红小鲜肉路哈 还有就是重量级的贝爷 贝尔格里尔斯 选他们几个 成为点评导师 其实也是争议非多 至于贝尔格里尔斯 几乎没什么争议 毕竟 他是真正的荒野求生专家 有足够的资格 坐在导师点评席上 至于那鹰 张子怡 还有流量小鲜肉路哈 这三位 在大部分人的眼中 确实没有资格 坐在点评席的位置上 如果是唱歌 或者是演戏的真人秀节目 或许他们 还有些许的资格 但毕竟这是荒野求生 性质 是完全不同的 不过对于节目组来说 或许他们有自己的打算吧 毕竟反向流量 也是流量不是吗 反正只要有利益 反正只要能赚到钱 他们喜欢说喜欢骂 就让他们骂去吧 骂得越起劲 他们赚钱 也赚得越多 而此时 在点评直播间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四个导师 也差不多观看完了 所有直播间选手的表现 贝爷 刚才看过了 所有选手的表现 你觉得谁的表现 更加突出 更有机会 取得这次节目的 最终优胜呢 张子怡看着贝尔格里尔斯 开口问道 毕竟贝尔格里尔斯 确实是这方面的专家 这一点 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他们 节目组 只是让他们 来带动流量的 表现的话 大家看上去 似乎都差不多 不过 第八组黄维他们 登岛的位置非常不错 很快就找到了水源 而且还有一片淡水湖 所以他们的运气非常好 当然 还有第十八组 周阿姨他俩 第五十六组等 贝尔格里尔斯 也是用了别角的中文 分析了起来 因为玄月岛 非常非常的大 在岛上 也有不少的淡水湖泊 所以 有好几组选手 刚刚登岛 就找到了淡水资源 也有一些登岛的地方 有一些山鸡 和土拨鼠之类的小可爱 这些东西 对于一个求生者来说 那可都是白花花的蛋白质啊 那你的意思是说 黄磊老师 周阿姨他们 更有可能获得最终的优胜吗 张子怡继续问道 当然不是 他们只是运气比较好 所降落的地方 资源比较富饶而已 如果没有坚定的毅力的话 就算是最富饶的资源 也无法让他们生存下去 在荒野中 击败求生者的 除了食物之外 更重要的是 不适应和孤独 贝尔格里尔斯摇了摇头 继续解释道 其实对于不适应 和孤独这些因素 他的感受 并不是很贴切 毕竟自己所有的求生节目 每一次都有摄影师在的 德爷在这方面 才更有话语权 其实在私下里 他们也有过一些交流 哦 张子怡 那音和陆哈 都是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随后 开始继续切换直播间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陆宇和热巴 他们已经上岛 整整两个小时了 哗啦啦 就在这时候 陆宇依稀听到了 哗啦啦的流水声 我好像听到流水的声音了 就在我们附近 听到水声之后 陆宇胆紧驻足 随后对着热巴说了一声 那我们赶紧过去吧 咕噜 我已经渴得 有点受不了了 听到流水之后 热巴也是双眼冒光 使劲地咽了咽口水 嗓子干燥的感觉 都要爆炸一样 我们慢慢过去吧 一定要小心地方周围 我们找了这么长时间 才找到这么一处淡水资源 那就说明这一处淡水资源 可能养活了很多的动物 所以务必要小心谨慎 陆宇也是非常警惕地说道 在这种海岛之上 淡水资源并不好找 而动物们想要生存 那么就必须依靠淡水资源 也就是说 这一处淡水源 可能养活了很多的动物 而且越是潮湿靠水的位置 毒蛇毒虫越多 哦 对对 我好像记得视频中 有个求生者 和你说过同样的话 热巴也是连连点头 此时看着陆宇 感觉自己的这个队友 好像很强的样子 随后陆宇走在前面 手里拿着一根木棍 不断地敲打着四周的杂草 如果这些杂草 堆中隐藏着毒蛇毒虫的话 这样的动静 也可以把他们吓跑 毕竟万一被毒蛇毒虫咬中的话 就算是不死 估计也没办法 继续参加节目了 对于其他人来说 淘汰可能并没有什么 但陆宇知道自己所背负的是什么 这一次的荒野求生 他至少也要坚持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只有拿到了 一百万的奖金 才能给小姨治病 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目标 如果能够坚持更长时间的话 那自然是最好的 很快两人就长到了一条小溪 水流并不是很大 四周杂草丛生 水 真的是水 好清澈呀 咕噜 看到清澈的流动水之后 热巴也是喉咙使劲地蠕动了一下 此时 他感觉自己的嗓子 就像是冒火一样 现在好像终于能畅饮一番了 这种情况之下 能够美美地喝上几口山泉水 绝对比任何事情都满足 这水虽然清澈 但不能直接饮用 这一条小溪 不知道养活了多少的动物 所以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细菌 必须要等烧开之后 才能饮用 看着不断如动喉咙的热巴 陆宇开口说道 这些水看上去虽然非常的清澈 而且是流动水源 不过这一条小溪不知道 养活了多少的动物 里面肯定会有细菌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荒野求生者是绝对不会轻易饮用这样的水的 只有烧开之后 才足够安全 啊 那好吧 我赶紧去找一些干柴过来 我们生火烧水 热巴先是愣了愣 随后赶紧去找干柴了 因为 它实在是渴得受不了了 陆宇自然也很渴 感觉嗓子都要冒烟一样 不过在这种地方 错一步都可能会面临被淘汰的结果 所以 必须要慎之又慎 热巴去找柴火的时候 陆宇也打了一锅水 在这种地方找一些干柴 还是比较简单的 两人很快就升起了火 然后开始烧水 陆宇 你真是太明智了 买了个打火机 如果没有打火机的话 水放在眼前也喝不了 那实在是太煎熬了 热巴也是由衷的 佩服陆宇的明智之举 虽然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常见 而且是常识 但有些人还是会忽略 因为没什么经验的选手 他们把大部分的注意力 都放在食物上面 有时候可能 就会忘记生活的问题 那可不 好了 水已经烧开了 稍微晾凉一下就可以喝了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水源 那么接下来 就是寻找搭建庇护所的位置 必须要找一处比较平坦 而且能够阳光直射的地方 因为我们可能要在这个岛上 生存很长的一段时间 陆宇非常认真的说道 庇护所的选址 非常的重要 不仅要接近水源 还要足够宽敞和平坦 更重要的是 采光问题也要考虑一下 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食物的问题 如果庇护所的周围 没有没有食物的话 那么也是不能选择的 结合这么多的因素 想要找到一个 合适的庇护所位置 说实话并不容易 当然 如果只是想 坚持一两天的话 倒是可以随便搭建一个庇护所 应付两天 嗯 好 我觉得跟着你的话 说不定我们能够坚持到最后 我尽量不拖后腿 热巴也是立刻点了点头 随后满脸兴奋地说道 他感觉自己这一次找对了队友 陆宇不仅拥有着 丰富的荒野求生经验 而且他的心 似乎比同龄人要成熟得多 好了 先喝点水 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再出发吧 如果今天找不到的话 我们明天继续 反正只要有水的话 坚持个两三天 也没什么问题 看着满脸兴奋的热巴 陆宇觉得 热巴好像和自己之前想的不一样 他并不仅仅是想露露脸 帮自己增加一点人气 而是真的想尽力地坚持更久的时间 为了他心里也很开心 如果热巴只是为了露露脸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连三天都坚持不了 到时候他退出的话 说不定会连累自己 这也是他之前最担心的问题 而此时的第三直播间 在线观看人数已经达到了200万 在所有的直播间中 排名第四 排名第一的是吴京和李晨的第二直播间 排名第二的是黄雷和王兴的八号直播间 排名第三的 居然是小杨哥和大杨哥的第十五直播间 不得不说 小杨哥和大杨哥的人气 真的是非常不错 居然能够力压那么多的当红明星 看样子 他们抖音七八千万的粉丝 并不全是僵尸粉 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陆宇真的有点东西 确实啊 感觉有一些荒野求生的经验 这不都是常识吗 什么经验啊 楼上说的没错 换我上我也行 真尼玛就一群柠檬精 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强 吹牛皮谁不会 我赌一包辣条 他们两个绝对坚持不了三天 说不定明天一早就会退出 我觉得陆宇和热巴 一定能坚持到最后 别白日做梦啊 去看看其他直播间的选手 这家大部分都找到了食物 他们两个还在瞎溜达 就是就是 我最看好黄老师 黄老师确实厉害 而且运气也足够好 一开局就找到了淡水和食物 而且他那片区域食物很充沛 此时的直播间越来越火热 而此时在第十六直播间 是邓潮和一个叫做李云熙的素人选手 他们两个的运气并不怎么好 足足三个小时了 也没有找到淡水 而邓潮用五十块钱购买的求生工具 足够隐蔽 是装在一个蛇皮袋子里面的 潮哥 我好渴啊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水 李云熙是一个女生 此时在岛上晒了三个小时 现在也是满头大汗 嘴唇发白 隐约间有些脱水的情况 我们再找找吧 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 就只能拿出我的秘密武器了 邓潮也是同样嘴唇发白 说实话 他也没想到 这个真人秀节目这么真实 现在这嗓子都快冒烟了 看来自己一天都坚持不了 只希望自己接下来的操作 能给自己引来一波热搜 到时候也不算亏 潮哥 坚持不了就退出吧 老年人不适合这个节目 就是就是 赶紧退出吧 我们不怪你 我很好奇 潮哥牛皮袋子里面装的 到底是什么秘密武器 好奇加一 赶紧给我展示一下 你们说 里面会不会全是泡面 有这种可能性 这种事倒是很符合潮哥的风格 是他们的直播间 人数也达到了160万 不得不说 邓潮的人气还是非常不错的 其实大部分人都比较关注 邓潮蛇臂袋子里面装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毕竟其他的选手 都已经展示过了自己的求生工具 虽然有些比较奇葩 比如买了一箱泡面点 还有挂面 又或者直接扛了一袋子米的 反正就是五花八门 呼呼 不行了 不行了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我们再休息一下吧 又走了十几分钟之后 邓潮实在是走不动了 毕竟 他也确实算是上了年纪 而且 平日里参加真人秀节目 没怎么考好的锻炼过 身体素质也不怎么行了 家人们 大家一定很好奇 这一次我和芸汐 选的求生物品吧 好吧 那我就给大家稍微的展示一下吧 邓潮对着直播镜头说道 因为他知道 如果现在不展示的话 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观众也是无比的好奇 邓潮打开了蛇皮带 里面居然是 一袋子金针菇 一旁的李芸汐满脸的尴尬 因为原来他都不知道 潮哥到这里 到底是怎么想的 其他的选手 大部分都是买了锅和刀具 还有直接买泡面 或者是其他食物的 只有潮哥思路轻奇 角度刁钻 买了49块钱的金针菇 还有一块钱的蛇皮带 卧槽 尼玛 竟然是半袋子金针菇 你特么搁着卡巴克呢 我日 潮哥真是很人大地啊 准备用半袋子金针菇 坚持一个月吗 想想都令人头皮发麻 果然不愧是潮哥 脑回路真尼玛轻奇 期待潮哥用金针菇卡巴克 看到邓潮的求生物资之后 直播间也是瞬间沸腾了起来 弹幕一波接着一波 人数也是瞬间狂飙了20万 这个画面 大部分网友进行截评 当然 也有一些是邓潮手下的专业人员 然后制作成短视频的方式 短短的时间之内 疯狂传播 没办法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信息的传播速度 就是这么快 很快 邓潮拿金针菇卡巴克的事情 也是迅速地登上了微博头条 同时也上了这个短视频平台的热搜辞条 而这 都在邓潮的意料之中 现在就算是他立刻被淘汰掉 这一波也是稳赚不亏 毕竟节目组请 他们这些明星 本来就是付过很高的片酬 而且这个节目组的热度 完全可以帮助他们多挣一些人气 再加上自己刚才的一波操作 说不定可能会上个热搜什么的 这一波自己确实很赚 其实他们这些明星 大部分可都没想过那些奖金 生存一个月只有一百万 一百万对于一些困难的家庭来说 那确实是个天文数字 但是对于他们这些天价明星来说 有时候可能就是几顿饭的钱 而且习惯了优渥生活的他们 在这种荒岛上面 根本就不可能生存一个月 至于那三亿大奖 虽然他们也很垂涎 不过他们的心中也清楚 那是很难得到的 和那些为了生活参加节目的选手比起来 他们毫无优势 不管是从毅力或者准备方面 都是无法相比的 当然 这么说也有点以偏概全 有这种想法的 自然是大部分的明星 但也许也有一部分明星 想要证明一下自己 坚持更长的时间吧 而只是在第二直播间 陆宇和热巴顺着河流走了半个多小时之后 终于是找到了一处比较平坦的地方 而且比较开阔 我也没有太多的大型灌木 太阳光能够照射进来 这样的地方比较适合做庇护所 这个地方看上去非常的不错 要不今天我们就在这里 先搭建临时庇护所吧 等明天了 我们去周围看看 这边的食物资源如何 如果食物资源比较充足的话 这个地方可以作为我们长期的营地 陆宇对着热巴说道 嗯 你决定就好了 我相信你 热巴笑了笑 对着陆宇说道 他本身就没什么荒野求生的经验 所以这一次 大多数事情都要依仗陆宇 所以他对陆宇 可以说是有着绝对的信心 好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先这样决定吧 你去周围拾一些干柴过来 尽可能的多一些 因为我们不仅要用柴火来烧水做饭 晚上的时候一堆火 也可以保障我们的安全 陆宇立刻分配两人的工作 现在应该已经到了正午时分 岛上天黑的时间 大概在八点左右 所以他们 现在还有八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准备 搭建一个简易的庇护所 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三四个小时应该就可以完成了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时间 就可以去寻找食物 虽然食物的重要性 没有水源和庇护所那么重要 但没有食物想要生存下去的话 那也是吃人说梦 好嘞 柴火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还有什么要做的事情 你一定要告诉我 千万不要跟我客气 我力气可是很大的 或许是之前补充的水分的原因 此时的热巴也是干净满满 很耐干的那种 嗯 好 鹿鱼也是笑了笑 随后走进了茂密的灌木丛 热巴并没有去太远的地方 因为走得太远的话 如此茂密的丛林中很容易迷路 到时候没有鹿鱼在身旁 情况可就非常危险了 两人也是卖力地干着自己的工作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一个小时的时间 鹿鱼砍了不少的树枝和树干回来 不过想要搭建庇护所 这些木材显然是不够的 来回跑了好几趟之后 继续出发 呼 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鹿鱼长长地松了口气 虽然他的身体素质很不错 比起同龄人 绝对要强得多 而且之前还使用了身体强化剂 强化过自己的身体了 但是 扛着上百斤中的木材 在茂密的丛林中行走 还是让他花费了很多的力气 要是这地方有竹子就好了 鹿鱼自言自语地感叹道 对于荒野求生者来说 竹子可就是荒野中的五金殿 不管是搭建庇护所 制作一些器皿 竹子都是很好的材料 而且竹子比那些树木要轻得多 扛起来也不会那么费力 而只是直播间的观众 显然也一点点地开始改变 对鹿鱼的看法了 卧槽 这个鹿鱼有点东西啊 不仅有荒野求生的经验 而且 这力量和体能也是一等一的吧 这一点不得不承认 刚才扛的那些木材 怎么说 也有一百斤左右吧 他居然来回扛了四次了 说的没错 要是平坎的路上 或许很多人能够做到 但是那种茂密的灌木丛中 可是寸步难行啊 这哥们身体素质是真地强啊 在这个连吃饭都要点外卖的社会 这样的身体素质 确实算是同龄人中顶尖的存在了 有东西 但不多 狗头保密 楼上是傻逼吧 斗尼玛的机灵 是不是上了一辈子互联网 就学会了这么一句话 就是就是 有本事你去试试 我很看好这个鹿鱼 小哥哥不仅长得好看 而且这体能也是一等一的 肯定很能干 爱了爱了 楼上小姐姐 这个干 他正经吗 直播间的风向 也是开始一点点的转变 刚开始的时候 第三直播间的大多数观众 都不太看好鹿鱼 因为在他们的眼中 鹿鱼只是一个小白脸而已 可没想到 他的身体素质 居然这么强 而且这几个小时 他所展现出来的沉着冷静 也完全比同龄人要成熟得多 而此时在李海第一人民医院 沈月拿着手机 目不转睛地盯着直播间 看着满头大汗 有些气喘吁吁的鹿鱼 满脸心疼 小鱼 他紧紧地攥着拳头 心在滴血 他多么想帮助小鱼 可是 他却无能为力 心疼 愧疚 各种交织在一起的情绪 让他的眼泪 在眼眶中打转 小鱼啊 这个上电视的是 你家鹿鱼吧 隔壁床的一个中年大妈 也是有些惊讶地 看着沈月问道 她是前几天才搬进来的 刚好第一天搬进来的时候 见过鹿鱼两次 当时刚住进来 不太熟悉 所以没怎么大声话 这几天的相处下来 同一个病房的自然也关系还不错 嗯 是的周姐 我是他小姨 沈月也是赶紧平复了 一下自己的心情 转过头 温柔地笑着说道 真是个帅小伙呀 而且身体素质 比现在那些没用的年轻人强多了 他有没有女朋友啊 我女儿的年纪 好像和他差不多一样大 要不介绍他们认识认识 我挺喜欢这孩子的 周姐看着屏幕中的鹿鱼 脸上露出了姨妈笑 啊 好啊 沈月 只能尴尬地点了点头 鹿鱼又找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此时大概是下午两点钟左右 从林中的温度 还是很高的 在这种条件之下 身体中的水分 很容易被蒸发掉 造成脱水的现象 还好他的身体早就被强化过 否则的话 现在再早就干不动了 不过 搭建庇护所框架的材料 差不多已经全部找齐了 他之所以浪费体力继续寻找 主要还是想找一些竹子 如果有竹子的话 他们之后的生存 会更简单一点 因为竹子的作用 可不仅仅是能帮他们搭建庇护所 皇天不负有心人 寻找了这么长的时间 终于让鹿宇找到了一片竹林 竹林并不是很大 但是就他们两个人的话 所需要的竹子完全够用 他好了 这一片竹林 简直就是大自然的馈赠 有了这些竹子的话 以后的生存会更简单一点 看着眼前的一小片竹林 鹿宇的脸上 终于是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片刻的高兴之后 拿出自己的小砍刀 开始砍伐起来 仅仅是十几分钟的时间 就已经砍了一大捆竹子 这些竹子并不是很粗 最粗的也就和他的手腕差不多 所以一大捆竹子 对于鹿宇来说 扛起来也不是特别的吃力 四十多分钟之后 鹿宇终于是原路返回 虽然经过几年的打工 让他的身体素质 本就超过了大部分的同龄人 加上被身体强化剂强化过 同龄人中 估计体质能够超过他的 没有几人 不过即便如此 来回的几次负重奔波 也让鹿宇满头大汗 回到庇护所位置的时候 热巴已经捡到了很多的干柴 同时升起了火 而且还烧了一些开水 看到鹿宇回来之后 眼中顿时露出了欣喜的声色 你回来了 我的天 你怎么扛着这么多的竹子 你 是超人吗 先是一喜 随后就是惊讶 鹿宇的身体 看上去并不算强壮 甚至有些单薄 没想到他 居然能够一次性 扛这么多竹子回来 虽然他对这些竹子的重量 没什么概念 但大概的姑娘 至少超过了一百斤吧 荒岛上的鹿有多难走 他刚才已经亲身体会过了 鹿宇居然 能够扛着超过一百斤的竹子 在丛林中穿梭 这好像和他略显单薄的身躯 非常违和 哎哟 累死我了 这来来回回的四五次 确实累得够强 鹿宇也是放 乐扛着的竹子 随后揉了揉自己的肩膀 虽然身体被强化过 但也经不起这么折腾 不过必须要在今天晚上之前 搭建起庇护所 所以他也没有别的选择 辛苦你了 鹿宇 热扛显得有些内疚 这些事情 自己真的帮不上忙 随后赶紧端来了 自己晾凉的开水 递到了鹿宇的面前 说道 赶紧喝点水 补充一下水分吧 或许他能做的 就只有这么多了吧 好 谢谢 鹿宇接过铁锅之后 也是如饥渴的老牛一般 痛扭了起来 温开水进入身体的感觉 实在是太棒了 看着大汗淋漓的鹿宇 此时的热扛 突然感觉鹿宇长得好帅 没有娘泡小鲜肉的那种阴柔 棱角分明 五官俊逸 看着眼前的鹿宇 让他突然有一种 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呼 好爽 把锅里的温开水 一饮而尽之后 鹿宇也是酣畅地喊了一声 随后看着热扛说道 你也辛苦了 捡了这么多的柴火 确实 就这一点 可能很多的女明星 都比不上热扛 我不辛苦 接下来要干什么 你尽管给我说就好了 虽然我会的不是很多 但我有的是利己 热扛摇了摇头 随后嗅了嗅自己的丰满的胸肌 说道 啊 好吧 稍微休息一下之后 我们就准备搭建庇护所 看了看热扛丰满的胸肌 鹿宇也是一脸的无奈 这哪里是肌肉啊 说的就是一副骨架了 有时候他真不明白 为什么大多数女明星都要减肥 有些更是瘦的 只剩一副骨架 这样真的好看吗 反正他是不太喜欢 女人嘛 有点肉肉的感觉最好 哇 我突然感觉 热扛和鹿宇好甜啊 是啊 这个直播间看上去很和谐 让人很舒服 我对鹿宇有点改观了 刚开始以为这是一个小白脸 没想到力量居然这么大 这对超高颜值组合 粉了粉了 城市猎人 打赏超跑星号一 磨人的小妖精 打赏超火星号三 而此时直播间 也已经回归正轨 而且打赏的人也开始变多 根据节目组的规定 打赏的金额 在选手退出比赛之后 将会分成三七份 节目组和直播平台拿三份 选手分七份 这样的做法 确实很人性化了 直播间发生的事情 鹿宇和热巴自然是看不到的 因为他们两个人 已经开始搭建庇护所 鹿宇准备搭建一个A型庇护所 因为这种庇护所比较简单 而且稳定性比较高 这种庇护所 也是在荒野求生中 比较常见的 首先就是清理地面的杂草 选出一个正方形 到时候 在四个角落打四个洞 然后就是将支撑主体 固定在坑里面 然后再在支撑主体的末端 用四根竹子固定 接下来 就是人自行的屋顶 这一步花费的材料比较多 而且 花费的时间也比较多 毕竟要在房顶工作 比较危险 所以要谨慎一点 这样搭建出来的房子 从正前方看的话 就像是一个大写的A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足足四个多小时的时间 在两人的合力配合之下 才将框架给搭了出来 呼呼呼 好累 好热啊 不是说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 这才干了这么一会 我就累得不行了 四个小时的连续干活 也让热巴满头大汗 捏着自己的领口 使劲地往里面扇风 感觉身上都黏乎乎的 确实非常的不舒服 听到热巴的声音之后 此时还站在房顶的陆宇 向下看了一眼 一眼望去 入眼都是两半白花花的东西 大好风光一览无余 尤其是上面 沾着些许的汗水 更多了几分晶莹剔透的感觉 这让陆宇整个人愣了愣 嗨嗨 那个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指其他的事情 收回了自己的目光之后 陆宇干咳两声 说道 刚才那一片白花花的世界 差点就让他有些沦陷了 热巴本来颜值就很高 刚才虽然不说特别的丰满 但也绝对是有料的 听到陆宇的话之后 热巴突然一愣 显然他也听出了 陆宇的言外之意 毕竟在娱乐圈 也摸爬滚打了好几年 心思自然不可能那么单纯 原本就有些飞红的脸 顿时感觉火辣辣的 没想到 看上去一本正经的陆宇 居然也会开玩笑 不过热巴并没有生气 会开玩笑 说明以后 他们在岛上的生活 不会太无聊寂寞 如果一直都是相敬如宾的话 想要生存一个月 甚至更久的时间 那会很难 卧槽 刚才陆宇是不是开车了 我也觉得是啊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怎么总感觉有点瑟瑟的 好男还不可以瑟瑟哦 我寻思着 这虎狼之词 不是热巴说的吗 好气啊 好想代替陆宇 别想了 兄弟 你有陆宇强吗 那 那都没有 而此时在点评直播间 画面也切换到了 陆宇和热巴的第三直播间 我去 这第三直播间的速度够快啊 这么快就搭好了庇护所 陆哈有些惊讶地说道 从上岛到现在 也仅仅只有六七个小时而已 没想到第三直播间 已经搭建好了庇护所 这效率 确实比 刚才他们看过的几个直播间 要快得多 当然 主要原因是 大多数的选手 一开始都在寻找食物 所以 庇护所的事情 好像并没有怎么着急 哼 没什么好奇怪的 别人都在寻找食物和水员 他们一开始就搭建庇护所 再说了 就算把庇护所搭建好了 没有食物和水 他们也生存不下去 我说的对吧 贝依耶 那阴轻哼一声 随后满脸不屑地说道 不知为何 看到别人过得这么好之后 他的心里总是有些不舒服 尤其是那个热巴 凭着自己的几分姿色 最近在娱乐圈可是火得很 这也让他更为不爽 虽然热巴火不火 这和他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也不会对他造成任何的损失 但是更年期老女人的这种不爽 就是那么无理取貌 不 我的判断 恰恰和你相反 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 就发现陆宇他们 已经找到了淡水资源 在找到淡水资源的情况下 几个小时 就能搭建出这种程度的庇护所 不得不说 他们两个的实力很强 贝爷摇了摇头 一点面子都没给他应 因为刚才他发现第三直播间的锅里面 是有淡水的 这就说明 他们已经找到了淡水资源 而且 那个庇护所的框架 搭得相当的不错 普通人的话 一天能够搭成这个样子 已经算是不错了 这就足以证明了 第三直播间 陆宇和热巴的实力 嗯 贝爷说得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一旁的陆哈 一脸坚定地点了点头 虽然他一直都被人 冠以娘炮的称呼 但是他的内心 却是比较男子汉的 心里是这么想的 他也就这么说出来了 虽然第三直播间的陆宇 尝得很帅 但是他并不会因此而嫉妒 就算他们 已经找到了水资源 可是没有食物的话 他们又能坚持多久呢 我倒是认为 他们应该像其他选手一样 赶紧寻找食物 那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一旁的张子仪开口了 显然 他和那鹰一样 也是不太看好第三直播间 至于为什么 没有理由 就是不喜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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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你完全说错了 对于一个荒野求生者来说 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 坚持三天 完全是没问题的 而且 他们已经找到了淡水资源 就算是三五天不吃东西 也完全扛得住 倒是庇护所 荒野中格外的重要 一个庇护所在晚上的时候 可以让选手更有安全感 如果遇到大型动物的话 这将是他们唯一的依靠 所以我觉得 他们两个的顺序完全没错 我对他们很有信心 贝爷再次摇了摇头 脸上挂着一抹笑容说道 他觉得 陆宇和热巴的选择 非常的正确 水和庇护所的重要性 都是超过了食物的 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的话 他们可能一天都很难坚持过去 但是 只要找到水源 搭建好庇护所 就算三天找不到食物 也不会被淘汰掉 而且 搭建好庇护所之后 安全系数和舒适度 也会大大提升 听到贝爷的话之后 那鹰和张子怡 没有继续开口 不过看他们的脸色就知道 很不爽 而此时点评直播间 也是弹幕如潮 妈的 节目组是不是脑子进食了 怎么请了这两个恶心人的臭老娘们 就是 我们娱乐圈没人了吗 看见他们 就让人没什么好感 尤其是那鹰 又不是唱歌演戏的真人秀 他们坐在这里 来干嘛呀 是啊 哈哈 我也这么认为 嘉一 我是农民 所以我不喜欢那鹰 喜欢刀狼 贝爷的点评 还是非常中肯的 看样子 第三直播间确实不错 鹿哈鹿转粉 这小子 也是真性情 那可不 敢在自己事业最巅峰的时候 宣布练情 娱乐圈几个人能做到 说的也是 这一点 我确实很佩服他 那鹰和张子怡 也会时不时地偏眼弹幕 不过 看到那些弹幕之后 颜色就变得更差了 不过 或许他们早就已经适应了吧 面对这些差评 直接选择了无视 而此时 鹿羽和热巴 简单地休息了一下 他们的庇护所 也进入了最后一步 那就是接下来的墙体 以及屋顶的问题 墙体的话 在四根竹子的中间 各自再固定一根竹子 然后 将竹子一分为二 切成长短一致的竹片 到时候 就可以来回编织 这非常的轻松 把所有的竹子 都一分为二之后 这项工作 自然交给了热巴 而鹿羽 则是继续进入了丛林 他需要去找一些 芭蕉叶和棕榈叶 编织屋顶 芭蕉叶和棕榈叶的 防水效果都比较好 用这些东西 来做屋顶的话 短时间之内 是不会漏水的 这个岛上 有不少的芭蕉树 和棕榈树 所以 找芭蕉叶和棕榈叶 还是非常简单的 仅仅半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编织很简单 虽然手法很简单 没什么技术含量 但是却很花费时间 足足一个小时的时间 鹿羽才将 所有的棕榈叶编织完成 接下来的一步 就是叠层均匀的 铺在屋顶 这一来二去的 几个小时的时间 又过去了 此时也已经差不多 到了下午五点左右 墙体和屋顶 都已经弄得差不多了 简易的庇护所 算是基本完成 在一天之内 能够找到水源 搭建好庇护所 这对于一个求生者来说 已经算是极大的成功了 哇 我们的房子好漂亮呀 鹿羽 我有点怀疑 你以前是不是搞建筑的 这才几个小时 居然就搭建出来了 如此漂亮的庇护所 看着眼前已经完全成型 而且差不多建筑完毕的庇护所 热巴很惊讶 也很欣喜 原本以为上岛的第一天 可能要露宿荒野 想要搭建庇护所 绝对没那么简单 毕竟之前他看的那些 求生视频 很多的荒野求生大佬 第一天也很少有人 能搭建出庇护所 可是没想到他们 而且看上去这么漂亮 这让他感叹 鹿羽能力的同时 也更加坚定 他们能够长期生活下去的信念 有这么厉害的伙伴 坚持一个月 绝对没什么问题 算是吧 为了生活 确实在建筑上 干过一段时间 鹿羽点了点头 这几年 为了给小姨治病 她确实干过很多的工作 其中包括 去工地上搬砖 当然 自己之所以能够搭建出 如此漂亮的庇护所 还是因为系统之前的奖励 建筑手艺LVE 虽然只有一级 但是在搭建这种 简单庇护所的时候 她的脑海中早 就有了清晰的思路 这也是为什么 她能搭得这么快的原因 看着眼前脸上 挂着淡淡笑容的鹿羽 热巴突然有一种冲动 那就是她想更多地了解鹿羽 了解她的过去 她到底吃了多少苦 才能拥有这么多的生活经验 从最开始的砍价 到现在搭建出 如此漂亮的庇护所 好了 庇护所已经搭建的 差不多了 肚子也饿了吧 陆宇看着热巴 开口问道 两人已经忙碌了 十几个小时的时间了 而且今天走了不少的路 自己也感觉 鸡肠碌碌了 是时候去周围探索一番 看看能不能找到食物 虽然一天不吃东西 问题不大 但肚子饿起来 也的确很难受 不 我还不饿 热巴赶紧摇了摇头 不过她的肚子 好像没那么配合 咕噜噜 开始叫唤了起来 我都听到肚子抗议的声音了 还说不 好了 我们去找点吃的吧 听到热巴肚子 传出咕噜噜的叫声之后 陆宇笑着说道 而热巴则是一脸的尴尬 满脸飞红 肯定是饿的 毕竟一整天没吃东西了 她只是想让陆宇 再休息一会而已 毕竟从上岛开始 陆宇一直都在做体力活 她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 希望这边的食物资源 能够稍微地多一些 到时候就可以在这里长期生活了 陆宇看了看四周 心中祈祷道 虽然搭建一个简易的庇护所 对她来说并不难 但是想要找到 这么一处合适的位置 却并不简单 所以如果周围食物 资源比较充足的话 这里就是以后的营地了 陆宇 要不你休息一下吧 从上岛开始 你就一直没有闲着 而且干了那么多的体力活 怕你身体吃不消 热巴也是有些关心地说道 毕竟陆宇是自己的队友 如果把她给累着了的话 自己一个人可是生存不了的 放心吧 我没那么娇怪 我以前的工作 可比之苦多了 我这个人没什么优点 就是特别耐感 陆宇笑了笑 开玩笑地说道 当然 她说的也是实话 虽然今天确实比较辛苦 而且也干了一些重活 但是 想起去年去在工地的那段时间 今天还算是比较好的了 啊 那好吧 热巴总 觉这个甘字 有点不太正经 不过看到陆宇的笑容之后 她却并没有怀疑 陆宇是在开车 毕竟如此帅气 而且如此正经的帅哥 怎么可能会随时随地地开车呢 这荒郊野外 野草杂生 开车的话容易出事故 随后两人拿上了所有的家当 钻进了茂密的丛林之中 他们的家当也并不多 只有一把刀 一个锅 两包盐而已 也不会成为累赘 就这样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转眼之间 四十多分钟的时间就过去了 途中 陆宇也采摘了不少的野菜 这些野菜大多数都可以吃 虽然补充不了蛋白质 但可以补充一些维生素 这里有动物活动的迹象 看样子 这里有食物 看着眼前灌木丛中的 那一个圆形的通道 陆宇知道 那是一些小型动物 经常路过踩踏出来的 热巴则是一脸乖巧的跟在身后 又走了几步 陆宇就看到了一些动物的粪便 你看 这些圆滚滚的 长得像身腿瞪眼丸一样的 应该是野兔的粪便 还有这边 这些好像是野鸡的粪便 不过野兔的粪便 好像更新鲜一点 说明他们在最近这段时间 经过过这里 野鸡的粪便已经干了 应该最近没有来过 陆宇指着地上的一些粪便 开始分析了起来 作为一个拥有一些 荒野求生经验的求生者来说 对于这些小动物的粪便 还是有清晰判断的 它好了 这么说的话 我们有肉肉吃了 热巴也是一脸的开心 现在肚子确实很饿 如果能够抓到一只野兔 或者是抓到一只野鸡的话 可以美美地饱餐一顿 好好地补充一下蛋白质 不过并不容易 我先设置几个狩猎陷阱吧 陆宇也不浪费时间 开始设置绳索陷阱 这些小型动物 完全可以用绳索陷阱来捕捉 至于绳子的话 就只能用一些纤维高韧性大的树皮 来编制一下 这些树皮编制出来的绳子 韧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一般野鸡和野兔被套住之后 基本上是挣脱不了的 你还会布置陷阱啊 热巴惊讶地问道 当然 这很简单 陆宇一边干活 一边点了点头 以前荒野求生的时候 这种绳索陷阱经常会用到 通常都会捕捉一些山鼠 或者野兔之类的小动物 今天正好可以用得上 而且系统奖励了狩猎技巧LV1之后 他发现自己 不管是编织绳索 或者是布置陷阱 速度都快了很多 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 陆宇总共布置了四个绳索陷阱 绳索的末端 绑在附近的小灌木上面 然后设置好触发机关就行了 只要这些动物踩中触发机关 到时候 小灌木就会直接把他们掉到半空 就算是野兔 只要被套中的话 也不可能咬断绳索逃脱 你 你真是个人才 陆宇 我发现 我能跟你组队 简直是我的荣幸 看着陆宇半个小时 就布置了四个陷阱 而且还包括 用树皮凝绳子的步骤 刚才陆宇所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一气呵成 中间没有任何的停歇 看得出来 这些动作他非常的娴熟 知道就好 别说出来 我会脸红呢 陆宇也是开玩笑地说道 经过一天的相处 他对热巴也有很不错的好感 慢慢的 也就熟络了起来 而且 以后还要一起生活很长一段时间 如果自己总是一本正经的 那气氛也太沉闷了 这陆宇 也太自恋了吧 夸他胖 还真喘上了 就是就是 最看不惯这种自以为是的家伙了 楼上的两位 你们是脑瘫吧 难道热巴说的不是事实吗 陆宇不强吗 就是就是 刚才陆宇的手速 连单身二十年的 我都无法忘记相悖 这家伙真的很厉害 一看就是荒野求生的老手 热巴能和他组队 确实是热巴的荣幸 这有错吗 难怪连贝爷都看好他们两个 陆宇这荒野求生的技术 确实一流 弄个简单的 不能再简单的绳索陷阱 就技术一流了 真是井底之蛙 你骂 键盘侠真你马牛逼 那当然了 人家键盘侠 本来就是键盘在手 天下我有 虽然陷阱已经布置好了 但是想要抓到猎物 今天显然是做不到了 他要是今天 只能找一些其他的食物冲冲击 或许明天的时候会有所收获 随后 陆宇带着热巴又去转悠了十几分钟 挖到了一些芋头 看样子 今天晚上就只能吃些野菜和芋头冲击了 对于陆宇来说 晚餐有野菜和芋头 已经算是不错了 毕竟这可是荒野求生 餐厅和五星级饭店是不一样的 嗯嗯 我最喜欢吃芋头了 天快黑了 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 热巴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很喜欢吃芋头 当然 陆宇知道这肯定是骗人的 忙活了一天都没有进食 肯定希望吃到一些肉 补充一下蛋白质 嗯 先回去吧 明天我编制一些捕鱼龙 一定可以吃到鱼肉 随后两人赶紧回到了自己的庇护所 在荒岛上 如果天黑之后 很容易会迷失方向 到时候 想要找到庇护所 可没那么容易 而且这种荒郊野外 说不定会有一些大型野兽 不少的野兽捕猎的时间 是在晚上的 所以没有庇护所的话 很危险 这也是入狱 把庇护所放在第二位的主要原因 回到庇护所之后 夜幕开始降临 热巴小姐 这些芋头和野菜 你就帮忙煮一下 我给咱们弄一张竹床 晚上如果睡在地上的话 会很潮湿 而且 可能会有毒虫什么的 回到庇护所之后 陆宇开始安排工作 不过以后 慢慢就好了 而且他觉得自己和热巴现在的进度 应该比大部分的选手要好 因为他们的运气还不错 几个小时就找到了水源 找到了庇护所的搭建地 嗯 煮饭的事情 以后就交给我吧 热巴也是连忙点头 还有 你以后就叫我热巴吧 叫热巴小姐 我总感觉听着不太适应 好的 热巴小姐 啊 随后两人开始继续忙碌 在昏黄的火光之下 两人忙碌的身影 看上去相当的和谐 很快 陆宇制作完了一张简易的离地床 虽然样子看上去不是特别好看 但至少能让他们睡觉的时候 离开地面 不至于太潮湿 且蚊虫也会比较少一点 热巴也煮熟了 芋头和野菜 没有其他的调料 放点盐就挺好吃的 尤其是对于一整天没进食 鸡肠鹿鹿的他们来说 鹿鱼 赶紧吃东西吧 今天你辛苦了一天了 补充一下营养 热巴也是赶紧把煮好的芋头和野菜 先递给了鹿鱼 因为今天一天时间 鹿鱼消耗了太多的体能 如果自己的队友 换成其他人的话 或许今天晚上 就要露宿荒野了 好 你也吃 接过芋头和野菜之后 两人也是 开心地吃了起来 只要有盐 食物的味道就不会太差 所以 买两包盐上来 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不过两包盐 应该也坚持不了太长的时间 等一切稳定下来之后 提炼一些海盐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篝火旁 两人坐在芭蕉叶上 品尝着美味的芋头 昏黄的火光 照在两人的脸上上 这一幕 看上去格外的融洽 哇 这一幕看上去好和谐 好幸福啊 两个人 一间房 没有手机网络 没有城市的喧嚣 这是我最向往的生活 看到我特么 都想去荒野求生了 有美女组队吗 我感觉陆雨和热巴 肯定能够坚持到最后 加一 加二 这不比法王花花直播间 和谐多了 刚从那边过来 那个女选手都要气哭了 卧槽 还有这种事情吗 那我要赶紧去看看了 也是迅速开始转战 第十一直播间 此时第十一直播间 情况并不是很好 经过一天的努力 两人也只是简单地 搭建了一个锥形庇护所 就是用三根木棍 简单围成一个三角形 然后上面挂上几片树叶 就算是完成了 这也花费了两人 好长一段时间 毕竟法王花花 从小就娇生惯养 生活在富贵家庭 本身就不擅长这种事情 而她的搭档 则是一位女性选手王小英 虽然在参加荒野求生之前 她也学习过不少的资料 但是到了这地方才知道 纸上得来钟觉晓 纸纸上谈兵跟现实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过两日的运气还不错 送上倒几分钟 就找到了淡水源 至于食物 什么都没有找到 就连野菜两人都不认识 花花 我好饿 王小英柳眉紧醋 对着一旁的法王花花说道 一天没吃饭了 而且搭建庇护所所有的事情 几乎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 所以现在又累又饿 然而 他们两个人上等十美的求生工具 只有一瓶护肤霜 还有一瓶防熊喷雾 连基本的刀和锅都没有 你饿 我特么还饿呢 法王花花心里念叨了一句 不过现在是现场直播 直播间可能有上百万的观众 这样的话 她自然是不能说的 毕竟她也是个公众人物 以后还要靠那些脑残粉赚钱呢 小鹰 我也和你一样 现在饿得不行 我们再坚持一下吧 明天应该能找到一些食物 实在不行 明天早上我就去钓鱼 要不这样 我给你唱首歌吧 精神上的享受 往往能够减轻一些肉体上的饥饿感 法王花花也是紧紧地咬着牙说道 如果这不是实时直播的话 她早就破口大骂了 自己从小就无止不沾羊春水 还想要自己给她找食物 想得美 那 那行吧 王小鹰也只能点了点头 现在天已经黑了 如果现在去找食物的话 显然是很危险的 而且很有可能会迷路 只能等明天了 至于精神上的享受 能够减轻饥饿感 这种事情 她根本就不相信 我给你唱一首 我新创作的癌吧 这首歌 我还没有在任何场合唱过 你今天可算是赚到了 毕竟 想要买我一张演唱会的门票 至少也要千八百的 法王花花极其自信地说道 没办法 有脑瘫粉 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王小鹰也是开始认真的聆听 毕竟法王花花 也是新生代的音乐鬼才 能够如此近距离地 听到她的歌声 倒也不须此行 开始啦 法王花花开始沉醉式地表演 整首歌 没有任何一句歌词 通篇都是阴柔的鬼叫声 王小鹰原本脸上 还挂着几分期待 当听到那如同 厉鬼索命般的声音之后 整个人吓得一愣 后背顿时发凉 冷汗从额头直冒 总感觉音乐响起的那一瞬间 自己的身体周围 围绕着无数的孤魂野鬼 原本在这个荒岛上 就足够吓人了 歌声一起 感觉恶鬼就在自己身边 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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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唱了 我 我怕 王小鹰赶紧制止了 此事探全身颤抖 恐怖的目光不断地飘着周围 总感觉有什么东西 开始已经挠自己了 这他妈 再多唱一分钟 自己都得吓死在这里 我日尼玛 劳子吓得一机灵 草 这尼玛是歌 这尼玛聊斋背景音乐 都不敢这么配 大晚上的 这是要吓死个人 我特么听到后背冷汗直吗 你们快看 王小鹰吓得脸都白了 开始冒冷汗了 这尼玛法王 果然名不虚传 估计人老爷来了 都得磕两个头 再走 音书见了 直呼内行 音乐鬼才 这尼玛是鬼吧 溜了溜了 再这样下去 我要被吓死 原本140多万的 在线观看人数 仅仅是几句恩恩啊呀 就直接跑了50多万人 此时直播间 也仅仅剩下90多万人 还在仔细地聆听 这天类之音 法王不愧是法王啊 一开口 就让人起背发凉 我现在感觉 我身边都凉嗖嗖的 我们家花花唱歌 这么好听 你们到底会不会欣赏 9494 花花的歌声 不是你们能够欣赏的 赶紧滚吧 虽然大多数人都觉得 法王花花刚才唱的这首歌 好吧 勉强称之为歌 确实让人后背发凉 毛骨悚然 但是之前 她也唱过不少 比较好听的歌曲 比如炮杖里的尘埃等等 虽然和以前的那些歌神 没法相提并论 但是这首歌也确实挺好听的 而且传唱度也不错 这时候来 风格为何会变成做法类型 这就只能问她自己了 花花哥 我们要不还是退出吧 我总感觉 周围阴森森的 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王小英此时下的脸色惨白 随后对着法王花花说道 没唱歌之前 一切很好 虽然荒岛上 心里难免会害怕 可不至于像现在一样 感觉无数双眼睛 就这样盯着他们 无数只手 正在朝他们缓缓地靠近 这种感觉 好像时刻 都让她处于崩溃的边缘 你 你别乱说好不好 我 我怎么感受不到 法王花花 听到王小英的话之后 脸色也是瞬间一变 说实话 她可从来没有在荒岛上待过 虽然眼前有一个伙伴 但一个女生有什么用 如果真的遇上一些鸭飘 那到时候 不就直接完犊子了吗 真的 我真的感觉到了 好像有什么东西 正朝我们靠近 不行 我一定要退出 人的心理作用 有时候真的会吓死人的 王小英此时完全处于崩溃的边缘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她绝对会被吓死的 虽然拿不到奖励 让她感觉到很遗憾 但是总比吓死在这孤岛上要好吧 好好好 赶紧打求生电话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法王花花 看着脸色惨白 满脸恐惧的王小英 此刻也是慌了神 本身她就是一个胆子不太大的人 刚才被王小英这么一说 浑身也是瞬间起了鸡皮疙瘩 她也感觉 这边突然变得阴森森的 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就在附近 好像无数双眼睛盯着他们看一眼 随后两人拨通了卫星求救电话 在联系工作人员的时候 声音都带着哭腔 这叫工作人员 脸的鄙视 要知道这个机会 多少人都得不到 没想到他们 居然连一天都没有坚持下去 就选择放弃 王小英的话 倒是还好 毕竟只是一介女流 那只小一点也没什么 法王花花就有点过分了 好歹也是个大男人 吓得声音都带着哭腔 有点过分 嗡隆隆 伴随着快艇的轰鸣声 两人也随之彻底淘汰 而此时在第三组这边 陆宇和热巴已经吃完了芋头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然后两人坐在篝火旁边 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其实在这片偌大的孤岛之上 害怕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热巴此时的心里也很害怕 很忐忑 不过看着面前的陆宇之后 心里就踏实了很多 总感觉 只要陆宇在身边的话 就有足够的安全感 明明陆宇好像比自己 还要小个两三岁 咕咕咕咕 夜晚的荒岛 似乎变成了动物的天堂 各种奇奇怪怪的声音 不绝于耳 这些声音 也让热巴有些发出 不过陆宇感觉还好 因为以前 他就一个人荒野求生过 这样的声音也习惯 再说了 自己连穷都不怕 还会怕什么 嗡隆隆 耳畔响起发动机的轰鸣声 陆宇 我好像听到快艇的声音了 怎么回事 这么晚了 怎么还有快艇 热巴有些惊讶地问道 或许是因为有人坚持不了 退出了吧 陆宇也是猜测地说道 其实坚持不了一天 这没什么好丢人的 有些人没有荒野求生的经验 寻找水源 当前庇护所 都比较考验求生者的专业技能 如果连基础的生存条件 都满足不了的话 那不提前退出 确实是最明智的选择 他觉得退出很正常 有些人是求生的经验不行 有些人则是运气不好 反正 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 退出不应该被贬低 只是每个人的选择而已 这还没坚持 一天就退出了吗 热巴也很惊讶 随后也是点了点头 似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不过也对 如果我的队友不是你的话 兴许我现在也会退出 过自己的队友 和自己一样小白的话 那么说不定 自己也会选择退出 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坚持 是没有意义的 退出很正常 最开始的这几天 退出的人会很多 不过 只要坚持过一周之后 基本上求生会进入正轨 到时候退出的人 也会慢慢减少 陆宇继续说道 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确实 非常难适应荒岛的生活 在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情况下 他们就会失去希望 放弃坚持 但只要坚持过一周之后 心性就会有所改变 而且也不想半途而废 很多人都会选择咬牙坚持 当然 能够坚持一周的人 自然也是一些 心性比较坚定的人 嗯嗯 就这样 两人闲聊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此时的热巴 已经开始打哈欠了 毕竟今天早上 本来就起得早 而且一整天都在赶路 干活 此时已经是疲累交加 困了吧 你先进去睡觉吧 看着打哈欠的热巴 陆宇说道 虽然自己现在 也感觉有些困 但是这第一天晚上 还是有一个人守夜比较好 毕竟陆宇不清楚 这个荒岛上 有没有什么野兽 如果两个人同时睡着的话 晚上还是比较危险的 先观察几个晚上 如果没什么危险 到时候再做打算 那你呢 要不 我们一起 记记吧 热巴有些脸红的说道 虽然这孤男寡女 共处一室 确实有点不妥 而且 她还是一个非常注重 名誉的女演员 但眼下这种情况 荒野求生 她这人 不可能让陆宇一个人 待在外面 而且这个庇护所 基本上都是陆宇一个人 搭建起来的 那样的话 自己太自私 而且也睡不安稳 前半夜你先睡吧 这前几天晚上 最好还是 有人守夜比较好 赶紧去睡吧 陆宇笑了笑 对着热巴说道 如果换作是其他人 热巴要求一起 挤挤的话 那肯定是巴不得的事情 可陆宇知道 自己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她必须要尽可能地保证 他们不会被淘汰掉 这 要不还是我来守前半夜吧 你今天那么辛苦 热巴显然还是觉得有点 对不起陆宇 因为今天自己干的活 本来就没有陆宇多 她累了一天了 应该让她早点休息才对 虽然自己是女生 但是他们应该得到公平的待遇才对 没事 我还不累 你赶紧睡吧 好好休息一下 陆宇笑着说了一声 随后 走到柴火旁边 开始往火堆上天柴火 傍晚的时候 一堆火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让人心理上感觉到安全感 同时也可以驱赶一些毒蛇 毒虫 甚至一些大型动物 看到火之后 也不敢靠近 这也是自己带打火机的原因 那 那好吧 如果半夜我还没有醒来的话 你一定要把我叫醒 看到陆宇如此的执着 热巴也不再坚持 说实话 今天累了一天了 现在确实很快 两个眼皮子都开始打架了 而此时直播间 陆宇的做法 也是获得了一致好评 不得不说 陆宇这小子真男人 我之前有点太低估他了 说的没错 我也路转粉了 劳动了一天晚上 还要主动守夜 是个爷们 这要是换作物啊 估计早就累趴下了 谁不是呢 唉 说起来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现在的身体素质 实在是太差了 没被节目组抽中 也算运气好 对比隔壁的那些小鲜肉 陆宇真男人啊 强至少1086倍啊 突然感觉热巴好幸运 直播间好评如潮 而此时点评直播间 贝爷和陆哈 也是觉得陆续真男人 至于那鹰和张子怡 脸色却很不好看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半夜 火苗在不断地篡动 陆宇盯着火苗 似乎在思考什么 小姨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我很快就会回来了 她现在最担心的 并不是荒野求生 自己坚持不了 而是她怕小姨 没有自己的照顾 她自己照顾不了自己 看着天上的一轮弯月 希望月光可以继续自己的思念 时间流逝 鸟叫声也逐渐变得稀疏 到最后 只剩下寂静到让人孤独的夜 添了一些柴火 给自己烧了一锅开水之后 陆宇走进庇护所看了看热巴 此时她睡得很踏实 估计是今天一天累着了吧 这小妞 还真是心大 荒郊野外第一天 居然能睡得这么踏实 好吧 今天晚上 你就好好地睡一觉吧 看着熟睡的热巴 陆宇也没有叫醒她 在以前打工的时候 熬夜对于自己来说是常态 现在身体被强化剂强化过之后 熬夜更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咕咕咕 鸡鸡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撕破了黑夜的帷幕 鸡鸡喳喳的鸟叫声 似乎也在试图唤醒沉睡的求生者 天亮了 今天 是个好天气 通过树叶 看着那些稀疏的亮光 陆宇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 海岛上天气多变 但是今天是个好天气 一定可以找到食物 补充一下蛋白质 哈呀 哎呀 我睡过头了 就在这时候 庇护所中声音传来 打了个哈欠之后 热巴猛地坐了起来 此时看着稀疏的亮光 他知道自己睡过头了 然后赶紧起身跑了出去 看着陆宇 瞬间心中无比的内疚 陆宇 对不起 我睡得太死了 睡过头了 随后满脸愧疚地说道 原本他只是想稍微地瞇一下眼 没想到这一觉 直接睡到天亮了 我们是队友是搭档 说什么对不起 我还不太困 看着满脸愧疚的热巴 陆宇笑着说道 他并没有责怪热巴 毕竟昨天累了一天 对于一个女生来说 确实有点吃不消 真的对不起 你赶紧去休息一下吧 热巴红着脸 说道 不过看着陆宇脸上的笑容 除了愧疚之外 更多的是感动 同时心中也庆幸自己 遇到了一个好队友 有这么好的队友 如果自己坚持不到最后的话 那也太对不起陆宇了 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一定要 热巴也是心中下了决心 只要陆宇不选择主动退出 那自己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那我去眯一眼 有什么事情 就赶紧叫我 陆宇说了一声 之后就走进了庇护所 无聊了一整夜 现在确实感觉有些疲惫 稍微地休息一会儿 应该能恢复过来 嗯嗯 热巴赶紧点头 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的鸟叫声 越来越密集 此时天已经大亮 清晨的第一缕 阳光透过密集的树叶 让人感觉到了一丝丝温暖和希望 树叶末端的露水 闪烁着如钻石般静音的光芒 舒服 打了个哈欠之后 陆宇也睡醒了 虽然只是睡了一个多小时 但他感觉整个人神采奕奕 你怎么这么快就醒了 你可以多睡一会的 看着陆宇走出了庇护所 热巴赶紧说道 昨晚自己睡了好几个小时 陆宇才睡了一个多小时而已 这让他再次感觉到很愧疚 不过看陆宇的神色 好像非常的不错 干劲满满 这似乎才是一个蓬勃少年 该有的精气神 我已经睡醒了 好了 我们去洗漱一下 然后去查看一下 昨天布置的陷阱吧 希望今天能有收获 伸了个懒腰之后 陆宇笑着说道 热巴也赶紧点了点头 烧了一些温水 简单地洗了八脸 至于刷牙的问题 其实也很好解决 在荒野中求生者 一般都会用木炭清洁牙齿 因为木炭具有极强的吸附性 可以把口腔和牙齿中的杂物 吸附出来 这也是无数荒野求生者 实践地出来的真理 什么 你是说 这黑乎乎的木炭能刷牙吗 看着陆宇用石头磨碎的漆黑木炭 热巴显然是有点不敢尝试 这东西刷牙 牙齿估计会直接变成黑色吧 当然可以 很多荒野求生者 在荒野中 都是用木炭来清洁口腔和牙齿的 效果还是不错的 试试看 陆宇一边说着 一边亲身示范 将磨碎的木炭放在牙齿上 然后用食指来回的搓就可以了 效果和舒适度 自然是比不上牙膏和牙刷的 但是可以让嘴里 稍微的舒服一点 来回搓几下之后 然后再用温水涮几下就行了 哦 那我试试 热巴也是不再纠结 开始尝试 虽然味道很差 而且感觉磨的牙齦 有点不太舒服 但是刷过之后 确实嘴巴里舒服了一点 好了 收拾东西 我们去查看陷阱 今天能不能吃到肉 就看那些陷阱给不给力了 半个多小时之后 两人顺着昨天所留下的足迹 已经来到了布置陷阱的地方 陆宇你快看 陷阱好像触发了 太好了 说不定我们今天能吃到肉了 脸上顿时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嗯 过去看看 两人赶紧走了过去 陷阱确实已经触发了 而且陷阱上挂着一只野鸡 第一个陷阱就有收获 实在是太棒了 看样子 今天我们能好好地补充一下蛋白质了 看着被倒挂在半空中的野鸡 陆宇也是非常的高兴 以前他在荒岛求生的时候 也布置过同样的陷阱 但是这种陷阱成功的几率 其实并不大 一般来说 能有个20%的成功率 就非常不错了 哇 这野鸡看上去长得好漂亮呀 好可爱 热巴目光直勾勾倒挂在半空中的野鸡 说道 听到这句话之后 陆宇的表情微微一愣 挑了挑眉头 按照大多数女生的尿性 一般说完某种动物可爱之后 接下来的一句话必然是 鸡昆这么可爱 我们怎么可以吃鸡昆 只不过 热巴接下来的一句话 就差点把陆宇雷翻在地 这么可爱的野鸡 烤着吃一定很美味 呃 卧槽 原来是狼人 是我格局小了 陆宇也是赶紧附和道 对对对 煮着吃也一定很好吃 而此时直播间的观众 也有点绷不住了 卧槽 我特么以为 热巴要说野鸡这么可爱 我们怎么可以吃野鸡 加一 加二 我特么也以为 热巴要这么说 我感觉陆宇刚才也和我们 有同样的想法 那一瞬间 他的脸色都变了 我也看到了 把陆宇给吓得 太搞笑了 楼上那可是绿茶言论 吃货热巴 怎么会说那样的话 幸亏没那么说 不然直接路转黑 最他妈看不惯的 就是那种 这也不能吃 那也不能吃的绿茶表了 主要是那些狗东西 吃得比谁都还 求生第二天就能够抓到野鸡 陆宇和热巴的运气 也太好了吧 运气是一部分 主要是人家有实力 同意 陆宇看起来 确实有不错的荒野求生经验 爱笑的小撒笔 打赏鲨鱼玩信号666 一大清早 第三直播间的 在线观看人数 就突破了280万 不过 就算是有这么多的人 却只能排在 所有直播间第五的位置 走我们再去看看 其他的几个陷阱 就算是接下来三个陷阱 没什么收获 今天也不会挨饿了 这比起三天饿酒顿的 得业来说 已经强很多了 嗯 好 热巴在身后拎着野鸡 也是满面春光 一想到 一会儿就可以吃到烤鸡 心情就好得不得了 十几分钟之后 四个陷阱 已经全部检查完毕 四个陷阱全部出发 抓到了两只野鸡 一直是看上去像 鸩蠢的小东西 管它是什么呢 荒野求生去投皆可食 只要是肉 陆宇肯定来者不拒 另一个陷阱 虽然也触发了 但是并没有抓到猎物 不过这已经 让两人相当的开心了 把陷阱恢复到 原来的模样之后 两人开始返回庇护所 你真是太棒了 陆宇 简简单单的弄了四个陷阱 今天就抓到了三只猎物 嘻嘻 你是我的偶像 热巴拎着三只猎物 一路上蹦蹦跳跳的 偶像 呕吐的对象吗 陆宇开玩笑地说道 当然不是 是崇拜的对象 我刚才盘算了一下 这只野鸡我们就烤着吃 今天早餐 我们吃烤鸡吧 热巴赶紧摇了摇头 随后拎着个头 比较大的一只鸡说道 烤鸡 吧 说坤不说吧 文明你我他 陆宇有些无语 不知道热巴 是真的不知道 说坤不说吧 文明你我他这句话 还是故意说坤又说吧的 在回去的途中 陆宇又找了一些野生香料 在荒野中 只要你有足够的 知识储备量 那么很多东西 陆宇要不你再去补一教吧 烤鸡的事情就交给我 我烤的鸡可好吃了 回到庇护所之后 热巴也是主动包揽了 烤鸡的任务 这些活他小时候 也是做过的 只不过成为明星 名气大造之后 就不需要再做这样的事情 倒是烤鸡 还是很容易的 好 那烤鸡的事情 就交给你了 不过 我现在可没时间休息 我再去找一些东西 把我们的庇护所 稍微的围一下吧 这样晚上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守夜了 说实话 一个晚上不睡觉 确实有点累 如果找一些东西 把庇护所围一圈的话 就安全多了 晚上也能睡得踏实一点 嗯 那好吧 热巴点头 随后陆宇拿着柴刀 再一次钻进了茂密的丛林之中 而且是在第二直播间 吴京和李晨 也是干得热火朝天 昨天两人不仅找到了水源 还搭建起了检疫庇护所 虽然并没有陆宇 和热巴他们弄得好 但是遮风效果还不错 至于能不能挡雨 就不清楚了 吴京也是趁机 制作了一把检疫的工 以前在特种部队的时候 他也接触过这种玩意 所以比较熟悉 而且他的技术 还算不错 此时 两人躲在茂密的丛林后面 四只眼睛直勾勾地 看着一只肥美的土拨鼠 吴京更是紧紧地平住了呼吸 弓也差不多拉满了 眼神相当地紧张 因为 如果自己这一件射不中的话 今天早上 可能就没早餐吃了 所以 务必要追求一击必中 So 离弦之剑射出的瞬间 携带着轻微的破空声 瞬间穿透了土拨鼠的身体 吱吱吱 土拨鼠顿时因为疼痛 发出了惨叫 不过和视频中的 二叫声并不一样 中了 吴京顿时满脸兴奋 这一次 自己之所以能够射中土拨鼠 除了一部分技术成分之外 运气也非常的不错 毕竟自己自制的 这种简易的弓箭 准头实在太差了 卧槽 金哥威武霸气 金哥牛皮 李晨顿时伸出了大拇指 也是丝毫不吝啬 自己的夸奖支持 金哥就是金哥 一个字 牛皮 这破弓箭居然也能射中土拨鼠 还真你妈有一点厉害啊 麻雀啄了牛屁股 却食牛逼 金哥的操作 真是小刀拉屁眼 让我开了眼 有一说一 金哥是真的可以 我觉得他有能力坚持到最后 我觉得 如果没有李黑牛那个拖油瓶的话 金哥胜算最大 确实 李晨完全就是缺秀肌肉的 没有一点点荒野求生的经验 而且还特么贼能装 这只土拨鼠 真是够肥的 今天我们可以饱餐一顿了 无尽一把拎起了土拨鼠 脸上也是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今天的运气 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错 自己之所以能够射到这一只土拨鼠 主要还是有很大的运气成分 因为 自己制作的简易弓箭 准头不够 命中的几率 实在是太低了 金哥 你是真的牛逼啊 看样子能够和你组队 真是太幸运了 李晨也是疯狂地拍着马屁 原本刚上岛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 只要有力气和肌肉 就一定能够生存下去 但是当真的到了荒岛之后 才知道没那么简单 有时候没有荒野求生经验 肌肉和力气 根本就没卵用 更重要的是 健身房里面锻炼出来的这些健子肉 真正干活的时候 派不上太大的用场 搭建庇护所的时候 仅仅是干了一会儿 就气喘吁吁了 吴京笑了笑 经过昨天一天的搭档 他也知道了李晨的实力 这家伙虽然看上去长得挺结实的 但实际上虚得很 干个十几分钟的活的话 还算可以 耐力太差了 干一会儿就要休息半天 看样子 我们应该是生活最好的一组了 一天一天的时间 食物 火 庇护所 和水源求生 四要素都找到了 不知道热巴他们一组怎么样了 那个叫做陆宇的年轻人 之前那么嘚瑟 估计到现在连庇护所都没搭起来吧 李晨得意洋洋地说道 似乎完全忘记了 昨天搭建庇护所 基本上都是吴京一个人完成的 诚哥 我们还是不要看你别人 说实话 我觉得那个陆宇挺厉害的 说不定 他们比我们生活得更好 且我之前就说过 荒野求生运气也很重要 说不定他们的运气比我们好很多 吴京有点不太喜欢 李晨这种自以为是的性格 而且 他对陆宇的感觉还不错 不像那些喜欢鳄鱼奉承的人 性格比较直爽 跟自己挺像的 你就不要给他们戴高帽子了 热巴本来就没有任何的荒野生存能力 至于那个陆宇 看上去就只是一个小白脸而已 能不能拿起三十斤的东西 还不好说呢 哈哈 李晨继续说道 话里话外 都是非常不喜欢陆宇 吴京也不想多说 我们先回去 处理一下土拨数 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完成 说完之后 就走在了前面 李晨也是紧随其后 而此时第二直播间也相当的热闹 观看人数已经达到了四百多万 是目前为止 在线观看人数最多的直播间 那个李晨什么东西 也太自以为是了吧 我一直都不喜欢 这个喜欢装逼的家伙 人家陆宇比你强一万倍 就是就是 人家的庇护所比你那漂亮 不知道多少倍 而且 人家的猎物也比你要多多了 插刀教的副教主 果然厉害 活在自己的世界 和陆宇比 你算个勾吧 对这家伙 我瞬间路转黑 要不是金鸽仔 这家伙能生存一天 我他妈直接直播吃屎 直播间的大多数观众 也是瞬间对李晨 没有了任何好感 这家伙 实在是太自以为是了 从昨天上岛之后 表现一直很平凡 还是寻找水源搭建庇护所 还是今天早上的兽敛 他基本上 都是在充当一个闲鱼的角色 现在居然还有脸面 去评价人家陆宇 因为第二直播间 也有很多看过陆宇和热巴 他们直播间的 所以也自然知道 陆宇的荒野求生能力有多强 如此一对比的话 李晨连个荒野菜鸡都算不上 妥妥的一个脱油瓶 而此时在另一边 22号直播间 这一组的选手 是周姐和呆妹 也不知道是节目组的特殊观照 还是他们抽签时的运气 居然让他们两个抽到了一起 不过周姐和呆妹 运气非常的不错 可以说 简直就是欧皇附体 因为他们刚刚上岛的时候 就找到了一处沿洞 这简直就是天然的庇护所 而且在沿洞不远的距离 两人就找到了水源 一片淡水湖 里面还有不少的鱼 怎么样二哥 三妹我买的小小鱼钩派上用场了吧 我就说了 我俩联手 一定能够生存到最后的 呆妹看着钓上来的五六条鱼 也是得意地说道 有了这一片湖和这些鱼 他们几乎不会为食物发愁 坚持一个月 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说不定能够坚持更长的时间 不错不错 主要还是我们两个欧皇附体 运气太好了 天然的庇护所 资源也这么丰富 周杰也是笑得合不拢嘴 如此顺利的开局 确实是他们没有想到的 运气这东西太重要了 我饿了 我们先去烤鱼吃吧 呆妹看着那些钓上来的鱼 也是双眼发直 毕竟昨天没吃多少东西 现在已经肚子咕咕直叫了 好吧 去吃烤鱼了 毕竟周杰和呆妹 都算是颜值主播了 日常直播的时候 他们的粉丝数量就不少 我严重怀疑 周杰和呆妹 在开始之前吃了狗屎 不然运气怎么这么好 周杰 呆妹 我特么真是谢谢你了 狗屎 首先 我他妈没有招惹你们吧 是我干嘛 我总感觉 节目组给周杰和呆妹开了后门 什么 周杰和呆妹的后门 被节目组开了 操 楼上银财 顶级理解 扑哈哈 周杰 你特么才被开了后门 你全家都被开了后门 而此时 正在盐洞里面准备烤鱼的周杰和呆妹 不知为何 突然菊花一几 总感觉 后面冷嗖嗖的 十几分钟之后 烤鱼就烤好了 外黑李家 充分地展示了周杰的厨艺 不过对于昨天 一天没吃什么东西的两人来说 也吃得津津有味 此时 第十六直播间的邓潮和王小英 昨天晚上 吃的就是金针菇 今天早上拉出来的 还是金针菇 早餐 同样吃的是水煮金针菇 看着早餐金针菇的时候 昨晚吃的金针菇 差点吐出来了 看着就 哦 王小英本来就是一个弱女子 根本就没什么荒野求生的经验 至于邓潮 这家伙的性格比较懒散 参加一些普通的综艺 当一个搞笑咖还可以 让他在这种荒郊野外 参加真人秀 对他来说 确实太为难了 潮哥 要不我们还是退出吧 虽然节目组设定的奖金 确实很吸引人 但是这金针菇 我实在吃不下去了 今天早上 我拉出来的全都是金针菇 王小英一脸委屈地说道 虽然上班确实很辛苦 但是经过 昨天和昨天晚上 一整天的荒野求生 让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了 荒野求生的难度 这是他上岛之前 完全没有想过的 刚开始那种 被节目组抽中的兴奋和幸运感 也已经荡然无存 现在 他只想赶紧离开这里 去给自己泡上一包泡面 加上一根香肠两个蛋 美美地吸上一口 想想都让人咽口水 好吧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退出吧 虽然只坚持了一天 但是有幸体验一下 这种感觉也不错 其实人生有很多事 不需要太在乎结果 我们要学会享受体验感和过程 邓潮自然是没有意见 从他拿着50块钱的经费 全部买了金针菇的时候 他就知道自己 不可能坚持下去的 这一点 他还是心知肚明的 不过这样的方式 挣一波片酬 蹭一波荒野求生节目组的热度 也不错 邓潮真 尼马笑死我 拿着一袋子金针菇卡BOG 最终把自己成功送走 王小英好可怜呀 尤其是他说吃进去的 也是金针菇的时候 我他妈直接笑喷了 我刚才还在吃金针菇 哦 之前我一直希望自己被抽中 现在看来 没有荒野求生的经验 想要在荒岛生存下去太难了 邓潮真尼马浪费名额 要是选中我 我至少能坚持30年 就是这么自信 就是这么帅 楼上哥们 别光喝酒啊 吃点头包 邓潮和王小英 打通卫星求救电话之后 200万的观众 涌入了其他直播间 而第15直播间的 大洋哥和小洋哥 也和邓潮他们是 差不多同时退出的 在这里吃苦受累 哪有直播间 卖卖后来的香 仅仅是第二天 就已经有不少人 坚持不了选择了退出 其中有些人 是上岛的时候 就有了退出的打算 而这些人 基本上都是为了露露脸 蹭一波热度 当然 也有一些 是环境实在是太过于艰苦 找了一整天 都没有找到水源 更没有找到食物 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 也只能无奈地选择退出 为了节目组 设置的奖金确实很丰厚 但是 主持人何久说得很对 命比奖金重要 仅仅是一天的时间 就已经有15组选手 选择了放弃求生 热巴和陆宇这边 半个小时的时间 陆宇已经砍了不少的竹子 应该差不多可以 把庇护所为一下了 陆宇 烤鸡烤熟了 赶紧休息一下 过来尝尝我的手艺 这时候热巴的烤鸡 也烤熟了 虽然表面有一些焦黑 至少看上去 比周姐和呆妹他们 烤得有食欲 外面也是滋滋冒油 好嘞 还真有点饿了 陆宇点了点头 昨天晚上 只是吃了一些芋头而已 现在确实感觉有点饿 自己干的都是体力活 所以消耗也比较快 诺 这个大鸡腿给你 你辛苦了 陆宇 思思 好烫好烫 热巴硬生生扯下了一只大鸡腿 递给了陆宇 自己则是吃起了翅膀 小心点 给 这个鸡腿是你的 你一半我一半感情 才不会散 陆宇也是扯下了另一只鸡腿 递给了热巴 队友之间自然要相互扶持 分享 而且短时间的相处 让他觉得热巴确实非常的不错 至少自己的 辛苦他能看在眼里 这一点 比那些全师要强太多了 滋滋冒油的烤鸡腿 撒上一点盐 对于荒野求生者 来说就是极品美食了 尤其是那种热量 和大量的蛋白质 进入身体之后 啊 舒服 太好吃了 两人都是一脸满足 一只烤鸡 也是短短十几分钟之内 就被彻底的消灭殆尽 两人还是意犹未尽的 做了做自己的指头 美味啊 我日 大清早的给我看这一幕 你俩礼貌吗 手里的干馒头 突然就变得不香了 感觉他俩好幸福的感觉 是啊 太和谐了 热巴 陆宇要加油哦 这他妈野鸡腿 不比李黑牛的土蜑鼠香 直播间的观众 也是越来越多 此时已经达到了370万 而补充了大量蛋白质之后 陆宇开始弄篱笆墙 热巴也是帮忙打下手 先在庇护所周围挖一圈间距 20公分的坑 然后把砍好的竹子栽进 最后就是用藤条来回的 在竹子中反复穿梭固定 在这种茂密的丛林之中 藤条几乎是随处可见的 最后就是找一些有极次的树枝 然后点植在墙上就可以了 这样也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至少 今晚应该能睡一个好觉 虽说 这活没什么太大难度 但是对于没有铲子的他们来说 还是比较耗时的 全部弄好之后 也已经到了中午 热巴也做了野菜芋头炖野鸡 不得不说 热巴的手艺还不错 或许是饿了的缘故 吃完午餐之后 那人也是看上去神采奕奕 肌肉中富含着大量的蛋白质 而芋头中富含淀粉 是非常不错的碳水化合物 野菜中也有很多维生素 和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所以这一顿饭 味道可口 营养均衡 咕噜噜噜 而两人还在回味刚才美食的时候 肚子却开始抗议了 两人几乎同时捂住了自己的肚子 这怎么一起出现这种状况 那个我去这边 你你去那边吧 热巴满脸赤红的对着陆宇说道 居然同一时间闹肚子 太羞耻了 难道 刚才的食物有问题 好好 陆宇也是赶紧点了点头 随后两人背道而驰 钻进了茂密的丛林中 这种画面 人工智能摄影机自然不会拍进去 毕竟播出去容易被封号 就算是意外被拍到 也会被节目组剪掉的 因为岛上和直播间 是有十秒钟的时间差的 就是为了给节目组 留出剪辑意外事故的时间 此时两人面对的 是常被人提及的问题 求生者在荒野中 没有指的情况下 如何擦屁股 热巴用了某种植物的叶子 而陆宇更简单 用了石头 没办法 条件就这样 陆宇看了看自己脚下 那一条拇指大小的小溪支流 一股淡黄色的液体 慢慢合并 然后不知被冲到了何处 真是罪过 希望下流 没有倒霉蛋 看着浅黄色的液体 彻底融入支流 陆宇的心中也是一阵罪恶感萌生 第九组 是鸡王菜篮球和陈小宇 鸡哥 我好累啊 好渴 走不动了 给我喝口水吧 陈小宇嘴唇发白 显然是有点脱水的症状 没想到荒野求生 居然这么难 刚出发的时候 还兴致勃勃地以为自己 能坚持到最后 可是仅仅一天 他就有点坚持不了了 一天只吃了一些野菜 又累又饿又渴 看吧 鸡哥我当时买四瓶矿泉水 是多么的明智 不过要节约一点喝 这是我们最后一瓶矿泉水了 如果再找不到水源的话 我们就只能放弃了 鸡王菜篮球 只好把仅剩的最后一瓶矿泉水 递给了陈小宇 顺便炫耀一波 自己的明智之举 如果没有摄像头的话 他绝对不会把自己 宝贵的水分给任何人 现在为了自己善良的人设 也只能这么做 好吧 他承认 他的人设崩得有点厉害 不过这种全国性的直播 肯定有很多观众 样子还是要做做的 程小宇也是一脸谄媚 咕噜咕噜的喝了好几口水 感觉总算是舒服了一点 两人继续往前走 鸡王菜篮球也有自己的打算 如果再走两个小时 找不到水源的话 那他肯定会选择放弃 毕竟荒野求生 实在是太他妈的累人了 要不是为了撞着胆子 向自己的粉丝们 展示一下自己的男子气概 估计昨天晚上 就被吓得退出了 走走停停地 前进了半个小时之后 一瓶矿泉水 也被两人彻底干掉了 鸡哥快看 有水 是一条好清澈的小溪流 太好了 我们有水喝了 程小宇率先发现了 出现在他们眼前的 一条拇指般大小的溪流 看上去水质很清澈 可死我了 太好了 我们的运气太好了 两人也是顾不上其他 直接趴下来 咕噜咕噜地痛拧了起来 哇 好甘甜的山泉水啊 太好喝了 鸡王菜篮球痛拧了一番之后 却无比地酣畅淋漓 我怎么感觉 有一股尿骚味 程小宇总感觉 这水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有一股非常熟悉的味道 应该是自己的错觉吧 好了 我们就在这里暗影扎站 有了这些山泉水 咱们一定能坚持到最后 补充了身体中的水分之后 鸡王菜篮球也是信心满满 半个小时之后 啊 肚子好疼 谁特么往水里投毒了 两人抱着肚子一脸的痛苦 刚才喝了水之后 就感觉到非常的不对劲 现在肚子疼得要命 啊 要死要死 快点打电话 我要退出 刚才还信心满满 一份甜意的鸡王菜篮球 瞬间尾了 哭着嚷着 要退出节目 虽然在粉丝的心中 留下好的印象非常重要 但是 命更重要啊 自己出去随便喂喂喂 喂喂喂都在舞台上吆喝几声 那大把的玛丽不就来了吗 何必要受这种罪 瞬间觉得鸡王好可怜 都快疼哭了 哎呦 你干嘛 小鸡子 露出黑角了吧 这一组真是他妈的 一点脑子都没有 明明带着打火机 居然不知道 把水烧开了再喝 就是啊 荒野中随便喝这些生水 这不是找死吗 算了算了 反正我对鸡哥 也没抱什么期望 能坚持一天就不错了 刚从第三直播间过来 热巴和陆雨再方便 有没有一种可能 鸡哥刚才喝的水 手动滑稽 哈哈 干水吗 瞎说 那明明是 冰黄茶 也可能夹杂着营养快线 营养快线 就特么离谱 鸡哥的存在就是这样 任何时候 都是能给劳苦大众带来欢乐 半个小时之后 快艇的轰鸣声在岛上响起 同时 伴随着杀猪般的惨叫声 上游 陆雨 刚才我好像又听到了快艇的轰鸣声 是不是又有选手坚持不住退出了 听到熟悉的引擎轰鸣声之后 热巴好奇地问道 应该是吧 从今天早上到现在 已经有十几组被淘汰了 加上昨天晚上的那些 差不多淘汰了二十多组了 陆雨点了点头 荒野求生哪有那么简单 就算是一些拥有丰富生存经验的求生者 都没那么容易 更何况 是那些双指不沾阳春水的流量明星 能够坚持一个晚上 已经算是不错了 说明我们的竞争对手又少了 希希 热巴开心地笑着说道 毕竟不是所有人的运气 都和自己一样好 都能够遇到陆雨这么强悍的队友 说的没错 好了 我们今天去看看 河里面有没有鱼吧 如果有鱼的话 今天晚上喝鲜鱼汤 如果能够坚持到最后 这自然也是陆雨的最终目的 三个亿的奖金 就算是两个人平分 也能拿到1.5个亿 这之前节目组就说 所有的奖金都是税后的 这么多钱 绝对可以完全看好小姨的病 然后剩下的存在银行 也可以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 毕竟她从未奢求那种 豪华奢靡的生活 抓鱼吗 我还没抓过鱼呢 不过以前刷短视频的时候 看过这种野外抓鱼的视频 好像挺有意思的 热巴一脸激动 虽然荒野求生确实很艰苦 但是也要学会苦中作乐 我先编个捕鱼的工具吧 说干就干 编织几个普通的捕鱼笼 还是很简单的 先找六根竹条 围成一个圆圈插在地上 然后就是用藤条或者是竹片 开始在竹条之间来回的穿插编织就行了 编织的时候 中间大一点 一端完全收拢 另一边留个禁鱼口就行了 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 鹿鱼总共编织了两个鱼笼 还有一个破解 这东西在小溪中抓鱼也不错 好了 完工 怎么样 我的手艺还行吧 看着瞪大了眼睛的热巴 鹿鱼笑着问道 从热巴的表情中就可以看出来 他很震惊自己的编织手艺 鹿鱼 你你太厉害了 一个大男生 手居然这要巧 热巴不可思议加崇拜的眼神 盯着鹿鱼 鹿鱼编织的捕鱼龙 看上去非常的美观漂亮 而他刚才编织的时候 速度非常的快 就好像联系过无数遍一样 他甚至感觉 在荒野中 鹿鱼简直是无所不能的存在啊 不要羡慕哥 哥只是个传说 走了 捕鱼 对于热巴这种崇拜的眼神 鹿鱼也很受用 然后 两人拿着捕鱼龙 朝着小溪走去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小溪边 然后顺着溪流 一直往下找 鹿鱼 你快看着水里面好多小鱼啊 看着清澈的水里面游动的小鱼 热巴激动的拉了拉鹿鱼 虽然这些鱼的个头不大 但是熬鱼汤还是可以的 我先把波及放在这里吧 看着水里游来游去的小鱼 最大的 也就只有大拇指般大小 放过这些小鱼 这些可都是纯纯的蛋白质 随便捡了一些石块 将两边围住 中间的位置刚好可以放下波及 这样一来的话 上面游下来的小鱼 就会全部进入波及中 这种方法捕捉一些小鱼 效果还是不错的 做好这一切之后 两人继续往下游走 不一会儿 流下来的溪水 就会去成了一片小水塘 水面非常清澈 能够清楚地看到水里游动的鱼儿 小水塘里面的鱼个头 比上面的要稍大一点 但是也大不了多少 鹿鱼 好多鱼啊 太好了 我们今晚能喝上鱼汤了 看着水塘里面游动的鱼儿 热巴兴奋地手舞足蹈 尤其是看到四周绿油油的环境 眼前清澈的小水塘 总感觉会让人心情变得非常不错 它甚至都有一种 想要脱光衣服 去里面洗澡的冲动 嗯 你先在这里等一会儿 我去挖一些蚯蚓 过来做饵料 拿着柴刀 鹿鱼开始挖蚯 岛上的土壤都是比较湿润的 而且靠近小溪边的位置 蚯蚓很多 仅仅是几分钟的时间 鹿鱼就挖了不少的蚯蚓 然后把蚯蚓切成小段 和泥土捏成一个球 放进捕鱼龙里面 最后把捕鱼龙放进小水塘里面就可以了 估计要等一会才有收获 走吧 我们去再挖一些野菜 顺便看看这边有没有猎物 把捕鱼龙放置好之后 鹿鱼也准备去周围碰碰运气 如果运气好的话 应该能够挖到一些野菜 说不定还能发现一些动物的足迹 到时候他们的食物链就又多了一条 嗯 好 热巴点了点头之后 也赶紧跟了上去 鹿鱼走在前面 拿着手中的砍刀 也是很快就开了一条路 因为这茂密的丛林之中 行走还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还比较容易迷路 这样的做法 也可以让他们沿着足迹 回到原来的地方 走了十几分钟之后 眼前的灌木稀疏了一些 鹿鱼 我们两个分头行动吧 这样子 找到食物的可能性也更高一点 热巴主动提出兵分两路 虽然他知道 和鹿鱼待在一起更加的安全 但是那样的话 他总觉得自己就没什么作用了 只要自己离得不是太远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嗯 这样也好 那你自己千万要小心一点 时刻留意自己的身边 有什么事情赶紧叫我 鹿鱼也没有拒绝 点了点头 两个人分头找的话 确实比两个人走在一起 找到食物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只要他们距离 离得不是太远 就不会迷路 热巴离开之后 鹿鱼很快就找了一些地皮菜 地皮菜也被称之为地木耳地皮菌 有着极高的营养成分 所富含的蛋白质 比鸡蛋和木耳 以及银耳那些要更高一些 同时还富含氨基酸 碳水化合物 以及人体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 因为地皮菜对于环境的要求很高 所以在市面上见到的 也并不是很多 有酱汁明目 清热解火的功效 而且软糯爽口 味道相当的不错 这些可都是好东西 先编个箱 全部拿回去吧 说干就干 鹿鱼很快就找了一些细头条 编了一个箱筐 然后把所有的地皮菜都打包带走 接下来又在附近寻找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让他找到了一些醋酸果 还有一些可以食用的野菜 野浆 今天的收获还真是不错 晚上的鱼汤肯定很好喝 看着自己满满当当的箱筐 鹿鱼对于今天的收获也很满意 不知道热巴那边收获怎么样了 有没有找到什么好东西 要是过了几分钟之后 热巴终于是抱着一些白色的东西 找到了鹿鱼 鹿鱼 你快看我找到什么好东西了 是白蘑菇 这么多的蘑菇 我们肯定能吃好几天了 热巴满脸开心地炫耀着自己的收获 同时也庆幸自己的运气比较好 就在他比较失落 找不到食物的时候 居然看到了一大片的野生蘑菇 这些蘑菇和自己以前吃过的白蘑菇比较相似 今天自己终于帮了点忙 啊 这蘑菇 看着热巴抱着的蘑菇 鹿鱼一脸无奈 怎么样 不错吧 又大又白 那边还有一大片呢 只不过 我只能抱这么多 就先过来找你了 等会我们两个过去全部摘回来 热巴邀功时地笑着 根据他的初步推算 那么大的一片蘑菇地 他们两个人应该能够吃上大半个月 呃 确实又大又白 不过 我必须要遗憾地告诉你 这些都是毒蘑菇 吃了会糖版版的那种 看着满脸开心的热巴 其实鹿鱼并不想打击他 但是热巴带回来的这些蘑菇 他确实不敢吃 因为吃一个 就足以让他们糖版版 然后全村开洗 什么 有毒 一听到蘑菇有毒 热巴脸色瞬间一变 随后赶紧把怀里的蘑菇丢到了地上 脸上也出现了惊吓 这 这不就是以前吃的白蘑菇吗 显然他还是有点难以置信 这可不是什么白蘑菇 这种蘑菇叫做白毒散 当然还有一个可怕的名字 叫做致命鹅高君 这种蘑菇中复 大鸟的毒散态和毒态毒素 误实之后会在短时间之内 让人的各项器官迅速衰竭 死亡率高达95% 其实光听他的名字就知道 这是一种很可怕的致命毒药 在你没有100%的把握之前 是绝对不可以胡乱地食用蘑菇的 因为那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看着热巴有些难以置信的表情 陆宇也是认真地科普了起来 在野外蘑菇的种类非常多 毒蘑菇的种类也非常多 如果自己不能确定100%的没毒 那就当剧毒处理 咕 咕噜 好可怕 听到陆宇的科普之后 热巴也是使劲地咽了一下口水 表情也是有些惊魂未定 幸好 陆宇认识这种蘑菇 如果陆宇不认识 而他们两个恰好吃掉的话 说不定他们两个可能会被抬着 离开这片荒岛 太吓人了 我操 这就是传说中 吃了会躺板板的白伞伞吗 这陆宇在瞎说 我从小就是吃这种蘑菇长大的 我操牛逼啊 兄弟 居然是吃白毒伞长大的 你他妈真是狠人大帝啊 请问 您双亲是否健在 这个陆宇确实懂得不守 热巴拿的确实是白毒伞 虽然看上去和白蘑菇有些相似 但完全不一样 没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说的对啊 反正这辈子 我也不可能荒野求生了 看把热巴给吓的 这要不是陆宇认识这种蘑菇 两人还真有可能 直接被抬下倒呀 陆宇小哥哥就是厉害 长得那么帅 还知道的那么多 虽然这对于一些荒野求生者来说 可能是最基础的知识 毕竟没有这些知识的话 分分钟会丢掉性命 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他们还真的没办法 分辨这么多的蘑菇 而此时在点评直播间 贝爷 刚才热巴捡到的那些蘑菇 真的是聚毒蘑菇吗 陆哈自然不认识 哪些是毒蘑菇 便是看着贝爷问道 陆宇选手说的一点都没错 刚才热巴选手捡到的那些 确实是致命的白毒伞 如果在荒野中 误食这些蘑菇的话 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如果得不到最及时的救助 会有极大的生命危险 时至今日 在一些比较贫困的国家和地区 因为误食毒蘑菇 而丧命的案例比比皆是 在这里我也跟大家科普一下 如果自己无法确定 蘑菇是不是有毒的情况下 千万不可以实用 对于不认识的蘑菇 就用假设性原则 你就假设他有剧毒就行了 当然 我希望这些知识 大家以后都用不着 贝尔格里尔斯 也是非常认真的点了点头 心里对陆宇 也是更加多了几分欣赏 根据之前选手资料显示 眼前的陆宇 只有18岁而已 更重要的是 他没有任何荒野求生的经验 不过现在看起来 不管是他的动手能力 还是荒野知识的储备量 都远远不是普通人 能够相提并论的 甚至比一些专业的荒野求生者 知道的更多 更加的详细 这么说来的话 这位陆宇选手 实力还真是相当的厉害 我感觉 他有冲刺最终优胜者的实力 陆哈笑着说道 当然他也觉得 陆宇确实很厉害 仅仅18岁的年纪 就拥有如此强健的体魄 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在这方面的话 就连自己都自愧不如 其实我和你有同样的想法 小陆 贝爷也是笑着点了点头 而坐在两边的 那英和张子怡 显然是脸色不太好看 毕竟他们从一开始 都不看好第三直播间的 陆宇和热巴 可是 这两个讨厌的选手 表现却有点出乎意料 不仅用一天的时间 就搭建起了庇护所 今天早上 更是抓了三只野鸡 这对他们两个来说 完全就是打了他们的老脸 自然让他们的心理 非常的不得尽 操 全被那小子给装到了 我就不相信 你们两个花瓶 能坚持到最后 明天肯定就被淘汰了 对对对 肯定是这样 那英心中非常的不爽 而且是在岛上 阿T 陆宇和热巴 同时打了一个喷嚏 卧槽 是什么人在背后 骂我们两个吗 臭不要脸的 两个人同时打喷嚏 肯定是有人骂他们 陆宇 真是对不起 我真的是很想帮你 可我不知道 这些蘑菇有多 热巴满脸愧疚地说道 之前的那种激动和兴奋 也是完全消失不见了 现在心里只剩下羞愧 感觉自己好像是一无是处 帮不上忙也就算了 刚才还差点就害死他们两个 这让他对自己的能力 产生了严重的质疑 我们是队友啊 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呢 你不也是为了 让我们的生活过得 更好一点吗 不认识这些蘑菇 也很正常 这次 我告诉你之后 下次不就认识了吗 好了好了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直播间的那群老色批 估计要说 我欺负你了 看着有点愧疚的热巴 陆宇也是笑着安慰 普通人分不清楚 可使用蘑菇和毒蘑菇 这很正常 看着陆宇 没有任何怪罪自己的意思 热巴的脸色 也微微的好看了一点 不过 此时直播间却炸锅了 卧槽 姓陆的 你给我说清楚 谁他妈是老色批 陆宇你可做个人吧 我他妈还刚刚夸你来着 操 真是狗啊 为了泡妞 居然骂我们是老色批 陆老狗你清高 你1080P 陆宇 别误会 我不是说在座的任何一个 我是说 你们都是LSP 兄弟们彻彻彻彻 这小子居然说 我们是老色批 还公然对我们进行羞辱 这主直播间不带也罢 直播间满满的都是 讨伐陆宇的声音 不过却并没有人离开直播间 而且在线观看人数 还在不断地增加 两人又挖了一些野菜之后 准备回去看看 捕鱼龙有没有收获 啾啾啾 就在这时候 天空中突然响起了鸟叫声 一只老鹰在海岛的上方盘旋 陆宇你快看 有一只老鹰 海岛上怎么会有老鹰呢 看着天空中盘旋的那一只大鸟 热巴惊讶地说道 陆宇也是赶紧抬起头看了一眼 随后淡淡地开口说道 你看错了 那只鹰是昆昆冒充的 通俗来讲就是 那只鹰其实是昆昆 这时陆宇有点疑惑 昆昆怎么可能会飞得那么高呢 热巴抬起头 有点看不清楚 不过陆宇自然是不会骗自己的 你是说 那只鹰原来是只昆昆啊 对了 就这样低爱 走了走了 一直会飞的鸡而已 我们还是赶紧去查看 我们的捕鱼陷阱吧 随后两人有说有笑地 朝着小水旁边走了过去 不过此时的直播间 却再次热闹得起来 陆宇刚才的意思是不是 鹰是昆昆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鹰姐 人在直播间坐 锅从海岛上来 昆昆 我要号你们诽谤 他们诽谤我啊 陆宇这兄弟能处 有点勇啊 看样子 各位兄弟都是苗董 阅读理解没见你们抓重点这腰牛皮啊 刚从点评直播间过来 某位点评导师快被气爆炸了 哟喝 还有这种事情吗 那我得去看看 走走走 兄弟们都去点评直播间看热闹去 盲擦一波 那人应该是鹰姐 一时之间 第三直播间大批的观众 去了点评直播间 而他们所去的目的 自然是为了看看 那鹰被气成什么样了 说实话 大多数的观众 对于他都没什么好感 果然 只是在点评直播间的某导师 脸色铁青 眼中汹涌的怒火 丝毫不加以掩盖 这两个小王八蛋 明显就是针对老娘 现在 你们在岛上我是奈何不了你们 可是等你们下岛之后 看老娘不整死你们 那鹰心中疯狂的呐喊 咒骂着 只要是带点脑子的人都知道 那个鹿宇和热巴所说的话 肯定是在针对自己 一个小小小表杂 还有一个乳秀未干的小杂碎 居然敢这样说自己 等他们淘汰的时候 绝对要让他们好看 而他自认为 自己有那样的能力 娜姐 别生气 别生气 和那些没素质的人 没必要气坏自己的身子 不过那个鹿宇和热巴 也实在是有点太没礼貌了 居然说 那姐是坤 呃 那姐别怪我心直口快啊 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没什么心直口快 那全都是坏 张子一听上去是在安慰 实则是在添油加醋 看着那鹰那如猪肝般的脸色 心中却是美滋滋 平日里 虽然以姐妹相称 但是这种连塑料姐妹情 都算不上的情谊 可不会真的替她生气 反而心里还挺开心的 那姐 陆宇和热巴 或许只是在说 那一只坤坤 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无心的 所以那姐不要生气 陆哈 她其实是想好好地安慰一下那鹰的 但是她这话一出 那鹰脸色更加难看了 贝爷 谁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不是在讨论银河鸡的事情吗 怎么这个女人脸色突然变得这么差 急了急了 某导师脸都绿了 乐死我了 张子一好TM的心机啊 这个节目真不错 我爱了啊 这是 哦 傻人也能到点评导师了 这是什么事的 点评直播间 一下子涌入几十万的观众 而原本没什么弹幕的直播间 也是瞬间弹幕如飞 一波接着一波 其中大多数的评论和弹幕 都是普天同庆之类的 这让原本就怒火中烧的那鹰 更加地生气 各位直播间的网友 我必须要慎重地告诉你们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如果你们继续发这些 带有羞辱性的词汇 就等着我的律师函吧 我 那姐 说到做到 那鹰也不惯着众网友 直接用律师函吓唬唷唷唷唷 急了急了 她急了 哎呦喂 我好啪啪啊 我要下屎了 我们在讨论老鹰和昆昆的事情 你急什么 上一个喜欢发律师函的 刚被淘汰了 篮球 首先我没惹在座的任何人 能不能别动不动就内涵我 律师 我不函 要函你自己函 这些网友很行 老夫是打心眼里喜欢 对于律师函这种恐吓 直播间根本就没几个人理会 在网络上 他们也都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 律师函这种东西 岂能吓得住他们 况且 直播间有上百万观众 你能含得完 搞笑 那些喜欢发律师函的 要么就已经凉透了 要么正在凉透的边缘徘徊 惨一点的 早就进去采缝刃机了 况且 他们刚才讨论的 真的是野机啊 看着直播间肆无忌惮 甚至越来越凶的弹幕 那鹰也是很无奈 因为律师函这种东西 本来就是稍微的吓唬一下 这些年少轻狂的网友 你总不能同时把几百万网友给告了吧 随后 他也只能借着不舒服 暂时性地离开了点评直播间 这一波明显血亏 而在荒岛上的鹿羽和热巴 自然不知道直播间发生的事情 甚至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点评导师都有谁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小水塘边 我去看看有没有收获 鹿羽脱掉鞋子 挽起裤筒下了水 拿起第一个捕鱼龙陷阱的时候 收获还不错 大大小小 总共有七条鱼 个头最大的 也有两根大拇指那么粗了 最小的 则是像小拇指一样 不过鹿羽 可没打算放过它们 毕竟蚊子腿也是肉 在没有充足的食物之前 不能放过任何的蛋白质 然后又检查了另一个捕鱼龙 这一次总共有十条鱼 虽然没有个头特别大的 但好像量比较多 熬一锅鱼汤的话 也绰绰有余了 哇 这么多鱼啊 这些鱼都好可爱啊 要是再大一点就好了 烤着吃的话 肯定更好吃 热巴也是满脸的杏刀采炼 鱼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我他妈早邀了 等过几天我们的生活 稍微稳定下来之后 就去海边捕鱼 海里面的鱼汇更大一点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找了一些芭蕉叶 把所有的小鱼都包了起来 然后把两个鱼龙 继续放置在小水池里面 明天估计又有鱼汤喝了 回庇护所的路上 两人检查了一下 用波及设置的陷阱 里面也抓到了七八条鱼 不过抓到的鱼显然更小 走过二十多条小鱼 熬鱼汤的话也是 满满当当一锅了 然后苏杨把地皮菜冲洗了一下 两人回到了庇护所 做饭这种事情 自然是交给了热巴 陆宇则是开始再次制作竹床 因为昨天晚上时间太晚了 做出来的床比较紧了 更重要的是床 很小只能睡一个人 所以他打算制作一个大床 到时候就能两人一起 嘿嘿嘿 时间飞快地流逝 一天的时间 对于陆宇来说 过得还是很快的 转眼之间夕阳夕坠 伴随着叽叽喳喳的鸟叫声 岛上也拉开了黑夜的帷幕 一个多小时之后 一张非常精致的双人床 已经制作完成 而热巴的鲜鱼汤 也早就熬好了 啊 终于好了 怎么样 我的手艺还不错吧 双人床制作完成之后 陆宇也是长长地 输了一口气 床面全部是 约整齐的竹片搭成的 而且经过了纯手工打磨 磨上去非常的光滑 这样晚上睡觉的时候 也不怕被蜡屁股了 嗯嗯 太漂亮了 简直就是艺术品 陆宇 你真是一个天才 真的 热巴也是赶紧来了一通彩虹屁 当然 这也是真心话 仅仅是用一些竹子 就制作出了一张 如此漂亮的竹床 而且还是在没有任何 专业工具的情况下 这种传统手艺 现在的年轻人 可没几个会的了 陆宇倒是被热巴夸的 有那么一丢丢不好意思 这小妞 虽然荒野求生的能力不咋地 但夸人却是一流 好了好了 赶紧来尝尝我的手艺 地皮鲜鱼汤 热巴也是给自己的鱼汤 起了个名字 味道很不错呀 真没想到 你还挺有做饭的天赋 品尝了一口馅鱼汤之后 陆宇也是夸赞了热巴 队友之间自然要相互吹捧 呃 是鼓励 说好喝吧 其实也没那么好喝 因为这些 鱼的腥味都比较重 肯定和饭馆中的那些鱼汤 是没有任何可比性的 但是在荒野中 能够喝上一碗热腾腾的鱼汤 补充一下蛋白质 就已经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了 更何况 这鱼汤里面还加了盐 这对于荒野求生者来说 就是相当不错的美食了 如果很挑剔的话 在这里根本就生存不下去 来 你也尝尝 陆宇把鱼汤递给了热巴 两人直接对锅吹 嗯 真好喝 看样子 明天要找一些大一点的竹子 做两个碗了 陆宇说道 也总不能这样 两个人对锅吹吧 虽然鱼汤并不是那么好喝 但至少肚子里面热腾腾的 这种感觉 还是很舒服的 而且 也不是所有的选手 在这个时候 多有鱼汤喝的 相比之下 他们应该还算是比较幸运的 咕咕咕 伴随着各种奇怪的鸟叫声 黑夜已经完全降临 晚上唯一能够照亮的 就是他眼前的一团篝火 对于习惯了手机和电脑的人来说 坐在荒岛上发呆 确实够无聊的 陆宇 要不 我们休息吧 热巴率先开口说道 反正这样干作者 也挺无聊的 早点休息 明天早点起床 精力充沛一点 嗯 好 那就休息吧 陆宇点了点头 随后两人走进了庇护所 在篝火的照射下 热巴的脸很红 毕竟长这么大 除了和自己的家人之外 他还是第一次和其他的男生同床共振 不过 他相信陆宇一定是个正人君子 不会在自己睡着了之后 做一些过分的事情 而且是直播间热巴的一些男粉丝 看到两人走进庇护所之后 也是一阵哀嚎 卧槽 我的热巴女神 这就和别人动房了 老子裂开了呀 我受不了啊 陆老狗快点给我出来 换我进去 各位 请允许我跟陆宇单挑 荒郊野外 孤男寡女 晚上一定待尽 不知道这简易的庇护所 能不能承受得住啊 你们这些人实在是太龌龊了 我要去夺回丘雅 不对 夺回热巴 组队 一一 人齐了 出发 圆月高悬 鸟叫声也越来越稀疏 陆宇和热巴也进入了梦乡 热巴睡在里面 陆宇睡在外面 刚开始睡觉的时候 两人也是精卫分明 安屋 安屋 睡到大半夜的时候 陆宇突然听到了狼群的叫声 整个人瞬间蹭的一下就坐了起来 也是 一下子就清醒了过来 是狼群的叫声 我的天 这个岛上有狼群 陆宇脸色一变 虽然之前节目组就说过 悬月岛上并不是绝对安全 因为如此偌大的岛屿 上面肯定会生存着 一些大型动物 可是没想到 这才第二天晚上 居然就听到了狼群的叫声 而且听刚才的声音 应该有好几头狼 这对于所有的求生者来说 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群狼的战斗力可是非常恐怖的 有时候就连狮子老虎也要退避三射 而此时在直播间 虽然已经到了大半夜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观众守在直播间 晚上睡不着的夜猫子太多了 卧槽 我刚才好像听到了狼的叫声 是我熬夜过度幻听了吗 应该不是 我也听到了 我日 也就是说 这个岛上居然有狼吗 这大晚上的 好吓人啊 节目组事先没有检查岛上的情况吗 玩这么大 如果岛上有狼群的话 那可是要死人的 呦 如果刚才的叫声 真的是狼群的话 那节目组也太敢玩了 这样的节目组 我真是爱了 希希 突然感觉没那么羡慕那些幸运的选手了 原本昏昏欲睡的夜猫子们 在听到直播间的狼群之后 也是瞬间清醒了过来 其实在大多数观众看来 这一次的荒野求生虽然真实 但是节目组也绝对不敢闹出人命 肯定在所有选手上岛之前 就排查过岛上的情况 绝对不会出现一些 威胁到选手生命的大型野兽 尤其是这一次的选手中 还有20个明星和10个主播 如果让这些人出了事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可是现在看来 好像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因为野狼完全能够 把选手们当成猎物 这节目组也太敢玩了吧 而此时不仅第三直播间 其他的好几个直播间 也同样听到了狼群的叫声 嗡隆隆 而在狼群的声音响不久之后 早上便是再次响起了 快艇引擎的轰鸣声 很明显是又有好几组选手淘汰了 虽然节目组的奖金很诱人 但是显得命更重要一点 而这时候 热巴也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 怎么了陆宇 热巴迷迷糊糊地问道 不过狼群叫了几声之后 早上就再次恢复了安静 陆宇看了一眼迷迷糊糊的热巴 感觉这小妞的睡眠质量 也太好了吧 刚才的狼叫声 居然没有把他给吵醒 没什么 继续睡吧 陆宇并没有告诉热巴 刚才听到狼叫声的事情 毕竟如果告诉热巴的话 今天晚上可能就睡不好觉了 而且刚才狼群的叫声 显然是距离他们比较远的 所以他们这边暂时应该没什么危险 那我睡了 你也早点睡 说完之后 热巴开始继续倒头大睡 真是有贪吃又能睡啊 不过 真的很漂亮 陆宇看着倒头睡下的热巴 低声细语道 看着进入梦乡的热巴 那绝美的侧脸 也让陆宇有些怦然心动 在微弱的亮光之下 热巴看上去更加的吸引人 男性的荷尔蒙是最容易蠢蠢欲动的时候 看着热巴的嘴唇 陆宇有点不受控制的一点点靠近 毕竟他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面对如此角色美人 要说毫无心动那是假的 除非是个太监 呼 陆宇 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思想 这特么是犯法的 就在两人的嘴唇距离只有五公分的时候 陆宇也是瞬间清醒 及时止损 自己来这个地方 可是为了获取最终的奖金的 要是为了一嘴之爽 做出犯法的事情 这显然是非常不划算的 不过此时感觉到身体中邪火作祟 也是非常的不舒服 陆宇只好到庇护所外面转悠了一圈 然后往火堆里面添了一些柴火 在晚上凉风的吹袭之下 身体中的邪火也慢慢开始消散 一日一早 伴随着清晨的栩栩清风 和叽叽喳喳的鸟叫声 热巴也提前醒了过来 一时微微有几分清楚 他就感觉到 情况似乎有那么一丢丢的不对 因为自己好像抱着一个非常大的芭比娃娃 虽然没有那么柔软舒适 但很暖和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热巴猛地睁开了双眼 随后就看到自己像是一条蛇一样 紧紧地缠在陆宇身上 一只手直接搭在陆宇的脖子上 腿也不太老实 直接像是一个挂件也要挂在陆宇的身上 这个动作 无比羞耻 差一点就让热巴尖叫了出来 我天 热巴你到底做了什么 这种睡觉喜欢抱东西的习惯 怎么改不了呢 这 这动作也太羞耻了吧 他一直都有这个习惯 就是在睡觉的时候 总喜欢抱一些东西 以前就有一个巨型的毛绒娃娃 看样子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一定把陆宇 当成了自己的毛绒娃娃 太羞耻了 随后偷偷地看了看陆宇 还好陆宇睡得很香 并没有惊醒他 否则的话 就太尴尬了 不过 近距离地看着陆宇 看上去好帅啊 那种阳刚的帅 稳定了一下自己尴尬的情绪之后 热巴也是敲咪咪的 把自己的胳膊和腿拿了下来 呼 随后小心翼翼地输了口气 然后偷偷地下床 等热巴下床之后 陆宇也是突然睁开了双眼 嘴角扬起了一抹笑意 他怎么会没发现热巴的动作呢 昨天一晚上都是这样的动作 搞得自己难受了一整晚 睡觉都不老实 看样子 自己以后有罪瘦了 不过 为了让热巴不那么尴尬 陆宇又装睡了十几分钟之后才起床 这时热巴已经洗漱完毕 然后准备着早餐 早餐是昨天的野鸡 然后煮一些野菜就可以了 叮 恭喜宿主荒野求生第三天 可进行迁道 是否迁道 就在此时 系统的电子合成音 在脑海中响了起来 迁道 陆宇在脑海中默念了一声 对于系统的电子合成音 他并没有任何的惊讶 因为之前系统激活的时候 他就详细地了解过系统 除了当天获得的新手大礼包之外 只要自己开始荒野求生 第三天第七天 第十五天都可以进去迁道 今天刚好是上岛的第三天 所以也是首次迁道的时间 第一 恭喜宿主迁道成功 奖励 除一LV1 剑术LV1 传统弓箭制作图星号1 系统的电子合成音 再次在脑海中响了起来 不过对于这次的系统奖励 陆宇并没有表现得很兴奋 因为厨艺对自己来说 好像没什么作用 荒野求生能吃饱 就已经是不错了 他也没想过 追求精神上的享受 不过剑术LV1还是不错的 这样的话 以后出门打猎命中的几率 就会更高了 至于传统弓的制作图纸 估计就是为了搭配剑术LV1吧 该起床了 那么今天就制作一把弓出来吧 陆宇也是定下了今天的目标 起床之后 热巴已经开始制作早餐了 早啊 热巴 都开始做早餐了 真勤快啊 走出庇护所之后 陆宇也是主动跟热巴打招呼 早 那个 你赶紧去洗漱吧 热巴也是赶紧回应了一声 不过他的脸有点红 眼神也有点躲闪 这种样子 显然是心里有鬼的表现 不过陆宇也并不在乎 反而是笑了笑 不就是抱在一起睡了一晚吗 这有什么 又不会怀孕 好 点了点头之后 陆宇就去洗漱了 不过 看着陆宇刚才的那种笑容 热巴总感觉 陆宇好像知道自己昨天晚上抱着他睡的事情 如果是那样的话 真是羞死人了 两人简单地吃了早餐 接下来的任务自然是继续探索 必须要尽快地熟悉庇护所周围的所有环境 清楚地知道周围有什么样的生存资源 这样才能够更好地生存下去 一路上 热巴都在不停地挠自己的胳膊和脖子 因为岛上的蚊子还是很多的 虽然他们庇护所门口的火堆 驱断走了大部分的蚊子 但也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 所以一觉醒来感觉到浑身痒痒 岛上的蚊子比都市中的蚊子可要可怕得多 尤其是挠挠之后就更加的痒了 被蚊子咬了吧 看着热巴的动作 其实陆宇早就猜到了 只不过 他却没有被蚊子咬 或许是他的血液蚊子并不太喜欢吧 又或者是使用了身体强化剂的缘故 嗯 感觉痒得很 总是忍不住的想挠挠 热巴点了点头 其实早上洗脸的时候 他就查看过臊痒的地方 被蚊子咬了好几个大包 今天要找一些原料制作一些蚊箱了 等会先找一些东西给你治痒吧 被蚊子咬了这件事情 其实有时候也是可大可小 尤其是海岛上的蚊子 可能携带着一些细菌 如果感染了的话 还是挺麻烦的 看样子要准备的事情还多得很呢 两人走了十几分钟之后 陆宇就找到了一种植物 紫金泽兰 这种植物的叶子 碾成枝叶之后 有非常好的消肿止痒的功效 这种植物 也被很多的荒野求生者广泛使用 陆宇赶紧摘了一些叶子 陆宇这是什么植物呀 热巴好奇地问道 这种植物名字叫做紫金泽兰 拥有非常不错的消肿止痒的功效 以前荒野求生的时候 被蚊子咬了 我都是用这种东西止痒的 而且也可以制作驱蚊喷雾 陆宇一边解释 一边抓过了热巴柔弱无骨的小手 然后把袖子往上挽了挽 就露出了好几个塔尖般的红包 陆宇直接把紫金泽兰的枝叶挤了出来 然后涂在了红肿的地方 被陆宇抓住自己的小手之后 热巴的脸也是蹭了一下就红了 突然回想起了今天早上的场景 心中也是瞬间小鹿乱撞 糟糕 好像是来电的感觉 除了手臂上被蚊子咬过之外 大腿上也被钉了好几个包 陆宇也是非常娴熟地 直接挽起了热巴的裤腿 然后给他涂点紫金泽兰的枝叶 涂抹了这种枝叶之后 清清凉凉的 感觉还挺爽的 而且这种扫痒的感觉 也在不断地消失 热巴的心里 还在感叹陆宇知道的东西 真的很多 在他看来这丛林中的树叶 长得好像都差不多 根本就分辨不出来 而就在他还沉浸在惊讶中的时候 自己的裤腿就被撸了起来 而且直接被撸到了膝盖之上 差一点点就到内侧了 顿时慌张了起来 等 等一下 那个 这里还是我来涂吧 热巴赶紧拒绝了陆宇的好意 毕竟大腿内侧 还是比较隐私的部位 要是被男生触碰到的话 可能会比较敏感 长这么大 他还从来没有被男人摸过自己的大腿 而且 还有几个摄像头 在他们的头顶 那好吧 你自己涂吧 陆宇也是赶紧把 紫金泽兰的树叶交给了热巴 自己这么正直的人 居然被怀疑了 真是没天理啊 用王天霸的话说 不要用你那怀疑的目光 看待我高尚的人格 热巴赶紧找了个隐蔽的地方 然后开始涂抹腿上的红包 因为他感觉到 这种叶子揉出枝叶之后 真的很有用 而此时 直播间的一大批网友却不干了 卧槽 我怎么感觉陆宇 好像在故意占便宜的样子 把感觉去掉 陆老狗就是趁机占热巴的便宜 哇 看起来人不人样的 这小子也推坏了 好白 好想舔一口 楼上好你他妈恶心呀 不过 实不相瞒 我也想 操 俩人才 算我一个 陆宇真尼玛太爽了 今天早上热巴 从庇护所出来的时候 满脸通红 不知道 昨天晚上 有没有发生什么 不可告人的事情 这还用说 荒郊野外 孤男寡女 肯定忍不住啊 你们这些人呀 心里龌龊看什么 都是黄的 就是 我相信热巴 相信陆宇 陆宇小哥哥的眼神那么纯粹 才不会像你们这些LSP一样 此时 第三直播间的在线观看人数 已经达到了450万 在所有直播间中 也排名第二 排名第一的是 吴京和李晨的第二直播间 大多数的男粉丝 觉得陆宇刚才的动作 分明就是为了占热巴的便宜 好家伙 刚才差点就把人家的裤子给脱了 不过天地良心 陆宇真的没有那样的想法 他只是想帮热巴解决一下 局部扫养的问题而已 如果他真有那样的想法 昨天晚上 估计就做出一些采缝刃机的事情了 而涂抹了紫金泽兰的热巴 显然感觉到 没有那么难受了 两人采集了一些紫金泽兰的叶子之后 继续前行 途中也碰到了一些苦练树果实 这种果实碾碎之后 也可以用来制作蚊香 因为这东西的味道不太好闻 就连蚊子都不喜欢 还有一些香花叶子 有了这三种东西之后 就可以制作出一些简单的屈蚊喷雾 今天晚上应该能睡一个好觉了 我们今天的运气好差啊 走了这么长的时间 居然没有看到任何动物活动的迹象 看样子这个方向 应该没有那些可爱的小动物 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之后 热巴也是有些失落地说道 之前找到野鸡的那个地方 他们只是走了半个多小时的路程而已 我们的运气也不算差 不是找到了这些东西吗 回去之后可以制作一些蚊香 晚上就不会被蚊子咬了 而且你看 这里有这么大的一棵白花树 我们可以制作一些蜡烛 陆宇的心态要比热巴好得多 因为以前他就有过荒野求生的经验 他知道想要在荒野中找到食物 甚至找到猎物是需要看运气的 有时候寻找上两三天也找不到食物 这都很正常 现在他们也仅仅是找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而已 而且 这次出门也不是全无收获 至少之前找到的苦练树果实和紫金泽兰 可以制作蚊香 而且眼前这棵巨大的白花树 可以制作蜡烛 啊 这东西还能制作蜡烛吗 热巴显然是一点惊讶 不过如果能够制作出蜡烛的话 那就太好了 因为晚上庇护所里面实在是黑灯瞎火 很不习惯 如果有蜡烛的话 晚上的庇护所中也可以多一些情趣 当然 白花树的树皮和树枝 都是比较易燃的燃料 把树枝和一些干燥的松针揉在一起 然后用树皮包起来 就是简易的那种 所以 我们需要多弄一些树皮和树枝回去 陆宇点了点头 随后也是开始解释起了原理 这种蜡烛的制作方法 埃德斯坦福特曾经就使用过 而且 效果还不错 陆宇 我真的觉得你太厉害了 感觉好像 没有你不知道的事情 热巴一脸崇拜地看着陆宇 因为他感觉 这荒岛上的东西 陆宇基本上都认识 可是他也只有18岁啊 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的东西 要知道 在娱乐圈和陆宇年纪相仿的那些演员 连十几个字的台词都背不下来啊 这一比较 完全就是两个极端啊 经历的多了 知道的自然也就多了 好了 赶紧把上面的树枝全部扣下来 陆宇笑了笑说道 妾 不就才18岁吧 比我还小两岁呢 装得那么深沉 热巴心里说了一句 不过也是开始 听话的开始扣树上的树枝 在陆宇的身上 他总能够感觉到 一种和年龄不匹配的成熟 总感觉他的心理年纪 已经超过30岁了 而自己 虽然比他大两岁 可却像个不安适适的小女孩一样 这感觉 太奇怪了 又是过了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 两人才回到了庇护所 此时已经是大中午了 虽然今天没有找到食物 但是找到了制作蚊香和蜡烛的材料 也不算白跑一趟 把最后一只 类似于安纯的鸟吃掉之后 地主家也终于是没有鱼粮了 两人开始制作蜡烛和核蚊香 其实 制作蚊香的方法 也是比较简单的 先把紫金泽兰 苦练树果实 香瓜叶子全部捣碎 然后再把木炭捣碎 到时候 把几种材料 全部揉到一起 最后晾干就可以了 下午几个小时的时间 两人都在制作蜡烛和蚊香 经过四五个小时的制作 两人也成功地制作出了几十根蜡烛 还有二十根蚊香 估计也能稍微地用上一段时间了 看天色此时 也差不多已经到了下午四点钟左右 啊 又该到为晚餐发愁的时候了 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呢 是吃鱼还是吃鸡 站起身活动一下自己的身体之后 陆宇看着热巴问道 之前捕捉野鸡的陷阱 和捕鱼的陷阱都没有收回来 应该会有所收获吧 热巴也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坐了好几个小时确实有点累 要不我们去看看野鸡陷阱吧 热巴建议道 因为那条小溪里面虽然鱼很多 但是都太小了 有些鱼根本就连塞牙缝都不够 只要他们两个 今天能抓到一只野鸡的话 那么今天晚上的晚餐就解决了 而且能够美美地吃一顿 要是抓到鱼的话 只能喝鱼汤了 好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去看看绳索陷阱那边吧 希望今天能够有所收获 陆宇起身拿起了砍刀 还有之前编织好的被斗 蜡烛和蚊箱全部都放到了房间里面 然后出发 一路上野菜不少 两人一边采集野菜 一边朝着陷阱的方向过去 太棒了 我们的陷阱又出发了 今天晚上有肉肉吃了 看着已经触发的绳索陷阱 小吃或热巴也是相当激动 如果每天都有肉吃的话 好像坚持一个月还是挺简单的 嗯 看样子 这边的野鸡真是不少 走到第一个陷阱旁边的时候 陷阱已经触发 而且也成功地抓到了一只野鸡 这只野鸡应该是刚刚抓到不久 虽然已经死了 但是身体还是软的 走 我们再去看看其他的三个陷阱 两人又检查了剩余的陷阱 不过这一次的运气并没有上一次好 其他的三个陷阱都没有触发 好可惜啊 只抓到了一只野鸡 和昨天的收获比起来 今天的一只野鸡确实有点少 能够抓到猎物已经不错了 现在时间还早 我们去其他的地方转转吧 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陆宇的心态显然更好一点 因为他知道荒野中 想要找到食物本来就是要看运气的 能够抓到一只野鸡 已经能够让它们饱餐一顿了 应该对大自然的馈赠心存感激 那好吧 两人继续前行 就这样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转眼之间一个多小时就已经过去了 找了一圈并没有发现其他动物活动的迹象 看样子 这边的猎物并不是很多 我们有点被那群野鸡给迷惑了 陆宇也是有些无奈的苦笑道 如果这片区域只有野鸡这么一种猎物的话 生存一个月的时间自然是没什么问题 但如果想要长期的生存下去 显然是不行的 因为他一直都想捕捉一些大型的猎物 比如像野猪佩奇 鹿或者是山羊什么的 只要能够捕捉到这样一头稍微大一点的猎物 它们就能够生存好多天 也不用天天为食物发愁 可以干一些其他的事情 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 看样子 天色也不早了 看着一脸苦笑的陆宇 热巴开口说道 如果夜幕降临之前 还没有回到他们的庇护所 很有可能会迷路 还是非常危险的 嗯 回去吧 虽然有点不甘心 但现在也必须回去了 因为昨天晚上 他就听到了狼群的叫声 如果大晚上遇到狼群的话 那几乎是必死无疑的 两人刚刚转身 准备离开 惊 突然 不远处的茂密草丛中 传来了一声虚弱的叫声 声音非常的微弱 要不是身体被强化过 陆宇根本就听不清楚 而一旁的热巴 显然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 等一会儿热巴 刚才我好像听到了某种动物的叫声 陆宇赶紧叫住了热巴 刚才的叫声虽然非常的小 而且好像非常虚弱的样子 但是陆宇却听得清清楚楚 随后 将目光看向了刚才声音传来的方向 是一团非常茂密的草丛 什么 动物的叫声 我怎么没听到啊 热巴停下了脚步 不过一脸的疑惑 他刚才并没有听到任何动物的叫声 就在那堆草丛里面 听声音 好像是某种动物的幼崽 不过 我不是太确定 陆宇指了指眼前的那一堆茂密的草丛 又对着热巴说道 好了 你先待在这里 我去看看是什么东西 随后 拿着手里的柴刀 一步步地藏着草丛走了过去 然后警惕地用手里的柴刀 拨开了茂密的草丛 一个白色的小毛团 就出现在了陆宇的视线中 叽叽 微弱的叫声再一次响了起来 小毛团最轻微地抖动 不过看上去极其虚弱 而且 身边还爬着一些蚂蚁 这种情况就说明 眼前的这一堆小毛团 应该是处于冰死的边缘了 这是什么东西 热巴不知道什么时候 走到了陆宇的身后 看着那个白色的小毛团 也是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看上去总感觉有点可爱 有点想拿起来 如恶一如爱的冲动 陆宇赶紧把拿了起来 随后也终于看清了 这个小白团的面貌 好像是 一只小狼仔 陆宇有些不太确定地说道 因为这小家伙 看上去很小 应该就只有两个月的样子 长得倒是挺好看的 五官有点像狐狸 不过小狐狸幼崽的体型 可没这么大 应该是狼没错 狼 一听到狼这个字 热巴被吓得下意识地倒退了两步 毕竟在荒野中遇到狼 会让人的心里天然地产生恐惧 就算眼前这只是一只小狼仔 别担心 只是一只小狼仔而已 而且已经奄奄一息了 看样子 估计是活不了了 陆宇淡淡地开口说道 随后也是好心地 把小狼仔身上的蚂蚁 全部都弄了下来 纯白色毛发的狼 其实并不是很多 据他所知 应该只有北极狼也称之为雪狼 不过大多数的北极狼毛发 并不是纯白色的 还有一种 就是早已灭绝的纽纷兰白狼 又被称之为北美白狼 梦幻之狼 北极狼的体型 要比纽纷兰狼小一个档次 看眼前这只小狼仔的体型 很有可能是纽纷兰白狼的幼崽 不过这玩意 不是已经灭绝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岛上 而此时直播间的众人 看到陆宇和热巴 居然捡到了一只小狼仔 之后也是瞬间炸锅 兄弟们 你们说这只小狼仔 是不是昨天晚上那群狼的 很有可能啊 昨天晚上的狼叫声 把我吓得够呛 我他妈昨晚做梦 都梦到狼叫声了 这两个憨憨还不跑 等会要变成外卖了 狼群 感谢老铁送来的 肯基老豪华晚餐 哇 这只小狼仔好可爱啊 好想入エラ他 毛绒的好可爱 我感觉 就是节目组放的小狗狗 当宠物养多好啊 狼是养不熟的知道吗 不然怎么会有白眼狼 陆宇 养不熟 不知道顿不顿的熟 宠物 长大一点 你们怕是 要成为他的宠物 这两个铁憨憨 不想送出一血的话 就赶紧溜吧 看样子 这个岛可真不是什么好地方 说不定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直播间的所有观众 此时其实也是替陆宇 和热巴担心的 一只小狼仔并不可怕 但是这个地方有狼仔 就说明周围很有可能会有狼群 更重要的是 昨天晚上大多数的观众 都听到了狼群的叫声 不过此时的陆宇和热巴 却在考虑如何处置这只小狼 陆宇 这里既然有活着的小狼仔的话 说不定周围还有其他的狼 要不我们赶紧把他放了回去吧 要是成年的狼找过来的话 可就麻烦了 热巴目光害怕地看了看四周 随后对着陆宇说道 这荒郊野外 如果遇到成年狼的话 自己估计会吓得走都走不动 虽然这个小狼仔 看上去还挺好看的 如果是狗的话 可以当宠物养 可这玩意儿 是货真价实的狼啊 他可不敢有这样的心思 我想 把他带回去 犹豫了片刻之后 陆宇对着热巴说道 这只雪白的小狼仔 看上去挺可爱的 而且 如果把他丢在这里的话 肯定是死路一条 说不定用不了几个小时的时间 他就会成为这群红蚁的食物 这并不是说 陆宇有多么的高尚 而是他觉得 荒野求生 如果能带着一只狼 作为宠物的话 应该也很拉风 而且 等他稍微长大一点 会对自己有所帮助 什么 你说 你要把这只小狼带回去 可是 这也太危险了吧 而且看他的样子 就算是带回去 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热巴显然是有点意外 难道陆宇 要把一只狼当宠物来养吗 这可不是狗啊 古人常说 狼是永远都养不熟的 就算把这小东西救活了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被反咬一口 而且让一只狼 待在他们的身边 想想都感觉到害怕 说不定晚上都不敢睡觉 就是一只小狼仔而已 别那么害怕 如果能把他救活过来的话 可以当宠物 如果救不活的话 也可以当食物 反正不亏 显然陆宇已经打定了主意 就凭自己现在的力量 对付一只小狼仔 还是绰绰有余的 如果能养熟的话最好 养不熟的话 就直接煮熟好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好吧 看到陆宇如此执着 热巴也不再多说什么 既然陆宇 要把这只小狼仔带回去的话 那说明他 自己应该是有信心的 好 那就带回去吧 随后 陆宇和热巴 带着小狼仔 回到了庇护所 回到庇护所的时候 夜幕已经开始降临 热巴开始煮肌肉 而陆宇 则是给小狼仔检查身体 外面看上去 好像并没有什么伤势 很明显 这只小狼 应该是被狼群给抛弃了 或许是因为 他这一身白色的毛发 让其他的狼觉得 狼爸爸戴了绿帽子 所以选择把他无情地抛弃 看小狼的个头 应该出生年 有个两个多月了吧 差不多断奶了 也可以吃肉了 随后 陆宇把野鸡的内脏喂给他 可是小狼显然是过于虚弱 根本就吃不进去东西 半个小时之后 热巴也已经煮好了鸡肉 陆宇 快点来吃点东西吧 热巴叫了一声 好 陆宇点了点头 随后抱着小狼仔走了过去 然后给小狼仔 灌了一些肉汤 虽然吃不了肉 但是汤喝得很香 陆宇眼前一亮 或许这小东西 能够活下去 其实他现在还剩下一份身体强化剂 如果给眼前的狼仔使用的话 绝对能把他救活 甚至能够大大的改善他的身体素质 不过那种好东西 他可不舍得给这玩意用 吃过饭之后 陆宇和热巴回到了庇护所 点上了蜡烛和蚊香 整个房间里面有了一些亮光 我们的蚊香 好像真的起了作用 好像没有蚊子了 点上蚊香之后 热巴也确实感觉到 没什么蚊子了 前两天晚上的这个时候 总是能够听到蚊子嗡嗡嗡的叫声 不过今天晚上却完全没有听到 嗯 今晚能睡个好觉 好了 我们睡吧 陆宇给小狼仔在火堆旁边 弄了一个小窝 这样的话 晚上也不至于冻着 海岛的晚上 还是有点凉爽的 如果他不小心爬到火堆里的话 那就只能怪他自己了 一夜无话 热巴还是有爆人的习惯 看样子 习惯不是那么容易改的 主要是 海岛晚上的温度会降得很低 而血气方刚的陆宇 身上很热 所以 睡着之后 热巴也会习惯性地 跑到陆宇的怀里 或许这就是本能吧 伴随着鸟叫声 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陆宇也是早早地起床 卧槽 我的狼呢 最后看了一眼 昨天晚上给小狼仔弄的窝 居然不见了 难道是 陆宇赶紧看了一眼火堆 此时 一堆黑漆漆的东西 还在燃烧 那形状 和小崽子很像 草啊 果然 看着燃烧的那一堆东西 陆宇的心里非常地悔恨 更是一阵的心痛 真应该昨天晚上就烤了的 现在烧成这种乌漆抹黑的样子 估计是吃不了了 太气人了 而就在陆宇看着火堆 一阵心痛的时候 床底下 却突然传来了动静 唧唧 还是那熟悉的叫声 听到那微弱的叫声之后 陆宇也赶紧看了看床底下 小狼仔果然是趴在床底下 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不过看上去 好像比昨天稍微的精神了一点 哈呀 半 这哈先生 热巴也醒了过来 小狼仔还活着吗 看着陆宇趴在地上 热巴开口问道 嗯 还活着呢 刚才看到火堆里面的那一团黑炭 我还以为 自己把自己烤了呢 陆宇点了点头说道 因为火堆里面的那一团黑炭 确实和小狼仔的体型很像 那是我之前起床上厕所的时候 加的柴火 热巴看了看还在燃烧的木炭 说道 差不多两个小时前 他起床上厕所 看到火堆快熄灭了 就往里面加了一些柴火 原来是这样啊 随后两人也是赶紧起床洗漱 阳光照耀在岛上 万物开始复苏 而此时其他的选手 也差不多都已经起床了 两名选手是卓亦凡和何建国 卓亦凡是卓氏集团的接班人 而他之所以参加这一次的荒野求生 主要是因为他的父亲 想要好好地锻炼他一下 因为这家伙 平日里完全就是顽固子弟 如果不好好地摔弹磨练一下他的话 日后怎么继承偌大的卓氏集团 不过也为了卓亦凡的安全考虑 和他搭档的是自家的保镖和建国 何建国是退伍的侦察兵 拥有着极强的野外生存能力 所以在过去三天的时间里面 他们过得也不错 寻找水源搭建庇护所和寻找食物 对于一个退役的侦察兵来说 并不是什么难事 虽然带着一个脱油瓶 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的能力 毕竟他可是拿着五百万的年薪 能力自然也要匹配上这份年薪 凡哥起床了 我做好早餐了 快点起来吃 看着正在庇护所里面呼呼大睡的卓亦凡 何建国也是细声细语的教导 没办法 这可是卓家的少爷 自己必须要哄着啊 哎呦 我说老何你烦不烦呀 这才几点 就叫我起床 卓亦凡语气懒散地抱怨道 卓哥 太阳都晒屁股了 赶紧起吧 不然一会儿肉就不好吃了 说完之后 自己就去准备其他的东西了 过了几分钟之后 卓亦凡才慢慢悠悠地起床 操 真不知道我家那俩老顽固心里在想什么 居然把我送到这种鬼地方受罪 卓亦凡嘴里骂骂咧咧 等以后他死了之后 自己绝对要把他们两个分开埋 操 老何 今天做的是什么早餐啊 心里虽然一万个不愿意 但是毕竟现在他还没有接管公司 所以必须听从那老顽固的安排 随后 走到火堆旁边懒散地问道 凡哥今天早上是山蜀军箍汤 来尝尝我的手艺绝对好喝 何建国也是非常客气地说道 虽然他现在年纪已经四十岁了 按理来说比十八岁的卓亦凡要大得多 可是这个臭小鬼就是喜欢别人叫他凡哥 起初他是不愿意的 但 他爸给的实在太多了 不得不为无斗米折腰啊 我擦 又吃老鼠 我堂堂卓家大少 未来卓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 全在这里吃老鼠 你不知道老鼠携带着病菌啊 我不吃 快点联系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带我回去 今天我一定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看着锅里面的老鼠肉 卓亦凡心里奔腾着一万头草泥马 同时也是一阵反胃 他什么时候吃过这种恶心的东西 想想都让人感觉到反胃 反哥 这是山鼠不是老鼠 放心吃吧 没问题的 何建国也只能牺牲细语的安慰 他也知道卓亦凡的性格 虽然平时大大咧咧 满嘴脏话 但其实他的心性并不坏 说白了 就是嘴欠一点 所以 很多时候 他也不会跟卓亦凡计较 我就不吃 要吃你自己吃 快点把卫星求救电话给我 我现在马上就要打电话回去 卓亦凡不耐烦地说道 你确定 何建国问道 当然确定 快点给我 我们来这里之前 卓总就交代过我 在坚持到一个月之前 如果你想退出的话 就让我用大嘴巴子抽你 凡哥 你可不要逼我 何建国一脸认真的说道 看着脸色变得认真起来的何建国 卓亦凡也是瞬间尾了下来 老何的一巴掌 可不是他能承受得住的 随后也只能乖乖地吃起了山鼠肉 不过一想到 还要坚持26天 欲哭无泪啊 而在第一直播间 两位选手是陈小刀 还有陆安 陈小刀是鲨老总的侄子 所以他的队友 也是大友来头 是曾经某特神秘特种部队的 退役特种兵 同样拥有着极强的荒野求生能力 虽然陈小刀和卓亦凡一样 没什么荒野求生的能力和经验 不过有大佬代费 就算是一头猪 坚持一个月也问题不大 而其他的素人选手 也在拼命地求生 对于大多数明星来说 他们可能只是为了流量来陆路面 坚持多少天对于他们来说 都无所谓 只要能够给自己赚来流量就够了 但是对于大部分的素人选手来说 其实他们来这里的目的 和陆宇是一样的 是为了生活 又或者是为了生存 就算是没有荒野求生的经验 也在拼命地坚持 因为对于大部分素人选手来说 这是一次改变他们人生的重要机会 昨天晚上又有好几组选手退出了 其中有五组是主播和明星选手 其中包括德云色的小月月 包备二 谢小娜 主播 PDD 大马猴 对于他们这些享受惯了的明星来说 荒岛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 在家里高床软枕 山珍海味 它不香吗 再说 就算是坚持一个月 一百万对于他们来说 也不是什么大钱 明星跑两个场子 主播直播几场 一百万就轻轻松松地到手了 哪里用得着受这种苦 而陆宇和热巴这边 又要为早餐做准备了 昨天狩猎的时候 只抓到了一只野鸡 而且昨天晚上就已经吃完了 所以今天早上的早餐没有了着落 看样子只能去检查一下捕鱼龙了 今天早上就喝鱼汤吧 因为昨天晚上就检查过绳索陷阱 所以今天早上应该是没什么收获的 不过捕鱼龙他们已经放了两天的时间了 现在应该有所收获 嗯 那我们去看看捕鱼陷阱吧 随后两人简单地收拾了一番 带上了所有的装备 开始前往小溪那边 其实他们的庇护所距离小溪很近 也就两分钟的路程就能走到 只不过距离放置捕鱼龙的小水塘稍微远一点 但是半个小时的时间也足够了 我们要不要把小狼仔带上呀 热巴看了看趴在床底下的小白狼 开口问道 虽然昨天的时候确实有点害怕这只小白狼 因为他害怕把周围的狼群给引过来 不过看着小狼那可怜巴巴的样子 好像也不是很可怕 而且如果把他一个丢在庇护所的话 总感觉有点不太安全 算了 就让他好好地休息一下吧 反正现在也不能捕猎 带着他只是累赘 陆宇瞥了一眼小狼仔 现在带出去的话还要自己抱着 等他啥时候能跟上脚步了再说吧 两人很快就来到了波及陷阱边 这一次捕到的小鱼要更多一些 看上去足足有二十多条 而且有些小鱼的个头也比较大 到了小水塘的时候 两个捕鱼龙的收获都相当的不错 除了一些小鱼之外 这一次还捕捉到了一些个头比较大的西施斑 总共有六条 每一条差不多也有三四两种 还有一些小鱼和和虾 我们今天的收获真不错啊 这么多的小鱼小虾 还有几条大鱼 这几条大鱼回去之后 要不我们烤着吃吧 看到今天满满当当的收获 热巴也是相当的开心 毕竟这一次的收获是上一次的三四倍 而且这一些大鱼烤着吃的话 味道会更好 好 听你的 陆宇笑了笑 随后两人回到了庇护所 回去的时候 小狼仔居然从庇护所中爬了出来 这让陆宇感觉到有点意外 因为昨天捡到小狼仔的时候 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完全没有任何的行动能力 今天居然能够从庇护所说爬出来了 看来昨天晚上的肉汤 还是有点作用的 陆宇 这小家伙居然自己爬出来了 看样子 你把他救活了 热巴显然也是很惊讶 虽然昨天的时候 确实有点害怕这只小狼仔 毕竟 他可是一只货真价实的狼 可是现在看着他那毛茸茸的样子 又觉得非常的可爱 毕竟没有多少女生 能够拒绝这种毛茸茸的东西 尤其是小狼仔纯白色的毛发 看上去有几分高贵的感觉 看样子 状态确实比昨天要好了一点 等会熬点鱼汤 再给他灌一点吧 不知为何 心里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嗯 好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随后开始准备早餐 比较大的几条西石斑 用一些树枝插着烤 而剩余的小鱼 全部熬成了鱼汤 满满当当的 一锅里面可全都是蛋白质 十几分钟之后 烤鱼已经烤好了 又过了一会儿 鱼汤也熬好了 或许是因为鱼比较多的缘故 鱼汤咸得比较白 看上去就营养十足 来 小东西 自己喝点汤 鹿鱼找了一些阔叶 随后把鱼汤倒在了叶子上 又把小狼仔拉了过来 巴唧巴唧 最后 小狼仔也是赶紧巴唧巴唧地舔了起来 不错不错 会自己吃东西了 看样子 你暂时不会成为烤肉串了 鹿鱼摸了摸小狼仔的头 露出了老父亲般的笑容 这小东西 真是越看越顺眼啊 鹿鱼 要不我们给小狼仔起个名字吧 一直叫他小狼仔的话 总感觉特别的别扭 热巴显然也是对小狼仔有了一些兴趣 没有昨天刚见到的时候 那么害怕了 嗯 你看他的样子 像一个白毛球一样 叫声是叽叽叽的 我们就叫他小鸡吧 鹿鱼思考了片刻之后 认真地说道 对于起名字这种事情 他确实不太擅长 不过他对这些可爱的称呼 还是颇有心得的 只要在前面加一个小字 就会显得格外的可爱 就比如 小撒笔 小吃老等 小鸡吧这个名字 也很好听 啊 听到这个名字之后 热巴一脸的无语 这他妈都是什么鸡吧名字 小鸡吧 怎么听都别扭 随后一脸认真地说道 我看他长得像个白毛团一样 以后我们就叫他团团吧 虽然自己也不太会取名字 但是听上去 总比之前鹿鱼取的小鸡吧 要好听一点吧 也行 那就这样决定吧 一个名字而已 鹿鱼也没什么意见 而且 团团这个名字 听上去 确实比刚才自己取的 要好听一点 团团 来 让我抱抱 取了名字之后 热巴顿时对小狼仔 亲密了许多 这小东西 看着个头不大 但是饭量可真不小 一锅鱼汤 被他喝掉了三分之一 而且还吃掉了一些鱼肉 不过吃完之后 显然更加精神了 原本一直闭着的双眼 此时也圆滚滚地睁开了 而且也更活泼了一些 鹿鱼你快看 团团的眼睛 居然跟蓝宝石一样 太漂亮了 热巴像是发现了 新大陆一样激动 鹿鱼也是好奇地看了一眼 就看到那小家伙 正用自己那 充满智慧的眼神盯着自己 一般来说 狼的眼神中 应该是充满了 沙法和王霸之气的 可是从眼前 这小家伙的眼神中 鹿鱼只看到了 和哈士奇 有的一拼的智慧 没有一丝丝 让人忌惮的感觉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只纽芬兰白狼仔的爸爸 就是哈士奇 然后他的狼爹 发现自己戴绿帽的事情 就把小狼仔给我请得抛弃了 有道理有道理 肯定是这样的 鹿鱼瞬间恍然大悟 然后 看向小团团的时候 眼神之中 不禁多了一些同情 真是可怜啊 小小年纪 就要为母亲造的孽买单 他也突然觉得自己 如此逆天的推理能力 不去当侦探 真是太可惜了 啊 眼睛看上去 确实很漂亮 就是 感觉有点哈里哈气的 鹿鱼点了点头 笑着回答道 哈里哈气不好吗 如果他要真的是一只 哈士奇的话才好呢 热巴嘟了嘟嘴 显然此刻 他非常的喜欢这个小家伙 接着 鹿鱼又用竹子 给团团弄了一个狗笼子 毕竟这东西 还是有点太小了 根本就没办法带着他去打猎 所以 先把他安置在庇护所里 等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 可能会派上一些用场 虽然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可能会消耗一些食物 但有这么一只宠物 也可以说是备用食物 至少也能排解一下 两人的无聊 二十分钟的时间 鹿鱼就给团团 打造了一个舒适的狗窝 里面又找了一些干燥的枯叶 垫在笼子里面 小东西看上去还挺喜欢的 在里面玩得挺欢的 看样子 小家伙是缓过来了 做这些琐碎的小事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一转眼的时间 差不多又到中午了 鹿鱼 要不一会 我给咱们煮点野菜吧 今天早上刚刚吃过鱼 中午就吃点野菜 稍微的垫垫肚子 眼瞅着到了中午 热巴野士 准备开始做饭 说实话 现在上岛已经四天的时间了 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 不是吃肉 就是吃野菜 开始想念 面条和米饭的味道了 不过他的心里也很清楚 在荒野中 想要吃面条和米饭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看样子 想要坚持一个月的时间 似乎并没有那么顺利 不 我们还是出去转转吧 说不定能够找到意外的收获 如果找不到其他的食物 到时候再煮点野菜 反正拿着锅和打火机的话 任何地方都可以煮野菜 鹿鱼摇了摇头 虽然在荒野中 对于食物不应该有所挑剔的 但如果有肉 或者是有其他食物的话 野菜自然也不是最好的选择 嗯 这样也好 今天我们就去野村一路吧 热巴也是赶紧点了点头 随后 把剩余的鱼汤 全部都放到了狗窝里面 然后庇护所的门关好之后 两人就离开了 这一次 他们选择的方向 是之前并没有去过的方向 因为之前几次的探索 除了找到野鸡和野兔的足迹之外 并没有找到其他的动物 所以 鹿鱼也决定 扩大一下他们食物的范围 毕竟 如果一个月只吃野兔和野鸡的话 肯定会吃腻的 而且 他们好像也并没有抓住过野兔 更重要的是 这两种动物 虽然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但是脂肪的含量却很少 时间一长的话 他们的体重肯定会下降 当然 体重含量下降 这是次要的 脂肪的摄入量过低的话 首先会让人体的免疫力急速下降 到时候 会造成记忆力衰退 减弱 脱发 以及皮肤变差等等的问题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转眼之间 两个小时的时间就过去了 这一路走过来 也只是碰到了一些野菜野果 先等一下 快看那边 有动物的粪便 就在两人继续前行的时候 陆宇突然叫住了热巴 因为就在不远处 他发现了一坨动物的粪便 而且这种粪便 显然是中型动物留下的 这是什么动物的粪便吗 会不会是狼群 热巴有些警惕地开口问道 自从他们捡到了小狼仔团团之后 热巴就总感觉 这个岛上会有狼群 所以这一路走过来 也是神经紧绷 生怕茂密的丛林中突然窜出狼 到时候可就真的BBQ了 不 这不是狼的粪便 看上去更像是 应该是野山羊的 陆宇凑近蹲下来看了看 随后分析道 因为以前他在荒野求生的时候 也见过野山羊的粪便 和眼前的粪便 几乎一模一样 而且 眼前的这坨粪便 看上去还有点热乎 这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讯息 说明这片区域 是有野山羊的活动迹象的 更重要的是 野山羊可能就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 野山羊 那是不是说明我们 马上就有羊排吃了 热巴满脸兴奋地开口问道 找了好几天的时间 终于找到大一点的动物了 如果他们能够狩猎到一头野山羊的话 那么 或许十几天都不用为食物发愁 更重要的是 还能够吃到新鲜的羊排 吃溜 想想多让人流口水 哪有想得那么简单 就算我们发现了野山羊的踪迹 可并不一定 我们能够狩猎成功 况且 我们现在只有一把柴刀 想要狩猎敏捷的野山羊 那是不可能的 除非 陆宇笑着摇了摇头 不过脑海中却立马浮现了 之前签约获得的系统奖励 弓箭的制作图纸 以及剑术LVE 如果能够制作出一副弓箭的话 那么能够狩猎到野山羊的成功率 就大大的提升了 除非什么 热巴赶紧开口问道 看样子 他对羊排非常的渴望 除非制作一副弓箭 陆宇回答道 其实在这种岛上材料 还是非常充足的 制作一副普通的弓箭 并没有太大的难度 就是准确率 肯定和那些专业的弓箭 没有可比性 好在系统奖励了剑术LVE 这让狩猎的成功率 大大的提升了 你会制作弓箭吗 热巴赶紧开口问道 在他看来 陆宇好像就是无所不能的 或许制作弓箭 对他来说也没什么难题 可以试试 不过先要找到一些 比较合适的材料 陆宇点了点头 也并没有隐瞒 自己的这种能力 想要狩猎野山羊的话 那么 弓的力道一定要大 因为这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力 是非常顽强的 如果无法一击击中要害 或者是力道不够足的话 是无法杀死他们的 今天我们就先不打草惊蛇了 回去制作一副弓箭 等明天再来 陆宇决定先离开这里 在没有制作好弓箭的情况下 只会打草惊蛇 这些野生动物 警惕性和安全意识 是非常高的 如果在这边受到惊吓的话 他们立刻会转移阵地 到时候再想找到他们 可就有点困难了 嗯嗯 听你的 热巴也是赶紧乖巧地点了点头 因为这种事情 他根本就帮不上忙 所以一切只能听从陆宇的安排 继续追踪了一下山羊的足迹之后 陆宇也在这些地方 做好了明显的标志 随后两人则是绕了个方向 准备回到庇护所 反正现在时间还早 所以就算是绕路回去 也不至于会迷路 又走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茂密的植被 变得稀疏了很多 而眼前则是出现了一些 比较高大的树木 陆宇 你快看那些是椰子树吗 热巴也是满脸好奇地问道 因为以前旅游的时候 他也见过很多的椰子树 而眼前的这种树木和椰子树 长得极其相似 算是吧 是椰子树的一种 但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种非常好的发现 或许 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有主粮了 陆宇脸上露出了激动的神色 随后点了点头开口说道 主粮 热巴显然有些不太理解 因为在他的印象中 主粮应该是米饭和面才对 眼前的这些树 怎么可能会作为主粮呢 难道他们以后的生活 真的只能啃树皮度日吗 可是他们 现在好像还没到那种 可怜到啃树皮的程度 嗯 眼前的这些树 就是我们的主粮 陆宇坚定地点了点头 热巴还是不减 直播间的所有粉丝和观众 同样是一脸疑惑 陆宇和热巴混得这么惨的吗 这是准备要啃树皮 还是吃树叶 我觉得应该是要啃树皮 因为 树叶他们可能摘不到 哈哈哈 楼上老六发言啊 难道这陆宇 是被饿傻了吗 这他妈不就是一棵椰子树吗 能做主粮 我和热巴一样 一脸猛逼 陆宇小哥哥好可怜 我TM居然之前对陆宇抱有希望 看样子 是我唐突了 楼上真是一群文盲 这他妈哪里是椰子树啊 这叫西谷椰树 直播间非常的活跃 大多数的粉丝和观众觉得 陆宇应该是被饿傻了 要不就是饿出幻觉了 不然的话 怎么可能把椰子树当成主粮呢 不过也有一些知识面 比较广的粉丝 明白了陆宇刚才的话 这种树叫西谷椰树 不过这种树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米树 陆宇开始给热巴科普了起来 因为以前经常荒野求生的原因 所以对于这些基础的知识 了解的还是比较多的 想要在荒野中生存下去 首先你就必须要拥有足够的荒野知识量 要了解荒野中大部分植物的作用 以及它们的功效 甚至包括它们所富含的营养物质 这对于一些荒野求生者来说 是比较基础的知识 点评直播间中 西谷椰树也被称之为米树 因为在树干和树皮中 存储着大量的淀粉 一棵十米高的西谷椰树中 大约富含一百公斤以上的淀粉 淀粉的含量 远远超过了格根那些含淀粉的植物 在一些非洲地区和部落 大部分人还以此为主食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西米 就是西谷椰树的产物 所以这个陆宇 真的拥有极其庞大的荒野知识量 我现在对它越来越有信心了 贝爷也是给陆哈和纳英他们 做着简单的科普 当然包括直播间的百万观众 这个陆宇 还真是让人一次又一次的惊讶 连这种东西都认识 看样子 他将是这个节目的唯一黑马 陆哈也是有些惊讶地说道 毕竟陆宇的年纪 看上去比自己还小 没想到对荒野中的植物 居然如此地了解 这些东西 有可能是在书本 或者是在手机上看到的 但是他更愿意相信 陆宇本身就拥有极强的荒原求生能力 切 贝爷不是刚才说过了吗 这些只是一些普通的荒野求生知识 书本上都能见到 而且不就是西米吗 搞得谁没见过一样 现在说他们是黑马 还为时尚早 我倒是觉得 吴京和黄老师他们 可比陆宇和那个热巴强多了 那鹰没好气地说道 语气有点酸 说话的时候 感觉嘴里塞了一个柠檬一样 看样子 对于之前陆宇和热巴说 那鹰是鸡的事情 还是耿耿于怀 倒上 所以 只要我们砍一棵西谷椰树回去 就能得到大量的淀粉了 到时候 我们可以把淀粉做成西米 或者是做一些米粉之类的 也完全没有问题 最好是 能够抓住一两头山羊 做些西米录 也完全没问题 陆宇也差不多给热巴解释完了 西米中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少量的脂肪 维生素 和人体中所需的微量元素 所以 它的营养 不比大米少 而且 在市面上的价格 也比普通的大米 要贵得多 听到陆宇如此详细地解释 热巴则是瞬间化作小迷妹 一双崇拜的大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陆宇 只是他觉得 陆宇简直就是无所不知 真的让他有点难以置信 一个十八岁的少年而已 居然拥有如此海量的知识量 怎么这么看着我 我的脸上有花吗 看到热巴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陆宇也是有些不太好意思地问道 没有花 但是 你好帅啊 热巴摇了摇头 随后满脸认真的说道 又帅 懂得又多 而且还那么有男子汉气感 这不就是自己心目中 梦寐以求的白马王子吗 嗨嗨 我知道我很帅 但是你这样直接地说出来 我还是会脸红的 陆宇也是开玩笑地说道 直播间的观众 虽然觉得陆宇刚才的话很自恋 不过他说的 好像确实是真的 五官俊逸 棱角分明 而且浑身散发着阳刚的气质 这比那些天天化着浓妆的娘炮 和唱着吉尼太美的小鲜肉 确实帅多了啊 作为一名男子汉 就是要有这种阳刚之气 气 说你胖还喘上了 热巴给了陆宇一个白眼 而陆宇也根本就不理会这些 拿着自己手里的柴刀 开始对着西谷耶稣 框框砍了起来 他挑的是一棵比较小的西谷耶稣 不过 直径也有30公分 而且 西谷耶稣的树干 可没有芭蕉树和棕榈树那么柔软 和普通的树硬度 差不多 没有锯子和斧头的情况下 想要砍倒 可真没有那么容易 虽然自己的手上没有锯子 和斧头那些砍发工具 但是陆宇可不准备放过这么多的淀粉 毕竟这些东西 以后可就是碳水化合物的来源 没有任何的犹豫 拿起自己手里的柴刀 对着西谷耶稣底部 就开始框框直砍 热巴也知道 这种力气活自己帮不上太多的忙 主要还是因为他们 就只有柴刀这么一个工具 所以 他也是非常自觉地 去挖了一些野菜 开始生火做饭 下午一两点钟 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 连续砍了半个多小时之后 陆宇也是开始汗流加倍 满头大汗 虽然身体被强化剂强化过 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不会流汗 不会累 尤其是在这种高温之下工作 身体中的水分会蒸发得更快 我去 不得不说 陆宇这家伙的身体素质 是真的离谱 这都砍了半个小时了 都没有休息 确实啊 这一点 我是真的佩服 要是我 估计砍个十几下就砍不动了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身体素质 实在太差了 楼上的说法明显是错误的 只是我们身体素质太差了而已 毕竟陆宇也和我们是同龄人 兄弟 光头墙牌电锯要来一把吗 九成熙 一折出售 对于陆宇的身体素质 直播间的大多数观众 也是心服口服的 而这时候 热巴的午饭也差不多做好了 其实就是煮了一些野菜 陆宇 赶紧过来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吧 你都快砍了一个小时了 看着满头大汗的陆宇 其实热巴也是相当的心疼 心中也有愧疚 毕竟 作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自己并没有帮上太大的忙 好 这鬼天气 太热了 陆宇点了点头 也准备休息一下 其实累的话倒也一般 主要是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很有可能会有脱水的风险 就算身体再强悍 一旦脱水 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放下柴刀之后 两人也是吃起了野菜汤 其实在饿了之后 就算是野菜汤 也能吃得津津有味 否则的话 王宝串也坚持不了18年 吃完野菜汤 又简单地休息了几分钟之后 陆宇开始继续干活 时间又是过了半个小时 溪谷椰树底部 终于被砍出了一个巨大的火口 呼 差不多了 应该能推到了吧 看来看自己 这个小时的劳动成果 陆宇也是比较满意的 现在已经砍出了一个巨大的火口 只要反方向稍微用力的话 就能推倒 体力消耗有点快 而且 这么重的树干要扛回去的话 以我现在的力量 应该有点吃力 算了 还是把另外一份身体强化剂也吃了吧 看着眼前将近七八米的溪谷椰树 陆宇的心中也是做了决定 这颗溪谷椰树少说 也有300斤往上了 就算是把顶端没用的部分砍掉 最少也有200斤重 虽然这样的重量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没什么太大的压力 但是要扛着200多斤重的东西 在茂密的丛林中穿梭 而且还要坚持两个多小时 这绝对是巨大的挑战 所以 为了自己更轻松一点 他准备把剩余的一份身体强化剂也使用了 因为这样的话 自己的各项机能也能够得到翻倍的提升 到时候 就算是扛着200斤的东西 在丛林中穿梭 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毕竟 他现在的基础属性 已经超过了普通成年人的近三倍 系统 使用身体强化剂 一念至此 陆宇也没有过多的犹豫 直接在心中默念的 好的素拙 系统的电子合成音 也立刻在脑海中响了起来 随之而来的 则是一阵钻心的疼痛 不过这一次的疼痛感 和持续的时间 并没有第一次那么强 仅仅是一分钟之后 疼痛感便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精神抖擞的感觉 之前感受到的疲乏 也完全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陆宇的身体属性模板 也在眼前出现 姓名 陆宇 年龄 18 力量 25加 15 敏捷 25加 15 精神 20加 12 体质 23加 15 技能 剑筑手艺LV1 狩猎技巧LV1 厨艺LV1 剑术LV1 物品 传统弓箭制作图纸 10 了身体强化剂之后 所有的四维属性 和上一次增加的一模一样 看样子 每一份身体强化剂 所增加的四维属性 是相同的 这种感觉 真是太棒了 我现在的力量 已经达到了正常成年人的四倍 说不定 现在就算是遇上野狼 我也能一拳给砸死 强大的力量感 也让陆宇自信满满 如果只是 一两头野狼的话 他确实有这样的能力 不过 要是狼群的数量多一点 就有点难搞了 接着陆宇 直接用蛮力 推倒了西谷椰树 轰隆咚 随后用柴刀 砍去了最顶端那些 没用的部分和叶子 树干目测 有6米长 如果想要这就这样扛回去的话 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最后 陆宇也只能继续把树干分断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两个多小时之后 陆宇终于把树干 分成了长短差不多的四节 每节1.5米 然后又找了一些结实的藤条 把四节树干牢牢地绑了起来 还给自己用藤条编了两根背带 毕竟回去的路可不近 而且很难走 而此时直播间和点评直播间的众人 看到陆宇的动作 有惊讶也有疑惑不解 怎么回事 陆宇是准备一次 把那些树干扛回去 特么的逗我玩呢 这尼玛把自己当绿巨人了 陆宇 这流量不就来了吗 这TM陆宇 要是一次能把这些树干扛回去 我直播倒立吃屎 有完没完 又他妈来直播间骗吃骗喝 这个ID我记住了 期待你的表演 这次是真的 我发毒誓 如果做不到 我这辈子打光棍 你这辈子 本来就是打光棍的命啊 这算什么毒誓 蹦不住了 虽然我承认 陆宇的身体素质 确实比我们要强大太多了 但是想要一下子 把那些树干全部扛回去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楼上说的没错 看刚才树干的硬度 估计至少两百斤往上 而且要在茂密的丛林中 行走两个小时 这不是正常人能够做到的事情 陆宇 你觉得我是正常人 我感觉你在侮辱我 众所周知 人和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记得有一次我在 极度愤怒的情况下 整整愤怒了一天 操 你TM 是魔鬼还是秀 我还以为 你在愤怒的情况下去 滑产大脑斧了呢 你们现在在这里争辩有什么用啊 人家陆宇从来都没说过 一次性扛回去啊 就是就是 分几趟扛不行吗 而此时在第三直播间热闹非凡的时候 点评直播间也是气氛火热 哼 我就说 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不自量力 又大话满天 真以为自己多干了几年的工地 就力气大得不得了了 居然想一下子 把扛那么多东西回去 我看啊 就是想蹭流量魔症了 点评导师那鹰一脸不屑地说道 这一次终于让他逮住了机会 可以好好地发泄一下 自己心中的不满 那姐说的没错 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这样的 总喜欢通过一些博眼球的方式 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热度 我也很讨厌这种方式 乃像我们那一辈 靠的全都是真才实学 张子怡也是满脸嫌弃地说道 当然他针对的不仅仅是鲁语 还有那些没有一点点能力和才华 就知道买热搜和蹭热度的小鲜肉 可不就是这样吗 这一辈年轻人啊 跟我们比起来真是差远了 一天到晚就想着这些旁门左道啊 有时候想想挺悲哀的 那英继续站在制高点高谈阔论 路哈听到这话之后 微微地皱了皱眉头 这话明显就是说给自己听的啊 毕竟在点评直播间 只有自己一个年轻人 而且就是他们口中所说的小鲜肉 虽然他一直都在努力 一直都想摆脱这个极具贬义的头衔 直播间的年轻人 也是疯狂地刷着弹幕 毕竟刚才那英和张子怡的对话 完全就是一一棍子 打死了所有的年轻人 包括那些很努力的年轻人 什么叫这一辈的年轻人都比不上他们 每个时代都有精英和人渣 那些广场舞大妈 那些碰瓷的老头老太 那些腿脚铃便去逼着小学生 给他们让做的老东西 不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产物吗 贝燕 你觉得那个陆宇 真的能扛起那些椰子树干吗 随后那英也是将目光看向了贝尔 这 确实有点不太可能 根据我的推测 那些西谷椰树的树干 重量应该在一百公斤往上 一个成年人能扛起来就算不错了 想要返回庇护所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反正我是做不到 贝尔略微思索的片刻便是摇了摇头说道 他所说的话都是对事不对人 心里怎么想的就会怎么说 自己以前也是特种部队出身 就算是巅峰时期 想要扛着那腰重的东西行走两个小时 还是在那种环境中几乎不可能完成 而且自己所在的特种部队最精英成员 也不可能做到 那个陆宇选手的身体素质 确实超过了同龄人很多 但毕竟也是一个正常人 不是超人 这种事情已经超过了一个正常人 所能做到的范畴 我就说嘛 为了博取一点点的流量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实话实说 我最讨厌这样的年轻人 不思上进不知学习 一天到晚想着投机取巧 听到贝尔的话之后 那应更加的得意 接下来就等着看那家伙 怎么出洋相就好了 这么装逼 看他等会如何收场 那姐 其实陆宇根本就没说过 他要一次性把所有的树干都扛回去 所以现在说这些话 为时尚早呢 陆哈实在是有点受不了那阴朗 从始至终 陆宇都没有说过 他要一次性把所有的树干 都扛回庇护所 这都是他们自己在那里猜测而已 看他的动作 可不就是这样想的吗 当然了 他最后肯定不会一次性全部扛回去的 因为他根本就没那个本事 无非就是 通过这种不要脸的方式 给他们第三直播间引流而已 那音音阳怪气地说道 陆哈脸色微微地变了变 不过并没有开口说话 就算是心中很讨厌 但毕竟对方也是娱乐圈的前辈 为这样的事情闹矛盾 有点不太划算 而此时在岛上的热巴 看到陆宇的动作之后 也是同样惊讶不已 随后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陆宇 你该不会是想一次性 把这些全部都扛回去吧 在他看来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算是其中一节 绝对会累得筋疲力尽 更何况 陆宇直接把所有的树干都捆在一起了 当然要一次性全部扛回去了 这么远的路程 来回一次得要四五个小时 我可不想来回跑那么多次 看着满脸惊讶和难以置信的热巴 陆宇则是理所当然地回答道 以他现在的身体素质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顶多就是中途的时候 多休息几次而已 而且 如果要让他分批次来拿的话 确实有点太麻烦了 毕竟现在才是求生的第四天 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这 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这些树干 得有多重啊 你居然要一次性拿回去 热巴 还是完全无法相信 一个人的力量 总归是有极限的 而且 陆宇现在 也只是18岁的年纪而已 就算他比同龄人要强得多 也不可能是超人啊 这种事情 估计只有超人能够做得到 目测 也就一百多公斤吧 也不是很重 陆宇则是一脸轻松地笑着说道 如果刚才没有使用身体强化剂的话 这些树干 想要一趟扛回庇护所 确实是不小的挑战 但是现在 并不难 热巴 我特么 你管这脚不是很重 听听 人言否 卧槽 这个B装过头了哈 这B给你装的 我只能给你99分 无形装B 罪以为致命 论装B 我只服你 这特么 是装B界的天花板了吧 我日 这货还真 TM打算一次性 把所有的树干都扛回去啊 兄弟 这个B装过头了哈 如果陆宇真的能一次性 把那些东西都扛回去 我愿称你为神 如果能成功 我打赏666超跑 算我一个 加一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陆宇真的那么厉害 我直播道里吃屎 当直播间的所有人 听到陆宇真的有这样的打算的时候 整个直播间 所有的观众 再次沸腾了起来 当然 大多数人也只是看看热闹 因为他们知道 那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而此时在点评直播间 Oh my god 陆宇选手到底在想什么 他居然真的想要这么做 难道他觉得自己 能够打破普通人的身体极限吗 这根本就是做不到的事情 听到直播间陆宇所说的话之后 贝尔也是为之震惊 因为对于他这个 曾经服役于特种部队的 退役特种兵来说 这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就算是特种兵巅峰时刻 都不可能做到这种事情 更何况 陆宇看上去并不是很强壮 而且 年纪也只有18岁而已 也不知道这小子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居然让他说出如此的大话 他到底有什么底气 就是不知道一会儿 他该如何收场 就连陆哈 都是心中微微惊讶了一下 自己前两分钟 还说陆宇没说过那样的话 还在帮他狡辩 没想到这小子一瞬间 就把自己脸打得啪啪直响 小陆呀 看吧 姜还是老的辣 你还是太年轻了 你年少成名 根本就不知道 现在的小年轻 心里想的是什么 为了出名 他们可是无所不用其极 不过 我倒是很想看看 他是怎么把所有的木头 全部扛起来的 那因顿时抓住了机会 就是一顿嘲讽 这样的机会可不多 要是错过以后 可就没那么多了 等这一次 自己占据优势之后 下一次陆哈 应该也不会那么顶撞 自己这个前辈了 陆哈此时 也不知道 应该说些什么 不知道陆宇那家伙 到底是真有实力 还是真的在通过这种 不入流的方式蹭流量 不过 毕竟刚才自己 已经说过那样的话了 好像也只能硬着头皮 继续刚了 随后接着说到 那姐 说不定陆宇 还真就有那样的实力 毕竟我们之前 也看到了他 超乎普通人的体能 和身体素质 或许那些树干 对于普通人来说拿不起来 但是陆宇显然 和普通人不太一样 他的身体素质 可比我们要强多了 或许这也是他最后的倔强吧 又或许不想看到 那因小人得志的样子 你到现在 居然还这样认为吗 那我们打个读怎么样 如果那个陆宇 真的能够一次性 扛着树干 回到庇护所 我立刻宣布放弃导师的身份 退出节目组 那因显然想玩一把大的 毕竟好不容易抓住 这样一个机会 可不能白白浪费 而且他也笃定 陆宇根本就做不到 这不是一个正常人 能够做到的事情 况且 只是一个小屁孩而已 这 不好吧 那姐 我们没必要 玩这么大 陆哈略做犹豫之后 便是笑着说道 要知道现在 如果退出节目组的话 不仅拿不到任何的片酬 甚至还要赔偿违约金 这可是一笔不菲的费用 打这样的赌 显然是有点不划算的 而且他对陆宇 也没有绝对的信心 毕竟陆宇要做的事情 对于他们这些普通人来说 实在是太疯狂了 既然你这么说的话 那我们就赌得小一点吧 50万 行不 这对于你来说 应该不算什么吧 那应咄咄逼人的说道 如果今天能够狠狠地 打一下陆哈和陆宇的脸 顺便能赚一点外快 的话就更好了 50万 对于这些顶流小鲜肉来说 确实不算什么 甚至可能一场演出 或者一个生日会 就能赚到比这多十倍 甚至更多的钱 但是对于自己 这么一个上了年纪 而且没什么流量的歌手来说 50万 已经不是一个小数字了 反正从始至中 他就看不惯这种小鲜肉 正好可以趁机敲诈一笔 既然那姐这么有雅性的话 那就赌一把吧 听到那音咄咄逼人的语气之后 陆哈也不再犹豫 50万对自己来说 确实不是一笔什么大钱 要是不赌的话 倒是显得自己没魄力了 身为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掉链子呢 好好好 你们年轻人就是有气魄 我喜欢 贝爷还有子怡 你们可要作证哦 那音一脸高兴地 对着贝尔和张子怡说道 好像生怕陆哈会反悔一样 好 那我来做公正人吧 张子怡想都没想 就答应了下来 因为从一开始 他也不喜欢陆宇和热巴的组合 而陆哈一直向着他们 自然也是让他感觉到不满 这么好的一个教训一下 年轻人的机会 怎么可以错过呢 小洛 你刚才的决定 有点太冲动了 陆宇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的 你这完全就是给对方 白白送五十万 贝尔则是脸色 有点不太好看地说道 那音完全就是 抓住了年轻人 争强好胜 好面子的性格进行敲诈 这种做事风格 可不像是一个前辈 能够做出来的事情 心中对于那音 也是瞬间全无好感 没事的贝爷 五十万对我来说 不算什么 而且我觉得 陆宇竟然那么自信 肯定有他自信的资本 陆哈则是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输了无非就是给对方五十万而已 万一赢了呢 对他来说比起五十万 面子确实很重要啊 哎 贝尔叹了口气 既是感叹陆哈的年少轻狂 也是感叹华国的明星 是真赚钱啊 几万刀 对他们来说 居然跟不值一提一样 岛上 看到如此执着且自信的陆宇 热巴自然也没什么好说的 既然陆宇有这样的自信 那就说明 他有这样的实力 他也只能拿起了锅和柴刀 然后走在前面准备开路 陆宇也是做好了架势 把胳膊套进了 编织好的藤条背带上 然后微微一用力 两百多斤的树干 居然被轻轻松松地背了起来 还行 不起很重 没什么压力 热巴 这一幕 看傻了身旁的热巴 虽然他相信 陆宇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他居然表现得如此轻松 还是深深地震撼到了热巴 这男人 强得离谱了吧 当然 震惊的不仅仅是热巴 还有所有第三直播间 以及点评直播间的观众 我曹曹曹 真特么背起来了 我眼花了吧 这特么是人能做到的事 这这这 这是棉花做的吧 陆宇那家伙 是不是使用了美对同款血清 这特么绝对是超人 实锤了 我妈问我 为什么跪着看直播 我给他看了看 现在和我拍拍跪 还说 陆宇身体真棒 真尼玛 笑处强大 根据我的判断 楼主 你可能要多个罢了 陆旭这家伙 真的是人吗 我很怀疑啊 陆宇小哥哥太厉害了 爱了爱了 之前那些LIFLAG的大佬在哪里 对对对 之前那位要直播道立吃屎的大佬 是不是应该出来说两句 我记得他的ID 叫我就爱吃屎 不服来打我阿笨蛋 快艾特一下 at我就爱吃屎 不服来打我阿笨蛋 at我就爱吃屎 不服来打我阿笨蛋 兄弟快点出来吃屎了 趁热 我就爱吃屎 不服来打我阿笨蛋 你们是不是一群傻逼 我说的是 如果陆宇能扛着那些树干 回到庇护所 他现在只是扛起来了而已 扛到了再说 你还真是全身组织都是软的 就嘴是硬的 这就是传说中的 100斤体重98斤嘴吗 我觉得 史哥说的 也不无道理 确实 毕竟陆宇还没有把东西扛回庇护 能扛起来 其实并不是很难 一般身体素质强一点的 都能扛起来 但是想要扛两个小时 回到庇护所 这就很难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到时候可别跑 陆宇成功地扛起200多斤的树干之后 也是瞬间让整个直播间 掀起了轩然大波 弹幕和评论 一波接着一波 当然 那些Liflag的 也没有现在就兑现 毕竟陆宇还没有完成所有的步骤 没有把树干成功地扛回庇护所 不过以陆宇那不太强壮的身板 能够扛起200多斤的东西 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 这也让直播间 大多数的观众直呼牛皮 而点评直播间 那因此时的脸色 已经变得跟猪肝一样 虽然陆宇 还没有把那些树干 扛回庇护所 可是看他的样子 好像是很轻松 这让他的心中 隐隐有了一些不安的感觉 这要是打赌输了的话 不仅非常的丢人 会被直播间的那些观众 再次疯狂地嘲讽 更重要的是 还会输掉50万 50万对他来说 可不是一笔小钱 如果真的被陆宇那个混蛋 给做到了的话 到时候 自己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输了人品又要输钱 而反观陆哈 刚才脸上的凝重 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兴奋和激动 当然 50万对他来说 不算什么 就算是赢了50万 也没什么好得瑟的 主要是 那种赢了赌约之后 感觉会非常的爽 而一旁的贝尔满脸惊骇 使劲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好像觉得自己有点眼花了 一个18岁的少年而已 而且看上去 身体并不算特别强壮 居然能够扛起200斤的东西 而且如此的轻松 这好像完全打破了 自己对人类力量的了解 就算是最顶尖特种兵 都做不到的事情 居然被一个18岁的少年 给做到了 震撼 无比的震撼 太 太厉害了 这个陆宇 真是太厉害了 憋了几分钟 贝爷也只是憋出了这么一句话 加油陆宇 陆哈则是满脸开心地 给陆宇加油助威 在直播间所有观众的震惊中 陆宇和热巴不断地前进 热巴在前面不断地 用柴刀清理砸草和树枝 陆宇则是一脸轻松地走在后面 虽然有压力 但是坚持回到庇护所 还是没有问题的 中途总共休息了三次 差不多三个小时之后 两人才终于回到了庇护所 这时候就连热巴都已经气喘吁吁 满头大汗的 毕竟今天已经连续在丛林中 逛了五六个小时 而且回来的时候 还要不断地清除脚下的杂草 以便于陆宇更好的通过 所以也是消耗了不少的体能 现在两条胳膊酸痛不已 都快有点举不起来了 不过看陆宇的情况 似乎比热巴还要更好一点 虽然额头也有汗水 不过脸色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呼 还真是够累的 不过主食友了 这里面所富含的淀粉 应该至少可以让我们吃两个月 把树干放到地上之后 陆宇也是长长地呼了口气 说不累 那肯定是骗人的 毕竟扛着两百多斤的东西 在茂密的丛林中 穿梭了三个小时 不过身体被强化过之后 这样的体能消耗还能接受 我去煮点开水 你好好的休息一下 今天你实在是太累了 热巴也是赶紧去打水烧水 然后让陆宇好好地休息一下 虽然只是他自己也累得不轻 胳膊和腿 甚至都有点不听使唤了 不过 他知道陆宇比自己更累 光是砍树 就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又花了三个小时背了回来 要是一般人 估计早就被累趴下了 嗯好 陆宇也没拒绝 毕竟 求生是两个人的事情 总不能所有的活都自己做 在等待热巴烧水的时间 陆宇也去看了看团团 小家伙已经把所有的鱼汤都喝完了 就连一些鱼肉的残渣也都吃完了 看上去比中午离开的时候 更精神了一些 鸡鸡鸡 看见陆宇之后 团团也是激动地叫唤了起来 陆宇打开笼子 把团团放了出来 然后 Rua了Rua毛茸茸的脑袋 触感不错 团团似乎也很想亲自被Rua的感觉 这就是有一只宠物的好处 没事的时候可以撸一撸 Rua一Rua 过过手影 而伴随着陆宇和热巴 回到庇护所 此时直播间和点评直播间 都无比的火热 弹幕早就已经覆盖了 所有的直播内容 陆宇 从今天开始 我愿称你为最强 陆宇 我心目中神一样的难赢 以后你就是羽神 这家伙的 绝对不是怀胎十月生的 我怀疑他是那扎 那扎 什么鬼 他不是在第十九直播间吗 兄弟们 还记得Leaflack的那些人吗 对对对 快点出来 该打赏的打赏 该赤屎的赤屎 at我就爱吃屎 不服来打我阿笨蛋 快点开直播 没有想我可以资助 绝对一手 保质保量保温度 顺风速运 一手新鲜 这东西我也有 我资助一公斤 憋了大半天 就会等这一刻 快开直播 我憋不住了 而此时在一间出租屋里面 一位浑身挂满了 键盘的键盘小王子 看着直播间的评论和弹幕 嘴角扬起了一抹不屑的糊涂 切 一群小逼宰子们 看你们那死样子 大爷我常年混迹在直播圈 你们让我吃香 我就吃啊 大爷小浩多 有本事摸着网线来打本大爷 笨蛋 那嘚瑟的模样 和下剑的要求 就连本作者 都想忍不住 给他两个大逼斗 迅速地换了一个ID之后 键盘小王子 又开始在直播间 骗吃骗喝 没办法 浩多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直播间还在疯狂的艾特 当然也有一些信守承诺 说到做到的观众 说到做到 66个超跑不算是 也要 那我和打赏超跑 信号66 爱迪生一号 打赏超跑信号时 独爱皮燕子 打赏鲨鱼玩信号666 一瞬间 打赏的特效 开始在直播间 接二连三的升起 要知道一个超跑的价格 多个超跑已经是大几万块钱了 这种大手笔 用一至千金来形容 也并不过分 果然 直播间的有钱大佬真不少 卧槽 请问各位大佬缺挂剑吗 几位富豪 还有没有多余的腿毛 各位小哥哥 赢家富白帽美大长腿 聊聊 直播间整活的兄弟们 也并不少 看到那些财大气粗的大佬 也是忍不住的 想当一把挂剑 当然 这些人只不过是想调侃一下 活跃一下直播间的气氛而已 毕竟没有人不懂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个道理 别人的钱多 那是别人的事情 直播间如火如荼的同时 也有不少视频博主 早就把陆宇 扛着200多斤树干 在丛林中穿梭的 直播内容剪辑成的视频 然后开始在各个短视频平台发放 很快就获得了相当高的人气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播放量破十万 转发评论也瞬间破千 毕竟50块钱 海岛求生这打字真人秀节目 本身就热度十足 一般人看到这样的标题 都会忍不住地点进去看两眼 遇到喜欢的内容 自然也会选择评论点赞 转发三连 而且因为热巴和陆宇组队的缘故 也让陆宇名声大噪 所以此时陆宇的人气 也是比较高的 短时间之内 视频能够达到这种播放量 完全在意料之中 并没有什么好惊讶的 伴随着事情的发酵 陆宇超乎常人的身体素质 也登上了热搜 不过只是在点评直播间 那鹰脸色 却是非常难看的 此刻他感觉自己的脸上火辣辣的 就好像被无数人用巴掌扇过一样 然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直播间里所有的观众 都在对自己进行疯狂的嘲讽 这不比直接打自己巴掌 好受多少 然而被直播间的观众 疯狂的攻击也就算了 他更在意的是 自己输掉了50万 怎么样那姐 我说的没错吧 陆宇本身就拥有 超乎同龄人的身体素质 那些重量 对于我们来说可能难以想象 但是对于陆宇来说 根本就不算是 看样子 这次的打赌 陆哈脸上挂着开心的笑容 对着那英说道 对于赢50万块钱这种事情 他根本就不在乎 也不会因此而兴奋 让他感觉到开心和激动的 说自己打赌赢了 让那姐无话可说 看着那猪肝一样的脸色 心里就很爽 而贝爷还在持续猛逼中 因为他到现在还觉得 陆宇刚才所做的事情 是正常人根本做不到的 而且陆宇所展现的力量 也和他这个年纪 以及他那不怎么强壮的身体 完全不匹配 确实是你赢了 事实摆在眼前 那英也不得不承认 毕竟点评直播间 也有一百多万的观众 自己总不能当着 一百万观众的面耍赖吧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自己本就不算好的口碑和人品 可就彻底臭了 不过 50万呀 那对自己来说 可不是什么小数目 一旁的张子怡 果然看出了那英的心思 毕竟那英的条件 比自己要差得多 50万对于自己来说 也不是什么大钱 毕竟自己也时常上上综艺 或者是演演戏 也能挣不少 而且 老公的收入也不错 哎 还是帮帮英子吧 随后对着露哈说道 小鹿啊 刚才那姐只是和你开个玩笑而已 看在我的面子上 刚才你们赌约的事情就算了吧 毕竟现在大家都是同事 谈钱会伤感情的 而且 你也只是一个小辈而已 50万对你来说 应该不算钱 对吧 这个老好人当的 直播间瞬间骂声一片 刚才他骂的一起搞事情 现在看你面子 小鹿 别让我们看不起你 输了就是输了 输不起就叫他们别玩 50万 一分不少 对 拿出官宣女友的气魄 但他们 真TM是又菜又爱玩 看你的面子 咋的 你特么脸大 合着作为前辈 就可以出而反而 臭不要脸是吧 本来就不喜欢这俩货 现在越来越讨厌了 陆哈 如果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的话 那我直接嘲笑 你两年半 一百多万观众的直播间 也是疯狂刷屏 TMD说了就想赖账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陆哈也是看了看直播间的弹幕 虽然只是大概的瞥了一眼 但也看清楚了大部分的内容 显然几乎所有的观众 都不希望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 这就是明星所向 众望所归 而且他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既然打了赌 那么怎么可能出而反而呢 更重要的是 他可不希望自己被直播间的关注 嘲笑两年半 那太特么伤人了 多么狠毒的诅咒啊 紫衣姐 并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也不是我不尊重前辈 只是我觉得既然打了赌 那自然是要信守承诺的 五十万对我来说 确实不算什么大钱 但是输了就是输了 赌约还是要兑现的 我想 那姐作为前辈 也不想不守承诺吧 陆哈的声音彬彬有礼 但是语气却寸步不让 输了就不想认账 咋的 输不起 还是你们脸大 如果是那阴影了呢 估计会让自己现场打钱吧 夫人 你也不想被一百万人说完不起吧 那 那是当然 你以为我会很在乎那五十万吗 等会我就会让我的助理 把钱打给你的 那音也是硬气地说道 没办法 毕竟直播间里 现在有一百五十多万观众 见证者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自己之前 也是那般嚣张跋扈的态度 现在想要反悔 肯定是为时已晚 只不过眼前的这个小辈 实在是有点太没有眼力见了 就是说 他现在是当红的流量鲜肉 但是不尊重前辈的话 估计也走不了多远 当然 洛哈可不会在意这些东西 而此时 陆宇在网络上的热度 也越来越高 凭借着之前一些 视频博主剪辑的视频 让他迅速在短视频平台走红 甚至登上了 各个短视频平台的热搜 就连微博头条 也出现了好几个 关于陆宇的热搜词 仅仅是这一番操作 就让陆宇人气暴涨 这就是互联网的影响力 信息传播的速度 比瘟疫还要快 就连一些练习生培养公司 此刻也盯上了陆宇 以陆宇的外在条件 再加上他现在 所拥有的话题量和热度 只要稍微的包装一下 估计他的流量 就能够超越所有的小鲜肉 甚至达到顶流 这种商机 任何一个公司 都不愿意错过 所以他们都在想 只要陆宇被淘汰 回到都市之后 就会立刻上门签约 只不过 这些肯定是后话 因为他们也不傻 知道陆宇的荒野求生能力 以他的荒野求生能力 想要坚持一个月的时间 轻而易举 而此时天色渐晚 黑暗的帷幕 已经拉开了畜牧 岛上 陆宇先弄了一些淀粉 两人也是 简单地吃了晚餐 随后就这样坐在篝火旁边 看着满天繁星 在这种远离 大都市喧嚣的荒野中 夜晚的星辰格外的美丽 因为并没有被 城市的霓虹灯所覆盖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一天的时间又过去了 热巴看着繁星点点的星空 感慨道 虽然今天够累的 但是一天的时间 过得确实很快 好像转眼之间 他一边欣赏着这美丽的月色 一边也在盘算着 明天要做的事情 要做的事情 还是太多了 不知道明天先要做哪一件 陆宇 你说我们明天 能不能抓住那些野山羊呀 如果能够抓到一头山羊的话 我们估计十几天 就不用为食物发愁了 热巴看了看 陆宇随后开口问道 转过头看向陆宇的时候 正好可以看到 陆宇棱角分明的侧脸 那俊逸 阳光帅气的脸庞 确实容易让人沉迷 比起那些浓妆艳抹的小鲜肉 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其实有好几次热巴觉得 陆宇完全就是自己 心目中白马王子的形象 阳光帅气 成熟稳重 而且 知识量也非常广 在他的身旁 总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这个还真不好说 毕竟野山羊 可比圈养的羊药敏锐得多 希望能有所收获吧 陆宇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声 说实话 这种事情 他确实也不敢保证 就算系统已经奖励了LVE的建树 但是没有专业的工具 成功率会大打折扣 肯定会的 我相信你 热巴则是满脸自信地说道 虽然仅仅和陆宇相处了五天的时间 但是陆宇给他的感觉 就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看样子 你对我还真是迷之自信啊 说实话 连我都没有那种信心 不过我想 我们的运气应该不会太差的 陆宇笑了笑 看样子 热巴对自己信心很足啊 既然这样的话 那明天也不能让他失望 两人就这样 你一言我一语地闲聊的 对了 问你一个比较隐私的问题呗 西西 你有没有女朋友呀 热巴突然开口问道 其实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鬼使神差地 问出这样的问题 因为一般来讲 女生问男生这样的问题 大概率是因为 女生对男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甚至爱慕之情 反正他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要这样问 聊着聊着 就脱口而出了 你觉得 像我这样一个没钱 没钱没事的人 会有女孩子喜欢吗 现在的女孩子 可现实的不得了 和那些年不太一样的 陆宇不以为然地笑着回答道 其实在十几年前 女孩子还没那么现实 那些年车马很慢 书信很远 一生只够爱一人 他们喜欢的男孩子 有些是学习比较优异的 而有些是长得比较帅气的 不过现在 大家基本上都在统一向前看 只要有钱管你是歪瓜裂枣 还是油腻大叔 又或者老年大爷 那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王子不一定非要骑马 但是一定要能买得起宝马 虽然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是这样的 但这绝对代表了一大部分 哪有 好吧 我承认你说的确实是社会现状 很多女孩子确实爱慕虚荣 也很现实 但这也只是一部分而已 有些女生就不是那样的 她们从未放弃对爱情的向往 热巴则是有些不太同意陆宇的说法 虽然陆宇所说的那些女生 确实是占据了如今社会中大部分 但是也有很多的女生并没有那么现实 喜欢一个人 也不仅仅是用钱来衡量的 不过听到陆宇说她没有女朋友之后 心里不知为何感觉轻松了很多 比如呢 陆宇笑着问道 我呀 我就和他们不一样 我以后的男朋友肯定是我喜欢的 绝对不是因为钱或者是其他的物质因素 热巴再次脱口出 哈哈 陆宇笑了笑 他相信热巴说的话是真的 因为热巴本身就比较有钱 所以他才有那种资格去 不在意自己的另一半是不是很有钱 就好比以前冰冰说过 我不会加入豪门 因为我本身就是豪门 虽然原话并不一样 但是意思差不多 看着脸上挂着浅浅笑容的陆宇 热巴突然脸一下子就红了 这时候 他似乎也意识到刚才自己太直接要引 感觉完全就像是表白一样啊 太羞人了 而直播间的观众 看着热巴羞红了脸 也是瞬间哀嚎连连 玩犊子了 热巴这是喜欢上陆宇了吧 很明显热巴要沦陷了 操 好白菜又要被猪拱了吗 陆宇是猪 那你应该连一个猪毛都比不上的 陆宇 你是猪 你全家都是猪 作为一个过来人 我百分之一百的保证 热巴绝对喜欢上陆宇了 这还用你保证呀 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了 不过不得不说 陆宇也确实挺优秀的 老夫自愧不如 这样帅气又有实力的小哥哥 谁不喜欢呢 晚上九点左右 直播间的人气也达到了新高 因为这个点大部分的上班族已经下班 回家之后看看手机 看看直播 也可以排解一天上班的疲惫 虽然那些提吞扭夸的舞蹈区 是大部分人的最爱 但一天工作下来已经够疲惫了 身体有点经不起 继续折腾了 毕竟小鹿怡情 大鹿伤身 墙鹿灰飞烟灭 而50块钱海岛求生 作为当下最热门的真人秀节目 自然也是备受青睐 看着那些在岛上吃些虫子 和挨饿的选手们 心里也会稍微平衡一些 此时 第三直播间的观看人数 已经达到了600万 也已经成为了在线观看人数排名第二的直播间 毕竟吴京的人气也摆在那里 而且比起那些流量小鲜肉 吴京更有男子汉气感 况且在特种部队待过一年半的他 同样掌握了不俗的荒野求生技能 又是简单地扯了一些家常之后 陆宇和热巴也准备睡觉 毕竟今天已经够累了 明天还有很多的活要干 如果休息不好的话 可无法面对明天的困难 仅仅是十几分钟的时间 热巴就已经进入了梦乡 陆宇也不得不感叹 热巴的适应能力真的很强 当然或许是这几天真的太累了 真的 挺漂亮的 如果能找这么一个女朋友回家的话 估计小姨也会非常的开心吧 看着已经进入熟睡的热巴 陆宇也是低声地自言自语道 不过这样的事情 也只是在心里想想而已 现在的自己 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前段时间连温饱的问题 都很难解决 尤其是在工地的那段时间 一个馒头 有时候都要掰成四分吃 而热巴 和他比较的话 简直就是高居云端 如同公主一般的存在 这并不是陆宇自卑 而是他们本身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或许从这个岛上离开之后 两人就会从此成为路人 说不定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 多思无意 睡吧 明天还要早点起来干活呢 想到这里 陆宇转过身睡了 四日一早天蒙蒙亮的时候 陆宇就已经起来了 因为今天要做的事情很多 所以必须要早点去 才能够完成所有的工作 简单的洗漱之后 开始干活 早上先把所有的淀粉都沉淀出来 周五的时候 就可以去昨天野山羊出没的地方狩猎 以前他在一些视频中 也看过一些原始部落 处理溪谷椰树 先把溪谷椰树一分为二包皮 包皮的时候 一定要包得完整一点 因为皮等会还有其他的用处 这一步也是比较花费时间的 因为陆宇现在的工具 就只有一把柴刀 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陆宇才两节树干的皮包好 剩下的两节 等过几天再处理吧 因为两节树干的淀粉 应该足以让他们使用一段时间了 接下来的步骤 就是用自己的外套 把包好的皮一段包起来 衣服的主要作用 是用来过滤等会的残渣的 做好这些之后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用力地把树干捣碎 捣得越碎越好 这一步需要工具 当然工具也比较容易做 首先找一节比较粗的树干 然后中间开孔 找一节竹子从孔里面穿进去 就形成了一个 类似于斧头的工具 然后开始把树干中的树芯 凿碎就行了 当然要越碎越好 因为这样的话 更容易把里面的淀粉洗出来 也会大大的减少浪费 而此时直播间观众 已经达到了三百多人 现在这个时候 大家也开始陆续地起床了 毕竟每个人都要为生活努力地奔波 早上醒来之后 或许有些人会习惯性地打开手机 然后看一眼直播 才能安心地去上班 虽然有些人 看的东西各有不同 但是起床之后 刷刷手机 却是大部分人的习性 陆宇这家伙 起这么早啊 真是勤夸呀 这么早就起来干活了 这就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吗 看样子 昨天晚上 没有太累啊 早上好啊 雨神 雨嫂一号 老公早上好 老公 这么直接的吗 天色逐渐变亮 清晨的第一缕 阳光挥洒在大地上 万物开始复苏 叽叽喳喳的鸟 叫声也如同闹钟一样 准时地响了起来 哈达 打了个哈欠之后 热巴也是迷迷糊糊地 从庇护所中走了出来 看了看庇护所的四周 并没有看到陆宇的身影 心中也是微微有些慌张 不过 很快他就听到了 清晰的敲击声 是从小溪那边传过来的 随后 赶紧走了过去 就看到陆宇 正在拿着一个像斧头一样的工具 在疯狂地凿击着昨天扛回来的树干 看着陆宇那卖力的模样 热巴心中 也是突然生起了一阵愧疚的感觉 自己呼呼大睡的时候 陆宇已经开始干活了 就在这时 陆宇也敏锐地 察觉到了身后的热巴 随后 转过头脸上 洋溢着阳光的笑容 打招呼道 醒了 赶紧洗漱吧 嗯 好 好的 热巴也是赶紧连连点头 抓紧去洗漱 开始帮忙 仅仅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陆宇已经把一节树干 基本上给掏空了 树心也完全被砸成了碎渣 当然 这也是陆宇的目的 我来帮你 你休息一下吧 热巴没有说抱歉 而是赶紧去帮忙 他知道 陆宇并不需要自己的抱歉 嗯 好 你把这些砍好的碎渣 全部放到树皮里面 然后加水 使劲地搓洗 这样 就可以把树心里面的淀粉 全部都洗出来了 陆宇点了点头 开始指挥热巴干活 因为他还有其他的事情 今天早上要争取 把两节树干全部弄好 接下来 就是把另外的半片树干两头 全部用芭蕉叶包起来 必须要多包几层 包得严严实实的 因为这东西要充当容器 以后要把洗出来的淀粉 液桩里面进行沉淀 几分钟之后 差不多已经做好了 然后按照同样的方式 开始处理另一节树干 虽然活很简单 但毕竟也算是细活 所以比较消耗时间 转眼之间四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而此时看太阳的方位 应该也差不多到了中午11点左右 不过好在工作结束了 两节树干已经完全处理完毕 两大树皮喷淀粉正在沉淀 上面的水看上去是浅红色的 但是下面的淀粉却是白花花的 淀粉总共要反复地水洗和沉淀三次 才能把里面的核碎渣全部都去除 然后就是开始晾晒处理 因为只有把淀粉全部都晾干 才能存储更长的时间 不过说到存储淀粉的话 它们好像没有存储的工具和器皿 这又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原本的打算是 今天早上把淀粉全部都沉淀好 到时候中午可以去狩猎山羊 不过现在看来计划不如变化 狩猎山羊的事情只能继续搁置一下 先把眼前的事情全部搞定 然后再去思考狩猎野山羊 看了看身旁的热巴还在不停地忙活 或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今天起得比较晚 所以心会愧疚吧 干活的时候也非常的卖力 好了热巴 赶紧休息一下吧 都干了一早上了 此时热巴弯着腰正对着陆宇 视线微微下移 依稀可见些许裂骨 两缕头发也是从额头垂下 增添了几分美艳的感觉 只是五天没洗头发了 看上去确实有那么一丢丢的油 想要在荒野中生存下去 繁琐的事情就是这么多 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 就算是一个月不洗头洗澡也无所谓 大不了也就是变成一个野人的模样而已 但热巴毕竟是一个女孩子 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估计长时间的不洗头和不洗澡 可能会受不了 一个明星对于自己的形象还是非常注重的 看样子今天也要解决一下 洗头洗澡的事情 想到这里 陆宇只能叹气 两个人求生 事情真是太多了 嗯 好嘞 热巴抬起头笑着答应了一声 随后又整理了一下之后 才坐到了陆宇的身边 此时额头已经出现了些许密集的汗滴 不过脸上却是挂着笑容 今天早上虽然很累 但却很踏实 看着那么多白花花的淀粉 这日子一下子不就好起来了吗 说不定到时候可以喝西米露 还可以吃米皮 想想都觉得开心 看着热巴面对笑容 额头出现的密集汗滴 陆宇也是用自己的袖子 轻轻地擦拭了一下 不过很快他就反应过来 自己这样的动作似乎显得有点亲密 如果是普通人的话 倒也没什么 但是热巴可是明星 明星最怕的不就是绯闻吗 可是热巴好像并没有生气 也没有任何躲避的动作 反而是翘脸一红 随后对着陆宇笑了笑 嗨嗨 抱歉 刚才看你出了那么多的汗 忍不住想帮你擦一下 陆宇收回手之后 有些尴尬地挠了挠自己的头发 毕竟长这么大 还没谈过一次恋爱 这种亲密的动作 也让他感觉到有点挺难为情的 谢谢 热巴则是对着陆宇甜甜地笑了笑 显然这种事情 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如果其他人想要多想的话 那就让他们去想吧 无非就是一个绯闻而已 而且和陆宇吵绯闻 嘿嘿 好像还不错 要不 我们先去绳索陷阱那边看看 有没有收获吧 不然今天的午餐和晚餐 又没有着落了 在起身之后 陆宇开口说道 嗯嗯 热巴也是 赶紧点了点头 随后两人背上了背兜 马上了柴刀 朝着陷阱的方向走了过去 毕竟昨天一天只吃了一些小鱼 如果今天能够吃一些肉的话 可以好好地补充一下蛋白质 陆宇 那今天我们 还去狩猎那些野山羊吗 现在已经是大中午了 我们过去的话 至少要两个小时 热巴此时自然也意识到 如果今天去狩猎野山羊的话 显然时间有点来不及了 毕竟去那个地方 至少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 加上狩猎的过程 然后回来的话 最少也要五六个小时 到时候 一天下来天又黑了 而且现在淀粉还没有完全处理好 他觉得一件事情还是先做好了 再做其他的事情比较好一点 今天就先不去了吧 我们先把淀粉收拾好了再说 等淀粉晾单之后 我们需要一些器皿来盛放 所以眼下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找一些粘土 烤制一些陶器 毕竟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铁锅 有点不够用 到时候 也可以多烧制一些锅碗盆灌 陆宇也是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其实前两天他就想过 烧制一些陶器了 不过因为刚刚上岛的这几天 事情确实很多 所以给搁置了 现在为了存储淀粉 也躲不过去了 你还会烧制淘气 热巴有些不可思议地说道 因为在他看来 烧制淘气 应该是一件非常高端的事情 甚至可以说是传统艺术 会一点 陆宇笑着回答了一声 会 一点 嗯 不多 就一点 半个小时之后 两人已经来到了 布置绳索陷阱的地方 四个陷阱已经全部出发 或许是因为 昨天没有来检查的原因吧 总共抓住了三只野鸡 一只野兔 其中两只野鸡 已经死透透的了 还有一只 还在扑通扑通的挣扎 野兔也还没有死透 太棒了 陆宇 这只野兔和野鸡都还活着 我们可不可以 把他们圈养起来 到时候让他们 多生一点小兔子 多下一些蛋 如此循环 我们不就不会 为食物发愁了吗 看到活着的野鸡和野兔 热巴已经开始 憧憬美好的未来了 小兔子的繁殖能力 非常的强 野鸡也可以一天下一个蛋 嘖嘖嘖 太美了 这不食物问题就解决了吗 他想得倒是挺好的 听到热巴的话之后 陆宇无奈地苦笑 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咦 不行吗 热巴有些不解地问道 虽然如果只有一只 野鸡和野兔的话 或许做不到自圆循环 但是 如果能够多抓到一些 野鸡和野兔的话 自己所憧憬的事情 不就可以实现了吗 当然不行了 你以为这是家里养的鸡和兔子 他们习惯了自由自在的生活 如果把他们圈养起来的话 他们会把自己气死的 野生动物 一般气情都很大 陆宇开口解释道 他记得自己小时候也抓到过野兔 结果第二天就自己 把自己气死了 小野兔的气性尚且这么大 更何况是成年野兔 啊 自己把自己气死 还有这种事啊 热巴显然有些哑麻呆住了 这得有多大的气性啊 哎呦我操 这陆宇还挺懂的嘛 野生动物确实养不活的 我以前也养过一些野兔 差不多隔天起来 就自己把自己气死了 哈哈 看来都是农村小伙伴啊 现在慢慢地发现 这陆宇确实有点东西 而且还很多 直播间也是越发的热闹 陆宇和热巴 也是拿上了所有的猎物 把陷阱继续布置好 绳索陷阱的收获 还是蛮大的 几乎每一次过来查看 都会有所收获 说不定这几个陷阱 就来保证它们蛋白质的来源 当然 陆宇更加地希望 狩猎到那些大型的动物 因为它们身体中 所含的脂肪更加地丰富 而且皮毛也可以用来取暖 虽然岛上白天的温度很高 但是晚上就会温度骤降 现在晚上 已经能够感觉到些雪凉意 估计再过一段时间 晚上会越来越冷 所以要提前做好准备 而也山羊这些大型动物的皮毛 保暖效果非常不错 拿上猎物之后 两人开始往庇护所走 现在已经中午12点了 也是时候回去做午餐了 不过这一次 两人并没有选择原路返回 因为那样的话 可能会错过周围 其他的肯定应用资源 果然就这两人 走了差不多20分钟的时候 前面出现了一些白蚁的洞穴 太好了 看来今天我们的运气 确实不错 这里居然有这么多的白蚁洞穴 看着眼前好几个高高隆起的小土丘 鹿鱼也是满脸星系 他正愁找不到 适合制作淘气的黏土 而白蚁的巢穴 就是天然的优质黏土 可以用来烧制淘气 而且效果要比普通的黏土 要好得多 嗯 这些白蚁也能吃吗 看着那密密麻麻的白蚁 热巴感觉自己的密集恐惧症 都要爆发了 虽然自己是一个典型的吃货 但是这种东西 实在是下不去口啊 而且 他们现在的食物还是比较充足的 按理来说 完全没必要吃这些东西 幼年的白蚁确实是可以吃的 以前我也看到过一些荒野求生者吃白蚁 听说味道还不错 嘎嘣脆鸡肉味 而且蛋白质是牛肉的十倍 鹿宇笑着说道 如果在荒野求生中 食物非常贫瘠的情况下 白蚁确实可以吃 但是他们现在完全没到那种地步 而且 吃这东西容易被夹舌头和嗓子 德爷以前就亲身示范过 咦 真的假的 热巴显然是有点怀疑 就一群蚂蚁而已 蛋白质居然能吃牛肉的十倍 这有点太离谱了吧 哈哈 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不过 我们现在的条件 还没到吃白蚁的程度 不过这些白蚁的巢穴 是烧制淘气非常好的黏土 等会可以把这些白蚁巢穴 全部都搬回去 到时候 就可以烧制淘气了 鹿宇笑着解释道 热巴也是松了一口气 要是让自己吃这些小东西的话 实在是有点下不去嘴 还好 鹿宇的打算 只是要用这些白蚁的巢穴来烧制淘气 我们先回去吧 等会编一个大一点的碑 都再来收集这些黏土 毕竟他们这一次出来 碑的碑都实在是太小了 一次性也装不了太多的东西 来回跑的话 鹿宇也感觉太麻烦了 嗯 好 热巴点了点头 随后两人在路上留下了记号之后 返回了庇护所 热巴开始制作肌肉 而鹿宇则是开始编制被兜 竹子被誉为荒野中的五金殿 尿用多多 所有求生的地方有一片竹林 对于求生者来说 绝对是大自然的馈赠 求生事半功倍 凭借着精湛的编织手艺 鹿宇也是仅仅二十分钟 就编出了一个大被兜 热巴的红烧鸡块还在闷制 鹿宇决定先去背一趟黏土 烧制淘气的要求和工序 还是比较麻烦的 而且也比较费时 制劈之后还要进行自然硬干 估计要花个两三天的时间 虽然放在火堆旁边烘烤 也可以使其烘干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 在烧制的过程中 劈体会容易炸裂 而自然硬干之后的劈体 成功率更高 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 鹿宇已经背着一大杯兜黏土 回到了庇护所 这些黏土 应该能烧制不少的淘气了 当然 在荒野中 烧制淘气成功率 肯定会大大下降 所以必须还要准备更多的黏土 不过这时候 热巴的红烧鸡块也做好了 鹿宇 赶紧休息一下 过来尝尝我今天的手艺 可好吃了 热巴自信满满地说道 因为 在刚才回来的路上 鹿宇发现了一些艳山浆 有了这些调料之后 能够去除部分的土腥味 味道也会变得更香 好嘞 我来尝尝你的厨艺进步了没 现在差不多 已经到了下午一点多了 干了一早上的活 确实有点饿了 毕竟今天早上 连早餐都没有吃 经过收支的鸡肉 滋滋冒油 不错不错 你的厨艺真是越来越好了 一边大口大口地 吃着美味的鸡肉 同时鹿宇也不忘对热巴的赞扬 今天的鸡肉 确实很好吃 看样子 加入一些调味料 效果就是不一样 等这段时间忙完了 可以专门腾出几天的时间 去收集这些调料 毕竟温饱的问题 得到解决之后 就开始追求精神上的享受了 嘻嘻 好吃的话 那你就多吃点 显然对于鹿宇的夸赞热巴 也很受用 能够得到队友的夸赞 本身就会让人心情愉悦 好 十几分钟之后 一锅野鸡肉 也是被两人很快就干掉 团团自然也帮忙消灭了几块 经过几天的休息 团团的精神状态 已经非常不错了 现在已经变得比较活泼 在鹿宇和热巴的身体周围打转了 今天下午 我们的任务就是制劈 把所需的劈体制作出来 明天和后天 可以让它们自然应干 到时候趁这两天的时间 我也可以烧一些木炭出来 到时候就可以烧制淘气了 吃完饭之后 鹿宇也是定制了今天的任务 那就是 先把淘气的劈体 全部制作出来 然后明天的任务 就是开始烧木炭 在烧制淘气的时候 一般的柴火燃烧的温度 并不是很高 因为柴火燃烧产生的 一氧化碳过多 到时候会影响到火焰的温度 可能达不到 烧制淘气最理想的温度 但是木炭燃烧所释放的温度 要比柴火要高得多 所以 用木炭烧制 也能够大大的提升淘气的成功率 花费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鹿宇和热巴 又连续背了两次黏土 此时 那些白蚁窝 已经被两人祸祸的差不多了 呼 好了好了 这些黏土 应该足够我们烧制很多淘气了 看着眼前出现的那个小土山 鹿宇一脸满足 那边还剩余好几个白蚁的巢穴 但是那些就先留着吧 等到时候升级庇护所的时候 可以用它们烧制瓦片 鹿宇 接下来我们应该干什么啊 热巴开口询问道 毕竟对于烧制淘气 它确实是一窍不通 不过 制批很好理解 大概就是 玩泥巴 我们先要把这些黏土全部敲碎 要敲得越碎越好 这个活就先交给你了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鹿宇也是把最简单的事情 交给了热巴 毕竟自己一个人 如果要干所有活的话 还是比较吃力的 而且一个人只有两只手 根本就干不过来 好 交给我吧 保证完成任务 热巴一脸严肃地说道 技术性的事情 自己虽然帮不上什么忙 但是玩土和泥巴这种事情 那可真是手到擒来 好 鹿宇笑着点了点头之后 就去准备其他的东西了 在活泥的过程中 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虽然这些黏土敲碎之后 可以直接开始活泥 但是那样的话 泥里面的杂志会比较多 也会影响淘气的成功率 为了提高淘气的成功率 他准备先好好的 过滤一下这些黏土 其实方法很简单 先在地上用普通的泥土 泥出一个40公分的正方形模具 然后在泥土里面铺上芭蕉叶 芭蕉叶上面 一定要钻一些小孔 再把黏土和好的稀泥 倒进模具中 控去水分 到时候得到的黏土 将会非常的细腻 烧制的过程中 炸裂的几率也会变小 当然 为了更好地提高 烧制淘气的成功率 很多人在烧制淘气的过程中 会加入一些炸盒料 比如 敲成粉末的石英石 石灰粒 稻草灰 又或者之前烧制失败的劈体等等 炸盒料的主要作用 是为了提高成品的耐热极变性能 避免在火上加热时发生破裂 这就是陆宇接下来的工作 干柴烈火 说干就干 两人也是干得热火朝天 热巴在卖力地敲粘土 而陆宇也在干自己的活 拟木具很简单 但是炸盒料却有点麻烦 虽然经过烧制的草木灰也可以作为颤合料 但是效果远远没有石英粉末好 为了确保成功率 陆宇只能去小溪边找了一些石英石 然后开始敲墨 这是一个非常耗时又消耗体能的工作 直播间大多数的网友 包括点评直播间的贝尔 看到陆宇的这一番操作之后 也直呼内行 毕竟现在的年轻人 对于这些传统的手艺和工艺 根本就没有任何深入的了解 甚至连潜入的了解都没有 所以 看到陆宇居然如此厉害 自然也是心生佩服 毕竟陆宇也仅仅刚成年而已 好像懂的东西要比他们多太多了 仅仅是之前那一手编织手艺 就已经让他们感觉到 有点望尘莫及了 时间如流水 转眼即逝 这时已经到了下午六点左右 而陆宇和热巴 也足足干了五个小时 陆宇感觉还好 毕竟经过强化的身体 没那么容易感觉到疲惫 可热巴足足敲了一个下午的黏土 现在感觉 胳膊都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酸痛麻木 俨然已经沦为了一具 莫得感情的劳动工具 对于热巴如此的工作态度 直播间的观众也很惊讶 一个明星居然如此的耐干 能吃苦耐劳 眼下的娱乐圈绝对不多了 此时在第二直播间的吴京和李晨 两人的运气也相当不错 前三天一直都在吃野菜和土拨树 不过前几天 他们又发现了其他的食物链 一条清澈的小溪 里面有很多的西鱼 而且个头还都不小 这个发现 对于他们来说 无疑是发现了新大路 由于有肉有野菜 生活已经变成了一种享受 物质生活得到了保障 每个人自然也开始向往 和追求精神上的享受 所以 两人也开始烧制淘气 不过 吴京显然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随便找了一些粘土之后 就开始制作 不过能够想到这一点 应该不错了 毕竟 现在还有几十组 为食物发愁的选手 砰 岛上 伴随着一声低沉的爆炸声 火花似箭 那场景就像是火堆里 放了一个小鱼雷炮仗一样 李晨和吴京 也幸亏是反应及时赶紧后退 这才没有被四箭的火花波及到 火堆里面烧制的劈体 已经炸成了好几半 卧槽 怎么回事 这怎么还爆炸了呢 吴京开口 急国粹 显然他并不明白 为什么好好的淘气突然间就爆炸了 好特么的危险 金哥 这是怎么回事 不就是一堆泥土吗 怎么还会发生爆炸 猛逼的李晨更加的猛逼 刚才还在憧憬以后 能够用淘碗吃饭喝汤画面 伴随着刚才的爆炸声 一切美梦瞬间化为泡影 淘碗没有用上 还差点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我 我也不知道啊 我记得 好像就是这么搞的啊 吴京也是一脸迷茫 和不知所措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错了 不过现在 他也不敢贸然尝试了 刚才的情况 可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刚才爆炸的那些火光 见到身体上的话 倒也没什么 可如果见到脸上 或者眼睛上的话 那情况 可是非常危险的 看样子烧制 淘气这件事情 不能轻易地尝试了 只能找一些 竹子先代替一下 而此时 直播间的观众 看到这一幕 也是有些心惊 毕竟刚才的情况 还是非常危险的 卧槽 怎么会发生爆炸 哪位学霸老哥 可以解释一下 这情况 也太吓人了吧 其实原理 还是比较简单的 他们两个选择的黏土 本来就不对 那种黏土杂质太多 烧制不出来淘气的 全部都会裂开 还有 金哥刚才揉泥的时候 太敷衍了 这也导致P体中 存在较多的气泡和杂质 气泡中残存氧气 在烧制的过程中 温度的迅速升高 就会导致P体炸开的情况 卧槽 楼上老哥666 好像说的有点道理 你自多 跟你混 话说 第三支波间的陆宇 和热巴 好像也准备烧制淘气 过去看看 我刚从第三支波间过来 实话实说 陆宇烧制淘气 好像比金哥要专业得多 确实 我也是刚才那边过来 陆宇好像很专业的样子 陆宇 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我也过去看看 是不是真如你们 说的那么专业 还有卧槽 这个陆宇看上去 确实比金哥 他们专业多了 细节决定成败啊 陆宇他们所采用的 是白蚁窝的优质黏土 而且他们今天 可是整整忙活了一下午 来墨碎黏土和石英石 金哥和陈哥 只不过是随随便便地 找了一些泥土而已 不管是他们 寻找原材料 还是操作过程 这差距一目了然 确实 在这一方面金哥 确实是比不上陆宇的 此时第二直播间的 部分观众 也进入了第三直播间 看到正在认真干活的 陆宇和热巴之后 也明白了 他们两组之间的差距 或许无精的体魄 或者是其他方面 都比陆宇强 但是 荒野求生这一方面 似乎确实比不上陆宇 这一点必须承认 而在岛上的陆宇和热巴 整整花费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工作量也只是完成了 四分之三而已 好了热巴先不要干了 我们休息吧 看来 今天晚上 是完成不了了 明天早上再继续吧 看着夕阳已经开始吸坠 陆宇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虽然干一下午的活 对他来说没什么问题 也并不会感觉到吃力 但是热巴 就完全不一样了 毕竟他本身就是一个女生 身体素质 肯定是比不上陆宇 干了一下午的活 现在肯定已经是在咬牙坚持了 嗯嗯 那好吧 我洗个手 然后准备做饭 热巴也是赶紧点了点头 今天晚上 确实感觉到很累了 两条胳膊 已经酸酸妈妈 就像是 失去了知觉一样 说不定今晚睡一觉 明天就抬不起来了 不过 看到今天自己的工作量之后 也是很满足的 因为他们距离优质的生活 似乎又进了一步 今天晚上 我来做饭吧 你好好休息一下 陆宇笑了笑 也是包揽了今天 晚上的晚餐 你 你做饭 真的吗 热巴虽然也推迟了一下 不过 看到陆宇如此执着之后 最终也是选择了答应 他也很想看看 陆宇在做饭方面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天赋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 无所不讳 而陆宇也想展示 一下自己的厨艺 毕竟前两天的 千道系统奖励了厨艺 今天晚上 正好也可以拍上用场 首先 他准备做一只棕驴夜包鸡 然后摊一些米皮 因为食材有限 暂时也只能做这些东西了 先把野鸡处理干净 然后再用盐 燕山浆和其他的调教 把整鸡腌制 十几分钟的时间 用棕驴夜包起来 最后就是把火堆先移开 在火堆燃烧的地面 挖一个浅坑 坑里留些许的木炭 再把棕驴夜包好的鸡放 在坑里面 盖上土 再次把火堆移过来 然后开始添加柴火 利用火堆的温度 将鸡肉焖熟 这样的做法 比直接做烤鸡营养 不容易流失 而且 也能保证水分 鸡肉焖熟之后 也会更嫩 口感更好一点 至于摊饼 这就更简单了 把刚才宰杀野鸡得到的鸡油 均匀地涂抹在铁锅中 然后 把淀粉制作的饼子 放上去就好了 小伙正反 煎个五六分钟 就差不多了 半个小时之后 六个摊饼已经出锅 外表金黄 还冒着油泡 看上去就很好吃 让人咽口水 咕噜 看着金黄色的摊饼 热巴也是不受控制地 咽了咽口水 而看向陆宇的眼神 已经彻底地发生了改变 如果之前是崇拜的话 现在已经变成了迷恋 果然自己之前 猜测的一点都没错 陆宇这家伙 真的是无所不能 没想到一个大男生 居然还会做饭 这完全可以用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来形容 又或者这两句形容词 就是用来形容陆宇的 陆宇 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神仙啊 我想冒昧地问你一句 除了生孩子 你还有不会的事情吗 热巴眨巴着自己的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陆宇问道 这家伙真的是 无时无刻都让自己感觉到惊讶 好像就没有什么事情 会让他感觉到为难 更加没有任何的事情 是他不会做的 世界上居然会有 如此优秀的男人 看样子以前是自己 孤陋寡闻了 啊 怎么说呢 根据现在的医疗条件 男人应该也可以生孩子吧 陆宇并没有正面回答热巴的问题 而是调侃地说道 当然 现在的医疗水平 让男人生个孩子 似乎也不是什么做不到的事情 啊 卧槽 居然无言以对 热巴语色 这家伙怎么不按套路 回答自己的问题 这让自己居然一时之间 无法反驳 又过了 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 陆宇再次转移了火堆 然后 把埋在土里的棕榆叶包机 给拿了出来 打开棕榈叶的瞬间 芳香四溢 闻着香味 就让人感觉到食欲大增 哇 好香啊 陆宇你老实回答 我以前你 是不是在某些星级酒店 当过厨师 闻着那馋人的香味 惹巴再一次好奇地开口问道 如果这家伙 没有当过厨师的话 他做的东西 怎么闻着这么香 同样是一只野鸡 好像比自己做出来的 要香太多了 可以说两人的厨艺 好像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面 我哪有机会 去星级酒店当厨师啊 不过是迫于生计 曾经在一些小饭馆 打过杂而已 好了 看样子你也饿了 赶紧尝尝我的手艺吧 陆宇笑了笑 回答道 其实他说的 也确实是实话 前几年为了挣钱 给小姨看病 她确实做过很多的工作 其中也确实在小饭馆 打过杂 只不过是当当服务员 并没有接触过后厨 所以 也更加没有学习过 做饭的手艺 这些都是系统之前的奖励而已 嗯嗯 好嘞 闻着这么香 吃起来一定好吃 热巴也有些迫不及待了 哇 快吃吧 陆宇也是扯下了一根鸡腿 递给了热巴 鸡肉搭配摊饼 在荒野中这样的生活 已经算是非常的精致了 毕竟这绝对是 大多数荒野求生者 梦寐以求的生活 而此时直播间的观众 也是再次哀声再道 草 你他妈告诉我 这是荒野求生 这不明明是舌尖上的美食吗 眼前的泡面 突然就不香了 不争气的眼泪 从嘴角流了下来 雨神绝对开挂了 这他们怎么什么都会一点 真就一点 兄弟们 我先溜了 等会他们吃完叫我一声 节目组 能不能上点难度 这明明就是 去旅游去了 我老公太棒了 滚 我才是雨扫一号 陆宇和热巴两人 很快就吃完了 闷鸡和所有的摊饼 最后热巴 还意犹未尽地 缩了缩自己的手指 因为实在是太好吃了 和陆宇刚才 做的鸡肉比起来 自己之前做的 完全就是在浪费原材料 你做的食物 真是太好吃了 陆宇 要不这样 以后我们两个的伙食 就你成包了呗 嘻嘻 热巴笑眯眯地说道 并不是说他懒 不想做饭 而是因为 自己做的东西 和陆宇做的比起来 简直可以用 难以下咽来形容 这绝对是对 原材料的一种浪费 我可没那么多的时间哦 所以这以后 做饭的事情 还是交给你吧 我煮外 你煮内 当然了 偶尔我也会做 那么一两顿 来改善一下 我们的伙食 陆宇笑着说道 毕竟自己要干的活很多 如果偶尔得改善 一下口味的话 还是没问题的 但是要他天天做饭的话 这就有点太为难他了 嘿嘿 我也就是 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不过 以后你教我做饭吧 热巴也是笑着说道 看来今晚的晚餐 吃得很开心 上岛已经五天的时间了 这绝对是吃得 最好的一次了 完全不比那些 酒店中做的差 只是可惜 食物的种类 有点太少了 好啊 等我们生活安定下来 我就教你 现在早点休息吧 吃完饭 已经是八点多了 因为今天 从早上开始 就一直在干活 一直干到了下午六点多 就连陆宇 都感觉到有些疲惫 所以两人 也是早早地躺下了 其实在荒岛上 生存了五天的时间 基本上 也差不多已经适应了 晚上的鸟叫声 和轻微的风吹草动 已经无法打扰 陆宇正常休息 警惕性也没有之前 那么高了 睁开眼的时候 已经到了清晨 简单地洗漱之后 陆宇 开始继续工作 热巴今天 也早早地起床了 或许心里 也想着自己 昨天没完成的工作 时间一晃 已经到了早上八点多 而两人 昨天没完成的工作 也终于是全部完成了 所有的白蚁窝 都被敲成了粉末 而陆宇这边的 石英石粉末 也差不多了 因为石英石的粉末 只是作为颤和料而已 所以并不用太多 接下来 就是把所有的黏土 粉末加水 和成浆糊 然后放入 昨天弄好的模具中 开始沥水 两人也是简单地 吃了早餐 这时候泥湖中的水分 也立得差不多了 下一个步骤 就是开始揉泥 其实 揉泥也很重要 需要反复地重复多次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 让黏土中 完全没有气泡 这样可以防止 在烧制的过程中 发生破裂 甚至 产生爆炸 陆宇 我们现在要开始 制作PT了吗 热巴有些兴奋 好像在他看来 能够玩泥巴是 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当然喜欢玩泥巴 也是大部分 农村孩子的天性 这是最简单的快乐 如果能够 溺出一个 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么成就感 绝对是满满的 嗯 接下来就是制P 在荒野中制P的方法 一般有两种一种 是泥条盘柱法 而一种是捏制的方法 接下来 我们就用泥条盘柱法 这种方法比较简单 而且有层次感 会更加地牢固 不易破损 首先 打底 然后开始搓条 陆宇也是非常认真的 给热巴讲解了起来 虽然对于这方面 他也不是非常的专业 但是做热巴的老师 也算是绰绰有余了 毕竟在烧制淘气这一方面 热巴就是一个 的底子和经验 哦 而热巴此时 也像是一个 认真求学的学生一样 仔细地聆听 同时也照猫画虎地 学着陆宇的动作 很快 两只碗就你好了 因为经过过滤 和除杂之后的黏土 非常的细腻 所以 P体的外表 也非常的光滑 虽然制作P体比较简单 但也花费了两人 整整一上午的时间 不过好在制P的工作 已经全部完成 总共制作了三个大的陶罐 还有一些小一点的碗碟之类的 呼 终于做完了 没想到 居然花费了我们整整一天的时间 好了 我们现在把这些P体 拿到一些阴凉的地方 让它自然阴干 估计后天就能够进行烧制了 两人也是小心翼翼地 把所有的P体 都放到了备阳的地方 虽然在阳光的照耀下 可能会晒干的速度更快 但是这样的话 破损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好不容易做好的P体 鲁鱼可一个都不想浪费 哇 看着这么多的罐子和碗碟 真是满满的成就感呀 虽然我做的那几个 看上去好丑 热巴伸了个懒腰 此时也是感觉到成就感满满 荒野求生 似乎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困难 或许是因为有陆宇这个大佬 代费自己的原因吧 而且 也越来越有趣了 一个月 似乎并不是很长啊 这都过了六天的时间了 没要很丑啊 我看着挺好看的 尤其是那个夜狐 你看做的多微妙微笑呀 陆宇自然也不愿意打击热巴的自信心 毕竟刚才他做的时候 也很认真 夜 夜狐 那是我做的 洗菜盆 热巴瞬间一头黑线 自己明明做的是洗菜盆 居然被陆宇说是夜狐 而且 这家伙说的这么一本正经 是怎么回事 这特么的 过分了哈 直播间的所有观众 也不得不感叹 陆宇的动手能力 那些罐子和碗碟之类的 都被他捏得唯妙微笑的 而且非常的光滑 不知道烧出来之后 会变成什么样的 说实话 还真是让人有些期待 呃 抱歉抱歉 陆宇赶紧道歉 洗菜盆吗 不像啊 这分明就是夜狐好吧 自己为什么要道歉 算了 就当是顾及一下 女孩子的颜面吧 午饭两人吃了兔子肉 因为今天一大早 他们就发现 野鸡和野兔都死掉了 这些野生动物 如果想要养殖的话 那么一定要选一块 大一点的地方放养 如果关在这种小笼子里面的话 很快就会被气死 不过无所谓 反正他们也活不过今天 吃完午饭之后 陆宇也是瞬间精神抖擞 现在淘气的劈体 已经制作完成 那么 接下来就是下一个环节 准备开始烧木炭 烧制木炭的时候 需要大量的干柴的 这几天的时间 他们庇护所存储的钢材 已经被用得差不多了 所以 先要去其他地方 捡一些干柴回来 一旁的热巴 不断地挠着自己的头发 显然 六天没洗头 已经让他有点受不了了 是不是头痒了 陆宇 其实也是明知故问 但现在 他其实也没什么办法 虽然荒野中有一些东西 可以代替洗头膏 或者沐浴露来使用 但是这几天 他并没有找到 而如果只是 清水洗头洗澡的话 显然是没什么功效的 嗯 有点 没事 我挠挠就好了 热巴摇了摇头说道 现在的感觉 确实非常的不舒服 头上很痒 而且身上 也非常的不舒服 现在 他确实很想洗个澡 就算是凉水澡也可以 好吧 那我们去找一些干柴吧 说完之后 陆宇也开始收拾工具 不过 心里也一直想着 洗澡洗头的这件事情 如果只有自己的话 就算是一个月 不洗头洗澡 也没什么问题 但作为女生的热巴 显然就有点不行了 看样子 也要快点找到一些 可以代替肥皂的东西 用来清洁身体 而荒野中 其实这样的东西 并不少 只要细心寻找的话 应该是能找到的 其实 在这种丛林之中 干柴并不算少 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 陆宇和热巴 就捡到了两大捆 不过 为了长久的打算 陆宇还砍了十几棵 手臂粗糙的树 因为他们在荒岛上 至少要生存一个月的时间 甚至更久 每天 几乎都要依靠柴火 来做饭和取暖 而且 伴随着岛上温度的降低 他们到时候 所需要的柴火会 越来越多 因此早做准备 自然是很有必要的 就这两人扛着干柴 返回庇护所 经过一棵大树的时候 陆宇却突然停下了脚步 等一下热巴 这种树 好熟悉 陆宇抬起头 看了一眼 头顶茂密的大树 这座树叶 非常的熟悉 而且树上长满了一些 像龙眼一样的果实 咦 那些果实 和龙眼好像啊 热巴也是立刻惊讶地说道 看上去 确实非常的相似 而此时 他们两个也发现 地上也有一些这样的果实 陆宇的脸上 则是立刻露出了高兴的表情 看样子幸运女神 一直站在他们这边 一个多小时之前 还在想着如何洗澡的事情 没想到现在 居然让自己发现了这种好东西 陆宇 你在笑什么 怎么这么高兴啊 热巴则是有些不太理解 这些果子 看上去和龙眼很像 但是它的表皮 却是皱巴巴的 这显然并不是龙眼 甚至能不能吃都不一定 因为 一会你可以洗头洗澡了 看着一脸不解的热巴 陆宇也是没有卖关子 直接解释道 这东西不是龙眼 它的学名叫做无患子 也可以叫做圆灶脚 无患子那厚肉质状的果皮 含有大量造素 只要用水搓揉便会产生泡沫 可用于清洗 在古代 没有肥皂洗头膏和沐浴露的情况下 这东西 是主要清洁剂之一 无患子具有抑菌 去蟹 防脱 美白去斑 滋润皮肤的作用 同时洗头的时候 也能去泻止痒 是天然的洗发液 和沐浴露 没有科技与狠活 捡起了地上几个圆滚滚 又皱巴巴的果实 陆宇认真的科普了起来 这种东西 被称之为荒野中的天然肥皂 泡沫丰富 手感细腻 具无能力强 这东西 也是制作洗发液 和沐浴露的最重要原材料之一 这 这么神奇吗 听到陆宇认真的科普之后 热巴显然是非常的惊讶 甚至是有些难以置信 这个长得酷似龙眼的果实 居然还能搓出泡沫 还能洗头洗澡 这怎么可能呢 而且以前 他也从来没有见过 这种神奇的东西 嗯 那是当然 这种事情 我怎么可能会骗你 这么大的一棵无患子树 而且这么多的果实 看样子我们以后 再也不用担心 洗头和洗澡的问题了 对于今天这样的发现 陆宇自然也是心情愉悦 虽然对他来说 就算是不用洗头和洗澡 问题也不是很大 但如果有这条件的话 那他自然想要爽一把 更重要的是 每天早上起来 脸上都是有些油腻 用清水又有点洗不掉 不过有了这东西之后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的脸洗不干净了 真的吗 那真是太好了 热巴也是顿时无比的兴奋 因为这几天 最让他困扰的问题 就是洗头和洗澡了 整整六天没有洗头洗澡 已经让他感觉有点受不了了 现在只要这个问题 能够得到解决的话 那么他们一定能够 坚持更长的时间 我们多捡一些回去 然后试试效果 两人也是把所有的口袋 都塞满之后 才满意地朝庇护所走去 回到庇护所之后 热巴迫不及待地想要试试 这种果实 是否真的如陆宇说的那么神奇 先把无患子 果实外面的那一层果肉碾碎 然后开始加水搓 果然 随便搓两下 就有很多的泡沫 并没有洗头膏 和沐浴露的那种香味 不过都已经到这种时候了 对于香味这种东西 热巴早就没有了追求 只要能够好好地清洗一番 自己的身体和头发 就非常的满足了 陆宇 居然是真的 真的有好多的泡泡啊 你也赶紧过来洗把脸 这些泡泡 感觉好细腻 好舒服 热巴满脸兴奋 迫不及待地 把陆宇喊了过来 陆宇也是赶紧洗了一把脸 毕竟刚才走了一路 也是出了一些汗 热巴 要不 我们一会 去下游的小水塘爽一下 陆宇看着热巴问道 现在有了这些天然的肥皂 如果不好好地去洗个头 或者洗个澡的话 那可有点太浪费了 而且 正好也可以去小水塘那里 看看捕鱼龙的收获 爽一下 热巴一愣 随后翘脸一红 虽然他知道 陆宇所描述的是什么意思 但心中忍不住响入非非 陆宇这家伙 有时候说话 就是有点太过于直接了 当着女孩子的面一点 都不知道委婉一点 怎么说 去不去 陆宇则是一脸认真的问道 哎呀 你这 好吧 那就去吧 片刻的矜持之后 热巴也是点了点头 因为身上和头实在是太痒了 所以 真的需要好好去洗一下 曹曹曹 热巴脸红了 他好像误解了陆宇的意思 误解 我觉得陆老狗 本来就是那个意思 对对对 刚开始看的时候 觉得陆宇还挺清纯的 现在发现这家伙 也是小骚包一个 哈哈 小骚包可还行 热巴呀 清醒点 再这样下去 你会彻底沦陷的 小水塘 听着就容易让响入巴巴 此时直播间的关注也是 瞬间化身懂王 尤其是刚才 热巴脸红的样子 更是让人浮想连篇 那就走吧 随后两人就拿着砍刀 顺着小溪边 一路走了下去 不一会 就来到了小水塘 小水塘的水 还是那么清澈 鱼儿还在悠闲地游来游去 陆宇 我们一会儿就在这里面洗吗 热巴看了看小水塘 总感觉这样 洗澡的话 会不会有点太容易曝光了 嗯 就在这里面洗吧 还好现在的天气还算暖和 而且这里的水质也很清澈 陆宇点了点头说道 虽然这肯定比不上家里的洗澡间 但条件就是这样 作为一名荒野求生者 哪有那么好的条件 能够洗澡 就已经是一件 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了 水是挺清澈的 就是 热巴显然还是有点放不开 毕竟陆宇就在自己的身边 更重要的是 他们头顶还有拍摄的无人机 懂了 喂 我们要洗澡 你们还对脸拍 请问你们礼貌吗 陆宇也是很快就明白了热巴的意思 随后抬起头看着无人机的摄像头 淡淡地开口说道 如果是自己的话 倒也没什么 反正看到就看到了 但是 热巴可是一个女生 自然不可能 在这大庭广众之下 直播洗澡 呸 真是没素质的节目组 陆宇的话刚刚落下之后 无人机摄像头 也是瞬间转换了方位 选手洗澡的画面 就算是让他们播 他们也不敢播 首先这样 肯定会让他们直播间 直接被封掉 而且热巴可是明星 这样侵犯明星选手的隐私权 到时候 热巴一直诉状 整个节目组都会遭殃的 真是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非要让我提醒一下 陆宇则是没好气的 继续嘟囔的一声 而此时 直播间的网友 却有些坐不住了 卧槽 陆老狗你他们是真的狗啊 这种好事不和兄弟们分享 陆宇求求你 做个人吧 叔叔阿姨 从小没教 你好东西要懂得分享 孔容让离没学过 我掉大 我先看 雨神 独乐乐不如重乐乐啊 请问接下来的内容是 需要充VIP才能看的吗 如果是的话 我马上充 兄弟们 算我一个 居然不让直播间的兄弟们看看 陆老狗你高清 你1080P 哎 其实 看看这些风景也不错 此时直播间的 大多数男性粉丝也是哀声在道 纷纷对陆宇 发动了鄙夷的攻势 好东西都不知道分享一下 不得不说 陆宇这家伙 实在是太不是人了 没有一点点分享的精神 A2E 好了 现在大家看不到了 你可以放心洗了吧 看着所有的无人机 逐渐远离 而且调转了摄像头之后 陆宇看着热巴说道 自己果然是一个绅士 能够一眼就看出 热巴的为难之处 像自己这样有绅士风度的男人 现在 真是越来越少了呀 那个 陆宇 要不 你也回避一下吧 热巴看着陆宇 有些脸红的说道 这毕竟孤男寡女的 还没有确定任何的关系 让一个大男生 站在自己的旁边 看着自己洗澡 这种事情 他着实有点做不出来 更重要的是 那个画面 想想都觉得 实在是有点太羞耻了 嗯 不需要我帮你搓一下呗吗 毕竟好几天没洗澡了 估计身上的污垢比较多 陆宇 也是一脸真诚的问道 帮助自己的伙伴 解决一些 他自己无法解决的事情 这是一个好的队友 应尽的义务 而且他也很乐意笑傲 毕竟助人为快乐之本嘛 嗯 不 不用了 谢谢 我自己可以的 热巴也是红着脸 委婉地拒绝了陆宇的好意 嗯 那行吧 把我当外人 终究还是错付了 自己的好心被拒绝之后 陆宇也是有些信信地 钻进了茂密的丛林 开始挽起了虫子 队友直接居然这么一点点心 感都没有 实在是太令人心寒了 等看不到陆宇的身影之后 热巴才小心翼翼地脱下了自己的衣服 然后走进了小水塘里面 虽然现在的温度比较高 但因为小溪里面的水 一直是在流动的 所以水的温度并不是很高 甚至有些凉 刚进去的时候 让热巴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不过很快也就适应了这种温度 而且清清凉凉非常舒服 然后用无患子果肉 开始擦拭全身 细腻的泡泡 清洁身体的感觉 实在是太棒了 而陆宇 则是在不远处的草丛里面 无聊地戳着蚂蚁窝 毕竟自己是一个正人君子 偷窥这种事情 是肯定不能干的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转眼之间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不得不说 女人洗澡实在是太慢了 半个小时居然还没有洗完 啊 陆宇 救命 就在陆宇非常无聊的时候 突然就听到了热巴的尖叫声 那声音之中充满了惊恐和害怕 陆宇的脸色瞬间一变 随后如风一般冲出了丛林 然后就看着一丝不挂的热巴双手 挡在自己的胸前 露出了如穷之般的预备 不管是身前还是身后 完全看不到一丝丝的坠肉 看到这一幕 陆宇顿时觉得脑子一热 也不知道有没有流鼻血 愣了几秒钟之后 赶紧关心地开口问道 怎么了 有 有蛇 热巴大声地尖叫着 显然已经完全忘记了 此刻的自己一丝不挂 恐惧会让人短暂性地忘记 自己所处的环境 以及窘迫的模样 在害怕和恐惧面前 他早就忘记了 自己没穿衣服的事情了 顺着热巴所指的方向 陆宇果然看到了一条水蛇 很短 甚至比自己的好兄弟还要短 而且也只有拇指般大小 不过对于蛇 很多人的心中都是心存畏惧的 就算只是一条小蛇 也能让大部分的女生 吓得魂不附体 噗通 陆宇也是瞬间跳下水 然后一把就捏住了蛇头 这么小的蛇 连蛇羹都包不了 看着这么小的蛇 陆宇有些失望 如果这蛇体型稍微再大一点的话 或许可以用来当晚餐 不过这么小现在只能放声了 没事了吧 陆续看了看热巴 关切地问道 主要是那些美丽的风景线 让他有些也不开目光 首先声明 自己绝对是正人君子 但首先 自己是一个正常的男性 且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嗯 没事 吓死我了 热巴惊恐未定地 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那弹性十足的感觉 也让他瞬间意识到 情况有点不太对 哎呀呀 陆宇你快点转过去 随后尖叫声响彻荒倒 片刻之后 陆宇再次回到了刚才的地方 开始使劲地戳蚂蚁窝 嘴里还念念有词 这是赤裸裸的谢莫杀驴啊 女人 真是无情又不知道感恩的生物啊 自己刚才才帮热巴解决了危机 没想到她谢莫杀驴 立刻就要自己离开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是一点都没有体现出来啊 难道 自己会是那种缠她身子的人吗 显然 是的 五分钟之后 热巴终于洗好了澡 也穿好了衣服 有些湿漉漉的头发披在身后 脸颊有些飞红 更加地衬托了几分韵味 然后 走到了陆宇的面前 看到略显失落 捅着蚂蚁窝的陆宇 随后开口感谢道 刚才真是谢谢你了陆宇 说完之后 翘脸飞红 想起刚才的场面 就让她感觉到相当的羞耻 自己居然在一个男人的面前 一丝不挂 与其坦诚相见 不过想想 刚才的情况 实在是太危急了 而且 陆宇也是为了帮自己 这么一想的话 自己好像倒也一点都不生气 只是感觉到很羞涩而已 我们都是队友嘛 有什么好谢的 好了 你洗好的话 就在这里等着 我去洗吧 当然 如果你想要帮我擦背的话 我也不会介意 陆宇站起身 随后开玩笑地说道 我 我才不要呢 你还是自己擦吧 热巴脸红地表示 自己无法胜任这份重任 行吧 陆宇自然知道 是这样的答案 随后走到了 小水塘边 洗了起来 仅仅十分钟的时间 就洗漱完毕 哇 这大热天洗个澡 真是太舒服了 陆宇也是忍不住的感叹 在这种大热天 很容易出汗 洗个凉水澡 真是让人神清气爽 显然热巴的感觉 是和陆宇一样的 只不过没有表现 那么明显而已 嗯 这个无患子果实 真的很好用 我们以后再也不用为 洗头和洗脸为难了 热巴也是点了点头说道 而且 无患子的果实 并没有任何科技与狠活 所以不会对水质造成破坏 好了 我们去看看 捕鱼陷阱收获怎么样吧 洗完澡之后 陆宇也想去查看一下捕鱼陷阱 捕鱼陷阱 在他们刚才洗澡的上游 虽然无患子所产生的泡沫 可能对于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他们还是选择了在下游洗澡 这样更加的稳妥一点 毕竟这些西鱼 也是他们生存的重要资源 走到放置捕鱼陷阱的地方 然后拿出了两个捕鱼陷阱 里面的小鱼小虾很多 而且也有几只个头 比较大的稀释斑 饱餐一顿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们今天的收获好大 一会儿又可以喝鱼汤了 看着满满当当的一箩筐鱼 热巴也是相当兴奋 有鱼有肉 现在他们还有主食 生活似乎越来越好了 等他们的淘气烧制完成之后 生活的品质也会越来越好 嗯 收获确实不错 不过这些捕鱼笼里面的饵料 已经差不多用完了 我再去抓一些蚯蚓吧 说完之后 鹿鱼也去工作了 这里的鱼虽然个头不大 但是数量充足 完全可以当作是一条 长期的食物来源 而蚯蚓在这种荒岛上 也是比较充裕的 很快 鹿鱼就重新放置 好了捕鱼陷阱 顺着溪流 往庇护所走的时候 鹿鱼突然发现了一种 比较眼熟的植物 这东西 好像是淮山药 看着脚下那一片 胶织的藤条 和酷似绿螺叶的植物 鹿鱼开口说道 以前他也见过 山药的藤金以及叶子 和面前的几乎一模一样 淮山药 也被称之为野山药 是山药的一种 富含淀粉和蛋白质 是一种药食两用的食物 其实口感和山药差不多 显然 热巴并不是很了解这些植物 不过 山药确实很好吃 而且 功效也相当的不错 好像有健脾养胃 滋肾易筋的作用 把箩筐递给热巴之后 鹿鱼开始挖 因为靠近小溪边 所以土壤比较松软 很快就挖出了好几条 比较完整的淮山药根筋 也有几节被挖断了 不过这并不影响 它的营养以及口感 太好了 果然就是淮山药 这边居然有这么大的一片 前面几趟居然没有发现 看样子有点太大意了 看着小溪边那一大片的 淮山药藤金 鹿鱼也是相当的高兴 虽然有了之前的 西谷椰树淀粉之后 它们并不是很缺淀粉 和碳水化合物 但是野山药 也可以帮它们改善一下口感 而且 这东西拿来和鱼汤一起煮的话 口感会非常的不错 白白嫩嫩的 看上去就很好吃 西西 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看着那白白嫩嫩的野山药 热巴也是 抿了鸣嘴唇 这东西 肯定比它们之前采摘的那些野菜 要好吃多了 白白嫩嫩 听到这四个字之后 鹿鱼的脑海中 却浮现了其他的东西 好像 是一具白白嫩嫩的桶体 好吧 确实很白嫩 回到庇护所之后 鹿鱼也是开始烧制木炭 其实 看还是比较简单的 只要掌握了其原理和操作步骤 成功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首先就是把所有剪刀的干柴 披成长短差不多一样的段 然后把最粗的拆粒在最中间 细地放在外面 以此循环 把所有的干柴围成一个半圆之后 然后四周再放上一些干树叶和细的枯枝 下一步就是活一些泥 然后用你把所有的干柴 全部都包裹起来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酷似土摇的半圆 看上去有那么一丢丢像坟圈子的感觉 最后再在最上方挖出一个洞 最底端也挖出八个小洞 这些洞的作用 就是可以让干柴燃烧的时候 提供充分的氧气 然后在最上方的洞里面 加入一些干燥的细枝和枯叶 然后点燃 接着就是等里面的干柴充分地燃烧 同时也要观察最顶端的八个小洞 每到一个洞口能够看到火焰之后 就立刻用泥土堵上 以此往复 等八个小洞全部被泥土封上之后 接下来就是把最上方的洞口也用泥土封好 这样一来没有氧气的话 火就会熄灭 到时候所有的干柴也会进行碳化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等个两天的时间 等土窑里面的木炭完全降温之后 就可以拿出来了 虽然比较简易 但是成功率还是不错的 荒野求生者如果想要获得木炭的话 基本上都会使用这样的方法 其实原理和那些木炭加工厂都差不多 就是操作的工具和程序 可能稍微简化了一些 一次性所能烧制的木炭量 也没那么大而已 时间飞速流逝 一天的时间转眼之间就过去了 仅仅是六天的时间 就已经淘汰掉了三十几组选手 不过还有六十多组选手在咬牙坚持 毕竟在坚持24天 他们就能够拿到一百万的奖金 一百万奖金 对于那些身价不菲的明星来说 好像不算什么 但是对于那些普通人来说 一百万已经能够让他们做很多的事情 甚至足以让很多人少奋斗二十年了 普通的素人和明星之间 贫富差距就是如此的明显 而此时第十九组 两位选手分别是男明星包备 和素人选手蔡云飞 蔡云飞是一位退役的搏击教练 虽然看上去身体很强壮 但是却并没有什么荒野求生的经验 所以上岛六天 他们的求生并没有那么顺利 就刚上岛的时候 钓到了一些鱼 然后就是吃野菜 足足坚持了六天 这也不得不让直播间的很多观众 佩服他们的毅力 素人选手蔡云飞的话还好 毕竟奖金对于他来说可能比较重要 但是没想到 一个明星选手包备 居然也能只靠吃野菜 坚持好几天的时间 这让大家都有点惊讶 而他们的庇护所 也显得非常简陋 是最最简单的锥形庇护所 首先找几根树枝围成一个锥形 然后上面随随便便地点缀了一些杂草而已 不过现在晚上的温度也没那么低 如果再过一段时间的话 这样的庇护所 两人绝对会被凌晨落汤鸡 小飞 我好饿啊 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会被饿死的 庇护所中 包备有气无力地说道 天天吃野菜 他感觉自己的头发都被吃成绿色了 包哥 再坚持一下 只要再坚持二十几天 我们就能够拿到一百万的奖金 到时候 我们立马就退出 蔡云飞赶紧开口说道 这几天 他可没少安慰包备 就怕这家伙突然想要退出 到时候 自己的一百万奖金可就打水漂了 毕竟他家里的娇妻还等着自己拿到一百万 买名牌包包和衣服 要是空手而归的话 说不定等待自己的就是离婚协议书 不过话说起来 他们两个的运气也太倍了 简直就是非求附铁 他们这个位置根本就没什么猎物 从上岛到现在连一只小松鼠都没有看到 更别说是那些大型动物了 蛋白质的缺失 也在不断地击垮两人的信心 一百万 切 包备显然是对一百万的奖金不屑一顾的 就算自己现在比较过气了 但是一百万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钱 这一次他之所以参加荒野求生的节目 主要是为了稍微的挽回一下自己的人设 最好是能够给自己贴上 能够吃苦耐劳的猛男标签 所以才咬牙坚持了六天 但是这样下去的话 实在是有点坚持不住了 对了包哥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不错的主意 你看哈 我们这边的物资实在是太过于匮乏了 所以如果继续待在这里的话 很难生存下去 所以我觉得我们明天应该转移阵地 最好是去寻找一下其他的选手进行组队 如果四个人一起求生的话 坚持下去的几率肯定是更高的 而且你是明星 肯定有很多的选手愿意和我们组队 蔡云飞赶紧开口建议到 虽然包贝现在有点过气了 但毕竟也是明星 演过不少影视和综艺 也是有明星光环加持的 如果遇到一些素人选手的话 为了更好的促进以及博取流量 他们肯定会选择和明星进行组队 说的对啊 小飞 没想到你还能想到这么好的办法 包贝也是瞬间恍然大悟 同时 他的话显然也在说 没想到蔡云飞这种猪脑筋 居然还能想到好的办法 真TM难得 自己再怎么说也是一个明星 而且出演了不少过一票房的电影 明星光环还是在的 估计有不少人 想要和明星进行组队 正好可以抓住普通人这种心理 然后骗吃骗喝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 一来可以利稳自己吃苦耐劳的猛男人设 二来 如果和那些素人选手进行组队的话 也显得自己没有明星的架子 比较接地气 毕竟现在这个社会 那些粉丝 好像特别喜欢接地气的明星 这么一想的话 真是一举三四的 好 就这么办 明天一早 我们就出发 然后去找其他的选手 毕竟之前节目组也没有规定过 选手之间不可以组队 包贝拍腿做了决定 一天的时间飞快流逝 专业之间 就到了求生的第七天 陆宇刚刚醒来 系统的提示音 就在脑海中响了起来 叮 宿主可进行第七天签到 是否签到 机械般的电子合成音 还是那么悦耳动听 原本还有点迷糊的陆宇 瞬间就清醒了过来 不知道今天能够签到 得到什么样的好东西 签到 没有任何的犹豫 陆宇在心底默念了一声 签到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 剑术升级LV3 天 之音LV3 魅力加一 系统的电子合成音 再次响了起来 不过对于这一次的签到奖励 陆宇却表示 有点看不懂 剑术升级 倒是挺好的 因为他准备这几天 LV3也就大大的提升了 他狩猎成功的几率 至于后面的天籁之音LV3 还有后面的魅力加一 让他有点迷糊 自己现在可是再荒野求生 这些东西 对自己的求生 好像没什么帮助啊 不过算了 反正技多不压身 等这一次的荒野求生结束之后 自己可能也会积攒一定的粉丝量 到时候做个歌手 似乎也不错 挺赚钱的 就是不知道自己这天籁之音LV3 实力如何 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应该 比法王花花 要唱得很听吧 否则的话 这LV3也太水了 而就在这时候 热巴也坐了起来 揉了揉自己顺眼心松的双眼 有些迷糊的打招呼 早啊 陆宇 今天起得挺早的呀 看着迷迷糊糊的热巴 陆宇笑道 看来 热巴为了不拖自己后腿 也在尽量地 克制自己贪睡的本性啊 起床之后 两人就去小溪边进行洗漱 其实在前几天 为了让水源更加地干净 陆宇就在小溪旁边 挖了一个坑 这样的话 小溪里面的水 也会渗到坑里面 这样的做法 可以让水从土壤中 渗过来的时候 过滤掉大部分的杂质 和细菌等微生物 而且陆宇也比较担心 如果他们上游 还有其他求生者的话 可能会在小溪里面 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当然 这样的事情 他也做过 不过他要防止 然后在坑的另一边 挖一个小渠 这样可以让水进行循环 毕竟 活水要干净得多 哇 有肥皂的感觉 真是太爽了 洗过脸之后 感觉皮肤都是非常的嫩滑 用了无患子洗脸 显然比前几天洗脸的时候 要舒服得多 热巴也是相当的开心 确实 对此 陆宇也是表示认同 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牙膏 如果有牙膏牙刷的话 那就太好了 人总是比较贪婪的 当生活的水平 上了一个层次之后 就想再上一个层次 当然 没有人不想追求 更加卓越的生活 而且 每天都用木炭 刷牙的话 虽然可以清洁牙齿 但时间一长口气 也会非常的难闻 如果有牙膏的话 就可以清新口气 让你我更清静 牙膏吗 这个倒是可以想办法解决一下 陆宇想了想 看着热巴说道 因为几天都没有好好地刷过牙 确实感觉到 口气有点难闻 这不 问题又来了 所以说 荒野求生每一天都有当天 要干的工作 洗漱完毕之后 热巴开始做早餐 因为昨天的鱼和淮山药 还剩下不少 而伦宇则是开始思考 今天需要做的事情 检查了一下逃坯 虽然还没有完全阴干 但是也完全定型了 看样子 明天就可以进行烧制 至于木炭 现在的话还不能取出来 同样要等到明天才能全部取出 至于烧的是不是很成功 这陆宇也不敢打宝票 毕竟 这也是他第一次烧制木炭 以前只是看别的求生者的视频 操作过而已 好吧 那么今天的任务 就是把弓箭制作出来 等明天把所有的淘气 烧制出来之后 后天就可以去狩猎那些野山羊了 很快 陆宇也是制定了今天的目标和计划 那就是 赶紧把弓箭给制作出来 今天早上的奖励 让自己的剑术有了提升 那么狩猎的成功率 也就大大的提升了 所以 一把弓箭对他而言 现在也是非常的重要 简单的吃完了早餐 团团长得还是挺快的 这两天 已经能够满地的乱跑了 看样子 后天去打猎的时候 可以考虑把他也带上 陆宇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啊 热巴开口问道 虽然现在已经是求生第七天了 但是他对荒野求生 还是没什么了解 至于要做什么 都要听从陆宇的安排 今天我们就去找一些任性大的树木 然后制作一副工 等后天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狩猎那些野山羊了 当然了 如果可以的话 也可以找一些 能够清洁口腔的植物 陆宇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如果长期不清洁口腔的话 口气会非常的难闻 到时候清嘴的时候 说不定都会反胃 想想都很难受 看样子 这件事情也要尽快地完成 之前没有想到这一步 所以 可能错过了很多 能够清洁口气的植物 而这些植物 在荒野中并不少见 嗯嗯 好 热巴也是连连点头 只要能够解决掉洗头洗澡 和刷牙的问题 那么 自己好像可以坚持很久 说不定可以直接熬死 其他所有的求生者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把刀和锅带上之后 两人再次进入了茂密的丛林中 这一次 小团团也跟了上来 虽然走路的姿势 有那么一丢丢的奇怪 但是速度还行 陆宇也就勉强把他也带上了 两人大概走了 有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 眼前终于出现了一条 比较笔直的树干 看样子 比较适合制作弓箭 太好了 终于找到这种树了 看样子 今天就可以把弓箭做好 看着眼前笔直的树干 陆宇脸上浮现了笑容 虽然花费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但也找到了理想中的弓箭材料 这棵树 简直就像竹子一样笔直 这是什么树呀 陆宇 热巴也是 好奇地开口问道 眼前的这个树干 并没有多余的分叉 只有顶部有一些翠绿的树叶 和些许的枝干而已 就算它是一个小白 也看得出来 眼前的这个树干 比较适合制作弓 这种树叫做木槿树 这种树干和树皮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那就是纤维组韧性大 非常的适合制作弓 当然了 这种树的营养价值 也是非常高的 根皮叶果都可以入药 而且木槿树的花能够食用 营养也很高 味道脆滑爽口 可惜这棵树没有开花 陆宇开口解释道 因为想要制作一副弓的话 肯定要韧性足的材料 虽然竹子的韧性也很足 但是自己目前的条件 有点不太好 所以竹子容易脆化 而且竹片制作的弓箭 杀伤力并没有那么大 既然要射杀 也山羊那种大型的动物 那么弓箭的威力一定要大 否则也匹配 不上陆宇强大的力量 哦 热巴似懂非懂 其实陆宇跟他介绍的很多东西 他听都没有听过 所以只能连连点头 顺便夸一句 你懂得真多 拿着砍刀 几下就把木槿树给砍断了 树皮也是编织绳子 非常好的材料 所以到时候可以考虑用作工闲 拿着木槿树 两人准备回庇护所 制作一副工也没有那么简单 而且如果要制作的细腻一点的话 花费的时间会更长 今天一天 可能也就只能做这么多的事情了 而在回去的途中 两人也是有所收获 除了采摘了不少的野菜之外 还发现了霍香叶和薄荷 这两种植物都是自带香味 所以早上用木炭刷完牙之后 可以咀嚼两片 到时候也可以改善口气 而热巴也是个实在人 听到这两种植物 可以改善口气之后 热巴直接摘了两大口袋 估计也能用的四五天了 而且也在一路上 留下了很多的标记 为了防止下次找不到 取决了几片薄荷叶之后 果然感觉到口气清新了不少 两人回到庇护所之后 陆宇开始制作工件 虽然有了图纸之后 操作的步骤没什么难度 但是还是比较花费时间的 毕竟先要用刀子 把木槿树 削出工身的形状 还要木槿树的树皮 来编织工衔 因为食物的问题 暂时已经得到了缓解 就算打不到猎 也可以吃淀粉 陆宇 我现在要做什么呢 你只拍一些事情给我做吧 回到庇护所之后 热巴感觉到 自己有点无所事事 因为他不知道 自己现在要做什么 制作工件的事情 显然自己是 帮不上陆宇什么忙的 嗯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先教你编织竹席吧 竹子床睡上去 实在是有点太个人了 编织一幅竹席出来的话 睡觉会舒服很多 其实 这也是陆宇一直想做的事情 只不过最近这段时间 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才忘记了 正好可以趁今天的时间 交热巴来做 学会了编织之后 以后热巴能做的事情 也就更多了 这样自己会更轻松一些 你看啊 先把所有的竹子 都劈成细竹片 然后再横竖交错 一直编织下去就可以了 相当的简单对吧 入语也是一边操作 一边讲解 编织竹席本来就非常的简单 稍微看一眼就能够学会 嗯 我会了 你赶紧去制作工件 把竹席的事情 就交给我了 等会我编织完了之后 你再教我编织其他的东西 热巴赶紧点头说道 编织一张竹席 应该用不了太长的时间 他也想学习编织其他的东西 比如捕鱼龙 背斗箩筐之类的 嗯 好 你先把竹席编织出来再说吧 陆宇点了点头 随后就去制作工件了 就这样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中午两人随便地应付了午餐 然后继续开始工作 整整花费了六七个小时的时间 陆宇也是完成了自己的工件制作 用细砂石打磨之后的工身 手感也是比较细腻的 而且 木槿树的树皮 本来就纤维很大 而且韧性很足 编织成绳子之后 在水里浸泡个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会让它的韧性 再一次得到提升 是比较适合制作工衔的材料 当然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因为在荒野中 它们并没有多余的绳子 所以也找不到更好的材料 工制作好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箭 在没有金属箭头的情况下 想要制作箭矢 还是比较麻烦的 不过条件就是这样 也只能想办法克服 陆宇先后用木槿树的树干和竹子 做了两种不同的箭矢 没有金属箭头 那就只能模仿着箭头的模样 用刀削出来 虽然这样的话 命中率肯定会大大的下降 但是没有办法 只能这么做了 等以后看看 能不能想办法练出一些金属 到时候 可以做一些金属箭头 然后就是箭语 箭语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箭语在箭飞出去的时候 能够保持一定的平衡 大大的提升命中的几率 同时也能够有效地减小空气的阻力 总共做了十二支箭 六支是木槿树做的 还有六支是竹箭 呼 终于全部制作完成了 先试试准度和威力如何 看着已经制作完成的弓箭 陆宇也是迫不及待的 想要尝试一下 毕竟制作这东西 可足足花费了自己七八个小时的时间 眼瞅着已经到了下午四五点钟了 随后 陆宇找来了一棵芭蕉树 作为实验的对象 因为芭蕉树的树干 相对来说比较软一点 应该不会折断箭头 当然 这也不一定 毕竟不是金属箭头 陆宇差不多退到了25米开外的距离 然后开始瞄准 拉弦上箭 木槿树的硬度本来就很大 拉弓的时候 能够感觉到沉重的感觉 就连陆宇都有这样的感觉 可想而知 普通人还不一定能够拉得开 刷啊 下一秒箭矢 伴随着破空声飞了出去 嗡 低沉的嗡鸣声响起的瞬间 逐渐稳地插进了芭蕉树的树干之中 竹剑尖身颤抖了几下之后 才停了下来 看得出来力量十足 不错不错 就这威力射杀一头也山羊 不在话下了 而且准确率也还不错 弓弦也能承受住 看着稳稳命中的竹剑 陆宇也是相当的开心 今天的时间并没有浪费 而且 自己的剑术 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啊 那么后天 狩猎正式开始 终于弄好了吗 陆宇 你看我给咱们编了这么多的箩筐 还有一些破解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这些工具 来晾晒野菜什么的了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 热八也是 终于娴熟地掌握了编织的技术 刚开始第一个的时候 确实丑得离谱 不过慢慢地 质量也提了上来 总共编织了一个杯兜 两个箩筐 加上之前的竹席 能够在几个小时之内 编织出这么多的东西 热八可是片刻危险啊 就连陆宇 也不得淡不感叹热八的毅力 毕竟 热八可不像自己一样 使用过身体强化剂 嗯 弓箭已经弄好了 等明天我们把淘气 烧制完成之后 后天就可以去打猎了 怎么样 要不要试试 陆宇先是点了点头 随后开玩笑地说道 这张弓的力度很大 说实话 就算是一般成年人 也不一定能够拉半开 至于热八的话 那就更加不用想了 嘻嘻 那我试试 不过看上去和电视剧中的一样 你真厉害 热八甜甜地笑了笑 随后也是 顺便夸赞了陆宇一句 能够在这种条件下 制作出一幅 和电视剧中 非常的厉害了 给 陆宇把弓递给了热八 可是热八使劲地尝试了好几次 最终 弓箭根本就纹丝不动 反复地尝试了好几次之后 最终也只能无奈地放弃 同时也心中惊讶 这妖重的弓 陆宇这家伙 居然拉起来那么轻松 变态 真的变态 这家伙居然仅仅是用一天的时间 就制作出了弓箭 而且看上去 还真是像模像样的 不得不说 真是很厉害 这个陆宇 真是让我心服口服 感觉自从上了玄月岛之后 他就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那可不 我们老公当然厉害了 就是就是 我们老公可比那些小鲜肉厉害多了 各位姑娘 请理智一点 我不 我就不 对 我们就不 直播间 大多数观众也在感叹陆宇的厉害 感觉这家伙进入荒野之后 好像完全融入了一样 所有的事情都会做 而且对他来说 简直是信手拈来 要知道 陆宇现在也只有18岁而已 在这个年纪 大多数人都在上大学 哪有功夫学习和了解这些东西 当然 值得一提的是 陆宇凭借着自己精湛的荒野求生技术 和帅气的长相 获得了一大批的老 婆粉 当然 这些基本上都是在学校里没毕业的小女孩 她们的心思和喜欢 还是稍微比较单纯的 都步入社会之后 她们应该也会变得现实 一切向前看 而此时点评直播间 也再次转播到了第三直播间的画面 因为相比起其他的直播间 第三直播间确实更值得关注 因为她们就像是一匹黑马一样 又像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 再加上贝爷对陆宇 也是刮目相看的原因 所以 在点评直播间 第三直播间的出镜率 也比其他直播间更高一点 但是有人欢喜 有人忧 每次切换到第三直播间的时候 贝尔和陆哈都很喜欢看 但是那音和张子怡的脸色 却很差 真是想不到啊 陆宇居然连弓箭都制作出来了 看样子 他们的求生之路越来越顺了 以后打猎不成问题 陆哈感谢说道 说的没错 这个陆宇选手确实很强 比我们国外大多数的荒野求生 这都要强一些 实话实说 现在就连我都感觉有些自亏不如了 贝尔也是对陆宇 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之前陆宇所展现出来的身体素质 以及各种编织手艺 这些都是自己比不上的 而且 制作弓箭制作设计 他们国外的求生者 根本就没想过这样的事情 也是做不出来 就凭这一点 陆宇就表现得比他们更强了 现在说这样的话 可有点为时尚早了 小陆 就算是制作出来了弓箭 会不会使用 还是一回事 能不能打中猎物 又是一回事 有工具却不会使用的人比比皆是 那应不懈地说道 反正从一开始 他就并不看好第三直播间 而且之前的梁子 已经结下了 这种时候 如果不趁机贬低两句的话 倒显得自己有点矫情了 啊 那姐说的也对 不过 我很期待 陆宇能够再次带给我们惊喜 陆哈只能笑着开口说道 毕竟前几天 刚刚赢了那姐五十万 估计现在她还在气头上 所以 没必要为了这件事情争吵 她更希望 陆宇能够用自己的实力和实际表现 让这些怀疑她的人闭嘴 而且她坚信 陆宇应该有这样的实力 贝爷一言不发 她自然知道 那应不喜欢陆宇和热巴 不过 自己也没必要烫这趟洪水 一天的时间飞快流逝 转眼之间 就已经来到了求生的第八天 就在昨天 又有四组选手选择了退出 现在一百组选手 已经只剩下整整六十组了 不过剩下的这六十组 他们的情况都还不错 大部分都已经满足了 基本的求生条件 食物 水源 庇护所和火堆都已经解决 早上醒来之后 陆宇就赶紧去查看了自己的劈体 完好无损 而且已经阴干了 简单的洗漱之后 陆宇和热巴又去看了烧制的木炭 成败再此一举 把上面的那一层 你曾给敲开之后 里面就是一根根烧好的木炭 不错不错 看样子 这一次烧制木炭 非常的成功 看着那一根根完好无损的木炭 陆宇也是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随后拿起了两根 轻轻地敲了敲 声音非常的清脆悦耳 这就说明 这些木炭碳化效果都非常的好 好了 现在木炭已经烧制完成 接下来就开始烧制淘气了 陆宇开始准备下一步的工作 热巴也是把所有的木炭 都捡到了杯兜里面 足足有两大杯兜 这些木炭 应该能够坚持 烧制完所有的淘气 而陆宇接下来的工作 就是制作土窑 其实这一项工作 还是比较简单的 先在地上挖出一个直径30公分的风箱 再用之前剩余的粘土泥 一个圆形炉排 把炉排放在风箱的上面 然后就是用泥条盘住法 开始拟炉墙 炉墙的高度 差不多50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厚度至少要20公分 因为炉墙的厚度 会直接影响温度的流失率 如果炉墙的太薄的话 温度会流失过多 到时候 就算是木炭所产生的温度 也不一定能够达到 烧制淘气的标准温度 然后就是泥出横向的烟囱 虽然听上去很简单 但是操作起来也是比较费时的 光是活泥 就足足花费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然后盘制窑炉 又是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不过土窑盘制完成之后 并不能直接开始烧制淘气 因为泥土还没有完全干 到时候 生活会让湿泥土产生水分 影响到淘气的烧制 先用干柴 把窑炉完全烘干之后 才可以用木炭烧制淘气 这些小细节 也一定要非常的注意 因为就算是一步做错 到时候 也会大大的影响淘气的成功率 一番操作下来 已经到了上午10点左右 也终于可以开始烧制淘气了 接下来 就是把之前就制作好的PT 放在炉牌上 然后开始在风箱中加木炭 让火焰和温度迅速地提升 因为烟囱的排烟效果非常的不错 所以 火焰和温度很快就升了上来 整个窑炉之中 瞬间被烧得红彤彤的 接下来 就是不断地加木炭 保持窑炉中的温度 而接下来的烧制 至少都要达到4个小时以上 同时也要观察里面淘气的变化 在烧制淘气的过程中 一定要保证窑炉中的温度 所以 人是不可以长时间离开窑炉旁边的 为了烧制出品质更好的淘气 陆宇也只能一直待在旁边 负责添加木炭 时间流逝 转眼之间就到了中午 而此时在第八直播间 黄老师因为比较热衷做菜 所以在厨艺方面 还是有所造诣的 而且 懂得知识也比较多 各方面都有设计 尤其是他当初 接受到节目组的邀请之后 就开始认真的研究 关于荒野求生的知识 虽然说 临时抱佛脚 可能没有太大的作用 但是认真的研究一下 还是有所帮助的 至于素人选手王兴 他本身就是一位 喜欢挑战自我的选手 以前有几次徒步骑行的经历 也参加过一些 个人简单的荒野求生 所以 荒野求生的个人能力 还是比较不错的 八天的时间 他们已经满足了 基本的生存需求 食物 水源 火和庇护所 这些基本的求生条件 已经完全满足 黄老师 现在已经到中午了 要不我们先回庇护所吧 昨天钓到的鱼还剩两条 回去之后先烤着吃 王兴看着黄老师开口说道 其实 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 他根本就没什么压力 但是 黄老师年纪已经这么大了 在荒野中长途跋涉的话 容易出岔子 他也是为了替黄老师考虑 不用不用 既然我们已经出来了 那也不能空手而归 对吧 小王你 不用替我考虑 别看我年纪大 但是我的体力还行 黄老师喘着粗气 摇了摇手 经过这么多天的相处 他也知道王兴拥有一定的荒野求生技能 自己自然也不想拖他的后腿 而且 在参加这一次节目之前 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 坚持两个月 所以无论如何 都必须要坚持下去 苦那是肯定的 但是他坚信 一切的坚持 都是有所回报的 那 那好吧 那我们就继续探索一下 如果再过一个小时没有收获的话 我们就必须回去了 王兴也只能点头答应 经过这么多天的相处 他也知道 黄老师的性格比较执着 既然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那就继续探索吧 就这样 两人又前行了半个多小时 等一下 黄老师这里 好像有动物的粪便 看样子 有点像野猪 就在这时候 王兴敏锐地发现了 出现在面前的动物粪便 而且和野猪的粪便 非常的相似 心中也是顿时一喜 如果他们能够 狩猎到一头野猪的话 那么接下来半个月 就不用为食物发愁了 真的 小王 你能捕捉到野猪吗 听说野猪可是非常凶猛的野兽 危险性极高 黄老师先是脸上露出了 欣喜的神色 随后则是有些担忧地问道 虽然这段时间 他们狩猎到了不少的山树 而且也钓到了不少鱼 加上一些野菜食物 倒也算充足 但是如果能够狩猎到一头野猪的话 那么他们将能得到更多的肉 有了足够的食物之后 可以稍微地修整一段时间 顺便可以加固一下庇护所 毕竟自己的目标 可是至少生存两个月 所以 在不用为食物发愁之后 就必须要想办法 升级一下庇护所 这样才能够坚持得更久 这个 这个可能有点难 黄老师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狩猎工具 而且 野猪的攻击力确实很强 尤其是成年野猪的话 就更加难以捕捉了 刚才还兴奋不已的王兴 瞬间就被现实泼了一桶冷水 能够发现野猪的足迹 确实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兴奋 但是转念一想 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狩猎的工具 自己现在手里的 唯一狩猎工具 就是一个木质长矛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 想要抓住野猪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素来都有一猪二熊三虎的说法 所以 野猪的战斗力 也是不容小觑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 不过 你也不用气馁 就算是我们抓不到野猪 生存也不是问题 虽然感觉到惋惜 不过黄老师的心态 还是不错的 就算是现在的食物 也足以让他们生存下去 嗯 我知道了黄老师 王兴也是笑着点了点头 就这两人继续向前走了几分钟之后 突然发现了一个黑漆漆的身影 正在低头啃食着一些野草 是野猪 王兴激动的差点叫了出来 虽然他们现在可能没有能力 能够狩猎到野猪 但是能够在荒野中看到这种大型猎物 心中的激动还是难以掩盖的 而且他决定要尝试一下 虽然自己的狩猎工具 只有一根长毛 但万一成功了呢 一头野猪肉 至少可以让自己和黄老师 吃上半个月以上 虽然狩猎野猪 有很高的危险系数 但是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这完全值得一试 黄老师 你先在这里等着 我悄悄靠过去 我要尝试一下 万一成功了 我们接下来半个月 都不用为食物发愁了 好 你去吧 不过千万要小心 听说这些野猪的攻击力 非常的强悍 黄老师点了点头 随后也是善意地提醒 这些荒岛上的野猪 可和家里养得完全不同 它们的性格更加的凶利暴躁 而且 当遇到危险之后 还会主动进行攻击 其实没有武器的人 在它们的眼中 并不具备太大的威胁 就算打不过想要跑 也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毕竟在荒野之中 嗯 我知道 王兴点了点头 随后 猫着身体一点点地接近野猪 不过所有野生动物的感知能力 都是非常敏锐的 就在王兴距离野猪 还有十几米的时候 野猪显然是察觉到了危险 立刻停止了继续进食 警惕的目光扫射着四周 随后便是发疯般地跑了出去 几乎是片刻 伴随着草丛的沙沙响声 野猪瞬间消失不见 王兴也是以自己最快的速度 追了出去 足足追了五六分钟之后 也只能无奈地返回 草 刚才应该直接把长毛丢出去的 看着野猪足迹 完全消失在视线之中 王兴也是口吐芬芳 虽然有点遗憾 但这种结果 似乎也在意料之中 而且 这只野猪显然没打算攻击自己 只是转身逃跑的而已 说是遗憾 其实也可以说是比较幸运了 随后也只能信信地走向了黄老师 没事没事小王 这本来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你不用放在心上 看到有些失落的王兴 黄老师也是赶紧安慰 好了 我们先回去吧 现在已经是下午一两点钟了 说实话 肚子有点饿 也有点累 看来今天打猎的计划是落空了 不过庇护所里面的鱼肉和山鼠肉 也还不错 嗯 王兴点了点头 两人开始往回走 走了差不多有十几分钟之后 在一棵大树底下 居然又发现了那个黑漆漆的身影 显然 还是那头野猪 此时 野猪的头上还留着一些艳红的鲜血 倒在地上 一动不动了 好像是刚才跑得太急 撞在树上了 卧槽 猪撞树上了 王兴一脸猛逼 虽然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 可能只有万分之一 但是那头野猪 好像真的撞到树上 被撞死了 这万分之一的几率 居然被他们给碰上了 出门的时候 也没踩狗屎啊 运气居然这么好 哈哈 太好了 猪撞树上了 王兴撞猪上了 黄老师也是激动地开起了玩笑 随后两人大不留心地 朝着野猪走了过去 王兴对着野猪 又是补了一波伤害 而此时第八直播间 也是瞬间沸腾了起来 我日 野猪真的装树上了 这两人 欧黄附体了吧 这运气 真特么绝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欧黄吗 不去买彩票 真是可惜了 黄老师 这野猪不能吃 吃了容易影响智商 对对对 特么的居然装树上了 吃了绝对会变本 黄老师 我们两个运气 也太好了吧 这头野猪足够我们吃半个月了 我来赶紧把它扛回去 王兴此时已经激动地 有点语无伦次了 要说不激动 那绝对是骗人的 因为这一头野猪 对于一个荒野求生者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食物来源 嗯好 那你千万要小心点呀 拿不动的话 就找个棍子 我们一起抬回去 黄老师也是高兴地点了点头 毕竟最近这段时间 一直在吃山蜀和鱼肉 现在捡到一头野猪 改善改善伙食 也是相当不错的 而且 是在另一边 包备他们还在没有任何目的的 胡走乱窜 希望可以在他们 饿死之前 能够找到其他的选手 到时候 完成组队就能生存下去了 当然最好是能够遇到一些 荒野求生经验丰富 然后物资富饶的选手 这样的话 他们也能厚着脸皮蹭一波 时间一晃 就已经到了下午 而陆宇这边的淘气 已经足足烧了六个多小时 值得庆幸的是 所有的淘气都没有被烧炼 但还运气的成分占一些 但主要还是因为之前 做得比较细腻 他们长时间的劳动 也获得了回报 看样子 应该可以拿出来看看了 不知道淘花的效果怎么样 足足忙活了这么长时间 终于也到了见证结果的时刻 热巴和陆宇 自然也都是非常的兴奋 毕竟为了烧制淘气 他们已经前前后后 忙活了三天的时间 希望他们之前 所有的付出没有白费 这些淘气 能够上得好一点 好期待啊 我腻的那些淘气 居然没有烧破 热巴也是 兴奋地搓着手 不过现在摇炉里面的温度 还是太高了 所以要冷却上 两三个小时 才能取出来 接着 两人开始做晚饭 吃完晚饭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六点了 而摇炉也基本上冷却了下来 接下来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陆宇一点点地 把摇炉的上半部分给拆掉 里面的淘气 已经变成了暗红色 看样子 烧制的还是比较成功的 如果是纯粹的柴火烧制的话 因为木材在烧制的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的黑烟 到时候 淘气就会被烧成黑色 但是木炭烧出来的颜色 却会变成暗红色 而这种颜色 也就说明 他们烧制得相当的不错 热巴在一旁期待不已 陆宇也是 赶紧把所有的淘气 都一一取了出来 用木棒敲了敲听了听声音 很清脆 这就说明 桃花的效果非常棒 太棒了 我们成功了 走 我们去河边洗洗 陆宇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拿着所有的淘气 两人赶紧来到了小溪边 所有的碗碟全部都不漏水 效果非常的不错 至于那三个大一点的淘罐 陆宇并没有进行盛水 因为之前弄的淀粉 已经差不多完全干了 所以 直接把淀粉装进淘罐里面就可以了 就算是会出现漏水的情况 也没什么影响 嘿嘿 我们今天晚上终于可以用碗吃饭了 说实话 刚上岛的时候 这种事情真是想都不敢想 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陆宇 热巴也是丝毫不吝惜自己的赞赏之词 如果没有陆宇的话 这种事情自己想都不敢想 甚至根本就不会想到 烧制淘气这种事情 然而 现在这一切已经全部都实现了 这也就说明 他们的生活已经有了质的改善 从之前想方设法的生存 变成了如何让自己更加享受一点 这没什么的 现在距离天黑 还有一个多小时 我们先把所有的淀粉都装进去 然后去看一下绳索陷阱那边 有没有什么收获 虽然他们现在有很多的淀粉 昨天也挖了不少的淮山药 但如果没有肉的话 味道也不会太好 而且 距离天黑现在还有一个多小时 其他的事情也干不了 只能去看看陷阱那边 希望能够有所收获 嗯好 热巴也是赶紧点了点头 很快 两人就把所有的干淀粉 装进了陶罐里面 接着拿上弓箭 然后去看了看绳索陷阱 这一次 他们的运气并不是太好 四个绳索陷阱 只是触发了一个 抓住了一只个头很小的野鸡 不过加一些地皮菜和淮山药的话 也能炖一锅 两个小时之后 夜幕彻底降临 黑暗已经笼罩了整个玄月岛 陆宇和热巴也吃完了晚餐 两人就这样坐在篝火旁 欣赏着月色 陆宇 你说其他组的选手 现在生活得怎么样了 不知道他们现在的条件 比我们好还是要差 篝火旁 热巴好奇地问道 当然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话题 一般每当到了晚上的时候 没什么事情做 所以坐在一起的时候 也不知道该聊些什么 不知道啊 那么多组的选手 其中肯定不缺能力出众的 或许 很多人都比我们过得好吧 陆宇猜测道 其实他们两个的 生活过得并不是很好 因为刚上岛的时候 他们上岛的位置 并不是很优越 而且这么多天 发现的食物资源也并不多 就只有那些小鲫鱼 和野鸡野兔 这点食物资源 在偌大的荒岛之上 绝对算不上是富饶 所以 他是真的觉得 有人比他们生活得更好 而且可能不少 哦 这么说的话 看样子 我们明天一定要继续努力 一定要狩猎到野山羊 热巴紧紧地握了握拳头 一脸坚定地说道 他现在已经开始期待 能够获得最终的优胜了 在刚开始的时候 或许他并没有这样的目标 但是 经过这八天的相处 也让他慢慢地了解到了 陆宇荒野生存的实力 他现在觉得 他俩一定能够生存到最后 嗯 我想 我们会的 陆宇也是认真地点了点头 毕竟自己现在的剑术还不错 只要能够找到那些山羊 不说百发百中吧 但是狩猎成功的可能性 至少也在80%以上 西西 我相信你 热巴笑着说道 就这样 两人又闲聊了半个多小时 因为今天并没有干体力活 所以 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的疲惫 这种情况下 晚上也是 很难早睡着的 热巴 要不你唱首歌给我听吧 你唱歌应该不错吧 陆宇笑着说道 反正坐着也是无聊 还不如唱歌来打发一下时间 啊 唱歌 这个 我其实不太在行 不过 你想听的话 那我就唱一首 如果唱得不好的话 你可不能笑我呀 热巴先是一惊 随后也是 硬了下来 虽然自己是个演员 不是歌手 不过唱歌还是不错的 那就纱布擦屁股 给陆宇露一首吧 当然不会 陆宇笑着摇头道 好吧 那我就唱一首追光者 不过提前说好 我唱得真的不好听哦 热巴也是非常谦虚的 对陆宇说道 而此时直播间的所有人 也是极其的期待 因为他们很多人 都没有听过热巴唱歌 只知道 热巴是一个演员 所以在唱歌上 应该没什么太大的天赋吧 而热巴稍微的酝酿了 一下自己的情绪之后 目光看着陆宇 悦耳动听的声音 也随之响起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 我是浪花的泡沫 某一刻 你的光照亮了我 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 耀眼的让人想哭 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 总在孤单时候 眺望夜空 热巴的声音非常的细腻 而且 唱歌的时候饱含感情 所以 歌声也确实很动听 可以不夸张地说 热巴的歌声 绝对是超越了 80%以上的那些唱歌主播 因为热巴可是纯粹的清唱 没有百万声卡 和百万调音诗 而从热巴开始唱 第一句开始 他的目光 就一直停留在陆宇的身上 脸上还挂着那种 含情默默的笑容 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像影子追着光梦游 我可以等在这路口 不管你会不会经过 每当我为你抬起头 连眼泪都觉得自由 有的爱像大雨滂沱 却依然相信彩虹 一首歌很快就接近了尾声 热巴唱得非常有感情 尾音结束 似乎还沉浸在歌曲和歌词之中 陆宇也是相当的惊讶 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热巴唱歌 当然是在电视上没听过 因为现实中根本就没有见过 一直都觉得 热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明星而已 因此 刚才其实对他唱歌 没抱太大的期待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热巴唱歌居然如此的动听 看样子 明星确实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当的 卧槽 热巴小姐姐唱歌居然这么好听吗 我也有点惊讶 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热巴唱歌 这唱得也太好听了吧 爱了爱了 热巴绝对是被演戏单个的歌手 在没有声卡和专业设备的情况下 这样能这么好听 我觉得 热巴可以直接转行当歌手了 热巴小姐姐唱歌真是太好听了 不过 我更加的好奇 陆宇会不会唱歌 说实话我也很好奇 陆宇说话挺好听的 就是不知道唱歌好不好听 此时直播间大多数的观众 也感觉到非常的惊讶 原本以为 热巴只是一个流量花旦而已 没想到 唱歌居然能这么好听 这完全可以直接 从歌手跨接到演员那边 唱完歌之后 热巴才有些脸红的 看着陆宇 似乎意识到 自己刚才唱歌时 看陆宇的眼神 有点过于深情了 我唱得很难听 对吧 热巴也是有那么几分羞涩的问道 没有啊 我觉得你唱得很好听 比一部分的专业歌手还要专业 陆宇认真地摇了摇头回答道 其实他说的也是实话 以前的歌手是真的歌手 他们有着绝对的唱功 但是 你看看 现在的那些所谓的歌手 都是一批什么样的东西 不是鬼哭狼嚎 老弟抽搐 就是现场做法 要不就是拿着话筒舞台上 喂喂喂 喂喂 喂喂 喂你妈呀 一天到晚就知道喂喂喂 完全不考虑别人受得了受不了 之前陆宇看短视频的时候 刷到这样的视频 整个的感觉一天都不自在 那时候心里也在想 这样的人也能成为明星 而且能够拿到华语乐坛的金曲奖 真TM妥妥的就是 离谱他妈给离谱他大哥开门 离了大谱 这也和年轻一辈的小姑娘 审美畸形有绝对的关系 当然还有一些更离谱的 比如 你是我 她是我 你是我那我是谁 我是你 她是你 她是你那你是谁 我特么怎么知道 你是谁她是谁 你爱谁谁 卧槽你妈 这简直就是离谱他妈给自己开门离谱妈了 或许这就是现在病态的娱乐圈吧 这 真的吗 算了 你肯定是在安慰我的 不过 我很喜欢听 热巴先是满脸欣喜 不过很快也认清了现实 虽然自己唱歌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略强一些 但是 和那些专业的歌手还是有差距的 陆宇这么说 无非就是让自己开心而已 当然没有 我说的是真的 你确实比大部分年轻歌手都要强 陆宇也是再次认真地回答道 好 那我相信了 不过现在 我想听你唱歌 你也唱一首给我听吧 好不好 热巴笑眯眯地说道 言语之中 还有一些撒娇的感觉 在他看来 陆宇简直就是 无所不能的 就是不知道 陆宇唱歌的水平如何 在自己的心目中 陆宇简直就是 一个完美的男人 所以唱歌这种小事 应该也不在话下吧 毕竟他说话的声音 本来就很好听 我 陆宇有些惊讶 热巴居然会有这么无理的请求 不过估计 也是为了打发时间吧 这样干坐着 实在有点无趣 而只是直播间 大部分的观众 也和热巴一样 很期待陆宇 能够露一首 当然也有很多人 期待陆宇能够倒车 一个人 就算是再强 总不可能面面俱到 任何方面 都那么优秀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还让别人怎么火 嗯 我很想听 热巴目光灼灼地看着陆宇 小鸡灼米般的点子头 看得出来他很期待陆宇唱歌 嗯 那好吧 既然这样的话我就现丑了 看着热巴那灼灼的目光 陆宇也是点头答应 在以前自己唱歌 其实也还算不错 现在又有了系统的奖励 所以唱歌自然是更加的好听了 太好了太好了 听到陆宇答应之后 热巴也是无比的高兴 那我就唱一首法 王花花的烟花里的尘埃吧 我觉得这首歌词曲都很不错 陆宇想了想说到 虽然法王花花很多的唱歌方式 让人够病 尤其是现场直接做法的挨 和听了直接能把人送走的浮夸 但要说他只会做法吧 有时候唱歌也还不错 比如烟花里的尘埃 这首歌就唱得相当不错 所以陆宇对这个人就是不解 费解 百思不得其解 明明会唱歌倒就是喜欢现场做法 你说这谁受得了 那首歌很好听爱 快点唱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呢 热巴有些激动地说道 虽然他对法王花花的一些唱歌方式 也并不认同 但不得不说烟花里的尘埃 这首歌还是不错的 嗨嗨 陆宇清了清嗓子 清澈 空灵 充满磁性的声音 缓缓响起 看着飞舞的尘埃 掉下来 莫人发现它存在 多自由自在 可世界都爱热热闹闹 容不下 我百无聊了 不应该 一个人 发呆 陆宇的嗓子 本来就非常的不错 再加上系统奖励的唱歌技巧 就算是没有经过任何声卡 和调音式的修饰 声音也非常的悦耳 它的声音 给人一种非常空灵的感觉 仅仅是开头的几句 就让原本 无比热闹的直播间 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开始认真的 聆听歌声 因为陆宇唱的 实在是太好听了 它那种空灵的声音 能够一瞬间 就把人带入那种 歌词的异景之中 所有人都在享受着 完美的音乐 哪有时间去发评论和弹幕 就在陆宇刚开口的瞬间 热巴的脸上 就露出了无比震惊的神色 紧接着整个人 便完全沦陷了 一双美眸直勾勾的 盯着陆宇 只有我 守着安静的沙漠 等待着花开 只有我 看着别人的快乐 竟然会感慨 就让我 听着天大的道理 不愿意明白 风阵阵吹过来 为何不回来 风一句不回来 悲不悲哀 麻木得那么快 应不应该 能不能慢下来 笑得开怀 哭得坦率 为何表情 要让这世界安排 我就是我 我只是我 只是一场烟火散落的尘埃 后面的高音部分 每一个字 每一个调陆宇 都拿捏得非常完美 而且 高音对于陆宇来说 完全没有任何的挑战性 甚至他觉得自己 完全还能多上几个调 不过并没有那种必要 唱歌主要是为了抒发情感 恰到好处才最完美 并不是为了飙高音而唱 一首歌唱完 陆宇也是长长的呼了口气 因为唱歌的时候 自己的情绪 也被带入了歌曲歌词之中 心中也是久久不能平复 至于身旁的热巴 早就已经张大了嘴巴 眼神之中 全都是震惊和崇拜 显然他根本就没想到 陆宇唱歌的水平 居然如此之高 在没有任何专业设备的辅助之下 居然唱出了演唱会的感觉 而且他那种空灵的歌声 完全就是上天的恩赐 这种歌喉 是多少歌手梦寐以求的 好听吗 歌曲唱完之后 足足半分钟的时间 热巴还沉浸在 刚才的音乐之中 陆宇则是完全 平复了自己的心境 随后笑着开口问道 陆宇的声音 也把热巴从音乐中拉了回来 咕噜 使劲地咽了咽口水 随后头点得如小鸡啄米一般 好 好听 太好听了 随后便是满脸兴奋地说道 是真的好听 绝对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想法 甚至就刚才这一首歌而言 他觉得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比陆宇唱得更加完美 其中包括原唱 而直播间700万的观众 在足足发带了一分钟之后 也终于是回过神来 我曹曹曹 这特么 是陆宇唱的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陆宇这家伙 居然唱歌这么好听吗 这一句不能用好听来形容了 简直就是神曲 大家别误会 我说的神曲 并不是贬义词 是可以封神的歌曲 恭喜陆宇 荣获歌神荣誉称号 歌神的称号 真的不过分 这么一比的话 陆宇是真的把原唱 直接比到了尘埃里面来啊 这家伙 完全就是天生的歌手啊 法王花花 求求你了哥 给条活路吧 我他妈现在对陆宇 真的是五体投地 我老公太厉害了 木啊 别跟老娘抢 陆宇是我的 这唱歌水平 真的是麻雀 啄了牛屁股 确实牛逼 虽然我不懂音乐 也不懂什么拍子 但是 真的好听啊 就是就是 太好听了 这首歌 绝对可以封神 虽然我是花花的粉丝 也很喜欢它 但是就这首歌而言 陆宇的唱功 实在比它强太多了 花花 我太难了 直播间已经彻底的沸腾了 而此时 一切视频博主 立刻开始剪辑 他不知道这首歌 一经发出 绝对会全网沸腾 到时候 就会成为真正的歌神 在一众小鲜肉歌手中 绝对是称神的存在 甚至就算是 那些老牌歌手 也能够与之搬手腕 而此时 在点评直播间 咕噜咕噜 那鹰和鹿哈 他们都是使劲地 咽了咽口水 显然他们和普通的观众一样 都沉浸在震惊之中 没想到 陆宇一个素人选手 荒野求生的能力 那么强悍 也就算了 林唱歌居然也如此的厉害 这简直就是 不给他们专业歌手 一点点的活络 完全就是被碾压的存在 太 太好听了 这陆宇 绝对是专业的 他肯定学过唱歌 我自愧不如 那姐 你觉得 陆宇刚才唱得怎么样 陆哈一脸兴奋 那种激动的情绪 就好像刚才那首歌 是自己唱的一样 随后 转头看向那鹰问道 还 还行 奋 算是及格吧 那鹰强忍着心中的震撼 有些语无伦次地说道 其实 他的心里很清楚 就算是自己唱这一首歌 也绝对达不到这种高度 但是让他承认 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优秀 这太难了 非常好听啊 虽然我不是特别 能够明白歌曲的意思 但是陆宇的声音 听着让人入迷 非常的舒服 确实无可挑点 贝尔看了看那鹰 说道 他并不是很懂华语歌曲 但是 听陆宇的歌声 就知道 他绝对是一个唱歌高手 甚至 称之为歌唱家 也不为过 确 确实 唱得挺厉害的 有点没想到陆宇 还有这种才能 紫怡也被折服了 而此时 在网络上 仅仅是经过几分钟的发酵 陆宇唱歌的视频 就已经火爆全网 一些剪辑出来的视频 点播量 也直接超过了百万 瞬间冲上了微博热搜 锦号陆宇 异曲风神锦号 锦号这就是 被天使吻过的嗓子吧 Add陆宇锦号 锦号不给原创活路系列 烟花里的尘埃锦号 所有的短视频平台 热搜词里面 都有陆宇两个字 而此时 早已经被淘汰的 法王花花 在家里刷着短视频 也刷到了这个视频 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 法王花花的脸色 越来越难看 因为每条短视频的评论区 都是夸赞陆宇的 而自己这个原创 直接被碾压成了 真正的尘埃 啪 手里的手机直接 被重重地砸在地上 顿时稀巴烂 而法王花花的脸色 也阴沉到了极点 虽然他万分地不想相信 但是 网友们说的一点都没错 陆宇唱的 确实比自己更好听 但是他真的不服啊 区区一个垃圾素人而已 他凭什么 比自己唱的还好听 本法王不服 但是现在 就算是再愤怒也没有用 因为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这首歌陆宇 确实比自己唱的要好听 而且这家伙的嗓子 就像是被天使吻过一样 那种声音 太完美了 伴随着陆宇的歌喉火遍全网 不少的音乐制作和经纪公司 也是瞬间就盯上了陆宇 如此优越的条件 只要稍加包装 绝对可以爆火 当然现在的陆宇 陆宇本身就很火 人气非常高 所以 大多数的音乐制作公司 已经开始查陆宇的底细 毕竟想要 把这么一个人才 揽入他们的麾下 首先就是要做出一些 让他有好感的事情 而在岛上陆宇 一首歌唱完之后 热巴已经完全沦陷 又帅 唱歌又这么好听 最重要的是 还这么能干 绝对就是心目中 妥妥的白马王子不二人选 甚至就在那么一瞬间 热巴觉得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 比陆宇更加的优秀 如此优秀的男人 估计很多女的都会喜欢吗 而且 以陆宇的自身条件 如果他想搞一些钱的话 绝对轻轻松松 说不定这次节目 录制完成之后 就可以出去 签约一些影视 或者是音乐公司 到时候大把大把的钱 不就来了吗 陆宇 我发现 你这家伙真的是 越来越神秘了 感觉 你就像是一个 深不可测的无底洞一样 就算是这样 坐在我的面前 我也完全看不透你 热巴双手处着下巴 俨然是变成了一副 小粉丝的姿态 眼神之中的那种崇拜 也是丝毫不加以掩盖 他真的有种 恨不得立刻 就把陆宇八个金光 看看他有多少秘密的冲动 不过 最终理智 还是战胜了这种冲动 毕竟自己是个女生 总不能那么主动吧 男人吗 要是能够完全被你看透的话 那岂不是太糟糕了 好了时候 也不早了 我们赶紧睡觉吧 陆宇笑了笑 其实他对自己刚才的表现 也是颇为满意的 看来系统的奖励 确实很厉害 就凭自己刚才唱歌的水准 完全是可以碾压 那种小鲜肉的 就算是和那些老牌歌手 也有了扳手腕的资本 说不定等离开这里之后 这届可以往音乐方面发展 反正 他最初的目的 就是为了赚钱 只要不违法 一切的方法 都是可行的 嗯嗯 好 热巴也是赶紧点了点头 随后两人 走进了庇护所 晚上十点多的时候 已经是凉风兮兮 岛上的气候 就是这样 白天的时候 燥热难耐 但是到了晚上之后 温度就会骤降 热巴也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整个身子习惯性地 缠在了陆宇的身上 陆宇似乎也差不多 已经习惯了 毕竟两个人 挨在一起睡觉 温度会直线上升 不过 看样子必须要采取 保暖措施了 晚上的温度太低 如果感冒的话 还是非常糟糕的 很有可能 直接会让他们淘汰 伴随着准时的鸟叫声 陆宇和热巴 也是差不多同时起床了 简单地洗漱之后 吃了一些淮山药 好了 今天我们的任务 就是去狩猎山羊 陆宇也是查看了一下 自己的弓箭 嗯嗯 今天我们一定能够 狩猎到山羊的 一想到 能够吃到美味的羊排 就期待得不得了 嘻嘻 热巴点了点头 随后脸上 也是挂着无比期待的神色 虽然这几天 每天都有肉吃 但是野鸡肉和野兔子肉 都有点太柴了 而且里面 还有一些土腥味 再加上野鸡肉和野兔肉里面 本身就没有多少的脂肪 所以吃起来 肯定没有羊肉那么爽 至于羊肉的山味 完全可以忽略 嗯 今天幸运女神 一定会站在我们这边的 好了 咱们出发吧 陆宇也是信心 满满的点了点头 她对自己的剑术 现在还是有着 很大的信心的 只要能够遇到 那些山羊群的话 抓住一只应该不成问题 这一次 两人并没有把 小团团一起带过去 因为路途比较遥远 带着那小玩意的话 可能会成为 两人的累赘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转眼之间 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把两个人送去之前 留下的足迹 很快就找到了 山羊群活动的位置 快看 这边的野山羊粪便 都是新鲜的 说明他们还在 这片区域活动 我们现在 必须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不要发出太大声响 陆宇蹲下身 查看了一下 眼前的山羊粪便 用大拇指和食指 碾碎之后 还能够感觉到 些许的水分 说明山羊从这里经过 时间不长 更重要的是 这边的草 被践踏得很厉害 这就说明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随后也是尽可能 让自己保持安静 乖巧地跟在了陆宇的身后 虽然在打猎这方面 自己可能帮不上陆宇的忙 但也绝对不可以添乱 两人就这样 放慢了速度 不断地前进 顺着野山羊留下的足迹 追寻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 终于山羊群出现在了 他们的面前 哇 好多山羊啊 一 二 三 四 居然足足有九只野山羊 看着几十米 开外的山羊群 热巴无比的激动 因为总共居然有九只野山羊 不过 其中有四只 是山羊幼崽 太好了 那些山羊 还是幼崽 说不定我们今天的收获 不仅仅是一头山羊 陆宇也是 压低了声音笑了笑 凭自己现在的身体素质 就算是徒手 也能够抓住那些 山羊幼崽 如果能把那些小家伙 全部抓住的话 说不定自己可以开个牧场 等他们长大之后 不仅可以吃羊排 还可以喝羊奶 想想心里 还真是觉得美滋滋呢 好了 你先在这里等我 不要发出声音 我慢慢地靠近过去 陆宇给热巴交代了一声 随后 开始放缓了自己的速度 慢慢地朝着 山羊群靠近了过去 因为使用了两份身体强化剂 所以 陆宇的四维属性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这种提升 不仅仅体现在力量和速度上 同样还有体质和敏捷 所以他在向前移动的时候 并不会发出太大的动静 而且 加上茂密的丛林 山羊群根本就很难发现陆宇 最终陆宇停在了 距离山羊15米左右的地方 那群野山羊还在悠哉悠哉地吃着野草 显然完全没有意识到危机的降临 而陆宇却早已经拉弦上剑 瞄准了体型最大的一只山羊 如果能够狩猎到那只最大的山羊的话 至少能让他们多坚持一个月的时间 而此时第三直播间的所有观众 此刻也是屏住了呼吸 似乎他们的心情跟陆宇一样紧张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卧槽 去他妈紧张 怎么感觉比我自己操作还紧张 谁说不是呢 我TM手心都出汗了 羽神加油啊 让我们看看你的剑术如何 兄弟们别那么紧张 羽神的实力大家还不清楚吗 妥妥的 就是请相信我老公 呸 女人 大家发现了没有路语瞄准的那一只野山羊 好像有怀孕的征兆 确实啊 那只山羊的肚子好像挺大的 山羊吃饱之后肚子不都这样吗 不一样的 我是兽医 我确定那只母山羊肯定是怀孕了 这他妈是荒野求生管他呢 设就完事了 就是就是 都TM别吵了 认真看不行吗 我都紧张死了 直播间的弹幕比较稀疏 所以看得也比较清楚 其实 此刻大多数人的心情都无比的紧张 因为他们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 路语的那种紧张感 要知道如果能够狩猎到 一头野山羊的话 他们至少能多生存半个月 而此时的路语 也发现了自己刚才瞄准的 那头山羊好像怀孕了 眉头微微地皱了皱 随后下意识地调整了自己的目标 这并不是因为他圣母 而是自古就有俗语 不打三春鸟 不吃四月鱼 因为阳春三月是鸟繁殖的季节 如果猎杀了大鸟 那么幼鸟将会无法生存 而四月份是大多数鱼儿产卵的季节 为了长久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要给鱼儿繁衍生息的机会 所以这个时节一般都不会捕鱼 其实这也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考虑 同理 虽然陆语之前看中的那只野山羊个头 确实大一点 但是自己这一剑射出可能会是一师两命 甚至一师多命 而且会影响到野山羊的繁衍 虽然求生本身就是残忍的 因为想要生存下去 就必须要有动物被吃掉 但也绝对没必要赶尽杀绝 而且 这也是给自己留后路 而直播间的部分观众 在看到陆语这细微的动作之后 心中也是无比的欣喜 他们喜欢的选手 果然美的说 SOUL 而就在下一秒 箭矢瞬间飞出 发出了轻微的破空声 其实野山羊群似乎也察觉到了动静 只不过这时候 想跑已经晚了 刷 逐渐瞬间刺穿了 瞄准的那只野山羊的 前肢往上的位置 其实 人狩猎的时候 一般都不会直接打动物的头部 原因其实也比较简单 首先就是 动物的头部比起身躯要小一点 所以命中的几率更小 其次 大部分动物的头盖骨都比较坚硬 就算是命中 也不一定会让它快速地死亡 所以 有经验的猎人狩猎的时候 他们都会直接攻击猎物肺的位置 因为没有了骨头的保护 一瞬间就能够刺穿身体 到时候 几乎是必死无疑 扑通 被射中的野山羊 直接原地跳起近一米高 随后开始横冲直撞 不过仅仅是跑了十米的距离 就倒地不起 大口大口地喘息了起来 显然被射出肺部之后 他已经失去了生还的机会 而其他的八只野山羊 也受到了惊喜 瞬间四散狂奔 山羊幼崽的奔跑速度 本来就很慢 而陆宇在一箭射出之后 没有任何的犹豫 身体直接如同猎豹一般 从丛林中迅速窜出 几乎是眨眼之间 就已经到了一只山羊幼崽的身边 然后一把将其扑倒 因为被射住的那一头山羊 已经没有了生还的机会 所以 完全没有继续补伤害的必要 速度之快 不远处的热巴 几乎没看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天 陆宇这家伙 真的是人吗 刚才他的速度 怎么感觉比 那些野山羊还要快 热巴使劲地咽了咽口水 瞪大了自己那难以置信的双眼 一个人的反应速度和奔跑速度 居然能够达到这种程度 就算是那些世界级别的短跑运动员 速度和反应 也不一定能够达到陆宇这种程度吧 陆宇根本就没有理会热巴的惊讶 找了一个藤条 把野山羊直接拴在原地 随后身体再次如同猎豹一般冲了出去 朝着刚才另一只山羊 又在逃离的方向追了过去 而只是盯在屏幕前的所有观众 也已经完全猛逼了 他们此刻的表情 和热巴表现得一模一样 震惊 无与伦比的震惊 不减 费减 百思不得其减 一个人类的力量和反应 居然能够达到这种程度 开什么玩笑 就算是那些国际短跑运动员 反应能力和速度 也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吧 除非 刚才的视频经过了加速 但是 刚才他们的可是直播 不是短视频啊 卧槽 妈妈我见鬼了 震惊了片刻之后 直播间瞬间沸腾了 以至于连陆宇刚才精湛的剑术 都被所有人给遗忘了 此时点评直播间的贝爷 已经完全对陆宇心服口服 这家伙之前的力量 就让他感觉到无比的震惊 甚至他感觉 陆宇已经拥有了远超特种兵的体魄 现在所展现出来的速度 再次让他难以置信 这家伙要是一个特种兵的话 那将会是对手的噩梦 五分钟之后 陆宇再次回来了 不过他的怀里 还抱着一只野山羊的幼崽 咩咩咩 咩咩咩 显然被抓住的山羊幼崽 有点不太服气 还在疯狂地挣扎 就打在了山羊幼崽的脸上 你特么一个小俘虏 得我老实点 山羊幼崽 现在是有点被打猛了 竟然真的不叫了 卧槽 陆宇你特么要笑死我 继承我的蚂蚁花呗吗 真特么觉了 小山羊被一把掌扇猛了 小山羊 瞧瞧这他妈是一个人 能干出来的事情吗 小山羊 虽然我不是人 但你他妈是真的狗 知道我是俘虏 还这么虐待我 陆宇太不是人了 你知道你这个大逼 都对一只刚出生的小牙膏 留点最后尊严 对于陆宇这种不当人的做法 直播间的网友 也是进行了强烈的谴责 不过 虽然陆宇的做法有点狗 但是很好笑啊 热巴这时候 也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那眼神之中的崇拜 丝毫不加以掩饰 陆宇 你真是太厉害了 你简直就是 我的男神 偶像 居然一下子 直接抓到了三只羊 热巴直接一下子 就抱住了陆宇 就差那么一丢丢 就忍不下就亲了上去 一对小C 也使劲地蹂躏着陆宇的胳膊 这让陆宇多多少少感觉到 有些生理不适 机操 物六 陆宇也是一脸得瑟地说道 其实自己怀里抱的这只小羊羔 也是运气挺背的 原本他完全是有机会逃跑的 只不过 自己在逃跑的过程中 居然被茂密的丛林 给勒住了脖子 要不是陆宇及时解救 估计就要被勒死了 这么一想的话 陆宇简直就是一个大圣人 小羊羔 这么说 我还要谢谢你了 对于陆宇的得瑟热巴 可没有一点的脾气 毕竟陆宇着实有点强得太离谱了 自己还没怎么回过神 他就直接抓住了三只羊 虽然其中有两只小羊羔 但是小羊羔的肉质 好像更嫩一点 吃溜 想到那嫩滑可口的羊肉 就让他忍不住吸了吸口水 好了 今天我们的收获非常的不错 等会儿 我做个担子 你来负责这两只小羊羔 那只大的 就交给我了 说干就干 陆宇也是 很快就做了一个担子 然后把两只小羊羔挂在两端 两只小羊羔 其实也就是十来斤的重量 就算是热巴 也可以轻轻松松地挑起来 被射中肺部的野山羊 已经完全失去了生机 陆宇也是轻轻松松地扛了起来 然后 两人满意地朝着庇护所走了过去 你挑着蛋 我背着羊 迎来日出 送走晚霞 踏平坎坷 成大道 心情愉悦 陆宇也在后面 唱着欢快的歌曲 两个半小时之后 两人也回到了庇护所 陆宇这两只小羊羔 我们怎么处理啊 要不要直接宰掉 热巴看着陆宇 一脸纯真的问道 现在这些小羊羔 长得很可爱 但是在他的眼中 就是食物 啊 热巴好像比自己想象中 还要凶惨啊 不 两只小羊羔 我们还是养着吧 反正他们也没多少肉 而且 这只野山羊的肉 我们已经能够吃 很长一段时间了 等他们长大一点再宰 陆宇摇了摇头说道 因为现在的白天温度 还是很高的 肉的存储时间是有限的 如果是新鲜的肉的话 根本就放不了太长时间 虽然做成熏肉的话 可以延长肉的变质时间 但是那样的话 口感和营养成分 都会大打折扣 所以小羊羔就暂时圈养着 等他们稍微长大一点 再说吧 嗯嗯 那好吧 热巴也赶紧点了点头 随后继续说道 要不我去竹林里面 砍一些竹子吧 回来之后 给他们搭个羊圈 经过他们这几天的探索 周围并没有什么潜在的危险 虽然见过一些毒虫 但只要小心谨慎一点的话 是没什么问题的 至于毒蛇 他们上岛之后还没有见过 至于那些危险的食肉动物 也就只见了小团团而已 所以热巴的胆子 也逐渐的变得大了起来 等会吧 我们先把野山羊处理一下 到时候 我们两个一起过去吧 你一个人过去的话 实在是有点太危险了 陆宇开口说道 一方面 他确实怕热巴 一个人过去的话 会有危险 毕竟之前 他就听到过狼群的叫声 虽然这几天晚上 并没有再听到过 但不代表狼群已经消失了 如果热巴一个人 遇到危险的话 他根本就没有 任何的反抗之力 更重要的是 他们两个人 现在就只有一把柴刀而已 如果拿去砍竹子的话 自己就没有工具 宰杀野山羊了 嗯嗯 那好吧 听你的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毕竟陆宇居然 这么在意自己的安危 把已经死透透的野山羊 拿到小溪边之后 陆宇又是往下游走了 差不多十几分钟的时间 然后开始处理 因为处理野山羊的时候 肯定会有极其浓郁的血腥味 到时候 说不定会招惹来附近的 某些大型食肉动物 毕竟他们 目前没有遇到过 并不能说明 那些大型食肉动物不存在 荒野求生 绝对要以防万一 因为只有多个心眼 才能够生存更长的时间 野山羊生存的那片区域 似乎并没有什么天敌 所以这些野山羊 长得都很肥 皮肤之下 也有不少的脂肪 这对于鹿羽和热巴来说 绝对是很好的东西 因为前段时间 他们吃的大多数都是 钢蛋白和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脂肪的摄入有点不足 今天的野山羊 正好可以让他们 好好地补充一下脂肪 而且 多余的脂肪 也可以熬成动物油 到时候炒菜用 可以增添香味 在这种荒野中 一头野山羊 浑身都是宝 它的皮毛 就是天然的羊毛毯 同样也可以做成羊毛扇 皮毛可以撑开晒干做毯子 内脏这些洗洗之后 也是可以当成食物的 至于骨头以后 说不定也有妙用 所以需要留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足足三个多小时的时间 鹿宇才把野山羊处理干净 之所以花费这么长的时间 主要还是为了给野山羊包皮 包皮的时候 要尽可能地完美 所以会花费较长的时间 至于分割肉 倒是很快 还有内脏 也要好好地清洗 呼 终于弄好了呀 这只野山羊 也真是够肥的 居然弄了这么多肉 看着自己身旁 那三大箩筐满满的羊肉 鹿宇觉得 一切的辛苦 都是划算的 这些肉 经过烟熏之后 应该至少可以 让它们坚持二十多天的时间 好多肉啊 咕噜 看着眼前的那些羊肉热巴 也是使劲地蠕动着喉咙 今天早上本来就没吃早餐 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品尝一下 这些羊肉的味道了 虽然能够闻到 浓郁的羊肉山味 不过这一点 都不会影响到它们的食欲 走吧 我们先把这些肉拿回去 今天中午 我们的午餐 就是这些内脏 动物的内脏中 含有大量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可以好好地补充一下 陆宇说完之后 担起两罗筐的肉 而热巴也是 拎起了一个罗筐 朝着庇护所走了过去 十几分钟之后 两人回到了庇护所 陆宇 我来负责煮这些内脏吧 你不是还有羊皮 要处理吗 热巴也是主动包揽了 午餐的工作 煮肉可是他最擅长的工作 而且 它们现在有不爽的调味料 所以 煮出来的羊肉肯定很好吃 嗯 好 陆宇点了点头之后 就去处理羊皮了 如果羊皮长时间不处理的话 就会硬化 到时候就会缩水变小 所以要尽快处理 还有吃不完的那些肉 也要尽快地熏制 毕竟白天的温度 实在是有点太高了 如果不赶紧自己处理的话 很快就会变质 羊皮的处理 其实非常的简单 首先就是用竹子 做一个四边形的框架 然后 把山羊皮的四条腿 用绳子固定在框架的四个脚上 当然 羊头也不例外 这样一来的话 羊皮在风干的过程中 就不会收缩得太厉害 接下来 就是搭一个烟熏烤架 然后开始烟熏那些羊肉 在烟熏的过程中 不能用干柴 而是用树叶和没有干透的柴火 因为烟熏主要的要求就是烟 做完这一切 也仅仅是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而已 而此时 也正好是大中午 这时候 热巴煮得满满一大锅内脏 也已经完全熟了 煮的时候 加了燕山姜 薄荷 茴香叶子 所以 味道也没有那么重了 陆宇赶紧过来吃东西吧 热巴叫了一声 陆宇也赶紧走了过来 忙活了一个早上 说实话 确实有点饿了 虽然煮熟的肉 还是有那么些许的山味 但是在这种荒野中 一天的劳动结束之后 能够吃上一口热腾腾的肉 就已经非常幸运了 至于味道如何 那根本就不是大多数求生者在意的东西 而且有了这么多调味料的加持 最重要的是 它们还有盐 这已经是大多数求生者 梦寐以求的待遇了 热巴拿了一个碗 然后在碗里面放了一些盐 又捣碎了几个盐酸果 还有燕山浆 茴香末混合在一起作为蘸料 煮熟的内脏也被切成了小块 削两条竹子搭筷子 这生活的层次感 蹭一下就提上来了 不错不错 看着很好吃的样子 那我就不客气了 陆宇随手拿起了一块顶你个肺 然后蘸了蘸蘸料 放进嘴里 那种软软嫩嫩的感觉 确实非常的美味 如果现在能够找到一些柠檬和野山椒的话 那么味道绝对会更好 在荒岛上找到野山椒 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 因为之前 他们寻找的重心并不在这些调料上面 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忽略 嗯嗯 真的很好吃呢 太美味了 热巴也是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虽然有一部分人 可能接受不了动物的内脏作为食物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 就格外地喜欢吃动物的内脏 热巴就是喜欢的这一类 其实动物的内脏营养物质非常丰富 蛋白质 维生素 还有各种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所以 其实大多数动物的内脏所富含的营养 要比其他位置的肉要丰富 半个小时之后 一锅的内脏 差不多被两人全部给干掉了 其中小团团也是分道了一些 至于还被绑在担子上 倒挂在一旁的两只小羊羔 看到自己老爹的内脏 居然被眼前的这两个两脚兽给干完了 甚至 居然没给他们分一块 伤心的泪水再也不受控制地 从嘴角流了出来 哇 好吧 好爽 吃完之后 热巴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此时热巴的肚子 都有点鼓鼓的了 看得出来 他今天确实是吃饱了 主要还是今天的蘸料非常的不错 所以 才能吃这么多 陆宇也是感觉到无比的舒爽 两人就这样舒舒服服地 休息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日子好像越来越舒服了 陆宇 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啊 是不是去找一些竹子 给两个小羊羔做个羊圈 休息得差不多之后 热巴也觉得 是时候开始干活了 毕竟他们还没有到真正开始享受生活的阶段 等会吧 我们先把这些脂肪炼成油再说 陆宇摇了摇头 随后看向了面前的那半盆脂肪 这些脂肪 已提炼出动物油 以后他们炒青菜的时候 有一些动物油也会非常的清脆爽口 脂肪已经被切成了一厘米建方的小块 现在只要放到锅里面 就可以进行炼制 然后在脂肪里面的油脂 全部被炼出来之后 就差不多了 到时候油渣也要留着 炒菜的时候放一点 也是非常可口的 生活必须要精打细算 所以 任何可以利用的食物都不可以浪费 当然了 陆宇记得 在国内某个地区 那里的人们 非常的喜欢吃原汁原味的牛羊内脏 主要是肚子和肠子 在烹饪长度的时候 他们并不会把长度里面的东西弄出来 而是直接把两头扎起来 放在水里面煮 听说这样的做法 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长度的原汁原味 甚至 肠子和肚子里面的那些东西 营养价值是牛肉的十倍 也不知道 这种说法可不可信 不过陆宇确实有点不敢尝试 因为那种做法 想想 都有点难以下咽 当然 他也并不是反对那种吃法 毕竟每个地区都有当地的特色 也有他们的风俗习惯 所以 每个风俗习惯 都是应该值得被理解和尊重的 就是他自己 有点接受不了而已 半个小时之后 脂肪已经全部被煉成油 非常的清澈 然后陆宇把煉好的油 装进了淘气里面 至于那些油渣 这人也不能浪费 全部都收拾好 今天晚上可以用来炒菜 短短十几分钟之后 动物油已经凝固 白花花地看上去就很有食欲 呼 大功告成了 这么多的动物油 省着点用的话 我们至少能用一个月 好的 我们现在去砍些竹子吧 回来给这两个小家伙 做个羊圈 野山羊 也算是完全处理完毕了 刚才那些切成小条的肉 已经烟熏得差不多了 也不能熏得太过头 因为那样的话 营养会流失太多 而且到时候嚼起来 实在是太过于费劲 把所有的熏肉 挂到庇护所里面 然后把小羊羔 也放在庇护所里 毕竟 放里面更温暖 更安全一些 然后 两人前往竹林 足足花费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来回搬运了四次竹子 做一个羊圈 已经是绰绰有余 多余出来的竹子 还可以做一些桌椅板的 之前时间比较紧张 食物不够充足 所以 鹿鱼也没有时间 去制作桌椅板凳 现在它们的食物比较充足 完全可以追求精神上的享受了 一个桌子两把椅子 可以让它们吃饭的时候 不用蹲在地上 甚至没事的时候 也可以坐在板凳上晒晒太阳 生活 就这一点点的变化 看见没 先在地上打一圈小洞 然后 把这些竹子固定在里面 到时候 再用藤条在竹子之间 来回地交叉穿梭 好了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我去给咱们制作两把椅子 鹿鱼也是把搭建羊圈的事情 直接交给了热巴 因为这件事情 本身就没有任何的难度 只是会稍微地花费一些体能和时间 而自己接下来要制作桌椅 这种手艺活热巴 自然是干不来的 所以 分工必须要明确 好的长官 我懂了 这种小事情 就交给我吧 保证完成任务 热巴也是信心满满 干劲十足 其实他很喜欢鹿鱼 给自己分配任务 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觉得自己 没有给鹿鱼拖后腿 才觉得自己 不像是一个累赘 如果任何的事情 鹿鱼都一个人揽下的话 那自己好像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呃 加油 好好干 晚上好好奖励你 看着热巴那搞笑的模样 鹿鱼也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鹿鱼心肠地说道 晚上 奖励我 热巴瞬间一脸猛逼 随后面红耳赤 听到这种话 任谁都会忍不住的响入飞飞 而直播间的大部分观众 表情也和热巴差不多 我操 鹿老狗终于是忍不住了吗 如此赤裸裸的暗示 看样子前几天晚上 他们已经发生了 某种神秘的关系 这还用说吗 孤男寡女 流落荒岛 共处一世 能忍得住才怪 说的也是呀 况且鹿老狗确实优秀 完了我的女神 最终还是被猪拱了 好气啊 唉 我想 也有人跟我一起兜地主呀 洗洗睡吧 梦里啥都有 强烈要求 今天晚上全程直播 陈复义 加一 细细 而此时 鹿宇自然也知道 刚才自己的表达 似乎有点不太清晰 引起了热巴的误会 尤其是看到热巴 飞红的脸颊之后 便是知道 他可能把自己的话 和某种爽歪歪的事情 联系在一起了 便是赶紧开口解释道 别误会 我的意思是 给你奖励两个大洋排 啊 听到鹿宇的解释之后 热巴脸色再次一变 恍惚之间 似乎有那么一丢丢的失落 自己好歹也是大美女 难道 我就只两个大洋排吗 真是气人 不过也只能笑眯眯地回应鹿宇 随后两人开始各自工作 时间飞速流逝 转眼之间 已经夕阳夕坠 黄昏的余晖 将整个海岛 都渲染成了金黄色 而鹿宇的桌子 和两把椅子 已经制作完成了 手艺那是没得说 坐上去试了试之后还不错 至少挺稳固的 而在热巴那边 羊圈也已经进入了收尾工作 只要再把藤条裹上两三圈 就大功告成了 两只小羊羔 也已经被放进了羊圈里面 对于陌生的环境 他们似乎表现得很害怕 不过以后慢慢就熟悉了 然后鹿宇 去小溪边 砍了一些芭蕉树芯和芭蕉花 还顺手找了一些棕驴芯 部分的芭蕉花 可以今天晚上食用 剩下的一部分 就可以全部给小羊羔子 毕竟他们也需要 好好地补充一下营养 才能够长得更好 到时候吃起来 肉才不会太柴 呼 终于完成了 好累啊 羊圈完成之后 热巴直接坐到了凳子上面 此刻也是满头大汗 没想到 只是围了一个羊圈而已 居然这么累 辛苦了 今天晚上 你就好好休息吧 我能跟咱们做晚餐 陆宇也是包揽了晚餐的工作 真的吗 西西之娜太好了 终于又可以吃到美味的食物了 听到这话之后 热巴顿时满脸欣喜 似乎刚才的疲倦 也是一扫而空 毕竟陆宇制作的食物 实在是太好吃了 而且 今天晚上本身就可以吃大羊排 饿了一天 想想都让人流口水 当然是真的 你就等着吧 陆宇说完之后 转身去煎羊排 今天熏肉的时候 他也留了一些新鲜的羊排 毕竟几个小时的时间 肉也不会变质得太快 而且 经过烟熏的肉确实不敢 从口感上 还是营养上 都会大打折扣 制作开始 将羊排稍微地沥去水分 只可惜 岛上的条件有限 所以没有专业的吸纸来吸出羊排里面的血水 不过荒野求生 也没必要去讲究那么多了 在锅里面 刷上一层今天刚炼制好的羊油 可惜没有黄油 不然就更完美了 等油温差不多六成热的时候 就可以把羊排放进去煎 呲啦啦 那种油和水分接触的声音 以及肉的香味 实在是太诱人了 热巴这一旁 早就已经看得开始流口水了 然后就是之前准备好的淮山药 还有芭蕉花 棕驴心 淀粉条 同样是放在旁边 淮山药和淀粉条煎熟 芭蕉花 棕驴心 薄荷叶稍微地煎一下断生 等羊排和淮山药完全煎熟之后 撒上些许的盐巴 就可以出锅装盘 薄荷叶和芭蕉花 适当地点缀一下 一盘精美的羊排就完成了 只可惜 没有黑胡椒汁 不过能够做成这样 已经是相当的不错了 放上两片茴香叶 进行点缀 然后端到了桌子上 来吧 热巴小姐姐 陆氏羊排 请享用 生活需要仪式感 而女生也需要不断地惊喜 看着眼前盘子里面 摆放精致的羊排 热巴也是感动得不行 甚至有些热泪盈眶 没想到 在这荒野之中 自己居然能够吃到羊排 而且还是陆宇亲手制作的 不管是她的品项 还是摆盘 简直完美 和自己在五星级酒店吃到的 都差不多 除了少了一点黑胡椒汁之外 天哪 这和我在酒店中吃过的羊排 简直一模一样 我都有点舍不得吃了 陆宇你也太厉害了吧 热巴又震惊又感动 同时 他也更加的确信 陆宇肯定学过厨艺 甚至可能在某个五星级酒店 做过厨师 一般一般 宇宙第三 对了 今天晚上既然是西式大餐的话 那么刀叉好像也不能少 等着 陆宇说了一声之后 然后就拿起竹子 开始削了起来 很快就削出了一副刀叉 虽然可能没有酒店的那种 刚的刀叉好用 但至少仪式感满满 此刻的热巴更加的感动 当然 就算是换做任何一个女生 估计也会被感动得稀里哗啦吧 平美食 赏帅哥 简直是人生一大快事 一个会做饭的男生 实在是太帅 太有魅力了 而且 陆宇本来就很帅 好了好了 别感动了 赶紧吃吧 一会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也去给我自己做另一份了 看着满脸感动的热巴 陆宇笑了笑之后 就继续去煎羊排了 而此时的直播间 瞬间炸锅 我承认 我羡慕了 荒野中 居然能够吃得上羊排 这他妈陆宇 简直就是全能 我想问 还有他不会做的事情吗 会做饭的男生 实在是太帅了 我以后一定要嫁给陆宇 楼上的妹子 我会泡泡面 还会煮面条 要不考虑一下我 滚 冒昧地问一下楼上的妹子 今天晚上 要不要和我滚床单呀 操 滚 希希 你答应了 太好了 臭不要脸 给我滚 那到底是滚还是不滚啊 呃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 楼上老个人才啊 我被楷模 TMD 谁家黄野求生的 都吃上羊排了 我他妈居然还在吃泡面 鲁鱼小哥哥 真是我梦中的白马王子呀 我感动的眼泪 从嘴角流淌了下来 干掉了好几块羊排之后的两人 肚子里很舒服 心情也是相当的愉悦 虽然说 之前的野鸡肉和野兔肉 都是蛋白质的能源 但是因为这两种野生动物 善于运动 脂肪太少 肉都比较柴 所以口感一般 再加上有些土腥味 这口感 自然是比不上山精品阳台 所以 今天晚上 两人也是 美美地吃了一餐 此时黑夜 已经完全笼罩了整个玄月岛 两人在篝火旁待了一会之后 就回到了庇护所 温度比白天要低得多 尤其是这干板凉床 睡着确实不舒服 陆宇 明天我们要干什么啊 热巴开口问道 此时 夜幕刚刚降临不久 他还没什么睡意 所以他很好奇 明天陆宇 能够带给自己什么样的惊喜 总感觉和陆宇 在一起的时候 每一天都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明天啊 我想着给咱们庇护所里面 做一个地炉吧 现在晚上的温度 再逐渐降低 再不采取一些保温措施的话 很有可能会感冒 在这种环境中感冒的话 可是非常危险的 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接下来的求生 陆宇想了想回答道 其实在房间里面 布置地炉这件事情 他早就开始有想法了 只不过这段时间都比较忙 所以没来得及做 现在食物比较充足 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 可以不用为食物发愁 可以做一些 之前想做 却没时间做的事情 嗯嗯 这几天晚上的温度 确实下降了 热巴也是赞同地点了点头 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 他就感觉自己 被冻醒了 如果房间里面有个地炉的话 那么就和北方的地暖一样 让整个房间里面 都暖哄哄的 想想都让人感觉到很舒服 那个 我现在还不是很想睡觉 我们可以聊聊天吗 两人就这样面对面地 躺在床上 不知为何热巴觉得 今天晚上 自己好像并不是很快 前几天晚上 几乎是躺在床上 很快就睡着了 真是有点奇怪 好啊 我也不太困 陆宇笑了笑说道 你说 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到最后 获得最终的奖金的话 你最想拿着这些钱 做什么事情 热巴好奇地开口问道 如果是刚开始求生的那会儿 他根本就不敢想象 他们能够坚持到最后 获得最终的优势 甚至对于这件事情 完全没有抱过任何的希望 但是现在他见识到了 陆宇强悍的实力 让他觉得他们 坚持到最后不再是梦想 而且 以陆宇的荒野求生能力 只要不出现重大意外的话 他们完全能够坚持到最后 然后取得最终的优胜 拿到三亿大奖 到时候就算是平分 每人也能拿到1.5亿 这些钱 已经足够一个人 好好地生活一辈子了 所以他很好奇 如果陆宇有了1.5亿之后 他最想干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 我呀 其实这件事情 我并没有好好地想过 陆宇先是摇了摇头 之前当得知自己 被节目组抽中的时候 他确实想过 要坚持到最后 获得最终的奖励 但是他的目的很明确 那就是治好小姨的病 至于剩下的钱应该怎么花 他还真没想过 而且陆宇之前 只是想着生存一个月 拿到100万的奖金 然后回去的 顿了顿之后 接着说道 如果真的能够拿到 1.5亿奖金的话 我想 我会带着小姨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游 带着她 踏遍我们祖国的大好和善 说到这里的时候 陆宇的嘴角 露出了一抹幸福的弧度 或许这就是自己目前 最想实现的愿望吧 把小姨的病治好 然后带着她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游 游遍国家的大好和善 小姨 热巴有些不太理解 难道陆宇和自己的父母 感情不好吗 她的愿望 居然对自己的父母 只字不提 反而她口中的那个小姨 好像是自己最在乎的人一样 嗯 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了 可以说是她 把我抚养成人 陆宇认真地点了点头 如果当年 不是小姨收留陆宇的话 估计陆宇很有可能 已经饿死劫头了 也就没有了现在的自己 哦 抱歉 热巴显然也很聪慧 立刻就意识到 自己说错话了 陆宇刚才说小姨 是她唯一的亲人 那就说明 她的父母 可能已经离她而去了 这时候跟她谈论这件事情 确实很势利 没事 时间过去太久 我早就不在乎了 陆宇笑了笑 无所谓地说道 因为她对陆宇的父母 确实没什么印象 那个 我好像有点困了 我们睡吧 热巴也不想继续聊下去了 因为她害怕继续聊下去的话 会让陆宇回忆起伤心的往事 感觉到难受 好 早点休息吧 陆宇点了点头 不过此时 她也没有了睡意 上岛已经九天的时间了 不知道小姨 这几天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说实话 她还是非常担心的 只不过 现在已经坚持了这么长的时间 贸然退出的话 一切的努力都白费了 而且 就算是回到都市生活 短时间之内 也很难改变自己的窘迫现状 还是好好地坚持吧 在这个现实的世界 钱才是王道 有钱真的能使鬼推磨 这一点 她早就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 不知不觉中 陆宇也睡了过去 伴随着清晨的鸟叫声 醒了过来 热巴还是像往常一样 习惯性地缠在自己的身上 或许这样 能够让她感觉到更加温暖一些吧 醒来之后 陆宇也是小心翼翼地 一开热巴的胳膊和腿 然后下床 准备去洗漱 叮 系统可进行签到 请问宿主是否签到 而就在准备去洗漱的时候 系统的电子合成音 再次从脑海中响了起来 不过陆宇也并没有感觉到 太过于惊讶 因为今天是上岛之后的第十天 所以今天可以进行签到 签到 随后毫不犹豫地 在脑海中默念了一声 签到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 身体强化剂星号2 游泳技能LVE 系统的电子合成音 再一次响了起来 陆宇的脸上 也是瞬间露出了欣喜的表情 因为身体强化剂的作用 它可是非常清楚的 使用之后 能够大幅度地提升人的各项属性 这东西 有备无患 多多一善 至于游泳技术 在海岛上 还是有很大用处的 哈哈 每次签到之后 真是让人神清气爽 陆宇伸了个懒腰 整个人精神抖擞 看样子等过两天 要去一趟海边了 这几天一直都在吃肉 也是时候吃一些海鲜 更换一下口味了 毕竟系统刚刚奖励了游泳技术 这不就明白着 让自己去海里面抓点海鲜 改善一下生活 犒劳犒劳自己吗 不过今天还有其他的事情 先把这些事情干完之后 就可以去海边玩玩了 就算是天天吃脂肪丰富的羊肉 也很快就会吃腻的 也是时候装一些海鲜 更换一下口味了 简单地洗漱了一下之后 热巴也醒来了 随后两人吃过了早餐 接着就是给庇护所里面 弄一个地炉 其实这并不算很难 可能就是稍微的多花一点时间 首先就是去小溪边捡一些薄一点 传热性好的石板 然后在庇护所地面 以兼具20公分的宽度 离几条小渠 所有小渠在庇护所的门口汇聚 然后垫上石板 小渠之间相互连通 再和一些泥土 然后把石板和地面接触的缝隙 全部裹上 最后栽在地上 铺上一层厚一点的土 必须要保证完全封闭 不能有烟囱缝缝隙中渗出来 当然 一个排烟囱是绝对不能缺少的 因为这样保证良好的排烟效果 和温度的循环 烟囱就弃在庇护所外面的后墙上 然后直通屋顶 这样的排烟效果会更好 因为如果晚上发生 一氧化碳中毒的话 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 如果有专业的工具的话 其实 这点工程一个小时就能够完成 但是他们现在并没有专业的工具 唯一的工具 就是一把柴刀而已 所以 做事的速度自然也是比较慢 足足花费了一个上午的时间 地炉总算是完成了 在庇护所外面三米的地方 就是地炉的火塘 现在只要在火塘里面生起火 火焰和产生的烟雾 就能顺着小渠在庇护所中环绕 提升庇护所的温度 虽然比较简陋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也没办法做得更加精致 而且这个庇护所 只是他们的临时庇护所而已 只要保暖效果可以就行了 等以后搭建好 更加精致的庇护所之后 再好好地研究更好的炉吧 或许到时候 可以利用竹子充当暖气管 不过这种事情 暂时心中有一个大概的想法就行了 至于具体的操作 还要等新的庇护所打造好之后 再做决定 试试吧 看我们的地暖有没有效果 一切都做好之后 陆宇对着热巴说道 昨天晚上的温度又下降了一些 热巴晚上睡觉的时候 也把自己抱得更紧了 这个简易的地暖 应该能够暂时性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嗯嗯 我去挑一些柴火 热巴也是赶紧点了点头 昨天晚上他被冻醒了两次 说实话 晚上的温度确实变得很低 如果这样时间异常的话 难免会感冒 如果到时候得不到及时的药物治疗 情况还是非常危险的 在这种荒野之中 可千万不能小看伤风感冒 很快 热巴就抱了一大堆干柴过来 随后 放进火塘里面点燃 因为烟囱排烟的效果非常的不错 所以点着火之后 火苗和烟雾 不断地朝壁护所的方向窜了进去 值得庆幸的是 地面并没有冒出烟 这就说明 他们的排烟工作做得非常不错 而且 房间的温度也很快就提升了上来 不过有两个缺点 一 就是干柴燃烧的速度太快了 如果照这个燃烧速度的话 可能会需要非常多的柴火 而且 晚上他们可能要至少加七八次柴火 才能够持续地保持庇护所中的温度 二 干柴燃烧产生的热量实在是太多了 这就导致整个庇护所的温度非常的高 如果温度过高的话 晚上睡觉也是没那么舒服的 而且 身体也比较容易出现缺水的现象 热巴 以后我们烧地暖的时候 干柴和那些绿色植被参半 因为这样的话 能够有效地控制温度 而且也能够延长燃烧的时长 发现问题之后 鹿鱼也是立刻就想到了解决的办法 采用一些新鲜的植被 加入干柴中混合燃烧 这样的话就能够一举两得 解决之前地炉的两个缺点 就算是燃烧所产生的烟雾 也能够提升足够的温度 至少晚上睡觉的时候 不会太冷 更重要的是 就不需要晚上再起床来添加柴火了 嗯嗯 我明白了 刚才我也感觉房间里面的温度太高了 如果这么高的温度 晚上也确实有点睡不着觉 热巴也是赶紧点了点头 说干就干 两人很快就去周围 收集一些干柴和新鲜的植被 然后割下来备用 其实自从上岛到现在 所有选手的运气还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上岛已经整整十天的时间了 可是岛上却从来没有下过雨 要知道如果下一场雨的话 对于选手们的求生将会造成极大的困扰 大大的提升求生的难度 甚至那些没有买打火机 选择了钻木取火的选手 一旦下雨 火种熄灭之后 想要再次点燃火种 可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在雨季来临之前 他们必须要准备更多的柴火 防患于未燃 往往才是最明智的决定 足足五六个小时的时间 鹿与他们庇护所边上 已经堆起了一人高的木材 虽然大部分都是新鲜的树干 但是放一段时间 差不多就干了 而且地炉的火塘中 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新鲜潮湿的木材 而此时 两人已经找了好几天的时间了 饿了就找一些野菜野果冲鸡 可乐就喝几口自带的山泉水 累了就原地扎营 休整几天 说实话 这几天把两人累得也够呛 好几次包备都忍不住地想要退出 最终却被蔡云飞给劝倒了下来 包哥你快看 这边好像有被踩踏过的痕迹 你快点看那边 那边的植物明显是用刀砍过的 踏好了 这里肯定有其他的选手 黄天不负有心人 终于让我们找到其他选手了 看到不远处那些 被踩踏过的痕迹之后 蔡云飞激动地差点原地起飞 找了这么多天 终于是黄天不负有心人 让他们找到了一组选手 现在他希望 这组选手的生存条件能够好一点 这样的话 才能吃饱喝足啊 嗯嗯 太棒了 云飞 你之前说的一点都没错 付出真的是有回报的 走走走 我们赶紧去找到这组选手 然后从他们那边讨要一些食物 我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 包备也是无比兴奋地说道 果然 自己这几天的辛苦 马上就要得到回报了 而就在这时候 蔡云飞好像是想到了什么 随后压低了声音 对着包备说道 包哥 虽然我知道你是明星 而且名气很响亮 人员也不错 但是 如果我们一会找到的其他选手 是一些不开眼的家伙 我们应该怎么办 毕竟你也知道的 这个世界上 总有一些脾气 像毛坑里的石头 又臭又硬的家伙 如果他们自私自利 不愿意和我们分享食物 到时候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 其实他一直都在想 如果是私下里的话 拳头就是最好解决问题的方式 当然了 很多时候 拳头根本拍不上用场 因为自己的体格 和壮硕的肌肉 往那里一摆 大部分事情 几乎就搞定了一大半 当然 他也是害怕有意外发生 如果遇到那些真的不开眼 而且小心眼的选手 总不能空手而归吧 毕竟他们已经连续奔波了 三四天了 如果到时候 空手而归的话 这可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结果 这种事情 还要我来教你吗 节目组 又没有规定 不能抢对吧 不过话说 回来 我们都是文明人 即可交加的情况下 借他们一点食物 这很合理吧 包备也是压低了声音 对着蔡云飞说道 这种事情 自然不能让直播间的观众听到 否则对自己的人设会有影响 毕竟自己几年前结婚的那场风波 就让自己处于舆论的漩涡 虽然通过公关力量和胡总的水军 成功地让事态发生了扭转 也让那个不自量力的女星 彻底地消失在了大家的视野之中 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如果再做出一些惹中怒的事情 到时候那件事情再被翻出来 怕是不好收拾 就怕因小事大 所以 这些年 她做任何的事情都很小心谨慎 尽可能地再改善自己的口碑 不能为了参加一个荒野求生节目 向自己之前的努力功亏一篑 合理 太他妈合理了 包哥不愧是包哥 还得是你 蔡云飞文言 脸上立刻露出了激动的表情 她自然也理解了包贝的意思 看来自己这一身壮硕的肌肉 有时候还是能够派上用场的 不过这件事情 我是不能出手的 必要的时候 我还会出面进行调解 毕竟当明星是很难的 希望你能理解 包贝随后转身 再次对着蔡云飞说道 了解 明白 我这个人没什么特长 就是从来不会在乎舆论力量 有本事 他们就上门来干我 只要不怕被我揍得满地爪牙的话 蔡云飞立刻点了点头 随后有恃无恐地说道 那说话的语气和姿态 简直是嚣张到了极点 节目组之前 也确实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 选手之间不能进行竞争 再说了 自己和包贝 现在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如果这时候 他们还不对自己 两人给予支援的话 于情于理 遭受于论的 应该是他们才对 当然了 这些也只是他们的猜测和打算而已 说不定那些家伙 看到明星包贝 和自己壮硕的肌肉之后 就会心甘情愿地奉献出实物 不错不错 不管我们这次坚持多长时间 等出去之后 你就是我的好兄弟 我一定会好好带你去搓一顿的 对于蔡云飞的表现 包贝显然也是非常满意的 跟这种一点就透的人说话 就是舒服啊 随后两人 顺着丛林中留下的足迹 开始前进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专业之间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而就在此时 两个人的眼前 突然出现了一间竹子庇护所 而此时正在和热巴做晚饭的陆宇 脸色突然一变 眼神之中冷芒闪烁 因为刚才 他已经听到了轻微的脚步声 正在朝他们靠近 而且 根据脚步声来判断 并不是动物 而是两只人 对 就是两只 下一秒 陆宇转过头 朝着右边望去 便是看到了两道人影 其中那个几乎秃顶的男的 他认识 是个男明星 包贝 不过陆宇对于这个家伙 可没有任何的好感 几年前 这家伙在自己的婚礼之上 居然联合一群下流的老色批 欺负一个女生 更重要的是 事情结束之后 居然还反咬一口 对外宣称 是女生刻意想要破坏他们圆满的婚礼 也正因为这件事情 那个女生被娱乐圈锋杀了很长一段时间 甚至到现在 荧幕上还很难见到那个女生的身影 单单是这一件事情 就让陆宇对他无比的反感 而他旁边 是一个体型壮瘦的家伙 这家伙的肌肉 显然看上去比之前的李晨 还要更结实一点 梅宇之间 透露着几分凶煞之气 不过陆宇却一点都不慌 说实话 以自己现在的身体素质 这样的家伙他一拳都能够打死 热巴也赶紧抬头 朝着陆宇所看的方向望了过去 包 包呗 看到那张熟悉的人脸之后 便是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要知道 每个选手之间的间距 都是比较远的 为什么这里会出现这两个家伙 而且 那个浑身长满健子肉的家伙 看上去不怀好意 哎呦 原来是热巴呀 我的天 真是碰上老熟人了 我们太幸运了 包呗立刻上前 脸上挂着自来熟的笑容 表现得非常熟络 不过热巴的柳梅 却是微微的皱了皱 虽然他认识包呗 也只是在某些活动上 有过一面之缘而已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接触 甚至没说过几句话 这家伙却表现得如此熟络 这让他感觉到有点反感 而一旁的蔡云飞 在看到热巴之后 眼睛都直了 那眼神之中 满满的都是垂涎和贪婪的神色 看向陆宇的时候 却是非常的嫉妒 甚至不怀好意 热巴呀 在这里能遇到你 真是太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啊 说话之间 包呗他们已经走到了陆宇 和热巴的面前 不好意思 我们好像并没有那么熟 热巴柳眉紧促 随后语气冷淡地 说了一声 女人的直觉告诉他 眼前这两个家伙 不怀好意 而且他和包呗 本来也没什么交集 而且在这种荒岛上 根本就没必要给他面子 果然热巴的话音落下之后 包呗的脸色突然一变 眼神之中充满了阴冷 一看就是那种狡诈恶徒 不过很快就恢复了过来 热巴妹子 你看你这话说的 我们之前不是见过很多次面吗 也算是老朋友了 你这么说的话 显得就有点太生疏了 包呗强忍着笑脸 说道 心中却是奔跑着一万头羊驼小可爱 听到这话之后 热巴的脸上反感神色越来越浓郁 这家伙怎么这么不要脸 自己都说了跟他并不熟 居然还想舔着脸和自己攀关系 而且居然叫自己妹子 真是让人恶心 喂 我不管你是谁 但是 我家热巴说了和你不熟 那就赶紧请你们离开我们的地盘 陆宇在一旁语气冷漠地开口说道 对于眼前这两个家伙 他本来就没有任何的好感 包呗的说话方式 也让他感觉到极其厌恶 而且 这两个家伙的出现绝非偶然 他们很有可能是顺着自己和热巴留下的足迹找过来的 这就说明 他们肯定有所企图 你家 热巴 包呗显然是有点疑惑 甚至有点猛逼 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他根本就没见过 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怎么热巴就成了他家的了 难道说 他们两个以前就认识吗 还是说 这家伙是热巴的秘密男友 怎么你有意见吗 陆宇的与语气 依旧无比的冰冷 自己又不混迹娱乐圈 就算得罪他们 又能怎样 而且区区一个二三流的演员而已 他还真没放在眼里 我倒是没什么意见 这位小兄弟 你对我们好像有很大的敌意 包呗强忍着心中的怒火 脸上挂着阴冷的笑容说道 没想到区区一个素人选手 态度居然如此的嚣张 就算自己现在人气比较低迷 但也不是一个素人选手的 居然跟自己这么说话 实在是有点嚣张过头了 这让他高高在上的那种优越感 有点受不了 而这时候 包呗和蔡云飞 也发现了陆宇他们的食物 还有羊圈里面的两只小羊羔 双眼之中瞬间放光 那挂在庇护所前面一串串的肉干 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 毕竟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肉了 抱歉 你可能把你自己想的有点太重要了 我对你没有敌意 但是我希望你们现在 尽快离开我们的领地 陆宇盯着包呗一字一句地说道 希望这两个家伙 不要不知好歹地 做出一些过分的事情 否则的话 自己就只能让他们爬着离开了 毕竟节目组 似乎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选手之间不能发生冲突 如果他们做出错误的选择 那么就必须为自己错误的行为买单 臭小子 蔡云飞紧紧地握了握拳头 随后开口威胁道 区区一个弱不禁风的小菜鸡 自己一拳就能把他给打废了 居然敢如此地嚣张 这要是没有现场直播的话 他早就趴在地上了 所以他应该感谢现场直播 和直播间所有的观众 抱歉 爸爸我向来如此 有本事你还咬我啊 听到蔡云飞的威胁之后 陆宇嘴角扬起了一抹挑衅的活动 随后一脸鄙夷地说道 别看这家伙满身的腱子肉 但自己想要打倒他的话 估计一瞬间就能做到 阿豪切 这个狂妄的小拉姐 真是太嚣张了 蔡云飞紧紧地握着拳头 他真想一拳干翻 这个不自量力的皮包骨 不过包背却给他使了一个眼色 虽然之前他们就商量过 如果对方不愿意接纳他们的话 不排除动用武力 来进行争抢的行为 但是如果能够兵不屑人 而屈人之兵 那自然是最好的 这位小兄弟 我们先稍微冷静一下 其实我和小飞是没有任何恶意的 之所以找到你们 其实是想和你们进行索对 我想你们也很清楚 这次荒野求生的难度系数很大 两个人想要坚持到最后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建议我们可以结盟 到时候 四个人肯定比两个人生活得要更好 说不定我们可以坚持到最后 何乐而不为呢 包背强忍着心中的怒火 再次说道 不过眼底深处的那种愤怒和阴冷 显然是隐藏不住的 热巴看向了陆宇 表情显然是有点紧张 因为对方那个大块头 看上去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如果到时候他们两组真的爆发冲突的话 自己可能帮不上什么忙 到时候说不定陆宇会吃亏 但是他们现在生活的条件很好 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好 完全没必要和眼前的包背 他们组队 他们两个之所以选择和别人组队 很明显是自己生存不下去了 说明他们没什么生存能力 如果真的和他们组队的话 只会多两个累赘而已 到时候拖慢陆宇的节奏 但 他也担心包背和眼前的那个大块头 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真是不好意思啊 宠物的话我们已经有了 团团过来上才艺 陆宇再次淡淡地笑了笑 随后把小团团给叫了过来 如果真的和这两个家伙组队的话 他们发挥的作用 说不定还不如小团团 带着小团团的话 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还可以吃肉 可带着这两个废物 好像没一点点用处 而就在此时 小团团也是非常听话地 跑到了陆宇的面前 先是亲密地 舔着陆宇的脚丫子 当目光看向包背和蔡云飞的时候 瞬间变得呲牙咧嘴 虽然团团还小 但毕竟他可是一只狼 本性是凶狠的 残忍和嗜血的本性 可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东西 那是狼吗 怎么回事 他们居然找了一只狼 做自己的宠物 这两个家伙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看见呲牙咧嘴的小团团之后 包背满脸震惊 这些家伙 不仅圈养的也山羊 而且居然抓到了狼仔 做他们的宠物 开挂了吧 不过片刻的惊讶之后 包背和蔡云飞的脸上 都是露出了怒火 包哥 这个小王八蛋 居然把我们比喻成了宠物 不行了 这个小混蛋 实在是太嚣张了 我已经克制不住 想要做他的欲望了 蔡云飞拳头 我的哥哥只想 没想到 这个受不拉击的小垃圾 居然嚣张到了这种地步 把他们去年 和一只宠物相提并论 然而陆宇的意思是 他们两个根本就连 哺乳期的宠物都比不上 包背赶紧给蔡云飞 使了一个眼色 叫他稍微的克制一下 他也有好好地教训一下 眼前这个狂妄的 小混蛋的冲动 但现在明显还不是时候 虽然这小王八蛋 表现得足够狂妄 但是自己两人 也确实闯入了他们的领地 随后包背继续开口说道 小兄弟 是这样的 我们那边的资源 确实非常的贫洁 自从上岛之后 我们就没有吃过一口肉 所以 你就当作是帮帮忙 让我们跟你们组队吧 大家都是选手 彼此之间 也能够理解各自的不容易吧 况且 你们这边的物资这么丰富 我看你们 还有很多多余的肉 我们不需要吃很多 给我们一点点就可以了 你看这样好吗 此时 包背的姿态 也放得很低 因为他觉得 眼前这个小王八蛋 如果跟他来应的话 显然是行不通的 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没必要那么做 自己现在放低姿态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和他进行谈判 如果这家伙 还是心高气傲 出言不逊 那么肯定会让两个 直播间的所有观众反感他 到时候 就算是让蔡云飞教训一下 这个狂妄的小子 估计直播间的所有观众 也觉得理所应当 不好 我也根本就理解不了你们 两个大男人有手有脚 能找到 吃的就吃一点 找不到就赶紧退出吧 想要让我施舍你们 想屁吃呢 而且我辛辛苦苦弄到的肉 凭什么要给你们 我是你们爹 还是咋爹 陆宇直接毫不客气地对道 荒野求生 本来就是适者生存 如果没有生存下去的能力 退出就行 又没有规定 不让他们退出 非要饿死在岛上 现在居然跟自己打感情牌 再说 自己食物充足 跟他们有个屁关系 真TM以为自己是 涉事卫生的三岁儿童啊 搞笑呢吧 而陆宇的这些话 让孢贝和蔡云飞 再次怒火中烧 没想到 这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小王八蛋 居然如此地油盐不尽 而且 言辞这么犀利 自己好歹也是一个明星 居然被一个素人选手 如此地怒对 说实话 心里那是真的气 不过还是紧紧地咬着牙 继续压低了语气说道 小兄弟 难道你不知道 助人为快乐之本吗 这么多的肉 你们吃不完也会坏掉 给我们一点能怎么样 显然 此时他想道德绑架一下陆宇 如此一来的话 可以让陆宇 处于娱乐的漩涡之中 作为一个明星 他可是非常地清楚舆论 到底有多么地可怕 这个社会上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抑郁症患者 90%的 不就是承受不了舆论的压力吗 滚 吃不完 我可以为我家团团 你是想道德绑架我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只能遗憾地告诉你 我这个人没什么道德 所以你绑架不了我 陆宇再一次毫不客气地说道 自己拒绝他们第一次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应该有所觉悟 乖乖地离开才对 非要在这里 让自己羞辱一番 心里才得尽 这种人说白了就是 TMD见骨头 而此时第三直播间 在线观看人数 已经达到了800多万 风向也是一边倒的支持陆宇 草特么的 那个包图顶 真TMD不要脸 人家明明都拒绝他了 居然还舔着脸 想要道德绑架 我TMD这辈子最痛恨的 就是这种喜欢道德绑架的人 赶紧滚吧 两个大男人生存不下去就滚蛋 好意思求人家的失实 就是啊 真想不通 这两个家伙 脑袋里到底装的是什么 使吗 羽神好样的 这种贱骨头不挨骂 总感觉心里不爽 道德绑架 羽神没道德 所以没用啊 看样子 能够打败魔法的 只有魔法 包狗 一身黑 原本还不是特别地讨厌包备 现在路转黑 道德绑架被玩得如此拙劣 真是废物一个 老公 直接干翻他们 今晚我帮你咬 分开读哟 节目组不管管 而第十九直播间 人数也是越来越少 因为大多数人都知道 包备心里在打什么算盘 不就是为了吃白食吗 两个大男人也真TMD好意思 如果坚持不了 就和邓潮他们一样 直接退出就行了 非要整出这些幺蛾子 败坏自己的路人员 而大多数退出第十九直播间的观众 也直接加入了第三直播间 岛上 包备和蔡云飞 已经感觉气得要冒火了 眼前的这个小王八蛋 真是油言不尽 你个小王八蛋 给你脸了是吧 好好地跟你商量 你居然如此的嚣张 非要逼我动手是吗 蔡云飞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走到陆宇的面前 满脸怒火的吼道 这一次 包备也再没有出言阻止 这种狂妄的小王八蛋 就是欠收拾 等收拾一顿之后 就乖了 一旁的热巴 则是一脸的手足无措 陆宇对着热巴笑了笑 事宜他根本就不用紧张 如果你想从这里 爬着出去的话 你大可以试试 陆宇则是冷笑着说了一声 眼神之中充满了不屑和嘲讽 不自量力的小杂碎 这是你自找的 愤怒的声音落下的瞬间 蔡云飞直接一技直拳 朝着陆宇的面门打了过去 啪 不过下一秒 他的拳头就被陆宇 稳当当地给挡了下来 要知道 陆宇打工了那么多年 本身的身体素质 就比一般人强 加上之前使用的 两份身体强化剂 此时 他的各项属性 都超过了成年人的五倍 就算他是退役的拳击手 有你如何 这 不可能 不可能啊 这小杂碎 居然接住了我的拳头 蔡云飞瞬间傻眼了 就算是那些世界拳王 想要如此轻松地 接住自己的拳头 也不太可能 眼前这个看上去 并不怎么强壮的小王八蛋 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而一旁的包背 也是完全被震惊到了 想让他根本就想象不到 陆宇的力量 居然这么强 能够如此轻松地 接住蔡云飞的拳头 废物东西 就这点力气吗 你这样 也有资格学人家打架吗 跟你娘练的吧 轻而易举地 抓住蔡云飞的拳头之后 陆宇淡淡地开口嘲讽道 虽然这家伙的力道 确实还行 但是陆宇的综合水准 要比他强太多了 所以说 两人的实力 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面 小王八蛋 你这是在找死 老子今天一定要把你 打得满地找牙 蔡云飞 也是彻底被激怒了 一双拳头 再次朝着陆宇砸了过去 左勾拳 右勾拳 上勾拳 但是每一次都能被陆宇 轻轻松松地躲开 而陆宇脸上那淡淡的笑容 更加刺激着蔡云飞脆弱的自尊心 就算是在擂台之上 他也从来没受过如此的屈辱 今天居然在这种 受不拉击的垃圾手里 吃了这样的便 绝对不能善罢甘休 否则离开这里之后 不知道以前的那些对手 会如何嘲笑他 又是连续的左右摆拳和上勾拳 却依旧没有触碰到陆宇的身体 两人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 不管是力量和速度 都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而陆宇也不想继续玩下去了 因为他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没必要在这两个跳梁小丑身上浪费时间 就在蔡云飞又一记直拳砸过来的时候 陆宇一个侧闪 轻而易举地避开了拳头 随后向前一个箭步踏出 右勾拳重重地砸在蔡云飞的腹部 碰 哇 低沉的碰撞声响起的瞬间 一口酸水 直接从蔡云飞的口中喷出 紧接着便是痛苦地抱着自己的肚子 瘫倒在地 因为刚才那一拳 直接把他给打岔气了 钻心的疼痛 让他感觉自己 好像下一秒就会直接死掉 而此时直播间死一般的寂静 大多数的观众 都是惊讶的张大的嘴巴 久久不能言语 要知道 蔡云飞和陆宇的体型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就好像一个职业拳击手 和一个大学生站在一起一样 可是没想到 在如此剧烈的反差之下 陆宇居然瞬间秒杀了蔡云飞 仅仅是一拳 就让他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而此时也有一些拳击手 看着直播 脸色凝重 刚才陆宇所表现出来的速度和力量 都已经远远地超越了一个 专业拳击手的高度 甚至最后那一拳 估计没多少人能够扛住 震惊了片刻之后 直播间瞬间炸锅 清一色的都是666 陆宇威武霸气等等的评论 而此时包备的脸色 却是极其难看 显然他也完全没想到 长得并不强壮的陆宇力量 居然这么强 蔡云飞可是退役的搏击运动员 没想到 在陆宇的面前 简直不堪一击 热巴都是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虽然他知道 陆宇很厉害 力量也很强 可是一瞬间 就打败了比自己高出半个头 而且强壮得多的大汗 这还是让他感觉到 非常的难以置信 你 带着他赶紧滚蛋吧 当然 如果你也想感受一下 我的拳头的话 我会满足你 轻而易举地解决掉蔡云飞之后 陆宇看着包备语气冷漠地说道 这家伙 也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他毕竟也是明星 如果把他打成重伤的话 可能多多少少 会有一些麻烦 现在力威的效果已经达到了 所以没必要再去干包备 包备此时的脸色无比的难看 今天的做法 可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原本想要好好地蹭一顿饭 顺便和这些家伙 组队白嫖一段时间 可是 居然遇上了这个愣头青 这绝对是他始料未及的 现在再要组队 是不可能了 而且蔡云飞被打成了重伤 想要继续求生下去 已经不可能了 看样子是时候退出了 不过这个狂妄嚣张的 小王八犊子 他一定不会放过的 在这荒岛上他 确实很厉害 但是除了岛 回到都市的时候 看看他是不是 还这么能打 小子 今天我记住你了 等离开这座岛 我们再好好的 算今天这笔账 你不是很能打吗 到时候 我很想看看 你的一双拳头 到底能打他多少人 包被压低了去声音 语气充满了怒火 今天算是栽在 这小王八蛋的手上了 但是只要 离开这座荒岛 自己有一万种方法 把他搞成残废 因为包被的声音 压得比较低 所以直播间的观众 听得不是很清楚 不过 看他的眼神就知道 肯定是说了一些 威胁陆宇的话 这让直播间的观众 更加地接受不了 不就是TMD 一个二三流明星吗 还真把自己当成 黑色灰了 哦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看着包被那冰冷的眼神 陆宇则是不屑一顾地问道 只不过是一个 二三流的明星而已 陆宇可不相信 他有多大的能量 你说呢 当然 你可以认为 这是一种善意的提醒 做人如果太狂妄的话 迟早都是会遭报应的 我想你应该明白 这个道理 包被继续压低了 声音说道 在这荒岛上 这家伙 确实厉害得有点离谱了 但是狂妄 是绝对要付出代价的 尤其是 今天对自己的羞辱 绝对不可能就这么过了 一个素人而已 想要折磨一下 他可没那么困难 而听到包被 继续威胁的语气之后 陆宇的双眼之中 也是再一次冷亡闪烁 他最讨厌的 就是被人威胁 我会不会遭报应 我不清楚 但是你的报应 马上要来了 你也应该明白 威胁 是要付出代价的 陆宇冰冷的话音 落下的瞬间 身体瞬间 出现在了包被的面前 他甚至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沙包大的拳头 就落在了肚子上 碰 这一拳 直接把包被 给打出了三米多的距离 倒在地上 瞬间痛苦地惨叫了起来 不断地干呕着酸水 陆宇又是上去 对着大腿肉最多的地方 就是框框四脚 明星又能如何 既然这两子 已经结下了 反正看样子这家伙 也没打算和自己和解 那么多不良脚 让他好好地长长记性 也是赚的 杀猪般的惨叫声 瞬间响彻荒倒 要不是 现在在直播的话 这件事情 可没这么容易结束 不过 如果打得太过了 自己也有可能 因此被淘汰 没那个必要 现在 不想继续挨揍 的话就给我爬出去 陆宇盯着两人 冷冷地说道 此时的包被 和蔡云飞 确确实实 是心里怕了 这荒无人烟的荒岛上 他还真怕这家伙发疯 把自己给干掉 毕竟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这种浅显的道理 他们还是懂的 看着陆宇那冰冷的眼神 两人也只能赶紧爬着离开 而此时在海岛求生 50天节目组的 执行会议室 陈总 这件事情 好像有点麻烦了 选手之间出现互殴 而且被打的 还是明星 这件事情 对我们节目组 极其不利 该怎么办 策划部经理唐三娃 看着陈根生 脸色凝重地问道 这件事情可大可小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节目组的声誉 可能会受到影响 甚至这种选手 互殴的情况 可能会惊动警局 没用的家伙 这么点破事情 就把你吓成这样了 联系救援人员 第19组的选手 因为没有找到食物 导致身体虚脱 不小心脚下打滑摔断了腿 把他们接下来 陈根生语气平静地说道 如果连这种小事情 都处理不好的话 自己也筹备不起 如此大型的真人秀节目 可是 那包备 可是明星选手 策划部经理 显然还是有点紧张 毕竟明星选手的号召力 还是很强的 不就是一个 二三线的过期明星吗 好好动用 一下你的猪脑子 没事的时候 看一下直播 第三直播间 是什么样的热度和人气 第19直播间 又是什么样的热度和人气 这么明显的对比 就算是一头猪 也知道如何选择 你不会吗 陈根生再次大声地骂道 这些家伙 有时候真的是一点脑子都没有 一个三流明星而已 能有多大的能量 在资本面前 区区三流明星算个屁 好的陈总 我明白了 策划部经理 也是赶紧点了点头 既然老板都这么下命令了 那他还有什么不敢做的了 因为狡猾而摔断腿 确实是个合理的解释 至于网友们 想怎么说 由他们去吧 等等 我记得陆宇 好像还有一个小仪式吧 派人照顾一下 顺便保护一下他的安全 懂了吗 陈根生再一次 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声 活到他这个年纪 也可以说是人老成精了 他能看得出来 这个陆宇 绝对潜力无限 如果能够给他 留下好印象的话 可比一个三流的包备 要有价值多了 好的陈总 明白了 策划部经理 只能屁颠屁颠地 跑出了办公室 一个小时之后 岛上 快艇的轰鸣声响了起来 陆宇和热巴 也知道包备和蔡云飞 被淘汰掉了 毕竟原本他们就没什么求生的能力 再加上刚才挨了打 自然是坚持 不下去了 怎么了 还在为刚才的事情担忧吗 没事的 不就是一个过气明星吗 得罪就得罪了 没什么好紧张的 看着热巴 还是有些惊恐未定的表情 陆宇也是开口安慰到 今天自己能揍他们 那么以后也能 因为自己以后会变得 越来越厉害 而他们最好的结果 也是在原地踏步 甚至会倒退 所以根本就没什么好担忧的 确实有点担心 不管怎么说 包备也是明星 我就怕等我们离开这里之后 他们会对你进行报复 热巴也是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这就是明星自然不怕他们的报复 但陆宇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没什么好担忧的 如果他们敢报复的话 下一次我会揍得他们 连他妈都不认识 陆宇笑了笑 淡淡地说道 不过他的眼神却无比地坚定 希望那两个家伙出去之后 能想明白放得聪明一点 否则的话就是自讨苦吃 好 好吧 看到陆宇如此自信 热巴也只能先把这件事情放下 毕竟他们要离开这个岛屿 估计还要很长一段时间 说不定到时候 这件事情大家也会淡忘 时间流逝 两人吃完晚餐之后 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 因为今天也忙碌了一天 所以两人早早地睡去 简单地洗漱之后 两人开始做准备 因为根据陆宇的打算 今天是要去海边探索一番 看看能不能抓到一些海鲜 来改善一下口味 陆宇 我们需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 把小羊羔他们留在庇护所的话 会不会不太安全 简单地洗漱完 吃了一些早餐之后 热巴开口问道 昨天发生的事情 显然是让他有点心有余悸 既然包贝和蔡云飞能够找到这里的话 那说不定其他选手也能找到这里 到时候自己和陆宇不在庇护所 说不定那些家伙 会把小羊羔顺手牵羊给牵走 两只小羊羔可是他们储存的食物 能够让他们生存更长的时间 也是他们的生存保障 如果被别人顺手牵羊给牵走的话 那可就太难受了 嗯 你说的确实没错 如果再来几个不要脸的家伙 说不定真的会把我们的小羊羔给牵走 既然这样的话 就带他们一起去旅游吧 陆宇也是认真地点了点头 毕竟这个岛上求生的雪 手有很多 说不定除了蔡云飞和包贝之外 还有其他的选手就在他们附近 如果他们出去的时间太长的话 确实有这样的风险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锅 打火机 弓箭 全部拿上 又找了几节粗一点的竹子 做成了装水的竹筒 带了十几竹筒的淡水 两人带着团团和小羊羔 然后开始朝着海边出发 至于庇护所里面的那些肉干 桃罐和淀粉之类的 他们也是找了个地方藏了起来 毕竟这些东西 要是全部要打包带过去的话 可能有点麻烦 热巴牵着两只小羊羔 陆宇拿着所有的工具 走在最前面 团团则是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 就这样 他们朝着海边进发 上岛寻找水源的时候 确实花费了他们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但是下岛的速度 就稍微地快一点 因为他们并不需要寻找其他的东西 目标很明确 那就是海边 只要看到海洋 静止地往下走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是不是小柠檬啊 就在陆宇快步地向前走的时候 身后的热巴突然叫住了陆宇 因为他突然发现了一种绿色的果实 个头跟小金菊差不多大 有点像是小青宁 陆宇转过头看了一眼 随后惊喜地点了点头 没错 就是小青宁 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运气这么好 能够在这里碰到野生的小青宁 柠檬可是非常好的 去心增香的东西 尤其是吃生蠔的时候 几点柠檬汁 简直爽歪歪 随后陆宇也是毫不犹豫地 把树上的小青宁全部给摘掉了 这东西不仅是非常好的调味料 而且切片晒干之后还可以泡茶 也能起到清热解暑的功效 随后两人继续向海边浸发 途中也砍了一些芭蕉花 还有一些棕榈芯 因为陆宇时刻都要想着营养均衡 不能只补充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和各种维生素 也必不可少 如果长时间缺乏这些东西 身体肯定会出现问题 将近走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两人终于是看到了蔚蓝的大海 呼 我们终于到了 看着眼前辽阔的海面 陆宇也是感觉到无比的轻松自由 之前一直都居住在丛林中 虽然他们那片区域阳光能够照射 但是能活动的区域实在是太小了 所以 无形之中会给人一种很压抑的感觉 宽广的大海 却能让人感觉到难得的自由 好美啊 希望我们今天能够抓到很多很多的海鲜 到时候美美地吃一顿 已经好久没吃海鲜了 真是怀念那种味道 热巴也是抿了抿嘴唇 好像在他心里吃才是最重要的 或许美味可口的食物 就是一个吃货最期待的东西吧 好 前进 陆宇说了一声之后 两人也是加快了脚步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终于到达了海边 碧海蓝天 环境优美 清风徐徐 空气清新 瞬间就让人感觉心旷神移 啊 好舒服的感觉 优美的环境总是能让人身心愉悦 陆宇也是张开双臂 享受着这种令人舒适的感觉 哇 这里的环境好美啊 碧海蓝天 真想去这里旅游 是啊 这环境实在是太美了 彻底的环境 每一针简直都能做壁纸啊 山美谁美人更美 看第三直播间 总能带给人一种极致的视觉享受 对于从来没见过海的我来说 真的好希望有生之年 能够去海边游玩一圈 可惜 房贷车贷奶粉费 压得 我有点喘不过气来了 和楼上一样 有时候压力大的 真的让人窒息 成年人的世界 本来就不容易 加油吧 陌生人 嗯 加油 希望有朝一日 大家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环境真是太美了 光是看着 就让人心旷神疑 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 一定要去悬月岛旅游一趟 点评直播间的陆哈 看着直播间中那优美的环境 也是忍不住地说道 虽然之前也去过很多的旅游景点旅游过 甚至踏足过不少的国外旅游景点 但那些都是 人工制造的旅游景点 和这种未经开发 纯天然的环境 是没法相提并论的 嗯 海岛上的环境 确实非常的不错 如果仅仅是去旅游的话 很值得推荐 贝尔也是点了点头 说实话 他每一次去海岛 都是去求生的 当然更准确的来说 是他为了向所有的求生者 演示如何在海岛求生 并没有好好地享受过海岛旅游 如果不是工作如此繁忙的话 有时候 他也想带着食物 好好地去海岛享受一段时间 陆宇和热巴 简单地休整了一番 把所有的工具也拿了出来 在海滩和岛屿的接触点 找了一片阴凉的地方 作为临时卸角地 陆宇 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啊 是不是去抓海鲜 热巴有些兴奋地问道 他的脑海中 现在满满的都是大螃蟹 还有生蚝 鲍鱼啥的 想想都让人口水直流 我们先绕着海边 看看周围的情况吧 我刚才下来的时候 看见海滩上有不少的垃圾 或许对我们很有用 看了看四周之后 陆宇开口回答道 海滩和岛屿的接触位置 被冲上来了不少的垃圾 其中包括一些易拉罐 还有一些矿泉水瓶啥的 这要是放在平时 从业求生者来说 这些可都是求生的宝贝 就算是一个塑料瓶 或者一个易拉罐瓶子 都能够派上很重要的用场 哦 那好吧 热巴也是 赶紧点了点头 随后找了个地方 把小羊羔给拴在了树上 找了一些野菜和树叶 放在了他们的面前 喝了口水 补充了一下身体中的水分之后 两人开始顺着海滩进行探索 不一会儿就找到了两个易拉罐 还有两个矿泉水的瓶子 原本找到了一条麻绳 但是经过海水的侵蚀和风吹日晒 麻绳已经不能用了 随后两人继续向前探索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很幸运让陆宇他们 找到了一个25容量的大油桶 还有几个黑色的空心大圆球 陆宇也不知道 这东西以前是用来干麻的 不过好像可以用来做捕鱼的工具 一并收走 捡垃圾 真是让人快乐 就像开盲盒一样 处处都是惊喜啊 好的 收获不错 我们先回去吧 这两个空心大圆球 稍微改装一下的话 就能做捕鱼的工具了 还有这个大油桶 对于我们来说 价值实在是太高了 看着自己眼前的收获 陆宇感觉比抓得了只野鸡 野兔还要开心 嗯嗯 好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海岛上的温度比丛林中更高 仅仅是走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只是他已经感觉到 喉咙有些干涩 汗水不断地从额头滑落 估计要是再坚持一段时间的话 可能会出现脱水的症状 必须要回到刚才的营地 补充一下水分了 随后两人拿着捡到的垃圾 顺着海滩上留下的脚印回去了 而此时在直播间 卧槽 陆宇和热巴秒变石荒达人 我以为他们两个 是来海边改善生活了 没想到 居然来捡垃圾了 在这个荒岛上 这些垃圾可都是宝贝 陆宇捡到的那些东西 可都能派上大的用场 就是就是 尤其是那个大油桶 作用太大了 很明显 陆宇是懂荒野求生的 又过了一个小时之后 两人终于回到了营地 热巴也赶紧开始生火煮水 而陆宇也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刚才捡到的 这两个黑色的空心大圆球 可以在球体上面 开几个小洞 然后在这里面 装上一些蚯蚓作为饵料 到时候丢进水里 就能够成为一个 简易的补育工具 当然能不能抓到 鱼者全靠运气 然后就是一拉罐 这些东西稍微改良 一下就是完美的茶罐 到时候煮茶喝 比桃罐和竹子要好得多 很快 两人就补充了一下水分 然后找了一些树皮 编织了两条长绳 一端绑在大圆球上 到时候 另一端绑在礁石上面 丢进海里就可以了 休息得差不多了 我们去投放陷阱吧 那边有一大块礁石堆 说不定 那里还会有意外的收获 看着另一个方向 不远处的礁石堆 陆宇对着热巴说道 一般来说 这些礁石堆上 都会附着这些海鲜 比如海螺 还有牡蜜 或者生蚝什么的 嗯嗯 好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随后两人来到了礁石堆上 把捕鱼陷阱的绳子 一端倒在礁石上 丢进了海里 随后开始寻找海鲜 快点过来热巴 这边有好多的小生蚝 还有很多的小海螺 简单地搜寻了一番之后 陆宇就在一块礁石上 看到了不少的小生蚝和海螺 哪里哪里 我来了 一听到有生蚝和小海螺 热巴瞬间就来了精神 来到海边 不就是为了这一口吗 哇 好多啊 看着礁石上那一个又一个的突起点 热巴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 反而是无比的兴奋 随后两人也赶紧扣了起来 这些生蚝的个头都不是很大 但是肉质却很新鲜 很肥美 其实生蚝生吃的话 味道会更加的鲜美 而且海水本来就有杀菌的作用 所以一般来说 生蚝不会携带细菌什么的 当然 也不排除有一些寄生虫的存在 一般荒野求生者是不敢生吃生蚝的 因为那样的做法 毕竟会有潜藏的危险 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两人已经扣了半锅的生蚝和海螺 可惜没有看到鲍鱼 收获不错 我们回去享受这美味的午餐吧 看着锅里面满满当当的生蚝 鹿鱼也是相当的高兴 毕竟自从穿越到这个世界之后 它的生活条件就很不好 所以也没机会吃这些新鲜的海鲜 这趟荒野求生 很赚啊 生蚝 那可是被称之为男人的加油站 女人的美容院的大补食物 虽然说 这些生蚝生吃的话 口感会更好 但是在荒野中吃剩的东西 危险系数还是蛮高的 鹿鱼自然不想冒这样的风险 毕竟它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坚持更长的时间 拿到更多的钱 莫必要为了一时嘴爽 把自己搞得淘汰掉 不过这些生蚝肉质 非常的鲜嫩 稍微煮个三四分钟 就可以吃了 如果煮的时间太长 肉质会变得很老 口感会变差 很快半锅生蚝和海螺肉 就煮好了 来尝尝味道吧 这可是好东西 不仅味道鲜美 还具有滋音补养养颜美容的功效 素有男人加油站 女人美容院的美誉 鹿鱼有些迫不及待地跟热巴说道 不过这东西 有时候也不能多吃 因为吃得太多的话 可能会补过头 邪火太过于旺盛的话 到时候可能会做出一些 比较出格的事情 尤其是这荒郊野岭 孤男寡女的 一个把持不住 就会酿成大祸 甚至 搞不好会孕育一条新生命 哦 好 听到鹿鱼的话之后 热巴翘脸突然一红 虽然他还未经男女之事 但是毕竟年纪也不小了 这些话他自然听得明白 尤其是听到 男人的加油站之后 更是想到了 一些令人羞耻的事情 不过 此刻他也感觉肚子很饿 顾不上那么多了 两人也开始狼吞虎咽地 吃了起来 挤上一些柠檬汁之后 味道更加的鲜美爽口 仅仅是十几分钟的功夫 半锅的海鲜和海螺 就已经被两人全部干掉了 哇 好爽 好好吃啊 热巴有些意犹未尽地 抿了抿嘴巴 前几天一直都在吃肉 和野菜之类的食物 偶尔吃一顿海鲜 确实非常的过瘾 而且这东西 还能滋阴养颜 真是难得的好东西啊 爽是挺爽的 就是不知道 晚上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看着地上那一大片的生蚝壳 陆雨还是有些担忧的 毕竟吃得太多 容易滋补过剩 把持不住 要是到时候 一不小心把热巴给绊了 情况可就有点不妙了呀 后遗症 应该不会吧 要不 我再煮一些芭蕉花吧 热巴开口说道 虽然 海鲜吃得很少 但是如果不吃其他东西的话 好像也不太好 荤素搭配 才更有营养 嗯 也好 那你就先煮一些芭蕉花吧 我找东西 给咱们编一个补蟹笼 说不定今天晚上 可以抓到一些螃蟹 说完之后 陆雨就去准备了 岛上的藤条 和细数值很多 所以想要编织东西 也是非常方便的 而编织补蟹笼的时候 不需要像编织鱼龙一样 那么细致 就算是缝隙 稍微大一点 也没什么问题 毕竟它的目的 可是抓一些比较大螃蟹 而不是那些 只够塞牙缝的小沙蟹 因为要求比较低 所以编织的速度也很快 同样按照之前 编织鱼龙的方法 在地上插上 七根拇指粗细树枝 然后就可以用 藤条来回的交叉穿梭 进行编织 编织这种简易的补蟹笼 本来速度就很快 花不了多长时间 只不过是有时候 找材料 可能会花费一点时间 仅仅是二十多分钟的时间 鹿鱼已经完成了 捕蟹笼的编织 虽然看上去 没那么完美 不过只要能够捕到螃蟹 就可以了 美不美观 并没有那么重要 这时候热巴 也煮好了芭蕉花 里面还有一些棕榈芯 这个就是 你编织的捕蟹笼吗 好大 这得抓多少螃蟹 看着捕蟹笼的高度 都到鹿鱼的胸口了 热巴很惊讶 这可比之前 它们编织的捕鱼笼 如果我们的运气好一点 这片区域的螃蟹能多一点的话 说不定能抓到不少 当然 也有可能一只都抓不到 鹿鱼则是诚实地说道 其实 荒野求生运气的成分 是非常重要的 运气不好的人 三天恶酒盾 都是常态 参考的对象 就是我们那位出门 连头发都不带的 埃厄德德也 虽然他的荒野求生能力很强 但似乎每次求生的运气 都不是很好 所以 基本上都是以三天恶酒盾开局 这也导致每次开局 德爷的被动属性都会直接拉满 鹿鱼也只能心里祈祷 希望自己的运气 能比德爷稍微好一点 嗯 说得也对 赶紧来 先吃点东西吧 吃完之后 我们就去放置不屑龙 我们的运气这么好 今天晚上一定能够 吃到大螃蟹的 热巴笑眯眯地说道 他一直都觉得 鹿鱼就像是被幸运女神 关照的人一样 他的运气 一直都很好 和他在一起之后 自己的运气也变好了 所以 他理所当然地觉得 今天晚上一定能够 抓到不少的螃蟹 嗯 你说得对 我们的运气这么好 一定能够抓到大螃蟹的 鹿鱼也是笑着点了点头 简单地吃完了 棕驴心和芭蕉花之后 两人休息了 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 因为想要捕捉螃蟹 那么耳料是必不可少的 螃蟹和鱼不太一样 它们对于蚯蚓 好像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所以 需要准备其他的耳料 走 我们去看看之前放置的捕鱼陷阱 有没有抓到鱼 如果抓到鱼的话 我们就用鱼肉作为耳料 去捉螃蟹 跟热巴说了一声之后 两人就朝着礁石堆那边走了过去 鱼肉和其他的腐肉 都是螃蟹的最爱 所以 用鱼肉来制作捕捉螃蟹的耳料 再合适不过了 虽然好像有点浪费 不过舍不得孩子 套不住狼 现在 陷阱也放置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了 如果稍微运气好点的话 应该会有所收获 很快 两人就走到了礁石堆 鹿鱼把两个捕鱼圆球都拿了出来 把里面的海水全部倒出来之后 几条颜色鲜艳的小鱼 在礁石上挣扎 而鹿鱼能够感觉得出来 圆球里面 还有其他稍微更大的鱼 鹿鱼接着往出倒 果然有两条稍微大一点的鱼 看样子 应该有个四五两左右 而另外一个捕鱼圆球 里面只有几条小鱼而已 把所有的鱼都拿出来之后 鹿鱼再次把捕鱼圆球 扔回了海里 这东西 可是能够重复利用的 鹿鱼 这些鱼肉 全部要制作掉螃蟹的饵料吗 这样会不会太浪费了一些 看着眼前的那些海鱼 热巴显然也是有点舍不得的 万一钓不到螃蟹的话 不就太可惜了吗 不 这几条大的 我们拿回去煮着吃 小的这些作为饵料吧 鹿鱼摇了摇头回答道 如果拿这些四五两的大鱼 来钓螃蟹的话 确实有点太浪费了 毕竟这两条鱼 也可以当做他们的晚餐了 就算是今天钓不到螃蟹 也不至于没东西吃 做任何事情 都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嗯嗯 我就说嘛 热巴也是顿时松了一口气 如果全部的鱼都用来做饵料 钓不到螃蟹的话 今天晚上可能就要喝蔬菜汤的 随后鹿鱼把这些小鱼一切为二 然后装进了捕蟹笼里面 因为血腥味 能够吸引来更多的螃蟹 就算是这片区域没什么螃蟹 如果能吸引了一些其他的海鲜 也不错 接着就是把绳子的另一端 绑在礁石上面 然后把捕蟹笼丢进大海 进人士 听天意 能不能钓到螃蟹 接下来就交给运气了 随后两人回到了营地 要不 我们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吧 鹿鱼转过头 对着热巴说道 因为看着广袤无垠的大海 能够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自由 没有住在丛林中的那种压抑感 既然已经来到了海边 那就在这里多待几天 改善一下口味的同时 也可以稍微地调节一下他们的情绪 而且 这片区域的资源比较丰富 就算是生存个十天半个月 也不成问题 嗯 好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这边可以吃到这么多美味的海鲜 而且 这边的环境 比我们庇护所那边要好多了 热巴听到之后 连连点头 其实他之前也有这样的想法 只不过并没有告诉陆宇而已 这边的环境 确实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自由 现在陆宇都主动说出来了 他自然不会拒绝 好 不过想要在这里短期生存的话 看样子 一个简单的庇护所 是少不了的 走吧 我们两个先去找一些 搭建庇护所的材料 顺便看看 周围有没有其他的资源 点了点头之后 陆宇对着热巴说道 搭建一个简易的庇护所 对他来说 并不会消耗太长的时间 如果这边的材料 比较充足一点的话 一两个小时就能够完成 现在他们所面临 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淡水源 如果找不到淡水源的话 这里可能待不了多长时间 因为他们带的水最多 也就能够使用两三天 嗯嗯 好 随后两人钻进了茂密的丛林之中 找了十几分钟 并没有找到竹子 但是这边的树木 非常的茂盛 随便砍几棵回去 都能搭建简易庇护所 就是这些树砍起来 比竹子要稍微的吃力一些 当然这对于陆宇来说 并不算什么难事 砍了十几根树干 还有一些芭蕉叶 陆宇扛着树干 而热巴则是拿着芭蕉叶两人 回到了营地 也就是几百米的距离而已 几分钟就到了 陆宇 我们要把庇护所 搭建在海滩上面吗 把搭建庇护所的材料 拿回来之后 热巴再次问道 如果晚上睡在这些 松软的沙土上的话 想想好像也不错 不 庇护所的位置 需要稍微往上面移一点 你看周围这些树干底部的颜色 是深褐色 说明这个位置以下 经常受到海水的充实 这个位置 大概就是涨潮的最高位置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不能直接在海滩上 搭建庇护所 陆宇摇了摇头 随后指着海滩和岛上 衔接位置的树干说道 这些树干的低端颜色 是深褐色 和上面的树干颜色不同 说明底部经常受到海水的充实 所以才会发生这种变化 他可不想一觉起来 发现自己飘在海上 当然了 这只是玩笑 但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需要把庇护所的位置 定在岛上 浪潮无法到达的地方 哦 是啊 陆宇你真聪明 热巴赶紧连连点头 同时也一脸崇拜地 夸赞陆宇聪明 啊 陆宇不知如何回话 多少有一些尴尬 毕竟 这只是一些求生的常识而已 这样都能被夸 是他没有想到的 走吧 开始干活了 随后 陆宇找了一处相对比较平坦的地方 然后开始搭建庇护所 这次大家的庇护所更加的简单 先用四根树干 围出一个正方形 前低后高 然后再用藤条 和另外的四根树干固定顶端 再搭几根横梁 接着就是在顶部铺上芭蕉叶 然后四周 也用芭蕉叶稍微的遮挡一下 剩余的树干 简简单单的做一张双人床 这对于陆宇来说非常轻松 很快就能完成 搭建庇护所加上制作双人床 也仅仅是花费了三个小时而已 不过此时蔚蓝的大海之上 也是泛起了一抹金黄 海水映射着天边的夕阳 金色的波光凌凌 看样子 再用不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天就黑了 庇护所和床终于是搞定了 走吧 我们去看看捕蟹龙 不知道有没有收获 搞定了庇护所之后 陆宇准备去看看捕蟹龙的收获情况 两人走到礁石堆那边 然后把捕蟹龙拿了出来 有货 还不少 看了一眼捕蟹龙之后 陆宇顿时满脸喜悦 因为他已经看到了 里面有好几只螃蟹 好像还有一个白色的东西 随后仔细一看 好家伙 里面至少二十只螃蟹 而且 还有一只贪吃的八爪鱼 哇 发财了发财了 这边的螃蟹也太多了吧 热巴也是兴奋的手舞足蹈 它们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中午刚刚吃过海螺和生蚝 晚上居然就有美味的螃蟹可以吃 果然 幸运女神士 站在鹿宇这边的 嗯 这片区域的螃蟹 还真不少啊 看来 我们选对了地方 鹿宇也是 满脸开心的连连点头 其实 捕捉螃蟹 完全是靠运气 如果这片区域 没什么螃蟹的话 就算是自己的捕蟹龙 编织的再精致 也抓不到螃蟹 来 我们拿几只回去煮着吃 其他的先放回去 鹿宇拿出了八只螃蟹 还有那只贪吃的八爪鱼 至于其他的螃蟹 他准备连通捕蟹龙 一起放回去 放回去 我们好不容易抓到了 这么多螃蟹 为什么要放回去呢 热巴显然有点 不太理解鹿宇的做法 经过这十天 和鹿宇的相处 他可不觉得 鹿宇是一个 圣母心泛滥的人 甚至 对待猎物 有点小凶残 之前连小拇指 大小的鱼 都不肯放过 今天居然要把 这么肥美的大螃蟹 给放了 着实让他有些不太理解 当然 直播间的一些观众 也很不理解 好不容易抓到的螃蟹 鹿宇怎么想着 会把他们放着呢 因为我们把这些螃蟹 抓出来的话 明天可能就死掉了 而死掉的螃蟹 会释放出毒素 吃了很可能会中毒 所以把他们放回海里 明天再拿出来吧 如果他们从捕蟹龙跑出去 那就算他们运气好吧 鹿宇也是非常内心地 解释了一下 虽然吃死掉的螃蟹 并不是100%的几率会中毒 但是他可不敢冒着个险 在荒岛上 就算是简单的腹痛腹泻 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说 说得也对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死掉的螃蟹不能吃 他自然是知道的 只是刚才一时 没有反应过来而已 最终 鹿宇和热巴 拿了八只螃蟹回去 因为螃蟹本来就属于 寒性食物 如果吃的太多的话 对身体也没什么好处 不过一人四只的话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那只贪吃的八爪鱼 自然也不可能放过 八爪鱼的肉质 还是非常紧致的 吃起来也相当的爽口 主螃蟹和八爪鱼的时候 鹿宇他们打了一些海水 因为他们现在的淡水 本来就不多 必须要节约点用 而海水煮螃蟹 完全没问题 很快 一锅螃蟹就煮熟了 火堆旁边的木架上面 还烤着三条鱼 当然还有一只八爪鱼 而此时的直播间 再次开始愤愤不平地哀嚎了 我特么 真是羡慕的今儿都变形了 这是荒野美食直播间吧 看着巴掌大的螃蟹 手里的大馒头 索然无味 大馒头 多大 36F有没有 这尼玛破路也开车 不怕特么的出车祸啊 实锤了 鹿羽和热巴 就是欧皇本皇 被幸运女神选中的男银 唉 说出来 大家可能不信 我活了16年 都不知道螃蟹是什么味道 正常啊 我16岁的时候 还以为鲍鱼和草鱼差不多呢 那你们也够可怜的 楼上的两位 是北方的兄弟吧 有时间来海扣完 我请你们吃螃蟹 兄弟霸气 我也没吃过螃蟹 可以算我一个吗 当然可以 有一个算一个 螃蟹管购 楼上这兄弟能处啊 就在直播间吵吵嚷嚷的时候 鹿羽和热巴 已经解决完了 所有的螃蟹 三条烤鱼 也被吃得差不多了 毕竟可好久 没有吃过螃蟹了 而且螃蟹 本来也就是可大一点 也没多少东西 可以吃 蟹黄也不是那么饱满 很快 三条鱼 和一只八爪鱼 也全部被两人干掉了 可痛快啊 好久没吃得这么爽了 不顾形象地 打了个宝格之后 热巴也是摸了摸 自己的肚子感慨到 是啊 真舒服 就是希望 也是感慨的一生 随后两人就这样 躺在了海滩上面 夜幕才刚刚降临而已 所以海滩上还有余温 睡上去暖洋洋的 特别舒服 你这话 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今天晚上 会有什么危险吗 热巴有些不太明白地问道 不是 因为中午吃的生蚝有点多 晚上我怕肚子不舒服 鹿羽只能摇了摇头 笑着回答道 哦 原来如此呀 放心吧 都吃了这么长的时间了 肯定没事的 热巴也是非常热心地安慰鹿羽 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肚子不舒服的症状 过了这么长时间了 晚上怎么可能会肚子疼呢 这显然是不符合科学常识的 对对对 鹿羽只能点了点头 此时此刻 他已经感觉到 身体有那么些许的燥热了 就好像丹田的位置 有一团灼热的火焰一样 而此时 在海岛的另一边 看着眼前的火堆 似乎在思考人生 三弟啊 11天了 整整吃了11天的鱼了 老子特么 现在看见鱼就想吐 哦 周姐痛心疾首地 讲述着自己的悲惨遭遇 看到眼前那么多的鱼骨之后 下意识地干呕了起来 整整吃了11天的鱼呀 你们知道 我这11天是怎么过来的吗 哦 别他妈跟我说鱼这个字 我现在听到这个字 我就想吐 哦 呆妹显然对鱼的抗拒 比周姐还要剧烈 甚至听到鱼这个字之后 那呕吐的感觉 就像是怀孕了两年半一样 也不知道 他们两个对鱼的厌倦程度 是真的达到了这种恐怖的地步 还是说纯粹的是为了节目效果 毕竟两个人本身就是主播 知道如何调动观众的积极性 也知道那些老色批兄弟们的兴趣爱好 主播过得越惨 那群禽兽就越开心 卧槽 整整吃了11天的鱼好TMD可怜 我的哑巴新娘真是辛苦你了 来叔叔抱抱 要是让我吃11天的鱼 我他妈也会吃土 我家小呆呆也好可怜啊 原本就是一堆小 哎 现在直接饿成了 好好 兄弟这一横是代表一马平川吗 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 看到这画面突然想起了 吃了八年鱼的有所为和黄梅 卧槽 有画面了 画面敢机枪 周杰表弟 老婆 扛不住就回来吧 我养你 卧槽 周杰的神秘表弟 惊现直播间 畜生啊 连自己的表姐都不放过 周杰表弟 还真是一如既往的生猛啊 看这样子 周杰和呆妹 应该坚持不了多久了啊 可不是吗 太特么艰苦了 打猎又不行 野菜又不认识 也只能无能狂怒了 二哥 要不我们还是退出吧 你看我本来就是 一对小A 这段时间 吃鱼吃的都别下去了 我怕再过几天 直接凹下去了 你也知道 我的直播间的那些老色批 就好这一口 干凹了半天之后 呆妹也是可怜巴巴的说道 以前在直播间连麦的时候 经常被莫子 在这方面碾压 现在变得更小了 下次连麦 指定又是一番疯狂嘲讽 这场黄城PP 显然已经变成了降维打击 如果到时候 真的凹进去的话 情况会更加的糟糕 哎 说的也是呀 你看我刚进来的时候 好歹也是三六一把 形状是 下花线下花线人 下花线下花线 这样的 现在都变成 下花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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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了 周姐也是苦不堪言 随后 也是拿着小木棍 在地上形象的比划了起来 呸 臭不要脸的 你什么时候 是那形状的 就算给你赛上十斤棉花 也变不成那样 呆妹直接无情戳穿 明明和自己半斤八两 一样都是一对小A 居然花那么大 无耻 太无耻了 卧槽 有意的小船 就这么翻了是吗 瘦死的骆驼 比马大 再小 也比你大三的马 呸 别他妈吹牛了 吹牛 要不现场比比 比比 就比比谁怕谁啊 有意的小船 说翻就翻 两人在这方面的问题上 也是寸步不让 这可高兴 坏了直播间的LSP们 快快快 赶紧比 谁TM不比谁是小狗 快点呀 我他妈裤子都脱下来了 兄弟们 我脑海中已经有画面了 卧槽 真TM狠人 我也试试 这个方法 真的可信兄弟们 赶紧试试 我的体能实在是跟不上 兄弟狗命要紧啊 笑死 你们两个半斤八两 有什么好比的 莫子 两个渣渣 聊起这个话题 直播间的观众们 可就不困了 毕竟关注他们两个的 可不就是为了这点逼世吗 就连一些潜水的粉丝 此刻也是 有点安耐不住了 而在岛上 我们刚才 好像有点太冲动了 要不先冷静一下 冷静了片刻之后 周姐率先开口说道 虽然直播间里面可以 偶尔开一下车 但是如果色色的话 那直播间可就没了 而且 说不定还要进去采缝刃机 太不划算了 说得对 坚决不能便宜 直播间的那些LSP 说不定那些家伙 现在巴不得我们这么做呢 呆妹也是冷静了下来 随后连连点头 虽然开车 是他很擅长的技能 但是如果搞颜色的话 那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而两人这些对话 也是让直播间的所有观众 都感觉到很无趣 明明都说好了 全部比了 操 欺骗大家的感情 两人又是闲聊了 一会儿之后 回到了山洞中 要不我们还是退出吧 实话实说 我实在是有点坚持不下去了 天天吃鱼 现在我看到鱼就想吐 呆妹也是非常认真的说道 虽然他们刚刚上岛的时候 运气非常好 那片淡水湖里面的鱼 非常的多 这让他们感觉 他们完全可以生存一个月 但是经过这十一天的坚持 也深刻地意识到事情 根本就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想要在荒野中生存下去 如果单凭运气是远远不够的 也要具备一定的荒野求生 知识储备 而他们两个却一窍不通 如果再坚持下去 也只是虐待自己而已 而且 他们根本就坚持不到一个月 嗯 你说的对 实在是太难了 不过我们能坚持十一天 已经非常的不错了 明天我们就离开吧 周杰也是非常认真的点了点头 两人都是难得的认真 毕竟想要坚持一个月 实在是太难了 现在 几乎已经接近了他们的极限 好 那明天就下岛吧 等明天回去之后 我一定 先要细食个肉夹馍 再来一碗羊肉抛馍 淡淡面 呆妹也是认同地点了点头 他们已经努力坚持过了 实在是自身的能力有限 真的是 坚持不下去了 所以 就算是现在离开 也没什么好遗憾的 至少也算是体验了一下 荒野求生的感觉 而此时 在岛上的另一边 陆雨和热巴 也回到了庇护所 海面波光零零 反射的星光 让整片大海 宛如浩瀚星辰一般 陆雨 我们睡吧 躺在床上 热巴对着陆雨说了一声 今天 也忙活了整整一天 所以现在感觉到无比的疲惫 虽然这个床 没有他们之前那么舒服 但是 在这种地方 能够有一处 遮风避雨的地方 能够有一张 让他们离开地面的床 就不错了 更好的条件 暂时不敢奢望 嗯 睡吧 陆雨也是点了点头 不过 此时他的情况 可有点不太好 生蚝吃多了 比较容易上火 现在总感觉 身体很热 尤其是丹田的位置 憋着一团邪火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越浓郁 这让他更加的难受 不过现在 也只能忍着了 时间流逝 午夜时分 陆雨还没有睡着 翻来覆去 总是感觉有点睡不着 而就在这时候 热巴却一个转身 胳膊习惯性地搭载陆雨的 上 热巴的温度 好像和自己差不多一样 可想而知 现在的热巴 绝对也不好受 呼呼 就连他的呼吸 都显得有点急促 这让陆雨觉得 热巴好像在装睡 咕噜 陆雨使劲地咽了咽口水 两张脸之间的距离 也就只有那么十公分 彼此之间 能够清晰地听到 对方的心跳声 这种情况下 应该不算犯法吧 看着近在咫尺的热巴 陆雨心中想到 手也鬼使神拆地 搭载了热巴的腰间 那一秒 似乎同期感觉到了触电的感觉 甚至就连心跳声 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 晚上 人的激素 本来就比白天分泌的 更快更多 而且还是在吃了 那么多生蚝的情况下 而就在这时候 热巴却突然转过身 显然 他还没有做好准备 又或者说 没有突破自己心里的 最后一道防线 不过这也让陆雨 更加的确信 刚才的热巴是醒着的 而且意识比较清晰 呼 陆雨轻轻地喝了一口气 这种事情 坚决不能强求 如果你请我愿 那就是在一起 做喜欢做的事情 那就是犯法呀 随后 陆雨也只能 捏手捏脚地下了床 然后 准备在外面待一晚 毕竟两人这样 在一起的话 实在是感觉到太难受了 生蚝真特么的 是个害人的东西啊 明天再也不吃了 大晚上的睡都睡不好 这谁受得了啊 而且在陆雨 走出庇护所之后 原本双眼紧闭的热巴 也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呼 同样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幸亏刚才在最后一刻 自己坚守住了最后的防线 不过 为什么心里有种莫名的失落感呢 算了 还是好好地睡觉吧 明天起来还要忙呢 陆雨也是在外面 整整坐了一宿 不过她的身体素质比较好 所以倒也没感觉有多了 热巴可就有点可怜了 没有了陆雨的温度 一晚上都冻得瑟瑟发抖 次日一早 天蒙蒙亮 简单地洗了把脸 陆雨就去查看昨天的陷阱 昨天晚上涨潮了 海滩上湿漉漉的 不过水位并不高 而且 在这些湿漉漉的海滩上 还有一些肉眼可见的小沙蟹洞和鼓起的鼓包 很明显 一般这种地方都会有一些小海鲜 比如猫眼罗 沙蟹 或者是竹铛等等 而这时候 热巴也醒了过来 陆雨 你怎么醒这么早呀 热巴明知故问道 其实 她心里非常的清楚 陆雨昨天晚上一直待在外面 而自己昨天晚上 也一晚上没有睡好 再加上晚上的温度那么低 现在总感觉有点头昏脑胀 睡不着了 就醒来了 看你的样子 昨晚好像没怎么睡好吧 陆雨转过头笑着说道 此时的热巴 脸有点红 甚至有点不敢直视陆雨的目光 看样子 昨天晚上她确实没有睡好 否则 也不会有这样的表现 当然这样尴尬的话题 陆雨自然不会直接说出来 呃 睡得挺好的 热巴尴尬地回答道 一想到 昨天晚上那种火烧般的感觉 脸上就感觉火辣辣的 尤其是差那么一点点 就注成了大错 好了 你赶紧去洗漱一下吧 一会儿 我们两个去捡好东西 陆雨也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看热巴的样子 已经够尴尬了 昨天晚上的事情 就暂且不提了吧 不过这以后 生蚝是必须要少吃一点了 大晚上的真的太TM难受了 那个 昨天晚上 不好意思 热巴鼓起勇气 对着陆雨 说了一声抱歉 随后便是落荒而逃 这让陆雨一脸的猛逼 难道热巴是 在为昨天晚上 自己没能进卷联盟而道歉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好像大可不必 毕竟两人现在 也只是队友和普通朋友的关系而已 如果两人现在就发展成 负距离关系的话 感觉好像有点太随便了 几分钟之后 热巴洗漱完毕 再次回来的时候 脸已经没那么红了 而且 显然也已经克服了 心里的尴尬 昨天晚上 涨潮了吗 怎么到处都是湿漉漉的 还有你刚才说 我们要去捡什么东西啊 热巴开口问道 不得不说 演员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真的强 此时的热巴就好笑 完全忘记了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甚至刚才道歉的事情 似乎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嗯 昨天晚上确实涨潮了 不过 势头比较小 所以你可能没有察觉到 退潮之后 一般海滩上 都会有一些遗留的海鲜 你看那些古籍的古包 还有那些小沙洞 里面基本上都有货 陆宇先是点了点头 随后指着眼前的 那些小古包说道 其实他以前并没有赶过海 一些赶海的视频 也只是在网上看过而已 所以对于这方面 并没有什么经验 捡东西吗 那我最擅长了 我们赶紧过去吧 热巴一脸开心的 说完之后 也是脱下了鞋袜 挽起了裤腿 直接开杆 陆宇也只好拿着柴刀 跟在后面 陆宇你看看这个古包好大 里面肯定会有大货 很快热巴就找到了一个 很大的古包 嗯 我来看看 陆宇蹲下身 随后轻轻地 把古包给刨开 一个猫眼罗 就出现在了两人的视线中 猫眼罗的壳 并不是很大 但是冲水的肉 却和陆宇的巴掌一样大 这 这么大 这肉 好白 看上去好嫩啊 看着猫眼罗 那白花花的肉质 热巴抿了鸣嘴唇 一脸迫不及待 想吃的模样 那白花花的肉 完全就跟陆宇的手掌一样大小了 感觉自己 一顿吃一只 好像就够了 这碗衣里面有 百分之九十都是水 其实肉没那么多 等会儿把水挤出来之后 就会收缩变小了 看着热巴那 一脸惊讶的模样 陆宇笑着解释道 虽然他以前没有挤过这种猫眼罗 但因为一直都比较喜欢这种视频 所以也看过不少 典型的没吃过猪肉 但见过猪走路 随后陆宇收缩手掌 开始把肉里面所有的水都挤出来 肉质很嫩很嫩 摸上去有一种嫩滑的感觉 卧槽 这触感真TM绝了 难怪大家都说 挤猫眼罗是非常解压的事情 那种丝滑的触感 也让陆宇大为震惊 这不禁解压 而且还贼爽 扑吃 轻轻一用力 大量的水分就从肉里面喷射了出来 完全就是一斤肉十斤水 哇 好多水 喷得好多 好远啊 热巴也是满脸的惊讶 没想到 这种罗的肉里面 居然能吸这么多的水 伴随着水分被挤压出来 猫眼罗的肉质 也是开始迅速地收缩 原本跟陆宇巴掌一样大小 而且看上去 非常的白嫩光滑 现在有点变得皱巴巴的了 就好像鲍鱼肉一样 啊 这种形状 有点像 哎呀 这什么垃圾东西啊 看着被挤光水分的猫眼罗 热巴总感觉无比的熟悉 好像在哪里见过 而且还经常见到 就是这种颜色 又有点不太一样 到底是哪里见过了 真是糟糕 一时之间居然想不起来了 而此时直播间也热闹了起来 卧槽 热巴脸红了 他不会是把猫眼罗带入 某种皱巴巴的东西了吧 一看就是这样的 本身就长得很像 哇 这猫眼罗 居然这么能喷水的吗 比我家媳妇还要厉害 不可能 绝对没你媳妇厉害 这我比你清楚 我操 你们的关系 好像有点乱 我也可以作证 确实没你媳妇厉害 这种事情 算我一个 突然发现 热巴是个老司机啊 谁说不是了 感觉这些东西 他看到都是苗董 热巴 你堕落了呀 而陆宇 也感觉玩得挺开心的 几毛眼罗 原来这么解压啊 热巴 你也赶紧找几个 来试试吧 这东西 确实很解压 而且很爽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陆宇 赶紧叫热巴一起玩 这么好玩的事情 自然要大家一起分享 把快乐最大化 啊 好吧 其实 我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热巴 还是找了一个 挤了起来 这不挤还好 一挤果然上瘾 两人陆陆续续的 挖到了十几个猫眼罗 虽然个头有大有小 但每个都是水多 肉嫩 弄完之后 又变得有些皱巴巴的 地上还有一些小洞 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撑子 或者是杀蟹什么的 不过这些小东西挖起来 比较麻烦 而且里面 也没什么肉 陆宇和热巴 也只能选择放弃 十几个猫眼罗 差不多够他们吃个早餐了 而且 捕鱼龙和螃蟹的陷阱 还没有去查看 好了好了 差不多了 我们今天就先挖这么点吧 现在我们过去检查一下 捕鱼和螃蟹的陷阱 看看今天的收获怎么样 陆宇说完之后 两人也穿上了鞋袜 然后朝着礁石堆那边 走了过去 走到礁石堆的时候 陆宇发现自己的一个 捕鱼陷阱被不见了 看样子是昨天绳子 没有套紧的缘故吧 不知道今天的收获怎么样 希望能够多抓到一些鱼 这样我们可以做成鱼竿 然后待在路上 当小零食吃 热巴则是满脸的期待 螃蟹死掉之后 确实就不能吃了 但是 鱼可以烟熏成鱼竿 能够长时间的储存 嗯 说的对 我们看看吧 陆宇点了点头 随后两人 先把捕鱼陷阱给拿了上来 把里面的海水 全部倒了出来 倒出来了十几条小鱼 但是里面还有一些大货 把所有的鱼都掏出来之后 陆宇发现 今天的收获非常的不错 里面有五条个头 比较大的鱼 看上去应该有个七八两左右 不错不错 你把这些鱼 全部装到竹框里面吗 我们再看看螃蟹的陷阱 陆宇对热巴说了一声之后 把捕蟹龙也卡了上来 里面有很多的螃蟹 看样子 应该至少也有个二十来只 而且都是颜色各异的 除此之外 里面还有两条鱼 两只八爪鱼 还有一条大鰻鱼 卧槽 转到了 居然有一条这么大的鰻鱼 陆宇赶紧把里面的货全部 都弄了出来 小心翼翼地 把鰻鱼装进了竹框里面 这条鰻鱼看上去 至少也有个两三斤重 还有两条 看上去有点像三刀的鱼 还有两只八爪鱼 可以说 收获满满啊 这些都是可以拿回去的 就算是今天吃不完 也可以烟熏 一下存储起来 至于螃蟹 陆宇再次把它们放回了海里 因为昨天晚上吃的就是螃蟹 如果今天早上继续吃螃蟹的话 可能会导致胃寒 而且现在有这么多吃的 没必要非要吃螃蟹 这里的海鲜也太多了吧 如此丰富的资源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在这里生存下去 看着箩筐里面收获满满 热巴满脸开心地说道 虽然这里的资源确实很丰富 但如果想要长期生存下去的话 还是不太可能 因为这些基本上都是寒性食物 吃太多的话对身体不好 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说 长时间使用寒性食物 更容易出现胃寒的症状 虽然陆宇并不想故意反驳热巴 但事实就是如此 海鲜虽然比野兔和野鸡的肉质 更加的鲜美 味道也更好 但如果长期使用的话 身体可承受不住 哦 也对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对了 这边的生蚝好像又多了一些 要不要再弄一些回去 看着礁石边边上密密麻麻的生蚝 陆宇看着热巴问道 其实他也只是随口一问而已 顺便看看热巴的表情 就昨天晚上所经历的事情 让他对生蚝产生了一些阴影 四 还是算了吧 昨天中午刚刚吃了那么多 我们还是换换口味吧 热巴连连摇头 昨天晚上自己可是难受了一整晚 这东西再也不敢多吃了 太容易上火 而一旦上火就容易做错事 好吧 那我们就先回去吧 回到零食营地之后 热巴也是赶紧开始煮猫眼罗 至于陆宇的工作 就是把刚才抓到的那些鱼 都制作成熏鱼干 作为储备食物 等之后回到庇护所之后 也可以经常吃到海鱼 偶尔换换口味也不错的 当然 团团这小东西也不能忘 陆宇直接丢给他三条小鱼 团团也兴奋地啃了起来 现在的团团 似乎对这些生肉更加地感兴趣 毕竟他是凶残的野兽 如果他能消化的话最好 如果消化不了 那就原地开席吧 过了一会之后 猫眼罗也煮熟了 鱼肉和那条鰻鱼放着慢慢烟熏就好 来陆宇 赶紧尝尝好不好吃 热巴也是把所有的猫眼罗都盛了出来 然后放在芭蕉叶上地给了陆宇 好 你也赶紧吃 这东西蘸着柠檬汁吃的话 应该口感会更好一点 陆宇点了点头 随后拿过来几个小清明 如果再能够加一些小米胶碎 或者是辣根的话 可能会更好吃 但是目前条件有限 并没有找到野山椒或者小米胶 所以也只能稍微的凑合一下 嗯嗯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这些海鲜基本上都是自带咸味 就算是不用加盐味道也很鲜美 加上柠檬汁的酸味 简直不要太爽 十几个猫眼罗很快就被干掉了 吃完之后 热巴又煮了一些芭蕉花和棕榈芯 用陆宇的话说就是 荤素搭配才能营养均衡 这玩意还挺好吃 看来等会如果有时间的话 要多弄一些出来 陆宇还是有些意犹未尽 猫眼罗的肉质比他想象中要好吃 或许是因为搭配了柠檬汁的原因吧 可是 我们现在的淡水不太多了 已经用完了一半 如果找不到其他淡水资源的话 明天我们可能就要回庇护所那边了 热巴看了看他们装淡水的竹筒 现在已经用完了一半 这才仅仅过去了一天的时间而已 如果没有淡水的话 是完全生存不下去的 在海边才待了两天就要回去 说实话心中多多少少有些遗憾 还有很多美味的海鲜 没有品尝过呢 看着装淡水的竹筒 陆宇略做思考之后说道 收拾一下 我们去找一下这附近 有没有淡水资源 如果有 话 我们就在海边多待几天 如果没有的话 明天可能就真的要回去了 毕竟一两天吃不到东西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可是 如果没有水喝的话 出现脱水的症状会很麻烦 希望这附近 能够找到淡水资源吧 当然 这种事情基本上全靠运气的 嗯 好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拿上了重要的工具之后 两人离开了营地 小团团吃完三条小鱼之后 看上去也是精神抖擞 屁颠屁颠地跟在了陆宇和热巴的身后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转眼之间 两人就在岛上转悠了一个多小时 遗憾的是 他们并没有找到淡水资源 甚至连干涸的小河床都没看到 看样子 幸运女神 好像并不会永远只站在一个人的身边 呼 好失望啊 找了这么长时间 都没有找到水源 我们好像明天真的得回去了 热巴有些失落地说道 看样子确实如此 我们再稍微找找吧 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话 明天也就只能先回去了 陆宇表现的倒是更加坦然一些 毕竟他知道 想要在这种荒岛上 寻找淡水资源 本身就没那么容易 能够找到的话 自然最好 就算找不到 也不能气馁 因为负面的情绪 只会影响判断和求生 在心态这一方面 陆宇觉得 德爷就是很好的榜样 这家伙就算是情况非常糟糕 一般也不会抱怨 如果能够找到一点蛋白质的话 就会直接高兴地 像一百多斤的孩子 时不时地 还发出给给给的傻笑 稍微休息了几分钟之后 两人继续出发 又走了半个小时 依旧没有找到任何淡水资源 不过刚刚走到海滩的时候 陆宇突然发现了 不远处一排椰子树 我想 我们的淡水问题暂时解决了 看着不远处那十几棵椰子树 陆宇的嘴角 也是露出了一抹笑容 难道这就叫山虫水资宁无路 柳暗花名又一村吗 椰子树在海岛上 那就是天然的淡水资源 不仅能够解渴 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营养物质 如果食物不充足的情况下 椰子肉也能冲击 咦 哪里 在哪里 热巴赶紧四处张望 可是并没有发现任何水源的迹象 当他看到那一排椰子树的时候 才恍然大悟 你是说 我们可以喝椰子之事吧 嗯 就是这样 在这种荒岛上 椰子之也是重要的淡水来源 走 我们过去弄几个 陆宇点了点头 随后两人加快了脚步 朝着椰子树那边走了过去 这么多的椰子树 椰子肯定不少 应该至少足以支撑它们 在这边生存一周 几分钟之后 两人就来到了椰子树下面 眼前的十几棵椰子树 有些长得是直挺挺的 有些则是东倒西歪 不过目测 这些椰子树 最低也有个十米左右 想要徒手爬上去的话 多少还是有点挑战性的 哇 好多椰子啊 抬头看着椰子树上长满了叶子 热巴无比的激动 不过很快 他也意识到了问题 虽然这些椰子树上长满了椰子 但是 每棵椰子树的高度 好像至少在十米以上 如何把椰子从树上摘下来 似乎成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摇下来 好像有点不切实际 爬树 好像有点更不靠谱了 这么高的椰子树 而且下面的部分树干 非常的光滑 没有落脚点 根本就不可能爬得上去 而此时直播间的观众 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雨神 爬上去 加油 你行的 神舟行 我看行 陆宇 操 你们把我当猴子了 目测那些椰子树 至少有个十来米 想要徒手爬上去 有点不太可能吧 恕我直言 对于我们农村孩子来说 这不是小意思 说的没错 小时候我可是我们村的爬树冠军 江湖人称树猴子 这种树根本不在话下 不过现在不行了 呃 抱歉 我做不到 是我拖了农村精神小伙的后腿 因人而异吧 我也是农村的 我不太会爬树 我老公可不是一般人哦 他一定行的 就是就是 陆宇小哥哥绝对没问题 脑残粉 简直毫无理智 可言 如果陆宇真的能徒手爬上这些椰子树 并且成功摘到椰子 我TM直播吃翔 操 又他妈来直播间骗吃骗喝 翔都被你吃涨价了 你自己不知道吗 上次Liflake吃翔的那个死变态 也是你吧 先把上次的吃了再说 操 TM开小号也被认出来了 溜了溜了 直播间的大部分观众 可不觉得 陆宇能够徒手爬上椰子树 摘到椰子 因为这并不简单 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 是极其危险的 万一掉下来 那绝对是妥妥的取一想 不一盖 全村老少等上菜了 原地开席 当然 会上直播间大多数的观众 有如此想法 也是有所根据的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 生长环境太好 就算是那些农村的孩子 三岁开始幼儿园 而且都是爷爷奶奶的心肝宝贝 哪里有机会接触到 爬树这种危险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上一辈人那种活力啊 再点评直播间 看着第三直播间 遇到难题的路雨和热巴 那应再次抓到了嘲讽的机会 随后便是有些阴阳怪气地说道 找到了椰子树却摘不下来 一定非常的难受啊 确实 食物就在眼前 却不能吃的感觉 好像真的不太爽 张子怡也是附和了一声 听到那应那阴阳怪气的语气之后 路哈说道 也不一定就摘不下来 说不定路雨爬树的技术 比较高超呢 切 小路 你不会以为他能爬上 那么高的椰子树吧 难道你看不到那些 椰子树底端的部分表皮 都很光滑吗 连借力点都没有 他怎么可能爬得上去 那应立刻反驳道 他现在对这个路哈 是没有一丁点的好感 只要自己说一句话 这个小别独自立刻就会反驳 在直播间又不能大发雷霆 而自己这个前辈的身份 在这小王八蛋面前 好像并不太好使 道德居然绑架不了他 真是糙了 那姐 要不我们再打赌一次吧 说不定这一次 你可以把之前输给我的50万赢回去 路哈笑眯眯地说道 虽然他不确定 路雨有没有能够徒手爬椰子的本领 但是他就是看不惯那阴这种 一切换到第三直播间 就阴阳怪气的感觉 就算打赌输了 也不算亏 切 那阴撇了撇嘴 显然他并不打算继续赌了 如果再输掉一次的话 自己的一百万可就打水漂了 而路哈这小别独自 就算是输掉一百万 对他来说 好像也不是什么大钱 其实 徒手爬椰子树 并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困难 遥想当年 我就曾经做到过 贝尔突然开口说道 思绪也一下子 就拉到了自己荒野求生的那段时光 那时候的自己 真可谓是意气风发 徒手攀爬十几米的椰子树 下树的时候 裤裆都被磨得直冒火星子 自己那时候 真是个猛男啊 贝尔 你可是荒野求生界的天花板 你能做到 不一定其他人也能做到 至少那个陆宇在你的面前 是毫无可避性的 那因看着陷入回忆中的贝尔 直接来了一个彩虹屁 没有人不喜欢自己被夸奖 贝尔自然也是一样的 这一记彩虹屁 确实让他很开心 而此时在岛上 陆宇 我们要怎么把这些椰子搞下来呢 热巴看一下陆宇 开口问道 反正对于他来说 这些椰子是肯定搞不下来的 十几米高的树 不要说爬上去 看着就让人望而生畏 而且 一旦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的话 到时候吃袭的几率极高 还能怎么办 看样子只能爬上去了 陆宇笑了笑 一脸平静地说道 那淡定的表情 就像是在说一件 微不足道的事情一样 其实刚才他也在想 制作一把镰刀 或许能够 把椰子给拉下来 但是周围看了看 好像并没有比较理想的树干制作镰刀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直接徒手攀爬吧 也算是一种体能训练了 爬 爬上去 这太危险了吧 这些椰子树 足足有十多米高 而且树干这么光滑 没有专业的工具 太危险了 热巴先是一脸惊讶 随后有些担忧地说道 虽然他很清楚 陆宇的身体素质 要比普通人强得多 但是徒手攀爬 十多米高的椰子树 想想 都让人感觉到心惊胆战 万一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 被淘汰掉倒是小事 如果摔出毛病的话 可就太不划算了 想到这里之后 热巴也是赶紧开口劝阻道 要不算了吧 我们不要摘这些椰子了 反正我们现在的淡水 还足够用一天的 等用完之后 我们就回去 虽然这边的海鲜 确实很美味 但是如果为了吃一些海鲜 让陆宇置身于危险之中的话 那他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经过这十几天的相处 在他的心里 陆宇不仅仅是队友 似乎在翘无声息中 多了一些其他的羁绊和感觉 别那么担心 热巴 十几米的椰子树 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危险 恰好我现在也特别想 品尝一下新鲜的椰子汁 看着满脸担忧的热巴 陆宇也是满脸自信地笑着说道 其实想要收集淡水 还有其他的办法 那就是可以通过海水蒸馏的方法 只是那样有点太麻烦了 速度也有点慢 他之前才没那么做 现在 既然已经找到了椰子树 那么不摘几个椰子来品尝一下 好像也有点说不过去 况且 他对自己的身体素质 有着绝对的信心 这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真的有信心吗 热巴 还是有点犹豫和担忧 毕竟这十多米高的椰子树 看着就让人挺害怕的 要是爬到最顶端向下俯射的话 那肯定更加的可怕 当然了 我骗你干嘛 好了 别担心了 看着我表演就行了 陆宇说完之后 挑了一棵稍微有一点点坡度的椰子树 那几棵最笔直的椰子树 想要爬上去 确实有一点点小困难 而且更加的消耗体能 在同样都能得到椰子的情况下 正常人自然都会选择 难度系数更低一点的 陆宇是正常人 自然也不例外 也根本就不顾热巴的继续阻止 蓄力快速助跑几步 当热巴反应过来的时候 陆宇已经出现在了椰子树三四米的位置 我擦 热巴顿时双眼睁地滚圆 一脸的难以置信 刚才发生了什么 怎么一个没注意 陆宇就爬那么高了 而此时的陆宇 可顾不上热巴的惊讶 双手紧紧地抱住椰子树树干 然后快速地向上套弄 姿势虽然不怎么美观 但是速度很快 而此时直播间的观众 也是一脸的猛逼 显然被陆宇这番操作 给惊讶到了 卧槽 陆宇这家伙 是属猴的吧 爬这么快 毕丽惊人啊 陆老狗 你还说自己不会武功 陆宇 抱歉 我只是天生神力而已 这家伙的四肢力量 可不是一般人能相提并论的 把热巴惊讶得都飙国翠了 直播间的观众 也是开始议论纷纷 要知道 这样爬树的方法 可是相当消耗体能的 而且对于四肢的力量 要求极高 由此完全可以看出 陆宇的身体素质有多强 至少超过了现在这个社会中 90%以上的同龄人 谈笑之间 陆宇差不多 已经到了椰子树的顶端 向下一看果然很高 如果掉下去的话 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不过此时 他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双腿紧紧地夹住树干 使用了传说中的铁当弓 然后右手拿出柴刀 框框砍了起来 很快 一个又一个的椰子 就像是雨点一般落了下来 仅仅是五六分钟的时间 一棵树上的叶子 差不多都被鹿鱼给卸了下来 只剩下最顶端的几个 实在是没办法弄下来了 如果爬得太高的话 到时候上面的枝干比较脆 容易发生危险 刚才砍下来的椰子 差不多有30个左右 一棵树上能够弄到30个椰子 已经算是收获满满了 而且边上还有十几颗 所以 没必要为了最顶端的几个 让自己身陷危险之中 这可是极其不划算的做法 随后鹿鱼开始下树 俗话说 上树容易下树难 滑破高子修三年 所以 下树的时候 必须要更加的谨慎一点 万一不小心双手打滑 裤裆磨着树一路滑下来的话 到时候 就算是铁当弓 估计也拯救不了自己脆弱的高子了 只能用上树的方法 四肢紧紧地贴着树干 然后一点点地往下挪动 不过即便动作很轻 大腿的内侧 还是被磨得火辣辣的痛 不过好在鹿鱼 还是顺利地下来了 就是双臂和大腿的内侧 确实磨得有点疼 热巴已经把所有掉落的椰子 都捡到了一起 看到鹿鱼从树上下来之后 也是满脸关切地跑了过来 赶紧开口问道 没事吧 没事 这么点小树 怎么能难得到我呢 鹿鱼也是开玩笑地说道 还说没事 你看手臂都磨成什么样了 别动 看着鹿鱼那红中还透着些许血丝的胳膊 热巴有些心疼 又有些责怪 随后两只手抓住鹿鱼的胳膊 然后轻轻地吹了起来 动作相当的温柔 就在那一刻 鹿鱼居然有一种心动的感觉 卧槽 我承认 我羡慕了 好想和鹿鱼身份互缓 这样我也就能够受到 这样温柔的对待了 首先你得有鹿鱼那样的实力才行 呃 这恐怕有点难 热巴 鹿鱼刚才大腿内侧 好像磨得也不轻 要不 也吹吹 强烈建议 我觉得最受伤的 还是高子 你们是魔鬼吧 而此时在李海第一人民医院 沈月也每天都会观看鹿鱼他们的直播间 此时看到热巴如此温柔地给鹿鱼吹胳膊 原本他应该感觉到高兴才对的 毕竟热巴这个女明星确实非常的不错 很漂亮 也很温柔 而且 女人的直觉告诉他 热巴好像对鹿鱼有点意思 小宇能够遇到这么好的队友 他应该打心眼里高兴的 可是总有一种 自己养了好多年的小白菜 被猪拱了的感觉 好像这样的形容有点不太对 不过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小月 你们家小宇真的好厉害 好优秀啊 好像所有的东西都懂一样 阿姨我活了这么多年 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优秀的男孩子 你是有后福的 这时候临床的张阿姨 也是笑着对沈月说道 其实他们没事的时候 也会看看直播什么的 缓解一下枯燥无聊的住院生活 而第三直播间的陆宇 是沈月的侄子 所以 也会多关注一下 看了这么多天的直播 他确实觉得陆宇非常的优秀 好像不管是哪方面 都是极其优秀的 不管是理论还是实际 都无一不经 这可能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吧 有时候 他甚至都在想 把陆宇介绍给自己的女儿 毕竟如此优秀 又如此能吃苦耐劳的年轻人 实在是不多了 日后必成大气 嗯 小宇确实很优秀 只是可惜 这些年是我拖累了他 沈月笑着点了点头 随后 脸上也是出现了一抹淡淡的忧伤 如果自己这些年没有生病 没有拖累小宇的话 或许现在 他也和其他的同龄人一样 上大学了吧 尤其是现在 小宇一个人在野外吃苦受累 而自己却帮不上任何的忙 很多时候一想到这里 心里就像针扎般的难受 你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人这一辈子 谁还不会生个病呢 小的时候 你照顾了他那么多年 现在轮到他来照顾你 这本 就是人之常情 如果这小子是个无情无义之人的话 也不值得你为他付出那么多 张阿姨再次开口说道 其实他说的话 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真心才能换来真心 如果几年的真心 却换来一只白眼狼的话 那也太难受了 张姐你说的对 小宇确实是个非常重感情的孩子 沈月极其自豪地说道 如果说 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 是让自己感觉到骄傲自豪的 那么一定是小宇 其实和你家小宇一起组队的那个女明星 也挺不错的 以前我对这些年轻女明星 没什么好感 但是这个叫做热巴的女娃 好像和我印象中的年轻女明星 不太一样 而且看她的样子 八成是对你家小宇有意思 张阿姨都已经六十多岁了 江湖阅历无数 对于这些小女孩的心思 自然也是一眼就能看透 那个叫做热巴的女孩 绝对是喜欢陆宇的 不过话说回来 陆宇确实足够优秀 所以有女孩子喜欢也很正常 沈月只能陪笑了一声 随后继续观看直播 岛上 好了好了 热巴你别吹了 吹得我有点痒痒 陆宇有点尴尬地 收回了自己的手臂 热巴这突如其来的温柔 倒是让自己有些无所适从 而且自己的胳膊 确实被吹得有点痒 哦 好吧 不过你要听我的话 这些椰子 已经足够我们再坚持一两天了 所以不要再冒险了好吗 热巴也是赶紧点了点头 随后非常严肃地对着陆宇说道 刚才陆宇 爬在椰子树顶端的时候 自己看着都很危险 很害怕 好吧 那就听你的 我们想个办法 把这些椰子带回去吧 陆宇也是点了点头 自己的胳膊确实磨得 有点火辣辣的疼痛 而且现在三十多个椰子 应该也能让他们多 坚持个两三天 所以暂时就先不打椰子的主意了 碰 而就在陆宇的话音 刚刚落下之后 不远处的椰子树上 突然掉落了一个椰子 我擦 怎么回事 那边的椰子 怎么自己掉下来了 热巴赶紧朝着声音 传来的方向看了过去 随后 则是满脸惊讶地说道 从刚才陆宇砍椰子的情况来看 这些椰子 长得可是很结实的 现在好像也没到椰子 自然脱落的时候吧 难道是被我的 王八之气给折服了吗 然后椰子 自己把自己给吓得掉了下来 陆宇同样是满脸疑惑 嗯 有道理 肯定就是这样的 啪 就在陆宇得意洋洋的时候 再次传来一声响声 一个椰子又掉了下来 走 我们过去看看 陆宇也是好奇地走了过去 王八之气 那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如果自己真有那个本事的话 也不会冒着高子 被磨吐鲁皮的风险 爬上椰子树 站在远处向上眺望 这一看 陆宇的脸上 顿时绽放出花般的笑容 因为他看到 在椰子树的顶端处 有一只椰子蟹 正在辛苦地工作 用自己的大凹 再摘椰子 估计再给自己 储备过冬的食物 陆宇 那是什么东西啊 好大 热巴赶紧好奇地开口问道 他也能够看到 那只比椰子 还大好几倍的生物 因为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所以看上去 有点像怪物一样 那是一只椰子蟹 看样子 他也在给自己储备食物 陆宇回答了一声 随后直接顺手 拿起了自己的弓箭 这么大的 一只蟹梭子蟹 足够他们美美的 饱餐一顿了 而且 椰子蟹的蟹肉 有一种淡淡的椰子香味 腹部的蟹肉 还富含着丰富的脂肪 所以 这东西 不管是味道还是营养 都比昨天釣上来的那些螃蟹 要好得多 椰子蟹 我以前听说过 但是没有见过 这椰子蟹的个头 居然这么大的吗 热巴小声地嘀咕了一声 而这时候 陆宇已经拉弦上剑 So 箭矢飞出的瞬间 椰子蟹坚硬的表壳 也是瞬间被刺穿 在强大的冲击力下 身体也是 直接从十多米高的椰子树上 掉了下来 啪 随后重重地摔在地上 不过这对椰子蟹 并没有造成致命的伤害 只是把自己的一只大鳞 给摔掉了而已 就在椰子蟹 还想逃跑的时候 陆宇上去 就是框框两只油 椰子蟹一瞬间就老实了下来 腿都被踢断了四五根 哇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螃蟹 热巴满脸惊讶 因为这只大螃蟹的两只大钳子 比自己的拳头还要大得多 这和这两天海里面 钓到的那些螃蟹比起来 简直就是螃蟹之王 想想 如果被自己 这两只大钳子加一下的话 伤筋动骨 是绝对免不了的 甚至他觉得这大钳子 一下子都能把自己的小手 逼给夹断 当然 这样的事情 是绝对有可能发生的 因为椰子壳的坚固程度 可一点都不比人的骨头差 这只不过是 未成年的椰子蟹而已 成年的椰子蟹 块头更大 陆宇淡淡地开口说道 椰子蟹最大的 能够长到六公斤左右 但是眼前的这只椰子蟹 看上去 也就只有成年椰子蟹的一半 大概也就在三公斤左右 哎 还没成年 就要出门打工 也是够可怜的 我的天就这块头 还没成年吗 那成年的椰子蟹 该有多大 热巴再一次被震惊到了 看样子自然界中的生物 是远远超过普通人想象的 一只螃蟹 都能找到六公斤重 反正我们两个一顿 应该是吃不完 陆宇也是简单地回答道 成年椰子蟹的 一只大钳子 估计就能让一个人 好好地吃一顿了 而且它的八个爪子里面的肉质 也非常多 虽然有那么一点柴 但是味道却还不错 椰子蟹虽然是杂食动物 但是它们主要的食物来源 还是椰肉 所以它们的蟹肉里面 就会形成一种腌肉的香味 而此时 看着这么大的椰子蟹 直播间的观众 有人震惊 但也有人在听到陆宇的介绍之后 圣母心泛滥 这个世界上 本来就不乏这种人 还没成年的蟹宝宝 就被抓了 呜呜 蟹宝宝好可怜呀 是啊是啊 蟹宝宝那么可爱 为什么要吃蟹蟹 对呀对呀 我们人难道非要吃那口肉 才能活吗 楼上三狗逼 你他妈圣母心泛滥成灾了 阿猫阿狗 不够你可怜的是吗 这种狗东西 口口声声 这可怜 那也可怜的 吃肉的时候 比谁都像 鸡鸭猪羊鱼 不可怜吗 你特么没吃过 这种人 贼昆巴恶心 是挺可怜的 我的建议是 把他爸妈一起装来 一家整整齐齐就不可怜了 我操 楼上狼面 我他妈举双手赞成 楼上这小东西 发现我就看你骨骼惊奇 说实话我以前都不知道 还有椰子蟹这种生物 这东西 要是拿到市面上卖 没有个大几百 估计拿不下来吧 那可不 鲁鱼和热巴 自然是看不到 直播间的弹幕 而且就算是看到 也不会去理会 圣母表无处不在 要是照他们的思路的话 这也不能吃 那也可怜的 人就没活路了 哎 刚才有点太冲动了 看着躺在地上 不怎么动弹的椰子线 鲁鱼觉得自己刚才的行为 实在是太冲动了 怎么说 热巴好奇地问道 抓到了这么大的椰子线 今天中午 可以美美地饱餐一顿了 为什么鲁鱼 还说自己太冲动了呢 应该让他多摘几个椰子的 充分发挥他剩余的价值 鲁鱼叹息道 如果自己刚才多等一会儿的话 说不定 又能多收获几个椰子 终究还是自己的格局太小了 有道理 热巴也是连连点头 椰子线 我擦 你们两个可要点脸吧 来 先喝点椰子汁解渴吧 稍微地休息一下 之后我们就回去 反正现在也知道了椰子树的位置 过几天喝完了再来摘 鲁鱼拿着柴刀 弄开了两个椰子 然后递给了热巴 两人也是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 感觉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喝 隐隐约约间 有那么一股洗锅水的味道 而且也不够凉爽 不过好在能够补充身体中的水分 这也是他们目前最需要的 来团团 你也尝尝 获得椰子汁之后 小团团也是开心的原地打转 这种被重视的感觉 实在是太棒了 喝完椰子汁之后 两人开始朝着庇护所的方向走了过去 之前在岛上漫无目的地寻找 所以花费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现在沿着海滩往回走 仅仅是走了二十多分钟 就回到了庇护所 陆宇 这椰子蟹要怎么做啊 是要煮着吃 还是要烤着吃 看着块头那么大的椰子蟹 热巴也是有点不知如何下手 蟹之大一锅煮不下 如果烤的话 好像容易流失营养 两个大蟹钳和爪子 可以烤着吃 其他的部位 就稍微地分解一下煮着吃吧 尤其是腹部的蟹肉 富含的蛋白质和脂肪比较多 所以煮着吃更有营养 陆宇简单地说了一声 嗯 好 我明白了 热巴点了点头之后 就去干活了 而陆宇 也是在岛上 随便找了一些野菜和树叶 拿到了两只小羊羔子面前 开始喂了起来 仅仅是几天的时间而已 小羊羔似乎长大了很多 陆宇一边给小羊羔喂草 一边也是 无聊地聊了起来 看吧 跟着哥多舒服 想要吃东西 都不用你们自己去找 直接给你们递到嘴边 你们可要快点吃 赶紧长大 最好是长得肥一点 到时候 肉质会更加的鲜美 陆宇一个人自言自语道 两只小羊羔顿时一愣 瞥了一眼陆宇 也不知道 是听懂了陆宇的话 还是巧合而已 随后 开始继续吃了起来 给你们两个取个名字吧 以后宰的时候 也好分辨 你就叫大羊哥 你就叫小羊哥 怎么样 喜欢吧 看来 我还真是一个取名字的高手 对于自己的智慧 陆宇相当的满意 果然 自己是一个极才华美貌 与智慧一身的完美男人啊 而一旁的热巴 听到陆宇的自言自语 也是投来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虽然你很帅 很厉害 但能不能别自己说出来啊 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 蟹肉也煮熟了 这就是他们今天中午的午餐 陆宇 蟹肉 已经煮好了 赶紧过来尝尝吧 热巴开口喊道 不过此时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品尝一下椰子蟹肉的味道了 不知道是不是比昨天的那些小螃蟹 好吃一点 好 来了 陆宇应了一声之后 就走了过去 随后品尝起了蟹肉 椰子蟹的肉质 还是不错的 而且仔细品尝的话 确实能够品尝到一股淡淡的椰子味 这自然和椰子蟹 长期食用椰子肉 有直接的关系 对了 陆宇 刚才我听到 你给两只小羊羔起名字 大羊哥和小羊哥不太合理 要不就叫大羊哥和小羊弟怎么样 热巴一边吃着蟹肉 一边笑着说道 好 你说了算 对于这个事情 陆宇自然是无所谓的 刚才也只是 无聊随口一说而已 反正都是食物 当个当地总的 先走一个 此刻第三直播间的画面 看上去格外的温馨 而在点评直播间 大多数的弹幕 都是让贝爷评价一下 目前剩余的这些选手 他们谁能够坚持到最后 毕竟贝爷是专业的 所以他可能比普通人了解的 更加透彻 能够观察到一些 普通人观察不到的细节 贝爷 直播间大多数的观众 让你分析一下 目前各组选手的情况 哪些选手最被看好 你能不能发表一下 你的看法 因为贝爷 根本就看不懂中文 而且弹幕滚动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所以陆哈也只能 给贝爷当起了翻译 其实他也很好奇 到目前为止 哪些选手最被贝爷看好 自己和那英 张子怡三个 只不过是 滥鱼冲术的导师而已 真正懂荒野求生的 也就只有贝爷一个 好吧 既然大家这么有兴趣的话 那我就稍微地分析一下 不过这些 都是我个人的见解 我无法预测未来 所以大家也不要认为 我说的一定就是 最准确的答案 贝爷也是点了点头 略微有点谦虚地说道 不过他说的 也是事实 因为荒野中的 情况瞬息万变 危险也是无处不在 有时候 或许看着某一组 选手情况非常不错 求生的进展 也非常的顺利 但是一个小小的意外 就可能会让他们 被淘汰掉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而是事实 荒野求生 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嗯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的 陆哈也是赶紧点了点头 这时候 贝爷也开口说道 首先我最看好的 就是陆宇那一组 因为从上岛到现在 陆宇就表现出来了 很强的荒野求生能力 而且他的身体素质 非常的强悍 甚至远远的超过了 大部分的特种兵 以上两点 对于荒野求生者来说 非常的重要 虽然热巴选手 没什么荒野求生的能力 但是我觉得 陆宇一个人 完全可以顶得上两个人 所以他们两个 也是我目前最看好的一组 而且 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 第三直播间的求生非常的顺利 到现在为止 他们几乎没有为食物发愁过 贝爷也是 非常认真地分析起了 第三直播间的现状 陆宇拥有着超强的荒野求生能力 和身体素质 这两点 已经让他在气跑线上 远远地领先了其他选手 其次 他们的运气也非常好 几乎每一次出门 都会有所收获 要知道 荒野求生 运气也很重要 接下来就是吴京和黄雷他们 对了 还有第五十组的那一对姐弟 哦对了 还有第十七组的麻雀姐和赵小谷 那个麻雀姐我以前看过她的视频 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性荒野求生者 我很佩服她的勇气和破裂 接着 贝爷又说了七八组选手 其中明星选手有吴京和李晨 黄雷 黄博 吴三十和赵小谷 贝爷也是着重地 说了第十七组和赵小谷组队的麻雀姐 喜欢荒野求生的 大多数人应该也是有所耳闻 国内荒野求生女性第一人 和德爷一样 求生只带一撮毛 也是一个猛人 还有好几组荒野求生经验 比较丰富的普通选手 虽然他们的求生之路 没有路与他们顺畅 但也很好地体现出了 他们荒野求生的经验和能力 目前来说 这十二组选手 是我比较看好的 当然 目前还没有被淘汰的任何一组选手 都有取得最终优秀的机会 贝爷的回答 可以说是滴水不漏 虽然直接地说明了 自己比较看好的选手 但是最后也说了 任何一组没有被淘汰的选手 都有获胜的几率 这样的回答 让所有直播间的粉丝都很欣慰 贝爷 那你觉得 谭哲和杨颠峰两位选手的表现怎么样 他们两个有没有坚持到最后的可能性呢 路哈笑着问道 谭哲和杨颠峰是第44组的选手 这两人完全走的就是搞笑路线 啊 贝爷的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 与其稍微顿了顿之后接着说道 根据我的推测 他们两个应该会在三天之内 自己主动退出 他们也好几次切换到第44号直播间 那一组的两位选手 简直就是两个 火宝 憨屁 50块钱的启动资金 直接被他们买了一箱泡面和一个打火机 然后靠着一箱泡面坚持到了现在 不过他们的泡面应该也快吃完了 泡面吃完的那一天 也会是他们主动退出的时候 虽然这两个人荒野求生的能力虽然不咋地 但是搞笑的本事却不小 至少也给大家带来了欢乐 也让他们第44直播间的流量相当可观 哈哈 那我们看看他们两个在干什么吧 说实话 我还挺喜欢看他们直播间的 路哈说完之后 把直播间切换到了第44直播间 而第44直播间的两位精神小伙 此时正在整活的路上 弹者走在前面 两人看上去比较警惕 好像前面有什么危险的东西一样 噓 放慢脚步 小心把他惊动了 弹者朝着后面的杨巅峰做了个虚的手势 随后两人小心翼翼地向前走 摄像头似乎为了配合他们 也是烘托出了一些紧张的气氛 并没有把他们眼前的东西直接暴露出来 就在所有直播间的观众都期待着两个憨批要整什么活的时候 兄弟们快看我们发现了什么 哇哇哇 全是一包野生泡面 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现在要放缓脚步 小心地靠近 不然会惊吓到他 对 就像我这样 一定要小心 随后向前一扑 哇 抓住了抓住了 黄天不负有心人 大家快看 是一包纯野生的泡面 我们食物的问题解决了 现在只要脱了方便面的这一层塑料衣服 这里面的面就是可以直接吃的 就像这样 非常温柔地放进嘴里 慢慢地嚼碎 而此时直播间的观众一脸猛逼 似乎每一个观众的脸上 都写着三个大大的草迷码 哦 卧槽 我特别要吃吐了 嚼了几口干方便面之后 弹者直接吐了出来 太他妈难以下咽了 整整吃了12天的泡面 现在看到泡面 就有种想吐的冲动 我日 这两个真尼玛人才 虽然荒野求生的能力弱的一批 但直播被他们两个玩得明明白白的 节目效果拉满 这两行批是懂直播的 我操 我TM刚才还以为他们发现了什么猎物 说实话 我还挺喜欢看他们两个直播的 又下饭又搞笑 谁说不是呢 看直播不就是为了开心吗 泡面吃到吐 是一种什么体验 吉吉哥来告诉你 而看到第44直播间的 直播画面之后 贝爷一头黑线 这两个家伙 真是一对火宝 不过能光靠泡面 在荒岛上坚持12天 也算是精神可嘉 值得表扬 尤其是看到谭吉吉 刚才那呕吐的动作 居然有那么一丢丢的可怜 因为那种来自于灵魂深处的反感 绝对是装不出来的 这两个太逗了 每次都能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 不知道贝爷你发现没有 他们好像在 模仿你荒野求生的套路 陆哈笑着说道 这种事情贝爷自然是发现了 自己居然被他们模仿成这样 真的好气啊 呃 贝爷一脸无语 难道自己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 就是这样的吗 不过算了 自己能够在教导别人 从荒野中回归都市的同时 还能够给他们带来欢乐 似乎也挺不错的 岛上 呸呸呸 杨哥 这方便面 我真的是一口都吃不下去了 娱乐了这么多天 我们还是回去吧 谭者吐出了嘴里的方便面 可怜巴巴地说道 这一次的可怜 倒不是装出来的 而是吃了12天的方便面 实在是有点吃不下去了 方便面这东西 偶尔吃一包的话 还是非常美味的 但是如果天天吃的话 能够连续坚持 一周的人已经算是很厉害了 而他们两个 却直接坚持了12天 也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毅力 好吧 其实我和你一样 也是一口都吃不下了 现在玩也玩够了 荒野生活也体验过了 是时候该回去了 虽然没有拿到一个月的奖金 不过这一个月 还是挺开心的 杨巅峰也是点了点头说道 虽然他们很想坚持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这种情况实在是坚持不下去 一箱方便面 也就只有24包而已 就算两个人一天只吃一包 也坚持不到一个月 更何况 现在实在是吃不下去了 嗯 说的对 虽然奖金很重要 但是开心也很重要 既然无法坚持下去 那就开开心心的退出吧 直播间的所有叔叔阿姨兄弟姐妹们 我们要退出了 有缘再见 两人简单的商量之后 也是一拍即合 不得不说 这两个人真是臭味相投 很快就做了决定 拿出了卫星求救电话 联系了救援人员 伴随着快艇的轰鸣声 很多第44直播间的观众 也真实地感受到了快乐 因为这两兄弟 实在是太会整活了 虽然一开始 带着一箱方便面上岛的时候 备受诟病 但最终的效果 好像还不错 而此时在第二直播间的 吴京和李晨这边 两人的求生越来越稳定 他们刚上岛的时候 那片区域的食物 其实并不是很多 唯一能够吃到的肉 也就是一些山鼠和竹鼠之类的 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 吴京也是坚决地选择 再次寻找其他的营兵 因为那边的食物资源 实在太过于匮乏 如果一直留在那里的话 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淘汰 而他们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 食物资源比较丰富 有大量野鸡活动的区域 而且就在前两天 两人还利用陷阱 抓住了一只未成年的野猪佩奇 虽然野猪佩奇的个头不大 但是省着点吃 吃个十天是没什么问题的 而且庇护所也实现了重建 毕竟两人身体都比较壮实 体能比较充沛 干这些众活的时候 两个人合作 肯定比一个人要更快一点 毕竟一个人只有一双手而已 金哥 现在我们两个 应该是生活的最好的了吧 不愁吃不愁喝 庇护所也搭建的这么完美 看样子 这次最终的优胜 已经是囊中之物了 李晨一边满嘴流油地吃着排骨 一边得意洋洋地说道 其实这也不能怪他过于自负 自从他们搬到这片区域之后 好像就连运气都变好了 每次出去都能够打到猎物 这几天根本就没有 为食物放过仇 我们现在的生活确实不错 短时间之内 也不用为食物担忧 而且我们的狩猎陷阱 也很给力 但是要说最终的优势 现在说 还有点为时过早了 毕竟参赛的选手那么多 其中肯定不乏荒野 求生经验丰富的选手 我一直都相信 高手在民间这句话 吴京则是比较低调地笑着回答道 其实他的心里 也确实是这样想的 总共有一百组选手 那么这一百组选手里面 也许有一些隐藏的荒野求生高手 现在求生的时间 才过了12天而已 根本就下不了定论 金哥 你就是太低调了 李晨笑着摇了摇头 虽然他知道 低调是一件好事 但有时候过分的低调 也不太好 就会给人一种狠装的感觉 当然 这种话 他肯定是不会当面说的 毕竟想要从这种荒岛上生存下去 还要依靠金哥 对了 不知道 我们刚刚上岛的时候 那个得意的小子 现在怎么样了 会不会已经淘汰了呢 李晨继续说道 看那家伙的小身板 就知道 没什么荒野求生的能力 而且也没什么力量 再加上一个热巴这样的花瓶 能够坚持一天 应该算是比较幸运了吧 现在应该早就躺在家里看直播了 这种可能性 还是比较大的 吴京也觉得 那个第三组的选手 应该差不多已经淘汰掉了 他之所以这么认为 原因其实很简单 如果那个小子的队友 是个男生的话 可能能坚持比较长的时间 但是对于热巴 他确实不抱希望 一个女明星 完全就是花瓶一般的存在 根本就不指望 他有什么荒野求生的经验 或者技能 说的更难听一点 只会成为累赘而已 算了算了 我们不用讨论其他人 好好地当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吴京也不想继续谈论其他人了 反正他一直都觉得 一切皆有可能 自从登上这片岛屿的那一刻起 每一组选手 都有坚持到最后的希望 而且 自从几年前 被小鲜肉的粉丝攻击之后 他现在很多时候 也不敢去评价其他人了 当然 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没那种必要 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了 没必要去讨论其他人 嗯 金哥说的对 吃完之后 我们就要去检查捕猎陷阱吗 李晨也是点了点头 没有再继续多说什么 自己必须要在吴京的心中 留下好的印象 因为自己前段时间 和前女友分手之后 说实话 人设和口碑 都下滑了很多 而且之前插刀叫 送新型石头的事情 也被一些热心的网友 给扒了出来 给自己扣上了一顶渣男的帽子 他必须要尽快想办法 整出一些大一点的动静 到时候 让所有人把目光 从这件事上转移过去 而他所想的这件大事 就是能够参演吴京最近 再筹集的战损三 这可是大IP电影 一旦自己能够参演的话 就算是担任个难二难三 到时候票房爆炸 自己不仅口碑能够逆转 同时 身价也会水涨船高 再加上这段时间 在直播间的表现 积攒足够多的人气 绝对能够打一波 非常漂亮的翻身仗 吴京最喜欢的演员 可就是那种能够吃苦耐劳的 而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估计他也感觉到了 自己的男子汉气感 嗯 吃完我们就过去吧 吴京点了点头 而此时第17号直播间 明星选手赵小谷 和麻雀姐也生活得很不错 因为麻雀姐本身就拥有着 极其丰富的荒野求生知识和经验 曾经知甚一个人 挑战过荒野求生100天 虽然没有坚持到最后 但这也足以表现出 他荒野求生的超强实力了 而且也得到很多粉丝的认可 被很多荒野求生爱好者 称呼为国内荒野求生女性第一人 而这个称呼 他确实是实至名归 而此时在第三组这边 陆宇和热巴 已经差不多把一只椰子蟹 全部消灭掉了 当然也分给了团团一些 这小家伙的胃口 好像变得越来越大了 就连个头都稍微长了一些 啊 好饱啊 吃饱喝足 躺在沙滩上晒着目光玉 真是让人感觉到身心愉悦 热巴双手抱着后脑勺 躺平在沙滩上 也是不由地感叹了起来 刚才整只椰子蟹 都被他们吃完了 然后又喝了两个椰子汁 晒着暖轰轰的太阳 能够让人感觉到 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荒野求生能够如此悠闲的 除了他们两人之外 应该没多少选手能够做到了吧 是啊 真舒服 陆宇也是闭着眼感叹了一声 说实话 上岛的时候 他确实没想到会如此的轻松 现在感觉这样的日子 就算是坚持一年 也没有任何的困难 淡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他们可以在海滩上多待几天 就这样 两人足足休息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因为食物比较充足 完全没必要为食物担忧 休息得差不多之后 陆宇突然坐了起来 随后对着热巴说道 要不我们再蒸留一些淡水吧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就当作个简单 小实验 休息得差不多之后 就会感觉到无聊 而且在荒岛上没事情可干的话 这样躺着确实很枯燥 还不如找点事情来做 虽然那些椰子树 能够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淡水 但是未雨绸缪 绝对是没错的 多储存一些淡水 能够让他们的求生之路更加的顺畅 就算是不成功也无所谓 没有多大的影响 嗯嗯 具体怎么弄你 教我一下吧 到时候这件事情交给我 热巴也是赶紧坐了起来 点头说道 虽然自己对荒野 其实没什么经验 而且专业技能更是少之又少 但自己也有自己的优点 那就是能够吃苦耐劳 力量比较大 特别耐干 只要陆宇告诉自己 蒸留淡水的原理 那他的行动力和执行力 绝对是妥妥的 等会我简单地弄个装备 到时候看看能不能蒸留成功 陆宇说完之后就去准备了 因为之前去海边石荒的时候 找到了好几个矿泉水的瓶子 现在也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首先就是用一个矿泉水瓶的瓶口 和锅盖的出气孔连接起来 然后再在这个矿泉水底部的侧面 开一个小孔 能够顺利地 让另一个矿泉水瓶的瓶口镶嵌进去 这样两个矿泉水瓶 就会形成一个七字形状 再把第二个矿泉水瓶的底部 这样的话海水在煮沸之后 蒸汽就会进入矿泉水瓶中 然后冷凝产生水滴 最后从第二个矿泉水瓶的出水口滴下来 最后滴进叶壳里 当然 第二个水瓶里面可以找一些能够净水的物质 比如像木炭 细砂 又或者布料什么的 因为这样 能够有效地隔离水中的一些杂质 不过陆宇并不打算弄那么麻烦 因为蒸留出来的冷凝水 本身就很干净 而且 这也只是简单的小实验而已 成不成功都无所谓 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 仅仅是十几分钟的时间 陆宇就已经把简单的蒸留设备给弄好了 好了 就这样吧 你去打一些海水过来 然后开始煮沸 让它一直蒸发就可以了 至于能不能成功 我们等会再看结果吧 装备好最简单的蒸留设备之后 陆宇也是把接下来的工作交给了热巴 因为这种小事热巴完全可以完成 而自己还有其他的活要做 好嘞 交给我吧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做这种小事情 他自然是自信满满 反正也没有任何的技术可言 就是不断地打水 然后食柴火生火而已 嗯 我去找一些材料 今天争取做个木筏出来 等明天 我们可以去看看海上的环境 顺便看看 能不能装一些龙虾什么的 鱼和螃蟹 它们已经吃了几顿了 虽然味道不错 但是如果能够更换一下口味的话 自然是更好的 而如果能够捕捉到几只大龙虾的话 那自然是更令人开心的事情 之前 系统就奖励了游泳技术 这时候 也是展示一下的最好机会 木筏 龙虾 好嘞好嘞 你赶紧去吧 嘻嘻 一听到龙虾两个字 热巴瞬间眉眼揭笑 龙虾确实更好吃 而且营养也很好 嗯 鲁鱼点了点头之后 随后拿着砍刀 进入了丛林之中 在这个荒岛之上 最常见的就是各种植物和树 所以 很快就能够收集到 制作一个木筏的材料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鲁鱼往返了好几趟 终于是长回来了 二十多根粗细和长短 都差不多的木材 制作一些简单的木筏 应该是没问题的 不过 还需要找大量的藤条 和容易弯曲的树枝 毕竟 如果能在木筏上 安装一个能够遮凉的小亭子 这档次和舒适感 蹭的一下就提上来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转眼之间 已经过了差不多三个小时的时间 海水蒸流的速度 很慢很慢 这么长时间 蒸流出来的淡水 也只是装满了三个椰子壳而已 而鹿宇 还在忙着制作木筏 淡得热火朝天的 其实 制作木筏的过程 还是比较简单的 先把所有准备好的木材排排放 然后再用坚韧的藤条 在木材中来回地穿梭 紧紧地固定住 为了确保木筏 不会出现松散散架的情况 发生意外 鹿宇每隔30公分 就会用藤条 将木材固定一遍 这样的话 就算是有些藤条发生疏散的情况 也不会导致鹿滑散架 虽然理论非常的简单 但是实践起来 还是非常浪费时间的 三个多小时的时间 鹿宇的工程量 也只是完成了一半而已 不过好在 他们现在时间很充裕 因为食物很充足 所以完全可以细工出慢活 鹿宇 你快点过来 尝尝我们的蒸馏水吧 看看味道如何 能不能直接饮用 就在这时候 热巴的声音响了起来 足足三个小时 自己已经大汗淋漓了 蒸馏出来的淡水 也只装满了三个野壳 他甚至觉得 自己蒸发的汗水 都比蒸馏出来的淡水要多 这一滴一滴的网出茂 速度实在是太慢太慢了 嗯 好 鹿宇只能点了点头 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随后走到了热巴的身旁 热巴也是赶紧把一个 装满淡水的椰壳 递给了鹿宇 鹿宇尝了一口 虽然说 经过蒸馏的海水 已经没那么咸 没那么难以下咽了 但是却依旧能够感觉到 淡淡的咸味 而且 腥味是比较重的 这就说明 尽管是经过蒸馏之后 咸味并没有完全去除 腥味也非常的重 噗 鹿宇直接一口吐了出来 这种味道和淡水 完全不一样 说实话 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它是不会喝这种水的 而且 它们现在淡水资源还算丰富 不远处 还有十几棵椰子树 上面的椰子 足足有几百 足够它们支撑很长的时间 没必要冒险 去喝这种水 怎么了 不好喝吗 热巴好奇地问道 自己足足忙活了三个多小时 难道蒸馏出来的淡水 不能饮用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也太悲催了 这水的味道 确实有点一言难尽 要不你来尝尝 陆宇开口说道 如果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身体已经开始脱水 又或者是完全无法找到淡水资源的情况下 或许它会接受海水蒸馏之后的淡水 不过现在它们有淡水 这种蒸馏之后的淡水 自然无法下咽 也许这就是那些捕鱼的船员 为什么不在它们的渔船 只想安装一个蒸馏装置 而是要买大量的矿泉水 和纯净水的原因吧 因为口感和纯净水 以及矿泉水 确实有着很大的差别 好吧 那我尝尝 热巴也是点了点头 随后拿起椰壳 轻轻地抿了抿 果然还是有一种淡淡的咸味 而且腥味太重了 这种水确实让人有点喝不下去 赶紧吐了出来 算了 这水不喝也罢 等我们淡水用完之后 我们就回去吧 热巴也是立刻摇头说道 如果要一直喝这样的水的话 确实让人有点受不了 而且不知道 里面有没有难以溶解的物质 要知道 海水里面的很多沉淀物 对人体都是有害的 嗯 看来你白白辛苦 这么几个小时的时间了 抱歉哈 我应该早点尝尝的 陆宇也是有些抱歉的说道 毕竟 热巴被足足烤了三个多小时 没事没事 这有什么啊 你之前也不知道 蒸馏出来的海水 是这个味道 热巴连连摇头说道 反正也只是一次尝试而已 好了好了 我们还是继续 去制作木筏吧 等椰子吃喝完之后 我再去摘几个就好了 说完之后 陆宇开始继续忙活 在明天之前 一定要把木筏制作出来 现在应该也就是 下午三四点钟左右 还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 应该足够了 而此时在点评直播间 贝爷 我之前好像看过你的一期 海岛求生视频 你好像也使用过 通过蒸发的方法 把海水变成淡水 可是刚才看陆宇和热巴的脸 这好像有点难以下咽呀 陆哈一脸好奇地 看着贝爷问道 如果自己记得不错的话 贝爷喝得很开心 而且看上去 好像很好喝的样子 这种事情 连隔壁的德爷也做过 通过蒸馏的方法 让海水淡化 将海水中的杂质和盐分 进行沉淀 好像那位也说 嘎嘎好喝 难道是因为他们喝的 不是同一出海水的员工吗 啊 贝爷愣了愣 随后脸上浮现了尴尬的神色 海水通过简单的蒸馏之后 咸味和腥味自然是有的 肯定和真正的淡水 还是有所区别的 自己想向观众表达的意思 是可以通过这种方法 短暂地保密 因为在出现脱水的症状之前 补充一下水分 可以让人坚持更长的时间 更好地创造求生的机会 小鹿啊 既然你看过我以前求生的视频的话 那你应该也看过 我生吃小蛇 还有各种昆虫甚至青蛙的场面吧 我说嘎嘣脆鸡肉味 蛋白质是牛肉的十倍 味道非常的鲜美 难道你们就真的认为 那些东西比鸡肉和牛肉还要好吃吗 贝爷一个反问 直接把路哈给问问住了 那些东西 自然没有煮熟的鸡肉和牛肉好吃 只不过万不得已这些 或者是在极其饥饿的情况 能够下咽 能够补充一些蛋白质 恢复体能而已 如果真的相信的话 那就多多少少有点傻 如果真的那么好吃的话 估计自己吃过的那些小可爱 早就快灭绝了 哈哈 贝爷说的也对啊 路哈只能尴尬地笑了笑 当初看视频的时候 自己还以为是真的 现在看来 贝爷的大部分粉丝 都快被忽悠瘸了 人家只是在传授绝境中 如何生存 然后返回都市的技巧而已 自己居然当真了 而此时在第三直播间 观众也分成了两波 有些人认为 海水蒸馏之后 得到的淡水和纯净水 是没什么两样的 根本就没有腥味和咸味一说 但是也有一批网友表示 他们亲测过 就算是海水经过蒸馏 味道也和淡水完全不一样 一时之间 直播间也是激烈地讨论了起来 甚至也有很多人表示 他们曾经就荒野求生 海水蒸馏出来的淡水 根本就没有味道 怀疑热巴和陆雨 应该是某个步骤出了错 又或者说 他们根本就是在骗人 不过对于这种弹幕热巴和陆雨 自然是看不到的 而且就算是看到他们 也不想理会 蒸馏之后 海水是什么味道 他们心知肚明 那我现在还需要继续蒸馏吗 刚才我发现 那些海水蒸发之后 下面全是晶体 那些应该就是从海水中 提炼出来的海盐吧 其实就算是蒸馏出来的淡水 不太好喝 但是这些盐 我们应该能用得上吧 热巴开口问道 虽然在上岛的时候 他们就买了两袋盐 但是经过这十几天的求生 他觉得他们 完全有实力生存到最后 这两袋盐后面应该是不够的 现在也刚好在海边 正好可以提炼一些海盐 到时候 也可以解决缺盐的问题 暂时没那个必要 海水中提炼出来的海盐 味道非常的苦涩 而且里面还有大量的 氯化镁和硫酸钙的难容物质 想要把这些物质去除的话 步骤和工序都很麻烦 现在我们的盐 还能支撑至少两个月的问题 等到时候用完了再说吧 陆宇摇了摇头说道 因为他们没有专业的工具 想要把海盐提炼成可实用的盐 可没那么简单 等过段时间 他们的条件好一点了 或许提炼海盐速度会更快一点 哦 那行吧 热巴也赶紧点了点头 这些事情 他确实有点不太懂 因为以前他看过一些穿越剧 都是直接提炼海盐直接吃的 所以对于所谓的氯化镁和硫酸钙这些物质 基本上没什么了解 好了 我们一起来制作木筏吧 今天晚上把木筏做好 明天就可以去海上欣赏一下不一样的风景了 陆宇摇完之后 转身又去忙活了 而热巴也赶紧跑过去帮忙 所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两个人动手效率果然更高 更快一点 仅仅是花费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木筏已经完全成型 那么这接下来 就是给木筏安装一个亭子 原本陆宇的打算是准备搭一个类似于拱桥形状的小亭子 但是想了想 这样有点太麻烦了 而且 找到的任性大 可弯曲的树木也没那么多 所以 最终也只能换了一个思路 就像搭建庇护所一样 搭一个正方形的小亭子 然后 上面用芭蕉叶封一下顶就可以了 反正也只是简单的遮一下阳光而已 没必要弄得那么讲究 就这样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转眼之间 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过去了 而陆宇他们的木筏 也终于制作完成 就连木筏上面的小亭子 也已经完成了 呼 终于完成了 没想到这么点东西 花费了我们一个下午的时间 看着成型的木筏 陆宇也是 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对于自己的劳动成果 还是颇为满意的 就得明天试一下下海之后的效果 真漂亮呀 像那小房子一样 看着这个木筏 我突然想起了 新白娘子传奇中许仙 和白娘子初见面的画面 热巴看着眼前的木筏 那眼神 也是喜欢的不得了 试想一下 明天他们可以乘坐着木筏 在海上游玩嬉戏 然后吹着海风 欣赏着辽阔的大海 还不用遭受风吹日晒 想想都感觉是一种享受 如果如陆宇之前所说 再能抓住几只大龙虾的话 那就更加的完美了 既然你都说起 白娘子和许仙了 那么看来我高低得 给你整两句了 哈哈哈哈 西湖美景三月天嘞 春雨如九柳如烟嘞 制作木筏的过程 实在是太过于无聊 陆宇这时候 也来了些许的雅兴 竟然说起了白娘子和许仙 那么这经典名曲 肯定是少不了的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首难迁 就在这时候 热巴也不受控制地唱了起来 或许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吧 当别人唱出上一句的时候 自己就会忍不住地 唱出下一句 尤其是这种 男女双唱的歌曲 真的很难把持得住 两人就这样 一句我一句 居然把一首歌 完完整整地给唱了下来 而此时 直播间所有的观众 都是一脸的猛逼 卧槽 我TM这是乱入经典怀 旧音乐频道了吗 哇 这熟悉的曲子 一瞬间就把人的思绪拉 回了小时候 太熟悉了 想起了小时候 天天去别人家 蹭着看电视的场景 好好听啊 陆宇和热巴唱的 都好好听 我感觉陆宇的唱歌 完全可以媲美 那些专业歌手了 这唱功和完美的嗓音 直接碾压那些 所谓的专业歌手好吧 好喜欢这两人的风格 如此优美的音乐 是不花钱 就能听到了吗 强烈建议陆宇 赶紧回来 然后出唱片 我绝对买 算我一个 加2 加10086 哇 我太爱陆宇和热巴了 强烈建议 他们两个原地拜堂吧 陈复义 正准了 而此时第三直播间的 在线观看人数 居然突破了1000万 其实观看的人数 越来越多 除了陆宇和热巴 很受欢迎之外 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伴随着 求生的时间越来越长 有一部分的选手 已经被淘汰掉了 所以 那些被关闭直播间的观众 也会转战其他的直播间 而人气排名 在第一的第三直播间 自然也成了很多观众的首选 陆宇和热巴的歌曲 也唱完了 此刻 两人相互看了一眼 热巴居然脸一红 突然有种来电的感觉 尤其是刚才这首歌 更是让气氛变得唯妙唯笑 空气中 似乎都弥漫着一股 荷尔蒙的味道 啊 那个 我刚才没忍住 热巴只能尴尬地说道 因为这种最唱的歌曲 就是有这种该死的魅力 会让人不受控制地接下一句 没事 我也没忍住 陆宇只能笑着回答道 反正正看到自己的这个木筏 然后听到许仙和白娘子之后 就鬼使神差地唱得出来 那个 要不我们去看看 捕鱼陷阱和捕蟹龙 有没有收获吧 热巴赶紧转移话题道 好 走吧 陆宇也点了点头 随后两人朝着礁石的方向 走了过去 今天一天没有检查这两个陷阱 收获应该会相当的不错吧 走到礁石堆旁边的时候 鹿鱼把捕鱼陷阱和捕蟹龙都拉了出来 这一次捕捉到的鱼并不是很多 可能是之前没有继续添加饵料的原因 不过 其中有三条鱼个头很大 看上去有一斤多重 还有几条就是个头比较小的小鱼 至于螃蟹的话 还是那么多 把所有的鱼拿走 同时拿了六七只螃蟹 两人回到了庇护所 陷阱中放了一些饵料之后 再次放回大海 在他们没有离开海滩之前 这些陷阱都是食物的重要来源 如果明天无法捉到龙虾之类的海鲜的话 也不至于出现没有食物可吃的情况 简单地吃过晚餐 把三条大一点的鱼烟熏成熏鱼之后 两人很快就相拥而眠 一夜无话 清晨的微风带着几分凉意 周围的树叶被吹得沙沙作响 天蒙蒙亮的时候 鹿鱼就醒来了 叮 宿主可进行十五天签到 请问是否签到 就在刚刚睁开眼的时候 系统的电子合成音响了起来 鹿鱼也是恍然大悟 自从第十天签到之后 现在已经过去了五天的时间了 正好第十五天的时候 也可以进行签到 不知道今天 签到能获得什么好东西呢 签到 随后也是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在脑海中下达了指令 签到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 身体强化剂星号2 动物清合LV1 自身魅力加1 系统的电子和成音 再一次想了起来 对于身体强化剂 和自身的魅力 其实很好理解 而且身体强化剂 绝对是好东西 加上上一次签到 获得的身体强化 它现在总共有四分 就是这个动物清合 难道是能够增加自己 和动物之间的好感度吗 做主 动物清合 可以让动物 对您产生一定的清合力 和信任感 因为您目前动物清合的等级太低 所以这种能力 只对小型动物 或者是圈养动物有作用 对于大凶猛动物 是没有用的 似乎是知道了 路语的不解和疑惑 系统的电子和成音 也很快在脑海中想了起来 原来是这样的 看来和我理解的差不多 不过这种能力似乎有点鸡肋 目前来说 好像派不上太大的用场 路语也是若有所思的想到 如果这种动物清合的能力 对大型食肉动物有用的话 或许遇到危险的时候 还能发挥一些作用 但是如果只对小型动物 和圈养的动物有用的话 目前来说 确实派不上太大的用场 不过算了 技能这种东西 肯定是有剩余无 系统 继续使用两份身体强化剂 片刻的思索之后 路语再次使用了 两份身体强化剂 因为它现在总共还剩下四份 所以完全可以先使用两份 然后剩下的两份已被不时之需 在这种危机四伏的荒野中 让自己变得更强壮 绝对是最明智的选择 因为这样的话 在任何危机中 自己都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好的素着 身体强化剂使用成功 系统的电子合成音连续响起 这次路语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痛楚 反而有点爽 或许是因为之前 身体就被强化过的原因吧 就和某种事情一样 慢慢的这种痛苦 就会被爽感取代 真是验证了那句古话 回腾 二回麻 三回四回 直打无二 身体强化剂使用成功之后 热巴也是紧随气候地醒来了 刚开始的时候 热巴确实起得有点晚 但是经过这么多天的习惯 现在 几乎路语起床之后 他就能够感觉到 早啊 路语 热巴睡眼惺忪 习惯性地跟路语打了个招呼 早 路语也是笑了笑 刚才使用过身体强化剂之后 让他的身体无比的舒适 而且 四为属性 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心情自然也是非常不错 咦 路语 你好像和昨天 有点不太一样了 揉了揉自己 腥松地双眼之后 热巴有些惊讶地说道 他甚至怀疑 是不是自己没睡醒 产生了幻觉 嗯 不一样 有吗 路语 有些惊讶地问道 难道 自己使用身体强化剂 居然被热巴看出来了吗 变化 应该没那么大吧 嗯 有 真的有 你好像变得比昨天帅了 热巴非常认真的点了点头说道 这可不是鳄鱼奉承 而是确有其事 刚才他还怕是 自己出现了幻觉 使劲地擦了擦自己的眼睛 可再三确定 路语 确实比昨天变得更帅了 虽然不知道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吗 哈哈 可能是你的错觉吧 又或者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因为你喜欢上我了 所以情人眼里出攀安 你懂得 路语笑了笑 开玩笑地说道 不过 很快他也意识到 或许是刚才系统奖励的缘故吧 魅力加一 效果居然如此的明显吗 热巴刚刚睁开眼 就发现了自己的不同 奶 哪有 我说的是真的吗 热巴顿时 羞涩地低下了头 可是路语 真的是变帅了 难道真的是自己的错觉吗 又或者自己真的 喜欢上了路语 情人眼里出攀安 好了好了 我就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赶紧起床 我们去洗漱吧 今天还要下海呢 看着热巴那羞涩的模样 路语忍不住地笑了笑 随后走出了庇护所 热巴也是赶紧紧随其后 而路语 刚刚走出庇护所的时候 一天的直播也正式开始 一些直播间眼见的网友 也是很快就发现了路语的变化 我去 姐妹们有没有发现 咱们的老公 好像比昨天好看了 对对对 我也刚想说来着 确实比昨天更帅了 我也有这种感觉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是我们集体出现了幻觉吗 你们别说 我一个男的都有这样的感觉 简单地洗漱之后 两人开始今天最重要的工作 驾驶木筏 前往海洋中欣赏最美丽的景色 当然也可以抓一些更加美味的海鲜 而路语也制作了一个捕捉龙虾的工具 首先就是找一条大拇指粗细的笔织树干 然后用树皮编织一条细绳子 绑在树干的末端打一个活结 这种捕捉龙虾的工具 比鱼叉更加的有用 好了 终于可以下海了 走吧 试试我们的木筏效果怎么样 拿上了工具 路语背着昨天刚刚编织好的箩筐 两人把木筏推进了海里 随后也是迅速一跃而上 一人一个手滑桨 开始前进 我们的木筏真不错啊 路语 你真厉害 什么都会做 看到木筏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之后 热巴也是由衷地夸赞路语 他感觉好像就没有路语不会做的东西 而且所有的东西做出来之后都那么美观 一般一般 宇宙第三 路语也是非常谦虚地表示道 二十分钟之后 两人已经离海岸线比较远了 目测的话至少有个两三百米 哇 这里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了 上一次来海岛的时候 心里总是很紧张 所以没有认真的去欣赏这些美景 热巴环顾四周 景色美不胜收 上一次上岛的时候 因为很紧张 所以根本就没有心思去欣赏四周的美景 今天他们本身就是为了欣赏美景来 所以说那种心态完全发生了改变 是啊 欣赏着美景美人 如果再有美食美酒的话 那就更好了 路语看着热巴 笑着说道 美食的话 很快应该就会有了 至于美酒的话 估计还要等一段时间 不过只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 制作出美酒不在话下 毕竟自己可是一个挂逼 听到路语的话之后 热巴顿时翘脸一红 很明显 路语口中的美人是自己没错了 好了 你先在上面待着吧 我想去看看 能不能捕捉上来一些龙虾之类的 如果可以的话 今天中午可以美餐一顿 路语对着热巴说了一声 根据他的判断 他们现在已经距离海滩的位置比较远了 这个位置的海底 应该会有龙虾了吧 你的游泳技术怎么样 千万要小心一点呀 热巴也是有些担忧的开口道 这里可是浩瀚无垠 危机四伏的海洋事件 不是都市中的游泳馆 所以他的心里确实有点担忧 放心吧 我的游泳技术很厉害 路语一边笑着回答 一边开始脱下自己的外套 很快全身上下 就只剩下一条裤衩子 与此同时 也是露出了无比结实的肌肉 并没有像那些拳击手和健身教练一样 满身都长满了疙瘩肉 是非常匀称的肌肉线条 堪称完美 看着路语那完美的肌肉线条 小麦色的皮肤 热巴的老脸 瞬间就又红了 而直播间的一些女的 此刻哈喇子也是滴满了手机键盘 我去 这小子 这肌肉线条也太完美了吧 这才是真正的肌肉 比那些吃蛋白粉 长出来的疙瘩肉 要好看太多了 这肌肉线条 确实让人看着舒服 这小子的肌肉 比隔壁的金哥 还要完美多了 老公老公 不行了不行了 我的手机都快被我舔吐鲁皮了 姐妹们赶紧结评 难怪这家伙身体素质那么强 这种肌肉 可不是一般人能练出来的 这绝对是我见到过 最完美最好看的肌肉了 要是我有这么漂亮 肌肉的话就好了 看到路语那几乎完美的身体之后 直播间也是瞬间 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之前路语他们 一直都是穿着冲锋衣的 就算是偶尔会脱下来 也只能稍微看清楚 路语肌肉比较发达 而这一次 才是清清楚楚地看清楚了 激进完美的肌肉线条 甚至有些粉丝光是 看着屏幕中的路语 都已经开始春心萌动了 阀门都已经打开了 咕噜 热巴忍不住地咽了咽口水 不过表面还是在强装镇定 要知道之前睡觉的时候 路语都是穿着衣服的 那个 你的脸有点红啊 没事吧 路语转过头看了一眼热巴 随后笑着开口问道 看样子热巴是有点尴尬了 没事 就是有点热 有点热 热巴连连摇头 然后双手使劲地 往自己的脸上扇风 好了 既然没事的话 那我先下去了 路语说完之后 一个漂亮的下水动作 然后一头扎进了海里 水花压得很好 路语对自己这个压水花的动作 至少打出了9.85分的高分 钻进海里之后 视线会受阻 不过路语的身体 已经经过了三次强化 现在身体的各项机能 已经远远超越了普通人 视力也自然比普通人要好得多 很快就看到了海洋中游动的鱼群 而且 那些鱼群 好像朝着自己游了过来 不过路语的目标可不是这些漂亮的鱼群 而是藏在海底珊瑚礁里面的龙虾 很快 路语就潜到了海底 果然有龙虾 这么快就发现了 运气不错 刚刚潜到海底之后 他就发现了一只个头比较大的龙虾 藏在珊瑚礁里面 路语也是立刻用之前就制作好的工具 套住了龙虾的身体 然后用力一拉 活节迅速收缩 直接把龙虾牢牢地捆住 随后赶紧放进了自己跨步的箩筐里面 然后开始继续搜索 那边也有 哇 这边的龙虾资源这么丰富的吗 还有鲍鱼 发达了发达了 很快 路语就在周围发现了不少的龙虾 同时还有一些鲍鱼 然后以最快的速度 把这些龙虾全部都装了起来 让他有点意外的是 这些龙虾的反应速度很慢 每次都是自己要把它们装进箩筐的时候 才开始反抗 将近三分钟的时候 路语才浮出海面换气 如果是在淡水中或者海面憋气的话 他觉得自己现在的憋气能力 绝对不止三分钟 可是海底的压力本来就很大 所以很快就会让人感觉到氧气不足 胸口都有点闷闷的感觉 换了一下气之后 路语再次一头扎进了海中 很快就又抓到了好几只小青龙 就在此时 路语突然看到了一只 个头比较大的八爪鱼 正在舞动着自己的八条爪子 搔手弄姿地朝着自己游了过来 那动作 让路语一致认为 这家伙好像在故意勾引自己 卧槽 这玩意 不怕我的吗 路语心中颇为惊讶 因为这只八爪鱼 已经游到自己的手底下了 简直就是自投罗网 路语也是毫不客气地 一把就给抓住 放进了罗筐里面 难道 是之前系统奖励的动物亲和的能力 路语心中猜测到 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高的 也或许就是这只八爪鱼 脑子里面有大病 又或者是失恋了 觉得活着失去了意义 妥妥的就是恋爱脑晚气 接着路语再次扶回海面 进行换气 然后再一次扎进了海里 这一次 除了一些龙虾和鲍鱼之外 路语还发现了不少的海带 这东西也是高级海鲜 不仅营养丰富 还富含大量的点元素 所以果然不能放过 三进三出之后 路语也终于满足了 今天的收获真是颇为丰盛 将近20只龙虾 一些大鲍鱼 一个大海螺 还有一只吃了 有可能会影响智商的八爪鱼 海带也是非常不错的收获 扑 游出海面之后 带起了些许的浪花 鹿鱼也是赶紧抹了一把自己的脸 随后爬上了木筏 今天的收获真是不错 看样子 今天一天的食物问题 都已经解决了 随后也是一脸开心的看着热巴 这么多的小青龙和鲍鱼 而且还有一只八爪鱼 和一个海螺 完全可以够他们两个美美地吃上一天 而且 他们虚余的储存量 现在也很多 日子真是越来越好了 而热巴的目光 则一直停留在鹿鱼的身上 海水的水滴 顺着鹿鱼的身上滑落 顿时看得热巴面红耳赤 心神荡漾 你看这个个头好大啊 鹿鱼拿起了最大的一只鲍鱼 感觉和自己的手掌都差不多大了 而此时直播间的观众 也是再次开始热烈地讨论了起来 卧槽 这种画面满朝文武 为何一言不发 大家都不说是吧 那我也不说 我怀疑鹿鱼在开车 但是我又没有证据 这TM车咕噜都碾你脸上了 还没有证据 要把你的脑瓜子都碾出来 才算有证据吗 快点开开门 我要下车 这不是通往幼儿园的车 下车是不可能的 车门已经被我焊死了 这鹿鱼也真TM是人才 鹿鱼也是把所有的食物 都重新放回了箩筐里面 收获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 要知道自己今天抓到的这些鲍鱼 估计在市面上每一只 都能卖到三四十块钱 甚至可能还不止 这些小青龙的价格 估计也能卖到每只二十多块 这些海鲜 可是他以前根本就吃不起的东西 现在亮大馆宝 要不我们先回庇护所那边吧 而且美景也欣赏完了 随后热巴也赶紧转移话题 他怕自己再继续偷描下去的话 可能会出现鼻血狂流的画面 到时候可就太尴尬了 毕竟色可不仅仅是男生的专属 有些女生色起来 那可简直就是一颗熟透了的芒果 从外道里全都是黄色 好吧 那我们就回去吧 终于可以吃到星星念念的龙虾了 鹿鱼也是 赶紧点了点头 不过他并没有着急着把衣服穿下 因为身上现在有很多的海水 等晒干之后会形成海岩晶体 虽然量可能不是很多 但是对皮肤依旧会造成些许的伤害 所以回到庇护所之后 用清水稍微地擦拭一下 才是最好的 回到庇护所之后 热巴也只好包揽了这项重刃 帮助鹿鱼擦拭身体的时候 每一次触碰到皮肤 都会有一种触电的感觉 实在是难受得紧 不过还好 这种动作只是维持了五分钟而已 鹿鱼也赶紧穿好了自己的衣服 毕竟现在可是在直播 这赤身裸体的也不太好 我去给咱们做饭吧 你想吃什么 热巴赶紧开口说道 今天他们的食物资源比较充沛 有昨天的鱼 还有龙虾鲍鱼 八爪鱼和海带 把龙虾和鲍鱼多煮一点吧 再煮一点海带 鹿鱼也是简单地交代了一声 海带里面富含着非常多的营养物质 其中包括人体所需的点 所以说有了海带之后 以后就算是延吃完了 短时间之内也不会出现缺点的症状 嗯 好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随后就去做饭了 而这时候 团团也跑到了龙虾的面前 今天的团团 好像格外的兴奋 一直在龙虾的面前 来回地打仗 像条哈士奇一样 吐着自己的舌头 舔是啄龙虾的鞋子 似乎想要通过这种方式 表达自己对龙虾的喜爱 叽叽叽 一边献殷勤 一边还叽叽叽地叫着 这小家伙 今天对我好像格外的热情 看样子 应该也是动物亲和的作用 没想到这种能力还挺管用的 看样子 以后团团能够驯服了 看着不断围绕着自己 表达喜爱的团团 陆宇心中想到 随后摸了摸他的头 说道 小东西 看来你很幸运 以后你不会成为我的食物了 不过 你好歹也是一只狼 叫的时候 能不能不要像一只鲲一样 来 跟爹一起学 好 陆宇也是开心地 跟团团玩了起来 叽叽 团团摇头晃脑 蹦蹦跳跳地 和陆宇展开了互动 草 是昂巫 不是鸡鸡鸡 一天到晚就知道鸡鸡鸡 鸡你太美吗 陆宇也是相当的无奈 明明是一只狼崽子 却非要发出这种鸡鸡鸡的声音 和团团玩了一会之后 陆宇也是把目光 看向了一旁的两只小羊羔 随后找了一些树叶去喂了一下 发现两只小羔羔 今天变得也格外的热情 就来看自己的目光 似乎都发生了些许微妙的变化 好了 陆宇别和他们玩了 赶紧过来吃东西吧 这时候 热巴的食物也已经做好了 随后笑着喊了一声 陆宇和这三个小家伙一起玩的时候 画面还挺温馨的 也能表现出他纯真的一面 好嘞 来了 陆宇应了一声 我发现 今天团团好像对你特别的喜欢 这是怎么回事啊 热巴有些疑惑的问道 虽然之前团团就喜欢围着陆宇转 但是今天好像表现得格外兴奋 格外的喜欢陆宇 我也不清楚啊 或许就像你今天早上说的一样 因为我变帅了 所以连团团也开始喜欢我了吧 陆宇摇了摇头 只能打了个麻狐眼 切 臭美 热巴给了陆宇一个白眼 这家伙 有时候还真是一点都不知道谦虚啊 随后两人也是开始了今天的第一顿饭 小青龙加鲍鱼 这样的早餐可以说是非常的奢侈了 至少对于陆宇来说是这样的 而一旁的小团团也获得了两条小鱼 和一条八爪鱼的处须 吃得不亦乐乎 就这样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转眼之间 三天的时间就过去了 而在这三天的时间里面 两人几乎都是在靠吃海鲜和海带维持生活 海鲜虽然无比的美味 但是吃的时间长了难免会有些腻味 不过好在这三天 他们抓到了不少的鱼 然后全部都制作成了熏鱼 求生也终于来到了第十九天 此时 整个岛上已经只剩下四十六组选手了 这几天的时间里面 又有七八组选手被淘汰了 热巴 今天我们就离开海滩 去其他的地方探索一番吧 海鲜我们也吃得差不多了 简单的洗漱 吃过一些早餐之后 陆宇对着热巴说道 他们来这里已经一周多了 吃了一周多的海鲜 没怎么吃肉和碳水化合物 如果继续在这里待下去的话 对身体是没什么好处的 也不能一直都为了口舌之欲 而放弃了对身体的管理 这样 话他们肯定是走不远的 嗯嗯 那我们回去吧 这段时间海鲜也吃够了 热巴也是 赶紧点了点头 刚来的那几天 他确实有点不想离开 因为这边环境优美 海鲜丰富 每天都能够吃到不一样的海鲜 可是时间一长的话 多少就会有些腻 更重要的是 海鲜吃多了还会胃寒 对于身体是没多少好处的 那好 我们简单的收拾一下 就离开这里吧 不过 我们也没必要 现在就回庇护所 既然已经来到了这里 就去岛上的四周 稍微的探查一下 看能不能发现其他的资源 鹿鱼点了点头 开始收拾行李 说实话 他们的庇护所那边 只是刚开始暂时搭建的营地而已 只能够作为暂时的庇护所来使用 如果现在有条件的话 他自然想找一块更好的位置 来搭建庇护所 嗯嗯 好 听你的 热巴也是非常温顺地点了点头 随后两人把前两天刚摘的 所有叶子都砸开 把里面的叶枝 灌进了那个大桶子里面 然后拿上了之前拿回来的所有装备 还有大量的海带和烤鱼 牵着大洋哥和小洋帝 身后跟着屁颠屁颠的团团 一家几口 开始往茂密的丛林进发 至于那两个捕鱼陷阱和竹筏 自然是带不走的 就留在这里吧 说不定 以后这里还有其他的求生者 会找到这里 到时候 也算是给他们一点见面礼 两人在茂密的丛林中 行走了两个多小时 虽然他们并没有直接往庇护所赶 但也有意无意地 会朝着庇护所的方向靠近 如果找不到其他 何时搭建庇护所的营地 那么 最终也只能回到最初的位置 毕竟在求生的过程中 如果没有水源的话 是绝对坚持不下去的 我听到流水的声音了 走吧 我们过去看看 走了两个多小时之后 陆宇终于是听到了 哗啦啦的流水声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前面应该有一处小溪 热巴也是紧随其后 差不多十分钟之后 一条清澈的小溪 出现在了两人的面前 哇 终于又看到熟悉的小溪了 这清澈的淡水 真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喝几口 看着清澈的溪流 热巴也是难掩激动 虽然这几天在海岛边上 也不缺淡水 但是长时间喝椰子汁 也让他非常地想喝一些淡水 毕竟椰子汁的味道 跟淡水还是有区别的 这就像是喝惯了饮料之后 很多人会更想喝几口开水 不过他也知道这些生水 是不能直接喝的 等会煮沸之后 可以好好地畅饮一番 快看这边有一些脚印 看样子 附近应该有其他的选手 很快陆宇就发现了 小溪边松软的土地上 有一些脚印 看脚印 应该也就只有个三十五六嘛 这就说明 经过这里的是一些女选手 因为男选手的脚印 是不可能这么秀气的 那 那我们是不是闯入了 别人的领地了啊 看到脚印之后 热巴也是有些担忧地说道 他也突然回想起了 之前包贝和蔡云飞 闯入他们领地的事情 无妨 我们只是不小心走到这里的 再说 我们又不用和他们争夺领地 过去打个招呼 应该没什么 陆宇摇了摇头 淡定地说道 虽然他们这样 也算是闯入了 其他选手的领地 但他们的性质和包贝 和蔡云飞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那两个家伙 但是他们两个却没有这样的心思 他们现在水和食物都比较充足 走吧 我们继续往前看看 陆宇和热巴继续往前走 很快就发现了一处小湖泊 湖泊的附近 依旧是有一些清晰的脚印 而且这些脚印分为两组 看样子 这组选手是两个女的 陆宇你快看 这个湖泊里面的鱼好多啊 这时候 热巴也有了惊人的发现 在这片清澈的小湖泊里面 他居然看到了好几条 个头比较大的鱼儿在游动 这可是之前 他们庇护所下游的小池塘里面没有的 看样子 这边的资源真是不错 而且 你发现没有 这些脚印看上去时间比较长了 好像是好多天之前留下的 难道这边的选手 已经淘汰掉了吗 陆宇这边 也有了新的发现 虽然这这个小湖泊的附近 有很多的脚印 但是却没有一个新鲜的脚印 也就证明 这边的选手 已经很久没来过这片湖泊附近了 有可能 他们已经被淘汰掉了 他们好像 是从那边过来的 要不我们可以过去看看 热巴指了指不远处 被踩踏出来的足迹 试探性地问道 好 过去看看吧 陆宇也是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随后顺着足迹的方向 开始走了过去 而只是在第三直播间 已经有些观众认出了这个地方 兄弟们 你们看这个地方 像不像是周姐和呆妹之前钓鱼的地方 不是像 是根本就是 我也是第二十二直播间关闭之后 才来的这边 对对对 周姐和呆妹 就是在这里吃了十一天的鱼 卧槽 没想到幸运 居然是陆宇和热巴 对啊 我记得周姐和呆妹居住的那个山洞 可是天然的庇护所 好像周姐和呆妹淘汰的时候 还把他们所有的生存物资 都放在那里了 周姐和呆妹 好像都在直播 我们过去告诉他们 这个好消息 而此时在豆沙直播间 周姐和呆妹 自从退出了求生之后 自然又是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 开始直播 不过现在他们的粉丝量 比之前更上一步 在之前荒野求生的过程中 虽然不算优秀 但也咬牙坚持了十一天 大大的提升了他们直播间的人气和粉丝量 或许很多的明星和主播参加的原因 就是这个吧 就算是坚持不到 最后拿不到奖金 至少可以让他们积攒不少的人气 这样一来也是大赚的 而此时在周姐的直播间 周姐你快点去看50块钱 海岛求生第三直播间 你们的小鱼塘和山洞 马上就要被人占领了 对对对 赶紧去看看吧 热心的粉丝 也是跑到周姐和呆妹的直播间 开始告诉他们这个消息 哎呦卧槽 是陆宇和热巴吗 我还是挺喜欢他们两个的 必须要去看看 周姐看到那一波又一波的弹幕之后 也是立刻点了点头 说实话 虽然退出了荒野求生的比赛 但是直播闲暇的时间 她还是会去看看其他的直播间 看看那些坚持到现在的选手 表现得怎么样 其中第三直播间的陆宇和热巴 就是她比较喜欢的选手 尤其是陆宇 人长得帅 身材又好 而且游泳技术那么厉害 简直就是一众女生心中的白马王子 没想到自己之前生存过的地方 居然被陆宇他们碰到了 这会不会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呢 随后 周姐也是毫不犹豫地打开了第三直播间 在另一边直播的呆妹也是同样的操作 因为他们之前推出比赛的时候 他们把所有可利用的工具和资源 全部留到了那个山洞里面 就是在期待有缘人能够找到那个山洞 然后也算是对他们的一点帮助吧 这样一来 可以让那两个选手对他们心存感激 也能够在所有的观众面前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这简直就是一箭双雕 这对于一个主播来说 可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拓展人气的方法 很快 周姐和呆妹就进入了第三直播间 而此时 陆宇和热巴顺着草丛中被踏出的痕迹 也是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山洞 看样子 这一组选手已经被淘汰掉了 你看这边的火堆已经被熄灭了 而且看样子 熄灭很长时间了 陆宇看着眼前的山洞 以及山洞口燃烧殆尽的木炭 说道 嗯嗯 那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 热巴开口问道 不过他看一下山洞的眼神中 多多少少还是有些警惕的 在荒野中这种黑漆漆的山洞 让人感觉到发自内心的不安和害怕 一般来说 这种山洞都是有主的 反正他们也已经被淘汰了 我们就进去看看吧 陆宇点了点头说道 对于这种山洞 他还是很好奇的 最后两人走进了山洞 山洞里面的面积并不是很大 因此 光线也不算太弱 在山洞的异余 铺着很多的杂草 应该是之前那两个选手休息的地方 旁边还有一堆烧尽的木炭 估计是晚上用来取暖用的 卧槽 这两个选手也真是胆大 居然在睡觉这么近的地方 燃起了火堆 这要是不小心 把他们睡觉的那些杂草给点着了 早上起来 估计就变成烤乳猪了 看着眼前的场景 陆宇也是惊讶地开口说道 这就是没有荒野经验的求生者 能做出来的事情 而此时第三直播间 也是瞬间热闹了起来 因为陆宇和热巴 找到了呆妹和周姐之前生存的山洞 所以 也让之前第二十二直播间的所有观众 都过来看看情况 一时间人气已经增长到了一千二百多万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人气第一直播间 请问 烤乳猪是认真的吗 周姐 呆妹 你他妈才是烤乳猪 你们全家都是烤乳猪 周姐 草 兄弟 你是过分了呀 陆宇这家伙 真是一个人才 我早就在直播间说过这个问题 只不过周姐和呆妹看不到而已 这样的做法 确实很危险 此时直播间非常的热闹 而看着直播的周姐和呆妹 也是脸色漆黑 他们两个大美女 居然被形容成了烤乳猪 实在是太过分了 早知道这样就不把求生物字留给他们了 而此时 陆宇还在不断地观察洞里面的情况 除了那一堆睡觉的杂草之外 山洞的一个嘎拉处 还有一堆干柴火 而另一边 则是一堆树枝和树叶 在树枝和树叶上方的位置 还有一些用木炭写下的字 陆宇 你快看那边有字 写了什么啊 热巴也发现了 那边用木炭留下的字迹 随后开口问道 这些字写得歪七扭八 实在是有点丑 他看了半天 也看不懂几个 陆宇也是走近认真地看了起来 乍一看 这些字写得很丑 仔细一看 好像还不如乍一看 这写得什么昆霸玩意儿 一看就是幼儿园没毕业的人写的吧 陆宇也是忍不住地吐槽道 这字写得也太丑了吧 一看这写字之人 就连幼儿园都没有毕业 不过陆宇还是凭借着 自己惊人的辨别能力 以及推测能力 慢慢地开始研究了起来 高跟嗨牛仔Q 我是周姐 你记住 装备留给你们了有缘人 记得欠我一个人情 如果能坚持到最后 记得请我和呆妹吃大片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陆宇也是断断续续地读了出来 里面有几个字 是不会写的 用拼音代替 然后还有几个是错别字 而此时直播间 瞬间沸腾了起来 所有的谁有 都在疯狂地抠着666 艾特周姐和呆妹的 也是在弹幕上 一波接着一波 而此时 周姐和呆妹的脸色 变得更加难看了 好 好TM丑的字 不过 我们好像有意外的收获了 随后 陆宇也是迫不及待地 翻开了那些树枝和树叶 下面果然留着一些工具和物资 一包半的盐 鱼钩和鱼线 还有四包月月排卫生巾 看到卫生巾的那一瞬间 热巴的双眼都亮了起来 这段时间 他一直都在为卫生巾的事情发愁 因为自己的生理期 马上就要到了 可是在荒岛上 根本就没有卫生巾 就算陆宇有着丰富的荒野求生经验 估计也不会制作卫生巾吧 果然是天无绝人之路 没想到周姐和呆妹 居然想得这么长远 连处理大姨妈的问题都想到了 周姐和呆妹 真是两个伟人 燃烧自己 照亮我们 热巴也是一脸惊喜 真诚地感激到 要不是不合理说 我都想拜一拜他们了 热巴 恩人 再生妈妈 是啊 虽然自写得丑的一批 不过他们两个确实是伟人 这些物资 对于我们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了 陆宇也是非常认真地点了点头 此刻心里对周姐和呆妹 也是充满了感激 鱼沟和鱼线 对于荒野求生者来说 非常的有用 还剩下一包多的盐 这些盐 能够让他们多坚持 至少两个月的时间 至于留下的那四包 没有使用过的卫生巾 那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说实话之前 他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热巴的生理周期到了 真的很难找到其他的东西 代替姨妈精 随后 陆宇也是抬起头 看着无人机 脸色非常认真地说道 我不知道周姐和呆妹 在不在这个直播间 真诚地跟你们说一声感谢 诚情了 之前说 你们自丑的那些话 就纯粹当我是在胡说吧 其实你们的字写得 非常的漂亮 我确实记住你们了 等回到都市之后 一定请你们吃大餐 如果周姐和呆妹 不在直播间的话 那么请直播间的观众 帮忙转告一下 很感谢他们这一次的馈赠 陆宇说的 也是非常的真诚 因为这种馈赠 确实值得感谢 其实大多数的荒野求生者 都是比较自私的 但是他们生存不下去 也不愿意留给其他选手好处 比如临走之前 带走所有的求生工具 甚至不惜消耗力气 把之前搭建好的庇护所也拆掉 就是不希望其他组的选手来 使用他们的劳动成果 如此一对比的话 周姐和呆妹 确实算是大公无私了 不过他们这一波操作 估计也会赚足路人员吧 其实是非常赚的 而此时在直播的周姐 看着第三直播间 陆宇的真诚感谢 撇了撇嘴说道 切 男人真是一个善变的东西 刚才还说我的自丑 变脸居然比翻书还快 不过这家伙还真是很帅啊 看上去比上一次看的时候 还要帅呢 周姐也是看着直播间中的陆宇 自言自语的低难道 上次在第三直播间 看陆宇的时候 好像没这么帅 怎么这才短短几天的时间 好像整个人的气质 都发生了变化一样 殊不知 他此时还处于直播状态 那花痴的表情 早就被直播间的兄弟们 收入眼底 卧槽 看周姐这样子 好像是看上陆宇了吧 有可能 我周哥可从来没有这么评价过 一个男生 完了完了 周姐要沦陷了 希望陆宇能够为民除害 周姐的直播间 也是热闹非凡 而呆妹的直播间 只是他和周姐的想法 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发现 陆宇真的变帅了 也不知道 究竟是什么原因 才能够 让一个人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发生这样的变化 而此时在点评直播间 这 这种做法 应该是违反了节目组的规则吧 节目组规定 每个选手只能使用50块钱的求生工具 可是现在捡到的这些东西 并不属于陆宇和热巴 张子怡开口说道 这怎么能算是违反了节目组的规则呢 如果第二十二直播间的选手 没有被淘汰的话 他们直接去抢 可能算是违背了节目组的规则 但现在第二十二组的选手 已经淘汰了 而且是他们主动把所有的物资 留给了其他的选手 这自然不算违背节目组的规则 而且 自从第二十二直播间的选手淘汰之后 他们的物资 就变成了无主之物 贝爷则是在一旁立刻开口解释道 他现在真是越来越看好陆宇和热巴了 这两个家伙 不仅拥有着超强的求生能力和身体素质 好像连运气都比其他选手要更好一点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不到最后 那好像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张子怡只能点了点头 随后几人也是切换到了其他的直播间 毕竟作为点评导师 他们要做到与陆均沾 不能一直停留在一个直播间里 岛上 陆宇和热巴也是把所有的物资 全部都收了起来 此时的两人心情别提有多爽了 比之前吃到大龙虾还要爽 陆宇 我们现在要离开这里吗 热巴开口问道 这个山洞总是让他感觉到不太安全 有一种让人害怕的感觉 不知道之前周姐和呆妹那两个女孩子 是怎么在这里生存的 他们的胆子也是够大的 嗯 收拾一下 我们回去吧 陆宇也是点了点头 一般在荒野中这种山洞 还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这种地方 很有可能是大型动物的家 虽然现在看上去 好像这个比较例外 但是也不能百分之一百的保证 所以 还是先回到自己的庇护所再说吧 而就在两人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的时候 外面开始刮起了大风 树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 呼呼呼 天空中的乌云 也是迅速地朝着这边汇聚了过来 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就起风了 正在收拾的热巴突然转过头 之前他们上岛的时候 看上去还是风和日丽的 可是这一下子 居然狂风大作了起来 而且天色也很快就暗了下来 看样子 好像是要下暴雨的征兆啊 鹿鱼走出去看了看天空 原本晴朗的天空 此时已经被乌云所笼罩 看样子是一场雷震雨 而且势头还不小 这种海岛的天气 就像是丈母娘的脸色一样 那是说变就变 丝毫不讲道理 有时候 可能前一个小时是晴空万里 下一个小时 就是倾盆大雨 看来马上就要下雨了 我们还是先在这里躲一段时间 等雨停了 回庇护所那边 我先去找一些干柴过来 看着瞬间就乌云密布的天空 鹿鱼也是皱了皱眉头说道 自从来到这个荒岛上之后 十九天都没有下雨 看样子 今天这雨一定不会小 我跟你一起去 热巴也是赶紧开口说道 两个人捡柴火 总比一个人要更快一点 而且 在不知道这场雨会持续多久的情况下 他们必须要准备足够多的柴火 以防万一 永远都是正确的决定 好 鹿鱼也没有拒绝 随后点了点头 两人也是迅速地 在周围拾一些干柴火 天气变得非常快 一个小时之前还是阳光明媚 但现在已经变成了乌云压顶 整个海岛都瞬间变得黑压压的 这无形之中 显然给人一种巨大的压抑感 尤其是一些生存条件 本来就不好的选手 这种天气更加让人心情压抑 卧槽 这是要下雨了吗 这天气变得也太快了吧 海岛的天气 可不就是这样的吗 就跟我丈母娘的脸色一样 说变就变 楼上人才 你这么说 你老婆知道吗 巧了 楼上那位你丈母娘的脾气 跟我老婆一模一样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们两个说的是一个人 我操 真像了 看样子 接下来会有一场大暴雨 没有准备充分的选手 今天估计有点麻烦了 看着瞬间就发生变化的天气 所有直播间的观众 也是激烈地讨论了起来 上岛这么长的时间了 今天终于要下雨了 要知道有一部分选手 为了省时省力 搭建的庇护所 还是随手搭建的那种 最简易的锥形庇护所 根本就无法起到 遮风避雨的作用 现在这种情况下 想要加固庇护所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接下来的暴雨 持续的时间长一点 他们绝对会面临 被淘汰的命运 一个小时之后 陆雨和热巴 也捡了足够多的柴火 当然 也砍了好几棵树 这些都是备用柴火 好了 准备这么多柴火 应该足够我们坚持 四五天的时间了 看样子 这是一场震雨 应该不会持续太长的时间 看着庇护所周 那一大堆柴火 还有那已经装满的 五十斤淡水 陆雨也是 终于松了一口气 现在他们的准备 还是比较充分的 有柴火 有淡水 还有食物 这个山洞 又是天然的庇护所 虽然说 看样子 很有可能是一场震雨 很快就会过去 但是未雨绸缪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嗯嗯 这个山洞 我们发现的 真是太及时了 如果我们还在海边的话 今天估计要淋雨了 热巴也是庆幸地说道 他们在海岛搭建的 简易庇护所 根本就无法遮风挡雨 如果真的有暴雨来袭的话 到时候一定会凌晨落汤鸡 更重要的是 下雨之后 很有可能会导致涨潮 或者爆发洪水 到时候他们 情况会更加的危险 是啊 我们的运气确实比较好 就在陆雨的声音落下之后 一抹闪电在天空中划过 轰隆隆 接着 一道撕裂般的雷声响了起来 那巨大的轰鸣声 就像是十万响的儿童玩具 被引爆了一样 一旁的热巴 被吓得一个机灵 沙沙沙 与此同时 暴雨开始倾泻而下 树叶被雨滴 打得沙沙作响 片刻之间 暴雨已经席卷了 附近所有的岛屿 仅仅几分钟的时间 地面已经变得湿漉漉的 晶莹剔透的水珠 从树叶上迅速地滑落 轰隆隆 雷声还在咆哮 好大的雨啊 希望能快点过去吧 看着山洞外的倾盆大雨 热巴也是祈祷的 因为这么大的暴雨 会短时间内 让淡水资源没办法引用 而且也会无法找到干柴 对于他们的求生来说 会造成一定的阻碍 看样子 这雨应该一时半会 是停不下来的 算了 我们还是先吃点东西吧 看了看外面的雨势之后 陆雨对着热巴说道 看样子 之前的判断出现了失误 这雨估计每个三四个小时 是停不下来的 今天就先安心地 在山洞里面住着吧 等天气放晴之后 再回庇护所那边 不过今天也确实幸运 就算是回到庇护所那边 估计他们的庇护所 也会出现漏雨的情况 嗯嗯 你想吃什么 热巴开口问道 之前他们就存储了 非常多的熏鱼 还有一些熏干螺肉肉 小青龙等等 还有一大捆的海带 所以他们目前的食物储备量 还是不错的 随便弄点东西吃就可以了 对了 加点海带 陆雨随便说了一声 嗯嗯 好 热巴也赶紧点了点头 而此时在第二组 吴京和李晨这边 他们两人搭建的庇护所 还算不错 空间也比较大 而且防风防雨性也比较好 不过即便如此 在这种暴雨天气下 庇护所里面 还是好几处巴达巴达地滴着水 两人就这样坐在木床上面 发着呆 这鬼天气 怎么说变就变 还以为今天是个好天气 没想到居然下起了暴雨 草 李晨脸色有些难看的骂道 本来他们刚刚准备去看看 陷阱有没有收获的 没想到这突如其来的暴雨 打乱了他们的安排 虽然现在庇护所里 还有一些食物 但最多也只能坚持两天 如果这长雨 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的话 估计接下来的时间就要挨饿了 海岛上面的天气 本来就比较多变 这种情况 我应该提前想到的 我们的庇护所搭建的 还是不够牢固 如果这长雨 持续的时间长一点的话 情况可不容乐观啊 乌京也是紧紧地皱着眉头说的 下雨的时间 才过了十分钟的时间 他们的庇护所 已经漏雨比较严重了 如果这长雨 持续个三五天的话 到时候 他们俩肯定会凌晨落汤鸡 是啊 主要是 我们之前存储的柴火 也不太多了 希望这鬼天气 能够尽快转情吧 看着庇护所角落里的 为数不多的柴火 李晨也是 语气沉重地说道 这是他们从上岛开始 遇到的最大危机了 这场危机 很有可能把他们两个淘汰掉 行了 心态放好一点 暴雨又不是指在我们这边下 其他选手的情况 或许还不如我们这边 乌京也是尽快地调整了 自己低沉的心情 其实换个思路想一想 或许其他选手的情况 还没有他们好 也许这场暴雨 会送走很多的选手 这无形之间 也算是让他们 少了很多的竞争对手 然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有很多一开始 没怎么注意庇护所条件的选手 整个场子都毁清了 当时搭建庇护所的时候 有多敷衍 现在就有多后悔 而此时在第86号直播间 两位选手是李雷和韩美美 从开始到现在 他们的求生之路 还算顺畅 因为李雷 有着不错的荒野求生经验 食物和水源的问题 很快就得到了解决 只不过一直以来 太注重食物和水源 所以当时上岛的时候 只是搭建了一个 简易的锥形庇护所 庇护所的外面 只是随便地铺了一些 芭蕉叶和树枝而已 其实前几天他也想过 要重新搭建一下庇护所 只不过 每天都要为找食物 而付出很多的时间 所以一直也没有 找到合适的机会 这可能就是典型的 没事不烧香 有事爬到供桌上 现在真的是肠子 都快毁清了 两人蜷缩在庇护所里面 俨然已经变成了 两只落汤鸡 有条件 我们已经没有 生存下去的能力了 如果这场雨 持续的时间一长 我们肯定会感冒的 韩眉眉看着李雷 说道 现在是白天 温度还没那么低 可一旦到晚上温度骤降 这湿漉漉的身体和环境 肯定会感冒的 到时候就是活受罪 而且也不可能 继续坚持到第三十天 再等等 看看情况吧 如果这雨 今天晚上还不停的话 那我们就退出 李雷神情有些凝重地说道 其实能够坚持到 现在的选手 每一个的星星 都是比较坚毅的 而且都坚持到 将近二十天了 再有十天 就能够拿到 一百万的奖励 所以 很多人都不愿意 在这个结果眼上退出 但如果这场雨 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的话 那到时候 纵使是一万个不愿意 也只能选择退出了 没办法 刚上来的时候 没有太过于 注重庇护所的事情 所以 自己埋下的苦果 当然需要自己来品尝 那 那好吧 韩眉眉也只能点了点头 可问题是 现在就算 他们坚持到了晚上 而且 晚上也如他们所料 在没有干柴的情况下 是生不其火的 到时候 他们依旧面临着 感冒或者淘汰的命运 其实 遇到这种状况的选手 不仅仅是 李雷和韩眉眉 还有很多的选手 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因为在这种荒岛上 搭建出来的临时庇护所 遮风挡雨的效果 本来就不好 除非是那种 土墙堆砌的庇护所 或许才能够 扛住暴风雨 但是 又有几个人在短时间之内 能够筑起那种庇护所呢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暴雨没有一丁点停歇的征兆 三个小时之后 已经看不到闪电 听不到雷声了 只不过 雨势却并没有变小 还在哗啦啦的不停落下 这让原本还抱有幻想的一些选手 瞬间就失去了希望 原本的雷阵雨 现在好像演变成了梅雨 而此时在山洞中 鹿雨也是眉头紧锁 虽然说 他们现在的情况比较好 在这种山洞中是 不用担心会被雨淋到的 而且 食物和水源也很充足 但是这种长时间的降雨 依旧让人心情烦躁压抑 这种情况下 根本就不能去干活 只能在山洞里发呆 哎 看来这长雨一时半会儿 是停不了了 不知道这一次 又有多少的选手 会被淘汰掉 鹿雨站在山洞洞口 自言自语地感慨道 如果他们今天是 呆在自己的庇护所里面的话 遇到的情况 会比现在要糟糕得多 因为那种程度的庇护所 虽然有一定遮风挡雨的效果 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刚才的那种暴雨 肯定会让庇护所 发生漏雨的情况 到时候火被浇灭 会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还好我们碰到了这个山洞 一旁的热巴 则是庆幸地说道 如果没有碰到这个山洞的话 或许现在他们早就 被淋成落汤鸡了 到时候 出现体寒或者是发烧的症状 绝对避免不了被淘汰的命运 在这种环境之下 时间过得很慢很慢 一个小时 对于大多数选手 来说都是巨大的煎熬 到了傍晚的时候 已经有十几组选手 坚持不了 选择了退出 因为在这种连续降雨的情况下 他们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如果坚持更长的时间 只会让他们变得越发的狼狈 最终很多选手 也只能无奈地选择退出 奖金固然重要 但是在 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前提下 没必要投铁去坚持 对于这些选手直播间的观众 也是表示非常的同情 因为有些选手 都是紧咬牙关 勒紧了裤腰带 坚持了20天 没想到这一场暴雨 直接让他们之前 所有的坚持和努力 都化为泡影 说实话 其实真的是蛮可怜的 时间缓慢地流逝 转眼之间 就过去了三天的时间 这长雨 也足足下了三天 虽然中间出现了些许的停歇 但这三天的时间里面 天气就没有放晴过 每个选手的心理 都非常的压抑 这三天的时间 足足有20组选手 坚持不下去 选择了退出 而现在100组选手 仅仅剩下30组 还在咬牙坚持 直到第三天早上的时候 于是终于是停了下来 天空也有逐渐放晴的趋势 终于不下雨了 看样子天气也开始变晴了 太好了 看着外面开始放晴的天气 热巴也是相当的激动 虽然这几天 他们没有经受风吹雨淋 但足足三天的时间 都待在这只有十平米的山洞里面 感觉自己都快发霉了 心情也是越发的压抑 现在天气终于要放晴了 这对于所有的求生选手来说 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是啊 看样子终于要晴了 这三天可真是把人憋坏了 陆宇也是认同地点了点头 虽然自己心态还算不错 但是这三天的时间 绝对算是一种煎熬 叽叽叽 而就在这时候 团团却突然叫了起来 看他的神色居然有一些慌张 这几天团团的情绪 还是比较稳定的 每天都会蹦蹦跳跳地 在陆宇的身旁打转 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 突然情绪变得这么激动 咩咩 咩咩 而几乎在同一时间 大阳哥和小阳帝也开始叫唤了起来 身体下意识地往角落里面蜷缩 就好像感受到了某种恐惧一样 怎么回事 陆宇 他们三个这是怎么了 怎么突然一起叫起来了 看到团团和两只小羊羔 一直在叫 热巴则是有些不解的问道 而且看两只小羔羔的样子 身体居然在轻微地颤抖 就好像感受到了某种恐惧一样 他们好像在害怕什么 陆宇也是眉头微微一挑 大阳哥和小羔帝 这几天可从来没有这么叫唤过 而且看他们这种样子 就好像是食草动物 看到食肉动物之后的恐惧一样 或许这是食草动物 对危险的一种特殊感知能力吧 难道附近出现了一些危险的东西吗 想到这里之后 陆宇的眉头瞬间紧皱 赶紧把柴刀别在腰间 然后立刻拿起了地上的弓箭 叽叽 团团还在不断地叫唤 模样也变得开始有些呲牙咧嘴了起来 身体一直想要往山洞外面冲 但似乎却又有点不太敢 这种样子就是又猜又爱玩 你先在里面好好待着 不要出来 我去外面看看 看着团团的这个样子 陆宇更加确信了自己刚才的猜测 对热巴说了一声之后 拿着弓箭和柴刀就走了出去 团团也是紧随其后 他的目光一直很坚定地盯着一个位置 沙沙沙 刚刚走出山洞击米的时候 不远处茂密的杂草中 便响起了沙沙的声音 看样子动静还不小 看到七八米开外杂草堆中的动静之后 眼神变得无比的凌厉 目颈见也是瞄准了传动的草丛 此时直播间的所有观众 看着草丛中的动静之后 也是一个个平住了呼吸 因为从刚才小团团和两只小羊羔的表现来看 显然是感受到了某种恐惧 很有可能草丛里面藏着的 是某种大型食肉动物 因为在这个荒岛上面 任何的野生动物出现都不足为奇 而就在陆宇并住了呼吸 眼神无比凌厉的时候 唧唧 团团又是恶狼咆哮了一番 就在团团的声音刚刚响起的那一瞬间 吼 一声咆哮震山林 下一秒 草丛瞬间被撕开 一道黑漆漆的影子从里面冲了出来 直接朝着陆宇和团团冲了过去 我日 黑虾子 陆宇也是终于看清楚了草丛里面藏着的东西 是一头面目猙獰的成年黑虾子 浑身长满了辆黑色的毛发 只有胸前有一抹月牙形的白色毛发 张开大嘴 露出獠牙 快滚开 惊慌的同时 陆宇直接一脚把团团给踢开了 随后 自己也是身体一闪 几乎在同时一箭射出 不过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 陆宇的剑并没有射中黑瞎子的眼睛 而是把他的耳朵给射了一个窟窿 吼 疼痛感瞬间让黑瞎子再次咆哮了起来 怒气值也是直接拉满 一击扑空之后 似乎让他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 身体也是直挺挺地站了起来 就像是人一样 站起来的黑瞎子 身高比陆宇还要高出几公分 看着那体型和个头 陆宇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这种体型肯定是雄性的成年黑瞎子 力量大的惊人 一巴掌就能把人的头盖骨直接给拍碎 而此时在洞口的热巴 已经吓得花蓉失色 双腿打颤 虽然以前在动物园的时候看过黑瞎子 但是在这种荒野中遇到的和动物园看到的 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可是纯粹野生的黑瞎子 攻击力十足 而且极其凶残 雄科动物对于领地意识非常的强烈 看样子很可能这个山洞 就是以前他们居住的地方 此时就连直播间所有的观众 也能轻深地体会到陆语和热巴的恐惧 直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发弹幕 鲨鱼平台的高层 也是立刻注意到了第三直播间的情况 鲨鱼平台办公室中 陈总 这这可怎么办呀 黑瞎子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陈子明的眼神之中也是露出了几分惊恐和慌张之色 赶紧看着一旁的陈根深问道 黑瞎子的强悍程度 可不是人类能够相提并论的 如果不小心挨上一巴掌的话 头盖骨和脊椎都有可能被直接拍碎 他记得以前国内就发生过 一起黑熊袭击人的事情 一头黑熊直接干掉了两个成年人 警员到场之后 打光了两梭子的子弹 才射杀了皮操肉厚的黑熊 这东西的战斗力 和防御力 可见一般 操 这种时候还问我吗 赶紧让救援人员以最快的速度过去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陆语受伤 陈根深立刻大声地呵斥道 这些家伙平时一个个鬼点子 好像很多的样子 一到关键的时候 就表现出这种死样子 危机关头 连一点自我主见都没有 事情都到这种程度了 还需要问自己吗 等这件事情之后 一定要把这些没用的废物 统统开掉 好 好的 我明白了 李子明赶紧点了点头 随后开始慌慌张张地联系救援人员 而此时 岛上的陆语 心情也是紧张到了极点 虽然他的身体被强化过三次 现在 他的身体素质 早就已经超越了成年人好几倍 但是面对面的和这种黑瞎子对峙 心中的恐惧和恐慌 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因为这种大型的野生动物 本身就会让人下意识地感觉到恐惧 而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恐惧 可不是那么容易 能够克服的 害怕归害怕 但是陆语也知道眼下的情况 想要脱身 只有一种办法 那就是彻底地干掉眼前的黑瞎子 这样自己才能够活下去 法卫狂徒张三曾经说过 人的生命危险 在受到侵害的情况下 可以做出任何的事情 而且 之前参加节目的时候 节目组就说过 这片岛屿上的所有东西 只要它们有本事 都能成为它们的食物 当然 现在并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如何解决掉眼前的黑瞎子 才是重中之重 好 但是黑瞎子显然不想给陆语 任何思考的时间 愤怒地咆哮一声之后 再次冲了过去 陆语赶紧扔掉手中的木槿弓 抽出腰间的柴刀 一手拿刀 一手拿剑 虽然黑瞎子的力量 确实很恐怖 一巴掌 就能直接把一个成年人给带飞 但是它的敏捷度是 远远不如陆语的 所以 对付黑瞎子 最好不要硬碰硬 因为那样 就算是最终赢了 估计也是惨胜 所以 必须要利用速度上的优势 和它周旋 寻找一击毙命的机会 黑瞎子冲过来的瞬间 陆语一个灵活的身位 闪了过去 与此同时 手中的木槿弦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刺进了黑瞎子的胸口 不过这东西的皮毛 实在太厚太滑 而且皮操肉厚 就算是拼尽全力的一次 木槿弦 也只是刺进去了五六公分而已 而且还偏离了心脏的位置 没办法 没有金属箭头的箭矢 确实有点辣 而胸口处传来的 撕心裂肺的疼痛 也让黑瞎子再一次暴怒 疯狂咆哮的同时 一个快速的转身 一巴掌 再次朝着陆语拍了过去 虽然说 黑瞎子的速度 比起其他的野生动物 要逊色一点 但是比普通人 可要快得多 一直躲避的话 可是干不掉这玩意儿的 就在黑瞎子的熊掌 拍过来的瞬间 陆语反手握刀 直接朝着黑瞎子 爪腕的部位 划了过去 噗哧 碰 锋利的柴刀 直接加黑瞎子爪腕的位置 划出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 鲜血也是瞬间喷射出 不过同时 陆语的身体 也被黑瞎子一巴掌 给拍飞了出去 毕竟这东西的体重 看样子 至少达到了25060斤 要比陆语重太多了 重重地砸在地上之后 陆语感觉自己的胸口一阵发闷 抽风衣的袖子 被撕开四条口子 胳膊上也出现了 四条清晰的血痕 不过也是一个鲤鱼打挺 迅速地站了起来 黑瞎子的右爪子 算是废了 因为筋已经被刚才一刀划断 鲜血直流的同时 露出了森白的骨头 看上去相当甚人 如果是一般人 肯定没有这样的力量 但是陆语的力量 可不是一般人 能够相提并论的 陆语 我 我来帮你 就在这时候 热巴的声音突然响起 陆语赶紧寻声望去 就看到热巴拿着一根木棒 准备冲过来帮忙 却被陆语一声嚇住 别过来 回去 陆语的声音很大 把热巴吓得一个机灵 原本准备去帮忙的他 也是瞬间愣在了原地 要知道 在这种情况之下 热巴根本就帮不上任何的忙 如果他来帮忙的话 只是会添乱而已 到时候 陆语还要分心保护热巴 要是不小心被黑瞎子的熊掌 给蹭到的话 那样的话 情况只会更加的麻烦 好 黑瞎子疯狂地咆哮 撕心裂肺的疼痛 完全让他处于癫狂的状态 根本就顾不上爪腕处的疼痛 再次咆哮着 冲向陆语 不过 一只爪子已经废掉的黑瞎子 对于陆语的威胁 已经减少了一大半 在这场战斗之中 黑瞎子的獠牙 根本就帮不上任何的忙 因为陆语的速度太快了 根本就不给他任何的机会 黑瞎子冲过来的同时 陆语再次开始灵活地躲避 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就像是一只非常灵活的猎豹一样 这种根本就碰不到猎物的感觉 让黑瞎子气得不断咆哮 但是却又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就是现在 就在黑瞎子咆哮着 再次冲过来的时候 陆语也是不准备继续浪费时间了 抓住机会 一个灵活的躲闪 避开了黑瞎子攻击的瞬间 身体一跃而起 直接起到了黑瞎子的身上 双腿紧紧地夹住黑瞎子的身体 然后双手举起手里的柴刀 拼尽了全身的力量 朝着黑瞎子后 脖梗刺了下去 噗哧 伴随着利刃入肉的声音 柴刀的刀身 完全没入了黑瞎子的后脖梗 吼 伴随着最后一声绝望的愤怒咆哮 黑瞎子的身体 瞬间开始跌跌撞撞 最终轰然倒塌 呼呼呼 虽然还在呼吸 但已经是出气多 进气少 生机快速地流失 显然是已经活不成了 呼 鹿鱼也是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随后拔出了柴刀 这时候 他才感觉到 自己的整条手臂 都快失去知觉了 宫二投机的位置 出现了几条血淋淋的伤口 不过还好 只是擦伤 并不算很严重 但是刚才黑瞎子的那一巴掌 力量实在是太大了 要是普通人的话 整条手臂废了不说 强大的冲击力 可能会对五脏六腑 都造成严重的损伤 唧唧唧 而这时候 小团团才不知道从哪里跑了出来 开始撕咬黑瞎子的脚指甲 那呲牙咧嘴的模样 乃凶乃凶的 操 狗东西 刚才不来帮忙 现在开始耍微风了是吧 看着团团那搞笑的模样 鹿鱼也是被逗笑了 虽然刚才确实有些惊险 不过 自己现在的综合战斗力 已经远远地超越了黑瞎子 如果不是心中对野兽的恐惧 或许以他的实力 能够更快更直接地解决掉黑瞎子 甚至刚才都不会受伤 不过这点伤势对他来说 倒是没什么问题 应该很快就能够恢复 就在这时候 热巴也终于跑了过来 手里还紧紧地握着木棒 直接扑到了鹿鱼的怀里 对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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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是因为惊吓过度 大声地痛哭了起来 嘴里还不停地说着对不起 很明显 他是因为刚才在那种情况下 没有帮到鹿鱼 而感觉到愧疚 没事了 没事了 这不怪你 你刚才表现得已经很棒了 好了好了 别哭了 鹿鱼轻轻地拍了拍热巴的后背 随后也是语气极其温柔地抚慰到 虽然热巴刚才没有帮上任何的忙 但是他的主观意识 是想帮忙的 而且也做出了行动 只不过是被鹿鱼给呵斥住了而已 要知道 面对野生的黑瞎子 这是要有巨大勇气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热巴的情绪还是很激动 鹿鱼也只能牺牲细语的安慰 好像这个时候 更需要安慰的是自己才对吧 而此时的直播间 彻底地沸腾了起来 这种沸腾是前所未有的 卧槽 草 草 草 雨神牛批 破音 抱歉我没问话 我只想说一声卧槽 鹿鱼歪歪第S 这家伙 真的是人吗 骨有五松打虎 仅有鹿鱼图熊 老公牛逼死了 老公 老公 轻松干掉一头黑瞎子 这是一个人能做到的事情吗 直播间的弹幕一波接着一波 评论区也是让人应接不暇 但是清一色的都是鹿鱼牛逼 然而鹿鱼确实牛逼 能够以一己之力 干掉黑瞎子的 没有几人能做到 这样的猛男在国内 更是没出现过 此时在鲨鱼平台办公室中 操 羽哥牛批 花甲之年的陈根生 都是兴奋地跳了起来 那种眼神之中的兴奋 丝毫不嫁以掩盖 至于其他人 虽然没有像陈根生一样 表现的兴奋 但是他们眼中的震惊 和不可思议 也是极其浓郁的 咕噜 这 这家伙真的是人吗 刚才他所表现出来的 力量和速度 好像完全超越了人的极限了吧 李子明使劲地咽了咽口水 难以置信地说道 一个人一把刀 居然就能够干翻 一只成年的黑瞎子 这绝对不是正常的人类 能够做到的事情 哼 这是没用的东西 这只能说明 你对人类的极限一无所知 陈根生看了一眼李子明 随后没好气地说道 他现在对这个露宇 是越来越欣赏了 这家伙 简直快成为自己的偶像了 是是是 陈总说得对 李子明也只能尴尬地点了点头 随后又开口问道 陈总 现在陆宇已经解决掉了黑瞎子 救援人员正在路上 要不要让他们回去 既然陆宇这边的危机 已经解决了 那么 救援人员好像没必要上去了 当然要上去 你没看到陆宇在刚才和熊的战斗中 受伤了吗 还有让救援人员帮我带一句话 让他好好地表现 安心地玩 他小爷的手术 我会帮忙解决的 陈根生一脸认真的说道 之前他就去过医院 问过沈月的主治医生 他的病不是很严重 虽然手术费稍微高一点 但是手术没什么大风险 他坚信 陆宇以后 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存在 所以现在打好关系非常的重要 而且 必须是真心的帮助 而此时在点评直播间 贝也早就已经被震惊得无以复加了 虽然他以前被人常称之为 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男营 可是单挑黑熊 这可是 他根本就不敢做 甚至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尝试的事情 一般单挑黑瞎子的结局 只有两个 要么打赢吃熊 要么打输吃席 而自己显然会属于后者 此时 陆宇在他的心目中 多了一个头衔 那就是蟒夫 因为只有蟒夫 才会想着和黑瞎子单挑 就跟战斗民族的那一群蟒夫一样 更他妈离谱的是 居然还跳赢了 陆宇这小子 我算是彻底的心服口服了 心中无比震惊的同时 贝也也是彻底被陆宇给征服了 这家伙 简直就是技巧加力量完美的化身 他才能够被称之为 真正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 自己和陆宇比起来 好像显得有点不入眼了 当然了 他们本身走的道路就不太一样 从今天开始 陆宇就是我的偶像 陆哥实在是太牛逼了 陆哈也是彻底的心悦诚服 甚至可以说是 非常崇拜的程度了 希望在娱乐圈 有哪个人能够比得上陆宇 甚至别说整个娱乐圈 就算是放眼国内 估计也很少有人 能有陆宇这样的胆破 这小子确实很厉害 这一次 就连那鹰已彻底的服气了 此时 他就插跪在地上唱征服了 一个18岁的年轻人 居然能够单挑黑熊 更重要的是 居然被他给打赢了 这确实没得黑 确实非常的厉害 是啊 确实很厉害 现在 我都有点看好他了 张子怡也是一改往日的那种高傲 要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继续刚下去的话 估计会被直播间 观众的口水给淹死 虽然有时候 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 获得流量 对于一个娱乐圈的明星来说 是非常正常的操作 但有时候 太过于标新立异的做法和想法 只会让观众更加的反感 在娱乐圈混迹了这么多年 这种浅显的道理他 还是懂的 看样子子怡解和内姐也服气了呀 陆哈笑着说了一声 能够得到这两位的认可 可不容易 而且 之前他们还对陆宇没什么好感 也正是因为 这样才能体现出陆宇的强大 哈哈 那小子真的很强 这已经没什么值得争辩的了 如果再继续针对这个问题的话 那就纯粹的属于抬杠了 你觉得我们两个是那种人吗 张子怡笑着说道 哈哈 当然不是 陆哈笑了笑 随后对着那英说道 那姐 之前和你打赌的事情 是我太小加子气了 等会我就把赢你的那五十万还回去 顺便 我再多捐出三百万 给山村的留守儿童 不知为何 今天看到自己的偶像 如此强大之后 陆哈的心情 莫名的很爽 既然那英已经服软了 那之前的五十万 就还给他吧 毕竟他本来就不是缺五十万的人 算了算了 输了就是输了 你就把我的五十万元 一起捐给留守儿童基金会吧 那英有些尴尬地说道 和陆哈比起来 自己好像真的有点太小心眼了 输掉的钱 他也不好再要啊 还不如 直接捐了 希望能稍微改变一下 观众对自己的印象 那行 这样的话 那我就替那些小孩子 谢谢那姐了 而陆哈这一波操作 也是瞬间让很多观众有了好感 其实以前陆哈的口碑并不好 主要原因就是 他这个泡菜流 小鲜肉的头衔 再加上他的长相本身就比较清秀 所以也被大部分人称之为娘炮 其实就三观来说 除了长相比较娘 没什么演技之外 也没什么好黑的地方 现在他这波操作 也把格局瞬间就打开了 很多以前的黑粉 也突然意识到 这家伙 好像除了魔都堡垒中的演技 备受诟病之外 似乎也没有特别 值得去黑的地方 陆哈这小子也不错 我决定从此以后黑转路 加一 算我一个 我路转反了 原本人气并不怎么高的 点评直播间 很快热闹起来 而此时在岛上 黑瞎子已经凉透了 热巴也终于平复了自己的 请 然后赶紧用自己的衣服 给陆宇包扎伤口 做完这一切之后 两人才把目光 看向了已经凉透的黑瞎子 陆宇 这东西 我们要怎么处理啊 热巴开口问道 在他们参加节目的时候 节目组就说过 岛上的任何动物 都可以成为他们的食物 也就是说 不会违规 这么大的一头黑瞎子 如果能够成为食物的话 估计他们能够吃 很长一段时间 当然是处理一下 制作成熏肉了 这么多的肉 可没有白白浪费的道理 而且这张皮 完全可以成为 我们那张双人床的毛毯 睡上去的话 一定会特别舒服 陆宇笑了笑开口说道 虽然经历了些许的危险 但是这收获也着实不错 制作成熏肉的话 应该能吃很长一段时间 而且 这张皮毛 对于他们来说 也有着巨大的作用 这可比之前的那张 野山羊皮要大多了 而且更加的柔软暖和 嗯嗯 看着倒在地上的黑熊 热巴也是 赶紧点了点头 不过 到现在 他还是有点心有余悸 因为之前 黑熊突然冲出来的时候 真的把他给吓惨了 还有就是 陆宇被黑熊一巴掌 拍出去的时候 自己都差点 快被吓尿了 不过还好 陆宇只是一些皮外伤而已 而且他自己也说 这种伤不严重 并不会影响他们继续求生 嗡隆隆 而就在两人聊天的时候 天空中突然响起了轰鸣声 两人也是 赶紧抬起头查看情况 只见一架直升机 出现在了两人的上空 螺旋桨转动产生的强大锋利 把一些树枝瓜的东倒西歪 就连陆宇和热巴 都能感觉到了强大的锋利 直升机 难道是救援人员吗 热巴一脸好奇地问道 不过这有点不应该啊 因为这个岛上 从来没有出现过直升机 就算是前几次 其他选手被淘汰的时候 也全部都是快艇接送的 如果这一次的直升机 真的是救援人员的话 那陆宇的面子 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看样子好像是的 陆宇淡淡地笑了笑说道 不过心里却是骂着妈卖批 身为救援人员 战斗都结束好几分钟了 他们才赶过来 这要不是自己战斗力强悍的话 他们几个吃习都赶不上热的 如果换作是其他选手 今天的情况可会相当地糟糕 就这两人对话时 直升机上抛下来一条绳梯 随后几个救援人员 也赶紧顺着绳梯爬了下来 陆宇先生 热巴小姐 你们两个没事吧 我们是节目组的救援人员 我叫秦峰 是救援队的队长 青年男子赶紧开口问道 同时也进行了自我介绍 不过 看到地上躺着的那一头黑瞎子之后 眼神之中满是惊讶 看向陆宇的眼神 也发生了些许的变化 多了一些敬畏和佩服 这黑瞎子 难道是陆宇一个人干掉的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家伙 岂不是离谱的有点过头了 一个人单挑黑瞎子 居然还打赢了 哈哈 秦队长 你们可来得真及时啊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烤熊肉 陆宇淡淡地开口说道 陆宇先生就不要嘲笑我们了 我们接到通知之后 第一时间就赶得过来 万幸 你们都没事 秦峰有些尴尬地说道 随后看了看陆宇的胳膊 赶紧说道 陆宇先生 你的胳膊好像受伤了 你们还要坚持下去吗 如果是平时受点伤倒也没什么 因为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 伤口不会发生感染 可这种荒郊野外环境比较潮湿 而且蚊虫和细菌都比较多 一旦发生感染 情况可是非常危险的 这点小伤没什么 陆宇摇了摇头 这才坚持了22天的时间 他自然不会就这样离开 而且这点伤对他来说 根本就不算什么 被强化过的身体 几天就能够完全愈合 那 那好吧 既然两位选择继续求生的话 那么我们这里有一些抗生素 和消炎药 可以给你使用 这样的话 能够很大程度的保证伤口 不会感染 说着 秦峰拿出了一些药 这可是陈总之前 特意嘱咐过他们的 如果陆宇选择继续坚持的话 就把这些药给他使用 强者终归是有些特权的 这个事件本来就是这样 因为陆宇继续求生 能够给他们平台 创造更大的利益 不用了 这对其他选手来说不太公平 而且这点小伤 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陆宇直接拒绝了他们的好意 当然公平 这只是他找的说辞而已 因为他知道这些伤口 不会对自己造成任何的影响 如果身体 没有被强化过的话 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接受 公平什么的 见鬼去吧 这个事件本来就不公平 每个人一生下来的处境 也不公平 而听到陆宇的话之后 但是强化过的身体 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东西 秦峰和身后的三个工作人员 脸上瞬间露出了 无比敬畏和崇拜的神色 这他妈才是野蛮 太特么帅了 一看就是天生当主角的料 好吧 不过陆宇先生 陈总还让我帮您捎句话 他已经了解到了你的家庭情况 他希望你能认真地在这里玩 不要被其他的事情影响到发挥 你小姨的情况 陈总也早就了解过了 他会帮忙 让医院请专家进行手术 当然了 陈总特意强调过 这笔钱会从你们打赏的金额中扣除 不是白白送给你的 秦峰附在陆宇的耳边 压低了声音说道 陆宇的家庭情况 还是不要让直播间的人知道为好 因为这个世界上 从来不缺乏眼红之人 也从来不缺乏一些丧心病狂之人 而就算再完美的人 也不可能做到每个人都喜欢 如果陆宇还有一个小姨的事情 被更多人知道的话 不是一件好事 即便是陈总已经进行了保护 而且陈总知道 每一个强者都有自己的高傲心 所以他特意地嘱咐 这笔钱算是先借给陆宇的 到时候会从他直播间 打赏的工资里面扣除 因为这样可以完美地区别于 施舍和同情 人老成精这句话 真的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能够坐到那么高的位置 那绝对不是偶然 就这对人性的把握 实在是太到位了 而陆宇听到秦峰的话之后 也有些惊讶 没想到鲨鱼平台的老总 也关注到自己了吗 而且他现在的做法 是跟自己是好吗 如果是的话 不得不说这个人确实很聪明 也很厉害 既帮助了自己 又没有伤害到自己的自尊 同时让陆宇欠了他一个人情 还真的是老奸居滑啊 不得不让人佩服 片刻的惊讶之后 陆宇开口说道 那就麻烦秦队长替我谢谢陈总 等离开这里之后 我会亲自登门致谢 陆宇的话也很真诚 因为小姨对于他来说 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了 不管那个陈总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但他总归是帮助了自己 让自己没有了后顾之忧 就凭这一点自己有必要去感谢他 好的 话我一定带到 那么陆宇先生我们就不打扰了 秦峰说完之后 顺着绳索梯子回到了直升机 伴随着直升机引擎的轰鸣声 很快就离开了 这个陈总听起来好像人还挺不错的 等秦峰他们离开之后 一旁的热巴低声说道 要知道他们现在连30天的时间都没坚持到 就能够帮助陆宇的小姨进行手术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善意 有的只不过是利益的千半姨 那个陈总只不过是看到了我的钱藏价值 不过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我都很感谢他 而且是发自内心的感谢 陆宇淡淡地笑了笑 随后脸色极其认真的说道 哦 热巴似懂非懂点了点头 不过他觉得那个陈总做得非常明智 因为和陆宇接触的时间越长 他就越觉得陆宇以后的成就绝对难以估量 好了 我们先把这东西扑到河边 然后处理一下吧 陆宇踢了踢躺在地上的黑瞎子 对着热巴说道 很快两人就拿上了工具 把已经凉拓的黑瞎子拖到了河边 此时经过前几天的暴雨 河水显得比较浑浊 不过无所谓了 只不过是宰杀黑瞎子而已 水浑浊一点也无所谓 而秦峰在回到救援营地之后 也是立刻拨通了鲨鱼平台办公室的电话 然后把陆宇的意思转到了陈根生 小曼 小丹 你们两个跟我去一趟医院 从今天开始 你们两个主要的工作 就是照顾住院的沈岳小姐 一定要照顾得好好的 不能出现任何的差池 同时 你们两个在原有工资的基础上加两万 陈科生对着办公室的两个女士牺牲说道 好 好的陈总 叫小曼和小丹的两个女孩 听到陈根生的话之后 激动的差点跳了起来 只要能多赚点钱 照顾个人算什么 挣钱吗 不可忿 墨钱才是活遭罪 要知道他们实习期的工资 也就只有三千出头而已 现在居然直接加了二万 这简直就是天降横财啊 这种待遇 他们一定要把那个沈岳照顾得好好的 甚至要比照 顾亲妈还要轴到一些 在其他实习生羡慕的眼神中 两人跟着陈根生离开了办公室 干 这陈总真是太偏心了 有事让我干 没事就 我 这么好的机会 居然让给了 那两个刚来的实习生 我这肤白貌美大大腿 难道还比不上他们两个吗 就在陈根生 带着两个实习生离开之后 一旁一个长相妖艳 打扮时尚的女子抱怨地说道 自己为了这个公司和陈总付出了那么多 没想到这种好事 却便宜了那两个死丫头 而且自己这颜值和气质 哪一点比不上他们两个小村姑了 平时自己干活的时候 那么卖力 尚未总是留给自己 现在这种好事 居然丝毫不考虑自己 老陈真是太过分了 今天晚上 一定要好好质问一下他 你想什么呢 人家陈总找的是会照顾人的保姆 不是浪荡的情音 况且 你这肤白貌美大长腿 人家陈总另有他用 另一个女生不屑地说了一声 随后开始继续工作 哼 这么说的话也对 我这超高的颜值和高雅的气质 哪里适合照顾别人啊 妖艳女子搔手弄姿地说道 对于这种话 其他人并不想理会 只是给了他一个白眼 让他自己慢慢体会 这其中的弯弯绕绕他们 自然是懂的 只不过有时候不敢说出来而已 几个小时之后 岛上的鹿羽和热巴 已经把黑虾子给处理好了 得到了一张完美的熊皮 还有非常多的肉和脂肪 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来说 可是大自然的最好馈赠 能够让他们更好地生存下去 随后两人把所有的东西 都搬回了山洞 虽然前几天刚刚下过雨 温度下降了一些 但是温度依旧很高 如果这些肉不尽快处理的话 很快就会变质 所以必须要烟熏一下 热巴 接下来你把这些肉看着熏一下 我去处理一下那张皮毛 陆宇也是把熏肉的工作 交给了热巴 因为之前在烟熏羊肉的时候 他就给热巴讲解过 熏肉的一些注意事项 所以这种小事完全没什么问题 嗯嗯你去吧 这个就交给我吧 热巴也是赶紧点了点头 随后陆宇就去处理皮毛了 刮去油脂这一步骤 还是非常缓慢的 就这样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转眼之间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 而两人也终于把所有的肉和皮毛 都处理好了 动物油也已经炼制完毕 现在就剩下 让它自然冷却凝结了 而陆宇也去其他的地方 找了一些止血和消炎的草药 自己的伤口 还是要稍微处理一下 毕竟 现在可是在现场直播 要是让大家看到自己 太过于变态的话 到时候 说不定可能会拉去做切片研究 晚上 热巴和陆宇 躺在杂草堆中 啊 今天真是充实的一天 陆宇也是感慨了一声 今天确实很充实 不仅和黑瞎子进行了搏斗 而且还获得了这么多的食物 更重要的是 以后好像暂时不用为小姨的身体状况 感到担忧了 这段时间 其实每到晚上 她就会思念小姨 不知道她的身体怎么样了 吃得好不好 自己留给她的五万块钱花完了没有 但是那个陈总 好像很会做人的样子 让自己没有了后顾之忧 看样子 八天之后 没必要离开了 如果能够拿到最终大奖的话 就可以舒舒服服的生活一辈子 不仅仅是充实的一天 还是让人担惊受怕的一天 刚看到那头黑瞎子的时候 我都快吓死了 尤其是看到你受伤的时候 真叫人担心 热巴点了点头 随后还是有些惊恐未定的说道 如果今天的情况 换做是其他选手的话 说不定 小命都交代在这里了 也就只有陆宇能有这样的魄力和能力 其实解决掉黑瞎子之后 他想过两人退出的 因为今天黑熊的出现 让他感觉到 这个岛上实在是太危险了 之前就发现了小狼仔 说明这片区域是有狼的 今天居然又遇到了黑熊 不知道 以后还会遇到什么危险的动物 不过看到陆宇那无比坚定的眼神之后 他最终也打消了 心中想要退出的那种想法 陆宇总会给人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就好像待在他身边的话 就什么都不用害怕一样 而且不知为何 他觉得如果退出的话 自己可能会和陆宇分开 或许从此之后 就会相忘于江湖 所以 他的内心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情 好了没事了 以后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看着热巴真诚的表情 陆宇也是笑着表示 就这样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浑浑沉沉中 热巴也顺了过去 今天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让他感觉到非常的疲惫 睡着的时候 像是一只受惊的小羊一样 乖乖地蜷缩在了陆宇的怀里 而且多多少少 有一种主动靠近的嫌疑 陆宇也是没怎么客气 直接抱着热巴睡着了 一日一早 伴随着叽叽喳喳的鸟叫声 陆宇也是早早地就醒来了 伸了个懒腰 看着明媚的天空 感慨道 今天是个好天气 之前连续下了三天的雨 昨天又遇到那样的事情 今天终于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 晴朗的天空 总会让人心情感觉到愉悦 很快 热巴也醒来了 两人走到河边 简单地洗漱了一下 经过了一整天的沉淀 小溪流再次变得清澈 陆宇 我们今天要干什么啊 是要先回到我们那边的庇护所吗 热巴也是 开口询问今天的事情 虽然这边住着也不错 但是住在山洞里面 总感觉有点不太舒服 或许昨天遇到黑熊的事情 还是让他有点害怕吧 嗯 今天我们就回去吧 看看我们的庇护所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陆宇点了点头回答道 他们之前的庇护所 其实是比较靠近小溪的 所处的位置也比较低 前几天的暴雨水是很大 很有可能他们的庇护所 遭受了极大的冲击 需要过去看看情况 毕竟那边还有没有拿走的物资 那些烟熏的羊肉 还有之前烧制的陶罐 桌椅等等 这些虽然都是小物件 但是制作起来 还是比较麻烦费时的 如果能够收回来的话 也能减少一些麻烦 嗯好 那我这就去收拾一下 热巴也是笑着点了点头 随后他跟两人 简单地制作了一些早餐 吃完之后 带上所有的东西 开始朝着庇护所的方向走了过去 两人走了一个多小时 在半途中 也发现了一些小动物们留下的足迹 看样子 有可能是野兔或者野鸡 也有可能是山鼠或者竹鼠之类的 而且 就在它们身后不远处 还有一片茂密的竹林 这边的竹林 比它们庇护所那边的 还要更大更茂密一些 这边的资源 倒是挺丰富的 如果这边有适合搭建 庇护所的地方的话 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地 看着一路走来 动物们留下的足迹 陆雨对着热巴说道 首先 这边的猎物比较多 其次 不远处还有一条小溪 可以完美地解决水源的问题 主要的问题就是 走了这么半天 也没有发现比较平坦 宽阔的空地 嗯 是啊 而且之前的那片小湖泊里面 鱼也非常多 不过也没事 如果我们想吃鱼的话 到时候可以来这边抓吗 反正现在我们有鱼线和鱼钩 热巴也是点了点头说道 这边的猎物 确实比它们那边更丰富一些 刚才一路走来 就看到了不少动物的足迹 而它们庇护所那边 也就只有放置陷阱的那片区域 有野鸡和野兔 随后两人继续往前走 刚刚走了十几分钟的路程 陆宇就惊喜地发现 眼前有一片非常完美的空地 面积比之前 他们庇护所的那片空地 要大了五六倍 更重要的是 这片空地相当的平坦 采光条件也非常好 卧槽 还真是说什么来什么 这个位置 太适合搭建庇护所了 而且 除了能够搭建庇护所之外 还有足够的空间 让我们建设农场和牧场 看着眼前这片完美的空地 陆宇的眼神中 也出现了欣喜的深色 如此大的一片空地 绝对是搭建 长久庇护所的完美悬址 哇 这边也太空旷了吧 热巴也是赶紧看了看四周 这种空旷的场地 总会让人感觉到自由 这确实比他们之前的 庇护所要好得多 而且这边的物资 也足够丰富 地势也要稍微的高一点 陆宇 要不我们以后 把长久的庇护所 就搭建在这里吧 我太喜欢这个位置了 再次看了看四周的环境 热巴是越看越喜欢 好啊 我也有这样的打算 这边的空地面积很大 你看啊 这块地 我们可以搭建庇护所 那边的地势 稍微要陡一点 我们可以弄个农场 还有那边 杂草比较多一点的位置 稍微清理一下 可以给大洋哥和小洋地 弄个洋圈出来 还有这里 可以弄个鱼塘 陆宇也是立刻点了点头 随后开始规划了起来 因为这片空地 确实很大 如果庇护所 搭建在这里的话 就不会感觉到那么压抑了 而且 想要长久地生存下去 或许也会变得更容易一点 到时候 打造出农场和牧场 别说生活一年 就算是生活个三年五年 应该也不成问题吧 嗯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热巴开心地指点头 此刻心中 已经开始规划起了未来 有个小家 还有农场跟牧场 暂时性地远离城市的喧嚣 可以过着日出 做日落而息的生活 如此想想的话 似乎也非常的不错呀 而不仅 两人这么觉得 直播间的所有观众 也觉得这个位置 比他们之前的庇护所 那个位置要好得多了 因为站在这个位置 就能够看到下游的河流 还有一处小水塘 身后就是茂密的丛林 完全可以用 依山傍水来形容 更重要的是宽阔 长期的生存 不会让人感觉到 太过于压抑 尤其是听到 陆宇刚才的规划之后 很多人都觉得 这完全就是 世外桃源般的感觉 真正都开始向往了起来 毕竟现在的社会 生存压力 实在是太大了 每天的加班 加班 加班都会让人精疲力尽 在这种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生活中 很多人晚若行尸走肉一般 枯燥 乏味 却又无力改变 如果生活在这里的话 不仅能够躲避现实的压力 似乎还能享受这种 闲云野鹤的生活 当然这也只是想想而已 因为很多人 根本就没这个条件 首先 他们没有录于 那么强悍的荒野求生经验和技巧 其次 太多的责任和义务 房贷车贷奶粉费 束缚住了他们 让他们脱不开身 这种生活 也只能在心里想一下 哇 这里的风景 实在是太美了 好想去那里隐居啊 别想了 兄弟 赶紧起来去上班吧 唉 也就是想想而已 想要在这里隐居 可没那么容易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是陆宇 说的对啊 人家生活的好不一定 我们也能生活的好 就像昨天的黑虾子 直播间 有几个人能应付的 所以说 还是老老实实的上班吧 陆宇和热巴 很快就把这件事 给敲定了下来 以后的长期庇护所 就搭建在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要先去 把那边庇护所里面的东西 全部都搬过来了 下定决心之后 热巴开口问道 毕竟在那个庇护所 他们还遗留下了 很多的求生物资和工具 而现在 他们所处的位置 应该距离之前的庇护所不太远 所以如果 能拿过来的话 自然也能省去 很多的麻烦 我们先在这里 搭个简易的庇护所吧 搭建完成之后 就去把所有的东西拿过来 到时候 再好好地改造一番 陆宇摇了摇头之后说道 因为如果现在进去 把那些东西 拿过来的话 他们也没地方放 所以 先在这边搭个简易的庇护所 然后 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过来 到时候就在这里定居 至于改造和升级的事情 慢慢来吧 反正他们现在食物充足 时间很多 嗯嗯 那好 刚才我们经过的那片竹林 离我们不远 我们先去那边 砍竹子吧 热巴也是认同地点了点头 好 陆宇点了点头 然后 带着小羊羔和团团 拿着砍刀 两人返回了竹林 至于那些肉 和其他的工具 找了一处 比较茂密的丛林 藏了起来 没有其他选手来过的迹象 但是 稍微谨慎一点 还是好的 半个多小时之后 两人就扛着竹子回来了 陆宇肩上 扛着十几根竹子 而热巴扛着两根 都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 接着就是反复的往返 走走往返了六趟之后 已经砍回来了几十根竹子 这些竹子 完全可以搭建一个庇护所了 甚至还有富裕 那么接下来 就是开始搭建庇护所 哎呦 不行了不行了 我实在是干不动了 这么多的竹子 应该足够了吧 热巴扶着自己的小蛮腰 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虽然他六趟拿的竹子 还没有陆宇一趟拿得多 但是这真的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再干下去的话 自己的老腰 估计都要被累断了 行了行了 这么多竹子也够用了 你先在这里 好好休息一下 我去烧点开水 看着汗流加倍 气喘吁吁的热巴 陆宇笑了笑说道 他能坚持陪着自己来回地走六趟 显然已经到了极限 对于一个女生的体能来说 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 陆宇烧了一些开水 喝完之后准备做饭 现在也差不多到了午饭时间了 新鲜的黑虾子肉还剩一些 今天刚好可以煮着吃 不过这边 目前没有发现什么可利用的调味植物 所以只能放一些海带 进行大锅乱炖 其实这种肉味的 还是非常不错的 有瘦肉也有肥肉 只要加一些盐 就已经非常的美味了 尤其是对于饿吉了的陆宇 和热巴来说 而且是在岛的另一边 此时 第八组的黄雷和王兴情况 可并不太好 因为前几天的连续降雨 让他们的庇护所 根本就无法承受 虽然说 没有直接被鲍鱼给摧毁 但在第一天的时候 两人就直接被淋成了落汤鸡 足足三天的时间 根本就生不起活 连一口热乎的东西都没有吃上 王兴作为 各身体强壮的年轻人 倒也没出现太大的问题 但是高龄的黄雷 已经受不了了 这两天一直在咳嗽 时而还会伴随着发烧 不过黄雷也确实是够厉害的 硬是咬牙 坚持了好两天 虽然在岛上也采集了一些草药 但是这些东西 完全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 咳咳咳 睡在庇护所的检疫床上 黄雷一直都在咳嗽不断 黄老师 我们还是退出吧 再这样下去的话 您的身体肯定会出问题的 我们放弃吧 没必要继续坚持了 这次您就听我的吧 王兴再次开口劝阻道 虽然现在时间已经过了23天 再有7天的话 就能够拿到百万奖金 如果只有自己一个的话 他无论如何 都会坚持到最后 但是现在黄老师这种情况 显然是坚持不下去了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说不定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呜 咳咳咳 真是抱歉呀 小心 看来我真的是老了 身体不行了 黄雷有些抱歉地说道 其实前两天 他以为扛几天就能好 但是现在的情况 好像有点越发地严重了 如果再不下岛进行治疗的话 可能真的会造成一些严重的伤害 要知道 人的年纪高 一些小病 都可能会落下很严重的后遗症 您看您说的 我真的很佩服您的毅力 我们能坚持23天 已经非常的了不起了 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我现在就打电话 王兴说完之后 也是立刻拿出卫星求救电话 给救援人员打电话 其实前几天 他也劝过黄老师 但是黄老师的性格比较执拗 总觉得自己能够坚持下去 如果是年轻的时候 或许他真的可以吧 但毕竟现在年事已高 身体的抵抗性和免疫力 早就比不上年轻人了 黄老师能够在这种情况下 坚持两三天的时间 他已经觉得自己非常的佩服了 半个小时之后 伴随着快艇的轰鸣声 救援人员很快就赶到了 黄雷和王兴这边 黄老师 您没事吧 都病成这样了 为什么你们不早点打电话呢 救援队队长秦峰 看着嘴唇发白 满脸虚脱的黄雷 问道 要知道 一百万对于普通人来说 可能确实是个天文数字 甚至能够帮助他们 解决很多的问题 但是对于明星来说 一百万应该也不是什么大钱 没必要为了这点钱 搞好自己的身体吧 他实在是有点想不通 是我不让逗 原本我以为我能坚持下去的 现在看来 不服老真的是不行了 好了 我们下去吧 嗨嗨 黄雷无奈地说道 随后 秦峰也是立刻给黄雷进行喝了降温药 至于其他的药 也不敢让他乱喝 只能先带到医院之后 再让医生治疗吧 伴随着两人离岛 第八直播间也正式关闭 七八百万的观众 也涌向了其他的直播间 其实他们都觉得 黄雷是真的不错 这么大的年纪了 还能坚持23天 更重要的是 感冒了将近三天的时间 他硬生生地扛了下来 虽然最终退出了 但这种坚持的态度 也值得让人敬佩 一个小时之后 陆雨和热巴也吃完了午餐 那么 接下来就是搭建庇护所 搭建一个简易的庇护所 对于陆雨来说 还是比较简单的 就按照之前庇护所的形状 进行搭建 可以比之前的稍微小一点 毕竟只是一个零食的 但是防雨的效果 一定要着重考虑 前几天的降雨 也算是给他提了一个醒 岛上的天气变幻莫测 现在看起来阳光明媚 很有可能待会儿就是暴雨 所以 必须要以防万一 因为这次准备搭建的庇护所 和上一次差不多 所以实施起来 也更加的娴熟 三个多小时之后 庇护所的框架 已经全部完成 接下来 就是砌墙和封顶的工作了 热巴 你来这边活泥巴 我去河边捡一些石头过来 他的想法很简单 要在庇护所周围 铺上一些石墙 这样的话 也能加固庇护所的稳定性 然后四周的墙面和房顶 都要裹上一层混合泥 这样的话 能大大的提升遮风避雨的效果 嗯嗯 好 热巴也是赶紧点了点头 对了 那些干杂草 一定要加进去 这样的话 能够增加你的牢固性 陆宇也是再次开口提醒了一声 这也是以前农村建土房的重要操作 随后 就背着藤条编织的背兜 去河边捡石头了 反正就算是以后搭建庇护所 这些石头也是少不了的 到时候可以拆了 当做地基用 以后正式的庇护所自然要搭建得完美一些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转眼之间就已经到了下午六点多 陆宇也是赶紧完成了庇护所的封顶工作 毕竟今天晚上可是要住在这里的 呼 终于完成了 不过今天晚上 住进去可能会有点潮湿 看着眼前已经成型的庇护所 陆宇也是松了一口气 这一天的工作量实在是太多了 忙着忙着天就快黑了 前几天下雨待在山洞里面的时候 总感觉一分一秒都是煎熬 但是这天气一放晴 就又忙得停不下来了 没事 我们不是还有熊皮吗 今天已经晒得差不多了 晚上扑着 肯定很暖和 热巴倒是不在意地摇了摇头 反正潮湿就潮湿一点吧 毕竟这是荒野求生 不可能做到什么事都那么完美 晚上能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对于热巴这种开朗的心态 陆宇还是非常喜欢的 嗯 肯定很暖和 如果晚上觉得冷的话 就把我抱得紧一点 陆宇点了点头之后 开玩笑地说道 听到这话之后 热巴也是顿时脸一红 一起睡了这么长时间 他自然也知道自己的习惯 晚上总喜欢抱着陆宇睡觉 有时候清醒过来的时候 还是那样抱着陆宇的 虽然很尴尬 但是他不排斥这种感觉 甚至还有一点喜欢 好了 一会儿你再煮点肉吧 我能给咱们做一个竹床 看着脸红的热巴 陆宇也没有继续往下说 虽然今天的天气比较晴朗 但是之前连续下了三天的雨 所以地面还是比较潮湿的 如果晚上没有一张梨的床的话 到时候睡得会非常的不舒服 用竹子做床非常的简单 首先截出四根长短一致的床脚 然后在相同的位置开个口 再用两两相同的四根竹子 完美地镶嵌在床脚的 四个小洞洞里面 镶嵌的时候一定要镶得紧一点 最好是要塞得满满当当的 因为这样制作出来的 床稳定性才会更好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 长方形的双人床 再截出一些 和床宽度相同的竹子 居中一切为二 然后均匀地用藤条 固定在两个床帮子上 做起来还是非常简单的 仅仅一个小时的时间 一张床就已经坐好了 而这时候夕阳已经稀坠 夜幕也开始降临 热巴随便做了一些吃的 两人简单地吃了晚餐 随后坐在篝火旁烤着火 经过这二十多天 就连热巴似乎也是 完全适应了这样的生活 两人就这样欣赏着夜空 因为这片空地比较大 所以能看到的天空 也更加地宽广 繁星点点 圆月高悬 明天一定是个好的天气 哇 路雨好帅 热巴好美 这画面也太美了吧 两个人 一张床 这就是我向往的生活 多么朴实无华的梦想 怎么就TM实现不了了 Ciao 楼上兄弟的梦想 确实朴实无华 我就比较贪心 我喜欢三人行 我就喜欢你这种诚实的L 房子我有 床我也有 我现在就缺一个热巴 搞得好像谁TMD不缺热巴一样 我感觉路雨和热巴 就算是生存十年八载 也不是问题啊 确实啊 路雨实在是太强了 一到晚上 直播间就会更加的热闹 毕竟很多上班族这时候 已经下班了 冲个凉水澡 洗涤了一天所有的疲惫之后 最舒服的 就是躺在床上看直播 然后憧憬着 自己也能有这样的生活 晚上十点多的时候 路雨把熊皮铺在了床上 这张熊皮很大 差不多铺了三分之二的床 哇 好柔软好暖和 真的是太舒服了 躺在床上 感受着熊皮带来的温度和柔软感 热巴也是开心的像的孩子 要知道自从去了海边之后 每天睡的都是干板凉床 时间一长就非常的不舒服 几乎每天早上都会被冻醒 有了这张熊皮之后 以后每天肯定都会睡得非常好 而且 这可比之前的野山羊皮 要舒服太多了 嗯 确实 我现在倒是有点期待 再多来几头熊了 因为那样的话 我们就得多两床熊皮被子 路雨笑着说道 如此辽阔的荒岛 绝对不仅仅只有一头熊 所以他刚才说的这件事情 也是非常有可能实现的 当然了 野山羊皮和狼皮也不错 如果能够干掉一个狼群的话 想想都觉得美滋滋 呸呸呸 那还是算了吧 我可不想再看到你 处于那种危险中啊 我都担心死了 热巴看得一眼路雨 随后没好气地说道 虽然这熊皮 当被入的话 确实非常的暖和 而且熊肉也挺好吃的 但他再也不想看到 路雨处于那种危险中啊 那时候 他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哈哈 我也就是随口一说而已 再说 我们的运气 也不会一直那么好的 看着热巴那认真的模样 路雨浅笑着说道 毕竟他们现在 已经待了二十多天了 遇到的大型动物 也就只有 这一头黑虾子而已 至于前段时间的狼叫声 自从那晚听到之后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根本就没听到过 也不知道 那些狗东西去了哪里 运气好 我才不想要这样的运气呢 我没有太大的追求 只要我们两个平平安安的 天天能够填饱肚子 就非常的不错了 热巴继续说道 如果遇到熊市运气好的话 那他宁愿不要这样的好运气 这种每天简简单单的日子 过得也挺开心的 路雨看着热巴 感觉自己 好像真的很喜欢热巴 长得漂亮 性格又好 而且还那么担心自己 看到路雨 一直都笑眯眯地盯着自己 热巴感觉浑身不自在 好了好了 我睡了哈 你也赶紧睡 随后赶紧转过头 假装开始睡觉 不过半个小时之后 又主动转了过来 紧紧地抱着路雨睡着了 四日一早 两人早早地起来 然后收拾好了所有的东西 准备去之前庇护所那边 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过来 至于熊皮 这种好东西 路雨自然是藏了起来 万一被其他选手 顺手牵羊给顺走的话 那可就太操蛋了 这次两人回庇护所的时候 也没有拿太多的东西 只是拿了柴刀和弓箭 还拿了一些淡水 因为本来就是过去拿东西的 拿得太多 反而会成为负担 至于之前烟熏的那些黑虾子肉 暂时随便找个地方 藏起来就好了 反正如此茂密的丛林中 就算是随便地藏一下 也没有人能够发现 昨天晚上熊皮的味道好大 好难闻 等回来之后 我们再好好地晒一下吧 走在路上热巴开口说道 虽然熊皮的保暖效果很好 昨天晚上并没有感觉到冷 但或许是没有完全晾干的原因 所以味道还是有点重的 嗯 等回来之后 再好好地收拾一下吧 路雨点了点头 昨天晚上确实睡得不太好 熊皮的味道确实很重 等一会回来之后 就好好地晾晒一下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一个多小时之后 路雨他们发现了一条小溪 也不知道是不是之前 经过他们庇护所前方的那条小溪 不过大概位置应该不会错 两人开始顺着小溪往前走 又走了十多分钟之后 两人的面前出现了一棵 长满了果子的果树 路雨那是什么树呀 怎么果实长得那么奇怪 像柳子一样长在树的树干上 看到眼前出现的果树 热巴一脸好奇地问道 以前见过的果树 果实大部分是长在细小的树枝 或者是树梢上的 可是眼前的这棵果树 果子居然是长在主干上的 更重要的是 这些东西就像是一串串的瘤子一样 这东西对于密集恐惧症患者来说 可一点都不由好 好像是巨果蓉的果实 路雨也是不确定地说了一声 以前他只是在纪录片上 看过一些关于巨果蓉的资料 长得和这差不多 而且果实也全部都是长在树干上的 最重要的是 这些果实都是一串一串的 密密麻麻地汇聚在一起 或许这也是巨果蓉的名字来源吧 巨果蓉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热巴有些不解地说道 作为明星 他以前确实吃过很多种类的水果 但是有些水果自己吃完之后 连名字都不会记得 眼前的这些果子大部分都是绿色的 应该是没有完全熟透 所以他也记不起 自己有没有吃过这种水果 说这个名字的话 可能会比较陌生 他在其他的地方 还有另外一种称呼 叫做野生无花果 当然了 这两种树虽然属于同科 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果实 看着一脸好奇的热巴 路雨开口解释道 在某些地方 巨果蓉确实有野生无花果的称号 而且 他的果实以及味道 都和无花果有些相似 谈话之间两人已经走到了树下 大部分果子还是绿色的 但是偶尔也会看到一两颗红色的 甚至地上 还凌络着一些红褐色的 路雨随手在地上 捡起了一颗红褐色的果实 然后掰开了一看 里面的果子 像是白蚁的卵一样 密密麻麻的 这让他确定了刚才的猜测 看样子 这确实是巨果蓉的果实 这果实 好像真的和无花果有点相似 热巴也是 赶紧凑过来看了看 果实的里面 确实很像无花果 路雨也是浅尝了一口 甜甜糯糯的口感 味道非常的不错 这就是巨果蓉的果实 可以吃的 能够补充我们身体中 所需的糖分 和其他的营养物质 看样子 我们这 刺发财了 感受着甜多的味道 路雨的脸上 也是瞬间 就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这段时间 他们并没有吃过什么水果 眼前这么大的 一颗巨果蓉树 所提供的果子 可以让他们 吃很长一段时间 能够很好地 补充身体中 所需的糖分 我也尝尝 看到路雨脸上的笑容之后 热巴也是 赶紧从地上 捡了一颗红褐色的果实 然后掰开来吃了起来 或许是好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吃过水果的缘故吧 居然意外地好吃 尤其是那种甜甜的口感 真是让人欲罢不能 太好吃了 真的很好吃啊 热巴赶紧又捡了两个 只不过 拨开第三个的时候 里面却有很多的小虫子 这只虫子 有点像蚂蚁 又有点像蜜蜂 吓得热巴 赶紧把手里的果子给扔掉了 刚才那种小东西 叫绒小蜂 是巨果蓉果实 催熟的一种 不可或缺的因素 路雨也是赶紧开口说道 这种东西 还是他以前看纪录片 蓝色星球的时候认识的 一般这种绒小蜂 会把自己的卵 排在巨果蓉的果实里面 等到一定的周期之后 雄蜂就会率先破壳而出 在破壳而出的同时 他们就会和果实里面 雌蜂的疯乱 进行繁殖的工作 而雄蜂的生命 最多也就只有48个小时 在这48个小时的时间里面 他们必须要完成 这项最伟大的传承任务 然后就会从巨果蓉果实里面 爬出来 被外面的蚂蚁吃掉 同时成功地保护雌蜂逃脱 不得不说 借个揍势爱情 为了掩护自己的 另一半成功地逃脱 他们选择成为蚂蚁的食物 值得一提的是 雄蜂的昆昆 在分泌一些蛋白质的时候 能够增长到体长的两倍之多 这也让陆宇当时 看纪录片的时候羡慕不已 哦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同时 心里也在钦佩 陆宇懂得真多 好了 你先把掉在地上的 这些成熟的果实 全部捡到一起 我找些东西编一个竹矿 到时候 把这些巨果蓉的果实 全部收集回去 陆宇对着热巴说了一声 随后就去编制箩筐了 热巴也是赶紧点了点头 随后开始剪掉在地上的果子 还有一些树上已经成熟的 巨果蓉树是属于乔木科 所以 它们一般都能够长到 二三十米的高度 而眼前的这巨果蓉树 显然还没有成年 目测也就只有个十一二米左右 不过这么多的果子 已经能够让它们吃很长一段时间了 等全部成熟之后 就可以全部运回庇护所 吃不完的可以晾干 就算是晾干之后 它们也能保持自身的糖分 很快 两人就装了满满当当的 一箩筐巨果蓉果实 又是美美地吃了十几个之后 肚子饱了 终于是满足地离开 同时 鹿鱼也记下了这边的位置 毕竟 这棵巨果蓉树 对它们来说 价值实在是太高了 背着一箩筐巨果蓉的果子 两人又前进了半个小时之后 终于是看到了 它们之前的临时庇护所 不过此时庇护所的情况 可有点不太好 因为之前搭建庇护所的时候 考虑取水的问题 所以 庇护所距离小溪边比较近 前几天的大暴雨 可能是造成了范围性的洪涝 所以 庇护所被吹得东倒西歪 不过还好 并没有完全被吹走 即便如此住人是不可能住了 卧槽 幸亏前几天发现了那个山洞 要是住在这里的话 可就有点糟糕了 看着被洪水冲得歪歪扭扭的庇护所 陆语也是庆幸地说道 嗯 看样子前几天的雨量 真的很多 热巴也是赶紧点了点头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他们当时真的在庇护所里面的话 就算是庇护所 没有被洪水冲走 漏雨的事情肯定会发生 到时候感冒的话 情况依旧非常的危险 走吧 去看看我们的东西还在不在 随后 陆语三步化作两步 赶紧回到了庇护所 虽然庇护所 已经被洪水冲得有点变形 不过里面的情况倒也还好 两个陶罐并没有受到破坏 就连床都还是完好无损的 还好还好 我们的主粮没有被冲走 陆语赶紧上前查看陶罐 把上面的芭蕉叶拿掉之后 里面的淀粉没有进水 他最担心的 可就是这个问题 经过水泡之后 已经有点发霉长毛的现象 看样子是吃不成了 不过这个倒是问题不大 因为他们又存储了很多的熊肉 野山羊肉坏了就坏了吧 两人也是赶紧把现有的东西盘点了一下 除了两罐淀粉之外 其他的淘气也要全部带走 还有之前制作的桌椅 这些东西虽然做起来比较简单 但有时候还是挺浪费时间的 至于那些山羊肉 应该是吃不了了 所以只能扔掉 还有一些地皮菜也可以拿走 一大堆的无患子果实也没什么问题 反正这种东西 只是用来洗头洗澡的 而且就算是经过水的浸泡 也不会出现发霉长毛的现象 鲁鱼 我想再去洗个澡 看到无患子果实之后 热巴也是有一些羞涩地说道 自从去了海滩之后 就没怎么洗过澡 因为在海滩边上的时候 他们的淡水资源本来就不多 也只能偶尔擦拭一下身体 现在条件允许了 自然想要好好地清洗一下 嗯 那行 等会我们就去洗个澡吧 顺便可以多挖一些淮山药 到时候就不用来回跑了 鲁鱼也是点了点头 虽然对他一个男的来说 就算是一两个月不洗澡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洗一下的话 的确会舒服很多 嗯嗯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两人简单地整理了一下 然后顺着小溪走到了下游 很快就找到了之前洗澡的那个小水塘 经过两天的沉淀 小水塘依旧清澈见底 而且因为这边的小溪一直在流动 所以也没有沉淀出多少的泥土 那个 我先洗还是你先洗 热巴有些尴尬地开口问道 虽然晚上是抱在一起睡的 但是 洗澡这种事情还是比较隐私的 你先洗吧 对了 这次要不要让我帮你擦擦呗 我的手法绝对是专业的 值得信赖 鲁鱼笑眯眯地开口问道 经过这二十多天的相处 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更进一步 有时候 偶尔开开玩笑也无伤大雅 而且 鲁鱼可是真心想要帮忙的 热巴犹豫了片刻 语气顿了顿之后 最终摇了摇头 还是算了吧 我自己可以 怎么说 自己都是一个大家闺秀黄花闺女 在这个地方 让一个男生帮自己擦拭身体的话 这实在太不自在了 好吧 既然这样的话你先洗吧 我过去再捡一些地皮菜 顺便挖一些淮山药 鲁鱼也没有抢求 这种事情 讲究的就是温水煮青蛙 循序渐进法 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反正时间一长 估计他会求着自己给他擦背 嗯嗯 那你走得不要太远哦 热巴点了点头 随后赶紧开口提醒道 因为上一次遇到水蛇的事情 还是让他感觉到有点心有余悸 放心吧 我不会走远的 鲁鱼笑着点了点头 随后 抬起头看向了无人拍摄机 淡淡地开口说道 看够了吧 看够了 就赶紧转过去吧 这种事情 居然还要我提起第二次 真是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花音落下之后 无人拍摄机也是非常秩序地转了过去 要是把选手的隐私给泄露出去的话 那可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而此时 直播间的观众却再一次不干了 草 这陆老狗 还是那么狗 你他妈肉都吃完了 还不允许我们这些人喝点汤吗 就是就是 看看又能怎么样 又不会少一块肉 终究还是把我们当成外人了 兄弟们 赶紧撤吧 陆老狗 我要和你单挑 拔刀吧 就你还想和我们老公单挑 得了吧你 希希我老公表示 我要打十个 女人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嘿嘿 热霸我们不看可以 陆宇洗澡的时候 一定要把摄像头转过去哦 对于直播间的哀嚎 陆宇自然是看不到的 就算是看到了 也不会理会 随后 就背着背豆 去找东西了 上一次碰到的地皮菜 还有很多 拿回去的话 今天晚上 说不定可以包包子 地皮菜包包子 那可是非常好吃的美食 还有淮山药 软软糯糯的 这十几天没吃到 也是非常怀念 就这样时间 一分一秒的流逝 转眼之间 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 这时候热霸 也终于洗好了澡 陆宇也准备 稍微休息一下 此时他的背豆 已经快装满了 除了地皮菜之外 还有不少的野菜 野蒜 以及蘑菇 这些东西 只要发现 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 所以采集的速度 也是非常快 陆宇 我洗好了 你赶紧去洗一下吧 热霸顶着湿漉漉的头发 走到了陆宇的面前说道 此时的热霸 给人一种 出水芙蓉的诱惑感 好 陆宇点了点头 确实 他也很想洗洗了 那个 怎么了 那个 你 需不需要 我给你擦擦背啊 热霸红着脸 有些难以启齿地问道 毕竟彼此之间的关心 应该是相互的 啊 陆宇愣了愣 显然是没想到热霸 居然问出了这样的问题 不过反应过来之后 便立刻连连点头 需要 当然需要 因为后背 我实在是自己擦不到 啊 听到陆宇的回答之后 热霸顿时一愣 显然他没有想到 陆宇居然答应得如此干脆 这家伙 不应该和自己刚才 回答他的答案一样 羞涩地表示 不需要吗 怎么想都没想 就答应下来了 有点失策了呀 我 我只是 热巴结结巴巴地开口 他想告诉陆宇自己 只是随口一说而已 不过这话 都说出口了 临时变卦的话 显得自己 好像太没诚意了 怎么 你不会要告诉我 只是随口一说吧 不过 我已经当真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陆宇一脸严肃地说道 这种事情 怎么能当戏呢 当 当然不是 好吧好吧 帮你擦就是了 看着陆宇那一脸严肃的模样 热巴也只能无奈地说道 这家伙 完全就是吃定了自己 自己心里想什么 他都一清二楚 擦就擦吧 不就是擦擦背而已吗 反正都已经同床共枕 二十多天了 再说 队友之间 就是要相互扶持的 帮他扶一下 呃 擦一下也没关系 那就走吧 陆宇笑了笑 随后走在前面 热巴也只能尾随其后 至于后面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摄像头没有进行拍摄 所以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半个小时之后 两人才湿漉漉地 从小水塘里面走了出来 我约 这就是传说中的鸳鸯细水吗 TMD 我这是看了个锤子的直播 兄弟们这种直播间不呆也罢 我们走 对对对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都没有 我走了 都别拉我 呃 虽然是陆宇的老婆粉 但是我也表示 他们太过分了 居然不让我们看直播 哎呀 真TM想想 都能让人爽翻天呀 兄弟们 看不到直播画面 可以进行脑补啊 有道理 我要开始冥想了 都特么别打扰我 直播间的观众 那叫一个气啊 平时直播的都是一些没用的东西 每当到了精彩的时候 就只能看到一些花花草草 过分实在是太过分了 而就在直播间的所有观众热烈讨论的时候 陆宇和热巴早就去挖淮山药了 而这一挖 就是四五个小时的时间 当然 收获也是颇为丰富 断断续续的总共挖了几十条 这么多的野淮山 应该能够让他们吃蛮长一段时间了 好了好了 今天的收获真不错 说不定今晚回去之后 我们可以吃上火锅了 看着满满当当的两箱食材 陆宇也是心满意足 里面有新鲜的燕山姜 野蒜 野菜 野蘑菇 地皮菜 还有很多的淮山药 这边虽然猎物比较少 但不得不说 这些野菜资源 还是非常丰富的 陆宇 这些蘑菇应该没有毒吧 吃了之后 不会躺满满吧 看着箩筐里面的野蘑菇 热巴开口味道 显然对于上一次摘到白毒散的世界 还是心有余悸 放心吧 这些东西我还是认识的 不会有问题的 陆宇笑了笑说道 虽然自己算不上是荒野大佬 但至少还是有些生存经验的 对于荒野中一些可食用的食材 自然也是比较了解 如果不是十分了解的话 野蘑菇这种东西 自然也不敢乱吃 那就好 看着陆宇如此自信 热巴点了点头 要是吃了这东西 全村开席的话 可就麻烦了 很快 两人就回到了庇护所 此时时间 已经是下午一两点钟了 因为之前吃了很多的聚果融果实 补充了身体中的糖分 所以现在 也不是很啊 而且 这边以前准备的干柴 全部被水浸泡得湿大大的 想要生火 也比较麻烦 两人只能选择 先回庇护所那边 到了那边之后 再做饭吧 经过了将近三个小时的 跋山涉水 两人也终于筋疲力尽地 回到了庇护所 虽然陆宇的身体素质很好 在这次回来的时候 背了很多的东西 所以依旧能够感觉到些许疲乏 至于热巴 早就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不过经过这么多天的锻炼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素质 也比之前要好太多了 如果是刚上岛的时候 在这种茂密的丛林中 穿梭两个小时 估计就已经是极限了 呼 终于回来了 实在是太累了 放下了被褶的被褂之后 热巴也是 随便找了一处草坪 一屁股就坐了下来 实在是有点站不起来了 辛苦了 好好休息一下吧 现在天气这么好 我去把熊皮拿出来 好好地晾晒一下 希望今天晚上 味道不会那么重 跟热巴说了一声之后 陆宇就去继续干活了 先是把熊皮 简单地晾晒一下 昨天晚上味道那么重 或许是因为 没有完全晒干的原因 晒干之后的话 应该味道就不会那么冲了 接着就是把之前的淀粉 也倒出来 继续晾晒一下 表面看上去并没有净水 但经过几天的降雨 也要防止受潮发霉 晾晒只不过是为了 以防万一而已 虽然之前 那边的西谷椰树还很多 但是想要得到 这白花花的淀粉 说实化过程 还是有些繁杂的 简简单单的几件事情 又是花费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热巴也休息得差不多了 陆宇 我来给咱们做饭吧 今天你想吃什么 刚才陆宇 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这做饭的事情 自然是自己包了 今天 我来给咱们做吧 你喜不喜欢吃包子 陆宇笑着开口问道 虽然之前 自己也感觉到 有些许的疲累 但是自己的恢复能力 是非常强的 经过这一个小时 已经感觉不到半分疲惫 而热巴的话 虽然休息了一个小时 但可没那么容易恢复过来 今天这顿饭 就让自己来做吧 啊 包子 喜欢呀 我最喜欢吃包子了 热巴先是一愣 随后脸上顿时露出了 欣喜的表情 可是他们现在这样的条件 能制作出包子吗 好 那我们今天就吃包子 陆宇笑着说了一声 随后 开始着手准备 先找一块肥瘦相间的熊肉 然后剁成肉末 里面加一些燕山姜末 也算末 也算是刚才来的时候 路上发现的 最后就是把地皮菜洗干净 再多一些蘑菇碎 加上适量的盐 全部加在一起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放下来备用 然后就是面皮 如果有面粉的话 那自然才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现在 他们有西米淀粉 完全可以用来制作面皮 制作出来的包子 会看上去更加的晶莹剔透 接着 就是开始活淀粉 然后揪剂子 没有案板的情况下 只能用手大概地捏出包子皮 或许是因为系统奖励的厨艺的缘故 所以 这些事情做起来 陆宇感觉非常的娴熟 没一会的时间 陆宇就包了20个包子 然后在他们的竹子餐桌上 铺上一层清洗干净的芭蕉叶 再在芭蕉叶上面 撒上一层淀粉 包子均匀地 先放在上面 其实在做包子之前 他应该先编一个 蒸笼出来的 只不过事情一多忙起来 有些事情就容易忽略掉 好吧 我把编蒸笼的事情给忘记了 陆宇也很无奈 只不过 他的编织速度 还是很快的 编一个蒸笼 应该花不了多长时间 而且 之前搭建庇护所 剩余的竹子 还有很多 二十多分钟之后 陆宇按照锅口的大小 编制了一个简易的蒸笼 好了 现在可以放上去蒸了 希望能够成功 陆宇把所有的包子 都放在蒸笼里面 然后生火开始蒸 陆宇 你还说你以前不是干厨师的 你刚才包包子的手艺 就算是一般包子店的老板娘 也不一定能包出 那么好看的包子 热巴一脸怀疑地 看着陆宇说道 看他那娴熟的技术 以及包包子的速度 还有包子成型之后的形状 绝对就是专业的 速度之快 估计就算是包子店的 包子西事件了 都得直呼内行 哈哈 以前在家里闲来无事的时候 包过几次 陆宇也只能笑着 堂塞了一声 随后又恍然大悟地说道 对了 我们现在把淀粉 全部都拿过来了 要不制作一些西米出来吧 到时候可以用西米煮一些粥 也可以用西米包一些粽子 西米的用途 还是比较广泛的 不仅可以做西米露 加一些其他食材的话 也可以进行煮粥 还有就是 完全可以用来包粽子 毕竟在这种荒岛上 芭蕉叶和棕榈叶都非常的常见 这些食物做出来之后 口感肯定比淀粉饼要更好吃 西米 那要怎么弄啊 热巴显然是有点不太懂 虽然以前经常喝西米露 但是西米是怎么制作的 它确实不太清楚 这个其实很简单 就和小时候玩泥巴差不多 先用水和一些淀粉 然后搓条 最后用刀子切成小块 然后搓圆就行了 陆宇也是简单地解释了一下 等搓成小团的淀粉粒晒干之后 就形成了西米 虽然这样的做法 可能形状不是特别的均匀 但是在这种环境中 已经没必要在意那么多的事情了 这么简单吗 我也来试试 听到陆宇说得这么简单 热巴也想试试 好 陆宇点了点头 随后两人开始专心地制作西米 虽然步骤非常的简单 几乎就是稍微看一眼就会做 但是 做起来还是非常消耗时间的 足足半个小时的时间 两人搓的西米 最多也就只有一小碗 这种细活做的陆宇 都有点失去耐心了 不过这时候 包子也差不多已经熟了 我来看看我们的包子吧 不知道第一次制作包子成功了没有 陆宇打开了锅盖 那一瞬间也是芳香四溢 因为之前加入了很多的配料和调料 哇 你成功了 陆宇 好香啊 好好看 看上去跟水晶包一样 热巴看着蒸笼 里面的包子激动地跳了起来 打开锅盖的那一瞬间 就闻到阵阵香味 而且每一个包子看上去都晶莹剔透 感觉就像是虾脚一样 嗯 看样子确实成功了 闻上去也很香 就是不知道吃起来怎么样 给 尝尝吧 陆宇对于这样的结果也是颇为满意 虽然不知道味道如何 但是看上去确实不错 而且闻起来也很香 热巴赶紧拿过一个 一边吹 一边开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现在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 一天没吃东西的他 早就已经鸡肠碌碌了 淀粉很软 还有点沾牙 但是里面的馅味道很香 哇 真好吃 你也赶紧吃吧 陆宇真的很好吃 很快 热巴就干掉了一个包子 随后也是一脸高兴的 让陆宇一起吃 没想到在荒野中 他们居然能够吃到包子 这种待遇 肯定比其他的选手好得多了吧 好 那我也尝尝 陆宇也拿起一个包子吃了起来 因为他们选择的肉馅 是肥瘦相间的肉 所以 一口咬下去 满嘴流油 加上地皮菜和各种配料 味道确实非常的香 能够在这种荒野中 吃到这样的包子 不得不说 生活的档次感 一下子就上来了 而此时直播间的观众 都有些坐不住了 我操 还真的被鲁宇给装到了 真没想到 这家伙居然在荒野中 能够制作出如此漂亮的水晶包 看上去就很好吃 这哪里是荒野求生啊 这他妈绝对是美食节目 看着人家荒野中的生活 我委屈的泪水 从嘴角流了下来 手里的干馒头 瞬间就变得索然无味了 大下午的 我为什么要看这种节目 雨神真是一个上得了 厅堂下得了厨房 干得过黑熊 逗得了群狼的完美男营啊 那可不 我老公最棒棒了 这点我有绝对的发言权啊 陆宇排水晶包 我家孩子都常哭了 就连点评直播间的几个导师 看到陆宇制作出来的水晶包之后 都是忍不住地咽了咽口水 首先样子确实非常的好看 晶莹剔透 有一种高级的感觉 其次看到陆宇和热巴吃得那么香 就知道 味道一定不差 要知道 就算是现在这个社会 大部分人的早餐 都不一定能够吃到包子 而陆宇和热巴在荒野中 居然能够制作出 如此漂亮的水晶包 这实在是有点太禽兽了 短短十分钟的时间 二十个水晶包 已经被两人全部都消灭了 哥 味道还真的非常不错 看样子以后 包子能够列入我们的食谱了 吃完之后 陆宇打了个宝格 一脸舒爽地说道 原本只是想实验一下而已 没想到这么成功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完全可以用西米 制作一些粽子之类的食物 到时候 也可以很好的改善口味 嗯 真是太好吃了 热巴也是连连点头 两人简单地休息了一会之后 热巴开口问道 陆宇 那我们接下来要干什么呀 是要直接开始搭建庇护所吗 现在食物的问题 对于他们来说 基本上算是解决了 有这么大的一堆熊肉和淀粉 估计至少能够让他们 坚持半个月或者二十天的时间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完全可以开始搭建正式的庇护所 庇护所的话先不急 而且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所以稍微晚两天吧 我的想法是 在今天晚上天黑之前 我们可以搭建一个简易的卫生间 陆宇想了想之后回答道 在这种荒野中上厕所 确实是一个难题 有时候半夜起业的时候 还要去那些茂密的草丛中方便 这让方便变得非常不方便 要是一个不小心遇到毒蛇 在小菊花或者是小包包上咬一口的话 情况可就糟糕了 之前一直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搞这些 而现在既然决定 想要让生活过得更精致一点 那么一个卫生间自然也必不可少 如此一来的话 以后洗澡也就不用去小水塘里了 卫生间 你是说我们要建一个卫生间出来吗 听到陆宇的话之后 热巴的脸上顿时露出了惊讶和欣喜的表情 半夜起来上厕所 有多么的令人害怕 有多么的不方便 它比任何人都清楚 有时候上厕所的时候 它都不敢蹲得太低 就怕草丛里突然出现一些毒蛇毒虫 照着自己白白嫩嫩的 小屁屁亲一口 而且大半夜的 又不好意思 为了这种事情叫醒露雨 所以 每一次半夜里 企业上厕所都吓得半死 如果能够在庇护所的附近 搭建一个卫生间的话 那么以后上厕所 就没那么害怕了 而且 就算是白天上厕所的时候 也不用偷偷摸摸 这个问题 他一直都想过的 只不过 他也害怕给露雨制造更多的麻烦 一直没有说过这个问题 现在露雨主动提了出来 那自然是让他无比开心的 嗯 等会我们就搭建一个 能洗澡的卫生间出来 这样的话 以后上厕所会更加的方便 以前我之所以 没有往这方面考虑 除了时间比较紧之外 更重要的是 我们没有确定长期生存的营地 现在既然已经确定了 那么一个卫生间 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露雨点了点头说道 以前的那个庇护所 只是临时的营地而已 如果搭建太多的东西 只会浪费他们更多的时间 到时候离开的时候 可能还真会有些睡不得 现在已经确定了长期营地 那么 所有的设施设备 自然要尽可能地完善 而一个卫生间 则是长期生存中 必不可少的设施 带洗澡的卫生间吗 太 太棒了 露雨 你真是太棒了 热巴直接高兴地 给了露雨一个大大的熊抱 差一点就情不自禁地 露雨的脸庞亲了上去 不过最终 还是理智战胜了这种冲动 毕竟 当着那么多直播间观众的 这样有点不太合适 好了好了 别激动 看着如此兴奋的热巴 露雨也是 开心地笑了笑 作为一个明星 不得不说 热巴实在是太容易满足了 一个洗澡间而已 就把她高兴成了这样 不过这样的女的 似乎更好养活一点 有什么需要准备的 你赶紧告诉我 我去找 我现在 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量和干劲 热巴秀了秀自己的公二投机 随后迫不及待地说道 心中也是欣慰 自己和露雨 真是完美的组合 自己的力量很大 很耐干 而露雨的身体素质很强 专业知识过硬 很能干 所以他们两个 简直就是天衣无缝的完美搭档 这样吧 你先去河边找一些石板过来 记住一定要稍微薄一点 光滑一点的石板 露雨也是开始 给两人确定任务 其实搭建一个卫生间并不难 但是想要解决下水道的问题 还是比较耗费力气的 其次是在没有铁锹的情况下 事情就变得更加的棘手了 嗯嗯 好嘞 热巴赶紧开心地点了点头 随后蹦蹦跳跳地 朝着下游的河边走了过去 而露雨也开始干活 卫生间的选址是非常重要的 要稍微地距离庇护所远一点 因为这样 味道才不会飘过来 其次 就是下水道和粪坑的问题 不能距离水源太近 不然到时候喝到的水 可能会让人感觉到反胃 很快 露雨就把卫生间的位置 选择在了距离庇护所 差不多20米的位置 而且是处于下坡的位置 因为这样更利于卫生间的排水 确定了位置之后 露雨也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首先就是下水道和粪池的挖掘工作 虽然这边的土壤比较松软 也没什么石头 但是手里只有一把砍刀 露雨也只能找一些竹子 削成铁锹头的样子 然后充当铲子来用 在它的力量和体能的加持之下 挖掘的速度倒也不慢 仅仅是半个小时的时间 一条差不多七八米长的下水道 就挖好了 下水道的坡度至少要在45度以上 因为这样的话才会更加通畅 不容易造成堵塞 那么接下来就是粪池 粪池的话要稍微挖得大一点 因为它们可能需要在这个岛上 生存很长一段时间 有可能是半年 有可能时间会更长一点 所以准备工作要做得更加充足 就这样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转眼之间三个小时的时间就过去了 而天色也渐渐地暗了下来 呜 看样子 今天晚上想要把卫生间搭建好 有点不可能了 今天的工作就到这里吧 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陆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自言自语地说道 看了看自己挖掘的粪池 直径差不多是一米二左右 深度现在也差不多有个五十公分了 不过这还有点浅 因为他的打算是粪坑 至少要挖一米到一米五之间 看样子 明天的工作应该也不会很轻松 而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 热巴也是搬过来了一大堆 大大小小的石头 虽然也累得筋疲力尽 但是一想到以后 可以使用卫生间 就干尽满满 好了好了 我们今天就先干到这里吧 热巴 看样子 今天晚上是无法完成了 等明天早上 我们再继续 看着累得满头大汗的热巴 陆宇对其说道 嗯嗯 好 那我去做饭 你今天太辛苦了 好好地休息一下吧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今天确实很累了 而且现在天色也已经暗了下来 很快夜幕就会彻底降临 到时候 可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 趁着天没有完全黑下来之前 先做点吃的吧 随后 热巴就去做饭了 晚餐非常的简单 煮了一些烟熏熊肉 同时里面加了一些淮山药 再加上一些燕山浆盒也算 味道也算是相当的不错 一个小时之后 两人也吃完了晚餐 整个岛屿已经完全被夜幕所笼罩 庇护所中 昏黄的烛光在不断地跳动 两人就这样躺在床上 安静地休息着 真是充实的一天呀 我感觉我的胳膊和腰都不是自己的了 不过 却很开心 热巴转过头看着陆宇 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虽然很累 但感觉很快乐 这估计就是传说中的痛兵快乐着吧 是啊 想想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确实会让人信心满满 很期待 陆宇双手抱着后脑勺 翘着二郎腿 笑着回答道 西西 我感觉只要有你在的话 在这里生存一年没有什么问题 要不我们就在这里坚持一年吧 到时候 肯定所有的选手都会被淘汰掉 我们就可以拿到最终优胜的奖金了 热巴兴致勃勃地说道 此刻脸上也是信心满满 如果换成其他搭档的话 说不定坚持不了一年 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陆宇这段时间的表现 让他觉得生存一年都不是问题 要知道从上岛开始 他们就没怎么缺过食物 现在各种野外海鲜 就连包子都安排上了 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而且最让他感觉到期待的 就是接下来的洗澡间和卫生间 好啊 既然你这么说的话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目标定在一年吧 陆宇也是笑着点了点头 刚开始的时候 他确实想着坚持一个月的时间就离开 因为小姨的病情 确实拖不了太长时间 这让他感觉到非常的担心 不过 之前那个救援队的勤队长说了 陈总会帮忙先垫上手术费用 所以现在他也没什么好担忧的 而且 只要坚持到最后 就能够拿到三亿的大奖 到时候 就算是平分下来 自己也能够奢侈的生活一辈子 就是我们现在的熊皮 味道还是那么大 而且晒干之后更硬了 羊皮现在 也变得很硬 这样睡下去 还是有点格人 热巴看了看身体底下的野山羊皮 说道 虽然野山羊皮的味道 没那么重了 而且保暖的效果也确实不错 但就是有点太硬了 如果能够像皮革那样软化的话 到时候睡着 肯定更加的舒服 这很正常 因为我们 没有经过柔制 所以才会有味道 而且这么硬 等明天卫生间搭建好之后 我再稍微的处理一下吧 陆宇开口回答道 之前他只是想图省事 直接晒干 但是现在看来 这样还是不行的 必须要经过柔制 才能让皮毛 睡上去更舒服 而且 这也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 就是冥凡这种东西 有点太难找了 等卫生间弄完之后 再去其他地方看看 有没有能够代替民凡的东西 嗯嗯 这种东西 我也不怎么了解 帮不上什么忙 真是抱歉 热巴有些内疚地说道 虽然力所能及的事情 自己非常的喜欢 干也乐意干 但有些事情 自己是真的没有办法 尤其是涉及到这些专业领域的东西 就更加的不懂了 你看你又说这话 今天你搬了那么多的石头 我感觉你非常非常的棒 说实话 以前我并不认为你能这么吃苦 现在我觉得 你是一个非常棒 非常厉害的女生 看着有些愧疚的热巴 陆宇也是开口安慰了起来 而且这种安慰 绝对是发自肺腑的 刚开始抽签抽中热巴的时候 他确实感觉非常的糟糕 因为一个女明星 根本就吃不了苦 而且在荒野上 也根本就帮不上什么忙 可是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下来 也让他对热巴 有了新的认识 虽然热巴没什么荒野求生的经验 但是 他绝对不是那种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花瓶 这 真的吗 你真的觉得 我是一个很棒的女生吗 热巴有些受宠若惊地问道 当然了 我刚才的话 都是发自肺腑 陆宇非常认真地点了点头 西西 那我能不能问你一个 比较隐私的问题啊 热巴笑了笑 脸上的愧疚神色 也是瞬间消失 随后有些调皮地说道 毕竟和陆宇 已经同床共整了这么长的时间 早就变得没那么羞涩了 什么问题 陆宇好奇地问道 你觉得 像我这样的女生 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或者说 能不能达到你的择偶标准呢 热巴双眼眯成了月牙形 开玩笑的时候 显得非常的可爱 这和平时有些憨憨的她 不太一样 嗯 怎么说呢 陆宇妈撒着下巴 顿了顿之后回答道 我觉得 像你这样的女生 应该是大多数男生心目中的女神吧 长得又漂亮 又能够吃苦耐劳 而且能干又耐干 陆宇并没有直接回答热巴的问题 但是也侧面地说明了 热巴确实很优秀 而此时直播间的观众 却从陆宇的语气中 听到了一些带颜色的东西 嗨嗨 那个我冒昧地问一下 请问这个干他是几声 这个能干和赖干他正经吗 操 如果他正经 你们喜欢看吗 这么说的话 好像也对 我就不喜欢这种色色的东西 就是就是 小孩子不要色色 都他妈一群LSP 装什么船呀 是什么 把我们这群形形色色的人 磨平了棱角 变成了只会色色的人 难道 是爱情吗 直播间的弹幕和评论 远远比直播间的节目 要来得精彩 而很多的观众 大多数也是为了看弹幕和评论的 评论区各个都是人才 说话又好听 偶尔还喜欢在直播间骗吃骗喝 来到这里之后 很多人就感觉回到了家一样 西西 你这么一说的话 我确实挺耐干的 因为 在我们这个圈子里 我的力气可是最大的 得到陆宇的肯定之后 热巴开心地 又秀起了自己的攻二投机 不过却显得那么平平无奇 对对对 肌肉力气挺大 很能干 陆宇看了看热巴的正前方 也是连连点头 不过 你好像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我符不符合你的择偶标准 热巴嘟了嘟嘴 继续问道 显然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还是比较执着的 或许他很想知道 陆宇这么优秀的男生 他的择偶标准是怎么样的 又或者 还有其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吧 当然 很符合 毕竟我也是个正常男人 看到躲不过这个问题了 陆宇也只能点了点头 要说自己对热巴没有一点意思 那绝对是骗人的 只不过他很清楚 自己这一次来参加荒野求生的目的 主要的任务并不是来谈情说爱的 而是为了钱 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 钱才是万能的 在某所中五千块钱的档次 已经很高了 颜值身材 都是一流的 所以 只要有钱 很多事情都不是问题 传说中的爱情 也自然会主动上门 嘻嘻 好了好了 我们赶紧睡吧 得到陆宇肯定的答复之后 热巴也是开开心心地睡着了 今天晚上 自己一定能够做个好梦 第二天一早 两人在叽叽喳喳的鸟叫声中 醒了过来 一想到今天 就可以把洗澡间给搭建出来 热巴就开心到飞起 所以 很早他就醒来了 简单地休整了一个晚上之后 昨天一天的疲惫 也一扫而空 虽然胳膊还是感觉到有些酸痛 但是这丝毫不影响 他的满满干净 只要卫生间和洗澡间搭建完成的话 他们的生活档次 可就高了一大截 早啊 陆宇 今天我的任务是什么呢 请尽情地吩咐热巴吧 简单地洗漱之后 热巴笑眯眯地问道 这样的日子虽然累一些 但是非常的充足 对生活的每天都充满了期待 而且有陆宇在身边 似乎每天的生活都会收获惊喜 今天你就继续去搬一些石头吧 累的时候 可以适当地休息一下 反正我们这里也不着急 陆宇笑着说道 昨天已经完成了 卫生间的下水道和粪池的工作 那么今天开始就正式搭建了 昨天晚上睡下之后 他也好好地思考了一下 最终觉得 把洗澡间和卫生间同时放在一起 的话是有点不妥的 就算下水道下水的问题很顺畅 但味道依旧很难闻 仅仅是上厕所的话 人人也就过去了 但洗澡的话时间比较长 确实有点难以忍受 所以他准备今天 把洗澡间和卫生间分开来弄 这样的话 可能会多消耗一些竹子和体能 但从长远生存的角度来看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简单地准备了一下之后 陆宇也说干就干 首先就是在选地的位置 挖一排四平米大小的坑 然后把所有的竹子都结成两米三左右 然后把竹子挨着埋进坑里 卫生间和洗澡间的高度 两米绰绰有余了 多余的三十公分可以埋进土里 这样更加稳固一点 因为陆宇的身高也只有一米八一而已 将近二十厘米的自由空间 应该绰绰有余了 忙碌的时候 时间过得总是很快的 转眼之间就已经到了中午 而陆宇也把卫生间和洗澡间的围墙 全部都围了起来 封顶工作已经完成 现在就剩下铺地板的环节了 哇 这就是以后我们的卫生间和洗澡间吗 真不错啊 看着眼前的两个竹子小屋 虽然只有小小的三四个坪 但是非常的精致 更重要的是 以后晚上上厕所 再也不用跑到小树林里面去了 嗯 现在差不多已经完成了90% 接下来 只要把你捡来的这些石板 铺在卫生间里面 就大功告成了 陆宇点了点头 对于自己的手艺 还是非常满意的 其实这玩意儿 更准确的来说 应该叫毛坑才对 不过盯着看了一会之后 陆宇就越发地发现 有点不对劲 因为自己之前 没有其他多余的想法 这就导致做得太过于精细 每根竹子的侧部 都是经过刀削的 为了让每根竹子之间 更好地契合在一起 现在每个竹子之间 简直完全没有一丁点的缝隙 这也就是说 以后自己想看一下 里面发生的情况 也做不到了 万一热巴在里面遇见危险 自己也没办法及时发现呀 唉 看样子 我的内心还是太过于正直了 陆宇只能在心中 无奈地感叹一声 不过现在卫生间已经搭建好了 如果现在在竹子上面 开个洞的话 这好像不太好解释 要不要告诉热巴 为了更好的通风 所以需要在墙体 凿一些小孔出来 这个理由好像可以 但是多多少少有点牵强 算了 看来只好这样了 心中纠结了片刻之后 陆宇也只好放弃了 这样的打算 对于自己这过分的正直 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要不 铺地板的事情 就交给我吧 你只要告诉我 该怎么做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去忙洗澡间的事情 热巴也是主动请应地说道 一想到很快就可以 使用洗澡间和卫生间 它就根本顾不上任何的疲惫 嗯 这样也好 其实很简单 只需要挖一些 新鲜的土壤垫在下面 然后在土壤上面 撒上一些水 最后 把石板垫上去踏平就可以了 陆宇也是简单地 给热巴说了一下 因为条件不允许 肯定不可能铺的 像家里的地砖那么平整 所以 也不可能有那么高的追求 只希望下雨的时候上厕所 不要露着满脚泥就可以了 嗯嗯 那很简单 热巴也是表示 这是一项非常简单的工作 弄明白之后 立刻就去工作了 而陆宇也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现在洗澡间的大制结构 已经完成 接下来就是蓄水的设备 其实他刚开始想的时候 是想做一个 泥土堆砌的洗澡间 因为这样的话 洗澡间的上面 可以弄一个蓄水池 但是这样弄起来 实在是太麻烦了 而且 一旦蓄水池的墙体开裂 到时候 肯定会造成漏水的现象 所以暂时 就先搭建一个竹子的 前段时间 在海边捡到的 那个20多斤的大水桶 也正好派上用场 这个大水桶 完全可以用来做 洗澡间的蓄水设备 首先在大水桶的 最底部开一个孔 刚好可以让一根竹子 完美地镶嵌在里面 然后再在竹子的另一端 镶嵌一个矿泉水的瓶子 然后在瓶子的周身和底部 钻出一些小孔 这样就形成了 一个简陋的花洒 虽然样子不太好看 但至少使用起来 效果应该也还可以 又是经过了 两个小时的时间 洗澡间 也终于是完工了 接下来 同样就是铺地板的环节 因为只有铺了这些石头地板 洗澡的时候才不会 地面湿答答的 让人那么难受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转眼之间 就已经到了下午四五点钟 其实 按照陆宇昨天晚上的猜测 他们应该能够在中午之前 完成洗澡间和卫生间的 不过计划永远都赶不上变化 想象中很轻松 就能够完成的事情 但是真正动起手来的时候 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 不过今天能够完成 这两项工作 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 只是简单地喝了几次水而已 连午饭都没有吃 不过好在此时 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 铺上石头地板之后的 卫生间和洗澡间 档次也一下子就提上来了 哇 好棒好棒 我们两个真是太厉害了 对吧陆宇 看着已经完工的 洗澡间和卫生间 热巴也是非常开心的 虽然肚子 但是这丝毫不影响 此时他兴奋的情绪 眼前的洗澡间 和卫生间 可是自己和陆宇联手完成的 这也让他感觉到 成就感满满 对对 我们两个真是太厉害了 要不要试验一下 我们的洗澡间 陆宇笑着点了点头 随后开口问道 第一次就给我吗 可以吗 好啊好啊 我当然想试试 热巴兴奋地点了点头 忙活了整整两天 这两天一直都在出汗 现在感觉身上都是黏糊糊的 如果能够洗个温水澡的话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当然可以 等我一些 我先烧点热水 陆宇点了点头 随后就去烧热水了 现在既然有了这样的条件 也不能一直洗凉水澡吧 洗个温水澡 会让浑身感觉到无比的舒服 先在蓄水桶里面打点凉水 然后在锅里面烧两锅热水 然后加进去 水温应该在三十七八度左右 这样的温度洗澡刚刚好 水温调节的差不多之后 接下来的工作 就是把蓄水池放在洗澡间的上面 洗澡间后面的三层竹梯陆宇 也早就弄好了 所以很简单的 就把蓄水桶放了上去 好了 现在可以进去洗了 只要把竹子侧边的那个小阀门拔出来 就可以洗澡了 弄好一切之后 希望自己今天的杰作能够给力一点 嗯嗯 我知道了 谢谢你 洛宇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真诚地说了一声感谢之后 走进了洗澡间 很快就听到了哗啦啦的流水声 等蓄水桶里面的水全部洗完之后 热巴才湿答答地走了出来 哇 干了大半天的活 洗个温水澡 实在是太爽了 洛宇要不你也去洗洗吧 热巴满脸愉悦地说道 一想到以后每天都能洗到温水澡 整个人都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在荒野求生中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的 估计也就只有他们两个了吧 嗯 好 陆宇也点了点头 虽然自己的体魄比一般人要强得多 但是干活的时间一长 难免会出汗 每一次出汗之后 身体黏乎乎的 确实不太好受 以前条件不允许 所以这种黏乎乎的感觉 也只能忍下来 不过现在条件都允许了 每天能洗个温水澡 自然是最好的 把蓄水桶拿了下来 简单地加了一些热水之后 陆宇拿着无患子果实 就走进了洗澡间 哗啦啦的流水声 听得热巴面红耳赤 他甚至可以想象到 洗澡间里面发生的画面 金银的水珠流过陆宇浪 坚实的肌肉 哎呀呀 好害羞 一想到这里 热巴就感觉到面红耳赤 随后赶紧去找点活干 这样才能防止自己继续想下去 一边洗澡 陆宇也在一边感叹 自己这鲲 肌肉是真大 这么大的肌肉 竟然没有发挥的空间 真是有点太浪费了 十几分钟之后 陆宇也终于洗完了 洗完澡之后的感觉 真是太爽了 看样子搭建一个洗澡间 实在是非常的有必要 过了一小会之后 热巴也做好了饭 差不多也就是大锅乱炖 熊肉 蘑菇 还有淮山药 饭后水果 自然就是聚果融果 这每天都吃熊肉 感觉都有点吃腻了 一会儿 我们再去外面 找一些食物吧 吃完饭之后 陆宇也想去外面 稍微地探索一番 虽然熊肉吃上去 也还不错 但是烟熏之后 肉质比较柴 吃几次的话 倒感觉挺好吃的 但是时间一长 就感觉有点吃腻了 而且上一次 从山洞往这边走的时候 中途发现了一些野鸡 和野兔的足迹 今天的工作量算是完成了 正好可以去那边看看 嗯嗯 好 说不定我们能够 抓到一些野鸡野兔 这么长时间没吃了 我还挺想吃鸡腿的 热巴也是赶紧点了点头 长时间不换口味的话 确实容易吃腻 虽然它们还有一些 一烟熏的鱼肉干 但是口感 完全比不上新鲜的鱼 所以找一些新鲜的肉 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样吧 我先去弄点水 你在地上挖个坑 然后我们把熊皮 和山羊皮稍微地泡一下 软化之后 再把上面的油脂 好好地刮一下 到时候 说不定睡下去会舒服一点 出发之前 陆宇也想稍微地解决 一下熊皮 和山羊皮的问题 这东西 要是不稍微处理一下的话 实在是味道有点大 而且就算是晒干之后 也非常的硬 睡上去不太舒服 但是 条件有限 也只能这样做了 嗯 好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半个小时之后 两人也把熊皮和羊皮 都泡好了 随后 热巴问道 我们这一次 还要用绳索陷阱 来捕捉野鸡和野兔吗 不过除了绳索陷阱之外 他们好像 也没有其他的工具 制作另外的陷阱 不 今天我想制作另外一种陷阱 或许我们能够 抓到一些活的野鸡 陆宇摇了摇头心中 早已有了主意 其实捕捉野鸡的陷阱 有很多的种类 绳索陷阱 这样可以用来捕捉野鸡 虽然野鸡比麻雀那些 更加的聪明敏锐 但也不是没有抓到的可能性 这种陷阱 其实非常的简单 先做出一个长方体的框架 然后 上下用竹条固定住 竹条之间的间隔 最好是五公分之内 这样的话野鸡 才不会挣脱套跑 然后就是制作出 四片像钉耙一样的 可活动竹牌 固定在陷阱的四面内侧 固定的时候 用藤条稍微的绑一下 不能绑太紧 要确保野鸡进来的时候 不会卡住 这样一来 德化只要野鸡 从外面钻进来 想要再出去 德化就不可能了 小时候陆宇 就使用过这种陷阱 来捕捉麻雀 而且一些国外的荒野求生者 也同样使用过这样的工具 而且也有成功捕捉野鸡 和安全的例子 又是花费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陆宇 终于把陷阱布置完成了 陷阱大概就是这样的 其实原理很简单 你看野鸡 要是从外面 往里面走的话 是非常轻松的 但是进去之后 想要出来 就没那么容易了 说完之后 陆宇也亲自示范了一下 效果确实非常的不错 现在就只希望 那些野鸡的警惕性 没有那么强 能够稍微笨一点吧 看完陆宇设置的陷阱之后 热巴也不得不感叹 劳动群众的智慧 真的是强的离谱 好了 我们走吧 等会如果能够找到一些 韧性比较大的树皮的话 也可以制作一些绳索陷阱 这样能够提高 狩猎成功的几率 随后两人拿上了弓箭 砍刀 带着小团团就出发了 在半路上也确实找到了一些 韧性比较大的树皮 然后编织了一些绳索陷阱 大概走了半个多小时之后 两人也成功地进入了 野鸡和野兔活动的范围 先等一下 那边好像有野鸡 陆宇突然叫住了热巴 因为他透过稀疏的丛林 看到了一只野鸡正卧在那里 热巴也是赶紧停下了脚步 就连小团团似乎也听懂了陆宇的意思 随后乖乖地站在后面 陆宇赶紧拉弦上剑 瞄准 发射 走 离弦之剑飞出去的瞬间 便是响起了扑通扑通的声音 射中了 走 我们过去看看 陆宇和热巴赶紧走了过去 此时一只野鸡已经被射穿了身体 但还是在拼命地挣扎 也挣扎着跑出了十来米的距离 不过最终显然已经没有逃跑的力量了 这种挣扎显然已经是没有任何的效果了 这只野鸡还挺肥的嘛 陆宇一把拎起野鸡 这只野鸡比之前用绳索陷阱抓到的要肥一点 估计肉质会更好一点吧 陆宇你快看那边 好像是一些野鸡蛋 就在这时候 热巴惊讶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陆宇也赶紧寻声望去 随后就看到 刚才野鸡所待的地方 有十几个野鸡蛋 看样子 刚才这只野鸡应该在孵蛋 所以反应才会略显迟缓 还真的是野鸡蛋呀 看样子 我们的运气不错 今天晚上的晚餐 可以吃煎蛋了 对于这样的意外收获 陆宇自然也是非常的开心 要知道 从上岛到现在 他们可从来没有吃到过鸡蛋 嗯嗯 我数数有多少个 一二三四 哇 太棒了 足足有十六个鸡蛋 热巴也是一脸开心的数了起来 总共足足有十六个鸡蛋 虽然野鸡蛋的 个头比较鸡蛋的个头 要小得多 不过 那可都是白花花的蛋白质呀 而且 还可以很好地改善 一下他们的口味 陆宇赶紧拿起来看了看 又朝着太阳光 仔细地端向了一份 随后脸色却有了些许的变化 看着热巴说道 这些鸡蛋 我们恐怕是吃不了了 因为里面的小鸡 已经孵化的差不多了 真是造孽啊 要是我们晚两天再来的话 说不定这些小鸡就孵化了 如果这些小鸡 能够成功孵化的话 那么他们这边的资源 就会更丰富一点 刚才自己一箭射死了母鸡 现在居然变成了一尸十几命 确实有点够造孽的 不过也没办法 都是为了生存 要不 我们把这些鸡蛋 拿回去看看 能不能孵化吧 如果能孵化的话 说不定我们以后 就能养一群小鸡了 看了看鹿鱼的脸色 并不是很好看 热巴突然开口说道 虽然说长大之后的野鸡 确实是圈养不了的 但是如果是自己孵化之后的野鸡 应该不会活活气死吧 这么说的话 好像也没错 听到热巴的建议之后 鹿鱼点了点头 随后将目光看向了身旁的小团团 鸡蛋孵化的温度 一般在37.5至38.5之间 而团团的温度 应该能够达到这种程度 眼前的这些野鸡蛋 已经能够透过鸡蛋壳 看到里面小鸡的雏形 也就是说 用不了两三天的时间 小野鸡就能成功地孵化 以团团的身体体温 应该刚好适合孵化 团团啊 你说从我们捡到你开始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吃吃 你也要帮我们做点事情对吧 那么从现在开始 孵化小鸡这项艰巨而伟大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你一定要把这些野鸡 当你的孩子一样 好好地保护 鹿鱼蹲下头 摸了摸团团的头 一脸认真地说道 团团 热巴 观众 听到鹿鱼的话之后 所有人都是一脸猛逼 鹿鱼这家伙不会以为团团 能够听懂他的话吧 不会吧 不会吧 团团并没有叫唤 而就像是听懂了鹿鱼的话一样 跑到野鸡蛋的旁边 闻了闻味道 又舔了舔 然后又抬起自己的小脑袋 看了看鹿鱼 团团真怪 回去就给你奖励一个大鸡腿吃 看到团团的表现之后 鹿鱼很满意 看样子自己之前 系统奖励的动物清河的技能 还是有点作用的 至少让团团这个小宠物 多多少少能够听懂 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 这 团团不会听懂你 意思了吧 不会吧 热巴一脸猛逼地看着鹿鱼 随后又看了看团团 怎么感觉 他们两个 能够无障碍地进行交流沟通呢 怎么可能呢 我们要相信科学 只不过是误打误撞 凑巧而已 看着满脸猛逼的热巴 鹿鱼笑着说了一声 不过这时候 团团居然非常乖巧地 直接趴在了所有的鸡蛋上面 显然是想用自己的体温 来孵化这些鸡蛋 这个操作 就连一旁的鹿鱼 都看着有些猛逼 难道团团真的能够听懂 自己说话了吗 还是说 这只是一个巧合而已 而此时直播间的观众 也是相当的震撼 卧槽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真的有人能够 跟动物无障碍交流吧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人狼情未了 虽然我这个人崇尚科学 但我总感觉 刚才团团好像听懂了陆宇的意思 对啊 而且 他自己居然真的坐到蛋上去孵化了 巧合 这绝对是巧合 不幸遥不传遥 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 难道你们不知道 不幸遥不传遥 就是最大的谣言吗 如果是一般人 我也觉得和动物交流 这很扯淡 可对方是雨神呀 对对对 陆宇带给我们太多的震撼和惊喜 所以这让我有点怀疑 他真的有这样的能力 直播间80%以上的观众 自然是崇尚科学 觉得和动物交流这样的事情 简直就是扯淡 尤其团团 只是一条出生没几个月的小狼仔而已 也有一部分的观众觉得 刚才团团应该是听懂了陆宇的话 不然 怎么真的跑去复旦了 毕竟这家伙可是陆宇 带给他们的震撼和惊讶 实在是太多了 此时的点评直播间 贝爷 你觉得那个小狼仔 真的能够听懂陆宇的话吗 张子怡也是有些惊讶地问道 这种事情 他本身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但也想听听贝爷的看法和说法 毕竟贝爷可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 嗯 这个可能有点不太现实吧 不管陆宇的荒野求生能力有多强 但也是建立在科学之上的 而人和动物交流这件事情 已经超出了科学能够解释的范畴 这种事情 在电视和电影中看看也就罢了 不能当真的 所以刚才 我觉得只是巧合而已 贝爷犹豫的片刻 随后一脸认真的说道 虽然说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神秘的事情 但是大多数事情 都是在科学能够解释的范畴之内的 像这种能够和动物交流的事情 可从来没有出现过 除非是那些科学家 对某些动物的脑电波 进行深入的分析 或许能够得到一些蛛丝马迹 但是这和动物直接交流 可是有着天差地别的 我也觉得是 虽然那个陆宇确实让我感觉到惊讶 但是能够和动物交流这种事情 实在太扯淡了 那鹰也是附和道 其实大家也不用探讨这件事情 陆宇也只不过是随口一说 估计只是为了活跃气氛吧 而团团也只不过是凑巧 做出了这样的动作而已 看着开始谈论的众人 陆哈赶紧说道 毕竟陆宇可从来没说过 自己能够和动物 进行无障碍的交流 而且他自己也承认了 刚才只不过是巧合而已 还让热巴相信科学 所以就把它当作 是一个巧合就可以了 没必要深入地探讨 嗯 小陆说的一点都没错 陆宇从始至终也没有说过 他能够和动物进行交流 这只不过 是大家看到这种巧合之后的一侧而已 贝爷也是开口说了一声 众人也不再讨论这件事情 就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巧合而已 陆宇用藤条编织了一个小箩筐 刚好可以把刚才找到的野鸡窝 全部都搬进小箩筐里面 放在里面就像是一个鸟巢一样 刚刚好 热巴拎着篮子 不过这时候 小团团好像有点不干了 叽叽叽 一直围绕着热巴转圈 还发出了昆昆昆的叫声 那感觉就像是泼妇骂街一样 陆宇 这小东西 不会真的把这些野鸡蛋 当成自己的仔了吧 看着团团那焦急的模样 热巴再次开口问道 刚才一路走来 小团团可一点都没有这样叫唤 而且也没有表现得这么暴躁 也许有这种可能性吧 把小团团放里面吧 不然他这样一直叽叽叽地叫 会把附近的野鸡给吓跑的 陆宇也只能无奈地说道 此刻他心里已经有点确定 团团可能真的听懂了 自己刚才所说的话 甚至有可能把这些鸡蛋 都当成了自己的仔 事情好像有点荒唐 但是又不得不让陆宇 往这方面怀疑 嗯 好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然后把小团团放进了箩筐里面 果然 这小东西瞬间就不叫唤了 而且很温柔地 趴在所有的野鸡蛋上面 时不时地还用自己的舌头 舔一舔鸡蛋壳 这一幕 让热巴和直播间的所有观众 再次开始怀疑了起来 不知道这小团团是母爱泛滥 还是真的听得懂了陆宇的话 把所有的陷阱都放置完毕之后 陆宇和热巴也赶紧回到了庇护所 一天的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 转眼之间 夜幕已经开始降临 回到庇护所之后 热巴也是赶紧把野鸡进行清理 然后开始做饭 现在他们的素菜比较多 所以煮野鸡的时候多放一点 味道也会更香 尤其是有了燕山姜和野蒜之后 煮出来的肉味道更香 而团团自从开始孵蛋之后 就一直表现得很认真 完全没有从箩筐里面出来 陆宇 你去把这些肉给团团吧 那小家伙看样子 真的把那些鸡蛋 当成自己的孩子了 不知道能不能孵出来 热巴也是赶紧递过去几块肉 让陆宇喂给团团 毕竟只是刚出生几个月的宝宝而已 就要开始又当爹又当妈的 确实有点辛苦 好嘞 陆宇点了点头 随后把几块肉给了团团 团团开心地吃了起来 不过依旧没有想要从箩筐中出来的意思 这也让陆宇感觉到着实有些无奈 吃过晚饭之后 夜幕已经完全笼罩整片岛屿 静寂的天地之间 也只能够听到嘻嘻嘻嘻的鸟叫声 陆宇和热巴坐在篝火旁 小不点则是在房间里面正在孵蛋 此时 热巴的脸色却微微有点难看 随后赶紧走进了卫生间 片刻之后走了出来 脸色有点白 双手也是捂着自己的肚子 显然是在承受着某种疼痛 看到这种画面之后 陆宇自然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看样子是热巴的大姨妈来了 毕竟他们上岛已经快一个月的时间了 算算时间的话 现在也该来了 没事吧 陆宇也不知如何安慰 便是开口问道 这种事情自己确实帮不上忙 没 没事 我们继续休息吧 热巴摇了摇头 强颜欢笑地说了一声之后 就走进了庇护所 陆宇也是紧随其后 躺到床上之后 热巴疼得蜷缩了起来 很明显 她这种并不属于普通的大姨妈 而是有痛经的征兆 一般女生就算是来了大姨妈 也不会表现得如此痛苦 除了痛经 你稍微等一下 我去给你弄点热水 看着疼得打滚的热巴 陆宇也是赶紧走出了庇护所 随后拿着锅 切了一些燕山姜 然后捣碎了一些聚果熔果 开始熬了起来 虽然她不知道 这样的做法是否有用 但是在这种地方 陆宇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很快 陆宇的生姜水就熬好了 然后 把所有的渣子 全部都过滤掉之后 倒进了竹杯里面 快点把这些热水喝了吧 喝了之后 或许会稍微好一点 此时的陆宇 也是有些面色凝重 因为这种事情 以前她确实没有经历过 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 才能减缓热巴的疼痛感 其实刚才她有想过 使用身体强化剂 但是这种东西使用起来 会让人疼得撕心裂肺 在这种情况下 使用身体强化剂 显然是很糟糕的决定 那就疼痛 不是一般的女生能够承受的 说不定会直接痛得晕厥过去 这也是当初 她为什么没有给小姨 使用身体强化剂的原因 而且 之前也从系统那里了解过 身体强化剂 可不像糖水一样 可以进行稀释 也不能只使用0.1的量 嗯 谢谢你 热巴点了点头 随后赶紧拿起竹杯喝了起来 其实这段时间 她最担心的 就是这件事情 每一次亲戚来的时候 自己都会疼得撕心裂肺 而且 这几天正是自己来这个的日子 还是很疼吗 要不我帮你揉揉吧 看着脸色越来越难看的热巴 陆宇也像是热锅上的 蚂蚁干着急 对于这方面 她确实是没有经验啊 嗯 热巴并没有拒绝 而是选择了躺平 稍微揉一下的话 可能会缓解一些疼痛 得到了热巴的同意之后 陆宇也是用温柔的手法 给热巴揉起了肚子 陆宇手掌的温度很高 这叫热巴 感觉到稍微多了几分舒适感 而且在肌肤接触的瞬间 或许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刺激感 抵消了些许的疼痛 陆宇就这样半躺着 轻轻地帮热巴揉着肚子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转眼之间半个多小时就过去了 而一直保持着这个动作 也让陆宇感觉到胳膊有点酸 毕竟自己的肘子 可是一直处着竹床的 不过这样的办法 好像真的有用 热巴的脸色开始一点点地恢复 之前完全是一脸惨白 现在也多了一些血气 感觉好点没有 陆宇也是语气温柔地问道 嗯嗯 舒服多了 热巴尴尬地点了点头 现在确实比刚才要好得多了 没想到男生的手 居然如此地神奇 舒服一点的话 那你先好好地休息一下 我去外面稍微地坐一会儿 陆宇对着热巴说了一声 随后走出了庇护所 同时也把自己的冲锋衣脱下来 盖在了热巴的身上 虽然这只是一些小小的举动 但是却让热巴的心中无比地感动 因为细节之处见人品 陆宇刚才一系列的做法 让他觉得 陆宇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好男人 女人在这种比较无助的时候 是最容易感动的 而且在这种时候 他们最喜欢看到男人付诸于行动 而不是一味地强调 让他们多喝热水 过了一会儿 陆宇走进了庇护所 手里还拿着之前 在海边捡到的两个矿泉水瓶 里面装满了一些温开水 毕竟如果装开水 瓶子一下子就烫得缩起来了 随后递给了热巴 说道 这个是我给你做的简易暖水宝 虽然看上去不太美观 但应该也能起到一些作用 一个小小的举动 让热巴再次感动万分 看向陆宇的时候 眼神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 谢 谢谢你 陆宇 热巴也是感动地说了一声谢谢 幸亏这一帮狗粮 没有被直播间的观众们吃到 否则的话 估计大部分人又要被吃撑了 谢什么 我们是队友啊 我当然不想看到你那么难受 陆宇笑着说道 队友 对 我们是队友 热巴重复了一句队友 脸上确实出现了些许的失落 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一晚上的时间转眼之间就过去了 这几天 他的身体状况比较糟糕 确实不太适合干活 而陆宇也有了其他的想法 他们现在搭建的这个简易庇护所 虽然样子看上去很一般 但住在里面也比较温馨 所以庇护所的事情倒也不是太过于着急 所以今天他想要在庇护所的前面弄一个鱼塘 到时候不仅可以改善庇护所周围的环境 同时里面也可以养一些鱼 说干就干 陆宇很快就实施了起来 先在庇护所正前方的位置 画一个三米间方的正方形 然后就是开始挖掘 鱼塘不需要挖得太深 50公分左右就差不多了 不过即便如此 对于没有挖坑工具的他来说 这依旧是一项很浩大的工程 呼 开始干活 希望以后的日子 能够实现吃鱼自由 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之后 陆宇开始干活 用竹子制作的挖掘工具 虽然没有铁锹那么顺手好用 但速度也不是太慢 时间快速地流逝 仅仅是一个鱼塘 就花费了陆宇足足两天的时间 没有专业的工具 实在是太难受了 尤其是想要挖得平整 规范一点 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如果有铁锹的话 这点活几个小时就能完成 可是现在却足足花费了两天 不过还好 终于是弄得差不多了 陆宇 这个鱼塘怕是会漏水吧 坐在一旁观看陆宇工作的热巴 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在没有水泥和地砖的情况下 土壤是非常容易渗水的 想要养鱼 那根本就不可能 更重要的是 它们也没有输养的设备 如果在死水里面养鱼 那肯定是养不活的 最多一两天的时间 就会全部隔屁 这种最基础的东西陆宇 应该能够想得明白才对 嗯 确实是的 不过 你前几天捡的那些石板 还有很多 所以我打算把那些石板 垫在鱼塘的下面 在石板的上面 再铺上一层草坪 这样的话 可以稍微地改善 一下渗水的情况 至于氧气的问题 我自然早就想到了 很快你就知道了 陆宇点了点头之后解释道 其实他的心里 早就已经有了清晰的思路 虽然就算把石板和草坪 全部垫上 依旧无法阻止 土壤渗水的情况 但是 就在前几天 周围水源的流动情况 在他们庇护所上游的位置 还有一处清澈的小溪 从其他的方向流走了 所以他的打算 就是把那条小溪 用竹子连接起来 给引下来 到时候 可以直接接到鱼塘 这样 就能够 让鱼塘里面的水 进行循环 从而解决 渗水和水源不循环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 以后他们生活用水 也不用再花时间去下游去接 简直就是一举两得 哦 热巴给了点头 其实 他也只是好奇而已 他知道 以陆宇的性格 这些小问题 自然提前就已经想到了 也肯定是想到了 绝的方法 否则的话 也不会贸然开赶 接下来几个小时的时间 鹿鱼也在鱼塘的底端 铺好了石板 然后挖了一些新鲜的草坪 放在了下面 不过四周的墙壁 同样要贴上一些石头 因为这样可以防止渗水过渡 到时候周围的土壤坍塌 既然已经准备要弄了 那自然是要弄得精致一些 毕竟这个地方 他们可能 还要生存很长一段时间 虽然这些活都很简单 那时候用了很多的石头 鹿鱼也只能一趟又一趟地去捡 这一来二去 一天的时间又过去了 四日一早 鹿鱼刚刚从美梦中醒来 电 系统可进行三十天签到 请问宿主是否签到 熟悉的电子合成音 在脑海中响了起来 签到 鹿鱼也是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三十天签到成功 奖励 建筑技术LV3 满集LV9 建筑LV4 满集LV9 编织手艺LV3 运气加一 下次签到四十五天 系统的电子合成音 很快就在脑海中响了起来 不过对于这一次的奖励 鹿鱼也并没有感觉到 非常的惊喜 建筑技术和建树 还有编织手艺 其实对于现在的鹿鱼来说 作用不是特别的大 因为凭借他现在的手艺 和身体素质 已经完全足够应付生存了 至于最后运气加一 这个倒是让他有点不太理解 难道是和之前的魅力 差不多吗 或许吧 现在他也不想去研究这些东西 今天一定要把鱼糖弄好 过两天再去弄一些食物 就可以正式搭建庇护所了 起床之后 鹿鱼也是打定了主意 而此时在岛屿的其他位置 嗡隆隆 伴随着快艇引擎的轰鸣声 很多选手在这一天 选择了退出 有些选手等这一天 已经等了非常长的时间了 这些选手的目标很明确 那就是 坚持三十天的时间 到时候拿到一百万 然后退出游戏 为了等这一天的到来 甚至有些选手 已经吃了好几天的树皮了 可以说苦不堪言 但终究收获 没有辜负他们的心情付出 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已经有十组选手 选择了退出 此时一百组选手 只剩下了十七组 还在坚持 在第四十六组的 是一组兄妹组合 男的叫吴浩 女的叫吴倩 哥 我们现在已经坚持了一个月了 要退出吗 如果现在退出的话 我们也能够拿到一百万 吴倩看着吴浩开口问道 其实他们兄妹两个 能被同时选中 而且还能够排到一组 这种几率 简直比中了大乐透一等奖还要离谱 而且因为吴浩 拥有不错的荒野求生经验和能力 所以 过去一个月的时间 对于他们来说 也没有太难 即便是上一次的暴雨 也没有对他们造成太大的危机 因为吴浩搭建的庇护所 非常的结实 完全能够经受住暴雨的考验 倩倩 这个月 其实我们过得并不错 食物方面 也没怎么太过于缺乏 所以我觉得 我们还能够坚持更长的时间 你觉得呢 吴浩开口说道 其实他们之所以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 主要还是因为之前的50块钱 花费得非常合理 这也促使他们能够轻松地坚持一个月的时间 而且现在的生活还是游刃有余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帝都的人 所以对于万事打体育馆附近的环境比较熟悉 在得到50块钱的启动资金之后 吴浩也是立刻前往十几里开外的垃圾回收站 然后在垃圾回收站 淘了很多的宝贝 其中有一些大水桶 防雨布 刀具 铁锅等等 这些东西的价格普遍要比超市便宜太多了 一把砍刀四五块钱就能搞定 至于那些防雨布和塑料桶 基本上都是两三块钱就能买到 还有铁锹什么的应有尽有 同时也去小商店买了一些卫生纸和卫生巾 打火机等等的必需品 嗯嗯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哥 我觉得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坚持三个月也没有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三个月的话 到时候可能拿到500万 吴浅也是开心的点了点头 现在他们的生活已经步入了正轨 就算是生活三个月的时间 对他们来说似乎也没有太大的挑战 除非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意外事故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而且如果其他的选手 全部都坚持不到三个月的话 或许我们也不用坚持三个月 就能拿到最终的优胜 吴浩笑着点了点头 虽然一百万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但是如果能够拿到最终大奖的话 那自然是最令人期待的 最终的大奖可是三个一案 如果能拿到最终大奖的话 我也就变成一个小富婆了 吴欠吐了吐舌头 想想都感觉开心到飞起 如果在二十岁的年纪就能够赚到 其他人几辈子都赚不到的钱 那这一辈子已经算是非常的成功了 所以我们继续坚持一下吧 如果到时候真的无法坚持下去了 再退出也不迟 反正我们现在也已经坚持了一个月 但一百万跑不了了 吴浩坚定地说道 他不知道现在还剩下多少组选手 但是却能猜到 今天退出的选手肯定很多 一些求生之路并不顺畅的选手 绝对会在今天退出 只要不遇上那些开挂的变态选手 他们两个坚持到最后的机会 还是非常大的 况且这边的物资也比较丰富 只要不出大的意外 再坚持个一两月应该不成问题 好的 我听你的 哥 吴浅也是赶紧点了点头 一百万的诱惑力虽然很大 但是如果能拿到最终优胜三个亿的大奖 那才是每个求生者向往的奖励 而此时在第五直播间 卓亦凡已经早早地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 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凡哥 我们真的要今天离开吗 其实以我们现在的生存状况来说 我们应该还能继续坚持下去 何建国看着忙着收拾东西的卓亦凡 说道 虽然带着凡哥这个拖油瓶 刚开始的时候 求生之路并不顺畅 甚至有好几次 连自己都感觉到坚持不下去了 但是经过这一个月的沉淀 他们的求生之路也逐渐好转 现在也变得顺畅了起来 其实就内心来讲 他是并不想退出的 或许他们还能坚持更长的时间 拿到更多的奖金 老何 你TM是跟我开玩笑吧 小爷我等这一天 足足等了三十天的时间 那可是七百二十个小时 四万三千二百分钟 在这鬼地方每一分钟 对于我来说 都是一种极致的煎熬 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天了 你居然跟我说这样的话 整整三十天呀 你知道我这三十天 是怎么过来的吗 卓亦凡听到何建国的话之后 顿时就火冒三丈 家里那该死的老头子 让他坚持一个月的时间 现在好不容易坚持到一个月了 说什么 他也不愿意在这鬼地方 继续待下去了 谁爱待着待着去 回到都市之后 香槟美食 左拥右抱 他不香吗 傻子 才会在这鸟不拉屎的鬼地方 吃糠宴菜 况且 以他们的家庭来说 一百万只是他半个月的零花钱而已 就算是坚持到三个月 拿到五百万的奖金 对于他来说 根本就不算什么钱 可没必要 为了这么点的奖金 继续把大好时光 浪费在这荒岛上面 我当然知道 凡哥这三十天 是怎么过来的 你不都是吃了睡睡了吃吗 基本上所有的活都是我干的 你还好意思 跟我说 这三十天是怎么过来的 何建国没好气地说道 要不是带着 凡哥这个拖油瓶 他感觉自己 至少能够生存三个月 不过没办法 看凡哥的样子 今天应该是必须要离开了 不过对于一个富家公子哥来说 能够在这种地方 生存三十天 确实也不容易了 啊 我不管 反正我今天就要离开 这鸟不拉屎的鬼地方 西西 我也知道你这段时间辛苦 回去之后 我会给你玩一个月的零花钱 就算是谢谢你这一个月 对我的照顾吧 卓亦凡傲娇地说道 虽然他是一个傲娇 又有些幼稚的公子哥 但是心肠还是好的 这一个月 何建国的付出 他也全部都看在眼里 所以 回去之后 他也准备给老何一些适当的奖励 啊 既然凡哥这么坚持的话 那就退出吧 看到卓亦凡如此的坚决 何建国也只能点了点头 毕竟他这一次 参加荒野求生的任务 就是带着卓亦凡来体验一下 不一样的生活 而且这三十天的时间 卓亦凡也受了十几斤 如果出现一些状况的话 自己回去也不好交代 随后也只能无奈地 拨通了卫星求救电话 早上十点的时候 总共已经退出了15组选手 现在坚持的选手 只剩下了14组 能够坚持下来的选手 每一组都有着 很强的荒野求生能力 又或者是有欧皇的运气 第一组的陈刀和陆安 第四组的林白宇和耿尾 也相继退出了 此时还剩下的选手有 第三组的陆宇和热霸 第十七组的赵小谷和麻雀姐 第三十三组的丁峰和谢英俊 等等的14组 而能够继续选择坚持下去的这些选手 他们目前的生存状况都很不错 有些选手纯粹靠的就是实力 而有些选手靠的却是运气 就好比明星黄渤和夏雪 他们两个人的运气就非常的不错 所在的位置是在海滩边上 有丰富的淡水资源 还有不少的鱼和山鼠 同时还有很多的野菜 这让两人的生活质量一直都不错 有鱼 有肉 有野菜 还有一些碳水化合物来源的牧鼠 虽然生活可能比不上其他几组 但想要继续坚持下去也不是难事 因为这些物资已经让他们解决了食物所需的问题 而且黄渤的游泳技术很好 偶尔也会下海抓一些海鲜来改善口味 而此时在第17组 麻雀姐还给赵小谷和自己都用棕驴叶变了一套裙子 穿上去之后两人颇有一番野人的韵味 不过 麻雀姐的荒野求生知识也是非常过硬的 30天的时间通过一些绳索陷阱和捕鱼的工具 让他们的生活过得非常滋润 因为这片岛屿本身就拥有着极其丰富的求生资源 野鸡 野兔 山蜀 竹鼠 鱼 甚至连野猪和野山羊都看到过 只不过麻雀姐毕竟是女流之辈 捕捉一些小动物的话 或许是杏手拈来 但如果想要捕捉这些大型动物 还是有点没办法的 更重要的是 野猪拥有着极强的攻击力 他们两个女生也不敢贸然动手 小谷 快看我找到了什么 哇 好多的木乃果呀 我去给咱们摘几个 麻雀姐看到眼前那么大一棵木乃果树 瞬间化作一只灵敏的猴子 很快就爬到了树上 然后摘下了很多的木乃果 你小心一点 不要爬那么高 摔下来可就麻烦了 赵小谷也是 赶紧提醒了一句 要知道自己能够坚持一个月的时间 基本上都是依靠麻雀姐丰富的荒野求生经验和技巧的 如果麻雀姐受点伤的话 那他们两个可就生存不下去了 其实经过这一个月的相处 赵小谷也非常的佩服麻雀姐 她对荒野知识的储备量 简直令人感觉到震惊 而且有时候体能强的就像是一个男生一样 自己在娱乐圈也称得上是拼命三郎娘 但是她觉得自己和麻雀姐在一起的时候 简直就是一个弱不禁风的菜鸡 同样都是女人 但有时候确实完全没有可比性 放心吧 我三岁的时候就学会爬树了 这种树对我来说没什么难度 麻雀姐自信地表示 很快就摘到了很多的木乃果 这些果实可以让它们充分地补充身体中的糖分 以及一些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同时也可以改善一下它们的口味 来 尝尝 可好吃了 麻雀姐赶紧把两个木乃果递给了赵小谷 味道微甜略酸 不过这样的果实吃上去倒是格外的好吃 因为它们已经好长时间没吃过水果了 所以即便是这种水果略带酸味 但依旧吃得津津有味 麻雀姐 我真的觉得能够抽签抽中你 真是我的福浅 如果不是和你组队的话 估计我早就已经被淘汰掉了吧 赵小谷也是由衷地说道 她觉得麻雀姐绝对是国内荒野求生女性第一人 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女生 在荒野求生中比她做得更完美 所以自己能够抽中她 也确实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西西知道我都好了吧 其实我也一样 麻雀姐笑着说了一声 其实刚开始抽中和赵小谷组队的时候 她还生怕这种娇生惯养的明星 吃不了这样的苦 从而拖累自己的节奏 可是经过这一个月的相处下来 她也发现赵小谷和其他的明星不太一样 她能吃苦耐劳 而且也从来不会抱怨 或许这和她是从农村走出来的 有很大关联吧 即便是成为了明星 农村走出来的孩子都更加的坚强一点 那我们就继续一起加油吧 争取拿到最终的大奖 赵小谷也是笑着说的 在上岛之前 这种事情 她可是想都不敢想的 甚至连坚持一个月她觉得 那都是一种奢望 但是现在 她却很有信心 又或者说 她对麻雀姐很有信心 嗯 看样子时间也快到中午了 走吧 我们去做饭吧 麻雀节点了点头 随后两人朝着庇护所的方向走了过去 而此时 在鹿鱼这边 她又去河边搬了很多的石板和鹅卵石 因为这些石板和鹅卵石 可以铺一条鱼塘的下水区 经过几个小时的劳作 她也终于把这些鹅卵石和石板 全部都铺好了 鱼塘的排水区总长10米左右 而鹅卵石和石板 直接铺到了鹿鱼规划的农场那边 因为这样的话 鱼塘中排出来的水 也可以灌溉自己的农作物 达到一水两用的效果 呼 又到中午了吗 这时间过的 还真是够快的 看了看太阳的位置 鹿鱼也大概确定了时间 一早上的时间 只是铺好了鱼塘的排水区 不过即便这样鹿鱼也很满足了 因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它都力求完美 所以花 对时间肯定会更多一点 但是这样搭建出来的庄园 会更加的漂亮 形成一种家的感觉 而不仅仅是搭一个竹屋而已 鹿鱼 快点过来吃饭了 这时候热巴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这两天 她的肚子稍微好了一点 虽然还是有点不能干重活 但是做个饭还是可以的 如果一直坐在庇护所里休息 让鹿鱼一个人工作的话 她自己也坐不住 好嘞 来了 鹿鱼点了点头 随后简单地洗了一把手之后 走了过去 又是一些烟熏熊肉 虽然这几天吃得确实已经非常腻了 但是没办法 这几天 她根本就忙得没时间出去 甚至连去查看陷阱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 也只能用熊肉凑合一下了 你去给小团团喂一些 这小东西 自从上一次把鸡蛋拿回来之后 她就一直在负担 实在是有点太经验了 热巴也是挑出了两块肉 然后让鹿鱼给小团团喂去 好 鹿鱼点了点头 拿着肉走进了庇护所 鸡鸡鸡 走进去的时候 鹿鱼突然听到了鸡鸡鸡的叫声 这种叫声和小团团的叫声完全不同 随后 鹿鱼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 一把把小团团从箱筐中扔了出去 随后就看到 箱筐中有四只小野鸡已经破壳而出 而且 还有几个鸡蛋壳也出现了裂纹 很明显 马上就要孵化了 还有你的啊 团团 看着已经被孵化的小鸡 鹿鱼惊讶地看着团团说道 而团团也是赶紧再次跑回了箱筐里面 此时的它 儼然变成了一只静夜的老母鸡 看样子 以后要先编一个鸡笼啊 不然这些小东西跑了 可就麻烦了 团团能够成功把这些小鸡孵化出来 这也算是意外之喜了 这种小鸡只要长得一两个月 就可以拿来做黄焖鸡了 只要好好的投喂 到时候 肉质一定很鲜美 听到动静之后的热巴 也赶紧跑了进来 随后看到了几只毛茸茸的小鸡仔之后 热巴也是高兴地手舞足蹈 这些刚刚孵化的小鸡仔 绝对可以进行圈养 它们可以开一个养鸡场 到时候 就会有源源不断地吃不完的鸡肉 想想都让人感觉到开心 烧鸡 烤鸡 叫花鸡 黄奔鸡 白切鸡 顿顿不离鸡 小团团真是太给力了 今天就多给小团团 奖励两块肉吧 热巴也是豪放地说道 毕竟能够孵化这些小鸡 小团团绝对是功不可没 简单地吃完午餐之后 鹿鸡也是赶紧用竹条 编制了一个大一点的鸡窝 虽然这些刚孵化的小鸡 有可能能够圈养 但是如果鸡龙太小的话 可能还会有被气死的风险 所以干脆把鸡龙弄得大一点 也算是以防万一吧 一个小时之后 一个精致的鸡龙 就编制完成了 鹿鸡也是把小鸡和团团 全部都放到了鸡龙里面 鹿鸡 下午我们要做什么啊 我们一起去吧 我这好几天没干活了 总感觉手有点痒 热巴开口问道 其实更多的是 心里觉得挺愧对鹿鸡的 尤其是一直看鹿鸡干活 自己就这样 在众目睽睽之下干作者 这样确实不太好 一会我准备去继续找一些白蚁窝 到时候 白蚁窝的黏土和草木灰混合一下 可以把排水蛆和鱼塘里面 石头之间的缝隙裹一下 鹿鸡也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毕竟细节决定成败 这些事情虽然是小细节 但是也能大大的提升鱼塘的寿命 那我们一起去吧 热巴开口说道 行 鹿鸡点了点头 随后两人背上了背兜 拿上了工具 离开了庇护所 两人寻找了半个小时之后 果然是找到了好几处白蚁窝 西西 这么快就找到了白蚁窝 我们的运气可真好 看着眼前的好几个白蚁窝 就如同鼓起的小山丘一般 热巴也是满脸的开心 其实 这个地方的白蚁窝并不是很多 但是他们 仅仅找了半个小时 就能够找到 不得不说 他们的运气确实够好的 运气 看样子 我们的运气确实不错 鹿鸡稍微的愣了愣 难道是因为之前系统的 奖励起了作用吗 自己的运气加一 然后才能这么轻松的 找到白蚁窝吗 虽然这种事情 解释起来比较荒诞 但是好像确实是这样的 毕竟系统的出现 已经很荒诞了 所以 就算是出现在荒诞的事情 似乎也没有那么离谱了 好了 我们赶紧 把这些白蚁窝 全部都弄回去吧 鹿鸡也不再多想 如果真的是系统奖励的运气 加一的缘故 那对他来说 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说不定以后 他们可以守株带兔 守株带猪 以及守株带山羊 他甚至有点期待 如果自己的运气 能够加个一两百的话 不知道到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出门捡到钱 这样的事情 好像真有可能会发生 很快 鹿鱼和热巴就把两个白蚁巢穴 全部都搬了回去 只剩下一群手足无措 一脸茫然的白蚁 有些白蚁 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刚刚出去找了一些食物 食物是找到了 回来之后 却发现家没了 就特么的很过分 把这些黏土 全部运回去之后 加一些草木灰 然后开始活泥 这样活出来的泥巴 粘性更好 更接近水泥一点 接下来就是简单的美缝 做完这一切之后 鱼塘的整体样子 也呈现了出来 经过美缝之后 整个鱼塘的档次 瞬间上了一档 底部是翠绿的草坪 四周是各色石头堆砌而成 加上美缝的纹路 妥妥的艺术品啊 好漂亮的鱼塘呀 我感觉 如果再弄大一点的话 这完全就是一个天然的游泳池 看着眼前的鱼塘 热巴也是开心的表示 如果真的能够在这里 建一个游泳池的话 想想都让人感觉到开心 大夏天的时候 可以在里面泡个凉水澡 简直就是一种极致的享受 游泳池吗 等把庇护所的事情解决掉之后 或许这件事情也可以考虑 鹿鱼也是笑着回答道 鱼塘差不多已经竣工了 现在就是等这些美缝的黏土 全部晾干之后 就可以往里面注入淡水 顺便可以去那些小溪里面 抓一些鱼 鹿鱼 这些黏土 估计至少要等明天 才能彻底的晾干 我们下午要做什么 热巴继续开口问道 没有活干的日子 可是非常枯燥无聊的 下午的话 我们就把熊皮和羊皮 继续处理一下 处理完之后 明天好好地晾晒一天 等明天晚上就可以使用了 如果弄完之后 时间还早的话 到时候 我们过去看看 我们的陷阱有没有收获 鹿鱼想了想回答道 因为这两天 一直在忙洗澡间 卫生间 还有鱼塘的事情 所以 熊皮和野山羊皮 也泡了很长时间了 现在味道应该淡了一些 接下来 就是柔制软化一下 如果顺利的话 等会还可以去检查一下 铺垫陷阱 希望陷阱有所收获吧 毕竟已经吃了 这么多天的熊肉了 好 你教我怎么做吧 反正这种事情 也不会消耗力气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这种事情 教给自己来做 再适合不过了 而且一个女生 本来就更适合做这些事情 嗯 行 鹿鱼点了点头 不过这种事情 其实鹿鱼也不是很特别懂 而且 也没有主要的材料 所以 简单地弄一下就行了吧 两个多小时之后 鹿鱼和热巴 已经把两张兽皮 处理得差不多了 这比想象中快得多了 呼 比我想象中处理得要快得多 看样子 现在也就是下午四五点的左右 我们去看看 陷阱有没有收获吧 简单地洗了洗手 准备了一下之后 鹿鱼也终于准备去看看陷阱 之前的陷阱 已经放置了好几天时间了 不知道有没有收获 嗯 皮皮虾 我们走 两人背着背兜 拿着弓箭和柴刀 朝着陷阱的方向走了过去 仅仅是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已经到了布置陷阱的地方 扑通扑通 隔着上百米的距离 鹿鱼就听到了野鸡的扑通声 很明显 肯定是有陷阱抓到了野鸡 否则的话 不会有这么大的动静 我们的陷阱好像有收获了 过去看看 听到扑通声之后 陷语也瞬间加快了脚步 两人赶紧走到了竹龙陷阱 和绳索陷阱那边 发现竹龙陷阱中 困住了三只野鸡 其中一只野鸡的个头比较小 看样子 还处于未成年的状态 至于其他的一公一母 两只都是成年野鸡 个头稍微大一点 太好了陷语 我们的陷阱起作用了 居然抓到了好几只野鸡 热巴看到在笼子里面 胡乱扑腾的野鸡 也是高兴地蹦了起来 没想到 第一次用这种竹龙编织的陷阱 捕捉野鸡 就抓到了三只 虽然这些野鸡 通过拼命地挣扎之后 弄得满地鸡毛 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口感 嗯 不错不错 看样子 我们的运气确实很好 原本我都不觉得 竹龙陷阱能够抓住野鸡 陆语也是满脸的高兴 因为有这几只野鸡的话 他们可以换换口味 吃了这么长时间的烟熏熊肉 他早就感觉自己吃腻了 虽然野鸡的肉质比较柴一点 但现在对于他们来说 这种小问题完全可以忽略 而且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陆语觉得 这些野鸡比散养的家养的鸡 更加的警惕 敏锐 所以 一般来说 应该不会跑进这样明显的陷阱里面 也不知道 是自己高估了这些野鸡的智商 还是因为自己的运气太好了 不仅抓到了野鸡 还抓到了三只 反正不管是出于哪种原因 他们今天能够换换口味了 小心翼翼的 把三只野鸡 全部从笼子里面抓了出来 然后用树皮绑住了翅膀和鸡腿 两个人继续检查了四个绳索陷阱 四个绳索陷阱 全部都触发了 抓住的两只野兔 但已经彻底凉凉了 身体都已经变得帮硬了 还有另外一只野鸡 也是同样的结局 而且 这只野鸡的情况 更加的糟糕 这只野鸡看样子 被陷阱给抓住 已经比较长的时间了 闻上去都有一些浓郁味道了 而且 身体也被一些小虫子和蚂蚁吃的 差不多了 陆宇 这两只兔子和野鸡 不能吃了吧 它们看上去 已经变得帮硬了 应该死了蛮长一段时间了 看着两只野兔和一只野鸡 热巴开口说道 在白天这么热的环境下 这些动物 就算只是死了一天 肉质也会变质 如果吃下去的话 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更重要的是 这些肉也不好吃了 嗯 肉 确实已经不能吃了 而且 我们现在也不缺这点肉 不过野兔的皮毛 对于我们来说 还是有利用价值的 陆宇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现在岛上的天气 也在一点点的转量 尤其是晚上和清晨的时候 温度变得很低 说不定过一段时间 整个岛上的温度 就会骤然下降 在不知道还要坚持 多久的情况下 自然也要未雨绸缪 这两只野兔的皮毛 可以做一些小物件 比如做一双兔毛手套 又或者做一些拖鞋之类的 说完之后 陆宇也是很快就把两只野兔 给包干净了 兔子肉 也是随便找个地方给丢掉了 至于这头已经死掉的野鸡 陆宇动都懒得动 因为味道实在是太臭了 把剩余的三个陷阱 继续还原之后 两人回到了庇护所 热巴也是杀了一只鸡 开始做晚饭 刚来岛上的时候 他还不太会处理野鸡 但是现在的动作 显然是相当的娴熟了 所以说 任何的事情 都有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 等这次离开荒岛之后 说不定 热巴也会变成一个荒野达人 回到庇护所的时候 夜幕也没有完全降临 陆宇开始制作 给鱼塘接水的引流管 把准备好的竹子一分为二 然后敲掉内侧的竹节 差不多就可以了 之前 陆宇也大概地测量过 上游小溪道 他们辩护所的位置 大概有个三四百米的距离 所以需要的竹子量 还是非常大的 把竹子全部都准备好之后 开始一次叠起来 接触的位置 用树皮固定好就行了 因为水源和他们庇护所 这边的坡度比较高 所以 就算是简单地弄一下水流 也会很顺畅 差不多弄了一个小时 不过需要的竹子量很大 目前的这些竹子 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 明天早上 可能要去一趟竹林 这时候 热巴也已经做好了晚饭 煮鸡肉和一些淀粉烙饼 虽然味道算不上好吃 但填饱肚子也不成问题 吃过晚餐之后 夜幕降临 两人躺在庇护所 享受着惬意的时光 陆宇 我们的蜡烛和蜗香 差不多要用完了 热巴率先开口说道 虽然他已经很节省地使用了 但毕竟之前 他们制作的蜡烛和蚊香 数量并不多 所以现在蜡烛只剩下三根了 至于蚊香 只剩下一根了 即使现在晚上的温度 已经变得很低 但是蚊子还是很多 这些蚊子 显然比都市中的蚊子更耐寒 好 等这两天 把鱼塘的事情搞好之后 我们就去找一些材料 这一次可以多制作一些蜡烛和蚊香 陆宇点了点头说道 习惯了晚上庇护所有光明之后 说实话 还真的很难忍受黑暗 所以蜡烛和蚊香 对于他们两个来说 现在也很重要 接下来的时间 两人又闲聊了起来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转眼之间 就到了晚上十一点左右 因为今天白天 虽然干了一天的活 但是这些 活都比较轻松 所以没有感觉到特别疲惫 晚上睡的 也就没那么早了 唧唧唧 就在陆宇和热巴 继续聊天的时候 基隆中的小团团 突然从箩筐中跳了出来 随后 看着庇护锁门的方向 呲牙咧嘴地叫了起来 虽然看上去 模样很凶 但身体 却在微微地颤抖 就好像是感受到了 某种恐惧一样 鸡鸡鸡 一旁孵化的几只小鸡 也跟着小团团叫了起来 团团这是怎么陆宇 怎么突然叫得这么厉害 难道是外面有什么东西吗 热巴也是赶紧猛地坐起 随后看着陆宇 有些害怕地问道 自从团团被捡回来之后 晚上可还没这么叫过 这种昏暗的夜晚 小团团的表现 让热巴感觉心里很紧张 很害怕 甚至感觉 有什么东西 突然出现在了自己的周围一样 别紧张 估计就是一些小东西而已 我出去看看 看着一脸紧张害怕的热巴 陆宇轻轻地拍了拍他的手 示意热巴不要害怕 不过 其实陆宇自己的心里 也是有点忐忑的 因为听说这些小动物 可以看到人看不到的东西 鸡鸡鸡 小团团还在呲牙咧嘴地乱叫 陆宇则是拿起了床头的弓箭 然后慢慢地走了出去 要说不紧张 那绝对是骗人的 这荒郊野外 半夜三更地 害怕那才是人的生理反应 就算自己的身体素质 要比普通人强大得多 但是 在这黑不溜秋的夜晚 如果真的遇上一些猛兽的话 可是丝毫不占优势的 要是遇上一些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 那就更玩犊子了 沙沙沙 走出庇护所之后 陆宇敏锐地听觉 很快就听到了前方几十米的草丛中 传出了沙沙的声响 虽然很微弱 但是却逃不脱陆宇的耳朵 很明显 那个位置应该有什么动物 如果是白天的话 陆宇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紧张 就算是一头熊 他也赶上去扳手腕 但是这种夜晚 无形之中 就会给人一种心理上的压迫感 而这时候 热巴也敲咪咪地走了出来 然后躲在陆宇的身后 开口问道 到底是什么动向 陆宇 听他的口气 显然是很害怕的 陆宇一起面对 因为这样的话 两人才能够感觉到安全一些 好像是一些小动物 不要紧张 没什么危险的 陆宇小声地说了一声 其实他自己的心里 也是紧张的 不过这时候 自然不能露出紧张的神情 因为这样会让气氛变得更加压抑 沙沙沙 而就在陆宇的声音落下之后 草丛之中 再次响起了沙沙的声音 下一秒 陆宇突然看到了一双 冒着绿光的眼睛 大晚上的 就像是两小团幽名鬼火一般 注视着庇护所这边 是狼吗 看到那一双冒着绿光的眼睛之后 陆宇的心中 也是瞬间有了猜测 在晚上 眼睛能够发出这种绿光的 有极大的可能性 会是狼 而且在之前就听到过狼的嚎叫声 心中有了猜测的瞬间 陆宇直接拿起了弓箭 拉弦上剑 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一箭射了出去 刷 箭矢瞬间滑破夜空 直接射向了 那一对鬼火般的眼睛 嗚嗚 下一秒 便是响起了痛苦的惨叫声 伴随着沙沙的声响 草丛一阵剧烈的摇晃之后 便是很快就安静了下来 好了 应该已经被解决掉了 听到刚才的惨叫声和动静之后 陆宇开口说道 自己刚才那一箭 应该是射中了那东西 如果刚才自己猜测的 没错是一头狼的话 刚才那一箭 足以要了他的命 接着陆宇 慢慢地走过去查看了一番 树叶上和地上 都有一些血痕 那玩意儿 应该是负伤逃跑了 不过既然中了剑 那么他 应该是跑不远的 但是要在大晚上追过去 这有点太危险了 陆宇也只能转头 走向庇护所 好了 已经解决掉了 我们回去吧 陆宇也是对着热巴说了一声 随后两人 走进了庇护所 陆宇刚才那到底 是什么动线 那一双绿油油的眼睛 也太吓人了吧 热巴还是有些惊恐未定地问道 如果是大白天 就算是见到一头狼 也不会如此地令人害怕 但是这东西在晚上出现 本身就会感觉到阴森恐怖 尤其是刚才被那一双 绿油油的眼睛给注视 那种感觉 实在是有点太吓人了 应该是一头狼吧 有可能是今天 我们扔在那边的野兔肉 把这玩意给吸引了过来 狼的嗅觉是非常的灵敏的 可能嗅到了我们的味道 所以跟了过来 没什么好害怕的 之前我就在岛上 听到过狼的叫声 而且团团的出现 也让我们本来就知道 这个岛上是有狼群的 陆宇倒是语气平淡地说道 只要不是一些科学 解释不了的东西 那就没什么好害怕的 而且如果只是一头狼 对它根本就造不成任何的威胁 当然如果是一群狼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了 要知道狼群的战斗力 可是非常强悍的 就算是万兽之王老虎 在遇到狼群的时候 有时候也不得不褪比三射 因为这种动物 除了非常凶狠之外 而且头还特别的铁 只要不被干死 就会一直处于战斗状态 看样子 这片岛实在是太危险了 之前出现了黑瞎子 现在居然出现了狼 而且距离我们庇护所的位置 还这么近 热巴有些担忧地说道 刚才幸亏只是一只狼 如果是一群狼的话 那么后果绝对不堪设想 放心吧 等过几天 我们就去找找这些家伙 最好是把他们全部都解决掉 一劳永逸 看着满脸担忧的热巴 陆宇则是自信地说道 只要能够找到这些东西 他有足够的自信 能够彻底地干掉这个狼群 毕竟自己这剑术LV3 可不是摆设 嗯嗯 我相信你 原本还很担忧的热巴 看到陆宇如此自信之后 便是心里踏实了很多 陆宇就是会给人这么一种感觉 只要待在他的身边的话 就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安全感 好了好了 赶紧睡吧 明天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呢 陆宇轻轻地拍了拍热巴的肩膀 随后很快两人也就进入了梦乡 安屋 安屋 凌晨三四点的时候 狼群的叫声再一次响了起来 听声音应该距离他们庇护所 这边挺远的 但是却依旧能够隐约地听到 陆宇也是瞬间惊醒 随后眉头紧锁 这些狗东西 看样子必须要把他们彻底地铲除掉 这大晚上鬼哭狼嚎的 实在是有点太影响人的睡眠了 陆宇坐了起来 看了看正在熟睡的热巴 心中暗暗地想到 不解决掉这些东西 总感觉是一个潜在的危险 而且自己的听力本来就敏锐 所以听到这些叫声之后 会下意识地醒过来 完全睡不好啊 只有彻底地解决掉这些狼群 才能睡得更安稳一点 不过热巴这小妞 睡眠质量也真是让人感觉到羡慕 睡觉之前还万分惊恐 现在居然还睡得这么死 而此时在悬月岛的另一头 因为刚才他们也听到了狼群的叫声 然后就被吓醒了 而且这些狼群距离他们 好像很近的样子 密解刚才是狼的叫声 太可怕了 我们要不退出吧 沈佳佳一脸恐惧地说道 虽然从上岛到现在 他们的运气都很不错 获得了不少的食物 让他们坚持到了现在 可是刚才狼群的叫声 实在是太让人害怕了 而且这些叫声 距离他们庇护所的位置 似乎并不远 如果被狼群发现的话 他们两个女流之辈 根本就没有任何抵挡的能力 甚至很有可能会沦为狼群的食物 奖金固然很吸引人 但是和命比起来却不值一提 而且就算是他们现在退出 也能拿到一百万的奖金 完全没必要继续冒这个风险了 杨幂紧紧地皱着眉头 现在已经坚持了三十天了 她的性格本来就比较要强 原本她想要坚持到最后 向所有人证明女生并不一定比男生弱 不管是在事业上 还是在荒野求生这种事情上 如果情况一直和前面的三十天一样的话 她感觉就算是 再生存个两三个月也不成问题 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生存的些许技能 也认识了很多能吃的野菜 但是刚才狼群的叫声 确实让人感觉到发自内心的心惊胆寒 如果为了继续坚持下去 而被狼群吃掉的话 这也太不划算了 虽然她很想证明自己 但也不想把命搭在这里 毕竟她的事业和公司 已经有了很好的起色 如果把命搭在这里的话 那可就真的亏马了 好吧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退出吧嘉嘉 杨幂也没有太过于犹豫 而是直接点了点头 和命比起来 奖金和所谓的要强性格 根本就不重要 要是因为这些身外之物 而丢掉了性命 那才是最愚蠢的做法 嗯 那我现在就拨打求救电话 沈嘉嘉也是赶紧点了点头 一百万的奖金 就算是最终只能分到五十万 再加上直播间的打赏的话 自己也能够滋滋润润地 生活好几年的时间了 半小时之后 伴随着快听引擎的轰鸣声 此时也仅剩下十三组选手 还在继续坚持 而听到狼群叫声的 可不仅仅只有陆宇和杨幂他们 金哥 这大半夜的居然听到了狼叫声 实在是太吓人了 要不我们还是退出吧 能够在这种地方 坚持一个月的时间 已经证明了我们两个的实力 我可不想把命搭在这里 李晨有些颤颤巍巍地说道 虽然刚才狼群的叫声 好像距离他们还比较远 但是这片岛上有狼群的存在 那就说明 时常都有威胁到他们生命的危险 自己还有大好前程 还有那么多的星星石头梅 送出去 还有很多漂亮的女明星 等着和自己策马奔腾 如果把命丢在这里的话 那可太不划算了 她之所以能够坚持一个月的时间 首先是因为自己的队友无精的能力 确实很强 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遇到过今天这种情况 现在她亲身体会到了 这片岛屿的危险 甚至有可能会因此丢掉性命 那么自然不可能继续在这里待下去 钱和命比起来 实在是太不重要了 况且自己也不是一个太缺钱的明星 你别那么紧张嘛 刚才虽然听到了狼叫声 但是那些狼叫声 距离我们还很远 说不定这些狼群在另一个岛屿 根本就不会和我们有任何的交集 再说我们都坚持了一个月了 说不定其他的选手 已经被淘汰的差不多了 只要再坚持一下 或许我们就能取得最后的优势 吴京赶紧开口说道 虽然这大晚上的狼叫声 确实让人感觉到有些害怕 但是狼群的叫声 距离他们的庇护所位置 好像很远 如果这些狼群不大面积 迁移的话 说不定就算是他们求生结束 也不可能有交集 所以根本就没必要这么紧张 你刚才也说了 说不定 那也就是说 我们还是很有可能会被这群狼群碰上 这实在是太危险了 我们根本就没必要 为了那么点奖金 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 退出 金哥 李晨的态度显然是很坚决的 无论如何 今天自己必须要退出 虽然可能会和吴京接下来的战狠三电影 擦身而过 但是一部电影 和命比起来 实在是太不划算了 况且 凭自己的人脉和关系 大制作电影又不是接不到 好吧 你是打定了主意 一定要退出是吧 吴京开口问道 看李晨的样子 其实他的心中早就有了答案 嗯 是的 抱歉金哥 是我拖你的后腿了 但是我真的不想 把自己置于这样的危险之中 我希望你也不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为了那么点奖金 根本就没必要 只要离开这里之后 我们多接几个综艺 多拍几部电影 拿得不比那些奖金少 而且又不会有什么危险 李晨坚定地说道 挣钱的办法千千万 尤其是对于他们这些明星来说 挣钱更是简单 随便参与几个综艺的拍摄 随便接几部电影 再不计 去直播间带带货 也能赚到不少钱 毕竟明星的人气摆在那里 赚钱实在是太简单了 好吧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打电话吧 吴京也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参与和退出 都是选手的自由 没有任何人能够进行干涉 但是他想要坚持下去 并不全是因为 会得到最终的奖金 而是想要看看 自己能坚持多久 好 很快 李晨就拨通了卫星求救电话 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 救援人员才找到了两人 因为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比较深 所以 就算是救援人员 也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才能够找到他们 金哥 陈哥 你们真的打算要退出吗 所有人对你们 可是抱有很大期望的 很多人都觉得 你们是能够坚持到最后的种子选手 就这样退出的话 会不会有点太可惜了 救援队队长秦峰 看着吴京和李晨 开口问道 说实话 他确实感觉到挺惋惜的 在目前还没有退出的13组选手中 除了陆宇和热巴之外 吴京和李晨的呼声是最高的 甚至大部分的观众认为 最终的优胜 可能会在这两组中诞生 毕竟前一个月的时间 吴京和李晨的求生之路都很顺畅 食物也很充足 两人之间 也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冲突和矛盾 没想到这个时候 他们两个居然会选择退出 着实让人感觉到不解 可惜什么 你们没有听到刚才的狼叫声吗 最终的优胜和命比起来 你觉得 哪个更重要一点 李晨没好气地说道 这 好吧 我只是随口一说而已 诚哥不用跟我动气 也别放在心上 选择坚持或者选择退出 这是你们选手的权利 秦峰淡淡地开口说道 不过从他的眼神中 能够看到明显的不爽 自己只是好心地提一口而已 没想到 李晨就像是被踩到尾巴的猫一样 反应居然这么大 金哥 那我们下去吧 秦峰只能把目光看向了吴京 说道 那个 我问一下 就是 如果李晨选择退出的话 我能不能一个人继续坚持下去 如果就这样退出的话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有点太遗憾了 虽然我并没有想过 要坚持到最后 拿到最终的优势 但是我想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 看看在这种环境之下 我到底 能生存多长的时间 吴京犹豫了片刻之后 最终说出了自己心里的想法 如果现在就这样退出的话 他觉得实在是太可惜了 毕竟都已经坚持了30天的时间了 而且 这边的物资比较富饶 完全有能力 继续生存一段时间 如果到时候 真的生存 不下去了再退出 到时候 也不会感觉到遗憾 人生短短几十载 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不要给自己留有遗憾 这样的话 在有一天面对死亡的时候 回顾一生 也不会感觉到遗憾和后悔 就算是李晨退出之后 对于自己来说 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他的荒野求生知识 本来就不多 动手能力和他的身体素质 也不成正比 而且 还会消耗大量的食物 所以 李晨存在的唯一必要 就是帮助自己 排解一些孤独感 至于在真正的求生上 其实他并帮不上自己太多的忙 就算是自己一个人 也能坚持下去 甚至有很多事情 还不会变得那么麻烦 金哥 你别开玩笑了 如果我离开了的话 你一个人是根本生存不下去的 李晨立刻开口说道 因为吴京刚才所说的话 搞得自己好像没有任何作用一样 好像说的 就算是没有自己 他一样能够生存下去似的 这无疑是在直播间 所有的观众面前 贬低了自己的价值 我只是事实而已 如果到时候真的坚持不下去的话 我自然会退出的 现在我们的条件 还远远没到需要退出的时候 所以我不想给自己的求生之路 留下遗憾 吴京一脸认真地开口说道 当然 他这样的说法 也是给足了李晨面子 毕竟都是混迹电影圈的人 这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没必要把关系弄得那么僵 或许李晨的退出 会让自己生活得更好 李晨的脸色很难看 吴京的做法 让他感觉到自己被羞辱了 但是此刻 他也没办法多说什么了 选手的去留 本来就是选手的自由 自己可以选择退出 那么吴京也有权利 选择继续坚持下去 只要节目组同意的话 任何人都无法阻止 这 金哥 按照节目组的规定来说 一组选手 只要有一个选择退出的话 那么就只能退出 不过 你既然你这么说的话 那我先打个电话问问吧 秦峰有些为难地说道 其实之前节目组 有明确的规定 只要一组选手 有一个人选择退出 那么两个人 都会失去继续参赛的资格 但是吴京的这种胆破 确实让他感觉到挺钦佩的 所以 他也决定 违背规则问问领导 看看领导会不会同意这种事情 好 那就谢谢了 吴京笑了笑 说道 如果节目组的规定 真的无法更改的话 那么 即便留有遗憾 自己也只能选择退出了 随后 秦峰也是 很快就拨通了 节目组策画部经理 李子明的电话 李经理 第二直播间的状况 我想你们也注意到了吧 现在问题是这样的 李晨选手选择退出 而金哥 想要继续一个人生存下去 按照之前节目组的规定 一个选手选择退出 那么这一组也会被淘汰 我就想问问 现在 还是这样的规矩吗 秦峰在电话中问道 原本正在家里做活赛运动的李子明 被突如其来的电话 给气得不轻 不过 看的是救援队长秦峰的电话之后 他也只能按耐住这种不爽 毕竟这家伙大半夜的打电话 肯定是有事情的 规则早就已经规定了 这种事情 还需要问我吗 按照规则 来办事就行了 李子明美好气地说了一声 自己现在卡在里面很难受 自己的运动 差一点点 就差一点点 自己就功德圆满了 可是这家伙的电话 一下子就让自己回到了原点 巨龙再次被打回了毛毛虫的形态 不过他的话刚刚落移之后 似乎又想起了什么 随后赶紧在电话中说道 等等 这件事情 我还是请示一下陈总吧 如果是普通的选手 这个时候 他早就挂掉电话 继续自己没完成的项目了 不过这组选手 竟然是吴京和李晨的话 那么还是请示一下陈总比较好 毕竟这两位 也是有可能坚持到最后的种子选手 直播间的观众 更是达到了一千多万 给节目组创造了很大的利益 如果今天晚上被淘汰 说不定明天陈总又会找自己麻烦 还是浪费几分钟 请示一下比较好 好的 我等您电话 秦峰挂断了电话 而李子明 则是打电话给陈根省 先是连连说了几声抱歉 大晚上打搅什么的 然后 也把刚才事情的经过 重复了一遍 陈总 您认为 需要为他们改变一下规则吗 李子明开口问道 他现在心里也很忐忑 要是被陈总骂一顿的话 今天晚上所有的兴致可就没有了 这件事情你办得不错 还知道来问我一声 说明你已经懂得开始思考了 你给我好好地听清楚了 我们举办荒野求生 最终的目的 就是为了盈利 第二直播间和第三直播间一样 都能给我们创造足够的利益 规则是死的 但人是活的 听得懂吗 陈根省严肃的语气 在电话那一头响了起来 他们举办节目组的唯一目的 就是为了赚钱 规则是节目组定的 他们自然也可以适当地改变一下规则 组队求生和单独求生 似乎也没什么冲突 而且 吴京的人气本来就高 仅仅是一个第二直播间 一天就能给他们创造非常高的效益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自然不愿意第二组选手退出 我明白了 陈总 那我现在就告诉秦峰您的意思 打扰您了 我先挂了 说完之后 李子明也是微微诺诺地挂断了电话 然后开始联系救援队长秦峰 把刚才陈根生的意思转达了过去 金哥 刚才我已经给领导们打过电话了 他们说 可以同意你的请求 挂断电话之后 秦峰对着吴京说道 其实这种事情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毕竟规则是死的 但人是活的 而那些领导创办节目组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赚钱 只要领导稍微有点脑子 都不会拒绝吴京这样的请求 只要他多生存一天 就能帮公司赚取很多的流量和马内 而且 一个人的求生似乎更有看点吧 好 这样的话 那就谢谢你了 吴京笑了笑 感谢道 小事而已 金哥 不用那么客气 秦峰赶紧摆手说道 金哥 你真的不打算跟我一起退出吗 如果你一个人求生的话 那么难度肯定会加倍 我还是觉得 你跟我一起退出吧 反正 我们又不缺那点钱 对吧 李晨继续问道 或许中途退出 他的心中也有些内疚吧 又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 当然 这种事情 只有他心里自己清楚 其实我参加这个节目 也不全都是为了奖金 你说的确实没错 奖金 其实对我来说 确实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我只是想挑战一下 自己的极限而已 吴京笑了笑说道 其实他并没有怪李晨的意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在这种荒岛上 生存不下去 是很正常的 毕竟很多的明星选手 都过惯了纸醉精迷的生活 能够在这个地方 坚持一个月的时间 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 所以他很不喜欢道德绑架别人 能坚持就坚持 坚持不了就退出 这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 无需强加其他人的个人意愿 而奖金对于他来说 也确实没有太大的诱惑力 之前的两部电影 已经让他赚得盆满钵满了 有时候赚太多钱 也没那么快乐 只是很多人想不通这个道理而已 明明已经赚了那么多的钱 一辈子 就算是可敬的挥霍也花不完 却还要偷税漏税 也不知道 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 钱这种东西 本身就是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死带不走的 行吧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也就不勉强了 希望金哥你能够坚持到最后 也希望以后 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 李晨继续说道 一定会有机会的 好了 你们先下去吧 时间也不早了 我也要早点休息了 无精笑着说道 接下来的日子 一个人生活 可能会感觉到孤独 但是坚持个一半个月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简单地告别之后 李晨跟着秦峰他们下了岛 呼 从今天开始 就是一个人生活了 我想 应该不会太差吧 无精叹了口气 随后回到了庇护所 而此时 第二直播间的很多观众 还没有睡 对于刚才的事情 也是全程目睹 直播间的观众 也分成了两批 讨论的焦点 也是两极分化 有些人觉得 李晨这样的做法 实在是有点太没有意气了 毕竟过去的三十天里面 无精对他 可是照顾得无微不至 没想到 在这个节骨眼上 选择退出 从意气上来讲 确实是有所欠缺的表现 但也有很多的关注认为 选手退出和继续生存 完全取决于自己 这是每一个选手的自由权 他们有权做出任何的决定 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的理由 去道德绑架别人 而且 荒岛上生存 确实非常的艰难 每天都是吃着一些野味和野菜 时间一长 坚持不下去 也很正常 所以 根本就没必要道德绑架任何一个人 而且刚才的狼叫声 就连直播间的 们都听得清清楚楚 说明继续待下去的话 很有可能潜藏着生命危险 这对于一个明星来说 继续求生下去 确实非常的不明智 毕竟像之前的邓潮 仅仅是坚持了一个 晚上的时间就退出了 而且所有人也没有责怪 或者是奚落邓潮 李晨至少也坚持了30天的时间 所以相比之下 已经不错了 一夜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天蒙蒙亮的时候 陆宇和热巴就醒来了 昨天晚上半夜的狼嚎声 确实让陆宇没怎么睡好 不过今天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可不能赖在床上不起 简简单单的洗漱 吃完早餐之后 陆宇也开始了 昨天没有完成的工作 那就是收拾自己的鱼塘 根据我之前的推算 上游的小溪最近的距离距离 我们也得有个三四百米 这些竹子肯定是不够的 所以一会儿 我们要去砍更多的竹子回来 吃完饭之后 陆宇对着热巴说道 嗯好 我现在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我们一起去 热巴点了点头说道 前几天自己的身体 确实干不了什么活 但是现在差不多 已经恢复过来了 所以自然也想帮帮忙 好 那就一起去吧 等会你先切点芭蕉心 然后和点淀粉 喂给小鸡吧 弄完之后 我们就过去 小鸡成功孵化之后 似乎又多了一些麻烦 现在团团要他们照顾 你要吃小羊羔 也要天天吃草 而且又多了几只小鸡 感觉这几个小东西 都不是食物 更像是他们找回来的大爷一样 不过在庇护所里面 养一些小动物的话 也确实让人感觉到 没那么压抑了 好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随后给小羊羔 为了一些芭蕉心和野草 然后把小鸡的食物也弄好之后 两人出发前往竹林 团团也是跟了过来 半个小时之后 两人就到达了竹林 这片竹林的面积 还是很大的 所以根本就不怕砍完 仅仅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鹿羽已经砍了几十根竹子 这些竹子已经完全够用了 甚至还有些富裕 到时候搭建庇护所的时候 可以利用 鹿羽 这么多的竹子 应该已经够用了吧 我们回去吧 看着眼前几十根竹子 热巴开口说道 如果砍太多竹子的话 他们一个早上也拿不过去 嗯 差不多了 鹿羽也是点了点头 这片竹林 距离他们庇护所并不远 所以 到时候搭建庇护所的时候需要 直接过来 砍就行了 鸡鸡鸡 就在两人准备扛着竹子 回庇护所的时候 刚才去一旁玩闹的小团团 跑了过来 朝着鹿羽不断叫唤的同时 还疯狂地摇着自己的尾巴 我说你这小东西 你的身份 可是一头威武的纽芬兰白狼 不是哈士奇啊 能不能注意点形象 表现得霸气一点 来 表演一下 鹿羽没好气地对着团团说道 明明就是一头狼 居然表现得跟一只哈士奇一样 小团团显然是没有完全听懂鹿羽的意思 抬起小脑袋 充满智慧的眼神 疑惑地叮嘱鹿羽 这一幕 看上去更像二哈了 得了 有点抢求你了 你应该是 发现了什么好东西吧 鹿羽无奈地摇了摇头之后 开口问道 团团表现得如此的兴奋 显然应该是 发现了什么好东西 鸡鸡 这次似乎是听懂了鹿羽的意思 小团团兴奋地点了点头 随后 转身朝着丛林中跑了过去 走吧 我们去看看 这小家伙到底发现了什么 对着热巴说了一声之后 两人跟着团团走了过去 几分钟之后 在一片比较茂密的丛林中 鹿羽看到了很多野生的蜜蜂 围绕着一片茂密的丛林 嗡嗡嗡地乱飞 原来是蜜蜂啊 看样子 草丛里面有蜂巢 说不定我们能吃到蜂蜜了 看着密密麻麻乱飞的野蜜蜂 鹿羽的嘴角 也是扬起了一抹笑容 蜂蜜吗 看来团团还是有点用的呀 热巴一脸高兴地说道 如果能够吃到甜甜的蜂蜜的话 那绝对是一种极致的享受 而且 蜂蜜还可以做很多的美食和甜点 而小团团在看到自己身后的两个主人之后 似乎变得肆无忌惮了起来 鸡鸡鸡 那叫声也显得更加得瑟 之前他感觉那些会飞的小东西挺凶猛的 所以没敢进去查看 现在看到人高马大的两个主人 就站在自己的身后 这小家伙的气势一下子就爆发了 叽叽叽 伴随着凶猛的昆叫声 直接一头扎进了灌木丛中 骚年别冲动啊 不好 溜了溜了 看到小团团那鲁莽的动作之后 鹿羽直接一把拎着热巴 跑到了几十米开外 这小家伙八成是脑子不太好使 莽夫也不能这么当呀 莽夫 莽夫 片刻之后 草丛中一阵剧烈的晃动 随后便听到了小团团惨烈的叫声 下一秒挠头晃脑地冲了出来 赶紧跑到了鹿羽的身边 此时 他的头上还挂着几只小蜜蜂 哎 真是 出生狼毒不怕疯呀 看着一脸惨壮的小团团 鹿羽憋笑地说道 你就别在这里落井下石了 赶紧把团团剩下的蜜蜂 你看团团都疼得掉眼泪了 看着团团那可怜的在原地打转的模样 热巴也是有些心疼地说道 这么小的东西 被这么多的蜜蜂蜇 想想都感觉到可怜 当然 这种和蜜蜂打交道的事情 自然要交给鹿羽了 要是一不小心 钻进自己的裤筒里面 到时候 情况可不堪设想 而且 他从小就比较害怕蜜蜂 好好好 鹿羽也是 憋笑着点了点头 随后看了一眼 小团团狼狈的模样 确实疼得眼泪 已经在眼眶中开始打转了 好了好了 别转了 我帮你弄下来吧 至于眼泪的话 很快估计就看不到了 鹿羽差一点没憋住 直接笑了出来 不过 为了顾及小团团的颜面 最终还是给忍住了 这时候嘲讽的笑声 对小团团自尊心造成的伤害 甚至比一个大逼斗还要大 随后 鹿羽也是找了一根树枝 然后把小团团身上的蜜蜂 全部都弄了下来 甚至在两个眼睛的部位 还有一些蜜蜂的毒针 鹿羽也是细心地 全部给拔了出来 好了 你和团团就先待在这里吧 我过去看看 能不能拿到一些蜂蜜 鹿羽只能给热巴交代了一声 虽然可能会有被蜜蜂蜇的风险 但如果能够拿到一些蜂蜜的话 倒也可以接受 毕竟他们身体中摄入的糖分 本来就少 之前的那些聚果溶果 含糖量也不是特别高 如果能够拿到一些蜂蜜的话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嗯嗯 那你自己也小心一点 对了 你把我的外套套在头上吧 热巴赶紧提醒了一声 随后 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 交给了鹿羽 好 你们在这里待着 不要过来 鹿羽也是认真地说了一声 刚才团团的表现 虽然好笑 但是该认真的时候 还是需要认真的 用热巴的外套 把自己的头完全包裹起来之后 鹿羽也是找了一些干柴 然后做了一个火把 烟熏的方法 可以把这些蜜蜂全部赶走 但这样的方法 也不是万无一失 同样有被折的风险 但是收获往往伴随着风险 只要收获足够大 那么这种风险完全可以忽略 鹿羽开始很小心地 靠近野蜜蜂的窝 然后用烟熏的方式 很快就把大部分的蜜蜂给赶跑了 然后用柴刀 扒开了周围的小树枝 果然就在里面 发现了两大片蜂巢 上面虽然还有一些蜜蜂 只能用柴刀小心翼翼地 把所有的蜜蜂都给弄了下来 然后把两片蜂巢 都割下了一大半 原来的地方 还是留下了一小片 没有把全部的蜂巢 全部都拿走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蜜蜂 能够继续留在这里做巢 以后 它们就有源源不断的蜂蜜 能够吃到了 毕竟在这种地方 赶尽杀绝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拿好蜂巢之后 鹿羽也是赶紧回到了 热巴和团团这边 此时团团的面貌 已经发生了些许的变化 整个狗头大了一圈 两个圆滚滚的眼睛 已经变成了两条缝 就连身体的部位都大了一圈 这惹得鹿羽 差点笑出了声 不过 最终还是忍住了 看来被蜜蜂折 还是有好处的 你看我们的小团团 一个月都没有长大多少 没想到被蜜蜂折了几下之后 居然长大了这么多 不错不错 看样子以后 要多让蜜蜂折几下 鹿羽一本正经地说道 团团则是一脸委屈巴巴的模样 盯着鹿羽 不过那两条缝 实在是看不清什么东西 这让一旁原本心疼团团的热巴 都差点笑得出来 好了 今天的收获相当的不错 这两片蜂巢里面的蜂蜜蛮多的 应该可以 让我们使用蛮长的时间 鹿羽也是炫耀了一下自己的成果 只要省着点用的话 这两片蜂巢中的蜂蜜 足够他们两个人 使用一个月的时间 到时候 说不定这边的蜜蜂 又会产出不少的蜂蜜 嗯嗯 我去给咱们找两片芭蕉叶 然后把蜂蜜打包带回去吧 热巴说完之后 就去旁边找芭蕉叶了 这种地方芭蕉叶非常多 几乎走个几分钟的时间 就能够看到 很快 热巴也找来了两片芭蕉叶 不过只是 看它的样子 似乎有点不太好看 一只手拿着两片芭蕉叶 另一只手时不时地 会揉揉自己的胸部 怎么了 难道你也被蜜蜂给折了吗 看着热巴的动作 鹿羽也是赶紧关心地开口问道 这群野蜜蜂 比自己想象中 还要凶残暴躁 一般来说 小排风性格比较温顺 可是刚才从车团团的样子来看 这和自己以往 对小排风的了解并不一样 嗯 好像是的 感觉火辣辣的疼痛 而且 有一种胀痛的感觉 热巴点了点头说道 他都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被折的 而且自己一直没有 去招惹蜜蜂 躲得远远的 那些蜜蜂 为什么要折自己呢 真是太没天理了 哎呦 看上去 情况有点严重啊 这个位置被折的话 还是非常危险的 要不我帮你把毒针拔出来吧 鹿羽也是一脸认真 关心的说道 毕竟 热巴是自己最好的伙伴 这个时候 自己应该挺身而出 帮他做一些事情 看着一脸认真的鹿羽 热巴美好气的说道 仅仅把毒针拔出来 表现不了什么诚意吧 要不你直接帮我把毒作出来 鹿羽这家伙 看上去一脸正经认真的模样 这是心里所想的事情 肯定没这么正经 经过这一个月的接触 他们两个的关系 也算是非常不错了 所以 彼此之间开一些玩笑 也很正常 而且 鹿羽也根本就没有上导时 那么正经本分了 总会拿自己开一些玩笑 嘿嘿 那个 如果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倒是很乐意帮你把毒作出来的 咱们都是好朋友 好伙伴 相互帮忙 都是应该的 鹿羽继续一本正经的说道 反正 如果热巴有这样的需求的话 作为龙国好队友 他自然是会选择帮忙的 没办法 自己的心地实在是太好了 甘愿冒着中毒的风险 帮热巴把毒给作出来 说实话 这样的队友 真的是不好找了 你 你这家伙 直播间那么多人看着呢 这种事情 能不能不要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说 回庇护所之后 再说 不行吗 热巴红着脸 一脸责怪地说道 这家伙 实在是太不把直播间的大家当人看了 这么隐私的部位 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 帮忙吸呢 而直播间的观众 在这一瞬间 也活跃了起来 卧槽 我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 热巴刚才的意思是不是说 回到庇护所之后 就可以让鹿羽帮忙了 好像真的是这个意思 哇 这鹿羽真是赚到了 鹿老狗实在是太爽了 热巴姐姐 我愿意帮忙 我也是 算我一个 组团帮热巴拔毒风针 一一 人齐了出发 每当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直播间总是如此的热闹 一些好心的观众 也是身先士卒 不惧危险地想要去帮忙 这充分地体现了 这界网有个人素质的提高 乐于助人 不惧危险 这些可都是需要传承的优良传统 而面对热巴的娇羞 鹿羽则是一脸平淡地说道 怕什么 你把直播间的那些不要当人就好了 可以把他们当成一些阿猫阿狗 小鸡小兔什么的 这样不就没什么好害羞的了吗 鹿羽的话说得平淡无奇 就好像再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一样 而他的话 也让直播间的网友再一次坐不住了 什么叫不要把他们当人 羞辱 这绝对是天大的羞辱 一瞬间 组团要去干鹿羽的网友也多了很多 不过一个个也都是说说而已 因为他们很清楚 他们根本就打不过鹿羽 哎呀 你这么说 直播间的观众是不好的行为 热巴给了鹿羽一个大大的白眼 不过眉宇之间却露出了笑容 好了好了 逗你完了 先回庇护所再说吧 到时候 如果你真的需要我帮你吸的话 我肯定不会拒绝的 鹿羽说完之后 就扛起竹子 然后走在了前面 热巴也是扛着两根竹子 紧随其后 不过刚才被蜜蜂折的地方 实在是太痒了 而且微微有些肿胀隆起的征兆 这让他感觉到 两边极其的不协调 不过面对镜头 也不好意思一直抓 只能忍着这种臊痒 一直回到了庇护所 好了 你自己先干一会儿吧 我去洗个澡 把竹子往地上一丢之后 热巴也是火急火燎的 跑到了洗澡间 被蜜蜂折了之后 感觉全身都火辣辣的 尤其是被折的地方 更像是被火烤一样 所以 他需要一个凉水澡 来缓解一下这种灼热感 其实鹿羽的屁股 也被折了一下 只不过 他没好意思告诉热巴而已 万一热巴要是好心的 想要帮自己把毒作出来的话 那不是很尴尬吗 小团团在鹿羽的脚下 发出了惨兮兮的叫声 此时的小团团 就像是网图上 那一只被蜜蜂折了的小狗一样 模样是相当的委屈凄惨 好了好了 别叫了 之前表现的不是挺勇猛的吗 我也给你物理降降温吧 看着惨兮兮的小团团 鹿羽也是拿过来两株桶的凉水 然后给小团团洗了一下身体 毕竟小团团 现在也是自己很好的伙伴 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如此的难受 半个小时之后 热巴终于从洗澡间出来了 看他的样子 应该是洗完澡之后 神清气爽 这时候 鹿羽也把所有蜂巢上的蜜蜂 都挤进了竹筒里面 这样可以长时间地进行保存 鹿羽 要不你也进去洗一下吧 热巴披着湿漉漉的头发 对着鹿羽说道 洗个凉水澡之后 果然舒服多了 全身感觉到无比的清爽 就连刚才被蜜蜂折的位置 此时也感觉到 没有那么灼热了 算了 我就不洗了 等会咱们还要去扛竹子 等弄完之后 我再洗吧 对了 我给你倒了一杯蜂蜜水 先喝点吧 鹿羽摇了摇头 随后把蜂蜜水递给了热巴 辛苦了那么久 自然也要品尝一下 他们的劳动成果 嗯嗯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香甜细腻的蜂蜜水 流过喉咙的感觉 实在是太爽了 这让他觉得 刚才被折一下 也是值得的 好久没喝过蜂蜜水了 偶尔喝一口 感觉真是不要太爽 喝过蜂蜜水之后 两人继续去扛竹子 总共来回了四趟 所有的竹子 也全部被扛了回来 鹿羽开始制作 引流水槽 时间快速地流逝 转眼之间 就已经到了中午 热巴也是开始准备做饭 今天还剩余一只野鸡 吃完之后 接下来的时间 就又要吃烟熏熊肉了 而鹿羽 把所有的竹子 都改造好之后 扛着竹子 就走到了上游小溪的位置 然后开始一节一节的 叠放竹槽 每一节竹槽之间 牢牢地固定住 不过即便是这样 还是需要定期来检查的 这个步骤 可就要省事多了 很快鹿羽 就把几十片竹槽 全部拼接完成 从小溪 一直通到了鱼塘的上方 在鱼塘的边上 鹿羽也弄了一个 三角支架 把最后一片竹槽 固定在三角支架上面 然后水槽上 也铺了一层芭蕉叶 再用一些石头 和地皮来遮挡一下 仅仅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鹿羽已经彻底地 完成了引流水槽 拼接的工作 在引流水槽上方 也是铺满了芭蕉叶 和一些地皮 这样不仔细看的话 根本就看不到引流水槽 把第一片水槽 接入小溪之后 清澈的溪流瞬间 顺着水槽 朝着庇护所的位置 流淌了过去 哗啦啦 哗啦啦的流水 声响起的瞬间 清澈的泉水 开始注入了鱼塘 哇 太棒了 鹿羽你太棒了 终于把水给接下来了 看着哗啦啦流淌的清澈溪水 热巴也是满脸的 兴奋和开心 这些清澈的溪水 就像是自来水一样 现在他们终于不用去 小溪边打水了 一出门 就能够接水 和自来水一样简单 不错不错 比我想象中 效果要稍微好一点 以后我们不用去 小溪边取水了 现在鱼塘已经弄完了 接下来就是抓鱼了 看着眼前的小鱼塘 鹿羽也是非常的满意 其实他之所以在庇护所中 搭建一个鱼塘 并不仅仅是为了吃鱼方便 其实 去下游的小水塘里面钓鱼 也挺方便的 搭建鱼塘的目的 主要还是为了方便和观赏性 想要在这种 枯燥无聊的环境中 生存下去 搭建出一个 世外桃源般的庇护所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嗯嗯 今天我们一定能够 抓到很多鱼 不过 先过来吃东西吧 吃完东西之后 我们就去抓鱼 热巴笑着点了点头 随后叫鹿羽 过来吃东西 今天的食物 还是大锅乱炖 这好像是热巴 最擅长做的美食 因为今天吃的是 那一只个头最小鸡 所以很快就被两人解决掉了 原本是给了小团团一小块的 不过这家伙 自从被密封折了之后 显得有点自闭 或许是嘴巴 实在是有点张不开的缘故吧 所以 放在嘴边的肉看 都没看一眼 嗯 好吧 或许现在的小团团 根本就看不到 因为经过时间的发酵 小团团的两只眼睛 现在连缝都没有了 小团团 实在是太可怜了 等会我们去抓鱼 你就不要去了吧 好好的陪着小鸡仔吧 热巴也是好心的 把团团放到了鸡窝里面 他根本就不担心 团团会把小鸡们吃掉 因为团团 一直都把这些小鸡 当自己的宰子 陆宇和热巴 先是编织了几个捕鱼龙 然后就拿着捕鱼龙 去了下游的小溪边 这边的小水塘里面 鱼的个头都比较小 和以前庇护所附近的 那个小水塘里面的鱼 个头差不多 这些鱼也就仅供观赏 如果要吃的话 肉食再是太少了 以前庇护所那边的鱼 偶尔还能见到 一两条大一点的 可是这边的大部分 都是小鱼苗 连色牙缝 都有点够不上资格 我们把捕鱼龙放置好之后 就去之前 呆妹和周姐待过的 那个地方钓鱼吧 那里的鱼个头足够大 如果能够钓到几条的话 可以随时宰杀 放置好捕鱼龙之后 鹿鱼也是把自己的目标 放在了之前 距离山洞不远处的 那个水塘里面 因为之前他们经过 那个水塘的时候 就看到那个水塘里面 有很多的鱼 而且 那边的鱼个头 普遍都更大一点 嗯嗯 好 我们的运气 一直都很好 今天一定能够 钓到很多鱼 到时候 鱼塘里面养着一群鱼 想杀的时候 捞上来两只杀掉 想想都让人开心 热巴点了点头 随后乐滋滋地说道 鱼塘搭建完毕之后 他们可就实现了 吃鱼自由 这以后 钓到的多余的鱼 也不用晒成鱼干了 可以直接放在鱼塘里面 先养着 这样可比晒成鱼干营养 要丰富得多了 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两人才来到了那片水塘 里面的鱼儿 还是那么多 好像并没有因为之前的暴雨 而发生太大的改变 好了 开始我们的锤钓工作吧 我先去找一些蚯蚓 制作饵料 鹿鱼也是在附近 挖了很多的蚯蚓 因为距离水源的位置 比较近 所以土壤很潮湿 随随便便 就能够挖到不少的蚯蚓 然后 把蚯蚓全部弄成小段 放在鱼钩上面 没过一分钟的时间 鹿鱼就感觉到 有鱼上钩了 随后 赶紧拉起了一看 果然有一条大鱼 看上去 应该足足有意经重 鹿鱼鱼 也是开开心心地 把鱼收到了 自带的陶罐里面 鹿鱼 你这手气 也太好了吧 刚才好像连一分钟的时间都没有 居然就钓到了一条鱼 热巴有些难以置信地 看着鹿鱼说道 虽然这边的鱼 确实不少 但是 这么快就能钓到鱼 愤愤不平 要知道 他们平时出去钓鱼 一钓就是一整天 很多时候 都是空桶而归 而且他们所使用的钓鱼设备 可比鹿鱼的这东西 档次高了不知道多少个级别 这家伙 居然仅仅用了一分钟的时间 就钓了一条这么大的鱼 这让他们感觉 自尊心受到了践踏 这些鱼感觉都挺笨的样子 这么笨的鱼 如果都钓不上来的话 那钓鱼的人 岂不是比鱼还要笨吗 鹿鱼一脸 认真地开口说道 说话之间 又有一条鱼被钓了上来 其实鹿鱼的心里很清楚 自己钓鱼之所以这么顺利 有一大部分原因 是因为系统奖励了 运气加一的缘故 还有就是系统 之前奖励的动物亲和能力 这两种能力 足以让这些鱼自投罗望 哎 开挂的人生果然好爽 周姐 呆妹 我们真的会拴Q 平时我们垂钓整整一天的时间 也就能钓到一两条鱼 这家伙一两分钟的时间 就钓到了两条 这更重要的是 这不是赤裸裸地骂他们 比鱼还要笨吗 太羞辱人了吧 直播间的观众 也是骂骂咧咧 尤其是那些 经常空手而归的钓徒们 更是感觉受到了一万点的暴击 不过鹿鱼 可懒得去理会他们 来热巴 你先在这里钓着 我再去弄一副鱼竿过来 说不定这样 可以提高钓鱼的效率 鹿鱼说完之后 就把钓鱼竿递给了热巴 自己现在运气这么好 鱼儿也这么配合 趁机多钓几条 拿回鱼塘里养着吧 好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不过 他还是很好奇鹿鱼 要去做什么样的钓鱼设备 鱼钩和鱼线都没有 鹿鱼很快就钻入了丛林中 找到了一片已经枯萎 而且比较潮湿的芭蕉叶 芭蕉叶里面的纤维非常多 晒干之后 可以抽出里面的纤维凝成细声 至于鱼钩的话 随便找一个七字形的小树叉 然后大概的削一下就可以了 反正有了系统奖励的动物清河 和运气加益之后 钓鱼已经不需要设备和技巧的加持了 半个小时之后 鹿鱼已经制作好了剪 得钓鱼设备 一条看下去 像是刚从毛坑里 剪出来的弯树枝作为鱼杆 然后用芭蕉叶纤维编织的细绳 作为鱼线 至于鱼钩的话 就更TM敷衍了 直接就是一个小树叉 而看到鹿鱼制作出来的钓鱼设备之后 直播间的观众瞬间就坐不住了 我日 这TM能钓鱼 也太随意了吧 我严重怀疑鹿鱼这家伙 在羞辱我们这些钓徒 这要是能钓上来鱼 我TM直接直播吃翔好吧 你们这群人 又来直播间片吃片喝了 翔都被你们吃涨价了 你们不知道吗 这次我是认真的 如果鹿鱼真的能用这玩意儿钓到鱼 我要么吃翔 要么打赏十个超跑 算我一个 加一 加十 直播间喜欢钓鱼的人还真不少 因为喜欢钓鱼 所以他们知道钓鱼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要知道连续三四天 空军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而且 他们可都拿着顶尖的锤钓设备 而这时候 一个网友则是慢悠悠地说道 你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家伙 是鹿鱼 这一条评论出现的瞬间 刚才还一份填膺打赌的那些人 一下子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对啊 那家伙可是鹿鱼啊 好像没法用常人的目光去评判他 虽然直播间的大多数网友都觉得 鹿鱼想要用这样的鱼钓到鱼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也有一些人间清醒的网友 他们觉得 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确实做不到 但是鹿鱼这家伙 好像并不普通 任何神奇的事情 在他的身上发生 似乎也就没那么让人惊讶了 不得不说 这些人间清醒的网友 确实有眼力见 鹿鱼拿着简易的鱼钩和鱼竿 短短两分钟的时间 就轻轻松松地 把鱼给钓了上来 而那些说过 要直播吃翔的网友 看到这画面之后 也瞬间潜水 当然也有部分网友 实现了他们的承诺 翔是真的吃不下去 以前年少轻狂 打赌的时候输掉了 他们尝试过 确实难以下咽 所以他们也只能尽心打赏 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鹿鱼和热巴 就钓到了满满一桃罐的鱼 如果再钓下去的话 可能桃罐都装不下了 两人又钓了半个小时 然后 把钓上来的几条鱼 用树皮串起来 这些鱼肉 可以作为今天的食物 所以 就算是死掉也没关系 我们今天还真是收获满满呀 没想到 我们两个人的钓鱼技术 居然如此的精湛 看样子回到都市之后 我们可以搞搞钓鱼的副业 看着满满当当的收获 鹿鱼也是满脸的开心 钓鱼就是会给人这么一种感觉 每一次钓上鱼之后 都会成就感满满 嗯嗯 我也没想到 钓鱼居然这么简单 轻轻松松就钓上来这么多的鱼 热巴自然也是非常的兴奋 以前当演员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时间去钓鱼 要不就是在参加各种活动 要不就是在磨练演技 被剧本 虽然自己的演技 走吧 我们回去吧 顺便可以沿着小溪看看 有没有其他可以放进鱼塘里面的小东西 鹿鱼对着热巴说了一声之后 就开始收拾他们的行李 然后 两人顺着小溪往上游走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一个多小时之后 两人又看到了一处小水塘 水清澈见底 里面也有鱼 但鱼的个头都很小 这些个头很小的鱼 显然并不是鹿鱼的目标 因为 如果想要捕捉这些小鱼的话 他们庇护所下游的那个池塘 就能抓到 没必要浪费时间来这么远的地方 鹿鱼 你看看那边的那个小青蛙 好漂亮好可爱啊 颜色真鲜艳 要不我们把它给带回去吧 热巴突然指向了不远处 随后一脸兴奋地说道 顺着热巴所指的方向看得过去 鹿鱼果然看到了一只 颜色非常艳丽的小青蛙 不过这东西 只有小拇指那么长 看上去确实非常的漂亮 这种颜色艳丽的小东西 对于女生来说 确实有着足够大的吸引力 但是鹿鱼却是眉头微微地皱了皱 这小东西 我可不敢把他给带走 万一操作不当的话 很有可能是他把我给带走 看到那几只艳丽的青蛙之后 鹿鱼赶紧摇头说道 啊 难道这些漂亮的青蛙有毒吗 听到鹿鱼的话之后 热巴立刻好奇地问道 这是青蛙如此的漂亮 而且个头这么小 看上去 那种威胁度 根本就比不上癞蛤蟆和蝉蜀 为什么鹿鱼就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其实直播间的部分网友 也感觉到不解 它们也和热巴一样 只是觉得这些青蛙很漂亮 如果能够大范围养殖的话 似乎也能够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你没有听张无忌的母亲说过一句话吗 越是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 而这句话在荒野中也同样适用 越是颜色艳丽的生物 毒性就越强 这些青蛙的名字叫做剑毒蛙 它们拥有着蛙类中最强烈的毒性 你看那只金色皮肤的剑毒蛙 它虽然看上去只有大拇指般大小 但是一只剑毒蛙的毒性 就能够毒死十个成年人 看着有些不太理解的热巴 鹿鱼也是没有多卖关子 而是直接开口解释道 剑毒蛙和剑毒树在荒野中 都是拥有非常强烈毒素的东西 虽然一种是动物 一种是植物 但是它们的毒素 都能够给人造成致命的伤害 不过 两者也有所不同 剑毒蛙毒素 是需要接触到人的血液 才能起到效果 能够让人的血液 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凝结 然后致人死亡 但是剑毒蛙的毒素 却不需要直接触碰到血液 剑毒蛙的毒素只要沾上 就能让皮肤迅速地吸收 从而造成严重的过敏 治疗不得当的话会导致死亡 这 这么厉害 热巴脸色早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有些难以置信地问道 随后目光再次看向剑毒蛙的时候 已经产生了浓郁的恐惧感 没想到 如此漂亮的小青蛙 居然蕴含着巨多 甚至这么一顶扁的小青蛙 竟然能够杀死十个成年人 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当然 鹿鱼点了点头 不过这种小东西 虽然毒素很强 但是只要不去捕捉它的 倒不会发生什么危险 就怕有些荒野求生者 明明不认识 还非要去作死抓它们 这也导致在国外 每年有很多人 都被剑毒蛙给毒死 至于国内 为什么很少发生这样的事情 自然是因为 没什么荒野求生的机会 那我们还是赶紧快走吧 这小东西 刚才看着还挺漂亮的 现在看着有点瘆人 热巴赶紧把鹿鱼拉走了 果然在荒野中 如果没有庞大的知识储备量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如果今天自己的队友 是一个不认识剑毒蛙的人 或许他们两个 现在已经整整齐齐地躺在这里了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之后 两人终于是回到了庇护所 然后鹿鱼赶紧把所有的鱼 都倒进了鱼塘里面 所有的鱼都还活着 而且在鱼塘里面 欢快地游了起来 走吧 我们再去检查一下 之前放置的捕鱼陷阱 把所有的大鱼 放进鱼塘之后 鹿鱼也是去准备查看一下 捕鱼龙的收获 总共放置了两个捕鱼龙 里面收获了不少的小河尊 还有一些西石斑 这些小鱼 主要就是为了观赏的 所以小一点倒是无所谓 甚至最小的那些 还可以成为大鱼的食物 两个捕鱼龙 总共抓到了几十只小鱼 甚至还有一些小河虾 这对于鹿鱼和热巴来说 也是收获满满 把所有的小鱼小虾 倒进鱼塘之后 热巴也是赶紧开始 准备中午的午饭 鹿鱼也是跑过去 准备一起做饭 今天除了可以做一些鱼汤 和烤鱼之外 鹿鱼准备再做一些粽子 现在有了蜂蜜 做出来的粽子肯定好吃 首先就是找一些芭蕉叶 然后把芭蕉叶 全部弄成五六公分宽 四十公分长的调备用 接着就是把之前搓好的西米 稍微的用水泡软一下 然后用包粽子的手法开始包 西米里面放一些肉 这样做出来之后 味道会更好 当然这些是肉粽 里面自然要放一些调料和盐 至于其他没有放肉的粽子 可以占蜂蜜吃 到时候就是甜粽 包粽子其实很简单 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 鹿鱼就包出了六个粽子 三个肉粽 三个甜粽 对于它们两个来说 应该够吃了 而且中午还有鱼汤和烤鱼 这生活简直美滋滋 很快热巴的鱼汤就已经做好了 鹿鱼也是赶紧开始煮粽子 差不多二十分钟也就煮好了 呀 我们的粽子看上去好好看呀 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看着眼前的六个粽子 热巴咽了咽口水 自从上岛之后 它们的大多数食物都是肉和鱼 吃多了之后会感觉到有点腻 而粽子可是它们第一次吃 自然感觉到无比期待 更重要的是 它们之前获得了蜂蜜 用蜂蜜蘸着粽子吃 绝对是人生一大享受 等稍微晾凉一点就可以吃了 其实鹿鱼也是非常期待的 不知道自己今天的粽子 做得成不成功 毕竟 稀米和糯米之间还是有点区别的 稍微晾了五六分钟之后 鹿鱼也是满怀期待的 打开了第一个粽子 里面的稀米晶莹剔透 那感觉就像是一件艺术品一样 好好看 不行了 我要吃了 看着晶莹剔透的粽子 热巴再也忍不住了 赶紧拨开了另一个粽子 然后蘸着蜂蜜吃了起来 虽然有点沾牙 还能拉死 但 是真的好吃 而且还能够很好地补充身体中 所需的碳水化合物 一边吃着鱼肉 一边吃着稀米粽子 这绝对是一种极致的享受 荒野求生 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绝对是领先了90%以上的选手 看着热巴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鹿鱼也是不落其后 很快 两人就把所有的粽子都干完了 接下来就是开始吃鱼肉缩鱼骨 半个小时之后 两人躺在庇护所外面的草丛上面 享受的日光浴 啊 吃饱喝足的感觉 好爽啊 我都有点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了 热巴闭着眼睛感慨道 没有城市中的耳鱼我诈 也没有那么快的节奏感 每天的任务就是想着怎么填饱肚子 从来不需要去想要赚多少钱 该怎么拼命地去赚钱 都市有都市的好 荒野也有荒野的好 当然了 前提是必须要有一个鹿鱼这么厉害的队友 既然不想离开的话 那就一直在这里生存下去吧 鹿鱼开玩笑地说道 那可不行 要是我们一直在这里生存下去的话 你小姨怎么办啊 热巴转过头看了一眼鹿鱼 虽然只是和鹿鱼聊过一次 关于他小姨的事情 但是热巴知道 他小姨对鹿鱼绝对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甚至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鹿鱼并没有回话 不过他的脑海中却浮现了小姨的样子 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动过手术没有 如果动过手术了 那现在康复得怎么样了呢 说实话 鹿鱼的心里确实蛮着急的 但是对于最后的奖金 他也是势在必得 都走到这一步了 已经淘汰掉了大半的选手 而且 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非常不错 如果现在退出的话 实在太遗憾了 就这样两人晒了半个小时的目光浴之后 鹿鱼准备起身干活 现在鱼塘的事情已经解决掉了 前两天也给大洋哥和小洋弟 简单地搭了一个洋圈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也应该着手开始搭建庇护所了 而热巴听到鹿鱼接下来的计划之后 也是赶紧开口问道 那我接下来要做些什么呢 其实他确实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 之前所有的工作 都是鹿鱼在分配的 而且对于搭建庇护所这件事情 他也确实不在行 等会我先弄一个制作土砖的模具 到时候你来给咱们制作土砖 这一次鹿鱼打算搭建砖瓦房 因为用竹子搭建的庇护所 遮风挡雨的效果本来就差 而且遇上之前那种大暴雨的话 情况就更加糟糕了 所以他这一次打算搭建出砖瓦房 到时候不管是保暖效果 还是遮风挡雨的效果都会好很多 虽然可能会花费很多的力气和时间 但是现在对于他们来说 时间很多 嗯嗯 好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拖土砖这种事情 小时候他也见过的 只要有模具的话 还是相当简单的 鹿鱼在丛林中砍了一棵稍微大一点的树 然后用四块木板 制作了一个简单的拖砖模具 长40公分 宽25公分 制作土砖的时候 一定不能太大 因为土砖太大的话 破裂的几率也就会变大 气墙的土砖 是不需要经过烧制的 所以可以在制砖的过程中 加一些杂草 这样也能够在极大的程度上 提升土砖的韧性和坚固程度 好了 你就在这里活泥 然后制作砖批吧 记得里面一定要把我刚才 带回来的杂草放进去 鹿鱼也是耐心地跟热巴交代了一下 嗯嗯 放心交调吧 热巴也是信心十足地说道 毕竟小时候 他就见过这样的操作 而且鹿鱼刚才说得那么认真 他自然知道该怎么做了 而鹿鱼也有自己的活要做 鹿鱼的工作就是制作瓦片 虽然这些土砖 不用经过烧制就能够弃墙 但是瓦片必须要经过烧制 所以对于土壤的要求 也是比较高的 之前那几个白蚁窝 还没有全部倒腾过来 所以他必须要把白蚁窝 全部消灭掉 然后制作窑炉 瓦片 当然 只要是烧制这些东西 那么木炭也自然必不可少 所以 想要搭建一个砖瓦庇护所 可并不容易 一个小时之后 鹿鱼把所有的白蚁巢穴 全部都给扛了过来 这些白蚁的巢穴 可是最优质的黏土 所以 自然是越多越好 不过烧制瓦片的时候 要求自然没有烧制 淘气的时候那么高 只需要把所有的白蚁巢穴 碾碎之后 加水或泥就可以了 不需要经过过滤这一步 因为那样的话 会严重地影响速度 至于制作瓦片的模具 也是非常好弄的 只要找半截 差不多大腿粗细的树木 然后从中间劈开 到时候 就是天然的瓦片模具 鹿鱼和热巴的速度 还是非常不错的 三四个小时之后 热巴已经脱了六七十匹土砖 而鹿鱼 因为之前的准备工作 比较繁琐 所以 只是弄了三四十片瓦片而已 不过 眼看时间也不早了 两人也只能选择明天再干 哇 今天真累啊 不过 看到我弄的这些砖块之后 实在是太有成就感了 此时 热巴满手是泥 甚至衣服上都沾满了泥巴 不过从他的语气 和脸上的表情中 可以看得出来 此时的他心里 是非常高兴 非常有成就感的 接下来的庇护所 毕竟有自己的一份功劳 今天你的表现 真的非常的不错 比我想象中脱的砖 要多得多 所以 今天晚上做晚餐 就让我来给咱们做吧 看着满身是泥的热巴 鹿鱼笑着夸奖道 同时也主动包揽了 今天晚上做饭的工作 嘻嘻 这么说的话 那我又有口福了 不过你的衣服也弄得这么脏了 你赶紧脱下来 我帮你洗一下 今天晚上在火堆旁轰一下 估计明天就可以穿了 热巴笑了笑 随后也是对着鹿鱼说道 反正也忙活了一个下午了 他觉得自己不需要休息 尤其是干完这些事情之后 心中成就感满满 这种情况之下 事后会感觉不到疲惫一般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辛苦你了 看到热巴的热情这么高 鹿鱼也只能把衣服脱下来 递给了热巴 反正之前这段时间 洗衣服的事情 一直都是热巴包揽的 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此时 两人之间也越来越熟络 相处起来也越来越温馨 鹿鱼凭借着自己精湛的手艺 用淀粉擀了一些淀粉皮 然后切成了细条 接着又去采了一些野菜 之前晒干的蘑菇 同时放在水中泡了起来 同时一起泡的 还有之前在海边晒干的鲍鱼 龙虾肉和螺肉 好久都没有好好地吃一顿了 所以鹿鱼决定 今天晚上可以吃一顿火锅 也算是奖励今天一天的辛苦吧 首先用燕山浆把鱼煎一下 然后倒水进行熬制 把鱼煎一下之后 熬出来的鱼汤会更纯更白 等鱼汤熬得差不多之后 就可以把一些熊肉放进去 鹿鱼的视线下意识地看向了大羊哥和小羊弟 要是能够从这两个家伙的身上 借两块羊肉的话 今天的火锅可能会更加地入味 而鹿鱼这种不太和善的目光 把两只小羊羔 下得赶紧躲在了角落里 开始瑟瑟发抖 那眼神 似乎在说 你不要过来啊 鹿鱼看着两只小羊羔的大腿肉 抿了抿嘴唇 咽了咽口水 不过思考了片刻之后 最终还是放弃了 这样实在是有点太残忍了 他记得曾经有个明星说过这样的话 他是个非常善良的明星 从不会因为吃肉 而导致其他动物死亡 比如自己喜欢吃猪肉和羊肉和牛肉 这个时候 他就会让人从猪和羊 或者牛的某个部位 隔下一些新鲜的肉 然后赶紧对猪和羊进行包扎处理 这样一来的话 自己既吃到了新鲜的肉 同时也不会伤害到 这些可爱动物的性命 曾经看到这个采访的时候 鹿鱼感觉到 自己的三观都要被颠覆了 难道这种做法 不比直接杀了羊和猪更加的痛苦吗 要知道 这种残忍的做法 在古代叫做凌迟 不过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有些人的想法 就是这么奇葩 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 还美其名曰 不想伤害其他生命 这他妈就够奇葩的 思索了片刻 看着两只瑟瑟发抖的小羊羔 鹿鱼最终也是 忍住了自己的冲动 直接干掉山羊 或者是其他的动物 鹿鱼倒是丝毫不心软 但是要做这样的事情 还真是有点下不去手 而且现在的小羊刀太小了 就算是宰了 也没多少肉 继续再养一段时间吧 最后 鹿鱼也只能用一些烟熏熏肉 来代替羊肉 半个小时之后 一锅热腾腾的火锅就做好了 香气四溢 看得一旁的热巴直流口水 至于 调料 就是一些捣碎的野蒜和燕山浆 还有醋酸果 如果再有一些野山椒的话 就更完美了 不过这段时间 在这个岛上 并没有碰到这种东西 好了 开吃了 尝尝我今天做的火锅味道如何 鹿鱼也是把调料碗递给了热巴 热巴早就已经按耐不住了 赶紧加了一块熊肉 放在了嘴里 虽然是烟熏熊肉 但是切成片之后 吃起来也比较爽口 还有搭配上各种野菜 味道非常的耐丝 好好吃啊 鹿鱼你也赶紧吃吧 热巴的脸上 瞬间洋溢起了幸福的神色 在这种荒郊野外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 能够吃上热腾腾的火锅 这种日子 简直不要太幸福 而此时直播间的观众 看到这种画面之后 也是瞬间就哀嚎了起来 要知道他们在都市中生活 想吃一顿火锅都没那么容易 尤其是有些人经过加班之后 回到宿舍 只能吃一些泡面 或者点一些简单的外卖 而鹿鱼和热巴 居然在吃鲍鱼龙虾熊肉火锅 这让他们不争气的眼泪 瞬间从嘴角流了下来 很快 两人就把一大锅火锅全部消灭了 肚子里面暖轰轰的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 鹿鱼今天也包揽了洗锅的工作 说实话 这还是自从上岛以来第一次洗锅 不过两个人的生活 自然是要彼此付出 啊 这一天过得真踏实啊 吃完饭之后 热巴也是忍不住的感慨 看着洗锅的鹿鱼 此时他的坚强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如果鹿鱼是自己的男朋友的话 该多好啊 如果能够一直和鹿鱼待在一起的话 应该会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吧 就是不知道鹿鱼对自己有没有兴趣 要不 今晚试探一下 目光一直停留在鹿鱼的身上 热巴的心中 似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经过一个多月的相处 他觉得自己对鹿鱼 有着非常不错的好感 甚至这种好感 或许在某个不经意的节点上 已经变成了偷偷的喜欢 就是他不太确定 鹿鱼对自己的感觉如何 是否也和自己有相同的感觉 古人常说 日久生情 那就是说 只要约久了 肯定会生情的 那么抓重点 语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过了一会儿之后 鹿鱼也把锅刷好了 其他该安置的也安置好了 几只小鸡和两只小羊羔 都喂过食了 团团今天还没什么心思吃东西 估计是被蜜蜂折了之后 还在思考狗生 真是充实的一天 我们回屋吧 看完一切之后 鹿鱼和热巴回到了房间 虽然一天没干什么重活 但是这种陆陆续续的小事情 也够让人头疼的 一天下来也是略感疲惫 鹿鱼 要不要我给你揉揉肩 我的手法可是一流的 热巴主动开口说道 其实 刚才他的心中 那就是准备试探一下 看鹿鱼对自己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到底有没有那么一丝丝的喜欢 啊 这 你也劳累了一天了 不太合适吧 鹿鱼感觉到有些惊讶 看着热巴说道 两个人在一起生存了三十多天了 按摩锤背这种待遇 可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呀 我不累 反正重活都是你一个人在干 要不是有你的话 我估计连一天都生存不下去 好了 你就别拒绝了吧 那样的话 我会很失落的 热巴摇了摇头 随后略带撒娇地说道 帮自己的队友放松一下 这也是人之常情 而且从上岛开始 鹿鱼干的事情 要比自己干得多得多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鹿鱼也没有继续矫情 而是直接点了点头 当红小花旦 替自己揉肩锤背 这待遇 确实有点高啊 不过 既然热巴这么执着 那自己一个男的 自然也没什么好犹豫的 要是继续犹豫下去 伤了人家小姑娘的心 那可就不好了 好 那你坐床上 试试我的技术吧 热巴说了一声 鹿鱼也是非常听话的照做 然后 热巴开始给鹿鱼揉肩 力道的话 确实有点太轻了 很明显非常的不专业 但是这种温柔的揉肩方式 却给了鹿鱼 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享受 来 用力 对对对 就是这样 不错不错 就是这个力道 鹿鱼也是闭着眼睛开始享受 热巴的揉肩技术 也在慢慢地提升 就这样 足足揉了十几分钟之后 热巴的力道 显然是慢慢地开始变小了 毕竟一个女生的力量 本来就不大 而且还不是这方面专业的 再加上今天劳累了一天 力气消耗有点太大了 好了好了 你也累了 交换一下 我来帮你揉揉肩膀 你趴下 这样我更好用力 鹿鱼也是有点心疼热巴 队友之间的关心 绝对是要相互的 刚才热巴替自己揉肩了 那么自己 自然也要替热巴活动一下筋骨 这样的话 才算公平对吧 嗯 好 热巴也是非常的听话 相当的配合 很快就调整好了姿势 但是鹿鱼的按摩 显然更加的专业 慢慢地 就感觉到了一种 极致的舒适感 结束了一天疲惫的工作 还有人帮忙按摩揉肩 这种感觉 实在是太棒了 就这样 热巴居然睡了过去 鹿鱼看了看 已经睡着的热巴 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也只好在旁边躺下了 辛苦了一天 马上也就进入了梦乡 清晨 伴随着叽叽喳喳的鸟叫声 今天热巴难得的 第一个醒来了 看着身旁睡得正香的鹿鱼 一脸的懊悔 哎呀 昨天晚上 怎么那么快就睡着了呀 本来还想好 要干一些正事的 真是的 那么好的机会 就这样错过了 看着鹿鱼俊朗的五官 热巴的心中 也是一阵的傲慢 昨天晚上 明明想好了 要更进一步 可自己居然莫名其妙地 就睡着了 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 估计以后 自己很难鼓起勇气了 毕竟女生就是这样 外人是看不到她们内心的 只有自己才知道 自己的内心 在想什么 就在热巴后悔地 想要捶胸的时候 鹿鱼也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此时两人正好 四目相对 今天怎么醒来得这么早啊 鹿鱼 率先开口问道 这让热巴 瞬间有点手足无措 因为 他刚才心里 在想其他的事情 一时之间 居然没有反应过来 鹿鱼跟自己打招呼 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看着并没有回答自己的热巴 鹿鱼再次关心地 开口问道 总感觉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热巴就有点不太对劲 没 没事 刚刚睡醒 有点迷惑 反应过来之后 热巴也是赶紧摇了摇头 心中却是在 暗骂自己不争气 这么好的机会 自己却连这么一点勇气都没有 这第一步踏不出去的话 是没办法让两人之间的关系 更进一步的 真没事 鹿鱼怎么看 都觉得热巴今天有点问题 随后又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 没发烧啊 难道 发骚了 鹿鱼的心中很疑惑 不过这种话 自然是不好意思当面说出来的 哎呀 我真的没事了 好了好了 我去洗漱了 你再休息一下吧 热巴赶紧推开了鹿鱼的手 随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就跑了出去 来到鱼塘的时候 看了看鱼塘中自己的倒影 狠狠地骂了自己两声不争气 不过事已至此 昨天晚上的机会已经错过了 那么只能等以后再找合适的机会 推进两人之间的关系 让这种纯粹的友谊 得到进一步的升华了 毛病 大清早的 不会真的发骚了吧 看着仓皇离开庇护所的热巴 鹿鱼也是无奈地说了一声 而此时在另一边 就在前几天的晚上 他们也听到了狼群的嚎叫声 而且距离他们的位置似乎并不远 所以两人也当即决定离开之前的庇护所 然后远离狼群的位置 不过就在昨天 原本找到了一处非常合适的庇护所搭建地 不过他们却在附近看到了 一些大型猫科动物的脚印 还有一些被大喜度无肯食过的动物残骸 这让他们不得不再次选择更换营地 小谷 如果你实在感觉到害怕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退出的 我知道对于你们明星来说 其实并不差这点钱 所以就算是现在你选择退出 我也完全能够理解 毕竟现在的情况确实有点危险 我之前也没想到这边居然有这么多大型动物 简单地洗漱之后 麻雀姐也是一脸认真的对赵小谷说道 其实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 她倒不是很害怕 毕竟以前她就有过荒野求生100天的经历 虽然最终只是坚持了80天 但是这足以证明了她的强大 但是赵小谷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她是一个身价不菲的明星 离开这个岛之后 就算是随便接个广告 挣的钱也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挣不到的 所以她觉得对于一个明星来说 确实没必要留在这里继续冒险 而且是在明知有危险的情况下 现在退出的话还有点太早了 不是还有你吗 就算真的遇到危险 我相信我们能够解决的 而且我来之前就给自己定过目标 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坚持下去 现在还远远没到那种时候 赵小谷也是非常坚定地说道 有这么优秀的队友如果只能坚持一个月时间的话 那自己的表现也太逊了 啊 那好吧 既然你这么说的话 那我们就继续坚持下去 不过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们要尽快离开这片危险的区域 只要没有这些大型食肉动物 在这种物资富饶的荒岛上 生存三个月对我来说并不难 听到赵小谷的回答之后 麻雀姐脸上也是露出的笑容 只要不是正面碰上这些大型食肉动物 那么生存对她来说确实不难 现在只需要找到一处没有大型动物的区域 到时候生存绝对不是问题 嗯 所以我们还是继续往前走吧 反正就当是旅游了 赵小谷的心态此时放得也很端正 反正跟着麻雀姐也不怎么缺食物 再从林中磨练一下自己的意志 也是一件好事情 况且身为一个明星 她非常的明白 人气对于她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只有超高的人气和流量 才能让她们稳稳地站在娱乐圈里面 一旦失去了人气和流量 那么她们很快就会被其他人所取代 甚至被踢出娱乐圈 毕竟如此大国 偌大的娱乐圈 可从来不缺俊男靓女 这就是现实 而另一边的热巴和陆宇 继续开始了制作砖块和瓦块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陆宇也并没有打算建造砖瓦房 因为海岛的天气比较潮湿 而且一旦到雨季 降雨量也比较多 所以如果能够搭建出木屋的话 更好一点 因为这种土砖 确实更容易被雨水给冲刷 但是 想要在这个地方搭建一座木屋 对于手里只有一把柴刀的她来说 实在是太困难了 如果有一把开合聚的话 那自然会好很多 但实际情况是 它们并没有 相比之下 搭建砖瓦房更加的现实一点 而且 陆宇也有自己的打算 砖瓦房搭建好之后 可以在外面固定一层竹片 到时候 同样能够防止墙皮 被雨水冲刷的事情 这样一来 德华看上去 也更加的美观一点 而且防风防雨 以及保暖的效果也更好 时间开始一分一秒地流逝 转眼之间一天的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而在这一天的时间里面 两人一直都在制作土砖和瓦片 呼 好累啊 陆宇 这么多土砖够了没有呀 下午四五点的时候 热巴终于是有点扛不住了 感觉此时无比的疲惫 腰酸背疼 胳膊和腿都有点发麻 可能还是有点不够 不过现在 你先好好地休息一下吧 我们慢慢来 不着急 陆宇看了看一排 又一排的土砖 对着热巴说道 现在的土砖数量 足足有将近二百匹 但是 想要搭建出一个 比较大一点的庇护所 这显然还是不够的 不过他们的时间比较多 莫必要那么着急 好吧 那我先休息一下 实在是太累了 热巴走到椅子上面 开始休息了起来 一边吃着聚果绒果 一边喝着蜂蜜水 这样可以快速地补充身体中的能量 而陆宇开始继续干活 现在的瓦片也有二百多片了 再稍微弄一点的话 瓦片的数量应该就够了 明天的话 可以开始进行烧制 每天如此繁重的工作量 也让时间过得非常地快 转眼之间 四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此时荒野求生 也来到了第三十八天 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 热巴一直在找机会 和陆宇 进行一次有益的升华 可每天的工作量 实在是太大了 干完活之后 几乎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 晚上也就没有了那种冲劲 几乎是一睡下之后 就会快速地进入梦乡 这也让他心中的打算 只能暂时继续搁置 清晨 天蒙蒙亮的时候 陆宇就起床了 经过前几天的认真准备 所需要的砖瓦 已经完全绰绰有余了 说不定 不仅可以成功地搭建起庇护所 而且还能够建造出一个厨房 或者储物间出来 不过这也在陆宇的打算之中 想要长期生存下去的话 厨房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 以后他们的物资会越来越多 如果全部都放在外面的话 一来不太安全 二来如果一旦下雨的话 情况就会变得很糟糕 所以 一个厨房和储物间 非常的有必要 早安陆宇 热巴也是迷迷糊糊地睁开了双眼 现在他已经习惯了 早睡早起 没有刚开始的时候 睡得那么死了 几乎在陆宇醒来之后 他也会很快就跟着醒来 主要还是心里想着今天的事情 所以睡得不是很踏实 早 要不你再稍微睡一会儿吧 昨天实在是太累了 陆宇看了一眼 顺眼朦胧的热巴 也是一脸关切地说道 自己能够坚持这么多天 那是因为身体被强化过 而且自己是一个男的 男 的体能 本来就比女生要好很多 但是 热巴也能跟着自己 坚持这么长的时间 这是 让陆宇没想到的 有时候看到热巴里的满头大汗 弯腰驼背的时候 其实他的心里 还是蛮心疼的 但是热巴骨子里 似乎也是 有一股要强的劲 有时候即便是非常累 也会继续选择干活 或许他是不愿意看到 陆宇一个人忙前忙后吧 休息了一个晚上 我已经不累了 况且 今天我们就要搭建 自己的庇护所了 我现在浑身充满了干劲 热巴很快就坐了起来 随后秀了秀自己的小肌肉 对着陆宇说道 一想到今天庇护所 就能搭建起来 他就感觉到非常的兴奋 忙活了这么多天 很快就能住上 新的庇护所了 这自然也让他充满了期待 陆宇看了看热巴的公二投机 确实比刚开始的时候大了一点 好吧 那我们吃完早餐之后 就继续干吧 看到兴致勃勃的热巴 陆宇也不再劝说 简单的洗漱 吃了一些早餐之后 两人开始继续干活 首先 就是按照之前的规划 用石头打一圈地基 石头地基的高度 至少要超出地面四五十公分 因为这样的话 就算是下雨 也不会对地基 造成太大的影响 等地基打好之后 然后就是开始用土砖堆砌 堆砌的过程中 一定要用粘土和草木灰 和好的泥巴进行固定 因为这样的话 搭建出来的庇护所 牢固性才会更强 热巴一直给陆宇地土砖 而陆宇也瞬间化身建筑师 两人配合得很默契 也算是实现了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真言 时间快速地流逝 下午三点左右的时候 庇护所的大概框架 也终于搭好了 庇护所的前墙高度2米3 后墙高度有3米 这样的坡度 下雨的时候 水流也能更加地顺畅 陆宇把庇护所的门 开在了前墙的中间位置 而且 庇护所的木门框 在前天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所以 在砌墙的时候 顺便把门框也安装上了 同时 左右两边 还有两个填字形的窗户 同样是用木板制作出来的 仅仅是制作门窗的这几片木板 就花费了陆宇整整一天的时间 要知道 他手里的工具 只有一把柴刀 如果有锯子和斧头那些工具的话 他一开始 肯定会直接搭建木屋 整个庇护所 在装了门窗之后 也是瞬间有了房子的感觉 哇 这就是我们以后的房子吗 虽然还没有完成 但是看上去好漂亮啊 看着已经完成了 大概框架的庇护所 热巴的脸上 也是洋溢着高兴和幸福的神色 生活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但这个庇护所搭建完成之后 就真正的有了家的感觉了 嗯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吃点东西吧 等休息好之后 就可以进行封顶工作了 陆宇也是从竹梯上走了下来 从早上吃完早餐之后 一直但活到现在 说实话 已经开始鸡肠碌碌了 估计热巴比自己更累更饿吧 嗯嗯 好 热巴点了点头 随后捞了两条鱼 然后直接煮了鱼汤 一大锅鱼汤被两人干掉之后 也是瞬间恢复了精神 至于团团 直接给扔了一些烟熏熊肉 团团现在的牙口 已经变得非常不错了 所以 就算是烟熏熊肉 也完全能够嚼得碎 而且能够成功地消化 越来越好养了 就是不知道 这小东西 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狩猎的技巧 这种野生动物的狩猎技巧 一般都是要经过父母的培训的 但是显然 鹿羽和热巴都不具备那种能力 只能让它顺其自然了 简单地吃完饭之后 鹿羽和热巴也继续开始工作 首先就是把主粮给搭上去 主粮搭在两边侧墙的中间位置 这是鹿羽前两天 就找好的一根笔直的桥木 经过削皮之后 这两天也晒得差不多了 一根主粮 足足有将近200斤的重量 但是 这对于鹿羽来说 完全就是小儿科 轻轻松松就给放上去了 把主粮搭上去之后 接下来就是船 船可以用竹子 之前弄鱼塘引流管的时候 还剩下了不少竹子 刚好可以用来做船 在竹子的前后两端开两个小孔 然后用木枭钉固定法 将船固定好 这样是为了防止竹子滑落 当然了 鹿羽的竹子必须要长出50公分左右 这样的话 到时候下雨滴下来的水滴 不会溅到墙体上 把船装置好之后 就是在这些船上面 均匀地涂抹上一层杂草混合泥 然后在杂草混合泥上面 再均匀地涂抹上一层粘土和草木灰泥 最后再把瓦片均匀地叠放上去 这样一来的话 不能说100%的稳固 但至少短时间之内 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这些理论知识 其实很简单 但是要实践做起来的话 还是相当地消耗时间的 一直到第二天中午的时候 庇护所的封顶工作才完成 这时候的庇护所 看上去才是一个真正的房子 这就是我们以后的庇护所吗 真是太棒了 和以前农村的房子 简直一模一样 没想到 我们仅仅花费了七八天的时间 就搭建出了一个这么漂亮的房子 我们两个实在是太厉害了 对不对 陆宇 看着自己的庇护所 终于搭建完成 热巴也是 发自内心的开心 虽然过去的几天 确实非常的累 累到几乎一躺下 就会闭着眼睛睡着 但看着眼前的庇护所 他觉得 之前一切的辛苦 都是值得的 对对对 我们两个真的是太厉害了 主要是你这几天 真是帮了我的大忙 要是我一个人的话 估计至少要半个月的时间 才能搭建好这个庇护所 看着满脸开心的热巴 陆宇也是连连点头 这一次可没有任何 公为热巴的意思 刚才所说的话 也绝对是发自内心的 这几天 热巴的表现 确实非常的棒 从开始制作砖块 到庇护所搭建结束 热巴几乎和自己一起工作 自己没休息的时候 他也没怎么休息 所以说 能够完成这个庇护所 热巴也是 占了一半的功劳 那我们什么时候 可以住进新房子啊 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热巴继续开口问道 有了新房子之后 看之前的庇护所 总感觉有点不太喜欢 不急 现在只是完成了 大概的框架而已 接下来还要 好好地收拾一下 比如 让他看上去更美观 其实在搭建 庇护所之前 陆宇就已经思考到了 所有的事情 这种土墙 看上去确实不太美观 尤其是在四周 都是翠绿的环境中 就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所以他早就决定 在庇护所墙体完成之后 可以在墙体的周围固定一层竹子 这样的话看上去 不仅会更加的美观 而且 也能有效地缓解 土墙被雨水冲刷的可能性 随后两人又去竹林里面 砍了一大堆竹子回来 然后 把竹子一分为二 下端的三十公分 埋进土里面 顶端开一个孔 然后用树枝作为钉子 使用木枭钉固定法 钉进墙体中 这种工作 也是相当地消耗时间的 足足用了一整天的时间 陆宇才把庇护所的四周 全部用竹子装饰了一遍 在庇护所的墙体上 装饰了翠绿色的竹子之后 整个庇护所瞬间焕然一新 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这 这也太好看了吧 陆宇 你真是个天才 看着焕然一新的庇护 热巴再次兴奋地发出了尖叫 他以为昨天庇护所 就已经完成了 那种样子 已经非常的好看了 比他们之前搭建的庇护所 要好得多 没想到这么一装饰之后 整个庇护所 已经完全发生了改变 现在看上去 整个庇护所 就像是完美地融入了丛林里面一样 啊 你这算是在夸我吗 陆宇笑了笑 脑海中却浮现了 李云龙李团长那句话 不过 应该是在夸自己吧 我当然是在夸你了 这么漂亮的庇护所 估计也就只有你能够搭建的出来了 热巴也是 赶紧开始拍彩虹屁 当然 这也是 他对陆宇 发自内心的赞赏 不不不 你这夸奖的 有点太过了 我以前看过很多荒野求生的视频 那些家伙搭建出来的庇护所才叫完美 相比之下 我们这个也只能称之为简易庇护所而已 陆宇只能低调地笑着回答道 其实他说的也是真的 和隔壁那些阿三老表比起来 自己的建筑手艺实在是非常一般 那些家伙 可是能够在地下打造出一座地下城堡出来 仅仅用竹子搭建出来的庇护所 就能够给人一种别墅的感觉 那才是荒野建筑界的天花板 不得不说 隔壁的阿三老表不仅口味独特 在这方面也是真的强 希希 陆宇立刻笑着摇了摇头 现在的庇护所住进去的话 是非常潮湿的 虽然之前的土砖差不多已经被晒干了 但是粘合土砖用的你可都是湿的 好吧 热巴也只能点了点头 随后两人简单地吃了一些东西 然后就去河边搬石头了 现在他们需要的石头很多 首先要找一些石板在庇护所中铺出地板 然后还要用一些石块搭建土炕出来 接着就是一些小鹅卵石 然后在庇护所的门前铺一条鹅卵石的小道 这样下雨的时候 也不怕泥土把鞋给弄脏了 首先就是铺地板 先把房间里面的地面土壤翻得松动一点 然后再把石板契合进去 地面一定要弄得平整光滑一些 然后就是搭建土炕 同样是用石头作为根基 土炕内部的位置 拟出八根土柱作为支撑 这样可能让土炕受力均匀 不会导致坍塌下去 然后就是搭上一层竹子 最后在竹子的表面裹上一层十公分左右的粘土 这样等晾干之后就完成了 这一来二回的 转眼之间又是几天就过去了 在这段时间里面 又淘汰了一组选手 现在只剩下了十二组选手 不过陆宇他们的庇护所已经完全搭建完毕了 包括地板 土炕 而且土炕昨天已经开始生火 估计今天就能够烘干 说不定今天晚上就能入住了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晚上的温度越来越低了 能够睡上土炕的话 肯定会更舒服一点 叽叽叽 清晨在叽叽喳喳的鸟叫声中 陆宇醒了过来 今天是荒野求生的第45天 按照上一次系统签道时所给出的提示 今天可以进行签道 醒过来之后 陆宇看了看身旁的热巴 热巴还在熟睡 这段时间 他实在是太辛苦了 因为前几天庇护所的工作 没有全部完成 估计热巴心中也有压力 所以 每天晚上也睡得不是很踏实 早上早早的就醒来了 但是 昨天庇护所已经完全搭建完成了 所有的工作也落下了帷幕 今天自然也没有了压力 睡得也就比较熟了 叽 宿主可进行第45天签道 是否签道 果然 刚刚清醒没多久 系统的电子合成音就在脑海中想得起来 签道 并没有太过于惊讶 陆宇在脑海中默念了一声 签道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 颜值加一 抗寒属性加一 女性蕾丝花边内衣 星号二套 下次签道时间 60天 系统的电子合成音 再一次从脑海中想了起来 不过这一次的奖励 却让陆宇有点目瞪口呆 颜值加一可以理解 估计是系统 看自己长得还不算太帅 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奖励 毕竟作为主角 风靡万千少女 这是最低的底线了 抗寒属性加一也是很好理解的 岛上夜晚的温度越来越低 估计是系统 为了不让自己的膏子被冻坏 可是这蕾丝花边内衣 是什么鬼 难道要自己穿着这些东西 在直播间翩翩起舞吗 不行 这绝对不行 是可杀不可辱 就算系统给的再多 自己也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不过事实证明 陆宇想的太多了 系统发放完奖励之后 就消失了 并没有提出任何的条件 听到系统在没有动静之后 陆宇终于是把目光看向了一旁的热霸 心中也顿时了然 看样子 系统这东西实在是太人心化了 估计这一次的奖励 内衣是给热霸准备的 毕竟已经生存了45天的时间了 热霸一直都在使用一套内衣 洗了晒 晒了洗的 连一件换洗的都没有 很多时候都只能选择真空上阵 这让陆宇的心中也是很心疼 现在有了系统的这一次奖励之后 终于可以给热霸一个大大的惊喜了 嗯 好吃 好像在做梦 嘴里说着一些异语 陆宇轻轻地笑了一声 随后开始查看系统的奖励 看到那两套小衣服之后 陆宇感觉自己的鼻血都快喷出来了 这他妈实在是有点太前卫了 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了热霸穿着这两套衣服的画面 一时之间 血气翻滚 差一点点鼻血就流出来了 不过很快 陆宇也就克制住了心中的多余想法 然后赶紧走出去 洗了把凉水脸 整个人顿时清醒了很多 脑海中那些比较龌龊的想法也消失不见 不过那两套衣服的形状很不一样 却在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 过了一会儿 热霸也揉着眼睛从庇护所走了出来 早啊 陆宇 随后跟陆宇打了一声招呼 然后就去鱼塘那边洗脸了 早 陆宇也笑着打了声招呼 简单的洗漱之后 热霸也做了一些早餐 是一些熊肉和野蘑菇 陆宇 我们的食物不太多了 蘑菇和野淮山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龙虾肉和鲍鱼肉 估计今天就会吃完 还有地皮菜也差不多没有了 热霸一边吃着早餐 一边对陆宇说道 这段时间一直都忙着搭建庇护所 根本就没时间出去寻找食物 储备的粮食差不多已经被吃完了 就连桩 淀粉的陶罐也差不多见底了 现在就剩下一些烟熏熊肉了 估计今天不出去寻找食物的话 明天就没什么东西可以吃了 一会儿吃完早餐之后 我们就去寻找食物吧 这么多天没有去看捕猎陷阱 也不知道有没有收获 陆宇点了点头说道 那些绳索陷阱就算是抓住猎物 估计现在也已经发臭了 因此所有的希望 也只能寄托在笼子陷阱里面了 希望有所收获 这几天天天吃烟熏熏肉 感觉自己都快变成光头墙了 嗯嗯好的 热巴也赶紧点了点头 这么多天的时间没有去丛林中了 说实话在庇护所里面待得有点长毛了 还挺想出去转转的 对了 今天晚上给你一个惊喜 陆宇看着热巴 突然露出了一个神秘的笑容 这个惊喜热巴 一定会喜欢的 啊 晚上 惊喜 热巴一愣 随后撬脸瞬间红润了起来 难道 陆宇这家伙 终于要忍不住了吗 这家伙 原来也是属于闷骚型的 这几天 自己还总想着 该用如何的方法 来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 最好是把距离 直接拉成负距离的那种形式 甚至一度因为这件事情 而感觉到苦恼 没想到 现在陆宇居然主动提出来 那么 自己是主动相迎呢 还是半推半就 又或者是故作矜持地拒绝呢 哎呀 真的好为难哦 如果直接主动相迎的话 肯定是显得自己太不矜持了 可是 如果自己矜持地拒绝 到时候陆宇认为自己 不想发生那样的事情 从而中断的话 该怎么办 哎呀 好难受 好像有蚂蚁在身上爬 喂 你的脸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红 在想什么呢 看着脸突然变得红润的热巴 陆宇好奇地问道 心中更是有些惊讶 难道热巴知道自己 给他准备的惊讶是什么吗 没道理啊 虽然系统奖励了蕾丝花边内衣 但自己并没有拿出来展示 更加没有提起这件事情 如果真的是女人的第六感的话 那这第六感也太强了吧 没 没什么 就是感觉到有点热 热巴赶紧摇了摇头说道 心中多余的想法 也赶紧被他给驱赶出去了 好吧 既然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们就去看一下 陷阱有没有抓到猎物吧 陆宇也不再纠结这件事情 反正就算是热巴知道了 也没什么 早晚是要送给他的 自己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能够亲眼看到 热巴穿上自己送给他的礼物 半个多小时之后 两人来到了设置陷阱的地方 所有的陷阱都已经触发 这完全在意料之中 毕竟已经有差不多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没有来查看过陷阱了 四个绳索陷阱却空空如也 地面有很多的毛和血迹 这就说明陷阱确实在之前抓到的猎物 只不过被其他的食肉动物给吃掉了而已 笼子陷阱中也抓到了三只野鸡 其中一只野鸡已经死翘翘了 还有两只看上去也饿得没什么活力了 瘦不拉击的 今天的收货真小啊 只有这两只瘦巴巴的野鸡 热巴拎着两只瘦不拉击的野鸡 显然是有点失落的 野鸡太瘦的话肉会非常的柴 吃起来很不爽 蚊子腿也是肉 先拿着吧 改善一下口味 走 我们继续去四周探查一下情况 看看今天能不能找到其他的猎物 陆宇倒是没怎么嫌弃 在这种荒野中蚊子腿也是肉 更何况这两只野鸡的肉还是很多的 至少可以让它们吃两顿 嗯嗯 热巴野士赶紧点了点头 如果今天再能够狩猎到一些大型动物的话 那就太棒了 尤其是像之前山羊一样的猎物 至少可以让它们享受很长一段时间 就这样两人差不多前行了两个小时的距离 噓 那边好像有什么动静 你先在这里稍微等一下我去看看 听到前方有动静之后 陆宇野士赶紧给热巴打了个手势 热巴和团团赶紧站在了原地 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 然后自己压低了脚步 缓慢地朝着声音发出的方向走了过去 向前行走了大概二十多米 然后轻轻地拨开了挡在面前的树叶 随后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蓝湖 这片湖泊的面积着实不小 足足有四五百平左右 四周都是非常茂密的桥木 所以让这个湖看上去非常的隐蔽 如果不是刚才听到轻微动静的话 还真的有点难以发现这片湖泊 当然最吸引陆雨的并不是蓝湖 而是在蓝湖边上正在饮水的几只小可爱 看体型和身上的花纹 应该是梅花鹿 毕竟梅花鹿的气息范围非常的广阔 大多数生活在山地草原区域 但也有一些是生活在阔眼灵和海岛上的 因此在这种海岛上能够见到这种动物 其实也并不意外 这个岛上有食肉动物 那么肯定也有大量的食草动物 一条完整的生物链 才能够造就一个荒岛上动植物的多样性 如果没有这些食草动物的话 岛上的食肉动物也很难生存下去 高兴之余 陆雨悄无声息的拉弦上见 在这座岛屿之上 任何的生物都能成为求生者的食物 这也是上岛前节目组的规定 几头小鹿正在非常警惕地喝水 前提蓄力 显然一有危险 就会立刻转身逃跑 很明显 在眼前的那一片湖泊中 同样潜藏着极大的危险 有食草动物的地方 必定是有食肉动物的 因为只有这样 这片区域的食物链才足够完整 如果只有食草动物的话 这边估计早就泛滥成灾了 So 下一秒 离弦之剑瞬间飞了出去 扑吃 还没等小鹿回过神来 一只小鹿直接被箭矢给射穿了肺部 虽然陆雨的弓箭很简陋 但是架不住它的射箭技术实在太强了 LV3的剑术足以媲美一些世界冠军了 真的很难想象 剑术达到LV9级别的话 会达到一种什么样离谱的程度 被射中的小鹿疯狂地挣扎了几下 随后便是一头栽倒在地 如果箭矢射中其他的部位 倒也不会这么快就失去行动能力 但是只要射中心脏和肺部 一瞬间就能让动物彻底地失去所有的行动能力 在中间的小鹿倒下的瞬间 其他的几头小鹿瞬间四散离去 几乎是刷的一声就消失在了茂密的丛林之中 陆雨也是不紧不慢地收起了自己的弓箭 因为被射中的那一只小鹿 已经没有逃跑的能力了 很快就会彻底地死亡 陆雨朝着热巴招了招手 示意他可以过来了 是什么东西陆雨 跑到陆雨身边之后 热巴赶紧开口问道 脸上还挂着期待和兴奋的神色 他知道陆雨的射箭技术非常的强 几乎就是箭无虚发 百发百中 总之一句话 陆雨很能射 而且射得很准 是一头鹿 应该足够我们三个吃一段时间了 陆雨笑着回答道 原本以为今天可能没什么收获 没想到运气居然这么好 从这边发现了鹿群 那就意味着从今往后 他们就多了一条食物链 而且猎物不再是野鸡野兔 这种小型猎物了 一只鹿 你也太棒了吧 我就知道 你射的是最准的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热巴开心地蹦了起来 刚才赶鹿所带来的疲惫 也是一扫而空 原本猎物只有两只受不拉击的野鸡 感觉没什么肉 之前吸出多多少少 有些沮丧 现在竟然猎到了一只鹿 那就是说明 他们又有非常新鲜且美味的肉吃了 而此时直播间的网友们 听到热巴如此劲爆的说话方式 也是开始议论纷纷 嗨嗨 我那个只是纯粹的好奇哈 热巴怎么知道鹿鱼设得准呢 狗头 你这是明知故问 孤男寡女 荒郊野外共处一室 热巴不知道 难道你知道吗 这么说的话也对 看热巴的反应 鹿鱼在晚上应该比白天更厉害 那可不 我们老公的体力是一流的 呃 楼上的这位脑残粉 请冷静一下 而鹿鱼也和直播间的网友一样 很好奇 呃 我设得很准吗 鹿鱼也是疑惑地开口问道 当然了 别人不知道我 还能不知道吗 我们两个在一起 都生存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了 这一点我清楚啊 对吧 热巴似乎并没有明白鹿鱼的意思 一点得意地说道 对于鹿鱼的见数 自己可是非常了解的 几乎是百发百中 呃 虽然我知道你清楚 但是你这么说 很容易让直播间的观众误解的 鹿鱼只能无奈地说道 身为一个女孩子 动不动就设设设的 这样不好 直播间里本来都是LSP 就算是正常的交流 在他们的眼中 很有可能莫名其妙地变了味道 更何况 热巴刚才的说话方式 确实很容易让人想偏 这有什么呢 他们喜欢误解 就让他们误解吧 你之前不是说过吗 不要把他们当人看就可以了 希希 热巴这一次 倒是没有感觉到尴尬 反而是一脸无所谓地说道 反正他现在也根本就不怕 和鹿鱼之间吵出绯闻 而且最好是那样 行吧 看着热巴那无所谓的态度 鹿鱼也只好笑了笑 因为自己之前 确实说过这样的话 随后两人赶紧走到了湖边 刚才被射中的小鹿 已经是出气多 进气少了 身体的起伏 也在不断地变弱 明显很快就会领和饭了 哇 好漂亮的湖啊 没想到这种荒岛上 居然还有这么漂亮的湖 来到湖边之后 热巴就被眼前的景象 给惊讶住了 四周都是郁郁葱葱的植被 湖水呈蓝色 当然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湖水 是蓝色 而是因为温度的提升 使得湖水表面的碳酸钙 从水中分离 形成一颗颗极小的微晶 在阳光散射下 显示出古蓝色 这种大型的岛屿上面 有这种蓝湖并不足为奇 而且 一般这种比较大一点的湖泊周围 都会有大型猎物 陆宇开口说道 在海滩上观看这片湖泊的话 完全就是浩瀚无垠 一望无际的 说明这片岛屿非常非常的大 因此 在这片岛屿上 建造任何的生物或者是环境 都不足为奇 哦 那以后 我们没有食物的话 就直接来这边打猎吧 这些大型猎物的肉 可比小野兔和小野鸡好吃多了 热巴开心地说道 之前的野山羊肉 就给它留下了 很难以忘记的味道 咬上一口之后 滋滋冒油 完全没有野鸡和野兔的 那种柴感和土腥味 而且 脂肪和油脂的含量 也超级多的 好 不过 我们还是先把猎物 带回庇护所再说吧 如果时间一长的话 可能会很容易变质 陆宇对着热巴说了一声 虽然这边有淡水 也可以进行宰杀 但是在不确定周围 有没有危险的情况下 最好不要这么做 食肉动物的嗅觉 都是非常灵敏的 它们甚至可以闻到 好几公里以外的血腥味 更重要的是 宰杀之后 肉会变质得更快 嗯嗯 好 热巴也是 听话地点了点头 随后 陆宇扛起了小鹿 两人朝着庇护所走了过去 这只鹿的重量 完全没有之前的 那只野山羊肉 但是也能给它们 提供不少的肉 陆宇和热巴 并没有顺着刚才来的路 直接返回 因为刚才一路走来 那条路上 并没有发现可利用的资源 甚至连一些野菜 都没有看到 所以 两人也是稍微 绕开了刚才上来的路 距离不是很远 因为这样不容易迷路 同时 或许也能够发现一些 可食用的野菜等食材 就这样 两人行走的 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中途也挖到了一些野菜 还有一些鸡葱菌 陆宇你快看前面 那是不是野辣椒啊 就在两人 继续往前走的时候 热巴突然开口说道 因为 在两人的面前 出现了一株植物 看植物的叶子 和辣椒树有点相似 不过叶子 显得更细更小一点 而在植物的顶部 有几个拇指般大小的 绿色果实 和辣椒非常的相似 只不过普通的辣椒 是单个长的 而且都是垂在地上的 但是这些绿色的果实 却是紧紧地聚在一起的 而且都是头巢上的 没错没错 这就是野山椒 也可以叫纸添椒 看来 我们选择这条路 是明智的决定 看到眼前那几株 翠绿色的植物之后 陆宇也是 赶紧高兴地点了点头 自从上岛之后 他其实一直 也比较期待 能够找到一些辣椒 因为这样的话 食物的味道 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 比如前几天 吃火锅的时候 如果有几颗野山椒的话 那么味道 就会发生质的改变 因为对于陆宇来说 辣才是火锅的灵魂所在 没有辣味的火锅 只能称之为大杂烩而已 没想到今天的运气 居然这么好 那要不我全部 给咱们摘回去吧 得到确切的答案之后 热巴再次开口问道 其实他自己 也蛮喜欢吃辣椒的 但作为一个明星 有时候 为了保养自己的皮肤状态 根本就不敢吃辣椒 甚至不敢吃 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就是为了让自己的 皮肤状态和身材 始终保持最完美的状态 现在这荒郊野外的 没有了那么多 条条框框的束缚 自然也可以吃一些 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了 嗯 全部摘回去吧 吃不完的 我们可以晒干 鹿宇点了点头说道 毕竟他们也不确定 下一次来这个地方 会是什么时候 既然碰到了 那就照单全收吧 回到庇护所之后 鹿宇和热巴 也是立刻开始处理小鹿 毕竟 如果处理不及时的话 到时候 肉质可能会变质 影响口感 今天中午的话 自然要吃一顿 香喷喷的新鲜鹿肉 在过去差不多 半个月的时间里面 每天都在吃烟熏熊肉 今天能改变一下口味 自然让人感觉到欣喜 而此时在都市中 李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沈月已经完成了手术 而且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 沈月姐 你感觉现在身体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一定要赶紧告诉我们 在病床边上 小曼和小丹两个 也是照顾得无微不至 毕竟每个月 加两万块钱的工资 陈老板给的实在太多了 我现在感觉非常好 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你们两个这几天 也辛苦了 赶紧去休息吧 虽然刚刚动过手术 但是沈月的脸色 确实看上去不错 比前段时间要精神多了 自从陈根生出手帮忙之后 医院的医生和护工他们 也更加的上心 毕竟陈根生这个人 普通医护人员可能不认识 但是医院的领导 还是非常熟悉的 陈根生的身份 可不仅仅是一个 娱乐平台的老板而已 是那种和很多的大人物 都有密切往来的角色 不过这也没什么好意外的 如果仅仅是一个 娱乐平台的老板 又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大的能量 创办这种大型的荒野求生比赛 更重要的是 在岛上将一些动物 列入食谱并不犯法 仅仅是这一点 就不是一个普通有钱人 能够做到的事情 还有之前签署的 意外免责条约 这种条约 其实在明面上是被禁止的 但是他能够做到 这就足以说明 这家伙可不仅仅 只是一个小老板那么简单 不不不 我们一点都不辛苦 这比我们平时的 工作要轻松多了 小曼和小丹 也是赶紧摇了摇头 其实他们如此的细心照顾沈月 除了是受到了 陈根生的好处之外 更重要的是 沈月是陆宇的小姨 而陆宇是他们的梦中情郎 理想中的白马王子 现在他们 好好地照顾沈月 到时候 陆宇完成了荒野求生的挑战之后 回到这里 说不定一时会感激他们两个 以身相许也不好说 毕竟他们两个 也算是有颜值有身材 更重要的是 很年轻 那好吧 沈月也只好点了点头 他知道这一切 都是鲨鱼平台的老总 陈根生安排的 而他之所以这么安排 无非就是因为 小雨在节目中表现得过于出色 估计是想和小雨结个善缘吧 所以 自己现在能够过得这么好 说来说去 还是托了小雨的福 沈月姐 陆宇真是太厉害了 那个 我冒昧地问一下 陆宇有女朋友了吗 这时候 小丹有些羞涩地问道 其实他这么问的目的 不言而喻 沈月经历过那么多的事情 怎么会不明白 两个小女生的小心思 随后笑了笑说道 当然没有 怎么 你们两个对我家小雨有兴趣吗 没 没有 陆宇那么优秀 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们啊 小曼和小丹 赶紧羞涩地摇了摇头 毕竟刚刚出校园的实习生 说实话肯定比不上一些 在社会上闯荡很久的女生 谈论起这种问题的时候 也会略显羞涩 感情这种事情 没有看上或者看不上的 只要看对眼就可以了 沈月笑着说了一声 也算是给了两个小姑娘一点希望 不过她的心里也很清楚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 现在陪在小雨身边的 可是当红流量花旦热霸 先不说她的身份 单单是颜值和身材 就已经碾压了很大一部分女生了 所以小曼和小丹 估计是没什么希望了 也正是因为知道 他们两个没什么希望 沈月才这么说的 要是真的有希望有威胁的话 她肯定不会这么说 果然这句话 让两个小姑娘开心地眉眼揭笑 而此时在鲨鱼平台的办公室 什么 贝尔先生 你的意思是要辞去点评导师的职务吗 可是这样的话 你需要支付一定的违约金 你可考虑清楚了 鲨鱼平台的HR总监 Lisa看着贝尔格里尔斯 有些惊讶地开口问道 原本这家伙当导师当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间就想辞去导师的职务 而且态度如此的坚决 难道她不知道 现在辞去导师职务的话 需要赔偿大额的违约金 是的 Lisa小姐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 贝尔格里尔斯认真地点了点头 因为就在昨天晚上 她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自己以前的朋友邀请 自己参加另一个荒野求生的节目的 那个节目是石油国的一个土豪举办的 非常具有挑战性 总共需要挑战六处地方 分别是拉布拉多半岛 塞伦盖地大草原 撒哈拉沙漠 幽灵沼泽 亚马逊雨林等等 这些求生的地方 每一处都是极其危险的 稍有不慎 都有可能会丧命的那种 作为一个探险家 她也很想继续向观众 展露自己的雄风 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 节目组的奖金实在是太高了 如果能够完成所有的挑战 获得的奖金将高达五亿美刀 这可比自己在这里当点评导师 挣得多得多 而且以自己的荒野知识储备量 就算是无法完成所有的挑战 但完成两三项 还是绰绰有余的 到时候 也至少能拿到一亿美刀的奖金 只要有一亿美刀 到时候后半辈子 也就不用为钱发愁了 相比之下 几百万龙币的违约金 确实有点不值一提了 当然 目前节目还在筹备阶段 但是它现在必须要 尽快回到自己的国家 然后赶紧对自己 进行一些系统化的锻炼 让自己尽快恢复到巅峰的状态 只有这样 才能够在那些危险的地方 生存更长的时间 昨天晚上整整思考了一个晚上 他早就已经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好吧 既然贝尔先生这么执着的话 那我先请示一下陈总 请谅解一下 你突然离开的话 我们也需要一些交接工作 HR总监 Lisa对着贝尔说道 这是当然 贝尔格里尔斯赶紧点了点头 随后 Lisa也是拨通了陈根生的电话 然后简单地聊了一会儿 好的陈总 我明白了 Lisa很快就挂断了电话 然后看一下贝尔继续说道 贝尔先生 陈总同意了你的辞职 同时陈总表示 不需要支付多余的违约金 就当大家交个朋友 听到Lisa的话之后 贝尔格里尔斯的脸上 瞬间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显然他有点难以置信 这个陈总 居然不需要自己赔付违约金 他以前可是听说过龙国的资本家 那可都是吸血鬼一般的存在 不会放过任何一块肉 甚至连汤碗都要舔得干干净净 现在看来 这个陈总好像和自己所了解的不太一样 又或者说 看样子他的格局 比很多老板大很多 那么 我可以亲自去谢谢陈总吗 惊讶的同时 贝尔也是开口问道 之前所有的招募活动和接待任务 基本上都是眼前的Lisa和自己交接的 所以 对这个平台的陈总 两人其实还真没见过面 当然 有时候根本就没有那种必要 一个平台的老板 肯定是要日理万机的 所以 自然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亲力亲为 稍等一下 贝尔先生 那我再问问吧 Lisa也是职业性的笑着说道 半个小时之后 贝尔格里尔斯来到了陈根生的个人办公室中 陈总 感谢你免除了我的违约金 你和我想象中 你们龙伯的老板 形象不太一样 格局要比他们大得多 贝尔也是率先表达了自己的感谢 虽然几百万的龙币 确实不算特别多 自己也能拿得出来 但是这些钱 也够他们 一家子生活一两年的时间了 对他来说 也不算一笔小钱 贝尔先生 不用那么客气 我知道你辞去这份职务 是想要参加石油国那位举办的荒野求生比赛吧 陈根生笑眯眯地问道 确实如此 作为一名荒野探险家 那样的求生节目 对我来说 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而且我也不得不承认 他们给出的奖金 确实足够吸引我 贝尔也是老实地回答道 如果是一些小打小闹的荒野求生节目 说实话 自己是并不愿意参加的 但是对方这个土豪 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可以理解 其实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如果贝尔先生以后能见到石油国的那位富豪的话 可不可以帮我引荐一下 陈根生笑着开口说道 这个荒野求生节目 也让他再一次看到了发财的机会 作为一个商人 就是要善于抓住这样的机会 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免去 贝尔格里尔斯违约金的原因 如果能够通过贝尔格里尔斯牵线搭桥 让他认识那位石油国的富豪的话 几百万确实算是一个小数字了 到时候 自己能挣到的钱 绝对会翻上百倍 好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自然乐意帮忙 贝尔格里尔斯也是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毕竟对于陈根生 他还是心存感激的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这么说定了 贝尔先生的机票 我们已经帮忙买好了 这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陈根生的脸上 依旧挂着人畜无害的笑容 他总是给人一种笑眯眯的感觉 但是这种笑容 却让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人并不好惹 既然这样 那我就再次感谢陈总 到时候 我们电话连线 又是简单地闲聊了几句之后 贝尔离开了办公室 简单地收拾了 一下自己的行李 就去了机场 目前那档荒野求生节目 还没有确定具体的开始时间 可以好好地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尽快让自己的各方面状态 都恢复到巅峰 而此时在玄越岛上 鹿羽和热巴 已经把鹿肉全部处理好了 还是老办法 留一些新鲜的肉 今天好好地享受一番 剩余的大部分肉 都做成了烟熏肉 虽然他们两个也不想这样做 但只有这样的方法 才能够长期地进行保存 如果有足够的盐的话 用食盐腌制 也不是为一个好办法 但问题是他们的盐可没那么多 自然不能这样浪费 刺刺刺 热巴正在煎着鹿肉 锅里面的鹿肉 被煎得滋滋冒油 隔老远都能够闻到振振香味 鹿羽则是用竹子 搭建着储藏室和厨房 厨房和储藏室 在庇护所的左右两侧 只需要简单地用竹子 搭一个框架出来 然后上面用芭蕉叶 和竹片封顶一下就可以了 仅仅是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鹿羽就已经搭建好了 厨房和储物室的框架 接下来就是封底的工作了 因为制作得比较简单 赶紧叫了一声鹿羽 今天走了那么多的路 现在确实是又累又饿 好 马上来 鹿羽应了一声 随后走到了桌子旁 看着桌子上那滋滋冒油的肉排 也是使劲地咽了咽口水 要知道 在过去半个月的时间里面 可没吃过这么新鲜的肉了 而且鹿肉和山羊肉一样 可比野鸡野铜肉好吃多了 对了 今天早上 你说过要给我一个惊喜 能不能提前稍微透露一下 让我好有所准备啊 吃饭期间 热巴也是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其实今天他一直都在想这件事情 鹿羽给自己准备的惊喜 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真的是那件事情的话 鹿羽现在稍微提一下 至少也能让自己有个心理准备 说出来的话 那不就不是惊喜了吗 别那么着急 晚上你就知道了 这个惊喜 你一定会喜欢的 鹿羽神秘秘地说道 歉 真孝歉 听到鹿羽的回答之后 热巴也是假装生气地别过了头 不过 心里却是乐滋滋的 吃完饭之后 两人简单地休息了一个小时 随后鹿羽开始 继续厨房和储物间的封顶工作 而热巴的工作则是处理鹿皮 鹿皮的保暖效果也是非常不错 把皮上面的油脂全部都刮干净 然后放在水里浸泡一天 到时候再晒干 然后仔细地揉制一下 差不多就好了 没办法 目前的条件也只能弄成这样了 转眼之间 夕阳夕坠 厨房和储物间的封顶工作 已经全部完成 而且剩余的时间 鹿羽还便织出了一张竹席 因为没有席子的话 土炕睡的时间一长土会非常多 现在看上去 三间房子连在一起 更加的美观 而且也更像一个完整的家了 等过两天有时间 可以建一些篱笆墙 简直就是令人向往的生活啊 新的庇护所 经过昨天和今天的烘口 以及晾晒 已经完全干了 所以今天晚上 可以搬进新的庇护所 西西我们终于 可以搬进新家了吗 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呢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热巴也是无比的开心 为了这个庇护所 他们可足足忙活了半个月的时间 现在终于可以住进去了 心中自然是高兴万分 而且 一回陆宇 还会给自己惊喜 陆宇这家伙 原来是想在新房子里 把它交给自己啊 想的还真是不错呢 很快两人 也就完成了搬家工作 因为本身就没什么东西 需要搬的 不过 把熊皮毯子 和羊皮毯子 铺上之后 整个房间 瞬间看上去 就温馨了很多 再加上烧土炕的原因 房间里面的温度 可比竹子庇护所中高多了 尤其是土炕上热乎乎的 坐上去 还真是非常的不错 一旦两人 走进庇护所之后 一天的直播 也算是完成了 直播间的观众 也只能欣赏一下 庇护所外面的景色 不过由于夜幕降临 所能看到的 只不过是一片黑漆漆而已 而此时 在庇护所中 陆宇 你不是说过 今天晚上 要给我一个惊喜吗 到底是什么啊 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呢 热巴 有些急不可耐地问道 今天整整一天 自己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 现在终于到了晚上 直播间的观众 也看不到房间里面 发生了什么 就算是陆宇 对自己做出一些 过分的事情 这荒郊野外的 好像也只能忍下来了 哎呀 野外真的太危险了呢 你还真是个急性子 好吧 你先闭上眼睛 看着一脸急不可耐的热巴 陆宇也是笑着说道 啊 闭上眼睛啊 那好吧 热巴先是一愣 似乎很快 也就反应了过来 看样子 真的如自己白天 所猜测的一样 陆宇要对自己 做出一些过分的事情 不然的话 怎么会让自己 闭上眼睛了 一般在电视剧中 闭上眼睛 下一秒不就是 开始接吻啥的吗 热巴也是缓缓地 闭上了双眼 脸颊飞红 此刻就像是一颗 熟透的翻石榴一样 等待着人来采摘 啊 这个模样 难道热巴 曲解了我的意思吗 看着热巴 那紧闭双眼的模样 陆宇也想起了 某些国产剧中的剧情 这个样子 不就是等待着 被灵性的模样吗 算了 正式要紧 当当当当 看 这是什么东西 陆宇也是笑着 拿出了一套 崭新的蕾丝花边衣 没错 这就是自己 准备给热巴的惊喜 一套全新的蕾丝花边衣 毕竟系统奖励的这玩意儿 自己一个大男人 又穿不了 现在这个地方 只有自己和热巴两个人 那么这种好东西 自然也就只有热巴能用了 啊 什么 不是 听到陆宇的声音之后 热巴整个人 顿时有点猛逼 按照具体的发展 自己紧闭双眼之后 陆宇不应该对自己 做出一些过分的事情吗 至少来个稳不过分吧 可是他居然什么事都没有做 还有那当当当当是什么鬼 虽然心中有些失落 有些猛逼 不过热巴 还是赶紧睁开了双眼 随后就看着陆宇手中 拿出的蕾丝花边衣 脸上也瞬间 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好漂亮的内衣 这 这是你从哪里弄来的 看着陆宇手里 拿着的内衣 热巴惊讶地问道 根据之前节目组的规定 每一组选手的启动资金 只有50块钱 而他们50块钱 全部都用来购买刀子 和铁锅那些东西了 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 去买这些东西 可是陆宇手里的 这一套内衣 显然是全新的 和他生活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自己居然没有发现 陆宇居然还藏着这种东西 知道你们女生比较爱干净 尤其是对于自己 比较隐私的位置 更加需要好好地爱护 一套换洗的内衣 自然无比地重要 所以我就通过一些 比较特殊的手段 带来了两套 陆宇也是立刻瞎编了一个 敷衍的理由 这样的解释 确实没有太多的可信度 毕竟他们所有的选手 在上岛之前 都是经过工作人员 认真检查的 不过陆宇 也并不担心热巴会怀疑 就算是热巴怀疑了也没事 反正现在房子里面 只有他们两个人 其他人又看不到 只要热巴不说 其他人又怎么会知道呢 这 真的吗 你居然能够逃过 那么严格的检查 而且 我们一起相处了这么久 我居然一直都没有发现 热巴有些不太相信的说道 节目组 当时检查的有多严格他 自然是心里有数的 而且自己和陆宇 相处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他居然没提起过这件事情 这确实让他有点难以置信 这不是以前关系 没那么熟吗 这么私密的东西 我自然也不好意思拿出来 正好今天我们搬新家 所以给你个惊喜 好了好了 你就说 你喜不喜欢吧 陆宇 再次打了个麻虎眼 热巴的心理 虽然还是难以置信 但是此刻 他也不想去追究了 毕竟不管陆宇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把这套内衣拿进来的 这都是陆宇对自己的心意 他只需要明白这份心意就行 过程吗 不重要 虽然收到这样的礼物心理 还是蛮开心的 毕竟以后就有换洗的贴身衣物了 不过开心的同时 也难免有些许的遗憾 因为今天一天 他都以为陆宇给自己的惊喜 会是那件爽歪歪的事情 可是没想到 居然是一套蕾丝花边内衣 虽然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套内衣也非常非常的有用 至少在自己洗完内衣的时候 不用真空上阵了 但 就是很失落呀 那种感觉就相当于 我特么的裤子都脱了 你就给我看这个 看你的表情 是有点不太喜欢吗 看着热巴的模样 陆宇总感觉 热巴好像有点不太开心的样子 隐隐之间 还有几分失落 怎么回事 难道是因为自己刚才 没有在他闭眼的时候 给他一个爱的轻轻抱抱举高高 这女人的心思 实在是有点难以琢磨 没有啊 我挺喜欢的 谢谢你 陆宇 热巴赶紧笑了笑 结果内衣开口说道 虽然事情并没有 如自己所猜测般进展 但是能够凭空 多出一套唤喜的内衣 还是非常令人开心的 那件事情 没有如自己猜测般发展 心中多多少少有些失落而已 不过 陆宇拜祷在自己石榴裙下 那也是早晚的事 喜欢就好 那个 其实我还有一个 比较过分的请求 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呢 陆宇笑眯眯地开口问道 神色之间 还夹杂着几分不好意思 其实心中大概也明白了 热巴为什么会如此失落的原因 但是陆宇觉得自己 有必要试探一下 如果热巴失落的原因 真如自己所想的话 那倒是很好解决 啊 什么请求啊 听到陆宇 还有其他请求之后 原本有些失落的眼睛中 顿时射出了一抹金光 来了来了 就说嘛 自己的猜测没错的 难以吗 还是好那口的 那个 其实很简单了 你看我都送给你这么大的惊喜了 我就是希望 你换好之后 让我帮你看看 合不合身 说出这话的时候 就连陆宇的老脸都有点红了 毕竟这种要求 好像真的有点过分 如果热巴对自己没什么意思的话 那么仅仅是这句话 很有可能会导致两人的朋友关系 产生隔阂 而听到陆宇的请求之后 热巴的脸色再次一红 纠结了片刻之后 便是咬着红唇 微微地点了点头 嗯 好 喉咙中也发出了轻微的声音 很明显 他刚才表现出来的纠结 完全就是装装样子而已 好 要不我帮你换 陆宇好心好意地说道 毕竟 助人为快乐之本 热巴已经辛苦了一天了 这种力所能及的小事情 自己自然是需要帮忙的 队友之间相互服一下 是很正常的事情 嘿嘿 这个 还是我来吧 等会你帮我看看 合不合身就行了 热巴也是赶紧咳嗽两声 委婉地拒绝 毕竟 自己可从来没有被其他的男生碰过 让男生帮忙换衣服 肯定会非常的不适应 尤其是两人之间 还没有发生其他的关系 那行 你换吧 陆宇也是一脸认真的点了点头 随后 眼睛就这样直勾勾地盯着热巴 嗯 那个要不你先回避一下 热巴看着陆宇 声音很小 显然有些羞涩 那行吧 等你换好了之后 叫我 陆宇也是听话地 走出了庇护所 几分钟之后 热巴的声音响起 陆宇也回到了庇护所 随后就看到了极其香艳的一幕 看这个极其完美的身材 陆宇脑子一热 感觉鼻血随时都会喷出来 这也不能说陆宇没见过世面 而是因为 热巴的身材实在是有些爵爵子 该有的地方一分不少 该多的地方一丝不多 咕噜 陆宇使劲地咽了咽口水 两只眼睛却不受控制地 直勾勾地盯着热巴 完美 真的很完美 尤其是这套衣服搭配下 更是美得不可方物 简直就宛如一件艺术品一样 看着两眼直勾勾的陆宇 热巴并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反感 反而是心中挺开心的 这就说明自己 还是非常有魅力的 这套衣服我穿着合身吗 两人就这样愣了足足一两分钟之后 热巴才开口问道 此时的他面若桃花 满脸羞涩 这就更平白地增添了几分韵味 合身 实在是太合身了 这套衣服 简直就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 陆宇也是赶紧点了点头回答的 他甚至怀疑 这套衣服完全就是系统给热巴女神定制的 咕噜 陆宇又忍不住地咽了咽口水 心中也不得不感叹 果然是人靠衣服马靠岸 穿上这套衣服之后 热巴绝对在一瞬间 变成了自己心目中的女神 你这腿 陆宇视线下移 看着两条如穷之般的玉腿 又直又长又白 要不要来默默 看着陆宇的眼神 热巴此时也不再想故作矜持了 气氛都已经烘托到这种程度了 如果继续矜持下去的话 总感觉有些又当又利的感觉 而且就算是发生某些事情 不也正如自己所愿吗 既然如此 还不如大胆一些主动出击 这样自己至少能够占据一些主动权 说不定以后上位还是留给自己的 嗨嗨 要不改约吧 陆宇干咳两声非常直接地说道 气氛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如果继续装唇的话 只会让自己都感觉到 有那么一点看不起自己 而且他也不是傻子 一个女生愿意 如此地在男生的面前展示自己 这说明什么 说明女生肯定对这个男生有意思 如果连这种事情都看不懂的话 那就和傻子没什么区别了 改约 那也行 热巴愣了愣 不过很快就点了点头 而且是在庇护所的外面 篝火的火苗在疯狂地乱窜 就好像正在配合庇护所中发生的事情一样 或许这就是对此时这团篝火最真实的写照 荒岛的夜晚 很多动物都喜欢在夜幕降临之后开始活动 叽叽喳喳的鸟叫声中 偶尔也会掺杂着其他的声音 不过这种声音 很快就会被鸟叫声彻底地掩盖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干柴虽猛 但总会有烧尽的时候 丛林中的鸟叫声 一点点变得嘻嘻嘻嘻 最后彻底地停止了鸣叫 叽叽叽 次日八九点钟 太阳已经透过了窗户 照射进了庇护所 这时候 陆宇才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 随后看了看身旁的热巴 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热巴睡得很香 所以陆宇并没有叫醒热巴 而是自己走出了庇护所 简单地洗漱之后 开始准备制作早餐 昨天的新鲜鹿肉还剩余一些 因为晚上的温度比较 所以肉质还算新鲜 陆宇赶紧煎了几块肉排 然后用一些野菜和辣椒圈点缀了一下 接着又用淀粉烙了几张烙饼 上面涂抹的一些蜂蜜 看上去也算是色香味十足 这时候 煎热巴还没有从庇护所中出来 陆宇也只好把早餐拿到了庇护所 走进去之后 热巴已经醒来了 只是还没有下床而已 怎么了 身体哪里不舒服吗 看着躺在床上的热巴 陆宇也是非常贴心地问道 语气很温柔 显然是发生了某种转变 当然 在热巴的身上 也发生了某种神秘的变化 那好像是一种非常奇妙的蜕变 不过这种蜕变却很难描述 有种说不清到不明的感觉 但是那种蜕变 却又真实存在 哼 你这混蛋 根本就是在明知故问 身体哪里不舒服 难道你不清楚吗 热巴骄哼一声 随后没好气地说道 就要在那么一瞬间 他感觉抗都要塌了 不过万幸 抗没事 不然的话 今天的工作量 又会大幅度地提升 嗨嗨 好了好了 我扶你起来 吃点东西 补充一下体力吧 陆宇干咳了两声 随后把热巴给扶了起来 然后开始一口口地 给他喂起了香喷喷的早餐 这时候 陆宇的脑海中 也有一个很奇怪的念头 自己好像转了 嗯 又有种没完全转的感觉 陆宇 我感觉我好幸福啊 你以后会不会 一直这样对我好呀 此时的热巴 满脸都写满了幸福 原来恋爱居然会是 这么一件开心的事情 尤其是这种 不考虑金钱和物质的恋爱 更让人感觉到 可以肆无忌惮 当然了 我可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以后 我会对你更好 陆宇只能笑着说道 昨天晚上 已经确定了 两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 之前他们是队友 是朋友的话 那么现在 他们已经把这种关系 进一步升华 发生了质的改变 从朋友升级到了恋人的程度 短短一夜的时间 两人之间的关系 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其实 到现在 陆宇还有一种 恍若做梦的感觉 在一个多月前 自己还是口袋里 连一千块钱 都拿不出来的穷小子 甚至为了小姨的医药费 必须要同时打好几份零工 时常都会累到虚脱 没想到才这么点时间 生活就发生了 如此巨大的改变 不仅能够顺利地 拿到一百万的奖金 而且还拿下了 当红女星 作为女朋友 更重要的是 以自己现在的能力 就算是离开荒野 回归都市 也能够取得 非常不错的成绩 完全可以养活小姨 和热巴 就是不知道 以后小姨和热巴 能不能和睦地 生活在一起 希希 我还没吃饱呢 再为我一点 热巴满脸幸福地说道 啊 还没吃饱 嘴还是 陆宇上下 打瞄了一眼热巴 随后也是幻想着问道 毕竟两人的感觉 已经发生了质变 彼此直接说话 自然也就没有了 之前的忌惮 虽然昨天晚上 折腾了大半晚 但现在 自己居然又有了 某种难以启齿的冲动 你 你太坏了 我当然是肚子没吃饱了 热巴也不是 十三四岁的小少女 自然也能听懂 陆宇的言外之意 随后便是翘脸一红 轻轻地捶了 捶陆宇的胸口 经过一晚上的 高强度训练 自己现在连走路 都是问题 她居然还有心思 想那方面的事情 真是太坏了 原来是肚子没吃饱呀 那张嘴 我给你喂 不是 我是说 我喂进来了 陆宇也是连忙笑着解释 就这样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又过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陆宇才心满意足地 从庇护所中走了出来 有时候 身体太过于强壮 确实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需求量 实在是太过于恐怖 尤其是 对于热巴来说 这简直就是一种 极致的享受和这忙 将痛病快乐者 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看到两人 今天居然起得这么晚 直播间的网友 也不免有些担忧 怎么回事 热巴今天早上 怎么一直都没有出来 难道是生病了吗 一看楼上就是未成年 这哪里是生病 这明显是走不了路了 卧槽 陆宇这么猛的吗 那你以为呢 两个小时对于陆宇来说 估计只是赛前热身吧 嘻嘻 我老公好厉害啊 呃 脑残粉啊 其实此时直播间 大多数的网友都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甚至猜都不用猜 尤其是陆宇端着早餐 都没有出来 用脚趾头想想 都能想明白 是什么事情 没想到直播间 居然还有如此青春的网友 会不知道庇护所中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直到中午时分 艳阳高照 热巴才走出了庇护所 此时他也是红光满面 精神焕发 但走路的姿势 却总是有点不太自然 就好像崴到了脚一样 双腿分得很开 其实只要经历过 这种事情的人 一眼就能看出来 你先好好地休息一会儿 我能给咱们做点午餐吧 吃完午餐之后 我再去周围看看 鹿鱼也是招呼热巴坐在了一旁 因为他清楚 自己之前的力道 热巴现在肯定是 做不了其他的事情 干的时候 是蛮享受的 但是享受完之后 就有点苦逼了 看来下一次 自己必须要控制一下力量了 否则的话 以后所有的事情 好像都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鹿鱼也是简单地 做了一些鹿肉 因为他们现在的食物资源 本来就不多了 原本还有一些野菜 淮山药 蘑菇和地皮菜什么的 但是前半个月 差不多已经被吃得差不多了 就连今天做烙饼的淀粉 都是 他从罐子底下抠出来的 就剩那么一丁点了而已 今天下午 必须要去找其他的食物了 否则光吃肉的话 很容易就会吃腻的 而且 身体无法补充到 其他的维生素 和碳水化合物的 很容易就会出问题 嗯嗯 那就辛苦你了 热巴笑眯眯地点了点头 看得出来 此时他的心情是非常好的 那种满足的感觉 是绝对装不出来的 而此时在李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沈月他们 也在观看着陆宇和热巴的直播 热巴姐姐今天是生病了吗 怎么看上去身体很虚弱的样子 看着直播的小曼 有些疑惑地开口问道 可是昨天的时候看热巴 还是生龙活虎的 身体好得不得了 怎么仅仅是一个晚上的时间 就变得这么虚弱了 难道是因为 岛上晚上的温度太低 着凉了吗 唉 真是一个未经人士的小姑娘呀 听到小曼的话之后 隔壁床的周阿姨 也是笑着摇了摇头 热巴的这种样子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如果真的是生病的话 精神怎么可能会那么好 而且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的 更重要的是 刚才在直播间看到热巴的时候 她就发现 热巴经过了一种很神秘的蜕变 那是从一个少女 变成女人的完美蜕变 不过热巴的这一系列变化 也让周阿姨 不得不感叹 陆宇的身体之强悍 沈月看了一眼周阿姨 她自然也知道 周阿姨说的是什么意思 而且热巴今天的改变 沈月也是看在眼里的 虽然也猜到了 昨天晚上在庇护所中发生的事情 小语能够搞定热巴 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庆祝的事情 毕竟热巴是当红流量女星 不管是身材或者颜值 都是没得挑剔 更重要的是热巴 还很有钱 小语之后 肯定能过上很好的日子 作为小姨 自己应该替小语感觉到高兴才对 可现在就是高兴不起来 反而有一种 害怕失去小语的感觉 就好像有人把小语 从自己的身边抢走了一样 这两种感觉 让她左右为难 非常的难受 岛上 陆雨和热巴 很快就吃完了午餐 说实话 没有其他的碳水化合物 作为搭配的话 就算是新鲜的肉 吃起来味道也很一般 总感觉差了一些什么 主要还是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他们每天都有肉吃 这时间一长 就算是不同品种的肉 就算是换着 样来吃也会吃腻 看样子 改变食物的多样性 是非常有必要的 啊 终于吃饱了 不过这天天吃肉 也不是个办法 看样子 今天必须要去寻找一些 其他的食物了 陆雨揉了揉自己的肚子 虽然吃得很饱 但是她并不感觉到满足 过了一会之后 陆雨又把热巴拉进了庇护所 这可把热巴给着实吓了一跳 这家伙昨天晚上就来了一发 今天早上又来了一发 要是今天中午再来一发的话 这是要玩死自己的节奏啊 同时心中也不得不感叹 陆雨这家伙的体力 是真的强 很多男生在经过一番训练之后 都会觉得不胜腰力 可陆雨与这家伙 却完全是背道而行 有种越战越勇的感觉 就算是她的腰能坚持得住 自己的小身板 也坚持不住了呀 那个 陆雨 请你稍微冷静一下 让我稍微地休息一段时间 喘口气行吗 你这样的话 我估计我就真的下不了床了 热巴有些颤颤巍巍地看着陆雨 随后语气 有些求饶地说道 这种索求的频率 就算自己的身体是铁打铜柱的 也扛不住啊 啊 你好像有点想多了 我只是看你好像不太舒服的样子 所以帮你稍微地按摩一下 让你舒服一点 看着热巴 好像曲解了 自己把她带进庇护所的意思 陆雨也是赶紧开口解释的 这一次 她绝对没有其他的意思 就是想要帮助热巴 缓解一下疼痛 强化一下身体 现在 热巴已经成为了自己的女人 所以她打算给热巴 使用一份身体强化剂 这样一来的话 她的承受能力 也会更强一点 不会每次训练完之后 都表现得如此虚弱 而且把身体强化剂给自己的女人 这她不会感觉到任何的心疼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听到陆雨的解释之后 热巴才松了一口气 同时也觉得 自己想得太多了 多多少少有点羞涩 好了 你上场堂好 陆雨也是指挥地说道 使用身体强化剂的时候 会先经历撕心裂肺的疼痛感 随后就会非常的舒服 而且身体也会得到很离谱的强化 热巴的身体应该能够承受得住 毕竟她和小姨不一样 并没有生病 这一点倒是不用太过于担心 只要扛过这种疼痛感 接下来可就舒服多了 嗯 好 热巴也是听话地点了点头 随后乖乖地躺在床上 等待着陆雨给自己按摩 前几天她就知道 陆雨的按摩技术 还是非常不错的 陆雨也是装模作样地开始按摩 同时在脑海中 默默地和系统交流了起来 系统给热巴使用一份身体强化剂 和系统交流 只需要在脑海中默念就可以 有时候 甚至只需要心念一动就可以了 好的宿主 系统的电子合成音 很快在脑海中响了起来 下一秒 原本正在舒服享受按摩的热巴 突然尖叫了起来 好疼 好难受 怎么回事陆雨 我怎么突然感觉到 群身有股撕裂般的疼痛 突如其来的疼痛感 让热巴直接惨叫了出来 就算是昨天晚上那层薄膜被撕裂的时候 也没有感觉到 如此撕心裂肺的疼痛 但是现在身体的每一寸肌肤 都好像被针狠狠地扎了一样 从脚底板一直疼到了天灵盖 这种疼痛的感觉 甚至让它感觉 有种要晕厥过去的冲动 啊 怎么回事 我下手很轻啊 你再稍微忍忍哈 很快就过去了 陆雨也是装模作样地说道 看着疼得满头大汗的热巴 陆雨心里 其实是蛮心疼的 但是没办法 身体强化剂 就要体会这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热巴的惨叫声也是 直接传出了庇护所 甚至连直播间的所有网友 都听得一清二楚 直播间所有的观众 也是瞬间议论纷纷了起来 我擦 叫得这么大声 陆雨和热巴玩得也太花了吧 这他妈陆雨得有多么勇猛热巴 才能叫得这么大声 难道你们不觉得 这种叫声和那种叫声不一样吗 这明显就是极其疼痛的叫声 对对对 你们大多数人绝对是想歪了 热巴很有可能是受伤了 从今天早上就看到热巴很虚弱 他真的有可能受伤了 而不是像你们想的那么龌龊 好像确实如此啊 这叫声和我婆娘生孩子的时候 简直一模一样 楼上的意思是 热巴这么快就要生了吗 呸 你们这群LSP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一天到晚想法怎么如此龌龊 直播间很多过来人 自然也清楚这样的惨叫声 绝对不是干那种事情发出来的叫声 而是正在承受着某种极致的疼痛 而此时就连医院的沈月他们 都有点猛逼 原本看今天热巴的状态 显然像是昨天晚上经历过大战的一样 但是现在热巴这种惨叫声 明显是承受着发自内心的疼痛 才发出的叫声 难道是他们之前想多了吗 这让之前很多想法很笃定的人 产生了自我怀疑 难道昨天晚上热巴和陆宇 没有做那样的事情 真的只是热巴受伤了 只是他们凭空预测而已吗 这种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足足持续了十五六分钟的时间 才缓缓地减弱 而且是在庇护所中的热巴 已经满头大汗 身上的毛孔中也排出了些许污垢 疼痛过后 一种清爽的感觉蔓延全身 呼 终于不疼了 有种清清凉凉的感觉 好舒服 经历了长达十几分钟的疼痛之后 热巴终于是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刚才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感觉时刻都要晕厥过去一样 不过还好 自己咬着牙坚持了过去 叮 身体强化剂使用成功 使用对象 热巴 就在此时 系统的电子合成音 也在陆宇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呼 终于完成了吗 就连陆宇都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刚才热巴那撕心裂肺的疼痛 以及争鸣的面目 确实让她非常的心疼 要是这东西当初给小姨使用的话 估计情况会非常的危险 而且她很久以前就问过系统 身体强化剂这种东西 可不是糖水 某种燕窝 是不可以进行稀释的 陆宇 我刚才到底是怎么了 你只是给我轻轻地按了按而已 为什么刚才我全身 都像被刀扎了一样疼痛男人 所有的疼痛感完全消失之后 热巴也是看向了陆宇 好奇地问道 她知道自己刚才莫名其妙的疼痛感 肯定和陆宇是有关系的 就是不知道陆宇到底做了什么 刚才居然让自己变得那么痛苦 不过现在却有种清清凉凉的感觉 无比的舒服 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一般 我以前学过一些专业的按摩手法 而且是跟一个老中医学的 这种按摩的手法 可以帮人打通身体中堵塞的经脉 活血化瘀 刚才我就是用了那样的手法 所以才感觉到那么疼 不过现在 是不是感觉身体轻松多了 而且也很舒服 陆宇也是赶紧开口解释道 当然这样的解释 只不过是狐烈烈而已 不过以前看电视剧的时候 确实很容易听到什么经脉堵塞 打通韧度二脉什么的 而且都需要经历 撕心裂肺的疼痛 热巴应该会相信自己的解释吧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我现在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你也真是的 不早后说一声 让我提前有个准备 刚才差点就把 我疼得昏过去了 热巴点了点头 随后有些责怪的说道 要不是自己 咬紧了牙关坚持 现在肯定已经昏过去了 而且这种事情 他觉得陆宇 应该跟自己 先说清楚的 这样也好 提前准备一下 如果我提前告诉你的话 那样只会让你感觉到更痛苦 更害怕而已 好了好了 算我不对 不过现在 已经完成了 陆宇也只好抱歉的说道 西西我也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而且 我现在感觉全身舒爽 腰也不酸了 腿也不疼了 感觉 一口气爬个十楼 也不费劲了 你这专业的按摩手法 确实不一样 热巴坐了起来 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经过昨晚和今早的激战 他感觉到腰酸腿软 甚至连走路 都有点往外掰的感觉 不过现在 居然没有任何的感觉 而且全身充满了力量 这按摩的手法 确实有点太神奇了 舒服就好 你看你出了一身汗 赶紧去洗一洗吧 陆宇笑着说了一声 现在热巴的身体 也经过了强化 以后也能更好地帮助自己 同时 也是真正意义上的 更耐干了 嗯嗯 确实 黏乎乎得很难受 那我先去洗个澡 热巴此时 也感觉到身上黏乎乎的 就好像身体中的污垢 全部从汗液中排出来了一样 赶紧下床 走到了洗澡间 陆宇也是很快 就准备好了温水 洗澡间响起了 哗啦啦的水流声 半个小时之后 热巴从洗澡间走了出来 整个人看上去神采意义 神秘的变化 皮肤状态 似乎也比前几天要好得多了 不得不说身体 强化剂的功效 确实很牛逼 不仅能够强化身体 还能够改善人的肌肤状态 陆宇 我刚才洗澡的时候 发现我的皮肤 好像比之前更细腻了 难道这也是经过 你按摩之后的效果吗 洗完澡之后 热巴非常惊讶地 对着陆宇说道 女人对于皮肤 是非常看重的 所以 他们自己的皮肤状态是什么样 他们也非常的了解 刚才洗澡的时候 热巴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皮肤 变得更加细腻了 这绝对不是自己的幻觉 而是皮肤 真的变好了 应该算是吧 不过 刚才你出了那么多的汗 毛孔中排出来了 那么多脏东西 所以那些脏东西 被排出来之后 皮肤变好 一点这也很正常 陆宇笑着回答道 当然也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 敷面膜的原理 不也就是 把毛孔中的一些脏东西 给吸出来吗 你这么说的话也有道理 西西知那你以后 天天晚上 都帮我按摩可以吗 这样的话 我的皮肤 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了 热巴笑眯眯地说道 当然可以 只要你愿意 每天承受 刚才那种痛苦的话 我自然是 非常乐意效劳的 陆宇直截了当地点了点头 那还是算了吧 我觉得 现在就挺好的 热巴赶紧吐了吐舌头 有些惊恐未定地说道 刚才的疼痛感 他真的不愿意 再去承受第二次了 而且 这样的皮肤状态 他已经非常的满足了 现在感觉体能恢复了没有 要不要跟我一起出发 去找一些食物 看着精神状态 非常不错的热巴 陆宇开口问道 虽然只是使用了一份身体强化剂 但是热巴的体质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可以说他现在的力量 和速度 丝毫不弱于一个成年男性 更重要的是体质 也变得更好了 在这种茂密的丛林中 穿梭个四五个小时 应该不会感觉到 太过于疲惫 嗯嗯 我现在感觉我的浑身 都充满了力量 当然要跟你一起去了 热巴连忙点头说道 之前不是自己 不想跟陆宇出去 而是因为自己双腿发软 连站都感觉站不稳 更何况 要穿梭在茂密的丛林之中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现在浑身充满了力量 那他自然想要 跟着陆宇继续去探索 好 那我们稍微准备一下 你去给小羊羔 和小鸡咱们喂点食 我把其他的工具拿上 我们一会就走 陆宇点了点头 随后吩咐了一声 这几天 两只小羊羔的个头 长得很快 估计再有个一半个月 就能杀着吃肉了 所以这段时间 可不能亏待了他们两个 嗯 好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随后蹦蹦跳跳的 去给小山羊喂食了 而陆宇也收拾好了杯兜 六节竹筒里面装满了淡水 毕竟在这种荒岛中 淡水是非常重要的 身体时刻都要补充充足的水分 所以每次出门 淡水都是必备的东西 背上了弓箭 拿上了柴刀 十几分钟之后 两人再次出发 这一次他们选择的路线 是以前没有走过的方向 因为这样碰到食物的概率 会更高一点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转眼之间 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而在过去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面 两人也挖到了很多的燕山浆 和野蒜 又找到了一些朝天椒和醋酸果 这些东西虽然不是主食 但却是非常好的调味料 可以让食物变得更加美味 所以 在荒野中 也算是难得的好东西 既然碰到了 自然要收入囊中 这边的资源 还真是少得可怜啊 我们都走了这么长时间了 居然只挖到了这些东西 热巴叹了一口气 看着篮子中的收获 有些失落 它们现在所需要的 可是富含碳水化合物 和各种补充维生素的蔬菜类食物 而挖到的这些燕山浆和酸 只能当成调味品 根本就不能用来做主食 问题不大 我们来这边寻找 只是为了扩展一条食物链而已 如果这边找不到食物的 我们就去之前庇护所那边 再弄一根溪谷植树过来 顺便可以挖一些野怀山 陆宇倒是表现得很坦然 要不现在来这边寻找 只不过是想要扩宽食物来源而已 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 以前庇护所的那边物质 还算附楼 虽然动物的活动迹象比较少 但至少那边可食用的 植物类食物比较多 嗯嗯 看到陆宇如此的坦然 热巴也是赶紧点了点头 随后两人继续开始搜寻 过了一会之后 两人的眼前出现了一个 巨大的蓝鹿枯木 这根枯木 差不多有陆宇的腰那么粗 而且看样子倒在这里 已经时间很长了 从外面都能够看到一些腐朽的迹象 这就说明 这棵枯木 已经倒在这里很长时间了 这里面可能有一些 非常饱满的蛋白质 我们扒开来看看吧 陆宇的目光 看向了眼前的那棵枯木 一般来说 荒野中遇到这种枯木 那么里面一定富含着 丰富的蛋白质 啊 这只是一棵枯朽的树干而已 这里面能有什么吃的 难道说 里面会长蘑菇吗 热巴有些难以置信地 看着陆宇问道 因为很多枯木中 确实很容易生长出一些蘑菇 随后 他在枯木的周围查看了一番 却并没有看到 任何蘑菇的影子 难道蘑菇 直接长在枯木里面了吗 不应该啊 自己可从来都没见过那样的事情 这种树木中 一般是不会长出蘑菇的 但是里面肯定会有一些 富含蛋白质的小东西 很快你就知道了 陆宇露出了一个神秘的笑容 因为这样的枯木中 绝大多数时候 都会生存着很多的蠕虫 而这些枝多肉肥的蠕虫 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蛋白质 在荒野求生中 如果能够抓到几条大蠕虫的话 也能够饱餐一顿 而且 以前看荒野节目的时候 听得爷和贝爷说过 这种枯木中诞生的蠕虫 非常的好吃 鸡肉味 大崩萃 卡路里是牛肉的十倍 在热巴疑惑的目光下 陆宇很快就用刀 敲开了一片枯木 很快 一只像大拇指大小的白色蠕虫 就出现在了两人的视线中 啊 这 这不会就是你刚才所说 富含蛋白质的东西吧 看到那条蠕虫之后 热巴顿时感觉自己的脸 都快变轻了 这种东西 难道真的可以吃吗 看着都让人感觉到一阵难受 嗯 这是奇草的幼虫 富含着丰富的蛋白质 而且 同时也是一味中药 据说这种蠕虫是鸡肉味的 而且 蛋白质是牛肉的十倍 陆宇点了点头笑着说道 他倒是很想尝试一下 这小东西的味道 顺便也挑战 一下自己的软肋 在上一世荒野求生的时候 其实也碰到过很多这样的幼虫 只不过好几次 都没有克服心理的障碍 所以 最终没有吃成 现在既然遇上了 正好可以好好地品尝一下 传 传说 热巴不可思议地盯着陆宇 这家伙仅仅是因为 听到了这样的传说 就要吃这么恶心的东西吗 这种软答答的蠕虫 看着就很让人害怕 就算是这东西的里面 富含着超过牛肉 一百倍的蛋白质 自己也绝对不会吃的 嗯 我曾经见识过 很多荒野求生者 都吃过这东西 而且在我国的部分地方 也有很多人 把这种蠕虫当作顶级美食 只要油炸一下 就好吃得不得了 所以我们今天 可以大胆地尝试一下 说不定这东西 以后会加入我们的食谱 陆宇点了点头 随后笑着说道 其实他说的也是真的 在我国的有些地区 七草幼虫是非常不错的美食 而且 成年后的七草虫 也是可以吃的 而在越南那边 吃这种小虫子的方式 就更加地独特了 一般都是简单地调一些蘸料 然后直接蘸一蘸生吃 一口爆浆 枝叶直接从嘴角流淌下来 看他们的表情 好像有点很享受的样子 而且 有些人喜欢挑战自己的极限 总喜欢用牙齿咬住蠕虫的头 然后任由其他的部位 摩擦自己的嘴唇 想想 都感觉到非常的nice 我不管 反正今天你就算是说破天 我也绝对不会吃这种东西的 我热巴就把化料在这里了 就算我饿死 饿死在这荒岛上 我也绝对不会吃这种东西 热巴非常有骨气地表示 这东西看一眼 都让人感觉到浑身发麻 更不要说吃了 一想到要吃这么恶心的东西 就让人浑身一阵恶寒 好好 你不吃的话 那到时候我吃就行了 只希望我吃的时候 你不要馋 陆宇也不强求 笑着说了一声之后 开始继续收集 奇草幼虫 荒野求生嘛 自然是需要不断地更换自己的口味 网进则的真相定律 适合任何一个人 说不定 等自己把这些幼虫炸好之后 热巴就会想着吃了 磨 团团 给你爹我个面子 吃一口 随后 陆宇挑了一只肥美的蠕虫 然后递给了团团 这好歹也是非常不错的蛋白质 而且也是狗熊的最爱 团团身为狼 应该对这种肥美的蛋白质 没有抵抗之力吧 只不过 事实和陆宇想象的完全不同 只见团团看到蠕虫之后 脸上瞬间露出了嫌弃的表情 随后直接别过了头 哥哥哥 看吧 这东西狗都不吃 看到团团的反应之后 热巴得意地笑着说道 而团团则是有些生气地盯着热巴 似乎在说 你才是狗 你和陆宇都是狗 我丢 陆宇真的要挑战这种东西吗 看上去就好恶心 我打小就讨厌这种软答答的东西 加一 这东西看着就让人感觉到不舒服 加10010 这东西可是美食 难道真的会有人不喜欢吃吗 那我就是百思不得其解 就是就是 这东西油炸一下 简直就是美味 我能吃一点 我小时候经常吃 炸至金黄就可以开吃了 鸡肉味搭崩脆 蛋白质吃牛肉的十倍 我们小时候也经常吃的 现在还怀念那种味道 我真是搞不懂 你们喜欢吃这种东西的人 到底是什么心脸 此时直播间的弹幕和评论 也是两极分化 有些人觉得 这种东西看一眼 都让人感觉到一阵恶寒 更不要说吃了 这是完全接受不了的东西 但是有些人觉得 这完全就是美食 而且富含丰富的蛋白质 绝对是一等一的美食 哼 我才不会馋呢 我热巴就是饿死 死路上 从这里滚下去 也绝对不会吃这种蠕虫 看上去跟蛆一样 热巴一脸傲娇地表示 这东西看上去 就让人感觉到反胃 就算是顶级厨师制作出来 自己也绝对不会吃的 至于蠕虫刺身 自己想都不会去想 哦 太恶心了 行吧 希望到时候 真香定律 不会出现在你的身上 陆宇笑了笑之后 开始继续倒固枯树 半个小时之后 已经找到了很多肥美的蠕虫 然后随手找了一些细腾条 编织了一个小笼子 然后把所有的蠕虫 全部都装了进去 这些蠕虫 至少够两个人 每每地吃上一餐 就是不知道最终的味道会是如何 毕竟这玩意 陆宇以前也没有吃过 如果能用油炸一下 再用辣椒和生姜 还有野蒜苗炒一下的话 味道应该是杠杠的 好了 这么多差不多 可以美美地吃一餐了 走吧 我们继续往前探索一下 把这些小幼虫 全部都装进笼子里面之后 陆宇准备继续向前探索 毕竟今天本来就没有找到 太多的资源 又走了这么远了 如果现在回去的话 总感觉有点遗憾 所以继续往前探索一番 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的食物资源 嗯嗯 我们快点走吧 热巴也是 赶紧点了点头 这家伙挖了半天的蠕虫 终于是舍得离开这个地方了 刚才那些去一样的东西 把自己看的中午吃的东西 都快吐出来了 两人继续向前探索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转眼之间一个小时又过去了 此时 他们眼前出现的灌木丛 开始稀疏了起来 同时出现了一些大型的棕榈棵桶木 这些树木和棕榈树 还有椰子树有几分相似 而且上面 陆宇 你快看 那是什么果实啊 那东西 怎么看上去跟榴莲有点像 不过包裹在外面的那些果实 又有点像番石了 就在这时候 热巴指着眼前跟棕榈树一样的那些大树 开口问道 眼前出现了十几棵这样的棕榈树 上面都是长满了硕大的果实 这些果实的个头 看上去比榴莲和菠萝蜜还要大得多 但是果实的外面包裹的 却是一小颗一小颗的东西 看上去 有点像剥开之后的番石了 而且 果实红彤彤的 有点诱人 这是油棕树 看样子 今天我们终于是找到了一些有用的物资 陆宇看了看眼前的那些树 和那些硕大的果实 随后笑了笑开口说道 在这种广袤的荒岛上 有这样的油棕树 一点都不觉得稀奇 因为这个岛上的物资 本来就非常的富饶和多样化 油棕树 那棕榈油和这种树有什么关系吗 听到这个树的名字之后 热巴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油棕树它 确实是第一次听说 但是以前却听说过棕榈油 而且 以前也吃过棕榈油制作的食物 味道确实还不错 嗯 油棕树和棕榈油 有着非常必然的联系 这么跟你说吧 棕榈油本身就是从油棕树里面 压榨提炼出来的 其实在非洲的加纳和其他的国家 它们主要的植物油来源 就是从油棕树里面 提炼出来的棕榈油 所以在那些国家 棕榈油也是它们的主要植物油来源 陆宇也是认真的开口解释了起来 棕榈油在国内是比较少见的 而且也没有大量的投入食用 但是在国外的很多不太发达的国家 棕榈油就是它们主要的食用植物油 而这种油 在非洲部分国家提取的方式 说实话 有点很难想象 就是那种 看了可能会让人吃不下去饭的感觉 因为需要一些熟透了的大妈 用它们42码的大脚掌 使劲地采 其实制作的过程 和我们日常所吃的纯角工 胭脂蜜脂脑酸菜面 很相似 哦 热巴似懂非懂得点了点头 随后又赶紧开口问道 那我们能不能摘一些这些果实回去 到时候把它们提炼成棕榈油啊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也就有植物油了 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中 它们所有的油脂能源 基本上全部都是依靠动物油 刚开始的时候 用动物油煸炒一些蔬菜 也感觉非常的可口 但时间一长的话 吃起来就会感觉到非常腻 如果能够加工出一些棕榈油的话 那么以后的日子就能过得更好了 食物也能变得更香更美味 这当然是没问题的 我先弄几个果子下来吧 鹿鱼点了点头 既然发现了这些油棕树 那么自然是要弄几个果子 回去提炼植物油的 这些油棕树 有些长得只有四五米高的样子 所以很容易就能把果实给弄下来 不会花费太多的体能和时间 说话之间 鹿鱼很快就爬到了一棵较矮的油棕树上 然后框框几刀 一棵硕大的油棕树 果实就掉了下来 然后手起刀落 又是框框几刀 硕大的果实再一次掉落了下来 短短20分钟的时间 鹿鱼和热巴已经得到了十棵油棕树的果实 这些油棕树的果实长得非常的饱满 所以里面富含的油脂非常多 就算是这十棵 应该也能提炼出不少的植物油了 至少能够让它们吃一段时间 鹿鱼 这么多的果实 而且每一棵都这么大 估计至少一棵也有二三十斤吧 这我们怎么拿回去啊 看到鹿鱼从树上已经下来了 热巴则是有些犯难地说道 虽然两三百斤的重量 可能对于鹿鱼来说 拿起来不是那么吃力 但是它们距离庇护所的路途很远 而且总共有十棵果实 要一次性拿回去的话 确实非常的难 这很好解决 其实所有的油脂 都在外面的这一层果实里面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这些果实给砍下来 然后打包带走就行了 里面的东西 对于我们来说没什么作用 只会加重我们的负担而已 丢掉就行 鹿鱼显然是早就已经思考好了解决办法 所以轻描淡写地说道 其实这些果子最重的部分 就是里面的那些没用的芯 只要把里面的东西丢掉 把外面的果子拿回去就可以了 至少能够减轻它们三分之二的负担 到时候想要拿回去 可就轻松多了 原来是这样啊 那我们应该需要一个更大的贝斗吧 我现在就去编 热巴点了点头 随后就去找附近的藤条 然后开始编贝斗 跟着鹿鱼这么长的时间了 编织一些简单的东西 对他来说也没什么难度 好 那我先把这些果实全部都剁下来 鹿鱼也是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等把所有的果实全部弄下来之后 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半小时 这些小东西确实有点不好弄 速度很慢 而热巴也终于编好了贝斗 我们赶紧把这些东西全部装起来吧 今天出来的时间没有把握好 估计再有两三个小时就天黑了 如果在天黑之前赶不到庇护所的话 估计只能被迫露宿 还是比较危险的 鹿鱼此时也有些紧迫地说道 这片区域的桥木过于密集 所以很难看到太阳具体的位置 所以也不好分辨现在的具体时间 但是它们出门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在路途中又花费了三四个小时的时间 再加上这一个多小时 粗略估计已经到下午五点多了 再有两个小时 夜幕就会彻底地降临 如果是白天的话 倒也不用担心 但晚上在这种丛林中还是很危险的 因为之前就听到了狼的叫声 还有那天晚上被自己射伤的那东西 应该也是狼 这就说明在它们这片区域 应该是有狼的存在的 嗯嗯 好 显然热巴也意识到了时间紧迫 所以赶紧开始装果实 所有的果实装了满满一大杯兜 杯上去有种沉甸甸的感觉 不过这对于陆宇来说 没什么难度 就算是杯上一百多斤的东西 在丛林中穿梭 也是如履平地 好了 我们赶紧回去吧 不过按照我的计算 天黑之前 我们估计很难抵达庇护所了 杯起了贝勒之后 陆宇脸色微微有些凝重地说道 说实话 他可不想在这些潮湿的丛林中 风餐露宿 但是夜幕降临之前 如果回不到庇护所的话 好像又不得不这么做 因为一旦夜幕降临 就会很难找到之前留下的记号 如果贸然前行 很容易迷失方向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不知道距离我们之前的庇护所远不远 如果不远的话 我们可以临时在那边歇脚 等明天天亮之后再回去 热巴试探性地说道 因为他们这次出来探索的时候 方向和他们之前的庇护所 偏差不大 就是不知道 他们在前进的过程中 位置有没有发生偏移 应该距离不是很远 但是 想要找到那个地方 也没那么简单 因为我们没有具体的方位 在这个偌大的岛屿上面 方向偏差毫厘 就差之千里 行了 我们赶紧拿上东西 赶紧走吧 陆宇说了一声之后 两人就出发了 时间也是一分一秒的流逝 很快 两个小时的时间就过去了 此时夕阳的余晖 也将整片岛屿全部覆盖 透过茂密的灌木枝叶 可以依稀看到一些金黄色的光运 这也就意味着天马上就要黑了 夜幕即将降临 如果继续赶路的话 显然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此时 热巴的心里也越发地紧张 虽然在这片岛上 已经生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但每天晚上 都是在庇护所中睡着的 这突然找不到庇护所 心中总有一种莫名的紧张感 看样子 顶多在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夜幕就彻底降临了 到时候 如果继续前行的话 方向很容易会发生偏差 到时候 可能会和庇护所背道而驰 算了 我们今天就先在这里休息吧 抬头看了看那些被夕阳 照射成浅金色的树叶 陆宇也是下定了决心 如果继续赶路的话 迷失方向的可能性会变得很大 他们可能会越走越远 所以 就地扎营是最稳妥的选择 虽然晚上可能会很冷 甚至周围可能会有一些潜藏的危险 但至少比继续走下去 要好得多 大不了就是 今天晚上不用睡觉就行了 嗯嗯 那我们就在这里将就一晚吧 热巴也是认同地点了点头 现在丛林中的可见度 已经很低了 他们之前留下的那些记号 和踩踏过的痕迹 已经变得模糊了起来 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 确实会有迷路的风险 到时候 不仅回不到庇护所 指不定会走到什么样的地方 走 去那边 那边那根横木 好像蛮适合做临时庇护所的 陆宇看了看不远处 有一颗大型桥木横倒在那里 因为坡度的原因 下面流出了一大块空隙 这种地方对于荒野求生者来说 就是一个天然的临时庇护所 只要在横木两边 搭上一些树木和树叶 就能形成最简单的庇护所 因为现在距离夜幕降临 最多也就只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想要搭建好一点的庇护所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所以 今天晚上只能将就 两人赶紧走了过去 热巴开始到周围捡一些干柴 进行深火工作 而陆宇则是拿着柴刀 准备搭建庇护所 短短十分钟的时间 热巴就已经升起了火堆 这就是打火机的好处 如果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中 想要钻木取火的话 那几乎就是在吃人说梦 有了一堆火之后 两人心中的安全感 也是蹭蹭蹭地上涨 仅仅半个小时的时间 陆宇也已经搭好了 简易的庇护所 因为这种庇护所 桥木的两边 再铺上一些阔叶和枯叶 就可以了 只要不下雨的话 将就一个晚上 是完全没问题的 随后陆宇又把 简易庇护所里面的枯叶 和杂草清了清 这种地方虽然很适合 作为临时庇护所 但同样也受到了 很多生活在阴暗中的 小动物的喜爱 比如象蛇 又或者蜘蛛 毒虫什么的 杂草和枯叶 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 然后陆宇又在里面 铺了一些阔叶 这样的话 休息起来稍微舒服一点 呼 终于完成了 这个简易的庇护所 今天还真是够狼狈的 好了 今天一天你也辛苦了 先坐着休息一会 我给咱们做点东西吃吧 看着满头大汗的热巴 陆宇笑着开口说道 虽然此时 他们的情况并不好 但也需要笑着面对 毕竟 不管是笑是哭 日子总是要过的 一天还是24个小时 所以 在这种糟糕的境遇中 更要学会调节 自己的情绪和心态 没事 我不累的 不过说起来 你的那种按摩手法 真是太神奇了 我今天走了这么远的路 而且回来的时候 也扛着那么多的东西 现在居然一点都不感觉到嘞 我甚至有点 怀疑 你是不是偷偷地 给我用了神丹妙药 热巴摇了摇头 随后有些怀疑的问道 如果换作是以前 走今天这么多路的话 到现在 肯定累得腰酸腿疼 可是 自从陆宇帮自己按过膜之后 现在居然感觉不到任何疲惫 这确实有点太神奇了 我的灵丹妙药 不是光明正大的 送到你的身体里面了吗 足足有几颗那么多呢 这么快就忘记了 陆宇脸上露出了一抹坏笑 然后压低了声音 对着热巴说道 听闻这话 热巴顿时翘脸一红 你 坏蛋 谁跟你说这件事情了 哼 不和你说了 随后 陆宇在油棕树果实中 挤出了一些油 虽然不是很多 但至少可以把今天抓到的 那些小可爱烹饪一顿了 呲啦啦 伴随着刺耳的响声 无数的小可爱 在锅里面乱蹦乱跳 好像很喜欢这种 被油尖的感觉 而看到这一幕之后的热巴 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难道今天的晚餐 就只有这点东西吗 那自己到底还要不要吃了 如果不吃的话 实在是太饿了 可如果吃这种东西的话 实在是有点难以下咽呀 更重要的是 自己之前就非常傲娇的 表示不会吃这种东西的 就算是饿死 也不会吃的 哎呀 真是可惜了 没有之前把庇护所里面的 生姜和辣椒拿过来 看着锅里面 正在炒制金黄的小幼虫 陆宇叹息道 如果能够加一些生姜和辣椒圈的话 那么味道一定是非常不错 不过还好出门的时候 拿了锅和盐 不管是什么样的食材 只要加点盐的话 味道都会非常的不错 炒了五六分钟之后 那些幼虫已经全部炒至金黄 看上去跟蚕蛹一样 确实有种让人胃口大开的感觉 尤其是今天一下午都在赶路 不断地消耗体能和身体中的能量 现在饿得鸡肠碌碌了 确定所有的幼虫都炒熟之后 陆宇把这些幼虫放到了一片阔叶上 随后鼻子凑近使劲地嗅了嗅 嗯 真香啊 真是美味啊 味道确实非常的好闻 当然 这股味道主要是棕绿油的味道 这东西真的能吃吗 热巴有些嫌弃 又有些怀疑地看着陆宇 随后又看了看树叶上的幼虫 我先尝尝 看能不能吃 陆宇直接拿起了一个 丢进嘴里之后 咀嚼了起来 因为它炒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这些幼虫基本上吃起来 都是酥酥脆脆的 这些幼虫的味道 居然还带着些许的甜味 甚至比之前吃过的野鸡肉 还要更好吃一些 这让陆宇确实感觉到 有点意外 咦 真的很好吃 而且是意料之外的好吃 你也尝尝吧 品尝了一只味道不错之后 陆宇赶紧对热巴说道 这一次 他确实没偏热巴 而是真的好吃 或许是饿了一天的原因吧 又或者是棕绿油比较香的缘故 我才不信呢 你还是自己吃吧 显然热巴 还是有点突破不了自己的心理防线 虽然幼虫已经被榨至金黄了 但是脑海中总会冒出那种蠕动的画面 行吧 那等我吃完之后 一会再帮你找点吃的 看到热巴这样的表情 陆宇也不再强求 因为这种东西 不管有多美味 总会有人接受不了的 这种感觉 就像是有些没有恐高症的人 实在很难理解恐高症患者的感受一样 陆宇一个又一个地吃了起来 明明是一些看上去很反胃的小虫子 可是却是让他吃出了小零食的感觉 热巴使劲地蠕动了一下喉咙 看着陆宇吃得这么带劲 好像感觉真的很好吃的鸭子 只要能够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 应该是不错的美食吧 热巴 你怎么这么胆小啊 连这种东西都不敢吃 这还怎么跟着陆宇继续下去 一定要突破自己的心理防线 就当成是在拍戏好了 热巴紧紧地握着自己的拳头 心中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 只要把吃虫子当成是在拍戏 那么以自己敬业的精神 肯定可以吃下去的 拼了 别吃完了 给我留几个 经过一番心理斗争之后 热巴也终于下定了决心 首先 自己现在确实感觉很饿 而陆宇又吃得那么香 这就让他感觉到更饿了 再加上要强的他也不想 被陆宇看不起 不就是几只小虫子吗 直接咽下去不就好了 啊 你不是刚才说你不吃吗 陆宇有些惊讶地盯着热巴 因为这种东西 确实有部分人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这和胆大胆小是没有关系的 就和有些人天生很害怕 老鼠和蛇是一样的 而有些人 就是很害怕 这种蠕动的东西 所以陆宇才没有强求热巴 不 我又想吃了 热巴说完之后 直接拿起了一个丢进嘴里 嚼都没嚼 就直接咽了下去 双眼紧闭 眉头紧锁 那五官表情 可谓是争宁到了极致 就好像是生吞了一坨屎一样 你这样的吃法 可是在浪费美食 这样什么味道都尝不出来 来 像我一样 放进嘴里慢慢咀嚼 细细品尝 你会发现 这东西 其实比鸡肉更好吃 陆宇一边说着 一边亲自做起了示范 看着陆宇说得那么认真 热巴也选择 相信陆宇 随后又拿起一个放进嘴里 这一次 并没有着急着吞下去 而是紧闭着双眼 五官扭曲地嚼了嚼 突然发现嘎嘣脆 而且伴随着一股香味 好像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吃 随后又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慢慢地咀嚼品尝了起来 咦 怎么回事 好像真的很好吃啊 仔细品尝之后 热巴也感觉 味道确实比野鸡肉更好 很鲜美 而且没有想象中那么多汁 可能是因为 炸的时间太长的原因 有种吃薯片的感觉 好吃吧 我就说了 我不会骗你的 陆宇笑了笑 随后继续吃了起来 热巴也不再客气 赶紧我嘴里送了起来 这东西 还真是越吃越上头 而此时直播间的网友 也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果然 静泽兄的真香定律 适合每一个人 最后果然还是真香了吗 这东西 真的很好吃吗 看热巴和陆宇吃得这么带劲 我都有点想尝试一下了 作为一个过来人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 这东西炸过之后 确实很好吃 请问这东西能网购吗 明天买点尝尝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陆宇和热巴 已经把所有的小幼虫 都消灭殆尽了 热巴还有点意犹未尽地 缩了缩自己的手指头 陆宇 这东西吃起来 真的太上头 要不我们明天回去的时候 再弄一点回去吧 到时候闲暇时光 可以当零食 打打牙记 热巴看着陆宇说道 哈哈 行行行 陆宇只能笑着点了点头 热巴这态度的转变 实在是太快了 陆宇 我还有点没吃饱怎么办 肚子感觉还是空空的 早知道刚才的虫子这么好吃 我就多吃点了 热巴揉了揉自己平坦的肚子 对着陆宇撒娇地说道 如果是以前 他绝对不会对一个男生撒娇的 但是现在两人的关系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最初的朋友 发展到了热恋中的情侣 所以作为情侣 自己在陆宇的面前撒撒娇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要不我再去周围找一些吃的回来吧 陆宇看了看四周 随后开口说道 不过这荒郊野外 乌漆摸黑的 想要找到吃的 确实不太容易 但如果热巴真的很饿的话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 出去找一些吃的过来 算了算了 我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希希 要是你一个人出去找东西的话 我很害怕的 热巴赶紧笑着说道 其实很多女生在这种时候 要的只是一个态度而已 说得更明白一点 就是TMD矫情 也并不是真正的想让陆宇 去给自己大碗上的找东西 看到陆宇这种态度之后 心里自然是美滋滋的 幸福感十足 那行吧 我再想想办法 如果晚上实在饿得不行的话 就只能吃树叶了 陆宇笑了笑 开玩笑地说道 其实很多树叶也是可以吃的 就是苦涩味比较重 所以有点难以下咽而已 啊 还以为你要给我找什么好吃的呢 我才不吃树叶呢 本来刚才人家还挺感动的 热巴也假装给了陆宇 一个大大的白眼 不过一顿不吃 也没什么问题 大不了就是各一个晚上 等明天天亮之后 随随便便都能找一些吃的 哈哈 好了好了 明天一定找好东西给你吃 今天晚上就先坚持一下吧 说实话 这大碗上的 真的很难找到食物 毕竟今天转悠了一天 也只是找到了一些 蠕虫和野菜而已 大碗上的这种东西 更加的难找 嗯嗯 那晚上 你一定要抱紧我睡 不然的话 我害怕 热巴继续撒娇地说道 如果在庇护所里面的土炕上的话 倒也不会感觉到害怕 但是这种简易的庇护所 睡在里面 总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压抑 甚至看着 都感觉到不太舒服 所以 他肯定要陆宇抱着睡 那是自然了 就算是你不让抱 我也要抱着睡 陆宇理所当然地答应了下来 主要还是 现在晚上的 温度会很低 自己临时搭建的这个简易庇护所 虽然能够挡风 但挡得不多 所以 晚上肯定会非常冷 两个人抱着睡觉的话 至少能暖和一点 又是简单地聊了一会儿之后 陆宇和热巴 也准备睡了 今天一天走了很多路 而且只吃了一些小虫子 根本就没有吃饱 如果再聊下去的话 肚子会越来越呃 唉 系统之前奖励的运气 好像在今天没有发挥作用 如果真的能够发挥作用的话 就让我今天再意外获得一些食物吧 感觉到腹中空空 陆宇也只能在心中祈祷 刚才上了个厕所之后 吃的那些虫子 基本上被消化得差不多了 而且 那种东西虽然能够补充蛋白质 但是饱腹感实在是太差了 千万要记得啊 今天晚上要好好地抱着我睡 不能松开 明白了吗 临睡觉之前 热巴再一次对陆宇进行了提醒 首先 两个人抱着睡的话 会温度稍微高一点 现在已经感觉到 身上有点哆嗦了 其次 如果感觉不到陆宇的话 心里会很没有安全感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赶紧睡吧 陆宇笑着答应了一声 其实他已经把热巴 让到了距离火堆比较近的那边 虽然冷还是冷的 但至少能够稍微地缓解一些 陆宇从后面抱着热巴 今天晚上这样的环境 就连陆宇也没有了太多的冲动 好在系统之前 奖励了抗寒属性 所以对于陆宇来说 没有感觉到太冷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半个小时之后 热巴也开始进入了 半梦半醒的状态 迷迷糊糊中 他突然感觉到 身后有一个非常奇奇怪怪的东西 温度很凉 还在蠕动 陆宇 别闹 这种环境中 我没那个心情 我刚刚都快要睡着了 热巴慵懒的声音响了起来 啊 什么 我怎么了 同样刚刚快要睡着的陆宇 睁开了双眼 一脸的猛逼 他刚才可是老实了很呢 什么事情都没干啊 而且在这种环境中 他也没有多余的想法和冲动 热巴就是突然说梦话了吗 哼 又装起来了 热巴只能有些无奈地说道 这家伙装枪做事的本领 真的是越来越强了 不过这冷冰冰的触感 好像不像是陆宇身体温度 我 我装什么了呀 我刚才一直很老实 啥也没做啊 听到热巴认真的语气之后 陆宇先是一脸猛逼 随后似乎反应过来了 热巴在描述什么事情 随后赶紧顺着热巴的手臂摸了下去 下一秒 他也感受到那种冰冷的触感 蛇 那种冰凉的触感 让陆宇瞬间有些寒毛直竖的感觉 同时心中也是顿时出现了蛇的画面 一条会如冻 冰凉凉的 除了蛇 不会是其他的生物 因为蛇本身就是冷血动物 所以 这种冷血动物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体温的 想到这里之后 陆宇直接一把将蛇给抓了起来 随后赶紧对着热巴说道 赶紧起来 是蛇 听到陆宇的声音之后 原本还迷迷糊糊的热巴瞬间清醒 啊 什么 蛇 整个人撑着一下就坐了起来 随后惊恐地叫了起来 就说刚才的触感有点不太对劲 而这时候 陆宇已经摸索着一把抓住了蛇头 蛇的身子也是顺势盘在了陆宇的胳膊上 卧槽 吓老子一跳 难道这他妈就是我祈祷之后系统给我的食物吗 太尼玛变态了吧 大晚上的 要吓死个人 陆宇赶紧把蛇拎了出去 此时 热巴被吓得有些瑟瑟发抖 面色惨白 要知道蛇这种东西 有些人天生就非常的恐惧 尤其是热巴刚才好像还抓在手里了 现在回想起来 越想越害怕 要是不小心 直接把手指伸到嘴里的话 不就直接领盒饭了吗 好了好了 别害怕 我已经制服这玩意儿了 陆宇赶紧把蛇拿到火堆旁边 瞧了一眼 个头还挺大的 粗略的估计 应该可以让两人美美的饱餐一顿 怎么又碰到这东西了啊 上次就把人吓了个半死 这一次 居然直接爬到我们身边来了 热巴一脸惊恐地看着那条蛇 完全有陆宇的小可爱那么粗 粗略的估计 应该至少有一米五那么长 这种东西 就算是白天看到 都会吓得人魂不附体 更何况是晚上 他感觉自己的三魂七魄 都被吓走了一大半 可能是因为我刚才在心中 祈祷给我们一点食物 然后食物就主动跑到我们身边了吧 看着热巴 还是一脸惊恐的模样 陆宇开玩笑地说道 此时稍微开个玩笑 也能缓解一下 这恐怖的气氛 你不会要把这条蛇吃了吧 这种东西 我可不敢吃 万一吃了中毒了怎么办 热巴连连摇头 赶紧表示自己 绝对不会吃的 虽然现在肚子确实很饿 但是要让自己吃蛇肉 他还是无法克服心中的恐惧 而且 他从小就害怕蛇这种东西 在他看来 两种动物是非常可怕的 一种是无足的 一种是多足的 一想到自己刚才 把他直接捏在了手里 那种恐惧的感觉 就一下子从脚底板 窜到了天灵盖 不用怕 这只是一条普通的王警蛇而已 王警蛇是没有毒的 而且就算是毒蛇 只要把头砍掉的话 就没什么问题 陆宇依旧是笑着安慰道 要知道 蛇这种动物 在荒野中 可是绝对的美味 不仅可以包蛇羹 同时可以制作烤蛇肉 尤其是 对于他们这种 饿肚子的求生者来说 而且这条蛇这么肥 吃起来肯定很呆劲 我不管 反正就算是无毒的蛇 我也不会吃的 这一次我坚决不吃 就是打死我 我也不吃 热巴再一次傲娇地说道 不过看到陆宇脸上的笑容之后 之前心中的恐惧 也在一点点的消散 虽然刚才看到蛇的时候 确实非常的害怕 但是他感觉 只要有陆宇在身边的话 好像什么东西 就都变得没那么害怕了 就好比之前的黑熊一样 好好 你不想吃的话就算了 不过这样的美味 我可不想放过 陆宇依旧是浅浅地笑着 说了一声 随后直接拿起柴刀 手起刀落 下一秒 王井蛇直接伸手一触 身体蠕动得更剧烈了起来 至于头 陆宇则是直接埋到了土里 虽然王井蛇属于无毒蛇 但是万一被咬到的话 还是有感染的风险 因为蛇的牙齿和口腔里面 有很多的细菌 没有任何人希望被蛇咬到 就算是无毒蛇 也同样如此 将蛇的头剁掉之后 陆宇又包去了蛇的蛇皮 上面撒了一些盐巴 然后找了一块阔叶 把蛇肉包裹了起来 接下来 就是在火堆下面 挖一个浅坑 把用阔叶包好的蛇肉放在里面 再把火堆移回原位 这样的话 可以通过火堆的温度 把蛇肉给烤熟 到时候也不至于太焦 营养也不会流失太多 原本两人都是昏昏欲睡的 但经过刚才的事情之后 现在已经睡意全无 尤其是热巴 总感觉现在有无数的蛇 就在自己的身边 阴森森地盯着自己 甚至感觉随时随地 好了好了 别害怕了 这种王警蛇的领地意识很强 一般来说 都不会成群结队的出现 除了交配的季节之外 王警蛇一般都不会聚集在一起 所以这边现在没什么危险了 看着热巴害怕的模样 陆宇只能笑着安慰到 虽然话是怎么说 但心里的那种感觉 却并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平息的 两人就这样坐在火堆旁边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 陆宇一开了火堆 然后把包裹在阔叶里面的蛇肉 取了出来 烘烤之后的肉发出了淡淡的肉香 打开阔叶 里面的蛇肉白花花的 显然已经是烤熟了 你 你真的要吃这种东西啊 看上去好可怕呀 虽然蛇已经被包掉了蛇皮 只剩下白花花的蛇肉 但看到这种歪七扭八的东西 脑海中会瞬间浮出蛇土性子的模样 当然要吃 这可是非常不错的蛋白质来源 而且现在这只是一坨肉而已 你把它当成辣条就可以 根本就没什么好害怕的 陆宇理所当然地点了点头说道 在上一世荒野求生的过程中 他也吃过不少的蛇肉 甚至就算是一些毒蛇的肉 也没少吃 所以根本就不会害怕 辣 辣条 热巴有些惊讶地看着陆宇 把蛇当成辣条的 除了平头哥之外 陆宇这家伙应该是第一人吧 至少在他的心中 陆宇应该是第一人 因为自己身边的人 可没几个是喜欢吃蛇肉的 嗯 就是辣条 只要你把它当成辣条的话 味道就非常的不错 来 还是尝尝吧 既然是荒野求生 那我们自然要品尝不同的食材 陆宇坚定地点了点头 随后撕下了一块肉 递给了热巴 他们两个一路走来 之所以这么顺利 主要还是陆宇觉醒了系统的缘故 如果没有觉醒系统的话 在荒野中 能够吃到如此美味的蛇肉 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事情了 甚至很多荒野求生者 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 就算是强如德爷和贝爷这样的存在 如果在荒野中 能够碰到这么大的一条蛇的话 都会兴奋地发出 Gigi的笑声 热巴看着蛇肉 五官非常的扭曲 神色有点凝重 似乎非常的纠结和犹豫 在参加荒野求生之前 他可从来没想过 自己会吃蛇肉 可是他也知道 情况和情况是不同的 在这种荒野中 有肉吃 就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 根本就没有资格 去挑剔到底是什么肉 只要吃了不会中毒 那就不应该挑剔 纠结了片刻之后 热巴只好接过了陆宇手里的蛇肉 陆宇也撕下一片 放进嘴里 说实话 没什么特殊的味道 就是有点柴 但好像能够填饱肚子 而且还能够提供不少的蛋白质 热巴也是先浅尝了一口 感觉味道好像还挺不错的 虽然有点柴 但是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恐怖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吃 怎么样 味道还不错吧 看着热巴慢慢的 肆无忌惮地吃了起来 陆宇笑着问道 其实蛇皮也是可以吃的 而且蛇皮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 吃的时候口感更好 他之所以把蛇皮扒掉 是因为他怕热巴有点难以接受 所以最终也只能把蛇皮给丢掉 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求生的话 蛇皮这种美味 自然是不能放过的 嗯嗯 还可以 肉很有筋道 吃起来就像是嚼像皮筋一样 热巴点了点头说道 其实他也逐渐地发现 只要能够克服心中的恐惧 这些东西吃起来 其实都还不错 就像之前的蠕虫一样 味道非常的完美 就是不知道自己吃了蛇肉 算不算饭的禁忌 罢了 反正自己是在荒野求生 想要在这里坚持下去 那就必须要把求生放在第一位 半个小时之后 一条王井蛇被两人吃的只剩下骨架 哥 鹿鱼也是忍不住打 乐个宝格 随后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说道 真是太美味了 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蛇肉了 而且肚子也吃饱 今天晚上应该能睡一个好觉了 看到满脸满足的鹿鱼 热巴说道 睡 就这种环境 你现在还能睡得着吗 要是睡着之后 晚上再出现一些毒蛇 钻进裤子 咬住小昆昆怎么办 热巴问出来的问题可谓刁钻至极 不过他也是刻意地压低了生意 所以这样的对话 自然不可能被直播间的网友听到 否则的话 那些LSP估计又得兴奋起来 这大半夜的兴奋 对于那些LSP的身体健康可不太友好 卧槽 无情 听到热巴如此刁钻的问题之后 鹿鱼也是大呼一声无情 这家伙思考问题的角度 总是这么刁钻 估计是他怕蛇通过一些特殊的渠道 钻到自己的身体里吧 不过平定了心绪之后 鹿鱼还是淡定地说道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你以后可就糟糕了 我 对啊 可不就是你吗 两人简简单单的几句对话 热巴觉得 鹿鱼这家伙又开始跑高速了 玩归玩闹归闹 不拿生命开玩笑 热巴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 也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 所以要再一次 好好地清理一下庇护所 顺便看看周围的环境 要确保周围 没有其他的蛇才能入睡 就算是这些无毒蛇 要是不小心被咬上一口的话 是有很大的几率会感染细菌的 或许在都市中 感染一些细菌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在这种荒野中 没有抗生素和消炎药的情况下 情况还是很危险 随后 鹿鱼制作了一个简易的火把 在庇护所里面查看了一番 里面并没有发现其他蛇的踪影 庇护所的树干树叶上 同样没有发现异常 周围也是空空如也 这时候 鹿鱼才放心了下来 好了 现在周围已经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不会再有蛇出现了 我们等会就安心地睡吧 查看完四周的情况之后 鹿鱼对着热巴说道 这时候热巴也才安心了很多 对了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 可以让我们睡得更舒服一点的方法 鹿鱼突然想起了一个办法 可以给庇护所里面升升温度 这个方法其实非常的简单 很多荒野求生者 在寒冷的夜晚也会用到 就是先把睡觉的区域刨开一个坑 或者是刨开几个小区 然后把烧了一半的柴火放进里面 让柴火充分地燃烧一段时间 这样周围的土壤就会变得干燥 能够很好地提升温度 然后等柴火烧得差不多的时候 直接用土埋起来 这样柴火还有余温 可以再一次提升小范围内的温度 这个原理其实和土炕或者地暖是很相似的 但问题就是柴火无法与空气进行充分接触 所以埋起来之后就不会继续燃烧 温度降得也会比较快 不过这样操作一下 至少比之前睡下去要舒服得多 潮湿的感觉也会减缓很多 一番操作之后 要是半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 此时已是午夜时分 哇 果然温暖高了很多呀 有这样的办法不早点说出来 热巴试了试地面的温度 暖哄哄得很舒服 这不是刚刚想起来吗 事情一多就容易忘记 陆宇只能笑了笑说道 随后两人躺下之后 很快就睡着了 因为这种暖哄哄的感觉 是非常有助于催眠的 凌晨四五点的时候 陆宇感觉到热巴被动得瑟瑟发抖 也只能赶紧把自己的冲锋衣脱下来 盖在热巴的身上 因为之前系统给自己奖励了抗寒属性 虽然只是加一 但是抗寒属性却比一般人要强得多 尤其是自己使用了四份身体强化剂之后 身体早就已经比普通人结识得多了 所以这样的温度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清晨天蒙蒙亮的时候 两人很早就醒来了 昨天晚上睡得其实并不好 一来是因为蛇出现的缘故 二来是因为晚上的温度确实很低 睡着睡着就被冻醒了 这一晚总算是过去了 以后我再也不要离开我们的庇护所了 在这种地方睡觉 实在是有点太煎熬了 打了个哈欠之后 热巴坚定地表示 这鬼地方和他们的庇护所比起来 简直太不舒服了 好好好 我们收拾一下 赶紧回去吧 起身之后 陆鱼也是赶紧收拾他们的东西 两人各自背起一个被篓之后 就快速地朝着庇护所的方向走了过去 一个多小时之后 终于回到了庇护所 还好 庇护所里面并没有发生其他的事情 也没有其他野兽来过的痕迹 因为大洋哥和小洋帝 还在悠哉悠哉地吃着草 啊 家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 看着他们的砖瓦房 热巴第一次感觉到如此的亲切 好了 洗漱一下 你给咱们做点早餐 我开始制作一些工具榨油吧 虽然回到了庇护所 但现在可没办法闲下来 因为要做的事情 还有很多 其中提炼棕驴油 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嘞 早餐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热巴也是赶紧点了点头 陆鱼也着手开始准备提炼棕驴油的工作 在没有专业工具的情况下 提炼棕驴油还是相当消耗时间的 首先就是要对这些果子进行清洗 清洗之后就是蒸煮 至少要蒸煮两个小时以上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够让这些果实软化 到时候磨的时候更轻松一点 他们收集的果实比较多 而他们的锅只有一个 所以这样的操作需要重复很多次 估计一天之内是无法完成的 不过回到庇护所之后 他们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事情了 时间比较充足 因为食物还剩下很多 以前的烟熏熊肉还剩下一部分 还有大量的烟熏鹿肉 就是现在碳水化合物已经没有了 看样子把棕驴油提炼出来之后 就必须要再去寻找一些 能够提供碳水化合物的根系植物了 比如在这些荒岛上比较常见的木树 野山药 芋头等等的根系植物 只要细心和耐心寻找的话 就一定能够找到这些东西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转眼之间就已经到了下午五点多 不过棕驴树果实的蒸煮工作 还没有完成 还剩下一小部分 估计今天晚上是很难全部弄完了 还需要明天一整天的时间来完成 而此时在第83组 这一组的求生选手是岗门偏左和邵嘉义 这个叫做岗门偏左的选手 并不是窝国的选手 而是在窝国打过几年的功 然后就毅然决然地 给自己换了一个窝国的名字 回国之后 不断地感叹窝国的好 什么窝国人的素质比较高 什么窝国的小学生主动排队 什么窝国的大街小巷 都看不到垃圾之类的话 甚至还在网上发表了不少这样的言论 也不知道 这种狗东西 到底是怎么有这么好的运气 能够被节目组选中 至于那个邵嘉义 虽然没有出过国 但是对于泡菜国的文化极为欣赏 也不知道 泡菜国的那些不要脸的强盗 到底有什么文化 居然值得一个有着5000年 文化底蕴的国人 欣赏他们的文化 可以说 让这两个人组队到一起 妥妥的 就是蛇鼠一窝 臭味相投 而此时 他们两人的直播间 也只有区区20万的 在线观看人数而已 这点人数 连其他直播间的一个零头都比不上 当然 主要原因 还是很多观众翻出了这些选手以前的资料 了解到他们的过往之后 自然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关注他们 当然 这个社会 也从来不缺乏奇葩 就算是再毁三观的主播 都会有人关注 没办法 人口基数大了 就是会出现这样的害群之马 虽然这两个人 凭着狗屎运 坚持了将近50天的时间 不过现在他们的情况可并不好 已经足足两天 没有找到食物了 只能靠一些野菜 进行冲击 而此时 他们的情况更加的糟糕 港门修 你看地上的这个大脚印 是不是狗熊的脚印 就在两人在一滩水洼地带寻找食物的时候 邵家义突然发现 眼前一行很大的脚印 这些脚印 看上去非常像是熊的脚印 而且在之前 他们也在这片区域 发现过熊的粪便 有可能 这些脚印 确实很像是熊的 看来这片区域非常的危险 我们必须要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港门偏左 也是神色紧张地回答道 之前他们就在这片区域 发现过大型动物的粪便 但是为了能够坚持到三个月 拿到五百万的奖金 两人也是硬着头皮在坚持 因为拿到五百万之后 他们就可以移居到他们喜欢的国家 为了这个目的 就算是现在吃再多的苦 经受再多的恐惧 也是值得的 至少在他们看来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当然 向往最喜欢的生活方式并没有错 但是 对于这两个国家 很多国内的网友 确实没有任何的好感 好好 如果这片区域这么危险的话 我们必须要赶紧转移阵地 如果再过两天找不到食物 我们就不得不离开了 虽然奖金确实很诱人 但是我可不想 把自己的命留在这里 邵嘉义也是满脸慌张地说道 赚钱的方式有很多种 没必要非要选这条死路 交代两人刚刚转过身 准备回去的时候 沙沙沙 后方茂密的丛林之中 突然响起了沙沙的声音 这是 不 不会吧 我们的运气 应该不会这么差吧 听到那沙沙的声音 看着草丛中的动静之后 两人情绪瞬间紧张到了极点 好 就在此时 伴随着一声愤怒的咆哮 下一秒 一道黑色的身影 直接出现在了两人的面前 而与此同时 二十万观看人数 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 都是一脸猛逼 精神的画面刚刚要开始 搞这出 这是怎么回事啊 突然断网了吗 刚才草丛里面窜出来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难道真的是狗熊吗 不可能吧 节目组要是有点脑子的话 应该不会把选手 放到这么危险的地方吧 怎么会不可能呢 之前第三直播间的陆宇他们 就遇到了黑瞎子 卧槽 这岂不是说 他们两个要凉凉了吗 看情况 应该是这样的 真是普天同气 大家造起来 直播间的弹幕 一波接着一波 而很快 直播间的评论和弹幕 就被关闭了 然后直播间也出现了一行字 因为系统原因 该直播间同时在线观看人数太多 导致服务器瘫痪 我们正在拼命抢修中 信息持续了五秒钟的时间 整个直播间便瞬间关闭 而节目组这种牵强的解释 肯定是没有任何人会相信的 要知道 现在还剩下的13个直播间里面 第83号直播间是人数最少的 人家第三直播间的同时 在线观看人数几乎达到了2000万 而这边只有20万出头而已 怎么可能会因为同时在线人数过多 导致服务器瘫痪了 这显然是骗鬼的鬼话 但是怀疑归怀疑 却没有任何人有实质性的证据证明 节目组在说谎 其实直播间大部分的网友 都觉得这两人大概率是已经领盒饭了 要知道普通人的戾气在黑瞎子的面前 简直不值一提 亚成年的黑瞎子都能轻轻松松的一巴掌 就能把人的头盖骨给喷碎了 而且那两个人只拿着一把小砍刀 这种东西没有足够的力量的话 估计连黑瞎子的皮都划不开 除非是陆宇那种顶级大佬 不过现在直播间已经及时关闭 所有人没看到任何的画面 所以他们也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 这两个人被黑熊给干掉了 而且大部分的网友也懒得躺这样的浑水 反正这个直播间 关闭去看其他直播间就行了 既然这些选手们 一个个都想拿添加的奖金 那么机遇和危险往往是并存的 如果没有危险 只是去这些岛屿上度假的话 节目组又怎么可能开出那么高的片酬呢 20万网友很快就融入了其他直播间 就那两位选手 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具体遭遇了什么 又发生了什么 在这人情味并不是特别浓的现实社会 没有多少人会去关注那些幸运的选手 时间流逝 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而到第二天下午4点的时候 陆宇和热巴才把棕榈油全部都榨了出来 棕榈果子出油率还是蛮高的 他们得到的棕榈油 足足有四个竹筒那么多 如果省着点吃的话 应该能够使用蛮长一段时间 陆宇 现在我们动物油和植物油都有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呀 把所有的棕榈油都提炼出来之后 热巴也是开口问道 没有太多的荒野求生经验 所以做完一些事情之后 会很容易没有头绪 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 今天时间已经不早了 我们就暂时不出去了吧 要是像前天一样被困在其他地方的话 还是蛮糟糕的 等明天了 我们就去找一些碳水化合物 陆宇想了想 开口说道 有了前天的教训之后 他也不愿意再在下午出去寻找东西了 因为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走得太远 到时候折回不到庇护所 所以去其他地方寻找物资这种事情 还是要在早上出发 嗯嗯 也对 热巴也是赶紧点了点头 说实话 自己庇护所的土炕 可比外面随便搭建的庇护所舒服多了 其实 如果不是物资 缺乏的话 他还真的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庇护所 天气现在已经慢慢开始转凉了 洗澡的时候 水很容易变冷 这样的话会加大我们感冒的几率 所以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如果我们能够 做一个加热浴缸的话 可能会解决这些问题 陆宇转过头 对着热巴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其实这件事情 他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想了 因为天气在逐渐转凉 他们不知道 还要在这里生存多长时间 才能够取得最终的优势 所以 之前弄的洗澡间 已经有点不太适合洗澡了 尤其是晚上洗澡出来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冷 时间一长的话 肯定会感冒的 但是如果能够造出一个可加热浴缸的话 那么就非常的舒服了 这样可以舒舒服服的在里面泡澡 什么 你是说 我们还能造出来可加热的浴缸吗 这怎么可能 我们根本就没有那些材料 听到陆宇的话之后 热巴表现得非常惊讶 虽然听到可加热浴缸这几个字之后 很兴奋 但同时他也知道 想要造出这样一个浴缸 绝对没那么简单 其实也没那么难 我的心里已经有了大概的思路和想法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能成功的 陆宇显然早就已经开始想这件事情了 所以表现的也是胸有成竹 虽然在这种荒岛上 资源并不腐柔 尤其是想要建造浴缸这种事情 对于很多人来说 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但陆宇觉得 这样的事情完全值得一试 而且成功的几率应该不会太低 真的能够成功吗 如果你真的能够建造出一个加热浴缸的话 那我就好好地奖励你一下 热巴非常认真地说道 现在晚上洗澡 确实有点冷 而且出来之后会被冻得瑟瑟发抖 如果陆宇能够建造出可加热浴缸的话 那么自己就算是好好地为他服务 也是理所当然的 啊 就奖励一下吗 如果能够多奖励几下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开始行动了 陆宇脸上露出了一抹坏笑 调戏地说道 好 那就多几次吧 热巴也是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看样子 一个加热浴缸 对他来说 确实有这么大的很大的诱惑力 成交 两人也是一拍即合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庇护所的东西之后 陆宇和热巴拿上了杯兜 再次前往那些白蚁的巢穴 这些粘土可是非常细腻的 加上一些草木灰混合之后 效果非常的不错 所以 完全可以用这些混合粘土 涂抹浴缸的内壁 当然 如果再能够找到一些石灰岩的话 那么效果就更好了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之前那片白蚁巢穴的地方 那些白蚁们看到这两个土匪的到来 也是瞬间变得警惕了起来 上一次 就是这两个土匪来了一套之后 他们的家就莫名其妙地没了 所有的白蚁都做好了殊死搏斗的准备 不过陆宇一脚下去 战斗瞬间结束 随后两人又是直接端掉了三四个白蚁窝 林原垢满载而归 回到庇护所之后 把所有的粘土都倒在地上 全部都敲碎 记得步骤就和上次烧制淘气的时候是一样的 一定要尽可能地细腻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不会出现开裂的情况 把粘土带回庇护所之后 陆宇也是给热八交代了一番 嗯嗯好交掉吧 你现在背背都准备要去干嘛呀 热八赶紧点了点头 随后好奇地开口问道 现在粘土也有了 难道还要准备其他的东西吗 我去小溪边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石灰岩 如果能够找到的话 浴缸会搭建得更加结实 陆宇说了一声之后 就背着背都朝着小溪的方向走了过去 石灰岩的形状和颜色都是各有不同的 在这种小溪边应该能够找到 不过一定要仔细地观察 因为经过这些吸水的冲刷之后 很多的石灰岩长得跟石头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但是石灰岩的硬度却比石头要小得多 经过一番仔细地探查 陆宇很快就找到了不少的石灰岩 装了半杯斗 然后拿回了庇护所 这些石灰岩要经过烧制之后 才能够烧成石灰 到时候可以加在粘土和草木灰里面 这样的话出来的粘土粘性会更好 把石灰岩简单地处理了一下 全部都砸成差不多拳头大小的小块之后 陆宇开始制作摇炉 因为烧制石灰岩的温度要求 还是很高的 如果温度太低的话 里面的石灰岩可能无法完全变成石灰 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 摇炉终于是制作完成 接下来就是把所有的石灰岩放在摇炉之中 然后加上干木柴 开始烧制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转眼之间已经到了晚上七点多 此时的夜幕已经完全降临 整个荒岛看上去都是乌漆抹黑的 陆宇 今天我们就干到这里吧 我稍微洗一下 然后开始给我们做晚餐 看着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 只剩下一团篝火 还发出光亮 现在做很多事情都有点不太方便了 因为天色太黑 这样做出来的活是比较粗糙的 好 陆宇点了点头 继续烧制石灰 反正只要不断地往里面加干柴就可以了 要确保摇炉里面的温度达标 简单地吃过晚餐 足足烧了四个小时之后 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了差不多五月十分 石灰的烧制也差不多完成 等里面的木材差不多充分燃烧殆尽之后 陆宇把摇炉的口全部密封起来 让石灰再在里面充分地闷一个晚上 等明天早上的时候 就可以拿出来投入使用了 辛苦工作了一天 晚上的时候已经是非常疲惫了 而热巴是一个非常守信用的人 今晚也是非常的主动 把陆宇给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使用了身体强化剂之后 热巴的身体素质果然好了很多 四日一早 陆宇早早地就起床了 然后赶紧打开了摇炉的封口 里面的木材已经完全烧成了灰烬 原本灰青色的石灰盐 此刻也变成了纯白色 而且更加的酥脆 只要稍微用力一捏 外层就能捏成白色的粉末 里面的石灰石稍微的坚硬一点 不过这无所谓 等会还要经过煮沸处理 把所有的石灰石 全部从摇炉中拿出来之后 放进之前烧制好的桃罐中 因为它们的锅有点小 如果要把这些石灰全部煮沸 变成石灰水的话 应该是要反复地弄几次 这样的话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 这时候热巴也洗漱完毕 开始继续昨天晚上没有完成的工作 而陆宇则是开始选择浴缸安放的位置 洗澡间隔壁有一处空地 这个地方应该比较适合安置浴缸 先在里面挖出一道横沟 前后是贯通的 左右两边还要泥上两条支撑浴缸的支架 因为这样生火之后 浴缸中的温度才能更均匀一些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用竹片编织出一个浴缸的形状 然后先用普通的粘土 在所有的竹片上里外都裹上一层 在浴缸的内壁 再均匀地铺上三四层完整的芭蕉叶 然后再次裹上一层粘土 这样也是为了更好的防水 芭蕉叶处于两层粘土的中间位置 所以就算是下面生火 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虽然想起来很简单 但是实际操作起来还是蛮麻烦的 光是用竹子编织浴缸的形状 就花费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活泥 然后一层一层地往上裹 这一来二去 又是五六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 不过好在浴缸的形状已经显现出来了 呼 终于搞得差不多了 搞这玩意还真是够累人的 看着模样出现的浴缸 鹿鱼也是长长地输了口气 现在大概的框架和模样已经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在浴缸的内壁和外层 都裹上一层混合泥 希望到时候不要出现开裂和漏水的情况吧 不过这种事情也无法百分之一百地保证 毕竟只是用简单的混合泥制作出来的 和那些考词的浴缸自然是无法相提并论 哇 看上去还挺像那么一回事的嘛 不过有个问题 我很好奇 难道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泡澡吗 这 露天的浴缸 对我有点不太友好吧 热巴看了看形状出现的浴缸 先是发出的惊叹 随后有些不解的问道 周围连个小竹屋都没有搭建 这要是泡澡的时候 不是全部被直播出去了吗 当然不是 等浴缸全部成型之后 我就在外面搭一个竹屋 不管怎么说 总不能便宜直播间的那些LSP吧 陆宇赶紧摇了摇头说道 如果只是自己泡澡的话 倒也无所谓 他们想看就看吧 大不了就当遛鸟了 但是热巴可不行 自己的女人 怎么能让直播间的网友 看个精光了 而听到陆宇和热巴的对话之后 直播间的观众则是有些坐不住了 卧槽 陆宇你是真的狗啊 你不知道独乐乐不如中乐乐吗 就是就是 看一眼又不会掉肉 我倒是觉得 露天浴缸是最美观 最时尚的 就这样吧 打什么竹啊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你们两个是一点都没有啊 陆宇这家伙真不是人 自己都把肉吃了 汤都不给兄弟们留一口 过分 实在过分 各位楼上的兄弟们 如此的大意凛然 可否众位嫂子洗澡的时候 和我视频 陆宇的做法 也是引起了直播间 大多数网友的不满 自己吃肉就算了 连汤都不给直播间的观众留一口 这实在是太小心眼 太过分了 时间快速地流逝 等浴缸全部完成之后 时间已经来到了第二天中午 浴缸的内壁和外侧 看上去都非常的细腻 感觉比纯水泥抹出来的 还要细腻 陆宇 我们的浴缸 现在算是已经弄好了吗 是不是今天晚上就可以泡澡了 热巴有些迫不及待地问道 虽然淋浴喷头洗澡也不错 但实在是太冷了 这样一个可以加热的浴缸 对于一个女生来说 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 还不行 浴缸里面还需要再桃花处理一下 而且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渗干 大概后天才能投入使用吧 陆宇摇了摇头说道 等完全晒干之后 可以先试试防水效果 如果不错的话 就可以正式投入使用了 就算是出现漏水的情况 只要漏得不大的话 倒是没什么问题 毕竟想要在这样的条件下 制作出一个完全不漏水的浴缸 这也有点太难为人了 嘻嘻 那也行 等两天也无所谓 热巴也知道 这种事情不能操之过急 随后也是开开心心地点了点头 反正两天的时间 对于他们来说 几乎是转眼即逝 好了 你先给咱们做点吃的吧 今天一天没吃东西了 还真是有点饿 陆宇对着热巴说了一声 这两天一直在忙浴缸的事情 都没怎么好好地吃东西 今天早上更是连早餐都没有吃 所以 现在已经感觉到鸡肠碌碌了 好 等着 今天给你做点好吃的 热巴也是自信地说道 而此时在另一边 自从李晨退出之后 吴京的运气 好像变得很差 前几天根本就没打到任何的猎物 只能靠一些野菜维持生存 前两天 刚刚收获了一只兔子 和一只野鸡 但现在已经吃完了 这将近二十天的时间 吴京已经受了十斤了 此时此刻 他甚至对自己 都产生了自我怀疑 难道自己之前生活得那么好 真的跟李晨有关系吗 唉 食物又吃完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再次打到猎物 看着眼前缩的金光的野鸡 和野兔骨架 吴京发出了感叹 这段时间 自己已经更换了 好几个庇护所位置了 可是 不管走到什么地方 资源都不是那么丰富 甚至很多地方 连野菜的数量跟种类都很少 这段时间 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的体重下降了很多 身体素质也下降了不少 刚上岛的时候 随随便便 在这种茂密的丛林中 穿梭个四五个小时 都不成问题 虽然感觉到很疲乏 但绝对不是体能的极限 但是现在赶一个小时的路 都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双腿发软 甚至两个胳膊都使不上力 他心里很清楚 身体出现这种情况 很有可能是身体中 血甲的含量降低了 因为长时间的 没有补充到含甲的食物 这种情况 还是非常危险的 一旦出现低甲血症 自己很有可能会完全失去行动能力 不及时补充身体中的假元素 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 而此时直播间的网友 也是非常心疼此时的吴京 好心疼京哥啊 明明都这么努力了 运气居然这么差 谁说不是呢 自从李晨退出之后 京哥已经先后更换了六次营地了 京哥比刚上岛的时候 瘦得多了 再这样下去 可不是什么明智的决定 看他现在走路 都有点轻飘飘的 总会给人一种 快要摔倒的感觉 京哥 实在坚持不了就退出吧 大家都看到你的努力了 其实吴京在这个时候退出 所有的粉丝还是能够接受的 因为他的身体 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显然比刚上岛的时候 要瘦得多了 整个人看上去 精气神都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而且 他的运气也确实够备的 换了那么多次营地 可每一次 都是资源比较平静的地方 就算是拥有着不错的狩猎技巧 但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呼 再去河边碰碰运气吧 如果这一次还是抓不到鱼的话 那么就只能选择退出了 吴京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自言自语道 虽然就这样退出 会让他感觉到非常的不甘心 但身体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现在走路感觉双腿都是软的 有时候早上起来 胳膊都酥软无力 如果真的在这种情况下 遇到狼群的话 那么绝对是非常致命的威胁 昨天他在河边布置了一些捕鱼陷阱 就看今天能不能抓到鱼了 如果能够抓到鱼的话 说明他还有继续生存下去的必要 如果抓不到鱼的话 那可能就是天意如此 自己真的没办法坚持下去了 扛着疲惫的身体 吴京走到了小溪边 水流还是那么轻 却看不到鱼儿的身影 随后走到了自己布置的 捕鱼龙陷阱那边 拿出了布置的三个陷阱 然后往处倒了倒 直倒出了两颗石头 连鱼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吴京的脸上居然出现了 释然的表情 呼 或许 真的要退出了 就这样吧 叹了一口气 苦笑一声之后 吴京也只好无奈地 拿出了卫星求救电话 过了一会之后 救援队的秦峰他们 很快就找到了吴京 秦队长 又要辛苦你们了 吴京有些尴尬的苦笑一声 早知道事情是这样的话 当时就应该和李晨一起下去的 秦哥你太客气了 这有什么辛苦的啊 你也不用难受 所有人都看到了你的努力与坚持 只能说 你的运气太差了 没有任何人质疑 你的求生水平和毅力 秦峰赶紧开口说道 能够在资源如此平静的情况下 坚持二十多天 已经值得人佩服了 看了那么多组选手 除了前两天 遇到黑瞎子的那两个 吴京的运气 应该是最差的了吧 唉 好了 我们走吧 吴京只能尴尬地笑了笑 伴随着直升机的轰鸣声 第二组的直播间也关闭了 现在只剩下了十一组选手 还在继续求生 其实 现在所有的求生者 生存了五十多天之后 面临的处境都不算太好 不管是有荒野求生经验 还是没有荒野求生经验的 对于很多参赛选手来说 三十天是一个过渡期 很多选手来参加这个节目 他们的目的就是 坚持到三十天 然后拿到第一波奖金 顺理成章地退出 其实这一波人是很聪明的 还有一波人 就是想要坚持三个月 拿到五百万的奖金 可现在五十多天 距离三个月的时间 还是很长的 而在这个时间段 很多人的心灵上 都会发生很大的转变 长期封闭孤独的求生环境 让他们开始变得焦虑 烦躁 如果再有物资匮乏的情况 甚至 看不到自己能坚持三个月的希望 当然 排除那些生存条件非常好 荒野求生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 但是在这种便利的时代 显然这种选手并不多见 当然 陆宇除外 毕竟 他除了拥有荒野求生的经验之外 还有一个系统 只要能够稳定自己的心态 生存个一两年都不是问题 而此时 热巴和陆宇 已经吃完了午餐 然后 两人来到了竹林 准备砍一些竹子回去 等浴缸晒得差不多的时候 就可以把竹屋搭起来了 毕竟 如果真的 要在露天的浴缸里洗澡 就算是 对于陆宇来说 还是太勉强了 竹子在陆宇的一番乱砍之下 也是框框倒地 很快就已经砍了十几根竹子 搭建一个简单的竹屋 用不了太多的竹子 而且这些竹子 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 到时候 至少可以省下一半竹子 再砍几根之后 应该就足够了 陆宇看了看已经砍好的竹子 然后继续动手 根据他的粗略计算 想要搭建一个竹屋的话 二十根竹子 绝对是绰绰有余的 当陆宇刚刚砍掉一根 看上去发黄的竹子的时候 却发现 竹节里面有很多白色的虫子 所有的虫子 全部都聚集在竹节的最下间 那种感觉 就像是一瞬间 从竹筒中涌出来了 无数的蛆虫一样 说实话 这画面对人的视觉冲击 还是蛮大的 卧槽 这是蛆吗 哦 好反味 看到那一幕的瞬间 热巴也是 直接口吐芬芳 虽然之前 吃过奇草如虫 但是那玩意看上去 也算是个头硕大 没有全部都聚集在一起 但是眼前的这些玩意儿 几百条全部都聚集在一起 而且还在不断地蠕动 这对于一些 密集恐惧症患者来说 简直就是一种巨大的惩罚 看到这种画面 就连露雨 也无法保持镇定 因为如此密密麻麻的小虫子 确实让人看上去 有点不太舒服 不过这玩意儿 可是高蛋白 而且吃起来 味道不比之前的奇草又虫差 卧槽 看着好恶心 好难受 我也是见不了这样的画面 感觉这些虫子 就像是在我的身上爬一样 谁能告诉我 这东西 和我外婆家毛坑里的蛆 有什么区别吗 直播间里面 没见过市面的这么多吗 这是竹虫 味道鲜美 而且是高蛋白 简直就是美味啊 楼上你确定 这是美味吗 没吃过蛋白质的话 我可以送你半斤猪肉 实话实说 这东西 确实比猪肉吃起来美味一些 这玩意 对我们这些密集恐惧症 患者来说 太不友好了 溜了溜了 等一会儿 这一幕过去之后 大家喊我一声 看着刚才那一幕 无数白花花的虫子 从竹节中掉了出来 然后开始朝着周围 密密麻麻地爬了起来 很多人都受不了这一幕 那种感觉 就像是有无数的虫子 在身上爬一样 难受的 无法用言语去表述 不过也有一些网友 觉得这就是难得的美味 要知道在很多地方 竹虫可是非常不错的美食 只要简单地加工处理之后 吃起来嘎嘣脆 鸡肉味 就连点评直播间的 三个小洛基 看到这一幕之后 也是差点吐了出来 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这种东西别说是吃了 看一眼就让人 感觉到头皮发麻 而这时候 鹿鱼也开口了 看着五官有些扭曲的热巴 随后开口解释道 这东西可不是蛆虫 是竹虫 专门吃竹子长大的 听说 味道好像非常的鲜美 应该不会比之前的 奇草幼虫味道差 我想 我们可以拿回去尝尝 虽然鹿鱼也觉得 这些东西 有点难以接受 但是连之前的蠕虫都吃了 这竹虫应该营养更好 之前的蠕虫 是吃枯木长大的 而这虫子 可是吃竹子长大的 味道肯定更加的鲜美 如果不好好品尝 一下的话 倒是有些浪费 而且 荒野求生 就是要尝试各种 不习惯的东西 我才不要吃这种东西 这一次 就算是打死我 我也绝对不吃 这东西 看上去跟蛆蜴母一样 热巴连连摇头 坚定地表示 这一次 自己绝对不会吃的 上一次没经受诱惑 主要还是因为肚子太饿 而且 鹿鱼吃得太香 但是现在自己的肚子又不饿 而且 这玩意儿 长得跟蛆太相似了 所以无论如何 也无法下咽 我们又不是 吃虫子刺身 怕什么 行吧 既然你不吃的话 那正好便宜我了 鹿鱼笑了笑 随后砍了一截竹筒 开始收集这些竹虫 自从上次吃了 奇草幼虫之后 他倒是对这竹虫的 味道很感兴趣 而且有了第一次之后 对于这种软答答的东西 也没有了太大的忌惮 把眼前的竹虫 收集完之后 鹿鱼又去其他的竹节里面 收集了一些 几乎是满满当当的一竹节 前几天刚提炼出了棕驴油 终于可以炸着吃了 如果再配上一些调料的话 味道肯定非常的不错 而热巴还是一脸的嫌弃 很快两人就砍好了竹子 然后回到了庇护所 鹿鱼也是迫不及待地 开始起锅烧油 鹿鱼 要不我们还是别吃了吧 你要是真吃了这东西 今晚就别想进庇护所了 热巴也是 直接放得狠话 尤其是看到那些 蠕动的虫子之后 简直浑身发麻 就好像这些虫子 全部在自己的身上爬一样 那种感觉真是难受极了 行吧 反正今天我也打算休息一天 对于这些威胁 鹿鱼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反正最近这段时间 白天和晚上 都要为了求生而努力 可以说 这段时间搞得自己身心俱疲 如果能休战一天的话 倒也正合他的心意 你 听到鹿鱼居然 答应得如此果断 热巴瞬间柳眉紧锁 不是 这家伙肯定不是喜欢吃这些虫子 而是为了不想浇公粮 刻意做出这样的事情而已 不行 绝对不能就这样便宜他 他挑起的火 必须要他自己负责灭掉 就在热巴很抑郁的时候 鹿鱼已经把油温烧到八成热 呲啦啦 然后第一批竹虫下锅 伴随着呲啦啦的油炸声 香味也开始飘散了出来 热巴还是忍不住好奇地 使劲地闻了闻 对于一个吃货来说 这样的味道 显然是有点难以抗拒的 虽然他很清楚 锅里面炸的是什么东西 短短两三分钟之后 第一锅竹虫就出锅了 竹虫已经炸至金黄 已经不会动弹的竹虫 安安静静地 躺在阔叶上的样子 倒是显得没有刚才 那么让人讨厌了 甚至 居然有几分可爱了 咕噜 看上去好像不仅很可爱 还真的有那么几分可口 短短十几分钟之后 鹿鱼已经炸好了所有的幼虫 全部都是金黄色的 上面还裹着一层油光 看上去比之前 确实顺眼了很多 尤其是那个香味 让热巴忍不住地 抿了抿嘴唇 没办法 对于一个吃货来说 这样的香味 简直难以拒绝 把所有的竹虫 全部炸好之后 鹿鱼又把辣椒片 燕山姜 也算全部都炸了一下 全部炸干之后 碾成了碎末 然后和盐混合在一起 这样一来的话 简单的烧烤调料 就调制好了 然后均匀地 撒在炸好的竹虫上面 再经过简单的搅拌 就好了 一道可口的油炸竹虫 就做好了 非常美味的样子 你确定不想尝尝吗 把一切搞定之后 鹿鱼看着热巴笑了笑问道 从刚才热巴的表情来看 显然他已经有点动了心思了 毕竟这玩意炸熟之后 和之前完全是两种样子 虫子自身很多人 可能接受不了 但是烹饪好之后 那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 我 热巴的声音顿了顿 虽然刚才说的意气凛然 但看到那些炸好的虫子 闻到那股香味之后 又有点克制不了想吃的冲动 随后 扬着自己傲娇的下巴 对着鹿鱼说道 不吃白不吃 我就给你个面子 稍微尝尝吧 这句话充分地缓解了自己的尴尬 同时也算是给了鹿鱼面子 哈哈 行行行 谢谢你给我这个面子 鹿鱼只能无奈地笑了笑 这女人啊 很多时候就是喜欢口是心非 明明馋的哈喇子都快掉下来了 非要说是给自己面子 短短两三天的时间 真香定律已经在热巴的身上 发生过三次了 都说男人是善变的 这女人怎么比男人还善变 刚才热巴说的那么坚决 我还以为这一次 她能坚守自己的底线 不会吃这虫子呢 女人心还抵振 真是难以琢磨 喜欢吃就喜欢吃嘛 大方承认就好 非要说什么给鹿鱼面子 一看楼上几位就是单身狗 女人不都是这样的吗 楼上老哥是懂女人的 鹿鱼 我太难了呀 而鹿鱼和热巴 也开始品尝烹饪好的竹虫 鹿鱼拿起来吃了一个 或许是油炸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吃上去嘎嘣脆 并没有那种软黏黏 软绵绵的感觉 而她也比较喜欢 这种酥酥脆脆的东西 咸味 辣味 生姜和野蒜的味道 混合在一起 再加上竹虫和棕驴油 特有的香味 毫不夸张地说 这东西 简直就是极品美味 而热巴在吃了一条之后 也是彻底听不下来了 一条又一条地 往嘴里塞 时不时地 还会缩一下自己的手指头 嗯 那个我想问一下 请问 你这个叫稍微地品尝一下吗 看着吃得满嘴流油的热巴 鹿鱼开口问道 好家伙 吃得比自己还要快 还要香 居然只是说 简单地品尝一下 哎呀 我说 你个大男人 能不能不要在意那些细节 我们女人最喜欢说反话呢 难道你不知道吗 热巴根本就没有堪路语 而是一边吃着竹虫 一边反驳道 很多女人 本来就是口是心非的生物 她们嘴上说着不要 停下来 其实大部分时候 就是不要停下来的意思 中间的小小逗号 完全可以省略 哦 我好像误了 难怪前几天你让我停的时候 我听话的停下来了 你却有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我可算是懂了 鹿宇则是装出了一副 我懂了的样子 随后两人疯狂地干着竹虫 没过半个小时的时间 所有的虫子被吃得一干二净 两人还表现出 意犹未尽的感觉 这碗一炸出来 再撒点调料粉 实在是太好吃了 香味很足 蛋白质很充分 阿爽 看来这次视频 没有欺骗我们 真的是嘎嘣脆 鸡肉为蛋白质 是牛肉的六倍 吃完所有的竹虫之后 鹿宇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感慨道 牛草 这年头 啥东西的蛋白质 都是我的好几倍 竹虫 这次是真的 看样子 以后要多装一些竹虫来吃了 这玩意不仅可以补充蛋白质 更重要的是 可以打打牙剂 满足一下自己的口腹之欲 不错不错 这玩意儿 确实挺好吃的 热巴也是连连点头 上一次的奇草幼虫 可能是没有撒调料的缘故吧 吃上去 确实没有这一次的竹虫美味 当然也有可能本身就没有竹虫这么香 我到现在还记得你之前只是说 稍微的浅尝一口 没想到直接吃了一大半 看来女人的话 这一个字都不能信了 鹿宇调侃地说道 哎呀 我都跟你说了 不要那么在意细节 热巴也是有些尴尬地表示 如果只有鹿宇在的话 也就算了 现在可是现场直播 不知道直播间有多少的粉丝 正在看着这一幕 短短三天的时间 自己已经向所有人 表演了三次真相定律了 看样子 以后不能那么快的Leaflack 当时表现得有多坚决 后面的打脸就来得有多快 时间快速地流逝 等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浴缸已经完全干燥了 而且浴缸的内壁 也经过了桃花处理 鹿宇和热巴 也很快就在浴缸的周围 围起了一个竹屋 这玩意儿 可算是弄好了 虽然之前感觉弄起来应该很容易 却没想到 足足花费了三天的时间 不过还好 看样子桃花的效果不错 应该短时间之内 不会出现漏水的情况 看着眼前的浴缸 鹿宇也是很满意 虽然花费了三天的时间 但收获还是非常不错的 等一会儿的时候 就可以体验一下泡澡的舒爽了 那我们现在 是不是可以泡澡了 热巴有些迫不及待地问道 从第一天 刚刚把浴缸弄好的时候 自己就有点迫不及待了 为了能够第一时间泡澡 他这两天都没有去过洗澡间洗澡 马上就可以了 你现在下面开始生火 我去把那边的谁引过来 鹿宇点了点头 随后走到了水塘旁边 现在他们的水资源非常地丰富 只要找一根打通竹节的竹子 就可以顺利地 把水一直通到浴缸 好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随后开始生火 柴火不用太多 因为如果温度太高的话 那就不是泡澡变成水煮了 很快 鹿宇也把水源给引了过来 这时候 两人都是比较紧张的 如果第一次泡澡 就发生漏水的情况的话 还是非常糟糕的 不过还好 水已经放了七分左右 可是并没有出现任何漏水的情况 不错 看样子 效果比我想象中还要好一点 等温度上来之后 就可以进行泡澡了 鹿宇一边用指头试着水温 一边开心地说道 能够在这种荒野求生中 制作出一个加热浴缸 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 没有充足的时间 根本就没多少荒野求生者 能想到这样的事情 而且就算是想到了 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实施 过了差不多十分钟之后 水温已经提上来了 浴缸里面冒着阵阵热气 下面的柴火也燃烧得差不多了 这样的温度刚刚好 如果柴火继续燃烧的话 温度变得太高也不好 你先来 还是我先来 看着冒着热气的浴缸 热巴也是看着陆宇问道 毕竟能够建造出 这样的加热浴缸 完全就是陆宇的功劳 这第一次嘛 自然要听陆宇的安排 浴缸这么大 要不一起吧 陆宇脸上露出了一谋笑容 对着热巴说道 反正两人的关系 早就已经发生了质的蜕变 所以这一起泡个澡 也没什么问题 这大白天的 直播间里面那么多人看着了 有点不太合适 我们还是分开戏吧 热巴一脸认真地说道 虽然自己和陆宇 已经完全确认了关系 但是这大白天的 如果两个人一起泡澡的话 肯定会让直播间的观众 响入非非 到时候对很多的LSP 造成身体上的伤害 所以为了他人的身体 和心理健康 还是不要这么做了吧 那你的意思是 晚上就可以来个鸳鸯欲乐事吗 陆宇也是 确实会抓重点 很快就直接抓住了 热巴这句话所描述的重点 那就是白天的时候 最好不要两个人一起泡澡 但是晚上的时候 就可以不用顾虑 直播间的那些东西了 不对 那群衣食父母了 这一次热巴居然没有反驳 反而是一脸娇羞地点了点头 行吧 既然这样的话 那你先洗吧 反正我就算是几天不洗澡 也没什么问题 得到满意的答复之后 陆宇走出了竹屋 然后拿了一些无患子果实 给了热巴 啊 陆宇居然从里面走出来了 两个人不一起洗吗 我以为两个人是要一起走 我TM手指都准备好了 这么好的机会 居然白白浪费了 看了以前我有点高估陆宇了 我们老公真是太证人君子了 都这么久了 和热巴还保持着纯粹的友谊 就是就是 谁说男女之间没有纯粹的友谊 看看我们老公多么的正义 呃 你们是脑残吧 看不到前两天 热巴的腿都软了吗 热巴足足泡了四十分钟的澡 才一脸满足地 从竹屋里面走了出来 那种感觉 实在是太美好了 泡好了 看着面色红润的热巴 陆宇开口问道 嗯嗯 泡澡真是太舒服了 我太爱这个浴缸了 热巴也是赶紧点头 笑着表示 他感觉现在这个环境 就算是让自己生存上两年 也没什么问题了 好 那你先好好地休息一下 我去把里面的水放一下 随后陆宇走进了竹屋 然后拔掉了排水的塞子 之前他还担心 排水的塞子塞得不够紧 可能会导致漏水的情况 不过现在看来 自己的担忧有点多余了 不仅整个浴缸没有漏一滴水 就连塞子外面 也是非常干燥的 接下来的时间 陆宇也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温水澡 不得不说 在浴缸里面泡澡 确实比淋浴头底下更加的舒服 而且因为浴缸比较大的原因 所以水温凉得不会太快 就这样 一天的时间又过去了 昨天晚上 热巴也对陆宇进行了深层次 多角度的丰富奖励 无忧无虑的日子过得总是很快 转眼之间 求生也终于来到了两个月 求生第60天 一大早 陆宇刚刚从美梦中醒来 系统的电子合成音就紧随而至 宿主可进行60天签到 请问是否签到 对于系统的声音 陆宇并没有太过于惊讶 因为他早就知道 今天能够进行签到 签到 随后也是毫不犹豫地 在脑海中默念了一声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抗寒体质加一 抗热属性加一 武器升级加一 系统的声音 很快就在脑海中响了起来 对于抗寒属性和抗热属性的提升 其实很好理解 抗寒和抗热属性越高 那么自己不管在寒冬或者酷暑的环境中 都能更好地生存 可是这一次奖励的武器升级加一 让他有点不太理解 不过就在他心中产生疑惑的瞬间 系统的提示音再一次响了起来 武器升级加一 宿主可对自己的求生武器 进行一次升级强化 升级之后 武器的杀伤力更强 目前可升级武器 柴刀 弓箭 原来是这样 不过这种好东西 如果用来升级柴刀和弓箭的话 好像有点浪费了 通过简单的介绍 鹿鱼也完全明白了 看了看自己的柴刀和弓箭 目前完全没有强化的必要性 等以后遇到有必要的时候 再升级吧 简单地经过洗漱之后 热巴也起床了 两人随便吃了一些早餐 虽然之前剩下的肉很多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霍火 也吃得差不多了 而且天天吃鹿肉 时间一长 自然也毁灭 鹿鱼 我们的鹿肉 马上就要吃完了 前几天挖到的那些牧鼠 只剩下三个了 栽的那些苗子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长出果实 今天我们去哪里寻找一些食物呢 吃完早餐之后 热巴开口问道 这几天过了几天舒服的日子 每天都是吃吃喝喝 鸳鸯细水 好生痛快 完全没有出去找过食物 现在食物马上要见底了 也是时候出去寻找一些食物了 而且正好可以出去透透气 要不我们再去一趟狼湖那边 看看能不能再打一头鹿回来 鹿鱼开口说道 如果再能打一头鹿的话 那么足够让它们 再多支持至少20天的时间 而且这种大型动物 只要能够打到一头 能够让它们维持很长时间 可是这几天 我们一直都在吃鹿肉 我现在已经吃得有点腻了 要不我们还是换换口味吧 热巴显然有自己的想法 虽然鹿肉很好吃 但大部分的鹿肉 都要经过烟熏处理 如此一来的话 新鲜的鹿肉 只能吃个两三顿 根本就存放不了太长时间 到时候 烟熏鹿肉的口感 自然也就没有新鲜鹿肉 那么好吃了 看样子 你的心里 已经早就做好打算了 说吧 你想吃什么东西 鹿鱼笑了笑 开口问道 嘻嘻 这几天 我又想吃海鲜好了 这两天 非常的想吃生蚝和龙虾肉 要不我们再去一趟海边吧 热巴笑了笑 也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虽然前段时间 海鲜也吃你了 但毕竟 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天 现在又有点想吃这些东西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去海边旅游几天吧 这一次可以多晒一些鲍鱼和龙虾肉 听到热巴的打算之后 鹿鱼也是点了点头 它们确实已经有很长时间 没有吃到海鲜了 这段时间主要的食物就是鹿肉和鱼肉 吃的时间长了 自然会感觉到有点不太喜欢 所以改善一下口味 非常的有必要 好嘞 那我赶紧去收拾一下 我们一会儿就出发吧 得到了鹿鱼的允许之后 热巴也是相当的高兴 一想到很快就能够吃到那些美味的海鲜 热巴就开心得不得了 好 这次我们可以多带一些淡水过去 点了点头之后 鹿鱼也开始制作竹筒 上一次只是带了六七桶水 这一次可以多带一些 毕竟热巴的体能现在比之前变得更好了 可以帮助自己分担很多的工作 很快 两人就准备好了淡水 然后拿上了柴刀和弓箭 带上了小团团和两只小羊膏 之所以把他们几个带着 就是为了以防万一找不到海鲜 至少也有储备食物 咩咩咩 大羊哥和小羊弟 咩咩咩地叫着 显然是不想离开这样的舒适圈 又或者是 他们感受到了自己被当成食物的危机感吧 做好了准备之后 两人开始往海滩那边前进 因为之前已经确定了海滩的大概位置 所以这一次不需要摸索 直接过去就可以了 似乎也没有之前那么饱满了 麻雀姐 你确定你的腿没事吗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就退出吧 虽然你之前一直说 那只是一条无毒蛇 但如果感染了的话 还是非常麻烦的 赵小谷看着麻雀姐 满脸认真的说道 就在昨天上午 两人在老鼠洞边上 设置捕属陷阱的时候 麻雀姐的腿 不小心被蛇咬了一口 虽然经过她的确定 是一条无毒蛇 并不会中毒 但伤口肯定会发生感染 要是感染得太厉害的话 还是非常危险的 拖的时间越长 情况可能会越不妙 问题不大 昨天我已经敷了草药 现在已经没什么 太大的感觉了 麻雀姐摇了摇头 语气大大咧咧地回答道 当然 这只是她的说辞而已 真实的感受是 被蛇咬住的部位 已经开始感觉到酥麻 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这种潮湿的环境中 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的 所以 就算是一点点小的伤口 导致感染的风险 也是非常大的 更不要说是被蛇咬了 因为蛇的牙齿和口腔里面 隐藏着非常多的细菌 更重要的是 他们两个 现在已经坚持了 足足两个月的时间 只要再坚持一个月的话 就能够拿到500万的奖金 所以 他真的不想就这样放弃 这样的话那就好 生活过得苦一点 倒是没什么 但是身体千万不能出现差池 赵小谷也只能点了点头 虽然这一路走来 连饱饭都没有吃几顿 但坚持下去的信念 还是蛮强的 所以 两人一直 才没有提出退出的事情 但是麻雀姐的伤口 真的发生感染的话 那情况还是很危险的 嗯 我知道 我们赶紧吃东西吧 吃完之后 再去看一下陷阱 顺便再挖一些野菜回来 麻雀姐点了点头 虽然嘴上在逞强 但是他觉得自己 现在的身体状况 已经出现了问题 甚至今天一天 他都没敢 查看自己的伤口 或许是有点不太敢面对吧 并不是因为害怕伤口 太过于吓人 而是他怕看到伤口感染之后 自己不得不退出 这么好的机会 也许他们很快 就能够坚持到最后 拿到最终三个亿的大奖 到时候这一辈子 说不定都不用奋斗了 沙沙沙 而就在此时 身后的茂密草丛中 突然响起了沙沙的声音 两人瞬间一惊 赶紧站了起来 接着就看到一团白色的东西 朝着两人冲了过来 啊 什么东西 赵小谷瞬间吓得花容失色 我去 是狼的幼崽 怎么可能 我们已经远离了狼的区域 怎么还会碰到这东西 麻雀姐也是瞬间惊慌失措 虽然它拥有极其强悍的 荒野求生能力和技巧 但是对于这些荒野中的食肉动物 还是非常恐惧 眼前的这头小狼仔 倒是不足为惧 可最怕的就是 小狼仔的背后 可能会有狼群 如果真是这样 情况可就相当不妙了 惊慌失措的同时 麻雀姐也紧紧地握着手里的砍刀 只要这只小狼仔 再赶上前一步 那么它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害怕归害怕 但是这么一只小狼仔 还对它造不成什么危险 而就在此时 伴随着丛林的晃动 两道人影瞬间出现在了小白狼的身后 什么 热巴 真的是热巴 看见热巴的那一瞬间 赵小狗的脸上露出了无比惊讶的神色 为什么热巴会和这只小白狼一起出现 难道是巧合吗 小 小狗 看到赵小狗的那一瞬间 热巴的脸上也是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没想到 陆宇刚才所说的话 居然成真了 这边的选手 真的是两个女生 而且 其中一个还是自己的同乡好友 都算得上是美女 团团 今晚不想吃狼肉的话 就给我滚回来 看着背下的花容失色的赵小狗和麻雀姐 陆宇也是大声地对着团团呵斥了一声 这小东西 还是第一次这么不听话 听到陆宇的呵斥声之后 团团也是赶紧跑到了陆宇的身边 然后疯狂地舔着陆宇的鞋子嗜好 显然 他并不喜欢狼肉 咕噜 咕噜 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赵小狗和麻雀姐都是一脸的猛逼 难道这只小白狼 是热巴和这个男的养的宠物吗 明明是一只狼 怎么感觉比二哈还要听话 真是不好意思啊 这小东西 让两位姑娘受惊了 等会我就收拾它 陆宇也是满脸绅士的 跟两人陪了个不是 毕竟 团团现在也是有主之物 惊吓了别人 自然是要赔礼道歉的 你没事吧 小谷 真没想到 能够在这里见到你 热巴也是 赶紧跟赵小谷打招呼 虽然两人在影视剧中 并没有过合作 但私下里 关系还是很不错的 因为两人都属于典型的吃货类型 用赵小谷之前的话说 他们两个人不合作的原因 就是因为害怕 把剧组的东西都给吃光了 当然 这或许只是一句调侃而已 没事没事 能够在这里遇到你 我也感觉到非常的难以置信 赵小谷其实比热巴更加的惊讶 自己之所以能够坚持两个月的时间 是因为麻雀姐的荒野求生经历和技巧 实在太丰富了 可是 热巴居然也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 而且看她的样子 一点都没有恶受 精神状态 似乎比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更好了 可是看她眼前的这个队友 长得白白嫩嫩的 光看外表的话 应该并不是那种 能够吃苦耐劳的男生 他们两个居然能够坚持两个月 这确实让赵小谷感觉到无比的惊讶 看样子 这两个月 你都没有生活得很不错呀 精神状态 居然保持得这么好 赵小谷发自内心地说道 他觉得自己在麻雀姐的带领下 已经算是生存得非常不错的选手了 虽然这段时间 每天都没怎么吃得太饱 但至少也没有饿着 也已经瘦了好几斤了 可是热巴看上去非但没事 反而胸口的位置是胖了一圈 就好像是被专业的手法 给局部按摩过一样 更重要的是 在没有任何化妆品的保养之下 热巴的皮肤状态和精神状况 似乎都比之前要好得多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难道是 他们遇到了什么仙草仙丹 吃了能够养颜美容吗 嗯嗯 主要是因为陆宇太厉害了 我几乎每天都没干什么的 热巴娇羞地说了一声 不过那娇羞的表情 却饱含自豪 自己和小谷这么一对比的话 自己现在的皮肤状态和精神面貌 确实要比他好得多 原来这位小帅哥的名字叫陆宇啊 真是人不可貌相 没想到他看上去长得白白嫩嫩的 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荒野求生能力 赵小谷看了一眼陆宇 也是丝毫没有隐藏自己心中的惊讶 眼前这个陆宇的长相和各种状态 都是远远的超过了那些小鲜肉的 但是仔细一想 哪个小鲜肉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 生存两个月的时间 而且还要带着一个 没有任何求生经验的热巴 难度系数可是直接翻倍的 既然大家能够在这偌大的荒岛上碰面 那就是缘分 热巴还有陆宇 你们过来做吧 我们刚刚做了一些吃的 一起吃 麻雀节也是大方的 让两人一起来吃点东西 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 帅哥总是有特权的 而陆宇的长相和气质 非常符合麻雀节的择偶标准 此时此刻 自然也对陆宇多了几分好感 啊 热巴看了一眼 陆宇似乎是在询问她的意见 既然麻雀节盛情邀请 那我们就坐会吧 陆宇也是笑着回答了一声 其实在自己那个世界 麻雀节也是比较出名 倒是和这个世界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她一介女流 能够在雨林中生存八十多天 这一点 还是让陆宇和钦佩的 要知道自己 如果是独自一人的话 也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你 你居然知道我 麻雀节有些惊讶地看着陆宇 没想到眼前这个小帅哥 居然会知道自己的名字 这还真是让她感觉到有些意外 当然知道了 你可是国内荒野求生女性第一人 我平时也比较喜欢 看荒野求生的视频 所以自然有所了解 陆宇笑了笑 开口说道 麻雀节虽然没有热巴 和赵小谷那种超高的颜值 但五官长得也算是立体精致 就是没有大把的钱 去保养自己而已 而且在荒野中待的时间长了 皮肤自然也不可能太好 听到陆宇这样的大帅哥 居然都认识自己 麻雀节的心里 还是挺开心的 随后 麻雀节和赵小谷开始吃东西 一旁的热巴 看着无比简单的食物 也是使劲地咽了咽口水 并不是因为馋这些东西 而是因为她觉得 这些食物实在是太过于简单了 甚至有点难以下咽 里面只有稀稀疏疏的几块肉干 剩余的几乎就全都是青菜 就连汤都是绿色的 根本就没什么油水 这和他们的食物比起来 简直就有着天差之别 此时心中也越来越觉得 陆宇是真的牛逼 如果不是和陆宇组队的话 估计自己现在吃的东西 还没有小谷他们吃得好 哎 小谷 麻雀节 你们怎么这么多的求生工具啊 刀子和锅都有 盐也有 还有卫生纸 而且还有这么多的盆盆罐罐 就连绳子也有 我们之前的启动资金 只有五十块钱 你们怎么有这么多东西 这是怎么做到的 就在这时候 热巴也惊讶地发现 小谷他们的东西好多啊 光锅就有两个 而且还有两三个不锈钢盆 还有两个装纯净水的水桶 甚至还有很多零零散散的东西 甚至连的卫生纸都有好几卷 要知道 他们两个之前的五十块钱 只是买了一把柴刀一个锅 还有一个打火机和两包盐而已 而且 这还是在陆宇讲价了的情况下才买到的 不知道为什么 麻雀姐和小谷 居然能买到这么多的东西 难道他们两个 是通过了什么不正当的交易获得了吗 又或者说 小谷是利用了自己的明星身份 不然五十块钱再怎么买 也不可能买到这么多的东西啊 嗨嗨 你还是别问了 因为问出这个问题之后 会显得我们更淡 听到热巴的问题之后 陆宇尴尬地咳嗽了两声 其实他也完全注意到了 热巴刚才所问出的问题 赵小谷和麻雀姐的生存工具确实很多 但是他们两个的这些求生工具都是旧的 不管是那个两个不锈钢锅 又或者是不锈钢盆 都看上去摩擦的痕迹很重 这显然不是两个月能够造成的磨损 那么很明显 他们的这些东西 肯定不是在超市或者是小卖部里面买的 而是通过回收的方法 去垃圾回收站买回来的东西 其实在上岛之前 陆宇确实没想到要去垃圾回收站收废品 50块钱在垃圾站回收的话 还是能够收到不少好东西的 只是当时一来对帝都的环境不太熟悉 二来也确实没想到这个问题 而最重要的是 陆宇当时足够的自信 因为他不仅拥有荒野求生的技巧和经验 更重要的是他还拥有系统 就算是简简单单的几件工具 他也觉得自己能够生存下去 而且生存得很好 所以并没有想太多 现在和这一组对比的话 自己当时的做法确实显得很淡 不过人无完人 而且虽然陆宇觉得自己的体魄 比常人要强得多 但是自己在智商上 却没有太过于突出 所以出现一些小失误 想不到一些别人能想到的问题 也是正常的 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从垃圾回收站里回收回来的 所以比超市和小商店买的 要便宜得多 因为当时我觉得 50块钱实在是太少了 想要买求生工具的话 根本就不够用 所以也只能想出了这个方法 麻雀姐略微有些尴尬地说道 她一直都觉得 拿着50块钱的启动资金 去垃圾回收站回收垃圾的选手 应该就只有自己和小谷了吧 啊 听到麻雀姐的话之后 热巴一脸的尴尬 确实就如同陆宇刚才所说的一样 麻雀姐的回答 确实显得两人很呆 要是当时她没想到 去垃圾回收站回收求是工具的话 或许前期过的就不会那么艰苦了 甚至连擦屁股都只能用石头 很快 赵小谷和麻雀姐也吃完了早餐 不过这样的早餐 是毫无营养的 除了一些老鼠肉干 能够补充些许的蛋白质之外 那些野菜 根本就补充不了任何的蛋白质 也补充不了脂肪 如果继续这样生存下去的话 他们两个 估计很快就会被迫淘汰 小谷 你们两个接下来有什么其他的打算吗 我看你们两个 虽然工具比较多 但生存环境确实很一般 热巴也是比较耿直地说道 因为不管是现在赵小谷和麻雀姐吃的东西 又或者是他们的庇护所 简直就可以用糟糕来形容 在这种环境之下 估计是生存不了多长时间 而且 赵小谷比刚刚参加的时候的 瘦了很多 用陆宇的话说 他们两个显然是长期脂肪补充不足所造成的 在都市中 作为女明星的他们 为了时刻保持自己完美的身材 不得不采用减肥的方法 但即便如此 他们的营养还是跟得上的 可是在这种荒岛中 脂肪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这是他们赖以生存下去的重要因素 其实之前我们生存得蛮好的 只是前段时间 突然听到了狼群的叫声 所以我们不得不一直转移营地 这段时间 我们的日子确实不太好过 赵小谷也是苦笑一声说道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他也感觉到 确实有点坚持不了太长的时间 对了 你们两个有什么打算啊 我看你们两个过得非常的滋润 说实话 我都有点想要去你们的生活环境了 赵小谷突然笑着说道 从热巴和陆宇的精神状态来看 这两个月的时间 他们过得应该非常的不错 这也让他对热巴和陆宇的生活环境 有了极大的兴趣 一个是毫无荒野求生经验的女明星 一个是看上去并不怎么强壮的小鲜肉 居然能够生存这么长的时间 而且能够把他们保养得这么好 也不知道 他们两个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存的 是不是他们那边的物资非常的腐柔 啊 好啊 不过这两天 我和陆宇准备去海边转转 好些日子没有吃过海鲜了 所以想更换一下口味 热巴愣了愣 随后笑着回答道 其实 此刻他的心里还是非常担忧的 就是担心 小谷会跟着他们一起过去 要知道 小谷的颜值和自己是不相上下的 而且 他和自己相比的话 有一种小巧玲珑的感觉 会让很多男生有一种保护的欲望 他就怕陆宇把持不住自己 到时候 这不就是放贼入室吗 海鲜 咕噜 自从上岛开始 我们还从来没有吃过海鲜 要不我们一起去吧 我也很想尝尝海鲜的味道 赵小谷突然开口说道 自从上岛开始 他们每天都非常的忙碌 从一开始的寻找水源 搭建庇护所 到后来的寻找食物 几乎没有一天是空闲的 尤其是最近这二三十天 他们几乎都在不断地赶路 转移他们的阵地 避免狼群的同时 也在寻找更好的营地 啊 这 听到赵小谷居然要跟他们一起去 热巴只能将无奈的目光 看向了陆宇 显然是在询问陆宇的意思 你别看我 你自己决定就好了 毕竟他是你的好朋友 陆宇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声 反正他们两个是好朋友 自己帮热巴拿主意的话 也不太好 而且陆宇觉得 两个人已经生存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多两个人热闹几天 也是好事 等离开海滩的时候 再和他们分道扬镳也不迟 说实话 就算是两个人生存 时间长了 也会感觉到孤独和无聊 多两个人说说话聊聊天 似乎也还不错 赵小谷一脸期待的表情 热巴也只能点了点头 答应了下来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一起去吧 虽然心中是不情愿的 但毕竟私下里 自己和赵小谷的关系还不错 所以有点不太好拒绝 好 麻雀姐 那我们收拾一下 和热巴他们一起过去吧 正好可以去品尝一下海鲜 而且四个人在一起的话 安全系数会更高一些 小谷开心地说道 一想到很快就能够吃到美味的海鲜 说实话 心里就开心得不行 毕竟之前 他们也有过去海滩的打算 但是每天的时间都那么紧迫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这样的机会 自然不能白白地浪费 顺便可以跟着他们 看看这个叫陆宇的小帅哥 有什么样的荒野求生能力 才能让他们生活得这么好 行吧 那我们就过去看看吧 生活在海岛上 不吃一点海鲜的话 也确实说不过去 麻雀姐也只能点了点头 不过此时 她的情绪却有些凝重 因为她能够感觉到 自己被蛇咬的伤口 越来越难受了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很有可能会导致自己坚持不下去 如果在零淘汰之前 享受一顿大餐的话 也不错 简单地收拾了一番之后 四人开始朝着海边走了过去 一路上也是有说有笑 确实多了很多的欢乐 而且是在第三直播间 和第十七直播间 我去 陆宇跟热巴 是准备和小谷他们进行组队吗 别这样 我不太喜欢这么多人一起求生 我也是 这样一来的话 不就变成大乱斗了吗 说不要组队的 你们明显是在第一层 而我已经站在了第五层 你们可以把自己带入陆宇 左右右抱 谁不喜欢呢 哈哈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但是已经习惯了 只有他们两个人的生存方式 放心吧 他们只是暂时组队而已 而此时在第十七直播间 观众们也是同样的想法 习惯了每天起来 就看到麻雀姐和赵小谷 这突然闯进了两个人 确实感觉到 有些不太习惯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转眼之间 三个小时过去了 而此时 已经到了正午时分 麻雀姐看上去 已经气喘吁吁 满头大汗 就连嘴唇都有一些泛白 赵小谷也好不到哪里去 麻雀姐是因为腿上有伤 每走一步都能够感觉到撕裂般的疼痛 不过还是凭借着坚韧的毅力在坚持 身为荒野求生的爱好者 她的毅力自然要比普通人更坚韧一些 至于赵小谷 她是纯粹的体能跟不上了 因为长时间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入不足 让她的体质已经远不如刚开始的时候了 不过好在这时候 几人也是顺利地来到了海滩边上 小谷你快看 那就是我和陆宇第一次来海滩的时候搭建的房子 还有那边的那个木筏 也是我们编织的 热巴赶紧跟赵小谷 炫耀他们之前的庇护所和木筏 没错 在陆宇和热巴的带领之下 几人再次来到了之前来过的海滩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边有县城的庇护所 还有县城的木筏 以及比较丰富的淡水资源 在两公里开外的地方 就有不少的椰子树 上面的椰子还有很多 椰子只足够让他们坚持好几天的时间 啊 你们居然早就来过海滩吗 而且居然连庇护所和竹法都制作出来了 真是有点让人难以置信 你们的生存能力也太强了吧 看着那个简易的庇护所和木筏 赵小谷和麻雀姐都是满脸的惊讶 要知道他们一直都没有机会来海滩 而陆宇和热巴居然已经是第二次了 这都是陆宇的功劳 因为陆宇的荒野求生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我只是一个累赘而已 很多事情都没帮上忙 热巴也是笑了笑说道 把自己说成是一个累赘 他没有半分的不开心 甚至看上去还有一些骄傲的感觉 哈哈 别这么说自己 你也帮了我很多忙呀 每天晚上都手忙脚乱的 陆宇笑眯眯的说道 反正两人的关系已经发展成了那种距离 所以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赵小谷自然也很快就听出了陆宇的弦外之音 热巴和陆宇绝对是发生了不为人知的事情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事情也就想得通了 毕竟古人有言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或许正是因为两个人一男一女 异性相细 所以才能更好地求生吧 你这坏蛋乱说什么呢 听到陆宇的话之后 热巴脸红地瞪了一眼陆宇 不过心里却是美滋滋的 因为陆宇刚才所说的话 无疑是帮助自己宣示了主权 好了好了 你们先稍微地休息一下 我给大家煮点水喝吧 热巴也是红着脸赶紧说道 没想到麻雀姐和小谷的体质居然这么弱 这才走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而已 就已经累得不成样子了 而自己却丝毫感觉不到疲乏 当然了 自己的身体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 她觉得还是和陆宇上一次帮自己按摩有关 好 那就辛苦你了 热巴 赵小谷也是不客气地说道 因为走了几个小时的路 她已经感觉耗费完了自己所有的体能 现在双腿都有些打颤 至于麻雀姐的状态 就更差了 脸上出现了很多汗液的痕迹 嘴唇都有些发干 整个人看上去无精打采的 麻雀姐 看你的状态好像有点不太好 是哪里不舒服吗 还是生病了 陆宇自然也看出了麻雀姐的不同 作为一个荒野求生界的扛把子 体质肯定要比一般人更强一点 不可能走了这么点路 就变成这副模样 说明麻雀姐肯定是之前就生病了 或者是身体感觉到不舒服 所以才会变成这副狼狈的模样 没 没什么 我挺好的 就是有点累 可能是因为这段时间蛋白质和脂肪的补充量不足吧 所以身体有点虚 麻雀姐勉强地笑了笑 回答道 不过对于麻雀姐的话 陆宇却并不相信 吃着同样的食物 但是赵小谷的状态比她更好 这显然是有点不合常理的 其实 麻雀姐之前被蛇给咬伤了 虽然她说那是一条无毒蛇 但是自从被蛇咬伤之后 麻雀姐的状态就一直不太好 这时候赵小谷也是主动说出了实情 其实这件事情 她一直也是比较担心的 就算是被无毒蛇咬伤 伤口感染也是非常致命的 只是麻雀姐的性格有点太要强了 这段时间根本就不让自己看伤口 但是她的精神状态 却一会儿比一会儿差 麻雀姐 被蛇咬伤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作为一个资深的荒野求生者 我想你应该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一点 就算是被无毒蛇咬伤 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听到赵小谷的话之后 陆宇也是非常认真的说道 难怪麻雀姐的精神状态会这么差 如此看来的话 她的伤口已经被感染 所以出现了这样的症状 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下去的话 那完全就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就算是陆宇 在这种情况下也会考虑退出 因为命才是最重要 如果连命都丢了的话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 我没事 伤口已经差不多愈合了 好了好了 你们不要那么担心我 以前又不是没有被咬过 我不会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的 麻雀姐勉强地笑了笑 显然她还没有想要退出的打算 听到她的话之后 陆宇也不再多说什么 逝去是流逝每个选手的自由权利 没必要去给别人不需要的意见 过了十几分钟之后 热巴也煮了一些淡水端了过来 几人喝了一些水 补充了一下身体中流失的水分 这才感觉到身上的疲乏减轻了一些 陆宇 我们之前的捕蟹龙和捕鱼龙 不是还没有收上来吗 要不我们去看看有没有收获吧 热巴有些迫不及待地说道 虽然前段时间吃螃蟹都吃腻了 但现在又非常地想念美味的蟹黄 好吧 那我们就过去看看吧 陆宇也点了点头 麻雀姐和赵小谷也过来帮忙 毕竟这片区域并不是他们的主场 所以也只能选择帮忙 很快陆宇就把捕鱼龙和捕蟹龙 全部拿了上来 里面果然有三四只螃蟹 不过个头比较小 而且其中一只还死掉了 啊 这次怎么收获这么小啊 我们都一个多月没有来 查看陷阱了 看着寥寥无几的收获 热巴显然是有些失落 要知道上一次来海滩的时候 每天早上起来都能够看到 满满当当的收获 可现在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里面只是抓到了三只螃蟹 而且还有一只已经隔屁了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这段时间我们都没有往里面放蟹料 所以没有螃蟹进来也很正常 陆宇脸色倒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毕竟没有蟹料的陷阱 本身就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能不能抓到东西全靠运气 那好吧 对了 好久没吃生蠔了 小谷 麻雀姐 我带你们去扣生蠔 热巴兴致勃勃地对着赵小谷和麻雀姐说道 上一次吃过生蠔之后的感觉 还真是让人记忆犹新 不过现在 自己和陆宇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 就算是吃了之后会有些许的不舒服 但是操作操作的话 就会变得很舒服 至于如何操作 它和陆宇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的 还有一点 那就是淋过雨之后 绝对不允许别人手上有伞 自己之前都感受到了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那么现在 自然要让小谷好好地感受一下 毕竟他们两个可是关系不错的好朋友 有这种好事情 朋友之间肯定要相互分享的 生蠔 一听到这两个字 说实话路语 还是有点心有余悸的 上一次可就是因为多吃了几个生蠔 让自己在庇护所的外面 做了一个晚上 不过现在的话 应该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的 大不了就是随便找个洞洞 胡乱地发泄一番 陆宇开始修复一下捕鱼龙和捕蟹龙 然后先是去岛上抓了一些蚯蚓 放进了捕鱼陷阱里面 然后又去海滩上 找了一些已经搁置很久的浮渝 虽然已经臭得不行了 但是味道越重 对于螃蟹和一些其他海洋生物的吸引力 也会越大 这片资源非常的丰富 所以今天晚上的收获应该会不小 至于那三只个头比较小的螃蟹 陆宇也是果断地全部敲碎 装进了捕蟹龙里面 一个小时之后 热巴和赵小谷他们已经抠了很多的生蚝 陆宇你快看 我们今天的收获不错吧 这么多的生蚝 可以让我们美美地吃一餐了 热巴也是开心地炫耀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这边的资源还是那么丰富 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收获了这么多的生蚝 不错不错 那今天的午餐 我们就吃这些生蚝吧 等晚上的时候 应该就有鱼和螃蟹吃了 陆宇也是会心地笑了笑 反正现在就算是吃再多的生蚝 自己也有发泄的地方 所以根本就不用担心 至于赵小谷和麻雀姐的话 如果他们真的有需求 或者需要自己帮忙的话 到时候 自己也只能勉为其难地答应 毕竟作为新生代的无好青年 舍己为人和仗义元首 这是最基本的美德 咕噜 热巴 赶紧煮吧 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地想吃了 这些生蚝 比餐厅中吃到的那些 可要肥美多了 赵小谷使劲地咽了一咽口水 有些迫不及待地说道 自从上岛开始 还从来没有吃过海鲜 没想到第一餐 就能吃生蚝吃到饱 这生活也太舒服了 啊 我们的午餐 就没有其他的东西吗 光吃生蚝的话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麻雀姐显然也知道 生蚝的副作用 随后试探性地开口问道 首先 生蚝是含性食物 吃多了的话 可能有些人都胃是受不了的 其次这玩意 滋阴补扬的效果 非常的nice 吃得太多的话 身体中的激素 可能会分泌过多 到时候会非常的难受 刚开始荒野求生的时候 他也曾经因为 吃过太多的生蚝 而出现过生理上的不是 完全没问题 吃吧 陆宇也是一脸和善地笑着说道 不过麻雀姐怎么看都觉得陆宇 这笑里 似乎藏着什么东西 过了短短几分钟之后 热巴已经煮好了生蚝 每一个生蚝的 头都不算大 但是肉质却非常肥美 热巴和赵小谷两个吃货 毫不犹豫地吃了起来 麻雀姐只是吃了六七个 然后就说自己吃饱了 接下来满满一大锅的生蚝 都被三人给干完了 其实中途麻雀姐 也有提醒赵小谷 稍微少吃一点的 毕竟陆宇和热巴的情况 明眼人一看便知 人家两个吃多了 生理上出现一些问题的话 完全可以进行解决 可是小谷就有点惨了 不过这家伙 可能是长时间没吃过海鲜了 所以根本就没有理会 解决完所有的生蚝之后 此时也差不多 已经到了下午三点左右 哇 吃饱喝足的感觉 实在是太舒服了 这二十多天的时间里 我还是第一次 吃到这么美味的食物 把所有的生蚝都吃完之后 赵小谷还是有些 意犹未尽地感叹道 和刚才知道的 这些生蚝比起来 之前吃的那些老鼠肉 简直不是人吃的东西 我打算去那边 摘一些叶子下来 你们要跟着一起过去吗 如果累的话 可以在庇护所里面 先休息一下 陆宇看着三人开口问道 如果只吃海鲜的话 肯定是不行的 叶子汁的营养比较丰富 还能够很好地 补充身体中的糖分 和碳水化合物 所以也能很好地 补充身体所需的 想要让身体中的营养均衡 那么这些食物 自然是少不了的 叶子吗 我想一起去 刚才吃了一些东西 我感觉我的体力 已经完全恢复了 赵小谷率先开口说道 热巴也是紧随其后 他可不想让陆宇和小谷 有单独的接触机会 万一自己不在一旁盯着 让他们摩擦出一些火花的话 那不就麻烦了吗 麻雀姐你呢 要不要一起过去 陆宇看了看麻雀姐 开口问道 我就不去了 你们三个过去吧 今天感觉有点太累了 我稍微休息一下 麻雀姐摇了摇头 就算是刚才补充的食物和水分 她的气色也没有好多少 额头上依旧有密集的汗珠 嘴唇依旧有些发白 陆宇心里很清楚 在这种状态下 麻雀姐最多也坚持不过三天了 如果她足够聪明的话 估计这两天就会自己退出 好吧 既然这样的话 那你自己先休息一下 咱们走吧 陆宇也并未抢求 因为麻雀姐的身体状况 确实不太好 随后三人朝着椰子树的方向 走了过去 看到陆宇和热巴他们 完全消失在海滩上之后 麻雀姐才坐了下来 然后挽起了自己的裤腿 开始查看自己的伤口 从今天早上开始 她觉得自己的情况 越来越不妙 被蛇咬到的地方 伤口越来越疼 直到现在 已经出现了麻木的感觉 其实根本就不用看 伤口肯定是已经感染了 而且感染的可能还比较严重 虽然心中 早就已经有了猜测 但是当她看到伤口的那一瞬间 还是被吓到了 原本刚被蛇咬的时候 只有两个小圆点而已 现在皮肤已经开始溃烂出浓 而且周围的皮肤 也出现了青紫色的状况 说明感染的情况 比她想象中还要糟糕 卧槽 麻雀姐的伤势发炎 感染成这样了吗 荒岛上的环境 本来就很湿润 容易滋生细菌 所以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说实话 我真的很佩服麻雀姐的精神和毅力 如果换成是我的话 估计被蛇咬的时候 我就哭爹喊娘地退出了 谁说不是呢 这一点 确实很多男的都比不上麻雀姐 哎 麻雀姐还是赶紧退出吧 没必要为了奖金 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 就是就是 就算是现在退出 我们也看到了你的精神和能力 好心疼啊 我都有点不敢看了 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一幕 也是相当的心疼 一个女生的承受能力居然这么强 这让很多的男生汗颜 同时 心中也是非常佩服 这不比那些 一听到狼叫声 就吓得退出的选手强多了吗 此时就连节目组的救援人员 在看到麻雀姐的状况之后 也是选择联系了领导 询问要不要让麻雀姐退出 毕竟在这种状况下 不及时就医的话 情况还是非常危险的 不过他们得到的结果 却是在等两天 看看情况再说 而麻雀姐在看到自己的伤口之后 心中其实也有了自己的主意 她很清楚 自己这种状况 根本就不可能坚持到90天 如果伤口更严重一点的话 是有生命危险的 所以 看样子 只能选择退出了 下午5点钟的时候 鹿羽和热巴他们才回到了庇护所这边 三人拿着很多的椰子 这些自然是鹿羽从树上摘下来的 这一次并没有发现面包屑 不过这种东西 本身就是可遇不可求的 不可能每一次去 都能够发现面包屑 麻雀姐 我们回来了 快看 这么多的椰子 今天可以好好地享受一下了 赵小谷开心地炫耀着他们 两个小时的劳动成果 其实就在前两天 她也感觉自己完全生存不下去了 吃的东西越来越少 体重越来越轻 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 可是今天碰到了鹿羽和热巴之后 却让她感觉 生存好像并没有那么困难 真 真好 辛苦你们了 麻雀姐笑了笑说道 不过看下去 确实忧心忡忡的 鹿羽 我们去看看我们的陷阱 有没有收获吧 如果能够抓到螃蟹和鱼的话 今天的晚餐 一定会非常的丰富 热巴其实就像是 有用不完的镜一样 刚回来 就拉着鹿羽 去查看设置的陷阱了 把两个陷阱拉上来之后 螃蟹陷阱里面 确实有不错的收获 里面大大小小 总共有八只螃蟹 而捕鱼陷阱里面也有六条鱼 其中四条鱼 个头比较小 两条鱼的个头 比较稍微大一点 而且里面又抓到了一条八爪鱼 对于这样的收获 热巴和赵小谷都很开心 而此时的赵小谷 仅仅是半天的时间 就好像完全的融入了 这个团队一样 这让热巴有点担忧 毕竟赵小谷也很优秀 而且性格比自己更开朗一些 这样的女生 是很招男生喜欢的 简单的吃过海鲜晚餐之后 夜色渐浓 陆宇也帮忙给赵小谷和麻雀姐 搭建了一个简易的庇护所 毕竟自己和热巴一起睡惯了 晚上的时候 不出意料生蚝的功效发挥了 今天晚上的海风格外的剧烈 让很多其他的声音 还没有传递多远 就消散在海风中了 至于赵小谷 一个晚上翻来覆去 完全没有睡着 尤其是听到海风中夹杂的那些声音之后 就更加的让人难以入眠 麻雀姐自然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不过之前 自己已经提醒过小谷了 是她自己没有克制住 自己贪吃的欲望而已 所以这种情况 也只能自己承受 几人才陆陆续续地醒了过来 麻雀姐也趁机查看了一下 自己的伤势 比昨天更加的严重了 其实她的脸色很难看 看了看身旁的赵小谷之后 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 退出 因为这样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小谷 那个 我准备退出了 因为我 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麻雀姐非常愧疚地开口说道 原本以为 自己能够带着小谷坚持到最后 可没想到 连三个月都没坚持下去 自己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嗯 好 我们退出吧 赵小谷并没有询问退出的原因 其实她心里很清楚 这两天 麻雀姐的精神状态 越来越差了 退出对于她们来说 是最好的结果 如果麻雀姐因为继续坚持下去 出现危险的话 她也会内疚的 那个 我的意思 是我一个人退出就行 你可以选择和陆宇 还有热巴她们 继续组队生存下去 我看到你和热巴相处得很融洽 我想 你们组队的话 一定能够生存到最后 麻雀姐赶紧开口说道 她之所以这两天 一直在坚持 就是害怕连累小谷一起淘汰 昨天看到热巴和小谷相处得那么融洽 而且 陆宇似乎也有着非常丰富的荒野求生经验 如果他们合作的话 肯定能够坚持到最后 自己也能够心安理得地离开了 不 我们是队友啊 虽然和陆宇跟热巴的相处 让我感觉到很快乐 但你才是我最好的队友 既然你都选择退出了 让我一个人坚持下去 也没有意义 所以 我们一起退出 赵小谷脸上挂着笑容 说道 这 麻雀姐再次开始愧疚了起来 哎呀 好了好了 还记得我们之前的约定吗 等我们淘汰出去之后 我一定会请你吃大餐的 我可不想做一个爽约的人 赵小谷再次笑着安慰麻雀姐 既然是队友 那么退出就应该一起退出 况且 热巴和陆宇的关系 显然并不是简简单单的队友 如果自己夹在中间的话 显得跟电灯泡一样 这种感觉自己并不喜欢 而且想必陆宇和热巴 也不太喜欢 有第三者夹在他们中间 影响他们的二人生活 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我感觉挺对不起你的 要是没有出现这档子是 我想 我们能够轻轻松松地坚持三个月的 麻雀姐有些抱歉地说道 如果不是自己太不小心 被蛇咬到的话 对于他们来说 再坚持一个月 完全不是问题 可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自己完全坚持不下去了 坚持的时间越长 自己的伤势就会越重 现在伤口都已经开始溃烂了 虽然五百万的奖金 确实很诱惑人 但就像上岛之前 主持人何久说过的一样 奖金固然诱人 但生命安全更加的重要 莫必要为了奖金 忽略自己的身体健康 而且钱以后还可以赚 但如果身体出现麻烦的话 那会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你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其实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能够和你组队 这是我的荣幸 如果我没有和你组队 那么我早就被淘汰了 根本就不可能坚持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说我能坚持到现在 主要还是托了你的福 你现在跟我这样说对不起 我倒是感觉挺惭愧的 赵小谷笑着说道 如果和他组队的 是一个没什么荒野求生经验的选手 估计连一周都坚持不下去 所以这一路走来 他对麻雀姐也是充满了感激 不说了不说了 这样说下去 倒是显得有点矫情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一起推出吧 麻雀姐的性格本来就比较豪爽 所以他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了 只是推出比赛而已 没必要弄得跟生离死别一样 那样显得太矫情了 嗯 好 等出去之后 先去医院把你的伤势检查一下 到时候我们两个 好好地吃一顿大餐 其实不管是一百万还是五百万 对于他们这种一线明星来说 根本就不算什么大钱 随随便便拍个广告 或者是代言一些产品 就能够挣回来 能够坚持两个月的时间 足以证明自己的毅力了 好 那就一言为定 到时候一定要你请客哦 麻雀姐也是笑着说道 听到赵小谷说的这番话之后 她的心情也感觉到开朗了许多 好 那是肯定的 毕竟你照顾了我这么长时间 赵小谷也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早上十点多的时候 四人也是简单地洗漱了一下 陆宇也找了一些海鲜和野菜 做的早餐 陆宇 我们中午要不吃龙虾吧 好久没吃龙虾了 太想念那种味道了 热巴对着陆宇说道 此时麻雀姐和赵小谷 并没有说出他们要退出的想法 好啊 莫问题 陆宇点了点头 捕捉龙虾对她来说 现在已经算是轻车熟路了 简简单单就能抓到不少 而且这一次也不用制作煮法 所以不需要花费太长的时间 小谷 等会我们就可以吃到龙虾了 这边的龙虾肉质非常的紧致 比以前在餐厅中吃到的要好吃得多 今天你们我们三个可有福了 热巴也是赶紧对着赵小谷说道 那个 真是抱歉 热巴 今天中午可能没办法和你们一起吃龙虾了 赵小谷看着热巴和陆宇 表情严肃地说道 就在刚才她和麻雀姐已经准备退出了 或许这样的退出方式多多少少有些遗憾 但是她真的不想强行插进陆宇和热巴的中间 当电灯泡 说不定这样死皮赖脸的留着 还会被直播间的观众指责 作为一个明星 本身就比平常人更加的容易受到非议 现在离开更体面一点 是 什么意思 你们是准备要去哪里吗 热巴显然是没有明白过来 不过陆宇却是非常的清楚 甚至也没感觉到太过于惊讶 因为从昨天麻雀姐的表现来看 她的伤势肯定是很重的 否则 短短几个小时的路程 也不会让一个荒野达人表现得那么虚弱 而且在荒岛上受伤 对于普通人来说 几乎是宣判了淘汰的命运 而赵小谷可能比较重意气 所以两个人同时选择退出 这对于他们来说 是最好的结果 我和麻雀姐今天早上商量了一下 准备退出了 因为各种原因 我们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退出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 是最明智的选择 赵小谷一脸洒脱地说道 啊 退出 为什么 不是好好的吗 热巴还是很疑惑 虽然小谷和麻雀姐的生存条件 确实差了一点 但只要他们再坚持一个月的时间 就能够获得500万的大奖 这对于小谷来说 或许不是什么大钱 但是对于麻雀姐来说 应该也不是一笔小数字吧 而且都已经坚持了两个月的时间了 现在退出的话 肯定会非常的遗憾 各种原因都有吧 希望你们两个能好好地生存下去 到时候获得最终的优势 到时候回到都市 记得请我们吃一顿好的 赵小谷勉强地笑了笑说道 随后又看了一眼陆宇 虽然只是短短一天的接触 但是他觉得陆宇这个小鲜肉 和其他的小鲜肉完全不同 他的身上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让每个和他接触的女人 都会莫名其妙地产生一周好奇 想要一探究竟的感觉 这 可是 你之前还说过 想要去参观一下我们的生存环境的 就算你们要离开 也不用这么着急吧 过几天再离开也行啊 热巴此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按理来说 小谷离开自己 应该感觉到开心才对 因为这样的话 他就不担心陆宇会被小谷抢走了 可是当听到两人要离开的消息之后 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 我当时也只是好奇 随口一说而已 而且就算是我们退出之后 也可以观看你们的直播 到时候也能看到你们生存的环境 好了好了 就这么决定了 赵小谷继续笑着说道 虽然自己现在的状态 完全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但是麻雀姐的情况 已经不能再坚持下去了 而这时候陆宇也终于开口了 好了热巴 看来 他们两个已经决定退出了 其实这对他们来说 应该算是最好的结果 等回到都市之后 我和热巴肯定会请你们 好好错一顿的 麻雀姐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或许以后我们可以合作一下 如果以后再有这种大型荒野求生节目的话 其实和麻雀姐组队 应该会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 因为麻雀姐的荒野求生知识 也非常的丰富 绝对是合作的不二人选 好 一言为定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合作一下 麻雀姐也是开心的笑了笑 像陆宇这样的大帅哥 对自己抛出了橄榄枝 那么他自然不会拒绝 又是简单的闲聊了几句之后 麻雀姐和赵小谷 拨通了卫星求救电话 因为此时他们四人就在海滩边上 所以通过卫星定位之后 救援队的人也很快就赶得过来 救援队的队长秦峰也在里面 陆宇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秦峰先是跟陆宇打了个招呼 其实在上一次 陆宇一个人解决掉黑瞎子之后 他就成为了救援队大多数人的偶像 而队长秦峰更是陆宇的忠实粉丝 对于他们这些粗人来说 都比较崇拜强者 而陆宇一个人 就能够干掉一头成年的黑瞎子 这在他们的眼里 就是绝对的强者 所以那种尊重和钦佩 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好久不见了 秦队长 陆宇也是笑着打了个招呼 上一次见面还是四十天之前 没想到这一次见面之后 秦峰他们发现 陆宇比之前变得更帅了 而且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气质 如果自己是个姑娘的话 说不定真的会喜欢上陆宇 实在是太可惜了 自己多了一根小坤 你们好 你们两个决定要退出了吗 简单地和陆宇打了个招呼之后 秦峰才把目光看向了赵小谷和麻雀姐 眼神之中也是有着几分钦佩的 要知道两个女生的组合 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 生存两个月的时间 已经算是非常了不起的存在 更何况赵小谷 还是一个当红明星 能够吃得了这样的苦 确实比一般的女性要强得多 因为当下这个社会 就算是很多出身贫困的女生 都是那种五指不沾阳春水 各种名牌挂一身的 见惯了这样的案例 所以自然更加佩服赵小谷 是的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我们确实生存不下去 就麻烦各位把我们送下去吧 赵小谷也是非常客气地说道 作为一个演员 很多时候在片场的时候 都会和工作人员打交道 所以他非常地清楚 这些普通工作人员的辛苦 所以对于这些幕后的工作人员 他一直都是很尊重的 好的 说实话你们已经很棒了 我很钦佩你们的求生技能 和坚毅的精神 秦峰笑着说道 人家当红女星 跟自己说话都这么客气 那么他自然也要适当地 回应两句 赵小谷和麻雀姐 只是笑了笑 那么请稍微准备一下 准备好了 我们就离开吧 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好收拾的 他们所有的求生资源 基本上都是 从垃圾站里面 回收过来的 在岛上的话 确实有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一旦离开了这座岛屿 那些东西 就又全部都变成了垃圾 陆宇 热巴 我们庇护所的位置 你们两个也知道 上面的那些工具 你们全部都拿去用吧 我真心地希望 你们能够坚持到最后 到时候回来 请我们吃饭 赵小谷一脸认真地说道 反正那些东西 拿回去 也是垃圾一样的存在 还不如留给热巴和陆宇 也算是卖个人情吧 当然 就算是他们两个 到时候忘了这个人情 也无所谓 自己做的事情 问心无愧就好了 好 陆宇点了点头 其实那边的物资 还是挺多的 不锈钢锅和不锈钢盆 都有两个 而且还有两个纯净水的桶 这些东西 对于求生者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求生工具 能够让他们的生活 变得更好 品质更高 当然 对于陆宇和热巴来说 其实最最重要的 就是那极卷卫生纸 用石头和树枝刮了 两个月的屁股 能够用上卫生纸 这绝对是一件 振奋人心的事情 很多人 可能看上去 他们生存得很好的 但是自己的苦楚 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屁股都 TM快刮出血泡了 我很疼 但我不说 就是这么傲娇 就是这么嚣张 对了 陆宇 我看你冲锋衣上的 这几条口子 应该是被大型动物 抓出来的吧 这件衣服 现在勉强还能穿 可是岛上的温度 越来越低 说不定再过一段时间 会更晚 你这衣服 到时候保暖的效果 会非常的差 我把我的冲锋衣 也留给你吧 就在这时候 麻雀姐也脱下了 自己的冲锋衣 随后递给了陆宇 其实 冲锋衣对于他和小谷来说 现在已经没有 任何的用处了 在第一眼看到陆宇的时候 他就注意到了 陆宇冲锋衣肩头上的伤口 那明显是被某种 大型动物的逆转 这 这不太好吧 看着身上 只穿了一个小背心的麻雀姐 陆宇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虽然他现在 确实很需要这件冲锋衣 麻雀姐的冲锋衣 型号比较大 所以自己完全可以穿 但所谓无功不受禄 麻雀姐突如其来的关心 确实让他 有点受宠落惊的感觉 你这不会是嫌弃 是我穿过的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算了吧 麻雀姐脸色微微地变了变 开口说道 或许是因为 陆宇长得实在太帅的原因吧 所以 总是有些比较自卑的感觉 又或者 在陆宇身边的热巴和赵小谷 都是大美女 不管再自信再要强的女人 在这种时候 都会自卑的 你看你说的 我怎么可能会嫌弃呢 我只是感觉到 有点不太好意思而已 好了好了 衣服我就收下了 心意为领了 等回去之后 一定请你们两个吃大餐 到时候 你们随便点 看着麻雀姐表情微妙的变化 陆宇也是赶紧接过了冲锋衣 不管以后和麻雀姐之间 有没有交集 但这个时候 如果不收下 这件冲锋衣的话 可能会让一个女生伤心 而且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自己也确实挺需要这件衣服的 嗯嗯 那就好 你可不要只是说说而已 到时候 又给忘记了 陆宇接过衣服之后 麻雀姐的脸上 瞬间露出了高兴的表情 那种高兴 显然是不掺杂任何虚假的 不会忘记的 放心吧 陆宇也是笑着点了点头 而此时直播间的观众 也开始起哄了 卧槽 看麻雀姐的样子 这是沦陷了吗 这还用问吗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 不过实话实说 陆宇这家伙 长得也TM太帅了 如果我是个大姑娘的话 我也会喜欢她的 那是自然 我们老公最帅 哪个女的不喜欢呢 就是就是 我们老公是最帅的 曹艾特 这群没脑子的生物 又出现了 原本能够影响到我颜值的 只有南娇北谷中老虎 天涯四美 以为他们都上了年纪 我快熬出头了 没想到又蹦出来 陆宇这个刺头 跳 阿呸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 既然这样的话 我的冲锋衣也留给热巴吧 毕竟 你们两个不知道 还要在这荒岛上 生存多长时间 赵小谷也是 直接把自己的冲锋 依托了下来 交给了热巴 至于其他的东西 好像也没什么 值得交托给他们两个的 自己穿过的旧内衣 也不好意思送给热巴 对了陆宇先生 我有几句话跟你说 就在这时候 秦峰把陆宇叫到了一旁 陆宇也跟着走了过去 怎么了 秦队长 还有什么事情吗 陆宇开口问道 是这样的 前几天 沈月小姐已经动过手术了 一切都很顺利 手术非常的成功 所以请你不用担心了 秦峰开口说道 这件事情 虽然不是陈总交代自己说的 但是他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 那么告诉陆宇的话 能够让他更加心安 这样的话陆宇 才能认认真 真的求生 好的 我知道了 谢谢秦队长告知 陆宇点了点头 脸上也是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在这片荒岛上 他从来都不担心 生存不下去的问题 唯一让他担心的 就是小姨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而且他的病情 也让陆宇时刻牵挂着 现在听到小姨 已经动过了手术 陆宇的心自然 也是放了下来 这样的话 他就没什么顾忌了 不用谢 哦对了 而且陈总给沈月小姐 安排了两个 照顾他起居的小姑娘 所以 他现在生活得很好 秦峰接着说道 不得不说陈总 确实是他见过格局 比较大的老总了 知道陆宇 是种子选手 就帮他 直接解决了后顾之忧 要知道陆宇在岛上 多待一天的时间 就能给公司 创造很多的利益 这种利益 甚至已经超过了 给沈月做手术的钱 嗯 那请队长出去之后 再替我谢谢陈总吧 等回去之后 我定当亲自登门道谢 陆宇 也是再一次表达了 自己的感谢 这种感谢 是发自内心的 因为小姨是自己 最亲近的人 好 一定 希望我们下一次的见面 是你和热巴小姐取得 最终优胜的时候 那么 我们先走了 秦峰笑着说了一声 其实 现在的结局很明朗 稍微有点眼力 见的人都知道 陆宇和热巴 是绝对的种子选手 只要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两个应该是 能够坚持到最后的那一组 简单的告别之后 秦峰和其他三个救援人员 带着赵小谷 和麻雀姐离开了 伴随着隐情的轰鸣声 渐行渐远 荒岛上 似乎又只剩下了陆宇 和热巴两人 哎 没想到刚刚找到了两个伙伴 原本以为 至少也能热闹个几天 没想到 他们这么快就走了 看着已经消失在 视线中的快艇 热巴感慨了一声 虽然他内心深处 并不是很希望小谷 和麻雀姐 跟他们组队太长的时间 但好歹也多留几天 可以稍微的热闹一点 麻雀姐的伤势很严重 看得出来 他走的时候 已经因为感染发烧了 坚持不下去了 所以 他们今天退出 也在意料之中 好了 我们准备一下 一会出海抓龙虾了 这样的结局 似乎也在陆宇的意料之中 因此并没有太多的感慨 而且实话实说 他也并不想 和太多人继续组队 因为那样的话 会非常的麻烦 而且自己的难度系数 也会大大的提升 就自己和热巴两个人 挺好的 嗯 好 热巴也是赶紧点了点头 随后两人 把木筏拉到了海边 要不要体验一把 在木筏上也吹的感觉 陆宇突然开口问道 好啊好啊 可是这有点太危险了吧 万一把我们的竹筏 给点燃了 那不就完毒则吗 热巴先是高兴的点了点头 如果能够在木筏上面 一边欣赏美景 一边吃着海鲜的话 那自然是最好的 但是要在木筏上生活 这还是很危险的 自己可没有陆宇 那么精湛的游泳技术 你先去多捡一些木柴过来 其他的 我能想办法 陆宇对着热巴说了一声之后 自己也上了岛 在木筏上面 自然是不能直接生活的 但是如果在上面 一个土炉的话 那不就轻松地解决了吗 说干就干 很快陆宇就在岛上 找到了一块大石板 然后糊了一些泥土 把大石板 放在木筏的亭子下面 然后再用泥土 简单地拟一个土炉的形状 然后稍微生活烘干一下 就形成了一个简单的炉子 现在只要拿上锅 就可以去海上野炊了 当然 陆宇也再一次检查了一下 木筏的安全性 因为木筏 已经在岛上放了40天的时间 之前的藤条 可能有些脆化 所以还需要再次 简单地加固一下 简简单单地一番操作下来 已经到了中午11点 热巴也剪了很多的干柴 然后陆宇把这些干柴 全部都砍成 差不多20公分的长度 放在了煮法上 接着拿上锅 拿上一些淡水 两人上了木筏 而此时在都市中 吴京经过这段时间的修整 和补充营养 身体已经差不多 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在工作之余 他也常常会观看一下 荒野求生的直播 而他观看的对象 就是陆宇和热巴 这小子 还真是强得不得了啊 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就给我一种 不一样的感觉 看着直播间的陆宇 吴京对着自己的妻儿说道 当时他们出发的时候 是乘坐同一艘快艇的 李晨还说陆宇 坚持不了几天的时间 没想到他和热巴 不仅坚持了两个月 而且现在 还是过得最好的一组选手 果然是人不可貌相 长得白白嫩嫩的陆宇 居然会这么强 不仅仅是他的身体素质 还有他的荒野求生能力 都是顶尖的存在 要是当初 自己能够抽中陆宇的话 估计现在还在岛上吧 而且他们两个 应该能够生存得更好 那可不 说实话连我都成他们忠实的粉丝了 要不是以前就遇到了你 说不定我就去追求陆宇了 谢兰开玩笑地说道 不过陆宇这家伙 确实又帅能力又强 那些年轻的小姑娘 估计对他清新的很多吧 哈哈 这么说 还得感谢自己出道得比较早大 吴京笑了笑 显然知道谢兰是在开玩笑的 而咋 看到了没有 这才是我们龙国狼 应该有的精神面貌 等你长大以后 一定要成为陆宇这样的男生 你要是敢给我学那些 小鲜肉和娘炮 整天化着烟熏妆 我一定会大嘴巴地抽你的 吴京看了看一旁 也在认真看直播的儿子 无所谓说道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龙国狼 应该有的精神面貌和状态 而不是那些 整天化着女装 雌雄难辨的小鲜肉 无所谓 则是一脸无所谓地点了点头 唉 真希望有机会可以 和这小子合作一把 吴京继续感叹道 只不过这样的机会 以后可能越来越少了 如果陆宇 对影视方面有想法的话 或许他们可以在这方面 进行合作 老公 你前段时间 不是已经开始准备 筹备战狠三了吗 等一切准备得差不多之后 陆宇他们肯定也完成了求生 到时候 可以让他做你电影的男主角啊 以陆宇现在的人气 完全有资格 胜任男主角 而且 虽然他长得白白嫩嫩 但是说他是硬汉 估计也没有人会反对 谢兰笑着说道 硬汉可不仅仅是 满身长满健子肉的那种 陆宇 在过去两个月的表现 就足以证明了自己 如果连陆宇都算不上硬汉的话 估计在整个龙国 都找不到几个硬汉了 嗯 你说的确实没错 如果陆宇到时候 有这样的意向的话 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吴京非常认真的点了点头 有人欢喜 自然有人愁 李晨就是很愁的那位 每次看到陆宇 和热巴的生存条件这么好之后 心里就很不舒服 毕竟他们 在刚上岛之前 自己就和陆宇 发生过矛盾 不过还好 自己之前在快艇上说 那些话的时候 选手们的直播间 还没有开通 这些矛盾并没有被粉丝们发现 否则自己现在 估计已经成了 网爆对象 而此时 在海上的陆宇和热巴 距离海滩 差不多已经有200米的距离 这次的距离 比上一次更远一些 好了 那我先下去了 陆宇很快就脱掉了 自己的外套 全身上下 只穿着一个裤衩子 手里拿着抓龙虾的工具 腰间跨着一个篮子 一个漂亮的入水姿势 像一条鱼一样 消失在了海面 很快陆宇就来到了海底 可能是距离海岸比较远的缘故 所以这一次的海底 比上一次更深一些 很快就见到了一些 五彩斑斓的小鱼 不过这些并不是它的目标 在那些色彩斑斓的珊瑚礁下面 藏着的东西 才是陆宇的目标 很快 在珊瑚礁下面陆宇 就发现了第一只龙虾 轻轻松松就给抓住了 这些龙虾不知道 是因为傻 还是因为陆宇 有动物倾和能力的缘故 在抓住之后 根本连挣扎都不知道挣扎一些 陆宇甚至怀疑 吃了这些东西之后 可能会影响自己的智商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五分钟之后 陆宇浮出水面 换了一口气 随后再次一头扎进了海里 在他身体周围的这些海鲜 和色彩斑斓的鱼类 完全都没有躲避陆宇 甚至在陆宇的身边游来游去 又是过了五分钟之后 陆宇再一次钻出了海面 扑 随后抹了一把头发 一只手里 还拎着一个两个巴掌大小的东西 看上去就像是石头一样 上面有很多的秃点 还裹着一层海藻 随后陆宇爬上了木筏 陆宇 你拿一颗石头上来干嘛 这东西有什么价值吗 看着陆宇手里拿的东西 热巴忍不住 好奇地问道 在这颗石头上面 除了一些海草之外 还找着很多凸起的小点 看上去有点让人浑身发麻的感觉 尤其是对于直播间的一些 密集恐惧症患者来说 完全接受不了 这可不是石头 这是一只海龟啊 听到热巴的声音之后 陆宇无奈地说道 能把一个海龟看成一块石头 这是什么眼神啊 不过这玩意儿 全身上下都长满了藤壶 所以对于不太认识藤壶的人来说 好像看上去确实像是一颗石头 海 海龟 我读书少 你不要骗我 谁家的海龟长这个样子呀 热巴一脸疑惑地说道 显然 他是不太相信的 而且以前在旅游的时候 他也见过海龟啊 那些海龟长得那么可爱 哪里有长得这么奇心怪状的海龟 这只海龟之所以长成这个样子 是因为它的身上 寄生着一种叫做藤壶的生物 这种生物的繁衍速度非常的快 它们对海洋生物有着致命的威胁 一旦附着在这些小动物的身上 小动物们几乎是没有活路的 这只海龟承受着比自身重量 还要重好几倍的藤壶 它现在已经奄奄一息了 可以想象 从藤壶附着在它的身上开始 到现在 它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看着眼前长满藤壶的海龟 陆宇也是感觉到相当的可怜 它完全可以想象 这只海龟忍受了多大的痛苦 以及绝望 藤壶的吸附能力非常强 时间一长 完全长进这些动物的壳和肉里面 然后进行不断的繁殖和滋生 最终完全被吞噬 或许是有了动物亲和的能力 所以当这只海龟游到陆宇面前的时候 它似乎能够感受到 这只海龟的绝望和痛苦 或许这只海龟是在向自己求救吧 所以陆宇也毫不犹豫地 把海龟拿了上来 准备要帮助它一下 因为藤壶真的是一种万恶的生物 就和那些社会上 吸人解食人肉的寄生虫 没什么两样 哦 我明白了 这么说来的话 这种叫做藤壶的生物 真是太可恶了 热巴也是一副我懂了的样子 然后生物痛急地说道 不过它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让陆宇当场就破防了 那么 这只海龟我们是煮着吃还是烤着吃呀 哪种吃法更加的美味一点 此话一出 不仅是陆宇露出了猛逼的表情 就连直播间的观众 也是完全没有想到的 原本以为陆宇刚才 讲得那么情深意怯 热巴能够切身地感觉到 海龟的可怜之处 没想到在热巴的脑子里 却在思考 海龟怎么吃更美味 笑不活了家人们 这热巴是猴子请来的逗逼吗 我刚才都被陆宇的话给感动了 结果热巴这话一出 我直接笑喷 果然 在吃货的面前感情排没用 海龟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温暖的四季 陆宇 我特别刚才说了个寂寞啊 不得不说 藤湖真是一种让人反感的生物 嗨嗨 我刚才所要表达的意思是 这只海龟已经非常的痛苦 很可怜了 所以我们需要拯救一下它 简直是对牛弹琴啊 陆宇只能无奈地干咳两声 随后清清楚楚地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平日里 热巴的理解能力 也没有这么低下 怎么看到吃的之后 理解能力一下子就变成了附属 呃 原来是这样 你早不说清楚一点 热巴给了陆宇一个大大的白眼 还以为这玩意儿是用来吃的 自己都开始想要撒多少盐了 好了 你先把这些龙虾和鲍鱼煮了吧 我来帮一下海龟 陆宇把笼子里面的龙虾和鲍鱼 全部交给了热巴 虽然只是短短的十分钟 但是笼子里面已经装满了海鲜 好嘞 只要有吃的就行 我这个人不挑剔的 热巴也是开开心心地接过的笼子 然后开始烹煮这些海鲜 而陆宇则是拿着柴刀 认认真真地抠起了藤壶 做这件事情是非常解压的 每扣下了一个藤壶 就让强迫症患者感觉到极大的成就感 有些藤壶已经完全长进了海龟的龟壳 以及腹部的皮肤里面 所以每一次用柴刀撬这些藤壶的时候 小海龟都会疼得剧烈挣扎起来 不过很明显 小海龟也知道陆宇是在帮他 所以也是尽可能地在控制自己的挣扎频率 或许生物的本能让他觉得 眼前的这个男人好像并不会伤害自己 虽然 他刚才让那个女人把其他的海鲜给煮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陆宇也是抠藤壶抠的不亦乐乎 有时候男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每扣下来一个藤壶 都能够收获巨大的成就感 尤其是能够一下子扣下来一大片的时候 那种感觉简直绝了 比整根进入还有爽 我去 对于一个强迫症患者来说 真是太解压了 是啊 我也好想去扣这玩意儿 手都有点不受控制了 我有密集恐惧症 看着这玩意就感觉到难受 可怜的小海龟 幸亏遇到了陆宇这个大好人 龙虾 鲍鱼 去你妈的大好人 劳子都在锅里了 陆宇 嗨嗨 低调 我可不是什么好人 不要给我招黑 半个小时之后 陆宇也终于是把海龟身上 所有的藤壶都给抠了下来 看着海龟终于露出了 自己真实的样貌 陆宇的脸上也是露出了笑容 尤其是看着木筏上面的那些藤壶 就感觉像是脚底板上的 十年老死皮都被抠了下来一样 那种感觉真的不要太爽 好了小东西 你身上的藤壶 我已经全部给你抠下来了 现在就把你送回大海吧 陆宇一只手举起了海龟 此时 海龟的个头 比刚拿出来的时候 要小了一倍 小海龟两个前肢 也在不断地拍打住陆宇的手 似乎在通过这样的肢体动作 表达着自己的感谢 很明显 此刻的他如释重负 非常的轻松愉悦 似乎已经想不起 上一次如此轻松 是什么时候了 哎呀 你说你身上藤壶 没有抠下来的时候 感觉挺心疼你的 但是 把你身上的藤壶 全部抠下来之后 又感觉你挺好吃的 红烧和炭烤的滋味 一个不错 陆宇一边欣赏着海龟 一边开口说道 而海龟就像是 听懂了陆宇的话一样 开始使劲地 用自己的前肢拍打了起来 不断地挣扎着 生怕下一秒 自己就和龙虾 还有鲍鱼 落个同样的下场 希希 我觉得炭烤好一点 因为红烧的话 我们现在没那个条件 一旁的热巴笑眯眯地说道 而此时所有的海鲜 也差不多已经烹饪好了 不过 热巴可没有放弃吃海龟的念头 既然来到了这个荒岛上 而且所有的动物 都可以成为可食用的资源 那么自然是想要多吃一些东西 品尝不同的美食 海龟听到热巴的声音之后 看了一眼那个蛇蝎女人 挣扎得更加剧烈了 算了算了 这小玩意儿很有灵性 还是把它放了吧 陆宇刚才也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说完之后 就直接把小海龟丢入了海中 快点来吃海鲜吧 龙虾和鲍鱼 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热巴对着陆宇说了一声 此时所有烹饪好的龙虾和鲍鱼 已经放在了一块木板上面 上面还冒着热气 好 陆宇点了点头 随后也是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 一边欣赏着海上的美景 一边坐着木筏 吃着美味的海鲜 这种日子 估计神仙看了 都得羡慕吧 热巴 赶紧多吃点鲍鱼 鲍鱼吃多了 对身体好 陆宇也是把大部分的鲍鱼 都留给了热巴 因为这些鲍鱼 鲍鱼都非常的肥美 味道也非常美味 为什么啊 你上一次不是给我说 不要吃太多的鲍鱼吗 你这家伙 肯定有什么坏心思 是不是鲍鱼吃多了 和生蚝吃多了之后的效果是一样的 热巴怀疑的目光看着陆宇 总感觉这家伙 应该没那么好心 因为他刚才所说的话 和上一次所说的 可完全不同 而上一次来海边的时候 陆宇在自己的心目中 还是一个正人君子 虽然现在也很正 但关系不一样的 自然彼此之间 也就开得起玩笑了 功效好像不太一样 不过 难道你没有听说过一句古话吗 吃啥不啥 陆宇笑眯眯地说道 草 这家伙果然没按好心 不过 如果真的能吃啥不啥的话 自己倒是挺愿意多吃一点的 哎呀 要是再能有一壶美酒的话 就更加享受了 吃着美味的龙虾肉 陆宇也是在一边感叹道 美食配不上美酒 这味道总归是差那么一点 你那么厉害 荒野求生的能力又那么强 等过几天上岛之后 你酿一些酒出来不就好了吗 热巴随口说了一句 不过 陆宇眼睛确实微微地瞇了瞇 对啊 岛上有那么多的果子 完全可以用来酿酒 虽然酿出来的酒 味道可能很一般 但至少应该是可以喝的啊 热巴这句话 也算是点醒了陆宇 吃饱喝足之后 两人就这样坐在床头的木墩子上面 然后欣赏着周围的景色 陆宇 原来我们一直以来生存的岛屿 居然这么大啊 难怪能够一下子容纳200多名选手 看着四周的环形岛屿 热巴也是有些惊讶 上一次出海的时候 只顾着抓海鲜品尝美味 没怎么来得及欣赏周围的美景 现在吃饱喝足 终于可以好好地欣赏一番了 这片宽阔的海域三面环岛 而且 每座岛都看上去很高 也难怪之前他们上岛的时候 费了那么大的力气 一直以来都没有占据最高点的位置 是啊 这些岛屿都是相连的 所以看上去会很大 别说是容纳200个人 估计容纳一两千个人 也是很难碰面的那种 看着四周翠绿的岛屿 陆宇也是笑着说道 蔚蓝的天空和大海 三面环绕着翠绿的岛屿 说实话 这样的景色确实非常的美观 可以说 每一帧都可以当做平保 生活在如此美景的岛屿 但是很多选手 都没有时间和机会去享受这些 其实我感觉 就算是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地方 也挺好的 没有世俗的喧嚣 也没有各行各业的尔虞我诈 热巴双手扶着下巴 看着景色有些沉醉地感叹道 在现在这种社会 各行各业的竞争都非常的激烈 尤其是对于他们这样的女演员来说 很多人都是吃一碗青春饭 而且吃这碗饭的人还特别多 一个不小心 可能就被其他更年轻 更漂亮的新人演员给取代了 每天都要不断地提升自己 不断地去制造热度 说实话那样的日子真的很累 这段时间在岛上 虽然过得比较艰苦一些 但是非常的充足 需要去思考太多的东西 每天只要想着吃饱肚子 想着让自己的生活 稍微变好一点就可以了 一个简简单单的庇护所 一个简简单单的浴缸 就能让人开心好几天 是啊 这里确实很美 但是我们终究是要回去的 不过等以后我们有机会 也可以带着小姨 一起来这边旅行 到时候想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 想拿什么东西 就能拿什么东西 到时候情况 就没有这么窘迫了 陆宇先是点了点头 随后笑着说道 如果这一次能够成功地坚持到最后 那么以后的日子 绝对就不会缺钱花了 只要不去搞投资炒股票 只要不去网上赌博 那么三个亿的奖金 三个人可以轻轻松松地生活一辈子 而且生活的质量也不会太差 到时候不用去上班 也不用看人脸色 说走就走的旅游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想想还真是令人向往的生活啊 好啊 好啊 那等这次求生结束之后 我们就带着小姨一起过来 到时候多拿一些东西 可以在这边好好地玩一段时间 热巴也是非常高兴地说道 或许比起在娱乐圈家缝中求生存 这样的生活她更加地喜欢和期待 其实我一直都很忐忑 不知道小姨会不会喜欢我 热巴突然又有些情绪低落地说道 而媳妇最害怕的就是见婆婆了吧 而且向来都听说婆媳之间都不太合 其实陆宇的小姨就和自己的婆婆差不多 虽然现在已经和陆宇发生了关系 成为了真正的情侣 但是她每天也在担心 小姨会不会接受自己 电视剧中的那些狗血剧情 会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这你就放心吧 小姨的性格非常的好 她肯定会接受你的 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 陆宇则是自信地保证到 小姨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见到过最好的人了 话虽然这么说 但要说不担心是假的 对于普通的人家来说 其实要接那一个明星也没那么容易 尤其是陆宇这么优秀 她有更好和更多的选择 好了 别想这些事情了 等回去之后 你就知道小姨有多好了 现在就好好的欣赏这些美景 陆宇轻轻地揉了揉热巴的肩膀 也不知道她在担心什么 得到陆宇的安慰之后 热巴才放松了自己的心情 就这样两人观看了两三个小时的美景 随后陆宇再次潜入了大海 这一次他们来海滩的目的 除了要再次品尝一下美味的海鲜之外 同时也希望多装一些海鲜晒干之后拿回去 这样的话就不用来回跑了 一直到下午四五点 两人才回到了海滩 此时抓到了不少的龙虾和鲍鱼 在这种海域中 这些海洋生物随处可见 虽然前海抓不到太多的昂贵的鱼和帝王蟹之类的 但是这些小青龙和鲍鱼也是极品的美食 陆宇现在的游泳技术虽然不错 但还无法支撑它潜入深海 那样太危险了 这么多的海鲜 我们应该能吃很长一段时间 热巴也是赶紧开始收拾这些海鲜 必须要尽快地进行处理 否则的话比较容易变质 一夜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经过一晚激烈战斗的陆宇还在熟睡之中 热巴确实早早地就醒来了 刚开始的时候 热巴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确实有点跟不上陆宇 但是慢慢地 两人的角色似乎进行了对话 陆宇 你快点出来看看 这是什么情况啊 就在陆宇还在熟睡的时候 热巴惊讶地叫喊声响了起来 陆宇也是赶紧醒了过来 然后简单地穿上衣服走出了庇护所 看到正在海边的热巴也是赶紧赶了过去 你快看怎么这么多海龟在这里啊 以前在岛上生活了十几天的时间 从来都没有在海边见到过海龟啊 热巴指着前面的七八只海龟 满脸惊讶地说道 顺着热巴所指的方向望了过去 陆宇就看到八只海龟 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一排 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了自己 而且 他们还有一个统一的特点 那就是身上全部都长满了藤壶 而在最左侧的那一只 现在就是陆宇 昨天刚刚帮忙抠过藤壶的那一只 陆宇一把把他给拎了起来 操 我TM不知道该说 你是仗义还是不仗义 大清早的居然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带来了 按照电视剧中的剧情 这小东西不应该变成一个小美女 然后开始追着自己报恩吗 现在这种方式显然是恩将仇报啊 很明显 昨天自己帮这只小海龟抠腾壶的事情 已经在海龟圈传开了 很有可能自己昨天把这小东西放生之后 他就偷偷地发了个龟友圈 陆宇 其实你没有发现 这个小海龟还挺仗义的吗 带来了这么多他的小伙伴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就请他的这些伙伴去我们 锅里坐一坐吧 也算是我们静静地主之意 听到陆宇的话之后 热巴的脸上露出了狡猾的笑容 不管是上一次还是这一次 都吃到了很多的海鲜 但是还没有品尝过小海龟的肉 看这些小海龟的个头都不是很大 肉质应该相当的nice吧 啊 说的有道理 同时你也让我重新定义了 地主之意这四个字的含义 陆宇也是笑着点了点头 不过还是把所有的小海龟都捞了上来 然后开始帮助他们扣藤壶 所有的小海龟也很享受这种感觉 就好像人的身上长满了狮子 然后有人帮忙抓核脑一样 虽然偶尔能够感觉到疼痛 但是显然快乐比疼痛要多得多 而且做这样的事情 不仅能够打发无聊的时间 还特别的解压 尤其是扣下了一大块藤壶之后 那种成就感非常的不错 其实这种藤壶也是一种难得的海鲜 听说味道非常的不错 陆宇一边扣着藤壶 一边对着热巴说道 不过这种小海龟的身上长出来的藤壶 个头都比较小 不像那些大型鲸鱼和海龟身上一样 长出来的比较大 这玩意儿也能吃吗 看上去就让人有点受不了 而且长得跟石头一样 热巴有些难以置信 陆宇之前就说过 这些东西跟寄生虫一样 一想到寄生虫三个字 就很难跟好吃三个字关联起来 等会我们可以品尝一下 因为昨天的量实在是太少了 所以也煮不了多少我就没有告诉你 今天这么多海龟 而且这几只身上的藤壶 个头也比较大 陆宇笑着说道 听说这种藤壶的肉非常的鲜美 就连煮出来的枝子也是很鲜的 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银子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以前他也没有接触过这种玩意儿 行吧 反正我连虫子都吃过了 还怕吃这些东西吗 这一次热巴倒是没有直接拒绝 因为前几次自己虽然说不吃虫子和蛇 但最后又吃得很香 所以这一次也没那么快就下定论了 万一又真香了怎么办 这不是再一次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足足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几只海龟身上的藤壶 才全部被抠了下来 而且收集了满满当当的一锅 这些藤壶的总重量 显然要比海龟本身要重得多 最重要的是都很新鲜 那这几只小海龟怎么办呀 我们辛苦了这么长时间 不把他们留下来两只 作为我们刚才辛苦的酬劳吗 看着身上已经完全变干净的小海龟 热巴又打起了坏心思 好像对小海龟 有着一种特殊的执念一样 虽然陆宇说 刚才的那些藤壶也是可以吃的 但是总感觉 那东西应该没有海龟的肉好吃吧 算了算了 反正这片海域的资源 非常的丰富 他们已经承受了很长时间的痛苦了 刚刚恢复自由 陆宇好不容易也是良心发现了一回 最终 热巴也只能打消心中的念头 把几只小海龟放归大海之后 陆宇和热巴开始煮这些藤壶 虽然这些东西 对于密集恐惧症患者来说 可能有点接受不了 但是和之前吃的那些竹虫 还有奇草幼虫比起来 还是要好很多的 十分钟之后就可以 所有的藤壶都已经煮好了 陆宇也是用石头砸开了一个 品尝了一下 你也快点尝尝吧 味道确实很鲜美 甚至比昨天吃到的那些鲍鱼 还要鲜 陆宇赶紧对着一旁的热巴说道 难怪这东西 在市面上能卖到那么高的价值 原来味道居然这么鲜美 嗯 好 热巴也是赶紧点了点头 随后砸开了几个品尝了起来 肉质饱满细嫩 非常的鲜美 这些海鲜根本就不用加盐 因为它本身就带着咸鲜味 真的不错啊 简单的品尝了两个之后 热巴就有点停不下来了 一锅的藤壶 很快就被两人给全部干掉了 因为这东西和生蚝一样 虽然看上去可很大 但是 它可食用的肉 是非常少的 啊 真香 希望那些小海龟 明天能带更多自己的朋友过来 热巴感慨了一声之后 有些期待地说道 这玩意 确实是意料之外的好吃 如果明天 小海龟能够带回来一些 他的好朋友 甚至把祖宗一辈子都叫过来的话 肯定能够收获 更大更肥美的藤壶 好了 我们先好好准备一下 等会继续出海 抓一些海鲜吧 这一次 我们要晾晒足够多的干货 陆宇说完之后 就开始忙活了起来 这一次 要编制一个更大的箩筐 这样的话 一次性就能抓到更多的海鲜 时间快速地流逝 在海边的两人 根本就不愁吃喝 其实对于荒野求生者来说 海边也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庇护所搭建地 因为这里的光照条件 非常的充足 而且食物也比较充足 但唯一的问题就是水源 因为海边是没有淡水资源的 所以必须要去岛上寻找淡水 虽然可以通过蒸馏获得淡水 但是这样的速度 实在是太慢了 根本就难以满足 求生者的日常所需 这也是为什么 很少有求生者 会把庇护所搭建在海边的原因 在海边又生活了一周的时间 在过去一周的时间里面 陆宇和热巴 也是收集了不少的海鲜 而且全部经过烟熏和日晒 弄成了干货 因为这样一来的话 就能够长久地保存 而经过这一周的时间 陆宇和热巴也把海鲜吃得够够的了 虽然之前无比地想念海鲜的味道 但现在也差不多 有点不太想吃了 甚至开始回味 岛上的那些山药和木薯了 这几天 我们的海鲜也准备得差不多了 省着点吃的话 应该能够吃很长一段时间 今天我们就回去吧 清早起床之后 简单地洗漱吃了一些早餐 陆宇对着热巴说道 虽然这边的风景很好 而且海鲜资源很丰富 但终归还是要回去的 昨天椰子已经被它们吃得差不多了 再不回去的话 淡水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而且也没办法洗澡 嗯嗯 好嘞 我们已经足足一周没有洗澡了 前两天 我就已经开始想念我们的浴缸了 热巴也是赶紧点了点头说道 习惯了每天洗澡之后 突然间一周不洗 还是挺不适应的 嗯 那我们稍微收拾一下就回去吧 顺便在回去的途中 可以把小谷和麻雀姐 它们的装备收回去 陆宇也是点了点头说道 这件事情它可没忘 因为赵小谷和麻雀姐的生存工具 确实很多 仅仅是那几卷卫生纸 就足以让它感觉到垂涎了 所以是绝对不可能放过的 更重要的是 还有那么多的铁锅铁碗 还有两个纯净水桶 那些东西可以储存很多的东西 用处非常的广泛 两人把竹筏放进了茂密的丛林中 这样的话可以避免竹筏被曝晒 说不定他们什么时候 还会回到这个地方 所以提前做足准备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然后又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 两人朝着岛上走了上去 时间流逝 两个半小时之后 陆宇和热巴终于回到了赵小谷 和麻雀姐的庇护所 我们把这边的工具清点一下 然后把可以用得到的全部拿回去 不得不说 麻雀姐和赵小谷还真是挺有一套的 居然能够想到去垃圾站回收工具 看着庇护所边上和庇护所里面 琳琅满目的求生工具 陆宇笑了笑说道 首先就是两个不锈钢锅 必须是要拿走的 两个不锈钢盆 也可以当晚或者是盛水的工具来使用 然后就是两个纯净水桶 而热巴则是赶紧去了房间里面 把那些卫生纸和姨妈金 全部都收藏了起来 因为他太需要这些东西了 有了这些纸之后 那么他们就真正地告别了用主板 和石头擦屁股的杯催岁月了 还有三包半的盐 看样子麻雀姐准备得很充分 原本是打算在岛上长时间生存的 所以买的盐比较多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可能确实能够坚持更长的时间 甚至有可能成为陆宇和热巴的对手 不过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 因为他们两个已经被淘汰了 陆宇你快看我找到了什么 这么多的糖啊 热巴拎着一个白色的塑料袋走了出来 里面装着很多块状的冰糖 看样子至少也有两三斤多 我去这俩人这么会享受的吗 不仅有言 而且连冰糖都买到了 看到那么多的冰糖 陆宇也是一脸的惊讶 不过想想也对 因为这些锅碗瓢盆和纯净水桶 都是从垃圾回收站回收过来的 所以根本就要不了几个钱 最贵重的也就是这些糖 还有那些卫生纸 以及姨妈金之类的东西 或许他们还买了其他的东西 只不过已经被用完了而已 50块钱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 可算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充分地将启动资金运用到了极致 而此时直播间的网友 看到陆宇和热巴 居然继承了麻雀姐 和赵小谷这么多的求生物资 也是很无奈啊 这可能就是天命主角的待遇吧 碰到了两组选手 拿到了他们那么多的求生物资 谁说不是呢 之前就把周姐和呆妹留下来的东西 全部继承了过去 现在又把麻雀姐和骨头的物资 又给拿走了 这要是还坚持不到最后的话 那可就有点对不起他们几个了 运气加上实力 说实话想要坚持不到最后都很难 因为随着求生时间的不断增长 其他选手的状态越来越差 有些是求生物质上出现了重大的危机 而有些则是心理和心态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算是在有同伴的情况下 在这个荒岛上生存两个多月并不简单 很容易让人的心理发生变化 尤其是在遇到一些不顺心的话 那种心理的变化就会被无限放大 就好比此时第91组的两位选手 此刻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两人在刚刚上岛的第一天晚上 岛上就传来了奇怪的惨叫声 显然通过短短一个晚上的多层次深入交流 就让他们的关系发生了转变 虽然说网友们对这一组选手并没有什么好感 因为感觉他们两个都是比较随意的人 但不可否认的是 宋吉吉的求生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运气也非常的不错 所以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可是这几天 两人的运气似乎没那么好了 刚开始他们附近的竹鼠 野鸡野兔非常多 所以布置的一些捕猎陷阱也是常常有所收获 但是这两天陷阱好像失去了作用 也不知道是不是动物变少了 我说你 能不能不要整天板着一张脸呀 我一个人出去打猎本来就够辛苦了 回来之后还要看你的脸色吗 你是觉得求生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吗 还是你觉得我是一个铁人 不知道疲惫 空手而归的宋吉吉看着马金年的脸 顿时也就来了火气 自己出去找食物已经够辛苦了 而且长布的食物自己的情绪也很差 这臭娘们也太现实了吧 自己每次找到食物和打到猎物的时候 她的两个眼睛都笑得跟两朵菊花似的 可是一旦自己找不到食物 回来之后就是这副死样子 而且自从第一个月之后 她几乎不出庇护所 每天就等着自己找食物给她吃 完全变得跟一个吸血鬼一样 她已经受够了 没用的男人往往会从别人的身上找理由 真是想不通我当初怎么就看上你了呢 马金连嫌弃地骂了一句 你特骂 宋吉吉感觉自己都要被气炸了 现在只要再坚持二十多天 就能够拿到五百万的奖金 她也正是因为这五百万的奖金 所以这段时间一直在克制自己的脾气 但是现在实在是受不了了 看了一眼马金连之后 真是越看越TM难受 当初自己怎么就管不住自己的坤呢 纠结了片刻之后 宋吉吉果断地打通了救援组的电话 实在是忍受不了这臭娘们了 等回去之后 让她的老公好好地教育她吧 伴随着这一组的离开 此时也只剩下了九组选手 其实能够坚持到现在的 每一组选手绝对都有自己的过人之处 要么荒野求生的经验非常的丰富 要么就是运气非常好的那种 不过三个月之后 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因为就和第一个月的情况是一样的 估计也有不少人正在咬牙坚持 等待着90天的到来 因为一旦生存超过90天 那么他们就能拿到五百万的奖金 但是当坚持到90天之后 可能之前憋着的一口气突然松下来 他们就失去了继续求生的动力 另一边 陆宇和热巴已经把麻雀姐 和赵小谷的所有物资和工具都收走了 只要能够利用的物质一概不留 基本上就剩下一个锥形的庇护所框架 在回去的途中 陆宇还深情演唱了一首 《今天是个好日子》 有了这些物资之后 他们的生活可就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这一次两人并没有原路返回 因为他们从那条路过来的时候 途中并没有发现什么可利用的资源 现在只不过是上午11点左右而已 距离庇护所大概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就算是绕路回去 也完全不用担心 晚上之前回不到庇护所的问题 走了半个多小时之后 眼前出现了一个小陡坡 这边的植被比较稀疏 只有一些比较大一点的桥木 都是能够充分地接受采光的那种 陆宇你快看 那边那棵树怎么回事啊 怎么树身上长了那么多的黑色柳子 这种生长方式 好像和我们之前见过的巨果熔果 很相似啊 就要在这个时候 热巴突然指着前方的一棵树说道 这棵树长得有点奇形怪状的 分叉很多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 那棵树的表皮上长着很多黑色的果子 这些果子的大小和形状都跟葡萄很像 又像是一只只黑色的甲虫 爬在树枝上一样 嗯 我刚才已经看到了 应该是一种水果 走我们过去看看 其实陆宇刚才就已经发现了 所以在主动地往这边靠 很快两人就走到了树的跟前 树干上长满了无数的果子 就像是一棵棵树子一样 但是 近的时候才发现 这些果实并不是纯黑色 而是黑紫色的 咦 看着好不舒服呀 感觉有无数的蚂蚁在身上爬一样 看着眼前的那棵树 热巴忍不住地抖动了一下身体 虽然它并没有什么密集恐惧症 但是 看到这样奇形怪状的树 和密密麻麻的黑紫色果实之后 难免会感觉到 有些生理上的不适 这可是好东西啊 看着眼前那棵长满黑色果子的树 陆宇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之前在海边的时候 他就想过会等上岛之后 找一些果实能酿酒 之前的巨果绒果 虽然味道非常的不错 软糯可口 但是水分的含量并不是很高 所以并不是很适合酿酒 但是眼前的这种果子 却非常的合适 这些果子长得倒是跟葡萄一样 只是我不太明白 它们的生长方式 怎么会像柳子一样长在树干上呢 热巴看着那些黑色的果实 还是有些不太理解 要知道 葡萄可是一串一串的 其他的果子 也很少见到 这种长在树干上的 而且密密麻麻的 像无数的虫子 汇聚在一起一样 这种果子被称之为树葡萄 也可以叫家宝果 不过 它们却和葡萄 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种果子水分充足 味道鲜美 而且营养也非常丰富 对于荒野求生者来说 简直就是黑珍珠一样的珍贵存在 看着眼前的那些果子 鹿羽开始科普了起来 这树树葡萄 以前它在雨林探险的时候 也见到过 只不过 当时并没有处于完全成熟的状态 但是现在这种紫黑色的颜色 显然这些树葡萄 已经完全成熟了 树葡萄的成熟周期 非常的短暂 一年大概可以成熟四次 所以 是属于一种非常高产的水果 不过现在人工养殖的树葡萄 还没那么广泛 所以 可能有不少人并不认识树葡萄 但是这种水果的营养价值 是非常高的 里面含有大量的糖分 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维生素C 钙 磷铁等诸多身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更重要的是 这种树葡萄的水分含量很多 100克树葡萄中 就含有86.1克的水分 水分含量高达86% 不仅能够用来解渴 而且也是酿酒的极好原料 鹿羽 我发现你还真是一本行走的百科全书呀 好像就没有什么东西 是你不认识的一样 听到鹿羽的介绍之后 热巴的脸上也是露出了崇拜和爱慕的神色 自己看中的男人 果然厉害 说实话 如果不是鹿羽的介绍 这种东西在荒野中就算是遇到了 自己也不敢吃 不过现在可以安心地品尝了 来 尝尝吧 看着热巴那一脸崇拜的表情 鹿羽也是摘下了两个树葡萄 然后递给了热巴 两人开始品尝了起来 果子很甜 但是和葡萄味道完全不同 好像是好几种水果的味道 夹杂在了一起一样 入口的第一时间 还能够感觉到些许的酸味 但是就像鹿羽之前所描述的一样 水分很足 味道很好 比上一次的巨果熔果 吃起来要好吃多了 哇 真是太好吃了 我今天一定要饱饱地吃一顿 一直吃到吃不下去为止 热巴满脸开心地 开始采集了起来 这棵家宝树 只有四米的高度而已 一般这种树的高度 大多数都在三至六米之间 不会生长得太高了 而且从根部开始 就会生长果子 所以不怕摘不到果子 鹿羽也是先享受了起来 之前在岛上吃了一周的海鲜 唯一补充的糖分 就是那些椰子汁里面的 但是椰子汁里面的糖分 其实是很少的 所以今天可以好好地补充一下 身体中的糖分和碳水化合物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专业之间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哥 热巴终于是打了个宝格 肚子也吃得圆鼓鼓的 感觉自己现在脑子里全是江湖 肚子里全是水 啊 好饱 吃饱喝足的感觉 真是太爽了 热巴摸着自己的肚子 脸上挂着开心的笑容 感慨了一声 这种果子真是又管饱又解渴 看来以后要多蒸一些 这种树葡萄果子了 好了 别休息了 我们多摘一些这些果子回去吧 等回去之后 可以用这些果子酿点酒 到时候可以小酌一杯 鹿羽可没打算休息 因为他怕上次露宿荒野的事情重演 虽然现在可能距离庇护所的位置 并不是很远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不能浪费时间 嗯嗯 好 热巴也赶紧开始 继续采集果子 纯净水桶 可以用来当做收集的容器 不过想要把两个桶子全部装满 可并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 足足花费了三个小时的时间 两人才把两个纯净水桶完全装满 好在这棵树上的果实很多 而且非常的密集 所以采集起来比较容易 不过伴随着高度的上升 采集起来也就比较困难了 啊 终于把桶子给装满了 我的胳膊都发酸了 对了鹿羽 我们摘这么多的果子回去 要是到时候坏掉了怎么办 热巴使劲地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胳膊和老腰 然后开口问道 要知道这些富含糖分和水分的果子 是非常容易腐烂变质的 不用担心 这种果子可以长时间地储存 在常温下也能储存较长的时间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会坏掉的问题 至少在我们把它们全部干掉之前 是不会坏掉的 鹿羽摇了摇头说道 树葡萄的最大特点 就是可以在常温下长时间地保存 和那些肉是不一样的 哦 原来如此 难怪你要采集这么多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同时心中也更加地感叹 鹿羽的知识储备量 明明只有18岁的年纪 而且听鹿羽之前所说 15岁之前 他一直都在上学 15岁之后 小姨生病了 然后他就担起了家里的重担 每天都要打好几份工 赚钱养家 所以这让热巴更加地想不通 鹿羽到底哪里来的时间 去学习这些东西 而且他所掌握的这些东西 现在居然全都派上了用场 走吧 我们赶紧回去 也不知道我们的那些小鸡仔 现在怎么样了 出来这么长的时间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饿死了 采集完毕之后 鹿羽也没有准备休息的想法 因为自己和热巴的身体 都经过了强化 所以干这么点活 不会太累的 整整七天了 虽然来的时候 给他们放了很多的野菜 但饿死的几率还是很高的 热巴这时候也才回想起来 家里还有几只熬带时的小野鸡 而听到两人的对话之后 小团团似乎也突然意识了过来 眼神突然一愣 随后直接朝着庇护所的方向 冲了过去 看这模样 显然是这几天他 也把小鸡的事情 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鹿羽 这些树葡萄 我们两个一人扛一桶吧 我感觉 自从上次你帮我按摩之后 我的体能和力量 就变大了很多 所以 扛这些东西 完全没问题 热巴也是主动提出了 分担的工作 虽然鹿羽就算是一个人 扛两桶树葡萄 也完全没什么问题 但是也不能所有的工作 都让鹿羽来完成 这样会显得自己很没用 我们现在有免费的劳动力 这种事情 自然不用自己扛 交给大羊哥和小羊弟吧 鹿羽淡淡地笑了笑 随后把目光 看向了大羊哥和小羊弟 所谓养羊千日 用羊一时 现在是时候 让他们展现一下 自己的力量了 都快养了他们两个月了 这家里的家务 自然也要让他们学会分担 对对对 这两个小东西的个头 长大了很多 这一点东西 对他们来说 应该不是问题 热巴也是恍然大悟 然后认同地点了点头 自从把这两个货 抓回来之后 就把他们当仙人一样供着 连羊肉都没有吃到一块 这活总得干一点吧 虽然小羊弟和大羊哥 很想拒绝 甚至心里想着 虽然自己不是人 但鹿羽和热巴是真的狗 不过 为了避免年纪轻轻 变成烤全羊 也只能选择接受了这样的命运 随后 鹿羽也是动手给两只羊 做了两个羊安 把两个装满树葡萄的纯净水桶 安装在了羊的身上 走起来一扭一扭的 好像随时随地 都连羊带桶会翻过去 你们两个最好是快一点啊 要是谁走得慢 回去之后 就要吃烤全羊了 鹿羽对这两只羊刚说了一声 其实在接近两个月的时间里 两只小羊也长高了 毕竟每天他们吃得都很不错 一听这话 大羊哥和小羊弟跑得更快了 时间又是过去了一个半小时 鹿羽和热巴 也终于回到了久违的庇护所 一切都没有发生改变 还是那么的熟悉 还是那么山清水秀 空气清新 水还在流 鱼还在游 小团团已经早就回到了庇护所 然后围在鸡笼的边上不断地叫着 幸运的是 所有的小鸡都还活着 而且看体型比走的时候大了一圈 啊 终于回来了 还是家里的感觉舒服一点 我的土炕 还有我的浴缸 我的卫生间 我真是想死你们了 热巴使劲地 嗅了嗅清新的空气 感觉庇护所里面的空气 都是清新的 一想到前几天晚上睡得那么不舒服 而且半夜还差点被冻醒 他就更加地 喜欢自己的土炕的 还有这黏糊糊的身体 他恨不得马上就洗个热水澡 我们先简单地 把东西归整归整吧 等收拾完之后 就可以洗澡了 陆宇对着热巴说了一声 然后开始收拾东西 首先就是从麻雀姐和赵小谷那边拿过来的东西 过碗瓢盆什么的 放进厨房里面 盐和糖这些 就放在庇护所里就可以了 还有卫生纸 必须要小心谨慎地保存 可不能在下雨的时候 被雨水淋湿 然后就是两大桶树葡萄 把树葡萄从羊背上卸下来之后 大羊哥和小羊弟迫不及待地 跑到了他们的羊圈里面 那落荒而逃的模样 就好像生怕晚一秒被做成烤全羊 看着这滑稽的一幕 陆宇也在不断地感叹 这两只小羊羔的智商 似乎也变高了很多 难道是因为自己有动物亲和的能力吗 还是说在自己的身边待久 这两个小家伙也变聪明了 把所有的东西收拾好之后 陆宇也开始往浴缸里面注水 热巴赶紧去收拾了一些柴火 然后开始烧火热水 等浴缸里面的水珠到气氛满的时候 柴火也差不多全部烧尽了 温度差不多40度 泡澡刚刚好 陆宇 要不我们一起泡巴 这一次热巴居然主动提出了一起泡澡 反正两人的关系也非常明朗了 只要直播间没有傻子的话 应该也已经知道两人的关系了 所以 没必要遮遮掩掩 弄得神秘兮兮的 在荒岛上生存 最大的好处不就是自由自在吗 如果还是要顾东顾西的 那也有点太别屈 好啊 这几天没有好好地洗澡 身上可能会有一些污垢 最好我们可以相互擦擦背 连热巴都主动提出来了 这样的好事 陆宇作为一个男人自然不会拒绝 随后两人走进了木屋 关上的木门 只留下一脸猛逼的直播间观众 我擦嘞 现在 这两人都如此的明目张胆 肆无忌惮了吗 这有什么 人家的关系都到哪一步了 还有什么 可忌惮的 好气啊 要是当时我被选中的话 说不定我也能找个明星女友 普通人就别想了吧 除非你有陆宇那样帅气的颜值 和强悍的求生能力 就是就是 像我们这些人 就算是被抽中 顶多也只能找到 马金莲那款的有福之父 说的 好像很有道理 但是 我不听 我就要生活在梦里 有本事 你们顺着网线来打我啊 对对对 我也是 有本事来咬我啊 抱歉 我们不吃屎 这一次泡澡 两人足足泡了一个半小时 泡澡之前 感觉到身上黏乎乎的 但是泡澡之后 却感觉到身下黏乎乎的 给热巴的感受 就是 自己泡了这么长时间的走 感觉泡了个寂寞 不知道是因为水温过高的原因 还是其他的原因 从浴室出来之后 热巴的脸红彤彤的 至于陆宇 则是一切正常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发型 还是那么帅 还是那么勇猛 比那个谁的部下 还要勇猛一些 你这家伙 实在是太不老实了 我以后再也不要跟你一起 泡澡了 热巴给了陆宇一个白眼 没好气地说了一声 简单地整理了一下之后 热巴开始做午饭 而陆宇 则是开始酿酒 现在有了这些树葡萄 完全可以实现酿酒自由 首先 把一个纯净水桶里面的树葡萄 全部拿出来进行清洗 这些葡萄上面 绝对不能沾到半点的油脂 不然在发酵的过程中 就会发生变质 不过因为之前 根本就没有接触过任何的油脂 所以倒也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把所有的树葡萄都洗干净之后 然后拿两个不锈钢锅过来 然后全部捏碎 里面全都是那种淡紫色的汁液 因为树葡萄的水分 本来就很多 100克的树葡萄 里面就有86.1克的水分 就要再加水 这样酿出来的酒会更加的香醇 陆宇差不多把一吹进水桶的树葡萄 全部给捏碎 然后连支带皮 全部又装了进去 最后就是适当地放入一些冰糖 然后把桶口完全密封起来 等待发酵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 这种情况下 发酵个三五天就可以了 只要不出意外的话 发酵应该能够完成 到时候 就能够得到树葡萄酒 虽然可能没有专业设备和工艺 酿出来的酒那么好喝 但是在荒野中 根本就没有那么好的条件 能够稍微的小敏一口 就已经是非常令人满足的事情了 一个小时之后 酿酒的工作完成了 而热巴这边的食物 也差不多准备好了 是之前烟熏的那些鹿肉 此时变得更干 嚼劲更足了 不过或许是因为 吃了一周海鲜的原因 现在在吃这些烟熏鹿肉 居然感觉到挺好吃的 陆宇 我们储存的食物 已经快没有了 之前的野菜 已经全部干的不能吃了 那些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也已经没有了 现在就剩下这些鹿 而且估计 也扛不了十天了 我们什么时候出去继续打猎啊 吃饭的时候 热巴也是认真的开口问道 想要生存下去 那就必须要有大量的食物 虽然它们还有很多晒干的海鲜 但也不能天天吃海鲜吧 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 以及维生素那些 也需要好好地补充一下 下午已经不适合出去寻找食物了 我们明天再去吧 陆宇简单地思考了一下 开口说道 现在想要寻找食物 就必须要走得远一点 而如果走得太远的话 一个下午的时间 有可能折返不回来 情况会像上次一样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之后 陆宇也知道 中午出发去寻找食物的话 并不明智 嗯嗯 好 那我们明天再去有梅花鹿的那边 看看这一次 能不能再打到一头鹿 能够打到一头鹿的话 它们能够坚持 至少半个月以上的时间 虽然烟熏的肉肉有点硬 但是总比野鸡和野兔肉 稍微的好吃一点 而且刚打到的时候 还可以吃到新鲜的鹿肉 鹿边也能很好地 帮陆宇补充一下身体 好啊 那我们明天早点起 然后过去看看 那些鹿还在不在蓝湖那边 鹿鱼点了点头说道 一般来说 如果这些野生动物受到惊吓之后 它们可能就会转移自己的阵地 但如果在其他的地方 找不到水源的话 可能会冒险继续待在那个地方 现在就希望它们的运气能好一点 明天去的时候 鹿群没有离开 那我们下午要做什么啊 总不能在庇护所里面干作者吧 热巴再次开口问道 或许是早就已经习惯了 比较忙碌的生活 所以 一个下午 如果没什么事情做的话 倒也感觉到挺无聊的 而且谷羽说得好 保暖思淫欲 吃饱之后 就比较喜欢胡思乱想 做出一些浪费体能的事情 所以还是忙碌一点好 鹿羽这家伙的体能 实在是太好了 有时候 自己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根本就无法满足它 下午的话 我们就再把庇护所周围加固一下吧 虽然我们现在的庇护所 已经足够坚固 但如果遇到上次那样的大暴雨的话 情况还是比较麻烦的 稍微再加固一下的话 就算是遇到大暴雨 也不会对庇护所造成威胁 其实下午要做的事情 鹿羽早就想好了 可以再去弄些竹子回来 然后好好地加固一下庇护所 然后再好好地 布置一下排水系统 这样就算是有大暴雨 应该也不会太麻烦 好 那我们一会就去砍竹子吧 说不定今天还能遇到竹虫 到时候可以好好地享受一顿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显然上一次的竹虫 还没有吃过瘾 尤其是这几天 天天都在吃龙虾暴雨 偶尔能吃一顿油炸竹虫的话 味道也是非常鲜美的 那东西可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毕竟之前我们就砍了那么多的竹子 也只找到了一次竹虫而已 等回再看看吧 如果能够找到的话 自然最好 鹿羽笑着说了一声 竹虫虽然吃起来很美味 但也不是每根竹子里面都有竹虫的 吃完午餐之后 两人来到了竹林 然后来回搬运了好几次竹子 六七十根竹子 加固庇护所应该绰绰有余了 而且剩余的竹子 或许还能围个篱笆墙什么的 其实鹿羽的想法很简单 那就是在庇护所的后方位置 用竹子搭一个直角三角形的框架 这样一来的话 就形成了一个坡度 就算是有洪水从山上下来 也会顺着坡度流下去 从而不会直接冲到庇护所的墙壁 然后再挖几条排水渠 虽然现在还没有下雨的征兆 但是也要做到防患于未然 如果真的到暴雨侵袭的时候 再来做这些 那么肯定就来不及了 鹿羽和热巴现在的体能都很不错 虽然之前经过了一番熬战 然后又扛了好几趟的竹子 但是体能依旧很充沛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庇护所的加固工作也越来越有形 直到晚上七点钟的时候 庇护所的三面 全部都围起了一个直角三角形的框架 然后上面均匀地铺上一层草皮 这样一来的话 看上去庇护所更加地坚固结实 当然 最重要的是 可以避免庇护所墙体和洪水直接接触 哇 终于完工了 这么一弄的话 庇护所看上去结实漂亮多了 而且给人一种非常暖和的感觉 看着今天一个下午的劳动成果 热巴也是相当的有成就感 现在的庇护所 估计就算是遇到狂风暴雨 也不会造成破坏 嗯 现在就算是下雨也不用担心了 没想到 我们一个下午就完成了所有的工作 陆瑜也是点了点头说道 自从给热巴使用了身体强化剂之后 两人干活的工作效率显然快了很多 就算是干上一整天 热巴也丝毫不会感觉到疲惫 至少不会像以前一样 干个几个小时就筋疲力尽 腰酸背疼 晚上吃的同样是鹿肉 热巴也煮了一些龙虾肉 虽然食物没什么碳水化合物 但是好在之前摘到的树葡萄 里面含有不少的碳水化合物 所以也可以很好的补充身体所需 一夜的时间飞快地流逝 天蒙蒙亮的时候 陆瑜和热巴就起床了 随后两人拿上了弓箭 柴刀 还有一个不锈钢锅开始出发了 小团团自然也跟在身后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 跟着陆瑜才有肉吃 这一次他们的目标也很明确 那就是前往之前的那片蓝湖 希望能够狩猎到一头鹿 如果能够猎到两头的话 那更好 不过他们这一次 并没有沿着上一次走过的路线前进 因为那边已经没什么可利用的资源了 两人之前走了三个小时 只发现了一些野菜 也只有在第二天中午回来的时候 才发现了一些野山椒 时间一分一秒秒地流逝 转眼之间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 陆瑜 你看看那些地方 那些树丛中的小圆栋 应该是小动物们留下的吧 热巴指了指不远处草丛中的一个圆栋 随后开口说道 地面还有踩踏过的痕迹 而且有的痕迹还比较清晰 就好像是前部韭菜留下的一样 嗯 看样子应该是野鸡或者野兔留下的吧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小动物留下的 不过 看这些脚印和留下的痕迹 这片区域的小动物应该不少 陆瑜也是看了看那些痕迹 随后开口说道 因为这边被踩踏过的痕迹 有种四通八达的感觉 如果只有几只小动物的话 是不可能造成这种痕迹 那就说明 这片区域应该有不少的小动物 要不要我们先抓两只回去 说实话 好久没吃过野鸡和野兔的肉 现在有点想吃了 嘻嘻 热巴笑了笑说道 虽然之前有那么一段时间 野鸡和野兔肉吃的胃都有点难受 不过这时间一长 就又想吃了 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再说吧 今天我们主要的目标是鹿 如果能够狩猎到一头鹿的话 至少半个月的食物问题就解决了 这可相当于达到几十只野鸡或者野兔才行 对于这种小东西 陆瑜现在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等下一次有时间了 可以过来做一些捕猎陷阱 到时候也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 今天的首要目标是大型动物 好吧 热巴也只能点了点头 随后两人一郎开始继续前进 刚刚没走几步 小团团却是突然停下了脚步 随后鼻子贴在地面 开始闻了起来 一边闻 一边朝着那些动物留下的小圆洞跑完了过去 团团这是要干什么 难道他已经发现了小动物们的踪迹了吗 看着小团团那奇怪的动作 热巴好奇地问道 要知道以前团团可从来没有展露过这种狩猎的天性 就像是一头没用的二哈一样 一天到晚只知道摇尾卖萌 祈求施舍 今天看上去好像要主动狩猎 确实让热巴感觉到有些奇怪 看样子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跟过去看看吧 如果这小家伙真的自己学会了狩猎的话 倒是一件好事情 陆宇点的点头 随后也是饶有兴致地跟在了团团的身后 不过也是刻意地拉远的距离 因为自己和热巴走得太近的话 可能会惊扰到猎物 其实这段时间 他也因为团团的事情感觉到有些小烦躁 团团是野生动物 自己是肯定带不到都市的 就算是带过去了 估计也会被关到动物园里面 还不如把它留在这荒野 这才是属于他的地方 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 但问题就是 团团在之前根本就没有展现出任何的狩猎天赋 而且这些野生食肉动物 一般要跟在父母的身旁 才能够慢慢地学会狩猎 可是这一点 自己和热巴根本就帮不到团团 所以他一直都比较担忧 如果他们离开这片岛屿的话 那么没有狩猎技巧的团团 可能会被饿死在这荒岛上 希望今天他 能够自己学会狩猎的技巧 就这样 两人捏手捏脚地跟在团团的身后 团团也是压低了自己的身体 似乎心里已经有了目标 没有任何犹豫地向前走着 五分钟之后 陆宇和热巴他们终于发现了几只野鸡 正在悠闲地啄着野草和上面的虫子 团团真是太厉害了 他果然找到了野鸡 看着团团准确无误地发现了野鸡的位置 热巴也是相当的激动 不过陆宇却表现得比较淡定 因为这些野生食肉动物的嗅觉都很灵敏 他们能够闻到很远距离内的猎物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殊天赋 才让他们能够更好地生存下去 虽然团团这段时间 一直都被当成二哈来养 但是这种天生的天赋 是烙印在血脉之中的 小团团此时猫着自己的身体 开始一点点的接近 陆宇也拉弓上剑 如果没有碰到这些野鸡的话 他自然是对野鸡没什么兴趣 因为野鸡只够吃一顿的 莫必要浪费时间去主动寻找这些小东西 但是既然现在看到了 那么这些食物自然也不能放弃 就在敲咪咪的接近野鸡 只有十米距离的时候 小团团突然发起了冲刺 目标很明确 就是距离自己最近的那一只野鸡 而同一时间 陆宇的离弦之剑也射了出去 他的目标是最靠后的那只野鸡 因为他知道团团已经锁定了攻击的目标 所以两人的攻击并不会产生冲突 从而导致误伤团团 别看团团很多时候就像一个憨批一样 但毕竟是食肉野兽 所以在发起冲刺的那一瞬间 速度还是非常惊人 十米的距离对于一只狼来说 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这种范围之内 狩猎的成功率高达90%以上 噗哧 陆宇射出的箭矢率率先射中了一只野鸡 然后直接将身体穿透 箭矢狠狠地定在地上 那只被射中的野鸡还在拼命地挣扎 只不过这样的临死挣扎 显然是无济于事的 其他的野鸡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过却下意识地乱跑了起来 还默等他们彻底反应过来的时候 团团也一口咬住了目标的脖子 然后开始使劲地左右甩动了起来 很快被咬住脖子的野鸡就放弃了挣扎 哇 好棒好棒 陆宇 你和小团团真是太厉害了 一下子就抓到了两只野鸡 热巴也是开心地蹦了起来 其实他的心里也在为团团高兴 从刚才团团一气呵成的动作来看 他已经完全具备了狩猎技巧 所以就算是到时候把他一个人留在这荒岛 应该也能够很好地生存下去 哈哈 这小东西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前段时间我还一直在想 该如何培养他的狩猎技巧 没想到他已经自学成才了 难道这个就是野兽的特有天赋吗 陆宇也是笑了笑 如同一位雌妇一般盯着团团 那眼神之中的欣慰之色 丝毫不加以掩盖 把野鸡甩得没有动静之后 小团团也是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一脸妖功地把野鸡放在了陆宇的面前 随后朝着陆宇吐着自己的舌头 不错不错 我们家团团真是太厉害了 都学会自己狩猎了 为父很欣慰 看着团团努力地表现着自己 陆宇也是蹲下身 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 随后轻轻地抚摸着小团团 毛茸茸的脑袋 而团团显然也是非常地享受 这种被抚摸的感觉 闭着眼睛使劲地蹭着 而热巴则是走了过去 把陆宇射中的那只野鸡也带了过来 好了 团团 这只野鸡是你自己抓到的 所以就奖励给你了 是吧 陆宇也是把这只野鸡 直接让给了团团 只有吃这些生肉 才能激发团团野兽的血性 同时也能够激发它狩猎的欲望 似乎是听懂了陆宇的意思 团团开始朝着野鸡撕咬了起来 经过两个多月的成长 团团此时的个头已经长得非常明显了 片刻的功夫 团团已经吃得满嘴是血 那尖锐的犬牙上面也是沾满了鲜血 此时的它才更像是一只野兽 卧槽 团团居然在没有父母的教导之下 会自己狩猎了 真是了不起 说实话 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了团团是一只狼了 最近我都把它当成了一只二哈 哈哈 我也是 因为这家伙前段时间 确实和二哈一模一样 呃 原来这小东西居然是一只狼吗 卧槽 好残忍呀 可不可以不要吃我们家坤坤 我家坤坤还要下蛋呢 草 楼上小黑子 不想吃我家哥哥下的蛋了是吧 显然直播间很多的网友 都已经忘记了小团团是一只狼的事实 因为前段时间它所有的表现 都和一只没脾气的狗一模一样 在露雨和热巴的面 没有一点点的狼性 不过现在看着直播间小团团 吃野鸡的画面 才让所有人想起来 小团团 它是一只狼 并不是二哈 尤其是 现在吃的满嘴是血 充分地展现了 它的狼性和野性 露雨和热巴 也是拿着另一只野鸡 开始继续前进 团团则是走一会儿 吃一会儿 又走了半个多小时的时候 露雨发现了一大片木树 随便挖了一个 里面的木树个头很大 随后标记了一下位置 等会过来的时候再挖 因为奔着这些东西去狩猎的话 还是有点麻烦 足足三个半小时之后 露雨和热巴 才终于看到了 之前见到的那片蓝湖 随后在四周查看了一番 却并没有看到 梅花路的踪迹 哎呦 看样子 那些路已经不在这里了 这一趟 我们是白来了吗 看着四周完全没有路的影子 热巴有些气馁地说道 也不一定 毕竟 他们只有在喝水的时候 才会冒险来这个地方 不会一直聚集在这里的 上一次 我们只是恰好碰到了 他们喝水的时机而已 露雨摇了摇头 随后开始顺着蓝湖的周围 探索了起来 还是有很多清晰的脚印 绝对是在不久之前才留下的 很快 除了脚印之外 露雨又发现了很多的粪便 蹲下身 用手指碾了碾 又闻了闻 就差舔一舔来确认了 这样显得更专业一点 粪便还没有完全干透 接着露雨站起身看向热巴 笑着说道 鹿群并没有离开这里 这些粪便很有可能是 昨天晚上留下的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要不要跟着足迹找过去 热巴赶紧开口问道 还好这一趟没有白来 希望今天能够打到一头路 我们可以选择 顺着这些足迹找过去 也可以选择在这里守株待兔 其实 我倒觉得第二种方法更好一点 因为这些路群 肯定去过不少的地方 如果顺着足迹漫无目的地走下去的话 不仅会消耗很多的体能 甚至可能会一无所获的 但是 既然他们昨天就来这里喝过水的话 那么今天一定也会过来 露雨想了想之后 认真的说道 虽然很多时候 主动出击比被动防守要好得多 而守株待兔四个字也是贬义词 但眼下的这种情况 守株待兔绝对比主动出击更有效 而且消耗更少 嗯嗯 那也行 听到露雨的话之后 热巴也是赶紧点了点头 因为在他的心里 露雨所说的话 就是绝对正确的 嗯 我们先在这里等三个小时 如果那些路群不能喝水的话 我们再去找 露雨继续说了一声 毕竟 如果一味地等下去 也不是最好的办法 而且他可不希望天黑之前 回不到庇护所 经过简单的商量之后 两人也是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小团团留在这里 偷偷地观看动静 露雨也是给他着重地强调 如果看到露群过来的话 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然后赶紧跑过来告诉自己 虽然并不确定 小团团是不是很靠谱 但是三个小时的时间 对于他们来说 还是很长的 尤其是干坐着的话 时间会过得更慢 所以可以去周围 稍微地碰碰运气 看看能不能捡到一些 可以食用的碳水化合物 如果周围一不小心 碰到露群的话 那就更好了 直接打到就行了 就这样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经过一番的探索 湖泊周围的资源 确实更加丰富一些 也找到了一些淮山药 挖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也挖了不少 然后继续探索的时候 又发现了一些木树 这些东西里面 都富含丰富的淀粉 和碳水化合物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非常需要的物资 当然是通通带走 两个小时的时间 两人已经挖了大半被动 因为这边的东西 确实非常的丰富 而且可能是因为 水人比较多 土壤比较多 潮湿的原因 所以淮山药和木树 长得都挺大的的 哇 我们今天真是发达了 居然挖到了 这么多的山药和木树 今天就算是打不到路 也算是不虚此行了 看着那大半被动 木树和山药 热巴也是开心地说道 反正他们这次出来 就是为了寻找食物的 他们现在缺乏的 可不仅仅是肉 同时 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也是非常缺乏的 因为家里 已经没有任何 碳水化合物食物了 而木树和山药 只要能够很好地 为他们提供 碳水化合物和淀粉 至于糖分食物的 之前的树葡萄 完全可以补充 他们身体中所需的糖分 更重要的是 他们现在还有很多的冰糖 嗯 今天的收获确实不错 看样子 现在和之前 说好的时间差不多了 不过 团团还没有人找我们 看样子 鹿群还没有出现 是时候开始主动出击了 鹿宇淡淡地开口说道 刚才他们两个 挖槐山药和木树 应该已经花费了 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 现在不能继续等下去了 要主动出击 或许那些鹿群 要晚上才出来喝水 或者是到大下午的时候 才出来 如果真是这样 他们两个可等不了 否则的话 今天晚上又要回不去庇护所 露宿荒野了 嗯 好 热巴也是赶紧点头 主动出击 有时候确实比守株带兔 要有用得多 两人背起刚才收获的食物 随后朝着团团那边走了过去 团团的身体 还貌在刚才的地方 一动不动 目光直勾勾地盯着蓝胡 看样子是非常敬业的 好了团团 我们该走了 鹿羽对着团团说了一声 现在就是去碰碰运气了 如果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能够碰到鹿群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 今天就只能先把这些碳水化合物带回去 等明天或者再过两天再来 随后两人一郎 开始顺着鹿群留下的足迹 探索了过去 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 又或者是鹿羽的运气 发挥了作用 仅仅走了半个小时之后 前方的草丛中 就响起了沙沙的声响 随后 鹿羽和热巴赶紧放慢了自己的脚步 尽可能地让自己的动静变得小一点 然后透过茂密的树叶和杂草 剩下的四头都是磁鹿 熊鹿的个头显然更大一点 而且看上去更加的威猛 尤其是头顶上的那两只鹿角 似乎在彰显着它的王者气质 那一头熊鹿也太会享受了吧 居然一个人带着自己的四位宠妃 太花心了 真是过分 鹿羽 快点给我射它 热巴也是压低了声音 用非常非常小的声音对着鹿羽说道 虽然他对鹿不是很了解 但是熊鹿和磁鹿还是分得清楚的 长着一对大鹿绒的 那肯定是熊鹿 你是电视剧演多了 还是电视剧看多了 鹿羽给了热巴一个大大的白眼 这TMD把后宫都给搬出来了 不过说起来 这一头熊鹿确实很会享受 居然带着四头磁鹿 也不知道 他的身体瘦不瘦得了 要知道 连自己都没有这种待遇 这让鹿羽也瞬间就对他起了杀心 枪打出头鸟 日子过得太好 可不是一件好事 必须要给他一点小小的惩罚 让他下一辈子能学得更专心一点 一念至此 鹿羽瞬间拉弓上剑 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这家伙实在是块头太大了 如果能够打中的 至少能够让他们吃二十多天的时间 甚至可能会更久一些 so 下一秒 离弦之剑瞬间飞出 滑破长空的瞬间 直接射进了熊鹿的肺部 鹿羽现在的射箭技术 虽然不敢说百发百中 剑无虚发 但至少失败的几率不会超过百分之二十 而且 这头鹿的个头这么大 所以目标自然也就更大了 伴随着一声惨叫 鹿群开始四散逃离 而被射中的熊鹿也是拼命地挣扎 剧烈的疼痛瞬间让它失去了理智 开始没有方向地胡乱逃跑 不过鹿羽却并不担心 因为被射中肺腑之后 它跑得越快 那么死亡的也就越快 快点追啊 鹿羽 一会那条路要逃跑了 热巴在一旁赶紧焦急地说道 那么大的一头鹿 足够让它们吃大半个月的时间 如果让它跑掉的话 那就太不划算了 而且受惊之后的动物 想要再次找到 它们可就比较困难了 不要着急 它已经被射中了肺部 跑不了多远就会死亡的 我们只要沿着血迹找过去 很快就能找到的 鹿羽倒是完全不慌不忙地说了一声 随后开始顺着血液的方向找个过去 果然 在十分钟之后 已经找到了那一头熊鹿 只不过 此时已经完全失去了生机 不过还好 身体还是软的 近距离看的 这家伙的块头 还真是够大的 看样子 能够解决我们很长一段时间的食物问题 至少能够让我们坚持到90天以后 看着地上一动不动的熊鹿 鹿羽的嘴角也是扬起了一抹笑容 今天的收获比想象中要大得多 除了打到了一头鹿之外 还找到了那么多的碳水化合物 从今天开始 暂时不用为食物的问题发愁了 来 你把这些东西背着吧 我能把这头熊鹿扛回去 鹿羽把身后的背拢交给了热巴 这头熊鹿看重量 应该也有个80公斤多 想要扛着走三四个小时 说实话 对于一般人来说 还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不过对于鹿羽来说 这种重量 却没什么太大的挑战 嗯嗯 热巴赶紧接过了杯斗 自从身体被强化过之后 热巴的身体素质也变得极强 因为以前她的力气 在娱乐圈女明星中 就是比较大的了 现在有了身体强化自己的加持 那么各方面的身体机能 自然变得更强 杯这么点东西 对于热巴来说也是小意思 我们今天的收获可真大 要是以后 只要出门打猎 都能有这样的收获的话 就太好了 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面 总感觉幸运女神 特别的眷顾我们 两人一边走 热巴也是一边开心的感慨到 不得不说 陆宇的荒野求生能力 确实非常的强悍 而且她的身体素质 也不是一般人能够相提并问的 但是 除了陆宇的强悍之外 运气的成分也非常的重要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 他们两个 可能连找食物都会成为问题 现在能够如此轻轻松松 就找到这么多的碳水化合物 同时还能打到这么肥的一头鹿 那么很明显 幸运女神是站在他们这边的 是啊 可能是因为我太帅了吧 连幸运女神都被我迷倒了 所以不得不站在我们这边 陆宇笑着开玩笑道 其实她的心里非常的清楚 这段时间之所以这么顺利 很有可能是跟自己的运气加一有关系 现在她更加的期待 以后签到获得的奖励了 如果幸运能够加久久的话 那岂不是自己出门就能捡到钱 当然这只是一个假事而已 因为幸运值可没有那么容易加上去 在荒岛上生存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运气也只是加了一而已 不过仅仅是这一点运气 似乎已经完全足够 让她轻而易举地解决掉眼前所有的问题了 切 你这家伙能不能低调一点 虽然大家都知道你很帅 但是你也不能自己说出来吧 热巴给了陆宇一个大大的白眼 帅向来都是别人对一个人的夸赞 可不是自己对自己的描述 三个小时之后 两人终于是回到了庇护所 就算是走了好多个小时的时间 两人依旧没有感觉到太过于疲惫 因为现在岛上的温度也在一点点的变低 没有刚上岛的那时候那么炎热了 所以在丛林中行走 也不会出太多的汗 呼 终于到了呀 热巴放下了背后的山药和木树 然后揉了揉自己的肩膀 虽然背起这么多的东西 对她来说没什么挑战难度 但是藤条编织的背带 还是让两个肩膀被勒得生疼 好了 我赶紧去把陆宇处理一下 陆宇对着热巴说了一声之后 就去处理陆宇了 因为之前在赵小谷和麻雀姐那边 找来了一把小砍刀 这玩意使用起来更加的顺手 尤其是宰杀猎物的时候 锋利程度也足够 对了陆宇 今天我们的食物这么丰富 要吃什么午餐呀 现在看样子 应该已经到下午两三点了吧 热巴也是赶紧开口问道 如果只有一两种食物的 它也完全能够自由发挥 但是今天他们有这么多的食物 却让他有了选择困难症 今天我们先把这条路的内脏干掉 然后我再给咱们 用这只野鸡煲个烫 刚才在路上的时候 陆宇早就已经想好了今天的午餐 首先这是内脏很容易变质 所以要率先处理掉 然后就是之前射中的这只野鸡 如果放的时间过长的话 也会发生变质的情况 所以野鸡完全可以用来煲汤 而且今天他们的煲汤材料 可是非常的不错的 首先有鹿绒 其次还有山药和生姜 仅仅是这三味原料煲出来的 就已经是非常鲜美了 好嘞 那你来处理鹿肉 我来处理野鸡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经过两个月的求生之后 他现在做起这些事情 也是轻车熟路 宰杀一只野鸡这种小事情 十分钟就能轻轻松松地搞定 随后两人开始工作了起来 很快热巴就把野鸡宰杀干净了 野鸡的一些内脏 因为肉太少 除了鸡心和鸡针 可以勉强吃一下 其他的东西 就没必要吃了 可以直接扔给鱼塘里面的 那些鱼当食物 那你现在教我一下 要怎么煲鸡汤吧 我去弄 等你把鹿肉全部处理好之后 鸡汤应该也就熬好了 热巴也是开口问道 这些鹿绒 可是珍贵的中药材 所以 今天我们就用鹿绒 和野淮山来煲汤 煲出来的汤 不仅味道美味 而且营养绝对丰富 说话的同时 鹿鱼已经用刀 切下了一些鹿绒 这东西 可是绝对的好中药 拥有着很不错的 滋鹰补羊的功效 尤其是壮羊的功效 更为明显 好 热巴接过了鹿绒的同时 也是赶紧点了点头 看样子 今天的食材 都是相当不错的 终于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了 对了 先等一下 还有这条路边 你也一起给我炖了吧 这玩意 还真是够长够奇特的 真是让人羡慕 鹿鱼在手上 把玩了一下路边 然后递给了热巴 俗话说得好 吃啥补啥 这玩意 对于自己来说 绝对是大补 虽然自己在体能上 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算是胜任 古代皇帝的职位 也绝对能把后宫三千加厉 搞得服服贴贴的 啊 好变态的形状 啊 那行吧 热巴一脸嫌弃地看了一眼 随后也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 然后接了过去 鹿鱼之前告诉过自己 吃啥补啥的道理 如果真的发生那样的事情 吃亏的好像是自己 随后鹿鱼也是 先把所有的内脏都取了出来 然后经过了 认认真真的清洗之后 交给了热巴 今天中午的食物 就是先把这些东西 全部都煮掉 因为早上本身 就没怎么好好地吃早餐 现在肚子已经非常饿了 所以 就算是煮这么多的东西 他们俩人 应该也完全能吃得完 更何况 吃不完 还有一只团团 到时候 剩余的就当为狗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转眼之间 一个半小时就过去了 而鹿鱼 也凭借着自己精湛的刀工 已经完全处理好了鹿肉 其中大部分的鹿肉 肯定是要经过烟熏处理的 就算岛上的温度变低 这些肉 也依旧很容易腐坏变质 但是也可以留两条鹿腿 用芭蕉叶牢牢地包裹起来 然后可以放进吸水里面 流动的吸水温度一直都很低 所以 这样的话 可以稍微起到一些冷藏和降温的作用 至少保存个两天的时间 应该没什么问题 如此一来的话 他们至少 能够吃两天新鲜的鹿肉 至于之后 就只能吃烟熏鹿肉了 鹿鱼 你弄好了没有 赶紧过来吃饭吧 等吃完饭之后 我们再处理了吸肉 这时候 热巴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一个多小时的熬制 鸡汤已经闻起来特别香了 来了 鹿鱼也是赶紧应了一声 因为现在肚子确实非常的饿 来 快点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 我等这一餐 可是等了很长时间 今天终于可以好好地吃一顿了 热巴有些迫不及待地说道 新鲜的鹿肉 还有珍贵的野鸡汤 这些东西在都市中 可是根本就没办法吃到的 就算是能够吃到差不多的 也大多数都是散养家养的 好 那我们来吃吧 鹿鱼也是赶紧点了点出来 随后毫不客气地切了一块肺 然后蘸了一些调味汁 放进嘴里就嚼了起来 那滑嫩的口感 真是美味极了 虽然有些人 可能受不了肺脏这种食物 但对于一些喜欢吃的人来说 这却是极品的美食 鹿鱼就非常的喜欢吃肺 至于肝脏的话 倒是感觉没什么好吃的 而热巴也是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 虽然这头鹿的内脏很多 但是两人吃的速度也很快 偶尔也会给团团一些 一旁羊圈里面的两只小羊羔 看着都馋哭了 仅仅十几分钟的时间 一锅内脏已经被吃得七七八八 剩下的全部交给了团团 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主菜 鹿熔野鸡汤 这绝对算得上是真正的美味 虽然没加人参 但是淮山药也是非常美味的 哇 今天的鸡肉变得好像好嫩啊 你快点尝尝吧 鹿鱼 没想到熬制出来的鸡汤 居然这么好喝 而且山药也好弄 好好吃 尝了一块鸡肉和一块淮山药之后 热巴感觉好吃到飞气 以前也吃过野鸡肉和淮山药 但是从来没做得这么好吃过 难道今天是因为有鹿熔的加持 才让野鸡肉变得这么好吃的吗 还是因为炖的时间足够了 所以野鸡肉才这么鲜美 好 我先吃这个吧 鹿鱼点了点头 随后一眼就相中了锅里面的鹿鞭 那种感觉 就像是在喧嚷的人群中 一眼就相中了某个人一样 吃溜 真是美味啊 鹿鱼吃得非常香 两人今天的午餐 可以说是 残酷了直播间一众网友 我去 我举报鹿鱼和热巴开挂了 其他选手都在吃野菜肯树皮 你们再看看他们在干嘛 鹿鞭都安排上了 别人是真正的荒野求生 让他们两个感觉 是在拍舌尖上的美味 咕噜 看上去好好吃呀 我也想吃路边 我来直播间是为了寻求慰藉感的 不是来遭受打击的 操 我家孩子刚刚过来看直播被残哭了 鹿鱼你要负全责 这真的是荒野求生 节目组开了鹿鱼的后门吧 请问楼上 这个后门正经吗 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 是鹿鱼开了节目组的后门呢 手中的狗不理包子 瞬间就变得不香了 妈问贵 刚刚从第39号直播间过来 那两位老哥已经在啃树皮了 直播间越来越热闹 伴随着众多直播间被淘汰 大多数感兴趣的观众 也加入了其他的直播间 而排在第一个位置的鹿鱼和热巴 自然成了很多人的首选 而且节目组的老板陈根生 亲自跟策划部说过 鹿鱼和热巴的直播间 要永远放在最明显的位置 首页大图推荐绝对不能更换 除非鹿鱼和热巴被淘汰出局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 很多人打开直播鲨鱼平台的时候 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鹿鱼和热巴的第三直播间 虽然对于平台这样的做法 很多人都觉得不太妥当 毕竟这样做不是很公平 不过稍微转念一想 也觉得没什么不合理的 这本身就是一个数据和流量的时代 鹿鱼和热巴的直播间流量最大 数据最高 在线观看人数已经达到了三千多万 所以就算是一直排在首页大图的位置 也完全能够堵住一众网友的悠悠之嘴 而此时在第39号直播间 也是全网网友公认混得最惨的直播间 两位选手分别是杜涛和江辉 这两个选手的荒野求生能力很一般 但是荒野知识量却是挺丰富的 这个是大量荒野中的动植物 而且他们两个最强大的地方 并不仅仅是知识储备量比较多 更重要的是 他们两个的被动属性比得也还要牛逼 三天饿酒顿根本就不是他们的极限 有时候连续四天 不吃东西都能扛得住 大多数时候都是吃一些小老鼠和野菜虫鸡 但即便在如此高压的情况下 他们两个依旧生存了将近70天的时间 此时两人棚头垢面 显然自从上岛之后就没洗过澡 甚至有时候连脸都懒得洗 有时候更是在庇护所 一睡就是整整两天的时间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冬眠或者饿死 在庇护所里的一样 因为在他们看来 只要身体动一下就会消耗身体中的能量 这是非常不划算的 能不动的时候 他们尽量会躺着来保存身体中的能量 这两位绝对是猛人 此时给人的感觉完全就是两个野人 棚头垢面 饿得面黄肌兽 看上去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足 但是这两人的精神 也确实让很多直播间的网友感觉到佩服 能够达到三天饿酒顿级别的 那都是大佬一般的存在 而这两位 挨饿的能力彼得爷还要更出众一些 陆宇和热巴这一顿 足足吃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把所有的鸡汤和鸡肉全部都干完之后 肚子吃得圆鼓鼓的 说实话好久没有吃得这么饱了 之前在海滩上的时候 虽然海鲜很多 但是不敢吃得太多 因为海鲜毕竟是寒性食物 吃得太多对身体和肠胃都不太好 但是刚才的肉和汤可都是具有高营养的东西 吃不完就有点太浪费了 好了 休息了差不多了 我去把那些肉处理一下吧 简单地休息了十几分钟之后 陆宇准备把那些鹿肉烟熏一下 因为放的时间太长了的话可能会变质 所以不能等到明天再收拾 有了前几次的经验之后 搭建烟熏烤架 对于陆宇来说也是轻车熟路 晚上七八点的时候 所有的鹿肉全部烟熏完毕 然后挂到了储物间里面 或许今天吃饱了的缘故 又或者是今天补充的太过于厉害 所以陆宇在今天晚上的表现非常非常的棒 就算是热巴被强化过的身体 都差一点就坚持不住 时间一晃来到了第二天早上 早早地起来 陆宇简单地洗漱之后 开始准备早餐 毕竟昨天晚上折腾的动静太大 热巴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 今天的天气好像有点不太妙 这么沉闷 看来今天不是一个好天气 不知道会不会下雨 虽然这个时间点太阳 还没有出来很正常 但是今天给人的感觉 和前段时间完全不同 有一种很沉闷的压抑感 而且清晨起来的温度 也比前段时间要高一点 这就说明今天的天气 肯定不会太好 甚至有可能会下雨 简单地准备 晚早餐之后 已经到了早上八点多 可是太阳依旧没有升起 天空中灰蒙蒙 阴森森地 这种感觉和暴雨来袭不太像 更像是即将会迎来美雨一样 哈呀 好累啊 这时候热巴也睡眼惺忪地 来到了庇护所的门前 打了个哈欠 伸了个懒腰 都睡了这么长的时间了 还没有睡醒吗 陆雨开玩笑地问道 其实他这 显然有点明知故问了 毕竟昨夜的战场 有多么的激烈 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气 你这家伙还好意思说 我都不好意思点破你 热巴给了陆雨一个白眼 然后没好气地说道 这家伙 明明心里那么敞亮 居然还在那里 装作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 真是太无耻了 赶紧过来 先吃点东西 补充一下吧 陆雨笑着叫了一声 嗯 热巴也赶紧点了点头 走了过去 随后又接着开口说道 今天的天气 怎么回事呀 怎么感觉这么闷热 该不会是要下雨了吧 自从上到到现在 也就只有上一次 连续下过三天的雨 之后天气 基本上都是晴朗的 看今天的样子 很有可能会下雨 嗯 应该有这种可能 还好我们昨天 准备了比较多的食物 陆雨点了点头说道 昨天的那些鹿肉 至少能够让它们 坚持20天的时间 而且 还有不少的淮山药和木树 所以 就算是下雨 对它们来说 影响也不太大 况且 它们现在还有两只小山羊 如果真的到了 万不得已的情况 完全可以 把它们杀了吃肉 本来养着它们的目的 也正是为此 那我们要不要趁现在 多去找一些食物过来啊 热巴赶紧开口问道 上一次的一场雷阵雨 就持续了三天的时间 看今天的天气 很有可能和上一次不同 可能会是一场连绵戏雨 如果真是那样的 持续的时间肯定会更长 到时候 想要再去寻找其他的物资 就有点困难了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赶紧吃吧 吃完之后 再去弄一些树葡萄过来 这东西里面 富含的营养物质很高 所以可以补充 身体中的多种微量元素 至于肉类的话 我们的储存量 倒是比较多 鲁雨点了点头 认真地说道 这些树葡萄 不仅之多未美 同时也能够 很好的补充身体中 各种微量元素 如果真的接下来 有一场连绵细雨的话 到时候 可以坐在庇护所里面 吃着小零食 至于肉的话 鹿肉至少可以坚持 20天的时间 还有两只小羊羔 十几只小鸡 如果实在没办法的话 小团团也能成为口粮 所以 肉类食物储备量 还是非常充足的 嗯嗯 我知道了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快速地吃了几口早餐之后 赶紧去洗漱了 整个岛上都是灰蒙蒙的 那种感觉 让人非常的压抑 这对于所有的 求生选手来说 可并不是一个好的兆头 尤其是 对于那些食物 不怎么充足的选手来说 一场鱼可能会将它们 直接淘汰 不过除了鹿羽和热巴之外 其实还有几组选手 食物的储备量 也很不错 其实 对于一些拥有 荒野求生经验的选手来说 他们都很清楚 储存食物的重要性 运筹帷幄 才能防患于未然 海岛的天气是多变的 只有时常 怀揣着以防万一 才能走得更远 半个多小时之后 鹿羽和热巴 终于来到了树葡萄的位置 虽然下面的一些树葡萄 已经完全被摘光了 但是上面的树葡萄 依旧长得很密集 而且数量极多 鹿羽和热巴 也是赶紧爬上了树 然后以最快的速度 开始收集树葡萄 如果接下来 是一场梅雨的话 那么这些 可是它们很长一段时间的水果 所以 能摘多少 就摘多少回去 就这样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转眼之间 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 眼看着时间就要来到中午 天气虽然一直都是阴沉沉的 但好在还没有开始下雨 而鹿羽和热巴 已经收集了很多的树葡萄 两件冲锋衣 保住袖口之后 就是非常好的收集道具 还有一些盆盆罐罐 全部都装满了 这一次收集的树葡萄 比上一次收集的还要多 虽然有些并未完全成熟 但是根本就不重要 甚至 这些比成熟的树葡萄更好 因为能够储存更长的时间 鹿羽 我们所有的工具都装满了 要不先回去吧 热巴开口说道 两个杯兜 两件冲锋衣制作的袋子 全部装满了 还有一些瓶瓶罐罐 这么多的树葡萄 应该能够让他们吃很长的时间 而且 他们还有其他的食物 也不是完全靠树葡萄来生存的 好 那我们先回去吧 等回去之后 再加固一下我们的壁炉 可能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都只能在房间里面活动 鹿羽赶紧点了点头 现在的时间 还是比较紧迫的 这一次 两人的速度显然快了很多 仅仅是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已经回到了庇护所 这对于强化过身体的他们来说 完全没怎么消耗体能 你把这些树葡萄 先好好地归整一下 我去找一些粘土 把我们的壁炉再加固一下 鹿羽说完之后 就去忙自己的工作了 而热巴也开始轻点食物 在忙碌的时候 时间是过得很快的 两个小时之后 鹿羽已经把壁炉改装加固完毕了 把火源也移到了房间里面 还有所有的干柴 能放到庇护所的 全部放到了庇护所 庇护所放不下之后 全部转移到了厨房和储物间 干柴的储存量一定要充足 因为一旦下雨之后 想要再收集干柴 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这些柴火 好像还是有点少啊 看样子必须要再收集一些 看着壁护所堆满了柴火 厨房也堆了不少 鹿羽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 在不知道这场雨 会持续多长时间的情况下 准备自然是越充分越好 柴火甚至比食物要更重要一些 因为没有这些柴火的话 就算是它们有食物也吃不了 热巴此时 也早就归制好了所有的食物 然后开始给两只小羊 采集树叶和野菜野草 还有就是 去找了很多的芭蕉叶 因为这些叶子 不仅小羊们可以吃 而且到时候 还能当作雨伞能用 毕竟它们的庇护所 距离卫生间那边 还是有着一点距离的 毕竟 如果下雨之后 想要采集这些东西的话 肯定会被淋湿的 这场雨来的 比所有人想象中要慢得多 似乎是想要给选手们 足够的准备时间 一直到下午六点 陆雨和热巴准备好了一切 雨还没有下 天气依旧和早上一样阴森森的 其实仅仅是这种感觉 就让人非常的压抑 陆雨 你说今天是不是不会下雨了呀 上一次的暴雨说下就下 前后也就一个小时的时间而已 这一次 我们等了一天 居然还没有下雨 看着阴沉沉的天色 热巴开口问道 感觉准备好一切之后 不下雨的话 好像有点失落 之前的那次是雷阵雨 所以来得更快一点 这次可能是没雨 所以缓冲的时间比较长一点而已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 雨肯定是会下的 只不过没有雷阵雨那么快而已 陆雨淡淡地开口说道 当然了 最好是不要下雨 因为在这种荒野中 一旦下雨的话 就会行动困难 到时候 只能窝在庇护所里面 时间一长 肯定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 甚至长时间待在庇护所 会很压抑 那我先给咱们做点饭吧 热巴也开始准备做饭 今天一天都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 两人一直都在努力地准备着 所以连午饭都没吃 好 我再去周围看看 看有没有可以利用的东西 陆雨点了点头 随后就去周围开始查看 幸好上一次制作好的蚊香和蜡烛 还剩不少 搜寻了一圈之后 也只是给小羊们 找到了一些野菜野草而已 毕竟庇护所附近有多少的资源 他们两个心里都很清楚 找不到也没什么好失落的 沙沙沙 过了半个多小时之后 细小的雨滴从天而降 树叶上突然响起了沙沙沙的声音 很快 树叶的末梢就挂满了金银的水滴 这场雨 终究还是开始了 下雨了 陆雨 听到庇护所外面的雨声之后 热巴也是赶紧对着陆雨说道 忙活了一天 其实热巴挺期待下雨的 但同时也知道 下雨会给他们的求生带来不小的麻烦 所以 这种心情是非常纠结的 嗯 看来这场雨会持续蛮长的一段时间 不过还好 我们的庇护所足够坚固 应该不会出现漏风漏雨的情况 陆雨点了点头 随后抬起头 看了看他们的屋顶 说道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雨势开始变大 雨水开始顺着陆雨之前挖好的排水区流淌 鱼塘里面的水 也逐渐开始变得浑浊了起来 不过这对于这些鱼来说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陆雨之前 就在鱼塘的周围定了一圈竹子 就是害怕下雨的时候 雨被水流给冲出来 而此时在荒岛的另一边 果然 最后还是下雨了吗 黄渤皱了皱眉头 说道 其实在这种荒岛上 最害怕的就是下雨 只能待在庇护所里面 如果食物充足的话 倒可以坚持不少的时间 但问题就是 他们现在的食物并不是很充足 也就只有那么十几条鱼竿 还有一些野菜野山芋 以及一些野兔肉 听上去 种类倒是挺丰富的 但是这些食物 顶多能够让他们支持三天的时间而已 如果三天之后 雨水还不放晴的话 那么他们可能 只能面对被淘汰的命运 虽然一路走来 他觉得自己的运气 真的是好到爆 周围的资源非常的丰富 随便弄一些陷阱 都能够捕捉到一些猎物 但是这种好运 似乎很快就要终止了 黄老师 你也不用那么过于担心 我们不是还有这么多的储备食物吗 再说了 说不定这场雨 明天就会停了 看到眉头紧锁的黄伯 下雪也是在一旁开口安慰的 其实能够生存70天的时间 他已经觉得自己 和黄老师特别的了不起了 就算是现在退出 他也会觉得非常的自豪 其实决定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他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简单的走一个过场 然后拿走属于自己的片酬 当然 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 是因为自身本身 就没有任何荒野求生的经验 所以 他也从来没想过自己 能够在这荒岛上 生存70天的时间 现在能够走到这一步 在他看来 这已经是非常成功 非常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了 而且说不定其他的明星 早就已经全部退出了 毕竟能够像黄老师 这么吃苦的明星 本身就不多了 至于其他的女明星 估计早就已经退出了 自己绝对成为了 生存到最后的女明星 仅凭这一点 出去之后 自己的人气和流量 绝对会更上一个层次 这也是他一直坚持的动力 要是事情 有那么简单的话就好了 如果是雷震雨 或者暴雨的话 或许几个小时的时间 就停止了 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很显然这是一场梅雨 持续的时间会更长 每个三五天的时间 是停不下来的 黄博摇了摇头 认真的开口说道 毕竟上了年纪 在认知和生活经验方面 自然是比下雪要多得多 原本以为 自己以现在的这种状态 至少能够坚持 三个月的时间的 可是现在看的 情况 如果这长雨持续的时间 稍微长一点的话 他们两人 就只能无奈地退出了 虽然五百万的奖金 对于他们这些明星来说 并没有太大的诱惑力 毕竟他们随随便便 接个综艺 片酬都是几千万起价的 但是如果能够 生存三个月的话 那么自己的身上 就会多一个荒野达人的 荣誉勋章 好吧 其实你也不用太失落 黄老师 这七十天你的表现 所有直播间的观众 都看在眼里 你已经很强了 就算我们现在就退出 也没什么值得遗憾的 而我觉得 能和您组队 让我感觉悲感自豪 夏雪在一旁开口安慰到 身为童心出道的她 智商和情商 都比那些突然间爆火的 小鲜肉和小鲜女 要高得多 所以她也知道 在这些前辈面前 该如何说话 这也是 她在这些前辈面前 得到喜欢的主要原因 所有的圈内前辈 都喜欢低调 努力有情商的年轻人 而自己正在努力地 往这方面走 你说得很对 我们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 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就算是现在退出 也没什么好遗憾的了 毕竟70天的时间 足以证明了我们的实力 果然 听到夏雪的话之后 黄渤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而此时第六直播间 也是非常的热闹 因为黄渤和夏雪 本身就是明星 他们自身就拥有着 非常庞大的粉丝基础 夏雪是童心 而且这几年 也演过不少 能够让人叫得出口的作品 作品本身的质量 其实也还算可以 至少很迎合 现代一些年轻观众的喜好 至于黄渤 可是票房过百亿的影帝 它不管是号召力 还是粉丝数量 都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 就算是这两年 没什么太过于经验的作品 也依旧拥有着极强的号召力 所以 此时第六直播间的 在线观看人数 也达到了2000多万 你们说 黄老师和夏雪 在黄岛上生存了 70多天的时间 他们之间有没有发生 一些不可见人的事情 比如 晚上打趴子什么的 操 楼上你是傻逼吧 你这是怀疑 黄老师和夏雪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难道你们这么长时间 还没有看出来 黄老师一直都把夏雪 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吗 这些龌龊的人 看啥事情 都是带颜色的 其他人的话 倒是值得怀疑 但是黄老师和夏雪的人品 我深信不疑 黄老师和夏雪 从出道到现在 几乎没什么绯闻 也不知道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楼上的那位 你还是去其他直播间吧 这个直播间 大家不欢迎你 大家别这么激动嘛 我也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毕竟 日久生情嘛 嘻嘻 其实直播间的怀疑 有这样的怀疑 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毕竟荒娇野外 孤男寡女 晚上还要共处一室 会让有些人怀疑 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是99%的观众和粉丝 自然是相信黄老师和夏雪的 毕竟黄老师 一直以来在生活方面 都没有任何的绯闻 至于夏雪 从出道到现在 也从来没有传出过绯闻 除了和夏冰雹 偶尔互动一下之外 雨一直下 而且势头越来越大 雨滴落在树叶上的声音 可以完美地遮盖住一些岛上 响起的奇怪声音 陆雨和热巴的庇护所 质量非常好 下了几个小时的雨 完全没有任何漏雨的迹象 陆雨同时心中也庆幸 还好前几天 把庇护所的外面加固了一下 否则的话 下雨的时间一长 墙体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不过现在已经完全不 用担心了 除非是那种特大暴雨 否则的话 是不会对庇护所造成任何影响的 时间飞快地流逝 转眼之间 三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但是对于有些选手来说 这三天的时间里 每时每刻都是一种煎熬 虽然之前他们觉得自己的庇护所 搭建的已经足够坚固了 但是连续下了三天雨 庇护所已经出现了漏雨的情况 黄老师和下雪这边的情况 就并不太理想 前两天的时候 情况倒也还好 庇护所并没有出现漏雨的情况 但是今天漏雨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庇护所的地面上 已经变得湿答答的了 更重要的是 他们储存的那点食物 已经被吃得差不多了 但是雨却没有任何 要停止的意思 反而是持续在下 黄老师 这些兔子肉 是我们最后的口粮了 今天这一顿吃完之后 我们就没有食物了 下雪一边在做饭 一边开口说道 这样的结果 虽然在意料之中 但真的 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难免会感觉到有些遗憾 毕竟 如果没有这场雨的话 他们应该还能生存更长的时间 至少坚持到90天 是没什么问题的 嗯 先吃东西吧 吃完再看情况 如果今天天气不放晴的话 我们明天就退出吧 这种情况下 我们已经失去了 生存下去的能力 这种结局 早就在黄渤的意料之中 所以 此刻他倒是显得非常的平静 就算是现在退出 其实也挺不错的 在过去一段时间 他们生存的都很不错 也向所有人 证明了他们的实力 好吧 我听黄老师的 反正我们都已经 坚持了这么长时间了 确实早就已经证明了 我们的生存能力 下雪也是点了点头 就算是现在退出 也没有任何值得遗憾的 因为他们 已经向所有人 证明了他们的能力 估计能够求生到现在的 已经没有多少人了 至于再坚持一段时间 就能领到的500万 对于他们明星来说 确实不是一笔大钱 所以 就算是拿不到 对他们来说 也无伤大雅 随后 黄渤和夏雪 选择了退出 不过连绵细雨 却没有任何停止的征兆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长雨 已经下了足足十天的时间 天气依旧是阴沉沉的 让人感觉到 非常的阴森压抑 这种环境之下 很容易把一个人压垮 就算是陆雨和热巴 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 都感觉到百般无聊 因为每天的活动 就是在十几平的房子里面 偶尔也只是出去 洗个早上上厕所而已 在这种环境之下 唯一能够让两人 感觉到刺激的 也就是晚上打打摆子 做做矮做的运动之类的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越多的选手 选择了退出 而此时还在坚持的 也只有五组而已 两位善于挨饿的 莽夫杜涛和江辉 此时也选择了退出 原因很简单 因为一直以来 他们都没有多余的储存食物 每天都过着 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 找到食物的时候就多吃点 找不到的时间就扛过去 但是这长雨 已经持续了十天 这样的忍耐程度 早就超过了人的极限 所以 两人也只能无奈地选择离开 虽然再坚持十几天的话 奖金可能会高达五百万 但是如果再坚持下去 他们可能会饿死在这里 就算侥幸饿不死 也会对身体 造成难以弥补的损伤 这显然是非常不理智的行为 这场雨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停啊 持续了十天了 估计有不少人选择离开了吧 热巴也是一脸无聊地 靠在门框上 看着外面的连绵细语 语气有些低沉地说道 之前的日子虽然很苦 但是每天都会有收获 所以 日子过得倒也挺不错的 但是这段时间 一直待在庇护所 说实话 让人感觉到有些发霉 每天无所事事 连最喜欢做的事情 都渐渐地失去了兴趣 现在连食物充足的 自己和陆宇 都是这样的心态 估计那些没有食物的选手 日子会过得更加艰难吧 应该是的 这场雨过后 估计会淘汰掉很多的选手 不过 这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件好事 因为节目组 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我们要坚持多久 才能拿到最终的奖金 只要我们熬到 所有的选手淘汰 最终的大奖 就是属于我们的 陆宇点了点头 显得比热巴 要更加平静一点 因为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 参加节目的初衷和目的 那就是 取得最终的优胜 获得最终的奖金 现在这样的环境 虽然有点糟糕 但对于食物充足的他们来说 似乎并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其他选手 可能会最先退出 到时候 缩短求生的时长 嗯嗯 我们一定能够坚持到最后的 听到陆宇的话之后 热巴也是坚定地点了点头 如果坚持到最后 拿到最终的奖金 那可是三个亿 说实话 只要不胡作非为的话 三个亿足以让他们 很好的生活一辈子 甚至回到都市之后 自己完全可以不用 继续做演员 到时候 就做一个居家的贤妻良母 这样的日子 似乎比每天 在娱乐圈摸爬滚打 要好得多 这也是他最希望过上的日子 得意人心过一生 就算是平平淡淡 只要幸福就好了 再忍耐一下吧 说不定这场雨还没有停止 其他的选手 就已经全部淘汰了 陆宇笑着说了一声 自己之所以能够如此的顺利 主要还是因为 身体中有个系统 如果没有系统的话 就算是拥有丰富的 荒野求生经验 也不一定能够走到这一步 至于其他组的选手 应该没有这么丰富的经验吧 而此时在鲨鱼平台的 老板办公室中 手上的电话 突然响了起来 陈根生看了一眼 是贝尔格里尔斯的号码 随后赶紧接通 贝尔先生 好久不见了 能接到你的电话 真是让人开心 陈科生也是客气地 用英语说道 好久不见了 陈老板 对了 前段时间 你委托我的事情 我已经问过了 皮特先生说了 龙国的唯一播放代理权可以给你 但是 这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贝尔的声音 在电话那头响了起来 在前段时间 陈根生就委托贝尔 帮自己问一下 关于那位沙特土豪举办的 全球性荒野求生 国内播放代理权的事情 自己绝对能够很赚一笔 因为现在荒野求生这档子节目 在国内比较火爆 所以大家的兴致可能会比较高 钱不是问题 陈根生极其豪气地说道 因为他知道自己 只要拿下这导致节目的 全国独播权的话 那么一定能赚很多钱 一千万美金 这是皮特先生开出的价格 贝尔开口说道 一千万美金 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不是一笔小数字 就算是资金雄厚的鲨鱼直播平台 也绝对不是一笔小钱 这家伙 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 贝尔先生 请告诉皮特先生 给我几天的考虑时间 到时候我会给他答复 或者 你直接把他的联系方式 给我和他去亲自说 陈根生说了一声 然后又和贝尔 简单地聊了几句之后 挂断了电话 把玩着手里的手机 脑海中快速地思考了起来 如果陆宇能够参加这个节目的话 不仅能够替龙国出战 同时在国内 也绝对能够掀起一番狂潮 这种各国选手 在一起竞技的节目 可关乎着国家的名誉 受关注的级别 肯定更高 因为每个人的国家 荣誉感都很强 到时候的热度 绝对能够超过 自己举办的这个节目 当然 有一个必须的前提条件 就是 龙国必须要有 耳熟能详的选手参加比赛 最好的人选 就是陆宇 吴金和吴浩 那两个的荒野求生经验 也非常的不错 而且一直以来 人气也是比较高的 三天的时间 又是一傻事 在过去三天的时间里面 又有两组选手 坚持不下去了 到现在 一百组选手 已经只剩下了三组选手 还在坚持 除热巴外的所有明星 已经全部被淘汰 第五十组的吴浩和吴倩两兄妹 三组选手 都有获得最终优胜的机会 但是迎面最大 人气最高的 自然是陆宇和热巴 因为其他的两者 虽然还在咬牙坚持 但是他们的生存条件并不乐观 这场细雨 已经持续了十几天的时间了 其他两种 都已经没什么食物了 不过都还在有要坚持 因为距离九十天 胜利在望 或许他们都在熬 想着或许多坚持一天 就能够距离最终大奖更进一步 所以越是到这种艰难的时刻 越是要咬牙坚持 才能获得最终的大奖 而此时 在陆宇和热巴的庇护所中 两人正吃着鹿肉和木薯片 面前的餐桌上 还摆着两杯红酒 这是前段时间 用树葡萄酿制的树葡萄酒 虽然味道 没有纯正的葡萄酒那么好 但喝起来比白开水 要过瘾得多了 而且多喝几杯之后 还有一点上头 啊 陆宇 我的头有点晕乎乎的 没想到这是荒野中 酿出来的水果酒 镜头居然这么大 热巴只是喝了三杯而已 就感觉到头 已经有点晕乎乎的 而且味道非常的不错 能够在荒野中喝到酒 确实是之前 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镜头确实挺大的 不过味道也确实很正 陆宇又喝了一杯 感觉浑身上下都热乎乎的 虽然待在庇护所里面 确实感觉到很压抑 但是有这么多的食物 还有美酒 再生活个一个月 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对了 陆宇 如果我们这次 获得了最终的优胜 拿到三亿的奖金的话 出去之后 你想干什么 热巴好奇地开口问道 嗯 其实我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真的能够拿到 三个亿的奖金的话 那么以后 我好像不用努力了 直接躺平 老婆孩子热抗头 似乎也很不错 陆宇笑了笑说道 钱这个东西 够用就行了 尤其是以前吃过那么多的苦 后半辈子能够享受一下 也很不错 听到这话之后 热巴的脸微微一红 这样的生活 似乎和自己想象中差不多 他也打算等 拿到最终大奖之后 就彻底地退出娱乐圈 然后在家里 做个贤妻良母 相夫教子 其实以你的唱歌水平 我觉得 你出去随随便便唱几首歌 一定能够成为 新一届歌王的 热巴笑着说道 陆宇之前的唱歌水平 他可是亲眼目睹的 比现在的那些小鲜肉 和拿过华语金曲奖的家伙 要强太多了 而且 陆宇的外形条件 也比他们更加的优秀 估计这次出去之后 要签约陆宇的公司 会非常的多 我对这方面 没什么太大的兴趣 唱歌只是为了 陶冶秦操而已 所以这条路 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是不会走的 陆宇笑着摇了摇头 显然对于当一个歌星 没什么兴趣 其实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他还是想继续荒野求生 或许是因为系统的缘故吧 总感觉待在荒野中 似乎也很不错 而且他更期待一些 具有挑战性的荒野求生 嗯嗯 反正 你喜欢就好了 热巴也没再多说什么 反正以后陆宇要是没工作的话 也能更多时间的 陪在自己的身边 而且到时候 也不会太缺钱 那样会更加的幸福 那个 这个月的大姨妈还没有来 不知道会不会是中标了 简单的聊了几句之后 热巴突然红着脸说道 因为按照时间周期来说 这几天 自己的大姨妈应该快来了 可是现在却完全没有征兆 作为一个女生 她也非常的清楚 这是怀孕的征兆 如果自己真的怀孕的话 倒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 因为那是自己和自己心爱的人 共同孕育的生命 啊 这 这么快就中标了吗 陆宇有些惊讶 不过 随后脸上就浮现了惊喜的神色 想想也对 因为自己的体能 本来就异于常人 所以 很多时候有事没事 都会标一标 就算是中标 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也就是说 自己马上就要当爸爸了 突然间感觉 这压力 一下子不就上来了吗 虽然活了两世 但这还是第一次当爸爸 惊喜的同时 也让陆宇感觉到有压力 而且现在他们两个都在荒野之中 如果其他组的选手也特别强的话 会不会一切都在荒野中进行 这可不行啊 系统还没有奖励 自己接生的能力啊 嗯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这样的 热巴认真地点了点头 陆宇也是满脸激动 轻轻地摸了摸热巴的肚子 并没有任何的变化 不过现在 也才一个月的时间 没什么动静 也是正常的 此时的所有画面 都在庇护所里面展开 所以 直播间的观众 也没看到任何的画面 自然也听不到两人的交流 否则的话 估计直播间里面 早就已经炸开锅了 转眼之间 又是几天的时间过去了 时间也终于是来到了第90天 清早刚刚起床 系统的电子核成音 就在脑海中响了起来 第一 宿主可进行90天签到 是否签到 签到 没有任何的犹豫 陆宇在脑海中默念了一声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 身体强化剂型号1 抗寒属性加2 抗热属性加2 运气加1 动物清合LVR 系统的电子核成音 很快就在脑海中再次响起 这一次的奖励 比上一次要多得多 属性都是加2 运气加1 动物清合的等级 也变成了LVR 更重要的是 身体强化剂 这东西 可是绝对的好玩意儿 自从上一次给热巴使 完之后 自己已经没有身体强化剂了 虽然自己现在的身体素质 已经不需要这东西了 但是小姨动过手术之后 身体素质会比较弱 稍微康复一段时间之后 就可以给她使用一份身体强化剂了 这样一来的话 小姨的身体也能够得到加强 所以这份身体强化剂 对她来说 还是非常重要的 开开心心地领取了所有奖金之后 陆宇也是起床给热巴准备早饭 没办法 热巴的肚子里 已经有了陆家的骨肉 那么此刻自然要照顾得更加体贴一点 谁让自己是个绝种好男人呢 这宇终于是停止了 走出庇护所之后 虽然一眼望去 到处都是湿漉漉的 但宇室已经停止了 而且 天气也变得明朗了起来 这就说明 这一场绵绵细雨 终于是过去 时间掐得刚刚好 正好到求生第90天的时候 雨停了 而且 是在第77组这边 林飞和贾凯成 两人也起床了 自从这场雨开始之后 两人的食物 就一直不怎么充足 后面这段时间 更是冒着雨去挖一些野菜来冲击 所以 短短的二十几天时间 两人已经销瘦了十几斤 身体的各项机能 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身体可能会出现更大的问题 现在终于坚持到第90天的时间 可以拿到500万的奖金 所以 没必要继续生存下去了 因为以他们的身体状况 根本就不可能坚持到最后了 飞哥 我们真的要离开吗 或许再坚持几天的话 我们能够拿到最终的大奖 贾凯成多多少少 还是感觉到有些遗憾 虽然最近的生活 像一团乱马一样 非常的糟糕 但是他总期望着 能多坚持一天 或许就能熬走其他的选手 三亿的大奖 和500万比起来 实在是太多了 算了吧 小成 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 虽然我明白你心里的想法 但是身体更重要一些 三亿的大奖虽然很多 甚至够我们好好的花一辈子了 但如果 对身体造成一些 无法挽回的损伤的话 那就不划算了 500万对于我们来说 已经非常不错了 林飞笑了笑 开口说道 想要熬走其他选手的想法 只不过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说不定其他选手生活得很好 估计还能生存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 这样的想法和开彩票 是没什么区别的 更有可能先熬死的是他们自己 好吧 飞哥都这么说的话 那我们就离开吧 500万的奖金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 确实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了 有了这笔钱 我可以在我们县城 买东150平的房子 还可以给自己买一辆车 到时候 就有资本去相亲了 听到林飞的话之后 贾凯成也是认真地点了点头 趁着现在身体还好 退出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要是真的在熬下去 身体出现一些不可逆的伤害之后 就有点不划算 简单地上了之后 两人也准备退出 救援队的成员很快就赶到了 伴随着第77组的退出 整个岛上就只剩下两组选手 陆宇和热巴 还有第50组的吴家两兄妹 早上8点多的时候 陆宇已经做好了香喷喷的早餐 不过前面20多天的连续降雨 也让他们的食物 开始变得捉襟见肘 之前所有的烟熏鹿肉肉 已经全部被吃得差不多了 牧鼠和淮山药也已经吃完了 幸好今天天气放晴了 否则的话 估计大羊哥和小羊弟就要沦为食物了 早餐做好之后 热巴才一脸慵懒地从庇护所中走了出来 整整20多天都没有出过庇护所 感觉整个人都要发霉了 好在他们的浴缸里还能泡澡 否则这20多天 估计放都放臭了 陆宇 今天是什么早餐啊 热巴一边去洗脸 一边开口问道 给你熬了一些汤 还有一些烤山药 这些东西的营养都挺不错的 赶紧洗完之后能吃一点吧 陆宇笑着回应了一声 很快两人就吃完了早餐 此时热巴的肚子 已经能够看到微微的隆起 当然 这或许是陆宇产生的错觉吧 因为直播间的观众 没有发现热巴有任何不一样的地方 也有可能是观众们并没有注意这一点 我们的食物又没了 不过还好 这鬼天气终于是放晴了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去寻找一些其他的物资了 吃完早餐之后 热巴对着陆宇说道 而且足足吃了20多天的陆肉 说实话 已经吃得特别腻了 而且这段时间每次吃东西的时候 他都能够感觉到特别的反胃想吐 不过他的心理也很清楚 有这样的表现 除了吃鹿肉吃的比较腻之外 还有就是怀孕的正常表现 嗯 确实是要去寻找一些物资了 今天我们多找点东西 给你好好的补充一下身体 陆宇点了点头说道 切 你是为了给自己的宝宝补充营养吧 热巴给了陆宇一个白眼 说道 不过心里却是美滋滋的 简单的收拾了一下东西 然后带上了工具之后 两人就出发了 早上的时候 露水还是非常大的 陆宇走在前面开路 热巴跟在后面 这一次 他们两人选择的路线 也是之前从未走过的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够发现 以前没有发现的资源 很快 两人就走了三个多小时 在途中也找到了不少 比较有营养的野菜 和碳水化合物 也发现了一些 野鸡和野兔的踪迹 不过这些小动物 已经满足不了陆宇 因为他们只能够提供 些许的蛋白质 营养成分 要比其他的大型动物少得多 而陆宇的目标 现在已经变成了 大型猎物了 呼呼呼 就在两人继续前行的时候 一旁的小团团 却突然发出了声音 随后朝着右侧的草丛 钻了进去 此时的小团团 个头已经比二哈 小不了多少了 已经完全具备了 能够在荒野中 生存下去的能力和体型 叫声也从 叽叽叽的坤叫声 变成了低沉的吼声 小团团好像发现猎物了 我们跟过去看看 陆宇对着热巴 说了一声之后 两人也是感情紧随其后 五六分钟之后 几只猎物出现在了 两人的面前 是野猪 看着那四只野猪 陆宇微微地皱了皱眉头 这玩意儿发现 跟没发现没什么区别 虽然野猪肉也是 可以食用的 但是热巴却不能吃猪肉 所以发现这东西 还不如不发现 白白高兴了一场 走吧团团 这玩意儿 我们惹不起 陆宇只能无奈地说道 四只野猪 其中有两只处于成年期 攻击力还是非常彪悍的 而且是实打实的猛夫 敢跟老虎狮子 扳手腕的存在 既然不能吃 那就没必要去招惹他们了 一旁的团团 显然有一种 想要上去硬钢一番的冲动 不过看到对方是四只 而且陆宇也开口了 团团只能忍住了 自己心中的冲动 随后 陆宇和热巴 又向前走了一段时间 不过依旧只是 找到了一些野菜 和碳水化合物而已 最好的食物 也就是一些菌类 我们今天的运气好差啊 没想到 走了这么远的距离 什么东西都没有碰到 热巴有些失落地说道 他们离开庇护所 大概已经四个小时的时间了 按理来说 已经走了很远的距离 可今天居然运气这么差 除了碰到了那些野猪之外 就没有碰到过其他的猎物 其实 他的心里很清楚 如果是陆宇一个人的话 今天碰到的那几只野猪 肯定会成为非常不错的食物 但可惜自己在 而自己又不能吃猪肉 在这种时候 多多少少显得有些拖后腿 是啊 今天的运气 确实不怎么好 陆宇也是点了点头 按理来说 自己今天获得的奖励 明明运气加了一 可是 为什么运气会变得这么长了 从出门到现在 也就采摘了一些 野菜和野果之类的 猎物也只是碰到了 几只野猪 难道运气这玩意儿 也有过渡期吗 算了 我们在这里 稍微休息一下 吃点野果冲接 然后先回去吧 说不定回去的时候 能找到其他的猎物 陆宇也只能放弃了 继续向前探索的想法 现在已经差不多走了 四个多小时了 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 热巴的身体 可能有点吃不消 如果是在平常 也就算了 可现在热巴 已经有了身孕 所以还是要稍微的 考虑一下这种因素 嗯嗯 听你的 热巴也是赶紧点了点头 累的话 对于他来说倒是一般 没怎么感觉到累 但毕竟自己是 第一次怀孕 所以也不知道 如果这么走下去 对身体会不会有所损伤 如果对肚子里面的小宝宝 有影响的话 那可就太糟糕了 随后两人 也是找了一处做的地方 捡了一些柴火 然后起锅烧水 煮了一些蘑菇和野菜 简单地填了填肚子 好了 我们回去吧 等今天再稍微的休息一天 明天开始再好好地寻找猎物 反正我们那边 还有很多的鱼 应付几天没什么问题的 鹿鱼把热巴扶了起来 开口说道 鱼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 之所以要寻找其他的猎物 主要还是前段时间 也一直在不断吃鱼 所以对鱼肉 有了一些抗拒感 好 热巴点了点头 而就在两人 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 一旁的小团团 却再次开始整腰蛾子 朝着相反的方向 跑了过去 跑出了十米左右的距离时 转过头 看了一眼鹿鱼 随后朝着鹿鱼 提声地叫了两声 团团 这是怎么了 今天怎么这么不听话啊 热巴看了一眼团团 有些不解的问鹿鱼 难不成 是这小家伙 又发现了猎物吗 之前发现的是野猪 如果这一次 同样是发现猎物的话 不知道是 发现了什么猎物 有可能是 发现了什么吧 我们跟过去瞧瞧吧 如果是一些大型动物的话 或许能够解决 我们目前 食物匮乏的问题 鹿鱼也是不太确定 一般来说 团团都是比较乖巧的 除非是在附近 敢知道了什么 才会做出这种事情 嗯嗯 反正我现在也不怎么累了 我们过去看看吧 要是能够抓到 一些大型动物的话 自然是最好的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今天出门了这么长时间 到现在也只收获了一些 野菜野果而已 说实话这样的收获 对于他们来说 确实不咋地 他们需要捕捉 更大型的猎物 才能够生存得更久 小团团在朝着鹿鱼 叫了两声之后 迅速地朝着前面跑了过去 鹿鱼和热巴也是简单的 商量一番之后就紧随其后 就这样 时间快速地流逝 转眼之间半个小时 就过去了 而此时 在团团的带领之下 鹿鱼和热巴 都提起了自己的速度 所以 当才半个多小时 所走过的路程 至少相当于 他们之前一个小时的路程了 团团这小家伙 到底要带我们去哪里 都走了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还没停下来 热巴有些气喘吁吁地说道 他现在甚至怀疑 团团这家伙在搞事情 就算是狼的嗅觉比较灵敏 但是这么长路程的气味 他应该闻不到吧 我也不太确定 但是前面 一定有非常吸引团团的东西 我们走得慢一点吧 鹿鱼摇了摇头 虽然他不知道前方 到底有什么东西 吸引了团团的注意 但是他可以确定 团团是具有极强的目的性的 前面肯定有让他 非常感兴趣的东西 不过考虑到热巴的身体 他们还是放慢的速度 而此时 就在距离陆宇和热巴不退远的位置 却正在发生着一件 令人心惊胆战的事情 此时 两人已经爬到了树上 被下面的场景 吓得瑟瑟发抖 而此时 在两人所处的那棵树下 有没有有无皮野狼 正在呲牙咧嘴地看着他们 那虎视眈眈的模样 显然是把两人当成了猎物 呼呼呼 嘴里还时不时发出 低沉的吼声 野狼的犬牙 散发着阵阵的寒光 黏呼呼的哈喇子 也顺着嘴 搅流了下来 哥哥 现在该怎么办啊 我们不会死在这里吧 吴倩撬脸 吓得煞白 没想到 他们凭自己的能力 坚持了整整90天的时间 今天 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让他们从这棵树上下去 那么狼群 就能够瞬间 把他们撕裂 无皮野狼的战斗力 估计就算是 老虎和狮子 这些百兽之王 见了 也不敢轻易招惹 更何况 他们只是区区人类而已 放心吧 倩倩 不会有事的 吴昊只能强壮镇定地 安慰了一句自己的妹妹 说实话这种场景 他自己也从来没有见过 更加不知道要如何解决 现在他们所有的工具 都在庇护所里面 包括卫星求救电话 也就是说 他们现在 根本就无法联系救援人员 只能等直播间的观众 看到这一幕 然后打电话给节目组 让节目组的人来 及时救援 值得庆幸的是 这些狼群爬树的能力 非常的一般 虽然树上 已经被狼的爪子 抓出了很多的印子 不过他们 却并没有爬得上来 否则的话 情况就非常的糟糕了 可是 我真的好怕 万一他们爬上来的话 我们会被吃掉了 吴倩侠的脸上 毫无血色 这棵树的分叉点 并不算很高 说不定那些狼群 再努力几次的话 就会从树下爬上来了 到时候 可能等不到救援人员 他们就会沦为狼群的食物 别怕 倩倩 有哥哥在呢 我不会允许这些畜生 伤害你的 虽然吴昊的心中也是 害怕万分 不过他依旧在安慰自己的妹妹 身为哥哥 保护自己的妹妹 这是他的职责 嗯嗯 吴倩也只能点了点头 有哥哥在身旁的话 其实心里 还是比较有安全感的 呼呼呼 野狼还在下面不断地低费 黏呼呼的哈拉子 已经留了一地了 很显然 这些狼群 已经有很长时间 没有进过石了 所以对于树上那两只两角兽 他们今天是势在必得 而此时 第五十号直播间 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卧槽 这兄妹两人运气也太差 啊 居然碰到了狼群 我日 这节目组 是真的不把选手当人啊 岛上有狼群 这种事情都不理的吗 真是黑心节目组 为了赚钱 连人命都不顾了 狼群算什么 之前陆宇 还徒手干掉过熊吗 之前那一组选手 说不定已经被熊给吃掉了 虽然我也觉得 节目组做得很过火 但大家没有听说过 预待王冠必在其中的道理吗 你们以为三个亿的奖金 是那么好拿的 之前我挺羡慕这些幸运选手的 现在说实话 就算是给我一百万 我也不会去这种鬼地方 就是就是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成为野兽的口粮了 狼群 感谢漂亮的节目组 送来的肯德基 豪华套餐 我已经打电话给节目组了 说是救援队 马上就会出发营救 我也打过电话了 很喜欢吴浩和吴倩两兄妹 所以不希望他们有事 救援队可要赶紧出发 再等一会 说不定吴浩和吴倩 就坚持不住了 此时 因为只剩下第二直播间和第五十号直播间 所以 两个直播间的在线观看人数 非常的庞大 陆宇和热巴的直播间 人气值标五千万 而第二直播间的人气 也达到了两千万出头 毕竟第五十号直播间的求生看点 并没有第二直播间那么多 而且有热巴的人气加持 不过即便如此 两千万的同时 在线观看人数 还是非常庞大的 而此时在岛上 吴浩和吴倩 感觉他们的腿都快蹲妈了 因为只有一根树叉 承受着他们两个人的重量 所以 两个人要每时每刻浪费力气 来稳定自己的身体 时间一长 自然是感觉到全身酸麻 尤其是腿 感觉都有点不是自己的了 此时强撑着他们 坚持的 已经不再是坚韧的毅力 而是对生的渴望 而此时第五十号直播间的某位观众 突然提出了一种假设 你们说 万一吴浩和吴倩脚下的那个树叉 像电影中一样被压断了 该怎么办 操 赶紧闭上你的臭嘴 这可是现实 哪来那么多狗血剧情 就是就是 赶紧闭上你的乌鸦嘴 小心我 顺着网线过去 给你缝上 缝上乌鸦嘴是没用的 打断双手才有效果 电视剧中的狗血剧情 在现实中一般不会上演 但偶尔也有巧合和意外 就比如现在 直播间 刚才还在激烈地讨论这件事情 下一秒 一声清脆的响声 瞬间让吴浩和吴倩面如死灰 咔嚓 那清脆的响声 明显是树干产生裂纹的声音 哥 刚才 吴倩瞬间吓得花容失色 他自然也知道 刚才的响声 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别动 吴浩赶紧说了一声 此时 两人的身体 都在瑟瑟发抖 树叉 以及承受不了 他们两人的重要 估计很快就会折断 如果掉下去的话 那么 后果只有一个 就会被这些野狼 分而食之 到时候 连个全尸都没有 现在他心中 唯一的祈祷和期望 就是救援人员 他们树干还能撑住之前 能赶紧赶过来 但是这可能吗 显然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倩倩 这根树干 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你现在认认真真地 听着哥哥的话 好好的待在这里 闭上眼睛 等会发生了任何事情 都不要去看 听明白了吗 吴浩的语气 非常的认真 显然他的心里 已经做出了某种决定 因为 如果继续待在这里的话 结局只有一个 那就是 他们两个把树干压断 到时候 两个人都被狼群给吃掉 这个树干 已经承受不了 两个人的重量了 但是承受倩倩一个人的重量的话 应该是没问题的 所以他决定 牺牲自己 救下妹妹 自己下去之后 树干承受的重量就会减轻 不会被压断 而说不定 这些狼群把自己吃掉之后 吃饱之后就离开了 这是他唯一的期盼 妹妹活下去 总比两个人一起丧命于狼口 要好得多 哥 你要干什么 不行 我不允许你这么做 绝对不可以 吴浅也很聪明 自然很快就听出了吴浩的意思 但是这种事情 他绝对不会答应的 他无法眼睁睁地看着哥哥被狼吃掉 这比杀了他更难受 我必须这么做 我们兄妹之间 必须要有一个人活下去 而且 我才不会轻易地被这些畜生给吃掉 吴浩立刻大吼一声 这声音把吴欠下的一个机灵 就连吓发的狼群 也是突然被吓得后撤了几步 不过很快 就再次露出了呲牙咧嘴的模样 区区两脚兽 在狼群的眼中 就和猴子没什么区别 吼声落下的瞬间 吴浩也是从树干上一跃而下 来啊 来啊 随手捡起了一根木棍 张开双臂 随后朝着狼群大声地嘶吼了起来 他促使自己冷静下来 因为根据以前看过的一些纪录片 这些野兽也是会害怕的 当你没有逃脱的机会时 就只能选择正面印 张开自己的双臂 让自己看上去更具有威胁一点 因为这样 或许会吓推一些大型野兽 当然 这种事情 也只是在纪录片和影视剧中发生过而已 而狼群这种动物 就算是面对老虎和狮子 都有赶上去正面印钢的勇气 更何况人在他们的眼中 威胁性是完全比不上老虎和狮子的 短暂的犹豫之后 头狼直接朝吴昊扑了过去 而此时在另一边 陆宇和热巴也听到了刚才吴昊的声音 陆宇 你听到了吗 刚才好像是其他选手的声音 就在这时候 热巴也听到了刚才的咆哮声 而且 这道声音似乎距离他们并不是很远 嗯 我也听到了 应该是其他选手发出来的声音 他们应该是 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危机 走 我们赶紧去看看 陆宇赶紧点了点头 随后加快了脚步 刚才的声音距离他们并不远 所以能够听得清清楚楚 虽然刚才的吼声具有很强的威慑性 但是从声音中能够听得出极度的恐惧 说明刚才发出那种吼声的选手 遇到了某种极其令他们恐惧的东西 很有可能是这片荒岛上生存的野兽 也要知道 对于一般人来说 就算是一只狼 也是非常具有威胁性的 如果是遇到狼群 或者是黑熊这样的动物的话 那么选手几乎没有活命的机会 能够求生坚持到90天 那么每一个选手都是值得钦佩的 至少陆宇觉得 能够凭自己的坚持生存到现在 那么绝对是拥有着极其强悍的实力和毅力 这样的选手 能帮就尽量帮一下吧 虽然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个大好人 但至少也不算坏人 随后两人快速地朝着声音 发出的方向冲了过去 而小团团则是跑得更快 此时在第二直播间 有很多刚才从第五式直播间过来的观众 我去 雨神发现了吴家兄妹 太好了 吴家兄妹有救了 陆宇大神 快点就就吴家兄妹吧 他们实在是太可怜了 陆宇和热巴怎么有点傻 这种情况还不赶紧跑 是准备给狼群送全家桶套餐吗 一看楼上就不知道陆宇的实力 能够轻而易举地干掉黑熊的存在 会害怕几只狼吗 太好了 谢天谢地 雨神赶过去的话 倩倩有救了 你们在说什么 吴浩和吴倩那边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操 这么大的事情 居然还有人不知 是活在地窖里吗 而另一边 吴浩手里的木棍 虽然暂时性地 对狼群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不过很快 狼群就直接忽视了这玩意儿 因为他们知道 那东西对他们没有威胁性 头狼直接一口咬住了吴浩的小腿 其他的几头狼也开始冲上前来 撕咬吴浩的四肢 而此时第五十号直播间 也在这一瞬间变成了黑屏 原因很简单 因为接下来发生的画面 肯定是不能直接播放出去的 就算是选手在求生的过程中遇害 节目组依旧有方法平息此事 但如果所有的血腥画面 都被直播出来的话 那么到时候 就算是节目左右再大的能量 也很多难在网络发达的时代 将这种事压下来 所以在第一时间关闭直播间 这是他们早就想好的事情 就和之前港门偏左那组选手的情况一样 骂了一会娘之后 两千万观众瞬间涌入了第二直播间 因为第二直播间 已经变成了最后一个直播间 而且刚才就有人在第五十号直播间说过 陆宇和热巴好像发现了吴浩和吴倩 吴倩待在树干上 已经被吓得嚎啕大哭 这种时候 他已经帮不上任何忙了 就算是现在从树干上跳下去 结局也是 自己和哥哥一起被狼群吃掉了 这样的话 就辜负了哥哥 让哥哥白白牺牲了 谁来救救我们 谁来救救我哥啊 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吴倩开始歇斯底里地求救 声音无比地无助 但是他的声音在这落到了荒岛上 显得那么渺小 害怕 绝望 后悔 要是他们今天早上一早上 就选择退出的话 或许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又或者 他们当初就不应该来参加这样的节目 虽然日子过得清平 但至少可以活着 但是现在 居然要把命丢在这里了 真的好后悔 但是世界上没有后悔啊 野狼开始不断地撕咬吴昊的四肢 此时的他 早就已经面如死 做好了被吃掉的打算 此时撕心裂肺的疼痛 在他看来 居然没那么可怕了 或许是已经抱着 视死如归的态度了 鲜血不断从伤口流出 血腥味不断地刺激着狼群的野性 撕咬得更加剧烈 他现在只希望通过自己的死 能让这些野狼群吃饱 让妹妹活下去 至少也拖到救援人员上岛 而就在此时 一只白色的毛茸茸的小动物 突然从草丛中钻了出来 看上去像是一只二哈一样 但是五号很清楚 那也是一头狼 只不过 个头比撕咬自己的这些 老群要小很多而已 完了 这次真的没救了 嗖 扑吃 就在五号等待死亡降临的时候 突然一道清脆的破空声响起 下一秒 一只逐渐直接射穿了头狼的肺部 头狼还没有反应过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身体挣扎几下之后 便是轰然倒下 什么 怎么回事 看到这一幕 五号和吴茜脸上 瞬间露出了惊讶和惊喜的表情 因为刚才的竹剑 肯定是其他人射过来的 救援人员到了吗 就在他们惊喜交加的时候 突然两道人影 从刚才那只小白狼 穿出来的地方走了出来 热巴 还有他的队友 五号一眼就认出了热巴 毕竟热巴可是娱乐圈 炙手可热的女明星 所以很多人都是认识的 至于热巴身旁的陆宇 唐浩和吴茜并不认识 不过看到他手里的弓箭之后 他们知道 是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刚才射杀了头狼 救命啊 求求你们 救救我哥哥 看到陆宇和热巴之后 吴茜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赶紧哭着求救 看到眼前这一幕场景 热巴也是受到了惊吓 毕竟狼群撕咬人的画面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 而且如此近距离的观看 更加的血腥 嗖 二话不说 陆宇又是一箭射出 噗痴 一头狼又是应声倒地 别怕 这些小玩意儿 在我面前就和小兔子一样 没什么威胁性 看出了热巴的害怕 陆宇温柔地安慰了一声 现在已经轻而易举地 干掉了两头狼 还有剩余的三头 自己轻轻松松就能解决 看着陆宇脸上的 云淡风轻的笑容 热巴的心 也瞬间安静了下来 陆宇就是能给人 这样的安全感 只要他在自己的身边的话 就好像所有的事情 都不用害怕 不用紧张和担忧 几乎是片刻之间 就解决掉了两匹狼 这些狼群 很有可能就是他们之前 听到半夜嚎叫的那群狼 没想到 这里居然遇到了他们 既然今天已经遇到了 那么就彻底地解决掉 已决后患 而且看对面那种 选手的状态 显然是 已经无法生存下去了 女生被吓得花容失色 而男生则是更惨一点 胳膊和腿 都被狼群 给咬得血肉模糊 这种情况下 根本就没有继续生存下去的 必要和能力了 被这些野兽咬到 要知道 可是比被狗咬到的危险性很大 要是不及时处理的话 危及生命的可能性 都是很大的 而就在这时候 原本正在撕咬无耗的狼群 也是赶紧回过头 看向了鹿羽 因为这家伙 刚才杀死了他们的首领和伙伴 更重要的是 让他们感觉到了 巨大的危机感 但是 狼从来都不是一种 喜欢退缩的动物 只要没有被杀死 他们就会一往无前地冲锋 这就是狼性 安巫 安巫 剩余的三匹狼 开始仰天长笑了起来 似乎在表达着他们的愤怒 又似乎在召唤自己的同伴 下一秒 笔直地朝着鹿羽和热巴冲了过去 速度极快 几乎是瞬息之间 就到了鹿羽他们的面前 小心啊 兄弟 吴浩强忍着身上撕裂般的疼痛 赶紧开口提醒了一声 这位兄弟 可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要不是刚才他突然出现 解决掉了两头狼 并且吸引了狼的注意 这可是救命之恩 比天还要大的恩情 鹿羽一定要小心一点 千万不能受伤 热巴也是 赶紧提醒了一声 随后 身体赶紧往后退了机密 因为 他知道自己和鹿羽挨得太近的话 只会给鹿羽造成困扰 成为鹿羽的累赘而已 嗯 我知道了 鹿羽浅笑着点了点头 随后直接抽出了手腰间的砍刀和柴刀 砍刀是从麻雀界和赵小谷那里得到的 而柴刀则是他们自己的 双手拿刀 鹿羽感觉自己就像是战神一般 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 而且战斗的热血也是瞬间觉醒 这一次 可比上一次对战黑熊的时候 要有经验的多了 而且 狼群虽然凶悍 但是战斗力和黑熊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鹿羽的目光 放在了冲在最前面的那一头狼身上 枪打出头鸟 冲得最快 死得也会最早 鹿羽直接如闪电般一闪而出 随后一砍刀重重地砍了下去 噗哧 砍刀直接砍尽了 冲在最前面那头狼的脑袋上 下一瞬间 鲜血如柱 直接喷尸而出 昂巫 冲在最前面的那头狼 直接惨叫一声 接着直勾勾地倒了下去 剩余的两头狼根本就不会生死 这种动物确实值得钦佩 因为就算是看到自己的同伴惨死 并没有让他们感觉到任何害怕 反而是激起了他们的愤怒 来吧 鹿羽抿了抿嘴唇 眼中泛起了沙印 自己现在的身体素质 早就超越了普通人好几倍了 所以 几头狼对他来说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威胁 轻轻一闪 轻而易举地躲开了两头狼的飞扑 随后转身的瞬间 直接一柴刀砍了下去 噗哧 又是一头狼脖子上 出现了一条触目惊心的伤口 挣扎了几下之后 便是瞬间失去了动静 这家伙 真的是人吗 这位兄弟到底是哪路神仙 居然如此的勇猛 好 好厉害 吴昊和吴倩已经彻底的傻眼了 看他的年纪 顶多也就二十岁左右而已 没想到 居然如此的勇猛 面对狼群丝毫没有惧色 反而看上去无比的兴奋 短短一分钟的时间 就已经解决掉了四头狼 要知道 一般人见到这些狼群之后 绝对会被吓得瑟瑟发抖 可是这家伙 却像是狼入羊群一般 非但没有感觉到害怕 反而是越发的兴奋 交代兄妹两人 无比震惊的时候 陆宇已经解决掉了另外一头狼 这些小东西 对于陆宇来说 简直就如同砍瓜切菜一般简单 手里拿着的两把刀 就像是某种玄幻小说中的神器一样 一刀一只小动物 这让直播间所有的观众都突然想起了 西游祥摩篇中黄博说过的一句话 手拿两把西瓜刀 一直从南天门砍到了澎埃东路 卧槽 这就是羽神的实力吗 我现在真的很怀疑 这家伙是人吗 轻而易举 就覆灭了一个狼群 狼群 我们TMD裂开了 此人竟如此勇猛 究竟是谁都不想 果然 还得是鹿老狗啊 强是真的强 狼群在鹿羽的面前 简直就像是没有任何战斗力的小白鼠一样 而且是正在看直播的沈月 赵小谷 麻雀杰等人也是无比的震惊 虽然他们早就知道 鹿羽的实力是非常强悍的 可是 当看到刚才那一幕的时候 还是震惊到无以复加 尤其是沈月 他感觉自己 都有点不太认识自己的鹿羽了 而此时在鲨鱼平台的办公室中 呼 陈根生和李子明等人 都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要知道 刚才如果不是鹿羽他们 碰到吴浩和吴倩的话 那么两人的结局可想而知 救援部队还没有赶到 那么吴浩绝对是死路一条 说不定 吴倩也坚持不下去了 鹿羽这小子 我真是越看越喜欢了 如果他能够参加 皮特举办的荒野求生的话 那就更好了 只要鹿羽参加那导致节目 不仅可以替我们龙国争取荣誉 而且我们平台 也可以收获巨大的利益 陈根生不停地拍着自己的大腿 看着视频中的鹿羽 真的是越看越喜欢 如果自己的那龟儿子 也有鹿羽这么有出息 甚至就算是有鹿羽一半的强悍 他也就感觉到心满意足 只可惜 那臭小子只不过是一个顽固子弟 一天就知道辽妹泡妞 和鹿羽相比 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面 呼 太好了 吴浩和吴倩的兄妹 总归是被救下来了 要是在这个街骨眼上 闹出人命的话 还是非常难处理的事情 毕竟他们已经坚持到了最后 而且拥有着非常庞大的粉丝群 李子明的胆子 本来就比较小 所以 此时也是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之前其实就已经有几组选手 遭遇了不测 只不过 当时受关注度并不是很高 所以他们也通过某些手段 给镇压了下去 但现在求生已经来到最后阶段了 如果连第二组的选手 都遭遇不测的话 那么 绝对会掀起一波舆论的狂潮 陈总 现在看样子 吴浩和吴倩 已经没有能力继续生存下去了 那么这一次坚持到最后的 就是鹿羽和热巴他们第二组选手了 需要把他们接下来吗 毕竟根据我们节目组之前的规定 选手只要在一百组选手中脱颖而出 取得最终的优胜 就能够获取奖金 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需要坚持多长时间的附加条件 就在这时候 部门经理王小龙说道 其实他的心理也非常的清楚 现在直播间的人气是非常高的 只要鹿羽和热巴坚持一天 那么就能给他们节目组 创造更多的利益 所以现在 就让他们退出的话 对于节目组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我们当然要把他们接下来 这是之前规定好的事情 而且我可不想在鹿羽的心中 留下不好的想法 陈根生理所应当地说了一声 其实现在让鹿羽他们下来 自己还有一个打算 那就是可以说服鹿羽 让他去参加皮特举办的 全球性荒野求生节目 这几天他一直在为 要不要拿下国内转播权而发愁 如果鹿羽能够参加的话 那么拿下国内的唯一转播权 就没有任何犹豫的必要了 因为只要鹿羽参加 那么必然会给节目组 创造足够大的利益 和那些利益比起来 现在的这些利益 就变成了迎头小利 好的陈总 我知道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一会就通知秦队长吧 王小龙赶紧点了点头 显然他已经猜出了 陈根生的想法 毕竟能够做到 副经理这个位置的人 自然不可能是头脑简单的人 如果观察不到领导所思所想 怎么会得到重用呢 好 陈根生点了点头 随后又看着李子明问道 对了 我之前让你给沈月小姐 买房子的事情搞定了吗 这件事情 在沈月出院的时候 他就已经着重地 提醒过李子明了 所有的做法 只是为了赢得陆宇的好感 就算最终 陆宇不去参加全球性的 荒野求生节目 但能够和这样的家伙交个朋友 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说不定以后 他们还会有后续的合作 留个好印象终究是没错的 是的 陈总 我已经全部都安排好了 小丹和小曼那两个孩子 也在继续照顾沈月 李子明赶紧点了点头 虽然他的脑回路 可能是一条直线 但现在也知道陆宇的分量 只要和陆宇有关系的事情 自然是不能有半分的马虎 不过说起来 李海那边的房价是真的便宜 如果以后退休的话 我都想去那边每个房子养老 李子明感慨道 像帝都和摩都 这些城市的房价 已经涨到了天价 但是李海那边 环境非常的不错 但是房价却只有帝都和摩都 这些城市的十分之一 确实是个养老的好地方 这件事情 你办得不错 好了 现在赶紧联系秦峰他们 让他们把陆宇和热巴 也接下来吧 陈根生对着所有人说了一声 等陆宇和热巴 完全从岛上离开之后 这一次的荒野求生节目 也算是圆满地完成了 虽然比自己想象中 坚持的时间要短一些 但是这三个月的时间 也让整个平台 赚得盆满钵满了 好的 陈总 王小龙再次点了点头 而此时在岛上 陆宇已经解决掉了狼群 热巴也是赶紧回到了陆宇的身边 随后声音温柔地问道 你没事吧 没事 陆宇笑着摇了摇头 嘻嘻 我就知道 我老公最棒了 热巴一脸激动地对着陆宇说道 说话的声音有点小 并没有被直播间其他的观众听到 但是吴浩和吴倩却听得清清楚楚 两人的脸上再一次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这个勇猛的少年 居然是美女明星热巴的老公吗 可一直以来 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关于热巴的绯闻 而且更没有听说过 热巴有男朋友或者老公这一说 难道是岛上两人才产生的情愫吗 这倒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在这种地方 相互之间的依靠更容易产生情愫 还是第一次听到你这么称呼啊 不过我倒是挺喜欢这个称呼的 陆宇笑了笑说道 这不是你刚才表现得很棒吗 对你的奖励 热巴吐了吐舌头 一脸调皮地说道 怎么 你的意思是 这五十多个夜夜 我表现得不够棒吗 陆宇一脸坏笑地说道 哎呀你 怎么老说这样的话 没一个正型的 我们赶紧过去看看他们两个吧 那个男的好像受伤不清 热巴撒娇似的推了推陆宇的胸口 随后也是赶紧转移了话题 毕竟直播间还有那么多的关注 而且眼前还有其他的选手 这样撒狗粮的话 终究是有点不妥 嗯 好 陆宇也赶紧点了点头 刚才那位男选手 似乎受伤不清 如果不赶紧抬出去 治疗的话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被狼群这种动物咬伤 危险性还是非常大的 随后两人赶紧走到了吴浩的身边 这时候 吴倩也从树上溜了下来 看着吴浩的伤势满眼泪水 怎么样 还扛得住吗 需不需要我们帮忙拨打救援电话 陆宇走过去 看着勉强做起来的吴浩 开口问道 这一组选手 显然已经是坚持不下去了 如果现在及时带出去治疗的话 或许还能保重 但如果扛得时间太久的话 绝对会有生命危险 谢谢你了 兄弟 真的非常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吴浩满脸惨白 赶紧对着陆宇说道 今天如果没有这个少年的突然出现 那么 自己绝对会被狼群分而食之 就连倩倩也会非常的危险 这种救命之恩 可是大于天的 吴浩也是连连道歉 甚至都准备跪下来磕头道谢 不过被热巴给阻止了 遇到这样的情况 估计很多人都会设法帮忙吧 兄妹两个又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 说什么 以后做牛做马 报答陆宇的恩情之类的 不过对于这些陆宇 倒是不怎么感兴趣 因为刚才出手 完全是兴趣使然 而且这些狼群在岛上 始终是一个威胁 有时候大半夜的叫声 还是有点瘆人的 所以今天把他们彻底地解决掉 也算是解决掉了后顾之忧 而就在吴倩准备打电话 联系救援人员的时候 这些家伙才姗姗来迟 怎么样 大家都没事吧 秦峰冲在最前面 随后赶紧关切地问道 陆宇先生 您怎么也在这里 随后看到陆宇的时候 眼神中出现了惊讶的神色 上一次赵小谷和麻雀姐淘汰的时候 陆宇和热巴就在这里 没想到 今天如此危急的情况 陆宇和热巴居然又在 这也有点太巧合了吧 秦队长 你们来得可真是够及时的 上一次就来得这么及时 这一次又来得这么及时 陆宇看着秦峰打趣地说道 这些救援人员 就像是现实世界中的有关部门一样 这种危急关头 永远都是事情解决掉之后才会出现 用自己之前说过的话来说 那就是 这些人吃屎都赶不上热的 要是等他们来救援的 估计吴浩已经凉凉了 吴浩和吴倩的脸色也不好看 因为救援人员来的 实在是太不及时了 如果不是陆宇和热巴刚才突然赶到 后果绝对不堪设想 呃 实在是抱歉 在直播间中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就已经拼命往那赶了 万幸 并没有造成无法弥补的错误 秦峰尴尬地说道 好了 这家伙的伤势已经拖不下去了 你们还是赶紧送他们下去吧 陆宇对着秦峰说了一声 好的好的 你们两个赶紧先观察一下 吴浩选手的伤势 然后给他用点药 秦峰赶紧给身后的两个随对医生说了一声 因为情况紧急 所以紧急救援人员中也配备了医生 就是为了防止选手们 在求生的过程中受伤 也可以及时地救援 当然 这样的配备也不是万无一失的 就像之前的港门片左选手 上岛的时候 他们两个已经没救了 所以 就算是配备了医生 也起不到多少作用 陆宇大哥 我再次由衷地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等回到都市之后 我们兄妹二人 就算是做牛做马 也会报答你的恩情 吴浩再次对陆宇表达了感谢 救命之恩 那可是永远都无法报答的恩情 行了行了 你还是好好地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吧 今天能够让我们遇到你们两个 或许也是一种缘分吧 所以你们也不用太放在心上 陆宇倒是一脸无所谓地摇了摇手 自己刚才出手相助 完全是兴趣使然 又或者可以说是 为了解决自己以后的后顾之忧 也没要求他们当牛做马地报答自己 陆宇大哥 热巴姐姐 那我先陪我哥哥下去了 等回去之后 我们一定会登门道谢 吴倩也是非常感激地说了一声 随后在救援队员的陪同下离开了 原地只留下秦峰和另外一个救援队员 怎么了 秦队长 还有什么事情吗 看着秦峰没有离去 陆宇开口问道 陆宇先生 您和热巴小姐 现在也可以一起离开了 秦峰笑着说道 因为伴随着吴昊和吴倩的淘汰 这一场荒野求生节目 也迎来了最终的优胜者 那就是陆宇和热巴 他们坚持到了最后 成为了这次游戏的最终优胜 根据刚才陈总的指示 陆宇和热巴现在就能回到都市 什 什么意思 我和陆宇又没有受伤 而且我们有足够的能力 继续坚持下去 为什么要让我们离开呢 热巴一脸茫然地问道 总不会是他们救了人 然后失去了求生的资格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也太没人性了 不过陆宇却很快就明白了 秦峰所说的意思 随后 有些疑惑地开口说道 秦队长的意思是说 其他的选手已经全部被淘汰了吗 我们成为了最终的优胜 虽然多多少少有些 霍和怀疑 毕竟现在求生才过去了三个月的时间 但应该不会有错 普通人在岛上生存三个月 其实真的没那么简单 是的 陆宇先生 刚才的吴浩和吴倩两兄妹 是最后一组被淘汰的选手 所以你们坚持到了最后 成为了这次节目最终的优秀者 秦峰点头说道 果然 最终的结局和所有人猜测的一样 陆宇和热巴坚持到了最后 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 将会获得三个亿的奖金 而这一切都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 所以并不感觉到惊讶 毕竟陆宇的身体素质和求生能力 都是远远的超过了其他求生者的 我天 真的假的 我们真的坚持到了最后了吗 可是 这才坚持了三个月啊 听到秦峰和陆宇的对话之后 热巴的脸上顿时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他们的生活逐渐走向正轨 本以为美好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没想到居然结束 九十九组的选手 居然这么快就全部被淘汰了吗 是的 热巴小姐 你们已经成为了最终获得优胜的选手 所以你们随时都可以离开这里 秦峰再次确认地点了点头 热巴之所以感觉到三个月过得如此之快 主要还是因为身边有陆宇在 从来没有为食物担忧过 庇护所也搭建得非常好 所以才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但是反观那些找不到食物 又没什么能力搭建庇护所的选手 几乎每一天 每一个小时对他们来说都是折磨 这样吧 秦队长 等明天 你们再过来接我们吧 我们庇护所那边还有不少的食物没有吃完 就让我们和庇护所那边告别吧 陆宇对着秦峰说了一声 幸福来得太突然 倒是让陆宇有些意外 但现在庇护所那边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 大阳哥和小阳弟还被关着呢 而且还有那一群小鸡仔 如果他们现在就这样离开的话 那么那些小东西绝对会被饿死的 而且还需要和小团团好好地道个别 那行 等明天这个时候 我再来接你们 秦峰点了点头 随后就和另一个救援人员离开了荒岛 呼 到现在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我们居然真的生存到了最后 而且仅仅过了三个月的时间而已 热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说实话 还是有点不可思议的 原本以为至少还要生存很长一段时间 今天早上还在为食物发愁 没想到现在 他们居然已经获取了最后的胜利 幸福来得太突然 倒是有点无所适从 而且生活才刚刚走向正轨 三个月对我们来说 或许过得挺快的 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好了 我们先回去吧 再好好地享受一个晚上 明天我们就回去 陆宇笑着说了一声 一想到明天就能够见到小姨 心里还是挺开心的 虽然小姨已经进行了手术 身体恢复得还不错 但心里终究还是很牵挂的 嗯嗯好 热八点的点头 随后两人带着小团团 朝着庇护所的方向走了过去 如果还有其他选手没有淘汰的话 那么刚才杀死的这些狼肉和狼皮 自然是很好的食物和被褥 但是现在 明天就要离开了 所以这些东西也失去了作用 没必要扛回去了 一路上 小团团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情绪都比较失落 而此时在鲨鱼平台的 海岛生存50天节目栏 已经只剩下了第二直播间 所有的观众 全部涌入了第二直播间 在线观看人数居然达到了恐怖的5000多万 眼瞅着就快突破6000万了 对于这样的结局 其实在大多数观众的意料之中 因为陆宇所表现出来的各方面实力 都是碾压其他选手的 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 陆宇和热八终于回到了庇护所 和想象中一样 陆宇和热八果然坚持到了最后 我操 就要这么快结束了吗 才三个月的时间啊 我还没有看过影呢 就是 总感觉陆宇和热八 没有带一个小人出来 有点遗憾 谁说不是呢 原本以为这个节目可以追一年 没想到三个月就完事了 这也没办法啊 和陆宇比起来 其他选手实在是太弱了 这是我唯一一次认真的追真人秀节目 没想到这么快就三个月了 说实话 还是挺舍不得的 兄弟们 据可靠消息 全球性的荒野求生即将定档上线 鲨鱼平台老总 似乎在和国外的大佬 谈播放版权的问题 如果能谈拢的话 说不定以后 我们又可以追真人秀节目了 我擦 楼上兄弟的消息可靠吗 同问 真的有全球性的荒野求生节目吗 好奇 同问 我只想弱弱地问一句 陆宇大神会参加吗 消息基本属实 我的一个表姐 在鲨鱼平台上班 这些消息 都是她告诉我的 至于陆宇和热巴会不会参加 这就不确定了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贝爷和德爷 他们都会参加 卧槽 牛批 我怎么没有这么好的表姐 楼上兄弟 可否把你的表姐介绍给我 此时第二号直播间 无比的热闹 主要还是因为其他的直播间 全部都淘汰了 虽然直播间里面 也有不少其他明星的粉丝 但现在根本就看不到 其他明星的身影 只有第二直播间可以观看 至于全球性的 那当荒野求生节目 虽然事先并没有在国内进行宣传 但已经有不少人得到了口风 没有进行宣传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鲨鱼平台 还没有拿下转播版权 一旦拿下版权的话 那么以国内这些平台的尿性 绝对会进行大力的宣传 虽然很多粉丝不确定 鲨鱼会不会继续参加 但是有德爷和贝爷参加 似乎也非常的有看点 这两位可是一直声称 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 一个是教人们如何逃出荒野 而另一个则是教人们 如何在荒野中生存 虽然在同一领域 但两人都是这个领域杰出的代表 趁着现在荒野求生的热度 全球性的荒野求生节目 肯定也备受关注 而且还是在国内 本身就没什么优质真人秀节目的前提下 现在的真人秀节目 都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剧本 各种演员演技大比拼 毫无看点 甚至看开局的时候 就能看到结局 这样的真人秀节目 只会看着 让人恶心反胃不舒适 相比之下 荒野求生的节目更加真实 看起来更加带劲 陆宇和热巴 很快就回到了庇护所 现在 他们已经坚持到了最后 很快就能够拿到最终的大奖 他是说实话 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兴奋 或许是因为这样的结局 早就在两人的意料之中吧 唉 好不容易把庇护所改造得这么漂亮了 居然要离开了 说实话 还真是有些不舍 看着搭建好的庇护所 以及他们熟悉的浴缸和卫生间 热巴感慨道 女人嘛 本身就是感性的动物 所以对于生存了两个多月的庇护所 心中自然也是有了一些感情 这不是我们一直都想要的结局吗 坚持到最后 拿到最终的大奖 陆宇笑了笑说道 虽然他的心中也有些感慨 就算是再坚持几个月 也完全没什么问题 但现在已经完全没那个必要了 他更想尽快地回到都市 然后尽快地见到小姨 今天就好好地跟这个岛屿告别吧 说不定以后还会来这里 但下一次来的时候 就是纯粹的旅游了 我去给咱们做点吃的吧 今天可以把所有的食物都吃掉 热巴说完之后 就去准备食物了 之前一直都为食物发愁 但是现在 节约这些食物 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 因为明天 他们就会回归正常的生活 三个亿的大奖 足以让他们好好地生存一辈子 小团团自从回来之后 情绪就一直比较低落 时不时地用自己的小眼神 偷描陆宇 或许是动物明锐的感知能力 让他察觉到 陆宇他们很快就会离开吧 又或者 只是凑巧团团的心情不太好而已 陆宇虽然觉得自己 并不是一个太过于感性的人 但是毕竟 和小团团一起相处了 整整两个多月的时间 要说没有一丁点的感情 那是骗人的 就算是一条宠物狗 养两个多月的时间 也或多或少会诞生一些感情 更何况是在这种地方 小团团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的欢乐 同时也缓解了不少的无聊和枯燥 小家伙 开心一点吗 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而且 我们只是暂时性地离开 又不是生离死别 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还会来这个岛 到时候 我们说不定还会见面 看着情绪低落的团团 陆宇如爱了如爱小团团毛茸茸的头 有些勉强地说道 陆宇并没有把小团团带回都市的打算 因为这片偌大的荒岛 才是他的归属 在这个地方 才能获得自由 让他成为一头真正的狼 野兽 很有可能会被送到动物园 这是陆宇不希望看到的 如果把团团带出去 又不能让他待在自己身边的话 那还不如让他留在这里 留下 说的好听点是为了团团好 更多的则是无可奈何 好在他的身体中 就躺着野狼的血液 或许过一两个月的时间 他就会彻底地熟悉荒岛的环境 完全地融入这片岛屿 叽叽 团团用自己毛茸茸的脑袋 使劲地蹭了蹭陆宇的手 嘴里发出了很微弱的叫声 声音多少有些凄凉 似乎听懂了陆宇的意思 也在做最终的告别 而陆宇刚才所说的话和这一幕 也让直播间的所有网友都很触动 因为他们总感觉 团团完全能够听懂陆宇的话 而且刚才的动作 让人看得非常的难过 直播间中有很大一部分网友觉得 陆宇完全可以把小团团带回来 但是也有一些比较理智的网友 他们的想法和陆宇一样 把团团带回都市 只会限制他的自由 还会给周边治安带来影响 别看团团在陆宇面前是挺乖的 但不能忽略团团是野兽的事实 如果到时候被强制性的送到动物园的话 情况会比就在岛上更加的糟糕 还不如就好好地把团团留在岛上 而且团团自己也已经具备了狩猎的能力 就算是只有他也完全能够活下去 好了 就这样决定了 以后有空了 我一定会来看你的 陆宇笑着说道 有时候生活就是这样 很多事情都由不得自己 有太多的无奈和迫不得已 这种感觉 他在很早以前就有所体会 前几年打工的过程中 更是没少体会过迫不得已的感觉 团团用头蹭了蹭陆宇的手之后 突然间朝着茂密的丛林中钻了进去 陆宇也不知道团团究竟要干什么 难道是听懂了自己刚才所表达的意思 然后负气离开了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陆宇倒觉得挺开心的 心中的那种不舒服也会减弱几分 随后陆宇走到了羊圈 直接解开了大羊哥和小羊弟的绳子 养了这么长时间 没想到最终还是没有吃上一块羊排 算了 至少也陪着他们两个度过了两个月的时间 好了 两个小家伙 你们自由了 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地活下去 走吧 解开了两只小羊羔的绳索之后 陆宇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虽然最终还是没有吃到这两只小羊羔 但此刻倒是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心安 两只小羊羔显然是有些犹豫 不知道陆宇是不是在试探他们 这屠夫 一天天说着宰掉他们吃肉 怎么突然转性了 良心发现了 还是想考验他们 万一他们一跑 陆宇在背后放冷箭该怎么办 不过略作犹豫之后 两只小羊羔 直接撒欢式地逃跑了 片刻之间就消失在了茂密的丛林 接着就是几只小鸡仔 陆宇同样是打开了鸡笼 不过这些小鸡仔 却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反而是在鸡笼旁边不断地徘徊 这也让陆宇很惊讶 不过 既然他们想待在这里 那就待在这里吧 正好给团团做个伴 陆宇 赶紧过来吃点东西吧 这时候 热巴也煮好了一些野菜 然后炖了一条鱼 好 来了 陆宇点了点头 随后走进了庇护所 看了看四周的环境 熟悉的庇护所 此刻居然有了几分陌生的感觉 两人简单地吃了一餐之后 又在浴缸里面泡了一个鸳鸯浴 叔父 待见 不知道下一次泡澡会是什么时候 不过等下一次来的时候 或许就是带着一家四口了 等两人吃完饭之后 小团团才从草丛中钻了出来 嘴里还叼着一只野兔 然后直接放在了陆宇的面前 妖宫式地扬着自己的头颅 不错不错 团团真是越来越棒了 已经完全具备了捕猎的能力 看到这一幕 陆宇也是轻轻地揉了揉小团团的头 夸奖地说道 仅仅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团团就能够捕捉到一只野兔 这也就证明团团已经完全拥有了 在荒野中生存下去的能力了 这也是之前陆宇一直最担心的问题 不过现在看来 生存对于团团来说没什么困难了 这样自己也能够安心 放心地离开 这一幕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团团想用自己的食物来换取陆宇留下来 食物对于食肉动物来说 那就是全部啊 陆宇有点太狠心了 我怎么感觉团团突然好可怜啊 是啊 一想到以后 荒岛上就只剩团团 心里莫名的有点不是滋味 连我们这些局外人都看得这么心酸 陆宇的心情可想而知 就是啊 你觉得国内会让人在闹市饲养野生动物 唉 这种事情 有时候也没办法 我倒是希望 当时陆宇和热巴直接没有救团团 直播间此时越发的热闹 弹幕一波接着一波 观看人数 更是直接突破了六千多万 岛上 时间快速地流逝 转眼之间夜幕降临 陆宇并没有改变自己的主意 虽然刚才团团的做法 让自己 长得感动 但是有些事情 是自己无法改变的 其实你不用那么担心的陆宇 团团离开我们之后 肯定会更快地成长 这些小鸡仔和团团的关系这么好 你看那些小鸡 明显把团团当成了他们的妈妈 其实团团在这里 也并不孤单 看着情绪低落的陆宇 热巴在一旁开口安慰道 团团一直都比较听陆宇的话 所以 他们之间的关系 也是非常不错的 现在突然要分别 只要不是铁石心肠 不舍肯定是难免的 作为陆宇的女人 她自然不想看到陆宇黯然神伤 嗯 你说得对 团团和这些小鸡仔们待在一起 并不孤单 而且想想 马上就能拿到3亿的大奖 不应该这么矫情呢 陆宇也是笑了笑说道 毕竟自己从一开始的目的 就是拿到奖金 现在终于要拿到了 如果继续表现出低落的情绪 倒是显得有点矫情了 这一晚 团团和小鸡仔们的感情 格外的不错 所有的小鸡仔 全部都没有离开 一个个屁颠屁颠地 跟在团团的身后 而陆宇和热巴 也在篝火旁 直接坐到了晚上11点多 参加这一次 节目我真是赚大了 是我这辈子 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不仅获得了最终的大奖 而且还喜提优质老公一枚 嘻嘻 热巴笑眯眯地说道 虽然是以开玩笑的口吻 但说的却是实话 当初决定参加 荒野求生节目的时候 她确实根本就没想过 会有这么大的收获 大奖拿到了 老公也有了 肚子里 还孕育出了一条小生命 人生一下子就走向了巅峰 哈哈 我也是 陆宇笑着说道 虽然获得最终的优胜 基本上在自己的意料之中 但是在岛上 把终身大事都给搞定 这却在陆宇的意料之外 而且 房子彩礼问题 直接全部解决了 简直爽歪歪呀 好呢 我们早点休息吧 明天以最饱满的姿态离开这里 又简单地聊了几句之后 两人走进了庇护所 一夜无话 也没任何动作 热巴也没怎么睡好 因为心里想了很多的事情 回去之后 还是要有诸多声明和解释的 毕竟 三个月的时间莫名其妙地 多了一个老公 而且还被搞大了肚子 娱乐圈是不得不退出了 就是希望父母那边 能轻松地搞定 不过陆宇这么优秀 家里人肯定会很喜欢的 简单地吃完了早餐 早上十点的时候 秦峰他们已经上岛了 陆宇先生 现在可以离开了吧 队长秦峰开口问道 嗯 可以了 辛苦你们多跑一趟了 陆宇点了点头说道 小团团正在直勾勾地看着陆宇 从他巴巴的眼神中 能够看出对陆宇的不舍 任何要阻止的意思 或许是知道陆宇终究是会离开的 就算是自己任何的挽留 也无济于事 这本身就是我们的工作 所以陆宇先生不用那么客气 秦队长笑了笑 身后的几个救援队员 也是脸上露出了崇拜和羡慕的神色 崇拜陆宇 是因为陆宇是真的很强 强得完全不同于任何的年轻人 羡慕是因为不仅可以抱得美人归 而且瞬间变成了身家过亿的富豪 要说不羡慕 那绝对是骗人的 这简直就是人生大赢家 金钱美女双丰收 这小团团真的是足够可爱的 看上去就跟我家的哈总一样 完全看不出来是一头狼 秦峰转过头看了一眼团团 说道 难怪直播间的那么多观众喜欢团团 是啊 我家团团我一直都是当狗养的 真是可惜啊 没办法带他一起离开 陆宇点了点头 随后无奈地说道 说起这件事情 其实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陆宇先生 这个可以去看看 秦峰赶紧拿出了一张A4纸递给了陆宇 这是什么 好奇之下陆宇打开了纸 是一份批文 特别批准陆宇可以把团团带回去 上面还有官方的印章 这就说明这份批文是合法合规的 我操 这玩意儿是怎么弄来的 看到批文上的文字之后 陆宇的脸上瞬间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随后直接口吐芬芳 虽然团团长得跟二哈一样 而且平日的做事风格也很相似 但毕竟是一头野狼 是真正的野生动物 没想到秦峰居然给自己带来了 可以把团团带回去的批文 这是陈总昨天教给我的 说是很多粉丝都希望您能带团团一起回去 所以陈总可能动用了一些手段吧 秦峰赶紧开口回答道 其实 昨天直播间所有的弹幕自己一直都在看 所以他也和大多数的观众一样 觉得团团实在是太通人性了 感觉完全就是一只宠物狗 如果把他留在这荒郊野外的话 以后可就看不到了 说实话确实感觉到遗憾 而且看两人昨天的交流 也能察觉出彼此之间的不舍 估计陈总也发现了这一点 所以才动用了一些手段 让团团可以回到都市 钱能通神这是永恒的道理 没有任何事情是钱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绝对是给的钱没到位 现在看来的话 陈总也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才能让陆宇把团团从荒岛上带下去 这也算是卖了陆宇一个人情吧 又是陈总吗 陆宇还是有些惊讶 这陈总对自己似乎好得过头了一点 先是帮助小移动了手术 而且还派人照顾 现在居然又拿到了 可以把小团团带回去饲养的批文 这估计又花费了一大笔钱 同时 如果仅仅只有钱的话 可能还办不到 还需要一点人脉 看样子陈总这个人的格局 着实很大 大到以后 他对自己提出某些条件 自己都不好意思拒绝 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团团带回去了吗 那这几只小鸡仔怎么办 能不能一同带回去 热巴也听到了陆宇和秦峰的对话 随后开口问道 毕竟团团可是把这些小鸡仔 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关系好得不得了 如果带不回去的话 团团估计也会有点难过 这自然是没问题的 热巴小姐 这些小鸡完全可以带回去 秦峰赶紧开口回答道 只不过是几只小鸡仔而已 稍微地动用一些手段 带回去轻而易举 那真是太好了 团团可以和我们不用分开的陆宇 这真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 热巴也是非常的开心 因为昨天他就发现陆宇的情绪有点低落 肯定是因为无法带团团一起离开的原因 现在能带着一起离开 心情肯定格外的不错 是啊 确实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 不过现在又多欠了一个人情 陆宇笑了笑 点头说道 看样子陈总应该也有自己的打算 或许是想让自己留在鲨鱼平台吧 而现在看来 团团的人气似乎也很高 说不定也能给鲨鱼平台创造不少的利益 陆宇先生 热巴小姐 那我们现在就下岛吧 下岛之后 还有很多的事情等着你们去做呢 秦峰开口说道 好 陆宇点了点头 随后对着团团说道 团团 把你喜欢的小鸡仔 全部装到鸡笼里面吧 到时候带着它们一起离开 这样到时候你也有个伴 不会太孤单 团团显然是听懂了陆宇的意思 直接激动的原地打起了转 或许是因为陆宇和动物亲和的能力 又有了升级 而且从小就饲养了团团的原因 所以团团完全能够听懂陆宇的意思 片刻的欣喜之后 便是把小鸡仔一只一只地叼回了鸡笼 随后所有人也是声势浩荡地离开 热巴也是 看了看他们的庇护所 希望下一次 有机会还能来这个岛上 到时候可以好好地旅游一番 多带一些东西和吃的 因为这里是 自己和陆宇感情的开始 也算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 两个多小时之后 所有人沿着最近的路线离开了岛屿 坐上了快艇 伴随着快艇引擎的轰鸣声 渐行渐远 陆宇和热巴也是回过头 看着这片岛屿 不得不说 快艇离得越远 就越能够感觉到悬跃岛的辽阔 直到悬跃岛在视线中变得越来越小 陆宇和热巴才收回了目光 呼 终于可以见到小姨了 陆宇的心情现在非常地兴奋 同时也很期待 而热巴的心中更多的则是忐忑 她不知道陆宇的小姨能否接受自己 会不会因为自己是演员的身份 而有所界定 同时也很忐忑自己的家人 会不会认同自己和陆宇在一起 毕竟自己是维吾尔族 所以 和陆宇在一起的时候 也会有诸多的不便 快艇前进了两个多小时之后 终于是离开了海域 陆宇和热巴也是坐上了 等候已久的专车 然后前往鲨鱼平台总部 离开岛屿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自然是去拿奖金 然后 也可以当面地感谢一下陈根省 毕竟他对自己的帮助 是实打实的 不管他是否有自己的动机和想法 对于自己的帮助 是不可否认的 所以 亲自好好地感谢一下 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呼 终于回来了 突然间居然感觉到 有些无所适从 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 左右两旁拔地而起的高楼 热巴居然有那么一点点的不适应 或许是因为在荒岛上 生存了三个月的原因吧 不过这种不适应 应该很快就会习惯了 是啊 终于回来了 陆宇也是感慨的一生 接下来自己的生活 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又过了一会儿 所有人终于是来到了 鲨鱼平台的总部 而此时在鲨鱼公司的门口 已经围满了很多粉丝 大部分都是观众 还有很多穿着黑色西装的人 显然是鲨鱼平台总部的人 还有大量的保安 陆宇陆宇 哎呀 老公 偶像 哇哇哇 陆宇比直播间还要帅气 爱了爱了 陆宇小哥哥赶紧看这边 陆宇和热巴乘坐的专车刚刚到达 现场就响起了 排山倒海般的叫喊声 这种场面 直接堪比某些 一线歌星的个人演唱会 大部分的安保人员也在拼命地阻拦 但是现场却越来越热情 对于这样的排面热巴 倒是显得比较平静 但是陆宇却有点不太适应 毕竟三个月之前 自己还只是一个无名小卒 就是丢在人群中 也不会被人多看两眼的那种 可是 仅仅三个月的时间 自己居然变成了炙手可热的大明星 这豪华的阵仗 可丝毫不比那些小鲜肉差 陆宇从豪车上下来之后 也是脸上挂着笑容 跟所有的粉丝都打了招呼 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 除了鲨鱼平台的这个节目之外 更重要的 还是有这些粉丝的支持 没有这些人的支持 自己可能什么都不顺 这一点 陆宇还是拎得轻的 穿过密集的人群 安保人员也是格外的惊艳 陆宇和热巴 一直走到了那些 穿西装的人面前 你们好啊 陆宇 热巴 自我介绍一下 我就是鲨鱼平台的老板陈根生 陈根生也是主动上前自我介绍 陈总你好 久仰大名了 陆宇也是赶紧伸出的手 笑着握了握手 陈根生虽然年轻花甲 但是看得出来 身子骨依旧很硬朗 虽然脸上挂着笑意 但是却给人一种 不怒自威的感觉 老板和普通人 果然在气质上 都有很大的区别 哈哈 好了 我们进去谈吧 陈根生笑了笑 随后做了个请的姿势 一来陆宇确实很厉害 自己挺佩服 这个年轻人的 他拥有的荒野求生经验 和个人身体素质 绝对超过了这个社会上 99%的年轻人 二来 陆宇给自己的公司 创造了足够多的利益 说不定这种利益以后 还会继续持续 所以自己如此客气 也是完全说得通的 好 陈总监 陆宇自然也是比较客气的 随后所有人 走进了鲨鱼平台总部 粉丝还在外面 撕心裂肺地呐喊 其实有时候陆宇 也真是搞不懂这些粉丝 有时候仅仅是为了 见一面自己喜欢的偶像 居然不远万里地跑过来 而且也仅仅是见一面而已 也不知道 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才会有这样的决定 如果稍微理智一点地考虑的话 这完全是不划算的做法 很快几人就来到了 陈根生的办公室 跟着进来的 只有李子明和王小龙几人 这些都是公司的骨干成员 至于秦峰他们 早就被安排到了外面 陆宇 热巴 请坐吧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策划部的经理李子明 HR总监Lisa 还有财务部的总监王小龙 还有这位 是中商银行的总经理张瑞张总 陈根生也是给两人 介绍了办公室中的所有人 陆宇和热巴 也是一一跟众人打过招呼 对了 谢谢陈总之前对我的帮助 非常的感谢 你能够对我小姨示意援手 而且让我把团团 从岛上带下来 这方面 陈总付出的所有金额 可以从我们的奖金里扣 陆宇也是对陈根生 表达了感谢 热巴也是在一旁附和了一声 都是举手之劳二爷 不用那么跟我客气 对了 接下来就把你们的奖金 全部给你们清算一下 到时候所有的奖金 将会全部存入中商银行 而且在你们下岛之前 我已经和张总谈好了利息 也给你们争取了 中商银行最高的利息 如果你们不满意 或者不想把钱存入中商银行 完全可以直接说 陈根生笑眯眯地说道 其实这也算是 送给陆宇的另一份礼物吧 在之前 自己也是和好几家银行 都沟通了一下 但是 最终中商银行给出的利息最高 所以他才选择了中商银行 既然是陈总安排的 那么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们就存入中商银行吧 陆宇和热巴自然也是没什么意见 反正存到哪个银行都一样 利息也不会高太多 或者是低太多 而且 三个亿的奖金 加上存放在银行里面的利息的话 完全够他们 花一辈子了 感谢陈总和陆宇先生的信任 我们中商银行 也拿出了最高的诚意 那么希望接下来我们的合作愉快 张瑞也是脸上笑开了花 三个亿的存款 那可是一个大项目 就算自己身为老总 提成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数目 接着就是财务部总监王小龙 和张瑞的交接工作 陆宇先生 热巴小姐 按照之前节目组的规定 你们将会获得三个亿的奖金 而这三个亿是税后收入 所以你们不用额外交税 还有加上直播间的打赏 按照平台的规定 所有的直播收入 将会以55分的比例进行分成 不过陈总之前就有交代 这一次打赏的分成 按照三期来分 你们占七分 平台抽取三分 总共算下来的话 你们可以获得的打赏收益 是2733万 当然 这部分是需要缴税的 财务总监王小龙 都清算得出来 打赏金额需要交很高的税率 所以他们最终 只能获得1557万 不过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 可能是好几辈子的收入了 死 这世界果然从来都不缺土豪 三个月的时间 打赏金额居然高达3000多万 陆宇忍不住吸了一口凉气 原本以为打赏金额 有个一两百万 就非常不错了 没想到 居然直接高达3000多万 就算是三七分 都能获得2700多万的奖金 也不知道 究竟是哪些大佬打赏的 有时间了 可以稍微的感谢一下 毕竟这么多的奖金 在李海市 完全可以买一套豪华别墅了 这些衣食父母 果然是够豪横的 不过对于打赏的收入 热巴却并没有感觉到 太过于惊讶 因为作为明星 他知道 粉丝疯狂起来 到底有多么的恐怖 对了 陆宇先生 热巴小姐 你们是想把所有的奖金 全部重进一个账号 还是分开来存 王小龙继续开口问道 因为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 陆宇和热巴的关系 他们之间的关系 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 所以他才会有此疑问 你说呢 陆宇看了一眼热巴 询问他的意见 存疑起吧 热巴一脸坚定地说道 既然自己都成了陆宇的女人 那么自己的钱 也就变成他们的了 好 对于这种回答 所有人并不惊讶 能够坐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的 哪个不是眼光毒辣 人老成精 所以 自然早就看出了 陆宇和热巴的关系 绝对不是普通的朋友 或者队友那么简单 早就已经从这种普通的关系 演变成了更深层次的感情 如何演变的过程 我就不在这里多做赘述了 反正大家也都不想听 不想看 时间流逝 半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所有的交接和存款工作 已经完全办理好了 陆宇可以随时随地地 取出自己的所有资金 还给了陆宇和热巴两张 随便刷的金卡 或许之前他们就已经交接好了 所以处理起来也是非常的简便 对了陈总 之前你帮助我小姨的事情 还有让团团跟着下岛的事情 一定让你破费了不少 多少钱 我现在就给你转过去 办完所有的手续之后 陆宇开口问道 一码归一码 奖金自己拿得理所应当 因为自己和热巴 已经坚持到了最后 获得了最终的优势 但是陈总拿出来的钱 必须要还回去 不多一百万而已 陈根生笑了笑 并没有拒绝 他知道陆宇是一个 极其看重面子的人 而且男人嘛 自尊心比较强 如果自己现在推辞不要的话 倒是让他有些为难 所以也是简单地说了一个数 其实这段时间他所付出的 实际上要超过这个数字的 再次感谢陈总的帮忙 我是发自内心的感谢 把一百万转过去之后 陆宇也是再次道谢 如果不是陈根生 帮助自己解决了小姨的问题 让自己没有了后顾之忧 说实话 陆宇也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坚持三个月 也有可能在第一个月 拿到一百万奖金的时候 就直接选择退出了 别跟我那么客气 说实话我很欣赏你 所以想教你这个朋友 陈根生笑着说道 这是自然 以后陈总要是有什么需要的话 尽管说就好了 能办到的事情 我会尽量去做的 陆宇也是点了点头客气地说道 其实对人知道本该如此 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丈 尊重和帮助都是相互的 好好啊 说起来 我还真是有件事情想要告诉你 陈根生点了点头 赶紧开口说道 我擦嘞 来得这么快吗 陆宇有点猛 虽然自己刚才并不是随口一说 但显然没有想到 陈根生居然这么快就有要求了 这让一旁的热巴 都有些惊讶 陈总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自己的话都说出来了 自然受不回去 如果自己能够帮上忙的 自然是乐意笑容 毕竟陈根生 也确实是在最关键的时候 帮助自己解决了问题 其实事情很简单 前段时间我们得到消息 石油国的一个富豪 准备举办一场 全球性的荒野求生节目 我想把国内的转播权给买下来 但是又怕你不知道 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所以我想着你有没有兴趣 如果你有兴趣参加的话 以你的人气和流量 我根本就不用考虑 就可以买下版权 陈根生也是立刻毫无隐瞒的 把所有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如果陆宇能够参加那档子节目 一千万美金的转播费 确实不算很多 绝对是稳赚不赔的 毕竟陆宇现在的人气和流量 不是任何一个演员和小鲜肉 能相提并论的 有陆宇的参与 收益绝对难以想象 随后又赶紧补充道 当然了 这件事情还是取决于你个人 如果你不想参加的话 没有任何人可以抢求你 我也不会强制性地请求你参加 更加不会因为帮助了你 就对你道德绑架 其实 以现在荒野求生的热度 自己一千万美金买下转播版权 绝对是我们赚不亏的 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而已 如果陆宇能够参加的话 绝对能够大赚一笔 但是陆宇不参加的话 那么赚的相对会少很多 这 陆宇犹豫了片刻 随后笑着回答道 陈总 我刚刚从玄月岛上下来 还没有好好地享受一下 现在对于荒野求生 确实没有太大的兴趣 而且接下来的时间 我也想好好地 陪陪小姨和热巴 她说的也是实话 虽然自己荒野求生的能力强的离谱 但是刚刚从玄月岛上下来 获得了三个亿的奖金 需要好好地犒劳一下自己 这么多钱 就算他们几个也完全够花了 一旁的热巴 也是很赞同陆宇的决定 虽然这三个月 他们过得很不错 但是 陆宇需要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 好吧 不过如果能够在那荡子荒野求生中 获得最终优胜的话 最终优胜者将会获得五亿美刀的奖励 陈根生继续补充道 钱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有着无法抗拒的诱惑性 或许是陆宇是一个例外 或许陆宇可能觉得自己现在的钱 已经够一辈子花的了 但是他总感觉 陆宇更加地适合荒野求生 那是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但是却有真实存在 这么多 听到五亿美刀这个数字之后 陆宇和热巴 都是齐刷刷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三个亿的奖金 就让他们觉得是个天文数字了 五亿美刀 那可是将近四十亿的龙臂 那个 我回去之后再考虑一下吧 陈总也可以把更具体的资料等会发给我 片刻的纠结之后 陆宇还是选择考虑一下 并没有像刚才一样明确地拒绝 本来他确实很想直接拒绝的 但是 那位石油国的土豪 出的价实在是太高了 而且 陆宇自己也觉得 自从有了系统之后 他似乎更适合荒野 好 好 等会我就把所有的具体资料都发给你 我很期待你的最终决定 陈根生赶紧激动地点了点头 他看得出来 陆宇对于那荡子荒野求生节目 是非常感兴趣的 行 那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我们先回去了 等过两天 家里的事情忙完了 到时候 我再请陈总喝两杯 陆宇现在 想要迫切地回家 看看小姨的状况如何 所以 感谢陈总的事情 就安排到以后吧 好 那你们赶紧回去吧 沈月小姐 估计也非常的 想要见你了 陈根生连连点头 陆宇对于自己来说 现在就像是摇钱树一样 只要这件事情 陆宇点头 那么 这一次鲨鱼平台的收入 绝对会出乎意料 告别了陈根生他们之后 陆宇和热巴走出了鲨鱼总部 不过陈根生 还是给他们安排了顶级房车 让司机把陆宇和热巴送回去 虽然陆宇和热巴 现在也算是小富豪了 但是毕竟刚刚回到这里 也没时间去买车 这名气越来越大 有时候 做公共交通工具的话会非常的麻烦 因为粉丝的能量 可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 而现在的陆宇 可是实打实的顶流 啊 这就是富人的生活吗 房车坐着就是舒服呀 陆宇也是躺在沙发上感慨的一句 自己活了两世 还是第一次坐如此豪华的房车 团团自然也是如此 好像看什么事情 都是非常新奇的模样 兴奋地在陆宇的身旁不断地打转 当然 团团如此高兴的原因 或许并不仅仅是感觉到新奇 而是能够和陆宇继续待在一起 当陆宇和热巴回到李海市的时候 已经到了傍晚时分 沈月和小曼还有小丹 已经在小区门口等候多时了 通过直播他们知道 陆宇和热巴今天会回来 所以从下午开始 他们就一直在小区门口等着 伴随着房车在小区的门口停了下来 陆宇也知道这一切都是陈根生安排的 看样子 这应该是一处高档小区 房价在李海 应该也是很高的 反正以前的自己 是从来没想过会住进这样的小区 陆宇先生 热巴小姐 我们到了 这边的小区是陈总安排给沈月小姐的 停下车后 司机也是非常恭敬地说道 看着陆宇的时候 眼神之中也会不自觉地露出羡慕的神色 金钱和美女双丰收啊 仅仅三个月就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这可超越了全国99.99%的难营 好 这一路辛苦你了 陆宇只是点了点头 本来是想着给司机一些小费的 但是摸了摸口袋 却身无分文 全部的钱全部都存在银行了 所以自己的身上连一百块钱都没有 最终也只能尴尬地把手从口袋中放了出来 不辛苦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那么我就不打扰 您和家人团聚了 司机笑了笑 也是非常的知趣 在陆宇和热巴下车之后 他也很快就掉头离开了 下车之后 陆宇就看到了 正在小区门口等待的少女 身旁还有两个妙龄少女 看上去 脸上有几分稚嫩 并没有长期混迹在职场中的那种气质 小姨 我回来了 我成功了 陆宇一步步地走向了沈月 沈月看到陆宇等了一瞬间 也是热泪盈眶 别人或许只看到的是 陆宇有多么的成功 仅仅凭三个月就走向了人生的巅峰 但是沈月却记得 陆宇在岛上每一天都不容易 或许就应了那句老话 别人只会关心你飞得高不高 而只有你最亲的人 才会关心你飞得累不累 你 你瘦了 小雨 沈月轻轻地抚摸着陆宇的脸颊 在过去 她的心中已经排练过无数次 和小雨见面之后的对话 但是当真正见到小雨的时候 所有之前练好的台词 居然全都忘光了 只注意到了 小雨好像变得消瘦了一些 或许 是自己的错觉吧 没有 小姨 我还胖了很多呢 你的气色比以前好多了 现在感觉怎么样 陆宇也是赶紧摇了摇头 满脸激动地问道 以前的小姨脸上看不到血色 很多时候白得吓人 不过现在气色 已经看起来非常不错了 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嗯嗯 我感觉已经完全好了 沈月也是开心地说道 而此时在沈月身后的小曼和小丹 看着陆宇有些发愣 那 那就是陆宇大神本人吗 看上去比直播间还要帅得多呢 而且气质超好的 小丹小声地对着身旁的小曼说道 亲眼见到陆宇 确实比直播间中更帅 而且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气质 让他们有种 看一眼就深陷其中的感觉 此时此刻 汪洋洪水已经决定 早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嗯嗯 好帅啊 小曼也是双手处着下巴 满脸的崇拜 而此时热巴的视线也一直放在沈月的身上 因为他发现 沈月和自己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原本以为陆宇的小姨至少年纪也在35以上了 没想到居然如此的年轻 而且颜值这么高 比起他们娱乐圈的这些女星 也是好事不慌多让啊 整体看上去更像是陆宇的姐姐 小姨 这是我的队友 也是我的女朋友 热巴 陆宇也是赶紧给沈月介绍热巴 毕竟他们早就已经行过夫妻之事 热巴的肚子里也有了陆家的骨肉 所以自然也不可能对自己的小姨隐瞒他们的关系 而且 这种事情就算是自己想瞒 估计也是瞒不住的 嗯嗯 我知道呢 你好热巴 谢谢你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面对小宇的照顾 沈月也是赶紧走到了热巴的面前 随后拉着热巴的手温柔地说道 热巴有些受宠若惊 或许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陆宇的小姨居然长得如此年轻貌美 不过 其实自己应该想到的 陆宇长得那么帅 那么她的小姨自然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没有没有 是陆宇一直在照顾我 愣了片刻之后 赶紧说道 看着沈月这么年轻 小姨两个字实在是有些叫不出口 真漂亮 我们家小宇真有肤浅 沈月拉着热巴的手 看得出来也是非常喜欢的 毕竟是小宇的女朋友 虽然偶尔心中会有一种养了十年的儿子 突然被人抢走的感觉 但是总体来说 还是很替小宇高兴 热巴也是一脸羞涩 不知该怎么回答 好了 咱们赶紧进去吧 小曼和小丹已经准备了一大桌子菜 等了你们很久了 沈月拉着热巴的手 随后走进了小区 陆宇也是对小曼和小丹表达了感谢 因为之前在秦峰的口中 就听说过两个小姑娘在照顾小姨 而且 这两个小姑娘都很淳朴 不像那种浓妆艳抹的女的 让人看上去很舒服 来小宇 热巴 这段时间在岛上你们辛苦了 赶紧多吃一点 坐在餐厅 沈月也是不停地给陆宇和热巴加菜 虽然在直播间看到陆宇和热巴过得并不错 比起其他选手要好得多 但每次看到还是很心疼 很快 两人的碗里面就加了很多的菜 热巴则是有些尴尬 原本还生怕小姨会非常的难相处 可能会不喜欢自己什么的 但是现在看来 之前自己完全是多虑了 小姨不仅比自己想象中要年轻漂亮 而且对自己也非常好 好了小姨 我们自己加吧 你们也赶紧吃 还有小曼和小丹 这段时间照顾我小姨 辛苦你们了 来 我敬大家一杯吧 陆宇也是赶紧点了点头 随后站起身举起手中的酒杯 没有没有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小曼和小丹也是有些受宠落惊 赶紧也是拿起饮料杯站了起来 显然也没想到陆宇性格居然这么好 要知道一般这种帅哥都是很有傲气的 而且也比较难相处 但是陆宇却完全不同 先后两次对他们表示了感谢 同时 两人心中也暗暗地想到 如果他们也能找到陆宇这么帅 又这么有能力的男朋友就好了 真是可惜啊 居然被热巴给杰族仙登了 一顿饭吃的也是其乐融融 陆宇把小曼和小丹留下了 听小姨说 他们两个照顾自己的时候都很细心 陆宇也是给他们开出了非常丰厚的条件 四个女人在一起 话题自然更多一点 如果家里只有小姨和热巴的话 有时候难免会感觉到尴尬 吃完饭之后 陆宇把小姨单独调到了房间 热巴则是有些坠坠不安 陆宇为什么要把小姨单独调到房间呢 不过她也没有去多想 小姨是陆宇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估计就算是自己也无法与之相比 分别了三个月 或许他们有很多话要说吧 怎么了小姨 有什么话不能在外面说吗 非要搞得这么神神秘秘 沈月显然也是有些不解 外面的热巴是陆宇的女朋友 而小曼和小丹 她也一直没有当成外人 也不知道小姨把自己单独叫到房间 要干什么 小姨 看你的气色已经好多了 但是身体好像还没有全部愈合 前段时间我学习了一种按摩的手法 可以改善身体的根基 所以我想帮你按摩一下 陆宇也是笑眯眯地说道 虽然小姨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但是自己身体中有系统这件事情 是不可以告诉任何人的 就算是最亲近的小姨和热巴也不行 因为他们知道的越少 其实对他们来说越好 你这小子 按摩就按摩嘛 光明正大的来就好了 非要搞得偷偷摸摸的 要是被热巴误会 可就不好了 沈月给了陆宇一个大大的白眼 随后没好气地说道 不过心中确实非常的欣慰 随后 沈月也是躺在床上准备享受陆宇的按摩 自己辛苦了那么多年 又在医院里躺了几年 在小雨有出息了 自己享受享受也是应该的 不多久 房间里面就传出了沈月的惨叫声 因为使用身体强化剂的过程 是极其痛苦和煎熬的 就算是当初的陆宇 都差一点就疼得叫了出来 热巴当时使用身体强化剂的时候 可是疼得死去活来 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声 何况沈月的根基本身就比较差 十分钟之后 疼痛缓解 沈月也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舒适感 身体中似乎充满了力量 这和十几分钟之前完全不同 这 怎么这么神奇 小雨 你不会是偷偷瞒着小姨学习了魔法吧 沈月满脸难以置信地说道 虽然动过手术之后 自己的身体确实有所恢复 但是身子过 却要比一般人弱得多 可是现在 她感觉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 甚至比以前没有生病的时候 更加的精神了 面色红润 容光焕发 嘿嘿 当然不是魔法 这是我们龙国老祖宗 传承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陆宇也是随便打了个麻虎眼 把这份功劳 让给了龙国的老祖宗 好了好了 就知道平嘴 我们还是赶紧出去吧 要是一会儿 让热巴他们误会 可就不好了 沈月假装称怒地说了一声 随后整理了一下衣服 走出了房间 刚才自己的声音 可能稍微大了一点 这种声音 是很容易让人误会的 两人走出房间之后 看着容光焕发的沈月 其实热巴很想问发生了什么的 但是却觉得 这种时候也不好直接问 而且他相信陆宇 也相信沈月 不过还没等热巴开口 陆宇就率先开口解释道 小姨刚刚动过手术不久 所以她的身体根基很差 我帮小姨按摩了一下 哦 热巴赶紧点了点头 陆宇的按摩手法 她可是亲身体会过的 按摩之后 身体确实会舒服很多 而且身体的根基也会发生改变 就好像身体中的力量和体能 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一样 转眼之间 夜色渐晚 陆宇也给团团和小姬仔们 简单地腾出了一间房间 好在这个房子足够大 四十二厅 等明后天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看看远离闹市区的别墅 到时候可以盘下来 毕竟现在这一大家子 也需要更大的房间 和更大的活动空间 更重要的是 这边的房价不是很高 就算是豪华别墅 估计两千个W也能轻松拿下 晚上 陆宇和热巴自然是睡在了一起 虽然现在还不算合法 但至少合规 陆宇还没到法定结婚年纪 所以结婚证肯定是扯不下来的 不过 有钱能使鬼推磨 所以 很多事情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 钱都能够摆平 而这时候 陈根生也把之前 全球荒野求生的资料发了过来 是石油国的一位土豪 自发组建的荒野求生 名为极限荒野 这一次参加求生的目的地 并不是只有一处 而是总共需要挑战六种不同的环境 首先是环境比较严寒 万雄聚集的拉布拉多半岛 其次是万寿聚集的 塞伦盖地大草原 第四个位置是拥有神秘色彩的 幽灵沼泽曼查克沼泽地 恶鬼 万人坑 恶鱼 诡异的树木 永远不散的雾气 就是它的基础面貌 据相传 这片沼泽地中 曾经存在着一个巫毒教 一位巫女用魔法诅咒过这片沼泽 只要进入沼泽地 就会永远地留在里面 神秘色彩非常的浓厚 而求生的最后一处 则是需要横渡亚马逊雨林 亚马逊雨林被称之为地球之废 生存着无数传说中的恐怖动物 其中有些生物 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人类 绿色水燃 毒箭蛙 水虎鱼 子弹蚁 黑铠门鳄 电蛮 美洲虎 游猎蜘蛛 蚊子 亚马逊巨型蜈蚣 随随便便一种生物 都能够轻而易举地 要了一个人的命 所以 想要在这种恐怖的地方求生 那就要做好随时死掉的准备 不过曾经也有一个人 有过成功横渡亚马逊雨林的经历 那就是人称艾厄德的埃德斯坦福特 他曾经花费了860天的时间 成功地横渡亚马逊雨林 就因为横渡亚马逊 也让埃德斯坦福特 一跃成为了荒野求生界的天花板 整整花费了860天的时间 才渡过亚马逊雨林 这就足以想象 那个地方有多么的凶险莫测 多么的难以征服 不过 看着介绍中的这些信息 陆宇却越发的兴奋 因为伴随着实力的越强 他也越来越喜欢高难度的挑战 荒岛生存 说实话 已经有点满足不了陆宇了 而这些地方每一处 都比之前自己求生的悬月岛 要凶险百倍 就拿第一处拉布拉多半岛来说 那里满地都是熊科动物 狗熊 灰熊 棕熊 甚至连北极熊都有 还有拉布拉多狼 美洲狮 美洲豹 等等的大型食肉动物 每一种动物 都有能够杀死人类的力量 好 好可怕 这个节目组 到底是怎么想的 求生的位置 居然选择这种鬼地方 这根本就是 不给求生者一点活路呀 看着手机上的信息 热巴柳眉紧促地说道 这些求生的地点 每一处都可以用九死一生来形容 难怪奖金会那么的离谱 如此一对比的话 五亿美刀的奖金 倒是显得有点不太多了 是啊 每一个求生地点都很凶险 不过 我倒是感觉挺有趣的 陆宇点了点头 随后笑着说道 看到那些地方和简介之后 他感觉自己身体中的血液 开始沸腾了 不知道是否和系统有关 但是 总感觉想要去挑战一番 你 你刚从玄月岛上下来 不会想要丢下我们 去参加荒野求生吗 虽然奖金确实很多 但是我真的很害怕你会遇上危险 看着一脸兴奋的陆宇 热巴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些地方 每一处都有很多的大型野兽 而那些大型野兽 完全可以置人于死地 这可比玄月岛要危险得多了 虽然玄月岛上也有狼群和熊 但是数量有限 生活了三个月 也才碰到了一头熊和一个狼群而已 但是刚才文章中看到的那些地方 绝对要比玄月岛危险百倍不止 我确实有这样的想法 不过 我再考虑一下吧 好了 时间不多了 我们稍微的活动 一下就早点睡吧 陆宇笑了笑 把热巴搂在了怀里 说了一声 脑海中却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了 刚才那些求生地点的画面 那些地方求生 或许会更加地刺激吧 点到为止地活动了一番之后 两人早早地进入了梦乡 在家里的高床软枕上是睡觉 确实比他们的庇护所要更加地舒服 睡得也更加地香甜 一觉醒来 已经是早上九点多了 小曼和小丹也准备好了早餐 昨天晚上思考了半夜 陆宇越发地感觉自己 很想参加这次的全球荒野求生节目 因为这次参加节目的其他国家 选手也有很多 就连窝国和泡菜国的选手都有参与 要是龙国没有选手参与的话 岂不是显得很拉垮 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 促居这方面 输给那两个蛋丸小国也就算了 荒野求生 可绝对不能继续输给窝国和泡菜国 还有最让人讨厌的灯塔国 吃早餐的时候 陆宇也是跟小姨和热巴 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其中两人都是断然拒绝的 因为他们现在有这么多的钱 只要不是过那种奢靡无度的生活 绝对可以安安稳稳地度过一生 所以 没必要继续让陆宇去冒险 可是看陆宇的意思 似乎态度挺坚决的 而且从陆宇的眼神中 能够看出他的兴奋 咚咚咚 就在这时候 敲门声突然响起 这么早会是谁来敲门呢 听到敲门声之后 沈月有点惊讶 因为自己在这里 已经住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了 可从来没有人来过这里 小宇昨天刚来 今天居然就有人敲门了 我去开门 陆宇站起身准备去开门 透过猫眼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 卧槽 这不是贝爷吗 这家伙是来找我的 没错 门外敲门的人正是贝尔格里尔斯 陆宇很惊讶 自己和贝尔格里尔斯 根本就没什么交集 甚至两人根本就没有见过面 他居然这么早就来找自己 难道是看过自己荒野求生的节目 准备合作一把 随后 陆宇也是满脸疑惑地打开了门 哈喽 陆宇先生 终于见到你本人了 贝尔格里尔斯也是热情地打招呼 前几天听到陆宇的求生结束之后 他也是立刻坐着飞机赶着过来 从陈根声那里 询问到了陆宇的住址 请进 没想到 居然见到活着的贝尔了 真是够意外的 贝尔不会是专门来找我的吧 对于见到活着的贝尔 陆宇也是很惊讶 这家伙来找自己 难道也是为了极限荒野的档子节目吗 可是远在大不列颠倒的贝尔格里尔斯 怎么会关注到自己的 真是让人意外啊 嗯 我就是来找你的 贝尔点了点头 随后走进了房间 经过简单的了解之后 陆宇和热巴也终于知道 贝尔原来曾经担任过节目组的点评员 难怪这家伙认识自己 而且居然主动找上门来 看样子 贝尔是肯定了自己荒野求生的能力 不知道贝尔这次来找我 有什么事吗 简单地聊了几句之后 陆宇也是开门见山地问道 想必陆宇先生也知道了 皮特先生筹备的极限荒野节目吧 不知道陆宇先生 有没有想要参加的想法 我觉得 以你的求生能力 完全有资格去争取最终的大奖 贝尔也是没有过多的弯弯绕绕 而是直接直入主题地说道 陆宇确实是龙国荒野求生中的顶尖选手 虽然这小子参加的话 可能会对自己造成一定的威胁 但是有竞争和压力 才会有前进的动力 说实话 我很有兴趣 能够征服那些人类的禁区 自然会很有成就感 陆宇也是毫无隐瞒地说道 而且自己的 各系统 是只有到了荒野中才能继续迁道 一直待在都市中的话 系统就相当于没了 看样子 陆宇先生和我们果然都是同样的人 都是非常喜欢在荒野中挑战自我 虽然这一次求生的地方 确实凶险万分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极限爱好者来说 却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挑战 更重要的是 皮特先生开出的奖金 确实让人无法抵挡 贝尔笑了笑 似乎是遇到了同道中人 开心地说道 其实这样的荒野求生挑战 如果是一般情况下的话 自己也不会参加 虽然自己热衷极限探险 但是这一次所要去的地方 实在是太危险了 一个不小心 可能会把命都搭在这里 可是没办法 皮特先生他给的实在太多了 五亿美刀的奖金 这让很多的极限爱好者都无法抵挡 贝尔你倒是诚实 那位皮特先生给出的奖金 确实让我感觉到震惊 同时也有些无法抵挡这样的诱惑 听到贝尔这么诚实 陆宇也是笑着说道 估计这一次参加极限荒野的选手 会非常的多 毕竟国外不怕死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国外的很多人 都喜欢在死亡的边缘走钢丝 现在又有这么高的奖金 那么肯定选手们会很多 陆宇先生 其实这一次皮特先生他们 也准备采用凉凉组队的方式展开比赛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 皮特先生和节目组选择的那几个地方 实在是凶险了 一个人想要生存下去的话 几乎不可能 和其他人组队的话 那么坚持下去的可能性也就更高 贝尔继续开口说道 其实国外比较崇尚个人主义 大部分的荒野求生类节目 很多都是单独挑战 极少出现这种组队求生的节目 这一次之所以出现组队的情况 原因很简单 因为如果不是凉凉组队的话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坚持 完成所有的挑战 就算是荒野求生能力 和自身的能力再强 也绝对不可能 靠一个人的力量去完成 哦 也是组队的方式吗 这样一来的话 岂不是要两个人平分奖金 陆宇微微地挑了挑眉头 开口说道 上一次和热巴组队 刚开始确实是节目组的规定 迫于无奈 如果没有那样的规定的话 他更愿意自己一个人单独挑战 不过现在想起来 这样的决定倒也非常明智 三亿的大奖不仅收入囊中 还白白捡了个媳妇 可以说是大赚特赚 但是这一次的极限荒野节目 陆宇其实并不想跟其他人组队 原因无他 因为陆宇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 其次 他并不想和其他人平分奖金 二十亿的奖金和四十亿的奖金 还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 但是如果要靠一个人的能力的话 是绝对不可能完成那五项挑战的 贝也点了点头 随后一年笃定地说道 之前他已经去找过埃德斯坦福特 而且 两人的想法很相近 那就是 如果凭一个人的实力 就算是他们两个 也不可能完成那五项挑战 要知道自己和埃德斯坦福特 可是被称之为 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 连他们两个都感觉无法完成 那么其他人可想而知 陆宇虽然在海岛上 表现出来的求生经验 非常的丰富 但是其他的环境 可就不一定了 而且 这一次挑战的五个地方 是完全不同的五种气候和环境 看样子 贝也已经选择好了组队人选吧 不知道是谁的运气这么好 能够和贝也进行组队 陆宇淡淡地笑了笑 开口问道 看样子 贝尔格里尔斯还是挺谨慎的 为了拿到最终的奖金 选择和其他人进行组队 不过这样确实是最稳妥的做法 因为组队更容易坚持到最后 相互之间也能有个帮衬 我想这个人你也认识 他叫埃德斯坦福特 这边很多人亲切的称呼 他为德也 贝尔笑着回应道 因为他和埃德斯坦福特 都是大不列颠人 所以 两人得知了举办极限荒野之后 也是立刻通过了电话 很快就达成了 一致选择组队 强强联手 绝对能够坚持到最后 看样子 你们还真是强强联手 对于这一次的挑战 应该很有信心 陆宇笑了笑 并没有感觉到太过于意外 虽然两个人的求生方向 截然不同 但是 参加这一次节目的目的是一致的 为了这些大奖 就算是选择合作 也无可厚非 而且 这两位大佬联手的话 确实能够制造更多的热度 这也是节目组最希望看到的 确实有着不小的信心 贝尔也是非常诚实地点了点头 外国人和中国人 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 中国人都比较谦卑 但是外国人都比较自信 对于他们觉得自己 能做到的事情 一般都会自信地表示能做到 而不会谦虚地摇头 对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不用组队 自己一个人去求生 毕竟这样最终拿到的奖金更多一点 陆宇试探性地问道 其实他并不想和别人组队 因为自己身体中有系统 一个人完全可以 多一个人的话 或许会成为累赘 而且在国内 也没有叫得出名的荒野求生专家 所以 联合求生对陆宇来说 只是多了一个分奖金的人而已 这完全没有必要 倒也可以 不过有很多选手 都选择带着自己的宠物一起去 一来可以和自己作伴 二来 也可以缓解一下孤独 作为一个荒野求生者 我想陆宇先生也很清楚 一个人求生 所面对的 不仅仅是生存问题 更重要的是孤独 这也是大家 为什么选择组队的原因 贝尔思考的片刻 回答道 在国外荒野求生专家并不少 荒野求生能力也很强 但是 能够耐得住寂寞的 却是极少数 所以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组队 当然也有部分人的想法 和陆宇一样 不想和别人分享奖金 所以 会选择自己的宠物 作为自己的队友 这样一来的话 也可以缓解那种孤独感 同时 最终的奖金 也会归自己一人所有 而节目组和皮特先生 也明确表示 这种方法是 完全可行的 哦 居然可以带着自己的宠物 一起参加吗 陆宇听闻之后 脸上露出了欣喜的表情 随后透过窗户瞥了一眼 正在院子中 陪着几只小鸡仔 玩耍的憨惑团团 这小东西 似乎又能派上用场了 又是简单地闲聊了两个小时 贝尔格里尔斯 也在陆宇家吃过了午餐 然后才离开了 和陆宇聊天的内容 转头也告诉了陈根生 因为陈根生 给了他不少的好处 否则的话 他也不会大老远地 来劝陆宇参加 虽然贝尔对陆宇的 求生能力表示认可 但是他并不觉得 陆宇有资格成为 自己和德爷的对手 原因很简单 自己和德爷 擅长各种残酷环境下求生 不管是荒岛 沼泽 沙漠 还是寒冷的北极 他们都曾经求生过 而且顺利地完成了挑战任务 但陆宇只是在海岛上 表现得比较理想而已 如果换个环境 还真不可能是 自己和德爷的对手 所以就算是陆宇参加 也不会对他们造成影响 小语 你真的要选择 继续参加荒野求生吗 贝尔可是全球知名的 荒野求生专家 连他都说 这一次的求生危险系数很高 你真的有能力应对吗 其实 现在我们也不是照样过得很好吗 沈月有些担忧地 看着陆宇问道 三个亿的奖金 他们完全可以 根本就不需要继续冒险 一旁的热巴 也是目光紧紧地盯着陆宇 他自然也不太希望 陆宇再去冒险 小语 热巴 其实我已经决定了 这一次的极限荒野 我一定要参加 因为我很期待 也很向往那些地方 而且 这一次的荒野求生 是全球性的 我想向全球证明 我们龙国人在荒野求生方面 一样能战胜外国人 陆宇脸色坚定地说道 自己的心中 对那些地方充满了向往 如果是以前 根本就没有那种机会和时间 因为他要想方设法地赚钱 要想方设法地 给小姨治病 但是现在有了之前的奖金之后 小姨和热巴 可以生活得很舒适 自己也不会去很久 再加上 奖金确实足够诱惑人 没有人会和钱过意不去的 所以他已经打定了主意 要向全球所有人 证明自己的能力 同时也要把那五亿美刀拿回来 看到陆宇如此坚决 沈月和热巴 也不再开口 因为他们都比较了解陆宇的性格 既然陆宇 都已经做出了这样的打算 那么劝阻估计也没什么用啊 只能希望他到时候自己反悔吧 时间快速地流逝 下午的时候 吴金也找上了陆宇 他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他自己也要参加这一次的极限荒野 但是还没有选好组队的人选 陆宇的实力 他已经通过直播间看得一清二楚 绝对是国内荒野求生界的天花板 求生经验和身体素质 更是强的不用说 所以希望可以和陆宇进行组队 如果他们两个组队的话 那么绝对能够坚持到最后 吴金对自己也是有着绝对的自信 不过最后却被陆宇委婉地拒绝了 因为就算是要参加这一次的极限荒野 他也不会选择和任何人阻备 因为那样会分走奖金 而且有时候还要分析去照顾自己的队友 这样太麻烦了 毕竟吴金虽然出名 但不可能像热巴一样成为自己的女人 如果他去一趟泰国的话 或许自己会考虑一下 但也仅仅是会考虑而已 四日一早 陆宇就带着沈月和热巴 他们去城市的周边买了一栋别墅 精装修能拎包入住的 总共花费了2100万元 算下来的话倒也不是很贵 而且地方非常的宽裕 总体算下来的话还是很划算的 而且最后还赠送了一片空旷的土地 虽然只有一百多个坪 但这点地方 完全可以给团团建造一个舒适的游乐园 然后就是随便买了一辆车 反正车就是代步工具 也没必要买得太好 只要不是那种必要时候 杀不住车的特特车就可以入手 从买房到最后的入住 也才花了三天时间而已 到第四天的时候 陆宇和热巴才回了一趟热巴的家 热巴的家人对陆宇也是非常的热情 因为他们也一直在看直播 所以自然知道陆宇非常的有能力 以后绝对能给热巴很好的生活 陆宇 我们之前不是还答应过 要请小谷他们吃一顿饭吗 对了 还有周姐和呆妹他们 不如我们就举办一个 庆祝陆祝新房的 party 然后把所有人都请过来款待一番吧 这样的话 也能帮你节省一点时间 在岛上 其实也是多亏了周姐和赵小谷他们的帮忙 留下的物资才能让他们坚持到最后 虽然可能只是锦上添花 但也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更舒适了一些 而且当时也承诺过 出来之后要请他们吃饭的 嗯 你说的没错 确实需要请他们吃顿饭 感谢一下 庆祝入住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小谷和麻雀姐你负责联系吧 我想赵小谷应该有麻雀姐的联系方式 至于周姐和呆妹 他们本身就是鲨鱼平台的主播 所以陈根生应该能够联系到 一会我打个电话 让他们一起过来就可以了 陆宇也是点了点头 其实之前他也有这样的想法 以前做过的承诺 自然是要实现的 而且多几个朋友也不是坏事 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做完这一切之后 陆宇又联系了几个大酒店的厨师 同时也租了几个美女服务员 这时候陆宇也不得不感叹 有钱的日子是真的爽 没钱的时候 连一个朋友也没有 做任何的事情都要亲力亲为 现在只要动动嘴 任何事情都能做到 或许这就是钱的魅力所在吧 中午的时候 赵小谷和麻雀姐先到了 恭喜你们了 陆宇还有热巴 恭喜你们能够取得最后的优胜 同时也恭喜你们乔迁新居 最后就是恭喜你们有钱人 忠诚眷属 赵小谷也是笑名你的恭喜 热巴也算是她的好朋友了 所以这种恭喜也是发自内心的 只是身后的麻雀姐却多多少少有些失落 不应该是有情人忠诚眷属吗 热巴也是开玩笑的问道 都一样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你们现在不是变成有钱人了吗 赵小谷同样在开玩笑 看得出来她平时也比较喜欢开玩笑 性格也是比较豪爽的那种 就在几人聊天的时候 陈根生和周姐他们也到了 热巴 你先跟小谷还有麻雀姐聊聊 我去迎接一下陈总他们 陆宇说完之后就出门了 毕竟陈根生对于自己来说可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他对自己得出了实质性的帮助 所以自然要更客气一点 陈总欢迎大家大驾光临 陆宇也是笑眯眯地打招呼 哎呀 终于见到羽神本人了 没想到比直播间还要帅这么多 我真是好气啊 当时抽签的时候 怎么就抽到了呆妹这个货 要是能够抽到羽神的话 说不定这豪华别墅的女主人就变成我了 周姐率先开口 垂着自己那并不明显的胸口 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说道 其实呆妹和周姐组队 本身就是节目组安排好的 切 你还好意思说呢 我也很后悔没有抽到陆宇啊 否则的话 我也成为这栋豪华别墅的女主人了 呆妹也是立刻反驳道 切 羽神是不喜欢你这种太平公主低 对吧羽神 我呸 你自己不也是凹下去的吗 还好意思说我 可能是关系太好的缘故 两人也是当场开丝 使劲地戳对方的痛处 相互伤害 好了好了 不要争了 你们现在也有机会啊 陆宇笑了笑 说道 反正自己的体能很好 又不嫌多 这句话 倒是把正在争吵的周姐和呆妹 给搞不会了 哈哈 年轻人的体力 就是好啊 真是让我们这些 老年人羡慕 陈总也是笑眯眯地附和道 哈哈 开个玩笑而已 陈总里面请吧 宴会搞得很隆重 酒都是好酒 菜也是好菜 所有人一直待到傍晚的时候 才陆陆续续离开 期间 陆宇也是对所有人表示了感谢 沈月也是单独感谢了陈总 因为自己的身体 对于小宇来说 一直都是一个累赘 如果不是当初 陈总出手相助 说不定 小宇也不可能坚持到最后 当陆宇把自己准备参加 极限荒野的事情 告诉陈根生的时候 这家伙开心地眉眼接笑 当场就给皮特打了电话 直接敲定了转播权的事情 最后也是 美美地喝了几杯 然后晕晕乎乎地离开了 麻雀姐在离开的时候 总感觉看陆宇的表情 有点不对 其实陆宇也不傻 心里自然也清楚 麻雀姐对自己 好像有点意思 但是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陆宇却对麻雀姐 并没有那方面的想法 至于赵小谷 周姐和呆妹她们 更大程度上 只是瞎掺和 开开玩笑而已 虽然陆宇确实很帅 而且魅力十足 但也不可能每个女人 都对她倾心 哈姆维特不是唯一的 白马王子 自然也不可能是唯一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 喜欢的风格和类型 晚上八点多的时候 所有客人才陆续离开了 哇 没想到接待客人 比荒岛上求生还要累人 这一整天下来 腰酸被疼的 陆宇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脖子 无奈地说道 以前没钱的时候 都是干活的 没想到现在有钱了 招待客人也这么来 宇哥 要不要我给你揉揉肩膀 就在这时候 小丹跑到了陆宇的面前 随后开口问道 不用了 你也辛苦了一天了 好好休息一下吧 陆宇委婉地拒绝了 把家里所有卫生 都搞干净之后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忙碌的一天 所有人也是早早睡去 次日清晨 陈根生就打来的电话 然后告诉了陆宇具体的 参赛细节 以及敲定时间 首先参赛的时间 定在五天之后 也就是说 陆宇还有五天的准备时间 陆宇 昨天你和陈总聊天的时候 他的意思好像是 希望你可以和吴京 或者吴京磊进行组队 吴京的实力也不错 毕竟他是以前的武术冠军 而且听说 还在特种部队 训练过一年多 如果能够和他组队的话 倒也非常的不错 而那个吴京磊 他好像就是出身于特种部队 拥有着极其强悍的身体素质 如果能够和他组队的话 说不定你们能坚持得更久 生活得更好 早上吃过早餐之后 热巴也是有些忧心忡忡地说道 对于这一次 自己不能陪陆宇一起去挑战 其实他的心里 还是感觉到有些遗憾的 可是自己已经怀孕了 根本就无法去继续参加 而且 他们要去的第一站 就是拉布拉多半岛 听说那个地方 常年冰雪覆盖 极其寒冷 而且生存着很多的大型食肉动物 大量的熊科动物 猫科动物 以及狼群 自己就算是当真去了 或许也只能成为陆宇的累赘 但是 听陈总昨天所说 吴京和吴京磊的实力都很不错 如果陆宇能够和他们组队的话 应该会过得更轻松 那两个确实非常的不错 尤其是吴京磊 拥有着非常强悍的荒野生存能力 身体素质也比普通人要好得多 不过我的伙伴 我已经选好了 陆宇先是对吴京和吴京磊的实力 表示了肯定 其实他早就考虑好了自己的合作伙伴 那就是团团 因为自己和团团相处起来更加融洽 他不会成为自己的负担 而且也不会跟自己评分奖金 同时 也可以缓解自己的枯燥和乏味 比起其他的选手 他觉得团团更适合自己 啊 谁啊 不会是麻雀姐吧 难道他也要参加吗 热巴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麻雀姐 其实麻雀姐昨天看陆宇的眼神 热巴都是看在眼里的 他绝对对陆宇有意思 而且麻雀姐长得也很不错 荒野求生能力又那么强 寂寞的时候还可以打百赞 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队友 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热巴的心里也是非常不好受的 因为自己和陆宇的感情 就是这样诞生出来的 约久了 自然就生情了 麻雀姐 我不知道他参不参加啊 而且我说的队友是团团 并不是麻雀姐 你不会是吃错了吧 陆宇愣了愣 随后笑着解释道 看样子热巴也注意到了 昨天麻雀姐看自己的眼神 所以才会有此怀疑 我 我才不会吃错呢 热巴赶紧连忙 是否否认 不过听到陆宇说自己的队友 是团团的时候 心中还是非常开心的 团团虽然也是辞的 但是 对自己肯定是没多少威胁的 除非 团团能变成老二娘 不过 那是不可能的了 没吃错就好 说不定在求生的过程中 会认识一些金发碧眼 风胸大定的外国小姐姐 看着热巴的不一样 陆宇忍不住的挑逗了起来 你 太坏了 我要去告诉小姨 热巴瞠怒的瞥了一眼 随后直接去找沈月了 时间一天天的流逝 和热巴玩闹了一番之后 陆宇也是邀请了 热巴的家人过来做做 毕竟以后 也就成一家人了 转眼之间 五天的时间就过去了 按照陈根生所说 今天就是前往拉布拉多半岛的日子 龙国参赛的选手总共有五人 朱浩 朱浩也是一个退伍军人 而且是侦察队的队长 所以对于荒野 也算是有着不错的了解 最后一个就是麻雀姐 这让陆宇有些惊讶 毕竟麻雀姐是 唯一一个女性参与者 不过又似乎在意料之中 因为麻雀姐 是国内荒野求生女性第一人 而且她之前受过的伤 已经完全愈合了 所以也算是 确实有能力参与 不过想要坚持到最后 应该没那么容易 早上六点 陆宇起床 不舍地告别了小姨和热巴 然后轻装上阵 其实陆宇之前 也询问过贝尔和陈根生 关于比赛的所有事情 这次的求生 每完成一处挑战 就会回来修整一段时间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陆宇才坚决要参加的 因为只要完成了 拉不拉多半岛的挑战 自己就能回来 看热巴和小姨 如果是要一次性 完成所有的挑战地点 才能回来的话 陆宇肯定会非常犹豫 最后会直接放弃 毕竟 自己现在身上的责任很大 对于小姨 对热巴 还有没有出生的孩子 不可能直接一出去 就是大半年 或者一年的时间 离开离海的时候 陆宇就穿了一套冲锋衣 其他的求生工具 到时候节目组会发放 自己拿的东西 反正也会被没收 莫必要带太多 早上七点钟的时候 所有选手到达了鲨鱼总部 因为陈根生 给陆宇他们包下了一架飞机 可以直接护送他们 前往枫叶国 陆宇和麻雀姐 他们五人坐在飞机上 也是闲聊了起来 毕竟这一次 他们都是作为龙国的选手出战的 虽然不是一个队 但是他们所担负的荣誉感 是一样的 唉 希望这一次能多 坚持一段时间 也希望求生的环境 不要过于糟糕 否则的话 十万美金报名费 不但要打水漂 而且自身的生命安全 都会受到威胁 朱浩有些紧张地说道 毕竟参加这一次的 荒野求生节目 不是无偿的 而是需要 先交十万美金的报名费 除非是对自身有着 极其自信的选手 否则的话 根本就不会有人参加的 毕竟十万美金 对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人来说 还是一笔非常大的数字 无精和无精磊 两人也是表现得比较忐忑 这一次 他们所要求生的目的地 可不是国内 或者其他地方的 一些荒岛或者雨林 每一处都是极其危险的 撒哈拉沙漠 被称之为死亡之地 想要在沙漠中求生 本身就非常的困难 还有万兽聚集的 塞伦盖地大草原 至于尼罗河 和幽灵沼泽 那就更不必多说了 传说中的那些大型生物 每一个都能要了求生者的命 我这次可是拿出了我所有的家底 如果无法征服拉布拉多半岛的话 那以后就连嫁妆都赔进去了 麻雀姐也是开玩笑地说道 其实这一次的极限荒野 总共分为五部分 需要在拉布拉多半岛 生存一个月的时间 才能算是完成挑战 到时候能够拿到50万美刀的奖励 然后就是塞伦盖地大草原 同样需要坚持一个月的时间 才算完成挑战 不过完成挑战的时候 奖金会增长到200万美金 然后奖金开始逐步递增 直到彻底的横渡亚马逊雨林 就能够拿到最终的五亿美金大奖 不过大部分的选手 应该都没有去考虑过最终的大奖 能够拿到几百万美刀的奖励 对于普通人来说 已经能够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了 其实这一次的极限荒野 更像是一场豪赌 如果赌赢了 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小富豪 如果赌输了 不仅十万美刀的报名费 可能会打水漂 而且有可能把命 都留在那些鬼地方 而一旁的陆宇 听着几人的聊天 则是有些猛逼 因为他们几个所说的 十万美金报名费 自己听都没有听说过 更加没有交过 这十万美金的报名费 难道是陈根胜帮我交了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家伙的格局也太大了吧 陆宇在心中嘀咕了一声 这样的事情 如果是陈根胜干出来的话 其实一点都不感觉到意外 这家伙的格局本身就很大 而且他知道 在自己的身上投资十万美金 凭自己现在的流量和人气 所收到的回报 绝对超过百倍不止 几个小时之后 陆宇他们也抵达了 枫叶国的国际机场 一下飞机 就有几个举着 极限荒野牌子的 妙龄少女等候了 随后 也是把陆宇他们 带到了一个体育场 随后 团团也是被带到了 另一个地方 体育场中有不少的观众 一眼望去 至少应该也有200来号人 这些都是参加 荒野求生的吗 居然有这么多的人 看到那200多号人 麻雀节有些惊讶 要知道自己 也是犹豫了很久 才选择交了报名费的 原本以为 就算是放眼全球 也不会有太多的参与者 毕竟十万美金的报名费对 很多人来说 不是一个小数字 这种游戏 更加的适合那种 没什么钱的人参加 毕竟那些 真正能够赚大钱的人 可不会拿自己的生命 开玩笑 这200人中 有不少的女性 其中也有一些亚洲面孔 不过比例却低得可怜 看来在做死和不要命方面 西方人更加擅长 哈喽 陆宇先生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来的 就在这时候 贝尔格里尔斯 赶紧跑到了陆宇他们的面前 随后也是热情地打招呼 顺便也朝着 吴京和麻雀解挥了挥手 德爷也跑了过来 随后主动和吴京磊 打起了招呼 因为两人以前 就一起参加过 荒野求生的节目 所以也算是认识 所有的选手 也在短时间之内 全部集结完毕 中共有128组选手 其中很多都是两两一组的 也有一些人和陆宇一样 选择了和自己的宠物 完成组队 先生们女士们 请安静一下 主持人用英语示意 所有人安静 因为所有参赛的选手 已经全部就位 那么接下来 就是给他们讲解一下 求生的要素 首先在所有求生的地方 没有任何的限制 所有能吃的东西 都可以吃 包括那些珍贵的动物们 其次就是 所有选手要签署 免责条约 这也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 毕竟这一次的极限荒野 出意外的几率 还是蛮高的 因为每一处求生的环境 都极其的威胁 半个小时之后 所有的规矩规则 奖励制度 免责条约都签署好了 首先前面的拉布拉多半岛 塞伦盖地大草原 撒哈拉沙漠 幽灵沼泽所有的选手 要在这些地方 待上一个月的时间 才算完成挑战 完成拉布拉多半岛的挑战之后 就能拿到50万美刀的奖励 将会修整半个月的时间 期间选手也可以选择退出 不参加后面的比赛 当完成塞伦盖地大草原挑战之后 奖金将会达到200万美金 完成撒哈拉沙漠的挑战 奖金则会达到1000万美金 当完成幽灵沼泽的挑战之后 奖金直接突破到一个亿 拿到一个亿美金奖励的前提是 必须要征服前面四处求生地 最后就是横渡亚马逊雨林 如果成功 就能拿到最终的5亿美金大奖 总之一句话 越到后面奖金越丰富 但是危险系数也会越来越高 虽然早就知道了 这些规则和奖励制度 当时听到5亿美金大奖的时候 所有的选手还是非常的激动 似乎已经看到了5亿美金 正在向他们招手 好了 各位选手们 接下来就是选择求生工具的环节 每一组选手可选择6样求生工具 而这6样求生工具 将会伴随你们完成所有的挑战 所以请谨慎选择 主持人的声音落下之后 工作人员便搬来了128个桌子 每个桌子上面都是 放置着相同的求生工具 上面有一些防熊喷雾 打火棒 防雨布 锯刀 大铁锅 弓箭 刺网 钓鱼装置 食盐 铁丝和绳子等等的书生工具 看到桌子上的求生工具之后 所有的选手也开始认真地挑选了起来 毕竟这些工具 可要伴随他们很长一段时间 陆宇也很快就选择好了自己的求生工具 首先是锯刀 因为拉布拉多半岛最常见的树木 就是黑云山树 这些树的质地非常的坚硬 如果只是拿砍刀的话 想要砍断这些树 还是非常消耗力气的 斧头也不是最好的选择 斧头虽然可以砍树 但是如果处理一些动物的话 就显得有些笨拙了 纯粹的锯子同样不是最好的选择 毕竟要用来防身 还要用来宰杀一些动物 锯子显然局限性太大了 而锯刀不仅可以伐木 同时也可以防身和宰杀一些捕捉到的猎物 这特殊的工具 显然是节目组精心准备的 一面刃 一面齿 可以满足求生者的不同需求 当然 很多选手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 纷纷地选择了锯刀 钓鱼装备和刺网 不在鲁鱼的选择之链 虽然拉布拉多半岛的鱼类资源很丰富 拿上刺网和钓鱼装置的话 可以轻松地抓到鱼 但是到后面的求生环节中 这两种估计就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了 而选择钓鱼装置和刺网的选手 大部分只是为了完成拉布拉多半岛 挑战之后就退出 然后就是一块防雨布 这玩意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现在上岛的话 想要搭建起一个庇护所 还是比较费力的 前两个晚上 可能需要凑合 而防雨布可以搭建一个简易的庇护所 石岩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长时间无法摄入石岩的话 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虽然看上去对求生似乎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却又至关重要 没它还真不行 至于第四样求生工具 自然就是弓箭 因为陆宇现在的箭术 可以说是出神入化 弓箭不仅可以防身 还能够狩猎 而且拉布拉多半岛的植物资源 根本就没有悬月岛那么丰富 想要自己制作出一副弓箭 还是非常麻烦 而且还有后面的撒哈拉沙漠 塞伦盖地大草原等等 虽然陆宇也精通各种钻木取火的方法 比如手挫式钻木取火法 弓钻式钻木取火法 异洛奎族式钻木取火法等等 但是像拉布拉多半岛 常年温度极低 冰雪覆盖 而幽灵沼泽和亚马逊雨林非常的潮湿 里面甚至很难找到干柴 想要通过钻木取火法来生火的话 太难了 所以生火的工具非常的重要 然后就是一个看上去比较大的不锈钢锅 烹煮食物和淡水必须要用到锅一类的容器 毕竟在荒野中煮水和烹煮食物的时候 一个金属容器是绝对不能少的 很快 陆宇也就选择完了自己的生存工具 随后看了看麻雀姐和无精他们 大家也各自选择好了自己的工具 麻雀姐是和无精进行组队的 两人首先选择了防熊喷雾 显然他们提前也做足了功课 拉布拉多半岛被称之为万熊聚集的地方 所以防熊喷雾确实非常的重要 可以在关键的时候救他们一命 而这种工具大多数的选手也选择了 而选择好求生工具的麻雀姐 也走到了陆宇的面前 看着陆宇选择的求生工具 不免有些惊讶地问道 陆宇 你没有选择防熊喷雾吗 听说拉布拉多半岛的熊科动物非常的多 如果没有防熊喷雾的话 会非常的危险 这也算是好心的提醒 毕竟来之前 他们就做足了功课 拉布拉多半岛不仅有黑熊 棕熊 甚至连北极熊都有 虽然陆宇有能力解决了黑熊 陆宇则是自信地摇了摇头 只要有弓箭和锯刀在手 就算是遇到北极熊 他也敢正面硬刚 至于其他的一些拉布拉多囊 或者是美洲豹什么的 见到就直接当成食物 好 好吧 看到陆宇如此自信 麻雀姐也不再说什么 毕竟陆宇的实力确实很强 在他退出上一次挑战的时候 曾经翻看过陆宇的复播画面 尤其是猎杀黑熊的时候 实力确实很强 而就在此时 所有选手的求生工具选择完毕 主持人的声音也再次响起 各位选手 既然大家已经选择好了求生工具 那么现在开始 大家可以前往第一处求生店 拉布拉多半岛了 直升机会将每一个选手 送到指定的位置 同时在你们抵达目的地的时候 每一组选手的直播间也会开启 还有带着特殊伙伴的选手们 不要把你们的伙伴给落下了 主持人的声音落下之后 所有选手陆续地离开了体育馆 出去之后 就到了一片无比宽广的体育场 体育场中 居然是一百多架直升机 而且 每一架直升机上面 都标好了数字 从一号到一百十八号 对应着所有的队伍号码 我去 一百多架直升机 那位土豪还真是大手笔啊 看样子 真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看到了齐刷刷的一百多架直升机 吴京也是满脸惊讶 就算是租赁一百多架直升机 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而如果这一百多架直升机 都是那位土豪的的话 那就更让人震惊了 土豪的快乐 果然我们是体会不到的 陆宇也只能无奈地笑了笑 之前获得的三亿大奖 对于陆宇来说 就已经是一笔天文数字了 可是这点钱 在这些石油土豪的面前 似乎也只够打打牙记 或许对于这些土豪来说 他们其他的都缺 就是不缺钱 接着 所有选手按照号码 开始登上了直升机 陆宇和团团是66号 6的飞起 所有的直升机 也是缓缓启动 团团似乎是第一次做直升机 现在有些局促不安 不用怕团团 弄熊肉吃 陆宇轻轻地摸了摸团团的头 笑着安慰道 既然来到了拉布拉多半岛 那么不吃点熊肉的话 似乎有点太对不起自己和团团了 就是现在 晚上不能打摆子 想想确实有点可惜啊 伴随着直升机的呼啸 一个多小时之后 直升机已经在拉布拉多半岛的上方盘旋 每个选手被送往的位置 还是比较远的 所以 就算是128组选手 也几乎不可能会有碰面的可能性 陆宇和团团被放下之后 头顶出现了两个鸟形无人跟拍机 直播间也在这一瞬间开启 此时在鲨鱼平台 直播开启的瞬间 也是时时转播了起来 很多观众很快就找到了 陆宇和团团的直播间 哇 宇神又去求生了 爷亲回 宇神 这次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让那些外国佬 看看我们龙国选手的实力 啥都不说 支持宇神就对了 穿云剑走起 十只穿云剑 千军万马来相见 我是大富豪 打赏超跑星号石 磨人的小妖精 打赏超跑星号66 几乎是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在线观看人数 已经突破百万 而且还在一种 视如破竹的势头增长 打赏的人也越来越多 果然 直播间从来不缺乏土豪 有些大佬打赏 都是几万几万的 果然是贫穷 限制了大多数人的想象 至于吴京和麻雀姐 他们的直播间 直播人数也是很快破百万 毕竟 这一次龙国参加的 总共有三组选手 朱浩和吴京磊的直播间人 就没有参加过荒野求生的节目 而且对于普通人来说 他们并不算演书 所以自然容易被忽略 而此时在别墅中 热巴和沈月他们也是 一边磕着瓜子 一边看着第66号直播间 原来看直播的感觉是这样的啊 送礼物的人好多 热巴一边磕着瓜子 一边说道 之前他们是被参观的对象 现在终于是体验了一把 当观众的快乐 看直播感觉还挺爽的 就是直播间的画面 有点惨不忍睹 特效礼物 就像是不要钱一样 轰炸着屏幕 是啊 宇哥的人气太强了 这才两分钟的时间 同时在线观看人数 已经突破了八百多万 小丹和小曼也是忍不住的震惊 仅仅开播两分钟 人气就达到八百多万了 放眼整个龙国娱乐圈 也不可能有人拥有 这么高的人气了吧 唉 这次小宇身边没有你 不知道他能不能坚持下来 沈月则是有些担忧 毕竟一个人在这座荒岛上 实在是太过于孤独了 谁让那坏蛋非要去的 就让他好好地憋一段时间吧 热巴没好气地说道 不过就算是陆宇留在自己的身边 现在这个阶段也不能打摆子了 而且两个人睡在一起的话 有时候还容易擦枪走火什么的 所以他现在在荒岛上也不错 那地方看上去好冷呀 要是我的话 估计半天都待不下去 看着陆宇脚下白茫茫的景象 小曼也是开口说道 这种环境 一看就能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寒冷 而此时下了直升机之后的陆宇 先是环顾了四周 放眼望去 除了一些黑云山和葱树之外 基本上地面都是被冰雪覆盖 当然还有一些小型灌木 上面隐约也能够看到一些浆果 虽然这边的环境非常的糟糕 但是每个地方的植物 都有它们生存的特征 也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 很快 陆宇就在不远处有一条暗流 看样子应该是淡水 因为拉布拉多半岛的水资源 非常的丰富 有不少淡水和海水的分流 不过 还是需要好好地甄别一下 走吧 团团 我们先去看看那边是不是淡水 然后简单地准备一下庇护所吧 看这天气 说不定今天晚上就会有一场大雪 抬起头看了一眼黑压压的天气 陆宇对着团团说了一声 这种鬼地方的天气 可比丈母娘的脸色更加多变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漫天飞雪 气温骤降 现在是大中午 温度估计已经达到了零下十度左右了 到了晚上 温度至少会降到零下二十五度以下 所以移出庇护所非常的重要 当然 火源也是不可或缺的 听到陆宇的声音之后 团团赶紧点了点头 两人先是走到了暗流的边上 很快就发现了一些食物 哇 我们两个的运气不错啊 这边居然有这么多的淡水一倍 看着水流边上那黑乎乎的一坨 显然就是一倍 这种地方还是比较适宜一倍的生长的 而且 这些东西味道非常鲜美 有了这些一倍 看样子 今天晚上不用挨饿了 收集了满满一锅一倍之后 陆宇和团团继续出发 很快就找到了一处比较平坦的位置 然后清理了一下地面的积雪 庇护所就搭建在这里的 希望夜幕降临之前 可以搭建起一个简单的庇护所 选择好庇护所搭建地址好 陆宇也是放下了所有的装备 然后开始看了看四周的材料 这边的黑云山树非常的丰富 所以 材料倒是非常的充足 就是这种树砍起来 可比竹子要麻烦多了 随后 陆宇又看了看自己手里的巨刀 虽然看上去质量也不错 但是 就怕用的时间一长 直接给报废掉了 而且 这东西可是要伴随自己很长时间的 我记得系统之前 还奖励过一次升级武器的机会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先把巨刀给升级了吧 这时候 陆宇也突然想起了 之前系统的奖励 好像是在60天的时候 奖励的东西 可以对任意的武器进行一次升级 之前在玄月岛的时候 陆宇知道自己的工具 足以应付那样的环境 所以没有浪费那一次的武器升级机会 现在用的话 刚刚好 系统 升级巨刀 随后 陆宇在脑海中默念了起来 同时心中也很期待 升级之后的巨刀会变成什么样的 叮 恭喜宿主 武器巨刀升级完成 系统声音响起的那一瞬间 陆宇突然间感觉到 自己手里的巨刀变得沉淀了几分 目光看向巨刀的时候 发现巨刀通体呈黑色 只有刀刃和巨刃是银白色的 刀身上隐约间透露着几分冷光 卧槽 这手感时再是太成熟了 比刚才强太多了 而且 看样子有点像麒麟小哥的黑金骨刀啊 陆宇轻轻地颠了颠 感觉此时的巨刀非常的沉手 有一种无间不摧的感觉 而且 看材质和模样 都有点像麒麟小哥的黑金骨刀 不过在直播间 所有观众的面前 巨刀却还是那把巨刀 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 好 开始工作 升级了武器之后 陆宇也是瞬间信心满满 随后 开始聚起了黑云衫 升级之后的巨刀 变得非常的锋利 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一颗大腿般粗细的黑云衫 就被巨到了 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一幕之后 也是瞬间沸腾了起来 卧槽 宇神还是那个宇神 牛P啊 奈何自己没文化 一句卧槽行天下 这他妈节目组的巨刀 这要牛逼的吗 你是傻子吧 牛逼的那是巨刀吗 牛逼的是陆宇 对对对 是我说错了 WHF 龙国选手这么强 这个龙国选手 有点东西啊 我刚才看窝国选手 拿着斧头砍了五分钟 也只是在黑云山上 看出了一个小祸口 此时的直播间 大部分都是龙国的观众 但是也混入了一些 其他国家的观众 毕竟这一次的极限荒野 本身就是全球性的 所以 直播间中突然来一两个老外 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 呸 那些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小鬼子 能和我们家与神相比 就是 我祈祷今晚小鬼子 就被野狼吃掉 被北极熊约死 楼上很人老哥 不过说出了我想说的话 各位 请理智爱国 爱国需要理智吗 不需要吗 需要吗 我特么 如果真的能咒死小鬼子 那可是能写进族谱的 清明含截的头香 都是我的 你居然让我理智 我理智 NMMMP